蹉跎了时光岁月 辜负了青春年华 故乡想回回不去 城市也扎不下根 叶晨犹如一个飘零的浮屏 在都市浪潮里飘荡不定 在城市苦苦挣扎着的日子 一年又一年 也曾豪情壮志 想干出一番事业 也曾努力奋斗兢兢业业的工作 但终究是败给了现实 叶晨毕业于一个三线城市的三流本科 在这个大砖满地走 本科多如牛的时代 一个三流本科 也未见得能敲开什么大公司的门 毕业五年 转眼已是28岁了 然而却是事业家庭都未能立起来 也曾跑过几个大城市 像繁华的大上海 江南烟雨的苏州 都曾留下过奋斗的痕迹 换了几份工作 也都是保持着 饿不死 也没什么发展前途 几次的跳槽 终究还是满心泪伤 现在所在的公司 是在他自己老家W省的省会城市卢州 才进公司不到一年 因为想着 始终漂泊在大都市 也定不下来 也许回老家这边好点 一方面离家近点 另外 省会这两年发展的也挺不错 直追沿海城市了 但叶晨还是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 拥堵的交通 不歇的汽车噪音 让他烦躁 他喜欢种豆南山下的朴素田园 小桥流水人家的失忆人生 他厌倦工作上的尔虞我诈 偷奸耍华 那些所谓的营销技巧 其实就是想招法的忽悠人罢了 这对他就是一种煎熬 一面是不想对客户说谎的本心 一面又是上面 给的各种业绩指标的压力 太累了 不是深累 是心累 他也讨厌生活中的零零碎碎 一地鸡毛 和社会格格不入的性格 使他终日生活在烦扰之中 别人的生活工作 是多姿多彩 聚餐K哥泡疤 数不尽数 而他却容不尽去 从来没有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开怀大效果 心里仿佛预计了太多的事情 以致压得他难受得 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他很想大声地吼几句 来发泄一番 但内向的性格 又让他不能做出这种举动来 沉默的镜头是冲动 叶晨选择了辞职 叶晨月初就提交了辞职申请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 今天是7月的最后一天 周一 上午9点 叶晨回到公司 完成了各种交接工作 交回属于公司的东西 将所有自己的个人物品 装进背包 打扫干净自己的个人区域 仿佛想清除掉 所有自己曾经在过的痕迹 然后与同事们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跟两个要好的 约了晚上到老地方聚一下 就离开了公司 叶晨背着包 走出了公司的大楼 夏天的太阳有点刺眼 才90点钟的时间 空气就燥热起来 抬头看了眼天上的太阳 眯了下眼 又回头看了眼 自己工作几年的大楼 却轻松地吐了口气 感觉没那么热了 他觉得身心从未有过的轻松 这种感觉 真的让他有点沉醉 这是他大学毕业之后 就不曾再有的感觉 这一刻 他不想去想 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了 也不去想下一份工作 还没找呢 也许他这一刻的决定 是不理智的 也并不是那么的正确 但此时此刻 他就是做出了这种决定 无关乎任何别的因素 叶晨扫开了一辆共享单车 骑上车赶回了租的屋子 叶晨租的是一个单间 也就是十来个平方的样子 房间里一张床 一个衣柜 一个电脑桌 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一般这种房 都是二房东 从原房东手里租过来的毛皮房 稍加装修 一套房里 分出那么四五个房间 每间高低不等几百块钱的价格 租给租客们 这是现在的城市里 最普遍的一种租房了 众多到城市里谋生的年轻人 都喜欢选择这种房子租 一个是房租便宜 另一个基本上这类房都是 在小区里 环境相对不会太差 今天还是工作日 合租的其他几个房间的人 也应该都出去上班了 这对于受合租的各种 不方便的叶晨来说 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时刻 叶晨进了房间 关上门 将背包扔到床上 然后打开了空调 坐到电脑桌前 打开电脑电源键 然后拿起桌角边放着的 一桶4.5L的纯净水 咕咚咕咚的一口气 喝进了半桶水 一路的太阳暴晒 加上炎热的天气 叶晨也热得不行了 用了三年的老爷机 终于开好机了 叶晨手握着鼠标 一时也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之前这一顿操作 都是叶晨平日里的 每天回来的习惯性操作 想了想 打开了搜索引擎 在搜索栏输入了大乐透走视图 然后按下来回车键 叶晨也算是个老采名了 多多少少买了有十来年了 主要就是 买双色球和大乐透 当然每次都不会买太多的 叶晨也经常看到 各种彩票黑幕的文章 其实他也不大相信彩票的公正性 但还是习惯买一点 主要是喜欢那种 等待开奖的感觉 也会想着 假如真的中个一等奖了 反正又不花太多钱 平时叶晨都会积选个两三柱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也有的是时间 他开始研究着购票号码 反复的研究之后 叶晨选出了两柱号码 写在了便签上 然后放进口袋里 小区旁边平时吃饭的地方 就有一个彩票站 他也偶尔去那里买过几次彩票 到了大概十二点 叶晨出门 先去了饭店吃了个午饭 吃完饭出来 叶晨走进了旁边的彩票店 彩票店地方不大 两面墙上都挂满了各种开奖信息 摆着几台电脑 此时正两个人坐在那里 看着电脑研究彩票 这种基本上都是真正的老彩民了 叶晨走到里面彩票机前 店老板正坐在后面玩手机 叶晨把口袋里的那张纸 递给了老板 老板 抱打两柱大了透 老板结果只看了一眼 就熟练地在彩票机上开始打了 然后问道 直接打还是加倍 叶晨那一下有片刻的思考 脱口 出道再积选一柱吧 追加五倍 那就三柱五倍 一共四十五块钱呢 老板问道 对 叶晨当时就有点后悔说多了 平时自己顶多就打个十块钱的 不过多就多点吧 就当是奢侈一次了 彩票机很快就出了彩票 老板将彩票递给叶晨 叶晨接过老板手里的彩票 然后用手机扫码 支付了四十五块钱 转身出了彩票站 叶晨跑回了自己的住处 外面还真是太热了 几分钟的路就汗流加倍了 大热天的 叶晨下午也就缩在房间没出门了 晚上八点 叶晨赶到老地方 距离住处两公里左右的一个烧烤店 其他两个人也已经到了 大个子还长得特胖的王栋 大家都喜欢叫他胖子 和叶晨年纪差不多大 另一位叫刘凯 比叶晨他们小两岁 他们也都是本省的 胖子还跟他是一个似的 你们这么快到啊 东西点好了吗 叶晨边坐下问道 我们住得比你近一点吗 东西都点好了 正在烤着呢 大个子王栋说道 他和刘凯房子租在一起 就在这烧烤店不远处的小区里 对了 叶晨啊 你做得好好的 怎么想着辞职啊 也没见你说过 我们几个都觉得挺突然的 对面的刘凯也问道 哎 其实我也是一时的冲动 不过你们也知道 我的性格真的不适合这工作 太累了 叶晨抿了抿嘴 哀了一声说道 也是 你就是个闷狐狼 话太少了 那你未来怎么打算呢 刘凯颇为认同地点了下头 还没想好呢 我也说了 我是一时冲动的嘛 暂时就想着 先休息调整下吧 可能会回趟老家 半年了还没回去过一次呢 都一样 我们不也没时间回家 这狗屁的工作 不是没办法 谁愿意干啊 胖子也是一脸的牢骚 正聊这天 老板就端着烧烤来了 你们的烧烤好了 要不要啤酒啊 先来一箱吧 不够再要 胖子颇为豪气地说道 胖子 你要一箱我们三个人喝得完吗 我可喝不了多少啊 叶晨说道 当然他也只是说说 胖子每次吃饭都这样 当然 他也是最能喝的一个 酒上来了 三个人开吃起来 吃着烧烤喝着酒 吹着热风聊着天 这顿烧烤吃了两个小时 一箱啤酒真给喝完了 叶晨也喝了三瓶多 感觉头都有点晕了 吃好喝好之后 叶晨抢先把仗截了 今天就这样了 你们回去小心点啊 以后有时间 我们再聚 嗯 我们两个人没事的 以后记得有事没事的 常联系我们 刘凯说道 对 有时间就来找我们 工作落实了 也告诉我们一声啊 胖子说道 会的 会的 反正我也不打算出城找事做 到哪里 我们都隔不远 以后等我稳定了 有时间就找你们出来玩 好的 那我们就回去了 你回去路上小心点 嗯 你们也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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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晨与他们分开后 头有点晕晕的他 也没有选择骑共享单车了 手法好功名 喝酒不骑车吗 于是他就 沿着马路走路回去 路上还有点风吹着能醒醒酒 虽然是暖风 但倒不至于热了 路边时不时的大货车轰鸣而过 朝的耳朵还挺难受 那带过的灰尘卷地而起 扑面而来 迷得睁不开眼 鼻子里嘴巴里全是沙尘 要不怎么说叶晨讨厌城市呢 叶晨回到房间 洗了个澡 躺上床准备睡下了 忽然想到 今天买的彩票 还没看开奖号码呢 但晕乎乎地不想起来 算了 明天早上再看吧 如此想着 慢慢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 叶晨姗姗醒来 昨晚喝太多了 又不用上班了 没压力 脑子里的闹钟也关了 看看时间都十点了 这一觉就睡了十几个小时 起床坐在床檐发了会呆 然后起来 静洗手间洗漱了一番 完了 准备把昨天的衣服拿去洗了 翻了翻口袋 看有没有东西 结果摸出来 昨天买的彩票 是啊 昨天巨子买的彩票 还没看有没有中奖呢 这要是中奖了 却被自己洗了 可就亏大了 坐在电脑前 百度搜索了大了透开奖 很快就跳出来的开奖信息 先对一下开奖日期和7号 然后篮球后码0410 叶晨盯着自己的彩票 一桌号码一桌号码地看 第一第二桌一个号码没中 鸡选的第三桌两个蓝号一样 靠 自己选的号码没中 鸡选的倒是中了 不过五块钱稳了呀 叶晨心想 再往前面看红号 07 12 19 24 30 叶晨越看心跳越快 一个号码有 两个号码也有 三个 四个 五个 全中了 叶晨心里那个声音告诉他 七个号码全中 自己中了一等奖了 叶晨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住那快要跳到嗓子眼的心跳 一双眼睛 反复在电脑与手上的彩票上来回看 也不知看了几十遍 叶晨终于确信 自己中了一等奖了 接下来 喜悦之情充满了内心 叶晨想大声地吼几声啊 可是还是抑制住了 这可是比 彗星撞地球的概率还要低的啊 他打开他的4.5L的纯净水 狠狠地灌了几口 稍微冷静了下 喜悦的他 继续看向了一等奖的奖金 只见上面显示着 一等奖中奖注数11注 单注奖金906万5507元 一等奖追加中奖5注 追加单注奖金725万2405元 自己选的追加 那就是两者相加 达到了1631万7912元 要扣掉20%的税 那到手就是13005万4329元 1000多万 这个数字 叶晨以前只是在买彩票 幻想中大奖的时候才敢想 现在真实的发生了 自己这就成了千万富翁了 叶晨仔细地看着手中的这张彩票 一个地方都不想漏掉 这一张只值1000多万 他将改变自己 甚至改变自己身边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看着看着 看到号码后面那括号里的数字 叶晨一下子反应过来 妈呀 我是买了5倍的呀 那就是中了5注了 我想想 5注是多少钱 叶晨再次用之前得出来的数字 再次成了一个5 等出的结果 又让他深吸了一口气 扣除税金之后 还能拿到6500多万 这个数字 他连做梦都没梦到过了 一下子就变成了 那一小撮人里的一员了吗 叶晨一下子想到了很多 想到了以前的种种心酸的过往 和对未来的迷茫 又想到了以后的种种可能 曾经压抑了许久的情绪 终于忍不住地释放了出来 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那是不由自主的泪 是心酸的泪 是幸福的泪 过了好久 叶晨终于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了 然后迫不及待地 就想尽快去把奖给领了 只是一张指 他还是不敢相信 这幸福的真实 想着还是对到奖了 心里才踏实 以后要做什么等 对到奖了 再想也不迟 看着时间也快中午了 彩票中心这种单位 中午肯定也休息的 就点了个外卖 想吃过了午饭再去也行 等待的时间是煎熬的 一旦你决定做某些事的时候 那时间更显得难熬 终于再吃过了一顿 没吃到什么味道的午饭后 叶晨开始准备去对奖了 不过他也没对过奖 不知道要带些什么 好在网上 现在什么都能搜到 搜到大概要带的证件后 叶晨将彩票和证件 都放到了钱包里 然后将钱包贴身放好 戴上口罩就出了门了 好在现在 因为去年爆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 公众场所都要求 必须佩戴口罩 这正好方便了叶晨 经常看那些小说里 中奖了的对讲时候 都把自己从头到脚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恐怖分子呢 虽然叶晨不觉得 如今的和谐社会 会有不法分子 敢光天白日地来打劫的 但他深知低调才是王道 叶晨扫开了一辆小电驴 手机上搜了一下路线 就朝着目的地出发了 骑了大概40分钟 叶晨赶到了 体踩中心所在的地方 捏了捏鼻梁上的口罩 抱着忐忑的心 进入了彩票大厅 找保安问了 对讲的地方在哪一层 然后坐着电梯就上去了 来到对讲的地方 告诉前台自己来对讲 工作人员领着叶晨 进入了一间小房间 让他稍等 过了一会儿 几个工作人员进来了 然后就是出示证件 填写登记表 验证彩票 系统兑付 最后财务工作人员 核算应扣税额 和实际该得奖金后 开具了完税凭证 和现金支票 然后就是叶晨的各种签字了 在工作人员的善意提醒下 捐了十万 终于 中心工作人员 将那扣完税 今后的中奖金额支票 交到了叶晨手上 他谢绝了彩票中心的采访 只是戴上面具 拿着个大支票牌 同中心工作人员合了张颖 然后就告辞离开了 出了大门 叶晨看了看头顶的猎羊 整个流程也就各把小时 现在正是太阳毒辣的时候 但他还要去银行对支票 几千万的支票放身上 他可不放心 支票是建行的 叶晨搜了最近的一家 也就在附近几百米的地方 顺着指示 很快就找到了地方 拿了号就坐在等候区等待 看很多小说里 动不动就VIP包间专人服务的 叶晨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 他也不喜欢去搞那个特殊 别人越热情 他反而越不自在 等了十几个号 终于到他了 他递上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和支票 在工作人员惊讶的目光中 和询问中解释了一番 然后拒绝了柜台小姐的基金 和理财建议 叶晨曾经也买过股票 买了一万结果 被套了一年 最后亏了四千里场 以后再也不敢去碰了 也买过基金 现在还在持有 当初买了三万 结果买了就开始跌 大半年过去了 还在亏损三千多的位置上徘徊 满满的伤心累啊 叶晨也认清了 自己就不是个能做投资的量 所以叶晨选择了 最稳健的投资方式 他将其中的两千万 存了三年定期 利率3.85% 这样一年 也能77万的收入 这已经超越了 80%群体的收入了 叶晨没那个投资的本事 也不想赚那份钱 一天到晚的心情 跟着那曲线起起伏伏 真的是魔人 剩下的四千多万叶晨 还没想好怎么分配 一夜乍负 很多事情一时考虑不过来 他想等下来的时间慢慢考虑 存好钱之后 叶晨出了银行 赶回了住处 等到回到了住处 他拿出自己的那张银行卡 终于那颗悬着的心 彻底吻下来了 昨天的自己 还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 今天自己 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打工是不会再打工了 这辈子都不会再打工了 叶晨打开某宝的的基金页面 将持有的几只基金 全部挂单卖出 虽然还是亏损状态 但他已经不想再持有了 天天看那绿字 心里亏得慌 然后他又把某宝上的 花呗分期账单 还有信用卡的透支的额度 全部还掉了 清理干净各种账户 还完了超前消费 叶晨感觉到巴失得很了 投资心累 超前消费心烦 无债一身轻啊 夜幕降临 叶晨站到窗户前 看着窗外的这座城市 叶晨住在18楼 而且是靠近马路的一栋 所以视野还不小 霓虹灯照亮着这座城市 外面马路上穿梭不停的汽车 那噪音即使现在窗户紧闭 依然能听得清楚 日夜不歇的汽车噪音 也是让夜晨每晚的睡眠质量很差 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 给人一种压抑感 白天蓝天白云那是少见 晚上也从不曾见过星星 夜晨突然特别地想念家乡的星空 这个季节 家里爸妈这时候 应该都吃过晚饭 出门到河边的杨柳树下乘凉了 手里扇着大蒲扇 耳边是河里的流水声 和对面稻田里的蛙声和虫鸣声 头顶是万里无云 繁星满天 能伴着虫鸣与水声入眠 多么的惬意啊 想着想着 夜晨做了个决定 他要回到家乡去 老家一直是他的眷念之所 只因现实的压力 逼得他不得不背井离乡 如今的他已经 不需要去为了金钱发愁 为何不回到心心念念的家乡呢 再说 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各种小视频 APP上各种农村的新创业模式 也激发了夜晨的一些想法 家乡这些年发展了一些 看似挺不错 但青壮年都出来打工了 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小孩 同夜晨一样 生活在这种生活里的家庭 不在少数 除了逢年过节 平时回家都能感觉到一丝丝凋臂 不是环境的凋臂 是人气上的冷清 看着 每家一两个的老人 和那些爷爷奶奶带的小孩 其实心里也挺叹息的 既然自己有了一份创业的资本 那就将他放在自己的家乡吧 夜晨想好了要回老家 但思考了一番 回去之前 他还有一些打算 他准备先买辆车 毕竟没车出行太不方便了 然后还准备在这个城市 先买一套房子下来 虽然夜晨想回老家了 但城里一套房子 还是应该有的 不说偶尔的来来住下 就省会城市的房价 现在买 也算是一种投资了 再说 现在农村虽然交通便利 但很多方面 确实比不得城里 主要是医疗教育 这块是个大问题 买个房子 以后带家人来城里偶尔来住住 也方便不少 想办夜晨就决定好了 明天先去买车 车买好了 再去看房子 下了决定 他打开了手机上的懂车软件 开始选车 夜晨喜欢车 他很早就下载了软件 没事就喜欢看看 现在虽然不算很懂 但有点名气的车 或代表车型 还是基本知道的 夜晨首先考虑的是 BBA的豪华SUV 至于轿车 他就懒得看了 老家在农村山区 轿车底盘太低了 不适合 但看了很久 夜晨最终 还是把目标定在了 沃尔沃XC90上 最吸引也称的 就是广为人知的 沃尔沃的安全性 这可是连车标 都带着安全带的一款车 安全性也是他最大的卖点 而且车型也耐看 偏稳重型 低调奢华 又不失内涵 七座版的还实用 要放在以前这七八十万的车 他也只能想想了 现在可以没压力的 都不用考虑分期了 有人要问了 你都几千万的身家了 就买个几十万的车 怎么也得 BBA或保时捷之类的 百万起步吧 但这个在每个人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那些超豪华车夜晨 也喜欢 但也不是非必要不可 终究是逮捕的 而且太高调的 回老家炫富也不太好 夜晨打开手机 搜索了最近的沃尔沃4S店 出门准备扫辆电单车 结果空空如也 也是啊 工作日有车 早就给骑走了 以前也趁上班 也是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稍微迟点 就没的车了 没办法 夜晨只好在手机上 叫了辆出租车 等了五分钟 车到了 夜晨上了车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付了车费下了车 夜晨走进了4S店大门 门口一个工作人员过来 给测了下体温 然后就进去了 很大的一个大厅 里面也摆了不少的展示车型 也有几个在看车的 不是太多吧 夜晨看到里面柜台后面 两个销售人员在聊天 看他进来看了一眼 就继续聊天去了 不过 夜晨也没在意 自己就穿个T恤加短裤 妥妥的吊丝形象 有人重视才怪呢 没人介绍他就自己看 在大厅里边扫了一圈 很快就找到了 自己心仪的XC90 夜晨走到那台车面前 果然不愧是 自己喜欢的车型 大厅展示的是一台黑色款的 看着就大气 比手机上看得更好看很多 夜晨这边在看着车 那边那几个销售 还在那聊天 这时 后面走出来一个 年轻点的女孩 可能是刚去了洗手间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 对心爱的这个说到小玲 那边有个人在看车 你过去接待一下吧 那个叫小玲的 看了一眼夜晨的方向 然后回答道好的 红姐 我这就过去 说着 就往夜晨这边小跑着走过来 何小玲刚到店里实习 才第二个月 像他们这样刚进来的那些大客户 自然没他们的份的 那些看起来有实力的顾客 都是老销售们 争着抢着去服务 他们也就接待接待一些 在老销售们看来 不怎么会买的人群 何小玲走到夜晨面前 礼貌地问道 先生你好 是想买车吗 看上哪款车了呢 我可以给你介绍下 看着面前这个女销售 应该刚工作不久 清秀模样 还带着一丝羞涩 我想买这个XC90 你们这有现车吗 夜晨问道 有的 我们所有车型都有库存 不知道你对我们这款 XC90有了解过吗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的 那些数据之类的 就不用说了 我也不大懂 网上看了很多了 这款车能试驾吗 夜晨也不想听那些车子的一堆数据 说了他也不懂 什么功率扭矩转速排量的他也听不明白 可以的先生 我们这款车可以试驾 好 那我们先去试下吧 好 那您先跟我来办下手续 夜晨跟着何晓玲去了柜台 何晓玲让夜晨出示了驾驶证 然后拿出协议给他签了 随后拿着钥匙带夜晨去试车 夜晨坐上了驾驶位 启动了车 何晓玲坐上了副驾驶 他给夜晨介绍和操作了下车内的多媒体案件 别的不说 车子的音响还真是挺好的 宝华为剑的19个扬声器 效果不是一般的震撼 夜晨一年多没碰过车了 不过熟悉了一下就开起来了 还好没有全丢掉 稍稍跑了一小段距离 就开回来了 回来之后 夜晨就问何晓玲 有哪些现车可以选 XC90暂时我们店里有两辆库存 一款中高档配置的制衣豪华版 还有一款顶配的制衙豪华版 你们那制衙是黑色的吗 我比较喜欢黑色 夜晨说道 他看了这展示的车的颜色 就喜欢上了黑色 是的 那款就是黑色的 如果你确定要 我可以带你去仓库看看 嗯 那我们去看看吧 夜晨跟着肖和晓玲去了仓库 看到了实车 不过仓库里的车 就没外边的那么光亮了 和晓玲解释说 车放在仓库多少会落灰的 不过你放心 这车是上个月刚出厂的新车 绝对没有放太久 您要是买了 我们帮您清洗一下就好了 和晓玲说着 给车开了锁 夜晨坐进了驾驶位感受了一下 非常满意 这车不错 落地价格要多少钱 夜晨准备就买这辆了 这车如果全部东西 帮您弄好上路的话 大概75万 我们可以再送你一些 保养车膜之类的 夜晨虽然不擅长还价 但也绝不会 像那些神豪小说里的男主那样 说多少就多少 甚至还有加价给的 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夜晨还了几次价 他又颠颠地跑去 跟他们经理申请 最终所有东西 加上72万落地 当然 分期是不会分期的了 咱又不是没那个实力 接着工作人员把车开到了操作间 将车清洗干净 调试了车内源器件 接下来 夜晨就跟着工作人员验了一遍车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 只能看下表面有没有划痕损坏之类 还有出厂日期等等 其他的他就不懂了 一般情况下 这种豪华车型 也不会有什么大毛病的 然后夜晨就跟销售小姐正式签了合同 刷卡交了钱 跟着去交税交保险选牌照了 因为等待的人多 一时也办不好 顺便在4S店的食堂吃了个午饭 不过这味道就就一般般吧 到了下午两点钟 才算都弄好了 上好了铃牌 然后夜晨开着车 在何晓菱热情的目光 和其他几个销售悔恨的眼光中 离开了4S店 开出来的第一个目的地 就是加油站 对 你没听错 说到这点你不得不夸夸4S店了 就加那么一点点油 够干嘛 我还没回家 就得搁在半路上了 不知道4S店 是不是每个月 从旁边加油站那里拿提成呢 夜晨不禁想到 加好油 看着也没时间看房子去了 夜晨就想着 开车出去也一把 也适应适应新车子 夜晨就在导航地图上 找了找了个自己 印象里一个偏一点的 还没有多少车流的断头路 那边车又少 又没有 再合适不过了 开好导航 就往那边开 第一次上路 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不是一高人胆大 开了半个小时 穿过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车子就开到了新修的柏油路上 地面的柏油黑油油的 看着就清爽 宽阔的六车道上 没看到一辆车 这是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 远方是还没有开发的荒地 周边有几块地 也围了起来再见了 城市的开发和扩张 是清晰可见的快速 还记得刚毕业那年 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那时的卢州还很落后 基建也是 刚开始的时候 地铁更是还没开工 现在才仅仅六七年过去 城市地块向外扩大了一倍不止 城市里的建筑也换了一遍 全都变成了高楼 地铁更是一下子通了四五条 叶辰感叹 不是自己不明白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没人的道路上 叶辰开始放心地标起车来了 每一个拿到驾照的人 都会想要摸那个方向盘 开着自己的车 驰骋在宽阔的大道上 开着车窗 风吹着自己的面庞 心中充满了轻松和享受 开着车在路上来来回回地 浪了一个小时 叶辰才开着车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明显比来的时候快了点 一个小时的油车盒 还是有用的 晚上叶辰在房间 看些楼盘的信息 选那些重点 找那些已经交房的 七房他不想去看 还要等个一两年才交房 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人 愿意去买的 白交两年的贷款 房子没住到 还要花租房的钱 看到很晚 选定了几个楼盘 寄在备忘录里 准备明天都去看看 比较下载店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下楼找路边的早餐店 吃了个早餐 还吃了四个茶叶蛋 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土豪魅力 吃过饭 叶辰找到自己的车 交了停车费 朝着湖滨区开去 第一站是湖滨区的 湖滨一号院 该楼盘属于 湖滨区的高端楼盘 临近大白流省 东西好 植被覆盖率也高 而且开发商 又是扬起大品牌 质量肯定差不了 当然好楼盘房价价 也不会低 基本上都是大面积户型 而且均价每平米 三万元也是 领跑湖滨区的房价了 叶辰开车到了 售楼部停车场 把车停好 然后在保安的指引下 进了售楼部 进了门 也没看到多少人看房的 毕竟是现房 房子 估计也卖得差不多了 叶辰走到沙盘面前 这是一个美女 置业顾问过来了 亲切地问候着叶辰 先生您好 我是天明湖槟城的销售顾问于敏 先生贵姓 想看哪种户型的房子 我来给你介绍 倒是也没有见到那种鼻孔朝天 爱答不理的是 也许外面的保安早已通知他们 叶辰开什么车来的吧 听说售楼部跟停车场设计的 有段距离 就是为了给时间两下沟通的 沃尔沃XC90 虽然不是什么超豪华车 但开这种车的 自然应该是有购买实力的 我姓燕 你帮我介绍下 你们都有哪几种户型吧 最好面积稍微大点的 叶辰开口说道 好的叶先生 我们这个楼盘定位是高档住宅 全部精装修交付的 本身品质非常的高 所以也很抢手 而且都是现房 刚刚交付一个月的时间 您来的时间真是刚刚好 我们现在也只有少量房源在售了 于敏熟练地介绍着 其中面积大点的 我们有150平的四房 和260平的五房的大平层 都是现房在售 而且仅剩最后几套了 您如果要买 可得抓紧了 于敏同叶辰介绍说道 那现房现在可以去看吗 可以的话 就去看看 那260平的吧 叶辰说 叶辰还是喜欢大一点的房子 当然前提还是 他现在能买得起 说实话 谁又不喜欢大house呢 好的先生 可以的 260平的还剩两套 您稍等 我去拿钥匙 然后带您去看一下 于敏说着 就快步走到里面柜台前 对他的同事说道 小丽 快把那两套260平的大平层 钥匙给我拿来 我带客人去看房 哟 小敏 你今天可是要开单了呀 成交了别忘请客哦 小丽打趣地说着话 同时把钥匙找出来 递给了于敏 放心吧 不会少了你的 于敏接过钥匙 就回到叶晨跟前叶先生 要是拿到了 我们走吧 外面有百度车 我们坐车过去 不是太远 好 叶晨硬道 同他走出了寿楼大厅 到外面上了百度车 于敏问道 叶先生 您想先看哪一套 我们一套在5号楼 靠小区中间点位置 另一套8号楼 靠南边位置 先看中间那5号楼的吧 那也行 很快到了位置 他们下了车 边上楼于敏边介绍 5号楼最大的好处 就是比较的安静 离四周的马路都比较远 环境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从楼上 看到下面大花园 整栋楼是8层的 这套房在两层 于敏打开了门 叶晨接过于敏 递过来的鞋套戴好 然后他们进去房间参观 房子是装修好的 除了没有家具 基本上到了入住的标准了 但是空气中 还是有一股 混合着油漆和板材的装修味道 即使他们戴着口罩 也能闻得到 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当然这是新房子的通病 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叶晨几个房间和阳台都看了一遍 户心我是蛮喜欢的 就是这楼层矮了一点 有点压抑 四周被房子遮挡 视线也不大远 八号楼的房子是个什么情况 八号楼在南边 我们南边不就是秦湖吗 那套房子就能直接看到秦湖 而且在顶层 是也好 虽然有一条环湖公路 但车流量不多 也不是那么丑 唯一的就是 它还有一个楼梯通到楼顶 上面还有一间房 和一个很大的露台 也算是个小富士 所以价格上会更高一点 于敏介绍说道 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 叶晨听着于敏的描述 心里已经有了定论 不过还是 先去看看房子吧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位于南边的八号楼 上了楼进入房间 叶晨立马就喜欢上了 户心都差不多的 这没什么说 但房间看起来 就比刚才的那套明亮了不少 然后他又上到了楼上 房间也不小 大概有个几十平米的面积 朝着大露台开了两面窗户 光线很好 以后可以装饰成一间书房 也不错的 旁边有一个门 打开之后 就到了外面大露台上 叶先生 这套房除了拥有一个 小富士的二层 还有这整个露台 也都是送给你的 以后养点花 或搭个阳光房 都是可以的 于敏也在旁边说道 嗯 这主意不错 叶晨来到露台边缘 抬眼望去 整个秦湖就映入眼帘 急目远眺 也不见秦湖的对岸边缘 楼下小区外 是一条环湖路 环湖路外边是一个广场 围绕着广场的是一片 高大的绿化带 向着两边沿湖铺陈开来 隐约可见一条灵鹰跑道 叶晨真是越看越喜欢 这地方半街自然半靠城 真是太理想了 他想就买这了 其他几个地方 也懒得去看了 他有点选择困难症 看得多了 他更不知道取舍了 叶晨于是对着他 说就这一套吧 我很喜欢 大概多少钱 叶先生 您真的决定要了 那我们回收楼部吧 我帮你计算一下 于敏听到 叶晨要买这套房 一时开心极了 这个楼盘房子 都卖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 要么位置不是太理想 要么就是价格太高了 尾盘一直都是比较难清的 现在不仅卖了一套 还是一套贵的 这样又能拿到一套房的提成了 嗯 走吧 哦 对了 还要买个车位的 车位有吧 当然 我带你再去看看车位 然后两个人又到地下车库 看了几个车位 最后选了一个 就在自己那栋楼楼下位置的一个 叶晨他们又赶回了售楼部 于敏请叶晨坐下 给他倒了杯水 然后去拿计算器 来给他算起了价格 叶先生 您的房子总面积是320平方米 房价加上汽水 还有车位等等其他费用 一共是1019万5685元 我们能帮您把零投免掉 一共1019万 首付30% 叶先生 您这边有问题吗 我全款付的话 有优惠吗 叶晨听了他的价格 然后问道 叶先生 您是要全款是吗 于敏听到叶晨说 要全款登时 挺惊讶的 虽然之前看叶晨一个年轻人 张口就要了进1000万的房子时 有点惊讶 但听到他要全款时 还是给惊了一下 心想这不会是哪个 富二代来着吧 那叶先生 您稍等 我们全款是有优惠的 我这就去找 我们经理申请 您先在这等会儿 于敏小跑着 去找他们经理去了 过了一会儿 于敏跑回来了 叶先生 优惠已经申请下来了 本来我们一般 只能优惠到97折的 但难得有你 这么诚心的客户 我们给您争取到了95折的这个最大优惠额度 折后价970万这样子 嗯 那就这样吧 刷卡吧 对了 应该就能把钥匙交给我了吧 房产挣什么时间 能拿得到 叶晨沉吟了下 就干脆地说道 至于什么97折95折 也就听听算了 反正他说了 也就是让你感觉 你这房子买赚了 嗯 于敏表示 他确实被雷到了 这还真是个不差钱的主 但他心里表示 遇到这种客户 不要太爽 是的先生 您付完款签好合同 我们就能把钥匙给到您了 至于房产证办理需要时间 应该90天之内就能拿到了 叶晨表示了解了 然后刷卡付了款 签好了购房合同 所有手续走完 接过了房钥匙 和两书一表 办好了门禁卡 开了电卡煤气卡等等 叶晨终于在这个城市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叶晨通过物业 找了个家政公司 来将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一番 而他自己则开车去了 市里最大的家具城 床 沙发 桌椅等全部配齐 又去到电器城 什么冰箱 洗衣机 电视 等等等等 然后回家 等着送货上门 接着是各种安装 还真是有钱好 什么都给你服务得 周周到道的 一直到傍晚 才算把空荡荡的房子装满 当然这也只是 装了大件 至于小件的 以后再说吧 过晚瓢盆没来得及买 就算有 忙了一天了 也没那个心情开火了 叶晨出了小区 找了个饭店吃了个饭 然后将车开回了地下车库 夜色降临 窗外的霓虹灯亮起 叶晨走到客厅外的大洋台上 坐在新买的一个摇椅上 夜风吹着有点凉爽 歪着头向下 看着霓虹灯环绕的琴湖 那湖边的广场上一群大妈在跳着舞 耳边传来苍茫的天涯 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牙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这才有那么一丝丝真实的生活气息 夜晨听着歌 躺在摇椅上摇着摇着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 夜晨在刺眼的阳光中睁开了眼 东边的太阳 在远方琴湖的湖面升起 朝霞无限美啊 迎着朝霞睡醒 这更是妙不可言 夜晨才意识到 在阳台睡了一夜 不禁自己笑了一下 入住新房的第一天 就在阳台上度过的 怕也就他独一份吧 不过幸好是夏天 睡一晚没什么感觉 要是别的季节 非得冻感冒了不可 夜晨想到今天还要搬家呢 虽然出租屋里没什么东西 但该搬的还是要搬的 等搬好家 就该回家一趟了 九点多 夜晨出了门 开车回到出租屋 夜晨先打电话给房东说明了 要退房 让他过来交接下 然后开始将房间里的东西整理出来 不整理不知道 什么杂七杂八的 还真理出了一堆来 夜晨将之前的被子和旧衣服 全整理出来 打包到楼下 塞进了旧衣物回收箱 应该比扔垃圾桶好吧 剩下的整理 装了两个密码箱 整理好后 夜晨拿扫把 把房间打扫干净 地也拖了一遍 弄得一身汗 等到房东来了 要是交给了他 房租三月一交 还剩一个多月的租金 这个月剩下的租金 是不会退了 而押金没提前一个月 通知也是不退的 夜晨也懒得去纠结了 反正也不是太多 然后就退了一个月的租金 交接完毕 夜晨就拖着两个行李箱 离开了这个 住了大半年的地方 夜晨又开车 将东西带回了新房里 该摆的摆上 该归纳的归纳起来 吃购午饭 夜晨准备 下午来一场 shopping 他来到了湖滨区 最大的购物城天悦城 这里是湖滨最大的购物商城 品类齐全 当然东西也不便宜 车子开进地下车库 夜晨先到了一楼 网上不是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吗 叫穷玩车富玩表 玩手机的是沙雕 当然 这话虽然是调侃 但也是现实 表这个领域 还真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 当然那种买个表 就是为了看时间的就不算了 那对他们来说 只是一种工具 夜晨其实也跟广大的年轻人一样 喜欢那些名表 光耳边经常听到的 什么百达斐力劳力士 不是因为懂 只是因为他们贵 他们代表有钱人 现在自己勉强也算个有钱人了 像那种百达斐力之类的 自己是玩不起的 买块稍微上点档次的 还是可以的 也算满足自己的小小心愿了 夜晨在几个品牌间比较了一番 最后选了一款 IWC的飞行员系列机械表 款式不错 看起来挺低调的 价格五万多 然后去了服装区 服装店门口的那些牌子 夜晨大部分不认识 他就搞不懂了 都是在中国开店的 搞那么些杨丸一文字给谁看 你如果是外国的品牌也就算了 关键还很多中国的品牌 起那么些外国名字 反正是怎么拗口怎么来 夜晨逛了几个店 选了几套T恤短裤和鞋 都不是太贵的 反正他也不追品牌的 穿着舒适 好看就好 本来夜晨想给父母也买点衣服的 这样回家的时候好带回去 但想想买了也不一定合身 还是回去再说吧 到儿童玩具店选了几样玩具 然后又去了珠宝柜台 给父母买了点黄金首饰 又去买了点高档烟酒 农村里这些东西还是挺能装门面的 虽然夜晨不是喜欢炫耀的人 夜晨的父母也都是老实的庄稼人 但俗话说 富贵不还香如锦衣夜行 其实农村人也就是爱个脸面 夜晨如今富贵了 自然想着给父母挣个面子的 等到大包小包的东西装满了后备箱 东西也买得差不多了 人也累得不行了 这什么事不干 就逛逛街都这么累 所有东西都装好 夜晨又回到商场 来到了三楼 三楼都是开餐馆的 各种风格的饮食都有 夜晨找了家中餐厅 吃完了晚饭才回去 第二天 夜晨起来得早 六点多就起来了 毕竟省城到老家 正常要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像自己这样的新手四个小时 都不一定能到的 还是要早点走 慢点开的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啊 夜晨打通了父亲夜连山的电话 喂 小晨啊 怎么这一大早打电话回来啊 有什么事吗 爸 没什么事 就是告诉你我今天回家 大概中午能到家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今天回家吗 你们公司放假吗 夜连山疑惑地问道 没有 我辞职了 这不想回家待一段时间吗 还要我买了车了 我开车回去 啊 辞职了呀 还买车了 怎么都不跟家里说一声啊 夜连山也是一下 跟不上儿子的这一波节奏了 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等到回家再跟你们解释好吧 我先准备开车出发了 回去又不少路呢 夜辰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 中奖和买房的事还是回到家 当面跟他们解释的好 哦 那行 那你回来路上开车要慢点 注意安全 时间晚点就晚点 夜连山叮嘱道 嗯 晓得了 那我先挂了呀 等一下 你这买了新车回来 快到家的时候 先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我放个鞭炮 这是老家的风俗 听到了没 夜连山又想起了什么 随即跟夜辰说道 哦 好的 那我知道了 挂了呀 夜辰说完挂了电话 然后发动汽车 开上导航 出发了 话说夜连山这边 正趁着早上气温不高 在田里除草呢 农村庄稼人 一年四季就在田里忙活 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天气就热得干不了活了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早上五六点 就去田里干活 到十点多热起来了就回家的 接完小儿子的电话 听到小儿子要回来 还买了车开回来 心里挺开心 这农活也干不下去了 连忙背上锄头 就往家走 夜连山拖着锄头进了家门 此时夜辰的母亲田慧芳 正在院子里 拎起一桶衣服 准备到河边洗呢 抬头看到丈夫回来 奇怪地问道 你不是刚出去一会儿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小辰刚才打电话给我 说他买了车 等会就要开车子回来了 我不是想着 要去买刮鞭炮吗 夜连山回答道 小辰买车了 怎么也没跟家里说啊 他说什么时候到家 田慧芳也惊讶地问道 打电话的时候 刚准备动身呢 到家怎么也得 十一二点左右吧 我先骑车去镇上 把鞭炮买回来再说 夜连山说着 就去旁边的库房 推摩托车去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也到菜市场 买点小辰 喜欢吃的菜回来 那星星呢 还在睡觉吧 你把他一个人 丢家里行不行哦 星星全名王雨昕 是夜晨的姐姐夜晴 和姐夫王超的女儿 今年六岁了 夜晴和王超夫妻俩 在外面厂子里上班 女儿正在放暑假 外公外婆想外孙女 就把他接过来过一段时间 星星还在睡觉呢 我们跑一趟镇上 估计也要不了多少时间 我把院门拉起来就好了 田慧芳说道 其实农村这很正常啊 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 或外公外婆带孩子 他们又一天到晚的忙农活 经常放孩子一个人在家的 好在邻居上下的 也有一些同龄孩子一起玩 再说 左邻右舍的 都是老邻居老熟人 都能帮忙照看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 大抵如此了 夜连山发动摩托车 田慧芳延好院门 上了摩托车后座 然后两个人就朝镇上去了 再说夜晴这边 他没有走上高速 而是从国道走的 没上过高速 还有点害怕 走国道 也就晚二三十分钟的样子 车子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就开始进入了夜晴老家 书州市了 书州市的县级市 才升格没几年 他位于W省西南部 地处大别山东路 所以县内多高山 国家5A级名圣天柱山 就在此地 因此旅游业相对发展得比较好 但也正因为山多交通 没那么便捷 发展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 而要从县里到夜晴的家 还要行驶一段山路 山路蜿蜒 弯道多儿急 经常是沿着盘上 公路上到高处 又开始蜿蜒着往下行 四周看到的 是被植被覆盖的陡峭的山峰 景色确实不错 就是路比较难走 一般的城里人 第一次开车走这种路 能跑个50码就不错了 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 终于车子开到了镇上 夜晴家所在的镇 是在一个像盆地一样的位置 四面都是大山环绕 车子外面进来 就像是从山峰下到山脚 镇子不大 只有三万多人口 但居住环境 真的是夜晴这些年所见过的 很难有比得上的 镇的名字叫渔庄镇 前几年还入选 搭北流省 避暑旅游目的地 被授予第五届 搭北流省文明村镇称号 更是搭北流省 首批特色旅游名镇 是远近文明效益之项 想到父亲说的 让他快到家的时候 打个电话 他将车停在路边 然后拨通了夜连山的电话 喂 爸 我到镇上了 大概还有几分钟 就能到家了 夜晴说道 哦 已经到镇上了 好好 知道了 夜连山听到夜晴 已经到镇上了 心里也松了口气了 孩子第一次开车 大老远跑回来 他们老夫妻俩个 也跟着提心吊胆的 夜晴挂了电话 又下了车 来到路边的水果店 买了几个大西瓜 又找了一家超市 进去买了不少的瓜子坚果 和小孩子吃的零食 塞进后座上 继续发动车子 沿着香道往自己村里开 夜晴家所在的村子 叫云峰村 如果说渔庄镇中心 点在盆地的中心 那云峰村 就在盆地最北边的山峰脚下 云峰村之所以叫云峰 就是因为 北边靠着一座大山峰 山峰海拔有一千多米 特殊天气时 峰顶就会被云雾所环绕 如入云端 故取名云峰村 夜晴开车 沿着香道往里开 前方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 左右两边两座山交错相遇 一条河流 从两座山峰之间 自北向南流向 在两座山交错的地方 转了一个弯 变成自西向东 出了山 又变成向南流了 一座石拱桥 就架设在这东西 横向的一段河之上 连通着村里 到镇上的香道 这座石拱桥 距今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外面的人经过这座桥 就进入了云峰村了 这座桥也是云峰村 村民进出的最重要的道路 夜晨开车穿过这座桥 行了一段距离 然后眼前豁然开朗 这就进入了云峰村了 只见这又是一个小盆地 四面环山 路旁两边都是 一户户的房屋 和一片片的稻田交错着 这个季节 田里的水稻 正是河苗成长的季节 抬眼望去绿海一片 又过了一会儿 看到自己家了 自家门前空地上 站了些人了 继续往前开 然后听见 砰 砰 天上绽放了烟花 然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了起来 夜父不仅放了鞭炮 还放了烟花 夜晨将车暂停 在跟离鞭炮稍远的地方 鞭炮响了好一会儿才放完 等到鞭炮炸完了 夜晨才开着车往家门口开去 他们家的院子门有点窄 车子不好开进去 就在院门外路里边停了下来 夜晨下了车 夜连山和田慧芳就站在车门外 爸 妈 哎 终于到家了 我们就怕你第一次开车不放心呢 田慧芳欢喜地拉着夜晨的手 看着他说道 是啊 你妈都给我劳了好多次 想让我给你打电话问问都到哪了 我跟他说 你在开车不能打电话 危险 他这才听进去 夜连平跟夜晨说道 去 说的你好像比我好多少似的 还不是来来回回地看时间吗 田慧芳也回对了一句 夜晨这时也看到了外面的人 都是左右的邻居 还有姑姑姑爷也来了 他们家就住在和对面不远 以前还算是一个大队上的呢 所以 往来的也比较多点 还有就是 这上下的邻居了 夜晨一个个地喊过去姑姑 姑爷 黎沈 王叔 夜晨一个个地喊过去 哎呀 小晨这不到家了吗 看小晨这都买车了 你这车子可真漂亮 其他人围着车子看 对着夜晨夸了起来 这车我可知道 是沃尔沃的最好的车了 要七八十万呢 有对车比较了解的开口说道 这么贵啊 小晨这是真的在外面赚不少钱了 大叔大婶们 听到这车要几十万都惊讶了 在农村 还是十多万左右的车子 这几年比较多起来了 几十万的 还真是少见 是啊 小晨出去了 这次回来 看着都不一样了 想得大老板呢 呵呵 他也就买个车子 有什么好夸的 现在买车的多着呢 没几个钱就在那乱花 也不知道省着点 叶连山听到这车值七八十万 也是惊讶无比 叶辰只跟他说买了车 可也没说买这么贵的呀 这孩子赚多少钱 他心里也有个大概 哪来的钱买这好车啊 但这人多又不方便问 只好忍下来 回头没人的时候再问了 叶辰挠了挠头 听着大家的话 他都有些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这时 就看到一个小身影 从外面钻了进来 一下抱住自己的大腿 抬头喊了一声 舅舅 星星啊 叶辰低头一看 原来是自己的小外圣女 只见他扎着两条羊角辫 每个子上扎着一个橘色的头花 穿着一身白底碎花褶皱连身裙 正仰着头看着他呢 叶辰一把抱起了他 看他头发有点凌乱了 一边拿手帮他理顺头上的头发 一边问到你这小丫头 又去哪封了 看你弄的头发 都乱成什么样了 没有了 就在院子里和子瑞小敏 他们娃 小丫头戏喘着气说道 子瑞是叶辰姑姑的孙子 小敏是邻居家的孩子 就你一天到晚的风都不停 不累啊 来来来 大家都别在屋外站着了 都进屋坐 喝点水 外面怪热的 田慧芳看大家一直在那站着聊天 就张罗着大家进屋 爸 我还买了不少东西呢 你还帮我拿一下 叶辰说着 放下小丫头 然后对他说星星等一下 等舅舅 把东西拿进屋 再拿零食给你吃好吗 嗯 好的 舅舅 那我也能帮你拿的 小丫头举起稚嫩的小手 用力握成拳头 在夜晨面前挥舞了几下 像是证明他很有力气似的 好 那这袋零食就给你拿着了 拿进去顺便给你的小朋友分一点知道不 夜晨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尖 将一袋零食交到他手上 嗯 我知道的 于子瑞 王小敏 快来 有好吃的了 说着飞舞着带着他的两个小伙伴就往屋里跑去了 爸 你先把西瓜和瓜子零食搬家里 让妈切了给大家吃吧 我后车厢里有烟 我拿一条伞给大家 烟家里还有的 你怎么还买了呢 还有 你怎么买这么贵的车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夜连山忍不住皱着眉头问道 哎呀爸 没多少钱呢 再说开个车子回来 还不给点好烟 招待一下大家 车的事 晚上没人的时候我再跟你说 放心 你儿子什么样人 你还不知道吗 绝对没偷没抢没犯法的 夜连山见夜晨这样说 也就没说什么了 拎起了西瓜零食进屋了 夜晨打开后备箱 拿了一条中华烟 跟着进了屋 夜晨家还是二十年前 建的土砖瓦房 坐西朝东 是那种老式的三大开间 纵深有九米 中间大门进来 就是堂屋 右手边后面 一间是夜晨父母的房间 前面是夜晨的房间 左手边后面是厨房 前面是餐客厅 正屋南边挨着建了个柴房 平时什么杂物 还有像夜连平的摩托车 都放在这里 屋前面是一个 大概一百多平米的院子 院子里东头有一棵枣树 西头有一棵柿子树 然后靠墙角的地方 有一棵桂花树 院子外面就是水泥路 路外面是一条 从云峰山流出的大河 有十几米宽 和对面就是田地 和更远的山林了 夜晨拿着烟进了屋 一大群人 有的坐在堂屋的 也有坐在客厅的 夜晨拆开烟 给那些人开始散烟 都是熟悉人 哪些人抽烟 哪些人不抽他 还是知道的 散完烟 夜夫在陪他们聊着 夜晨走进厨房 只见小妈王素梅 在锅台边炒菜 旁边的条台上 已经放着好几个炒好的菜了 这锅台 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灶台 只是在夜晨他们家乡 都叫做锅台 这种锅台都是烧柴的 一大一小两口锅 中间夹着一个水炉 一个锦罐 炒菜烧饭的同时 谁也烧热了 喝得用的水都有了 老祖宗的记忆和智慧 真的总是令人称赞 小妈 今天还让你帮忙烧锅啊 王素梅听到声音 回头看到夜晨 也笑着说道 小晨回来了 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来帮她下 饿了吧 饭快好了 没事 我还好的 夜晨说着 就从条台上一个盘子里 捏住一只红烧虾 塞进嘴里 嗯 好吃 味道真好 呵呵 多大的人了 还像小孩子一样 王素梅看着夜晨幼稚的一幕 不禁笑道 在你面前 她可不就是小孩吗 这时 田惠芳从外面进来 听到他们的对话后说道 对了 小妈 小倩现在应该在放暑假吧 她回来了没啊 小叔小妈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夜历 已经结婚了 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了 小女儿夜倩 还在上大学 下学期开学就大三了 小倩今年暑假去昆山那边找了个厂去上班了 说是什么社会实践的 做了有一个月了 这个月底开学前会回来几天 应该也快了 哦 那回头她回来跟我说声 我帮你们去车站接她 我来帮你们烧锅吧 夜晨县殷勤般的准备 去到锅台口 那倒是挺好呢 不过烧过就不用了 菜也差不多马上就好了 厨房里热 你先出去吧 对 你去外面跟你爸把桌子收拾下吧 可以端菜了 田慧芳也跟着说道 那好吧 夜晨走出了厨房 跟夜连山说了 准备开饭了 这时 只见那些邻居都起来说回家了 夜连平劝他们在家里吃 他们却怎么也不同意 还都说 家里饭都已经做好了 夜连平也留他们不住 无奈只能放他们回去了 农村人坐起弯来 答疑解惑 翻译成普通话 就是推辞起来 还真的是劝不住的 就姑姑姑也带着他们的小孙子留了下来 不是在农村待过的 可能不会了解 农村邻里关系 其实很多时候 比亲戚关系还要好 但让谁到谁家吃饭 还真是挺难的 一般都是 那家确实有大事 比如红白喜事 还有像杀猪饭之类的 从来都是有来有往的 或者像插秧饭之类的 义务帮忙做工的 才会留下来吃饭 满满一桌的菜 叶晨从车上拿了两瓶 一千五百七十三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 叶晨开了一瓶 给叶连山和姑父于建平倒上 然后叶晨给自己倒了一杯 来 爸 姑父 我先敬你们一杯 叶晨站起来 一口闷了 慢点啊 这孩子 喝这么猛干什么呢 叶连山和于建平 也端起杯喝了口 嗯 小陈带的这酒是好喝啊 不便宜吧 还好 您喜欢喝就好 然后大家正式开吃了 两个小鬼 雨昕和子芮 时不时地端着小碗 来要他们奶奶给他们加菜 大家又忙着给他们找菜 有孩子的脚闹 叶晨回家的 这第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的 吃完了午饭 孩子们要睡午觉 叶晨的姑姑姑父 就带着子芮回家去了 叶晨的小妈也回他家了 田慧芳哄着外孙女 在他床上睡着了 叶连山和田慧芳 这有功夫找叶晨问个明白了 这孩子这次回来 他们都有点不认识了 小陈 来 到你房间来一下 叶连山说着 率先走进了叶晨的房间 走吧 进去跟我们说说 你这都是什么情况 田慧芳说着 拉着叶晨的手 也跟着进去 叶晨也知道 早晚要坦白的 不然父母也放不下心 进了房间 田慧芳顺手把房门也关上了 叶晨看着自己的房间 跟年初走的时候还是一样 床上的被子 被叠得整整齐齐 书架上的书也一尘不染 看得出来 爸妈又经常打扫 叶连山田慧芳坐在床边 叶晨坐到书桌前的那张椅子上 叶连平终于问了出来 小陈 你赶紧跟我们说一说 你这又是几十万的车 又是中华烟茅台酒的 你到底怎么来的钱啊 是啊 是啊 快跟我们说说 爸妈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激动啊 我在外面买彩票中大奖了 中了一等奖 奖金有上千万 我不光买了车 还在庐州买了房了 回头有时间 我带你们去看看 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我了 叶晨没敢说具体几千万 什么 你中奖了 还中了一千多万 真的假的 叶连山和田慧芳 还有点不敢相信 当然是真的了 不然我哪有钱 买那么贵的车是不 不过你们也别到处去说啊 对对对 绝不能往外说 尤其是你 惠芳 你可别到时候 跟你那些老姐妹八卦的时候 一不小心给说出去了 叶连山对田慧芳叮嘱着 叶连山和田慧芳是两种性格 叶连山话不多 叶晨这点随他 田慧芳正好相反 话比较多 嗓门也大 当然人也热情 叶连山就有点不放心他 放心 这点事我还能不明白 田慧芳知道 儿子中了那么大奖 也是开心不已 但听到 丈夫那么说自己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对了 小陈 你现在有钱了 工作也辞了 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 准备做些什么 叶连山为儿子高兴的同时 也问起了叶晨的打算 爸 妈 我想好了 不出去上班了 给别人打工作死作活 也挣不到几个钱 在城里创业开公司 更是要人卖药渠道 比上班还累 我决定 就在老家做点什么 那看你自己吧 现在有钱了 就别把自己逼得那么累了 是啊 小陈 在家待着也好 你年纪也不小了 回头我找人问问 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子 到时 让人介绍你认识认识 你也该把亲事放心上了 知道了 妈 让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嘛 还有家里的房子也老旧了 有的墙也开裂了 下雨天还有地方漏雨 我想 要不 我们先把房子推了 重新盖个房子吧 要找对象 也不能还把人往这老房子领吧 叶晨看着房间的 有些发黄的墙壁 一面墙壁自上而下 裂开了一段缝 于是说道 嗯 盖个房子也可以 现在这块上下都重建了 就我们两家还没建 本来我们也打算 明年开春就盖一个的 你前几年拿给家里的一些钱 还有我们自己存的 也有个几万块 家上村里现在微房改造 也还能补贴一点 想着 也能先盖个毛坯起来的 叶连山把他们的原本的打算 说给叶晨听 那钱 你们就先收着吧 家里盖房的钱我出 然后我在上网找找 有没有好看的款式 回头确定了 就找人动工 争取今年年底 住上新房 叶连山看自己儿子安排的明白的 也就默认了 现在叶晨说话办事都挺像样 他有一种能放下一家之主 重担的感觉了 心里颇为欣慰 小陈你既然回来了 我们是不是要找个时间 去你外婆家一趟 你外公外婆年纪大了 你这大半年回来一趟 不去看看也不好啊 田惠芳说道 哦 可以啊 明后天 我们就找个时间去一趟吧 叶晨答应着 叶晨外公外婆 今年也有74还是75了 他们童年的 小时候叶晨经常往外公外婆家跑 有时候跟着父母 有时候 姐弟两个自己就跑去了 这大了之后 常年在外 一年顶多就能跑了一两趟了 你上午 开了一上午的车 也累了吧 那你赶紧 先上床睡一会儿 被子电单都是洗过的 田惠芳怕叶晨累到了 行 那我们一会儿 开车其他的倒还好 就是眼睛累 嗯 你睡吧 我们先出去了 叶连山说着 和田惠芳一起出去了 关上了门 叶晨坐到床边脱了鞋 翻身就滚到床上 趴在床上 鼻子闻着被子上的味道 那熟悉的家的味道 让他眯上眼陶醉了 这时听到开门的声音 叶晨撑起身子睁开眼来 看到是他爸叶连山进来问道 爸 怎么了 中午房间里还是有点热的 吹上电扇好点 你继续睡吧 只见叶连山把客厅里的落地扇搬进来了 他把落地扇放在床边 插上电 然后按下按键 和谐的风就对着叶晨吹起来了 叶连山没有多余的话 说完就出去了 再次把门带上 叶晨看着那摇着头吹着风的电扇 重新趴在了床上 闭上眼睛 随风吹着 感受着家的温馨 父母的关爱 总是无微不至的 叶晨醒来 看看时间都到了下午三点了 一觉睡了两个多小时了 叶晨起了床 铺好被自己搅乱的被子 出了房间 堂屋里没看到人 听到客厅里有电视的声音 来到门口 只见星星一个人 在那坐在沙发上 看动画片呢 星星感觉到 有人在门口 扭过头 看到叶晨站在门口 舅舅 你终于起来了 星星开心地叫道 叶晨来到星星身边坐下 摸了摸她的头发 低着头看着她问道 星星 外公外婆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看电视啊 外公外婆刚到地里去了 叫我跟你说一声呢 还叫我不要打扰你睡觉 说你累了 我就没去叫你了 我乖吧 星星小大人似的说着 等着叶晨夸她呢 嗯 我们星星最听话 最乖了 嘻嘻 那当然了 星星听到叶晨的夸奖很开心 眼睛笑得都眯起来了 对了星星 我车里还给你买了礼物呢 你要不要看呢 真的吗 什么礼物 在哪 我要看 我要看 星星听到有礼物 立马跳起来了 那你等着 我这去给你拿 叶晨说着 就往她的车上走去 打开后备箱 将之前买的玩具搬了进来 除了有给小飞飞的 还有给子瑞的 不过中午人都给忘了 叶晨将一个毛绒玩具熊递给了她 星星 看看喜欢吗 嗯 喜欢 星星接过毛绒熊 就喜欢得玩了起来 星星 这还有个芭比娃娃呢 好看吗 好看 谢谢娇娇 星星看到芭比娃娃 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左手一个毛绒熊 右手一个芭比娃娃 露出幸福的满足的笑容 甜甜的笑容 让叶晨也很开心 叶晨将剩下的东西 拿进自己房间 然后又把后备箱里 剩下的烟酒礼物等等 一股脑搬进了自己房间 那星星你继续看电视 我去地里看一下外公外婆 等一下就回来陪你好吗 我也跟你去好不好 星星听到叶晨要出去 立马抓着叶晨的衣服 渴望地说道 不行哦 现在外面还有太阳 很热的 你出去会晒黑的 那样就不漂亮哦 舅舅很快就回来的 那好吧 你快点回来哦 嗯 好 叶晨家所在的村镇 属于山区 多山林 少田地 所以不像平原地区的农村 每家都有几十几百亩的田地 他们这边每家按人口 也就三五亩田 主要种植水稻 以前冬季还会有小麦 现在基本都不种了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山石地 主要种着些茶叶之类的 其他还有些细土地 就种些自家吃的蔬菜之类的 然后每家还有一片山林 以前的时候 山上的树木值钱 还会抽些成材的树脉 现在树也不值钱了 人工成本也高 也很少有人去山上砍树了 叶晨猜测 父母应该在田里拔草 就离开家 往田里走去 叶晨家有三亩多田 都是种的水稻 这个季节 正是草长的茂盛的时候 正好又是稻苗抽碎之前 这个时候除草是最好的 等到不久后 稻苗开始抽碎 就不能随便下田了 所以现在要把那些草 尽量减掉 这样有助于水稻增产 虽然已是下午三点多 但头顶的太阳还是有点热 一时都有点难适应 叶晨沿着大路向下走了约一百米 那里有一个石拱桥 走过石拱桥 就到了和对面的大片农田了 农田都分成一块块的 不同家的田井挨着 现在水稻都长起来了 快要抽碎了 苗高能到叶晨的腰部 一条隐藏在和苗之间的阳长小道 通向各家的田头 叶晨沿着小路往前走 叶晨就穿着短裤 裸露的小腿 被两边的稻苗来回地刷着 回去有得痒了 走了一会儿 叶晨来到自家田边 就看到父母正在田里捡草 叶晨想下去看看 他父母看到他过去 立马阻止了 你别下来了 这里面都是你不好走 你那大光腿等下要养死了 你还是回去带星星吧 他一个人在家的 我们捡一会儿就回去了 如此叶晨也就作罢 转身回去了 走了一段距离 回头看见父母又弯下身捡田草 被和苗遮得看不见身影了 叶晨心想 以后一定不让爸妈再这么劳作了 叶晨沿着小路往回走 路上其他田里 也都隐隐约约的 有人在里面捡田草 叶晨不禁感慨农民的不意 他想着 是否可以将土地流转过 做些规模化的种植呢 叶晨回到家 陪星星玩了一会儿 大概五点多 叶晨想着 爸妈也快回来了 做了一下午农活肯定很累 他可以做炖饭给他们 也让他们回来 有口热地吃 说起做饭 还要归功于他的第一份工作 在一个中餐厅做管理 做了几个月 跟着后厨的大师傅们也学了点 不过后来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的地方 不方便做饭 回到家 田慧芳也不让他下厨 所以 做的机会还真不多 但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叶晨对烧饭炒菜 就很有悟性 大概也归功于他一个 喜欢吃的吃货本色吧 叶晨于是 就对星星说星星啊 我们给你外公外婆 做顿晚饭怎么样 好啊 可是星星不会爱 舅舅你会烧饭吗 星星皱着脸问叶晨 会啊 舅舅能烧饭 还会烧红烧肉呢 你不是最喜欢吃红烧肉吗 嗯 星星特喜欢吃红烧肉呢 那舅舅 我们现在就去烧饭吗 我们先去菜园里摘几样蔬菜吧 要多做几个菜的 嗯 那赶紧走 星星说着 就率先往外走 等等 我们要不要拿个篮子装菜啊 对哦 然后他跑回去 在堂屋角落里 他的玩具堆里翻了起来 最后找出来的小红筒 估计也是平时玩沙子用的 叶晨看到 不禁笑了笑 在院子旁边柴房里 取下一个挂着的竹篮 然后牵着小星星 一大一小两个人 踏着夕阳朝菜园走去了 叶晨带着星星来到菜园 叶晨家菜园不是很大 但被田惠芳打理的井井有条 有攀腾的姜豆黄瓜 有韭菜茄子辣椒 还有几颗西红柿 叶晨走进菜地 在姜豆架上找了一把姜豆 然后摘了两根黄瓜 然后星星吵吵着也要摘菜 就带着他来到西红柿这里 找了两个又红又大的 让星星摘下来 星星握住西红柿用力地拽 小脸都憋红了 拔呀 我拔呀 嘴里还念念有词地 在他的努力终于拽下来了 心满意足地放到他的小红桶里 然后两个人满载而归了 回到家 叶晨将摘的菜到进水池子里 塞上筛子 然后放水洗菜 星星不知道从哪搬来一个小板凳 放到水池边 他踩上去趴在水池边 看着舅舅洗菜 还时不时地把小手伸到水里玩 偶尔还撒到叶晨脸上 叶晨也不在意 偶尔一回弹几下水到他脸上 洗好菜 叶晨就来到厨房 准备烧晚饭了 星星你去客厅看电视吧 舅舅要烧饭 等会儿会很呛的 叶晨家的老厨房 也没有装油烟机 油烟都是从窗户走 所以油烟会比较大 好的 舅舅 那我去看电视了哦 星星听话地去了客厅里 没一会儿就听到电视的声音传过来了 透过厨房和客厅的门叶晨 看到星星端坐在沙发上 手里正抱着他的毛绒熊熊 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电视呢 叶晨会心地笑了笑 然后到锅台后面用 拿起火钱加了点葱毛子 解毒 葱毛子就是枯黄的松针 每年秋后冬初 大家都会上山上 用耙子爬回来不少 作为萤火物是最好的 点燃了后 将葱毛子松紧锅灶里 又添了几个木柴进去 看火烧起来了 叶晨又往锅里加上一瓢水 盖上锅盖 叶晨从冰箱里翻出来一段五花肉 应该是中午没用完的 他将肉切成一个个小方块 等到水开 叶晨将肉放入水里 焯水30秒 然后捞出来 在旁边的水龙头下冲凉 洗去浮沫 锅里放油 加入桂皮香叶八角炒香 加入五花肉煸炒 炒至微黄 加入冰糖老抽生抽盐 翻炒均匀 加入没过材料的水 大火煮开 然后摇起倒入一个砂锅里 盖上盖子 叶晨再拿起旁边的一个炭炉 用从锅灶里 加出几块烧过的火炭 放进炭炉 将砂锅放上去 小火慢炖 接着叶晨又清炒了姜豆 除了油盐 其他什么都没放 农村自家蔬菜 就是这点好 最简单的调味 就很好吃了 叶晨又弄了个凉拌黄瓜 用的是老干麻辣椒酱 凉凉脆脆 还有点辣味 夏天最是下饭 然后用西红柿 煮了个西红柿蛋汤 最后将冰箱里 中午剩的菜热了几个 菜都炒好了 最后把米下锅 烧至米汤收干 闻到饭香味 听到米饭结锅巴的响声 就说明饭要熟了 抽出未烧干净的柴 只留烧过的火炭 继续断烤就行了 旁边砂锅里的红烧肉 已经飘出阵阵肉香了 叶晨揭开锅盖 用筷子抄底翻了翻 避免肉粘锅 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炖就行了 到了六点钟 叶晨正在陪着星星看电视 外面叶连山和田惠芳回来了 叶晨走出大门 见他们正将锄头放进柴房 两个人头发上都有草屑 脸上还溅有泥巴 身上的衣服也都是汗字 看着他们的这一面 叶晨的眼睛有点湿润 以前常年四季不在家 不知道 他们每天都过着这样繁忙劳累的生活 叶晨赶紧调整了下星星说道吧 妈 晚饭我都做好了 你们身上都出了汗 先去洗个澡吧 洗好了 我们就吃饭了 你烧的饭啊 是不是饿了呀 早说一声 等我们回来烧啊 田惠芳问道 没有啦 我看着 反正中午还有剩菜 到菜园随便摘了两个菜 就想着把饭烧了 你们先去洗澡吧 水瓶里都有热水的 嗯 那你先去洗吧 洗完了我洗 叶连山对田惠芳说道 好的 我这就去 对了小陈 你小妈 也刚从田里回来 你小叔和妹妹们都不在家 他就一个人 你去喊他过来一起吃点 省得自己烧了 田惠芳又对叶晨说道 好的 我这就去 叶晨说着 就朝小妈家走去 叶晨家和他小妈家的房子 是紧挨着的 他家在南边 两家门前都有个院子 叶晨小叔叶连松 常年在外面打工 大女儿出嫁了 小女儿又还在上大学 所以叶晨小妈 就一个人在家了 小妈 在吗 哎 什么事 等下来我家吃晚饭 你省得烧饭了 不用了 我一个人随便烧点吃的就行了 那啥几年晚饭 可是我烧的哦 来尝尝我做的饭味道怎么样嘛 是吗 你什么时候学会烧饭了 早学会了 快点来啊 那好吧 我等会儿过去 嗯 不着急的 等到他们都弄好了 叶晨将菜端上了桌 盛好了饭 将欣欣放在自己身边坐下 也给他盛了一小碗 加了块红烧肉到他碗里 顺便把筷子递到他手上 欣欣 你喜欢的红烧肉 尝尝喜不喜欢吃 嗯 谢谢舅舅 欣欣说着 接过筷子 就去加碗里的肉 爸 妈 小妈 你们也吃一下 看看我做的红烧肉怎么样 嗯 我尝尝 闻着就挺香的 味道肯定不错 叶晨小妈说着 加了一块到嘴里 嗯 味道真的很不错 想不到小晨烧菜 还挺好吃的 他哪烧过什么菜 能好吃到哪去 看你小妈都给你吹到天上去了 田慧芳笑着说道 我来尝尝 叶连山说着 也加了一块 嗯 还真不错的 来 你也尝尝 叶连山说着 也给田慧芳加了一块 嗯 舅舅做的红烧肉好好吃 舅舅 我吃完了 再给我加一看 欣欣吃得满嘴 是由得说道 嗯 好 舅舅给你加 田慧芳也吃了一口 虽然没说什么 但脸上的笑意 说明他 还是很满意的 一家人温馨地吃着晚饭 叶晨看着自己的爸妈 吃着自己亲手烧的饭菜 脸上所露出的笑容 叶晨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城市也许有千百种繁华 但老家有他们 他们也能有我 我们有彼此的陪伴 就是最大的幸福 吃完了晚饭 叶连山他们带着星星出去乘凉了 夏日的夜屋里 还是有点闷热的 叶晨先去洗了个澡 换上了干净衣裳 然后也走出了家门 村里如今都装上了路灯 所以很是敞亮 但反而没有以前 小时候那黑夜里乘凉的意境了 叶晨他们家所在的地方后面 是一座山峰延伸出来的一段山岗 自北而南 大概有个二三十米高 房子也就在山岗东边一山二建 一排屋 大概有十五户人家左右建得整齐的一排 每家门前都还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外面一条水泥路直往北 通向云峰山脚下 水泥路外面 是一条一米左右宽的绿化带 这都是村里的美好乡村工程 弄出来的成果 绿化带外面还有两三米的空间 是一排杨柳树 年数都不短了 反正夜晨有记忆的时候 他们就那么大了 听长辈们讲 还是夜晨爷爷那一辈老人们 年轻的时候栽种的 到现在有五十多年了 有些的阳树都出现空心了 但到了夏天照样开出大片的绿叶 这得严严实实地 工人们遮日成凉 在外面就是一条河流了 河底离地面三米高是有的 河宽有十米左右 一般时候水量不是很大 不过一下暴雨 那水量上涨得就很快 云峰山下来的雨水 能快速地将河水涨满 河对面是大片的农田 再过去 就是重烟叠杖的大小山峰了 一山傍水的居住环境 也不过次了 而且 从他们这往北很快就是大山了 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 所以 也没有多少车辆打他们这经过 更少了车马的喧嚣 他们这一排屋这一两年 基本都换成两层的楼房了 唯独只剩下叶辰和他小叔两家还没重建 这也是叶连山决定 明年把房子建起来的原因 别人家都建好了 就你一家 拖着也不是事 而且现在国家还有个微房改造工程 土砖瓦房的老旧房屋 必须要拆了重建的 不过现在叶辰的回来 让这个打算提前了 叶辰走出院门 静止来到河边的大阳树下 阳树下叶连山他们 弄了个简易的石桌凳 一个长方形的石条 竖着立在地上 接触面用水泥浆固定 上面盖上一块四方形 不是那么规整的大理石板 然后四面直接放上四个方条石 这石桌和石凳就做成了 这些石板石条 都是另一个村的大理石厂弄来的 也没花什么成本 都是属于边角料 就花个车费钱 河边乘梁的人还不少 不过基本上都看不到什么年轻人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 打工上班的上班了 叶连山田惠芳王素梅三人 坐在石桌边聊着天 叶辰走过去 在剩下的一方坐下 欣欣呢 叶辰没看到欣欣就问了一声 他在那边跟几个小伙伴在玩呢 田惠芳指了一下前面一点的位置 叶辰朝那边看了一下 隐约见到几个小孩子 在追逐玩闹着 啪 刚坐下没一会儿 腿脖子就被蚊子盯上一口了 叶辰随手拍死了个蚊子 哎 蚊子真多 家里蚊子多 客厅三脚架上 有那个花露水 你去查一点 田惠芳对叶辰说 嗯 叶辰又返回家中 客厅找到了花露水 六神花露水 香味还是以前的香味 也是叶辰最钟爱的一款 叶辰将手臂腿脖子等 所有裸露出来的地方 通通涂抹了一遍 然后才出来 再次来到石桌边坐下 再也没有蚊虫近身了 对了吧 你看我们房子 什么时候开始建呢 最好早点开工 年底就能住进新房 叶辰想到建房的事 问起叶连山 这个当然是早点建好点 但我还要跟你小叔沟通下 而且也要找地理先生 看个事件 叶连山说道 小妈 小叔现在那边怎么样 忙不忙啊 要不让他回来一趟 叶辰听了叶连山的话 转过头问王素梅 之前不是说明年 才打算建的吗 到他那现在也不大忙 天热那边做事也累 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建的话 那就把他叫回来吧 那爸 你打个电话给小叔 让他尽快回来吧 我们尽快动工 嗯 好 现在时间也不晚 他那边应该也还没睡 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你跟他说他的房子 也我来出钱 让他早点回来 叶辰于是说道 叶连松在外面做工 也是赚的辛苦钱 好不容易存点钱 还是留着给他家里用吧 叶辰心想 嗯 你这样想 也没亏了你小叔打小就疼你了 叶连山听到叶辰的话 很是欣慰 叶连山兄弟姊妹 三个感情好 再加上叶辰爷爷奶奶走的也走 几兄妹相互扶持 关系比一般兄弟姊妹更亲近 那怎么能让叶辰出钱呢 他在外面赚点钱 也不容易的 王素梅听到 叶辰要出钱给自己家修房子 当然也不同意了 盖房子又不是一笔小钱 哎呀 素梅啊 你就听他们的吧 你们打小疼着他惯着他 他还不该给你们做些什么呀 田惠芳也在旁边说道 叶连山田惠芳也都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没有条件是没办法 现在儿子有那个条件 他们当然也愿意了 嗯 小陈这孩子就是人好 对我们那也是没话说了 王素梅眼眶有点微红地说道 叶连山也拨通了兄弟叶连松的电话 把大叶辰大概的情况 给他说了下 当知道叶辰中大奖了 也是替他开心 叶连山跟他说 叶辰出钱 要把两家房子盖起来的时候 也是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商量好那边 尽快把手头剩下点事收了尾就回来 叶连山把商量好的事 也跟大家说了 然后叶辰就说 这两天 我抽空在网上找几个好看点的房子造型 回头大家来选一下 看怎么合适 再怎么来建 这东西你看着办吧 你在外面见得多 选得肯定不差 叶连山他们 也想让叶辰自己决定 毕竟房子盖了给他盖的 肯定要他自己喜欢了 大概到九点多 星星跑回来了 也不知道玩什么 弄得一身汗 叶连山他们 就带他回去洗澡睡觉去了 山里人晚上睡觉都早得很 但是叶辰还不习惯那么早睡 在外面哪天不是十二点以后睡啊 渐渐的 那些乘凉的人都回家了 叶辰上下看看 好像就自己一个人了 河风时不时地吹着 带着河水的湿气 很舒服 叶辰静静地坐着 夜色里河里的水流 流淌撞击发出的花花 咚咚的声音 对面田里瓷漆彼腹的蛙叫声 还有那草丛里传出的虫鸣声 各种声音混合着 像是有点杂乱无章 但在夜晨听起来 却格外地舒服悦耳 突然 路灯啪的一下灭了 天地一下子黑了下来 夜晨的眼睛短暂的失明 之后逐渐适应了黑暗 夜晨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十点了 应该是路灯的西灯时间 农村的路灯 可不像城里一直亮到天亮的 那是只有春节时候才有的待遇 毕竟平时十点过后路上 基本是看不到什么人了 退去了路灯的照射 夜仿佛更近了 周围虽然不大清晰 还是能看得大概的 大抵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的功劳 夜晨走出大阳树底下 出了阳树的遮盖 抬头看向天空 一弯正在偏东的位置 因为是星月 不是太亮 反而让天上的星星更为耀眼 数不清的星星布满了了星空 能看到一条明显的星带横穿其中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银河了 北方的北斗七星 还有那银河附近的牛郎之女星 没有一片云的遮挡 星星特别的明亮 夜晨已记不清 多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星河了 身处在黑暗之中 看着星抖 仿佛宇宙都是以你为中心 这时候 夜晨心里突然冒出一句歌词 我美了美了 我醉了醉了醉了 第二天早上 太阳晒到床上了 夜晨还在迷迷糊糊地睡着 闭着眼都感觉有点刺眼 翻个身想继续睡 突然什么东西一下压到自己身上 舅舅 舅舅 还不起床啊 太阳都晒屁股了 夜晨睁开眼 就看到星星正趴在自己身上 一双小手摇着自己呢 嗯 就起来了 夜晨看着趴在自己身上不下来的小丫头 无奈地起了身 吃过了早饭 田惠芳提议 说去外公外婆家一趟 夜晨没意见 然后夜晨又跟夜连山 商量着带些东西上去 夜晨外公外婆 有一子两女 长女就是田惠芳 然后就是夜晨的舅舅田国坤 还有夜晨的小姨田惠如 外公舅舅都是爱喝酒的 外公还喜欢抽烟 最后从夜晨带回来的东西里 选了两瓶酒 一条烟装上车 然后一家人坐上了车 哦 坐大汽车了 星星就比较兴奋了 坐大汽车开心吧 来 舅舅抱你上去 夜晨把第二排中间座椅坐垫变形 然后将星星放上去 帮她系好安全带 夜连山坐在副驾驶 田惠芳坐在第二排照看着星星 然后夜晨开车出发去外婆家了 夜晨外婆家在另一个村 而且地理位置相对高 在山腰上要走一段盘山公路才能到 夜晨开车到了的时候 夜晨舅舅也放了一挂鞭炮 应该是田惠芳打电话 跟他说了夜晨买车子的事 一般买了新车 第一次到重要亲戚家 如舅舅家姑姑家等 亲戚都会放鞭炮欢迎的 夜晨的舅舅舅妈都在大门口迎接 夜晨下了车 从后备箱拿下一份礼品 上前给了舅舅 来就来了 还花钱干嘛呢 舅舅微笑着接过 田惠芳也带着星星 来到他们面前教他说道来 星星 叫舅爷爷 舅奶奶 舅爷爷 舅奶奶 星星说了 就赶紧躲在田惠芳身后 抱着他的大腿 从侧面看着田固坤他们 唉 这是星星吧 好长时间没看到了 长这么高了呀 夜晨舅妈 看到星星开心地说道 星星来 跟我进屋 我给你拿好吃的 大姐姐夫也进来吧 田惠芳牵着星星进去了 舅舅 外公外婆在家吧 我把东西给他们送过去 嗯 刚才还在家 你去吧 夜晨拎着东西 就去外公外婆家了 夜晨外公外婆 是在舅舅家后边的老房子里住的 他们老夫妻 两单独生活 夜晨去到外公外婆家 将东西给了他们 又陪他们说了话话 老两口身体都还挺好 可就他外婆几句之后 就问他 有没有谈女朋友 什么时候结婚的 把夜晨问得匆匆就来到舅舅家了 虽然这个话题时每次都跑不掉的 夜晨在人家家里待不住 无聊又不自在 就瞎逛 逛着逛着 就来到了一个水库边上 这才让夜晨想起 舅舅家这边 还有个大水库 正好还是舅舅在承包养鱼 夜晨看到远处水库边的地方 有几个人在钓鱼 就赶忙跑回舅舅家 找到田伯昆就问舅舅 你家有没有钓鱼工具啊 我想到你家水库钓一会儿鱼 钓鱼啊 好啊 小蕾之前在家的时候 钓鱼的有套工具 我给你找找去 小蕾是夜晨表弟 比他还小五六岁 舅舅舅舅 你要去钓鱼吗 带我一起吧 我也要看钓鱼 星星正在那看电视 听到夜晨说 要去钓鱼 就连忙吵吵着也要去 星星你不准去 听到没有 那水库水很深的 太危险了 田慧芳严厉地对星星说道 啊 那好吧 星星满是失望的眼神 星星啊 等一下舅舅去钓鱼 钓到了鱼 就拿回来点那看 好吗 夜晨不忍心看星星难过 温和地说道 嗯 好啊 那舅舅啊 你一定要钓鱼哦 星星在家等着你 嗯 你就好好等着吧 夜晨肯定得到 虽然他自己都不信这话 他好长时间都没钓鱼了 过了一会儿 田国坤找到了钓鱼的工具 这里还有半包鱼饵料 应该是他之前用剩下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没事 我去试试 钓不钓到看运气呗 说着 就拿上鱼具饵料 和一个塑料桶出门了 你钓鱼小心点 深水的地方别去 知道吗 田惠芳不放心地说道 知道了 夜晨来到水库边 找了一个凸起的石头上坐下 将耳料调好 鱼线绑好 捏上鱼饵就抛了出去 夜晨不是专业钓鱼的 也不打算钓多久 那些什么打窝之类的 没必要的了 他就在那坐着 时不时的还要补补鱼饵 没事就看看四周的景色也挺好 这个水库是三面都是小山 朝南的一面 住了一个堤坝 那边也是泄洪的地方 水流出直接会择鱼庄镇的镇中心大片田地 而且这个水库也是饮水源之一 高山平湖 水面是波澜不惊 微风拂过 带起一阵涟漪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夜晨还是没钓到一条鱼 看着周围时不时的有鱼上钩 他还是有点羡慕的 但这东西 还是要钓得多有经验才好 也不知是壮大运了 还是碰到鱼婚子了 就在夜晨有点不耐烦的时候 浮飘下沉 夜晨赶紧拉端 真的有鱼上钩了 拉近一看 是一条翘嘴鱼 大概有个十五公分长 还不错 终于可以回去向星星交差了 夜晨美滋滋地想到 又钓了一会儿 看还是没钓到 夜晨也就放弃了 收拾东西打到回府 还没到门口 里面星星就向他兴冲冲地跑过来 边跑边问 舅舅 舅舅 钓到鱼了吗 钓到了 看 好看不 夜晨炫耀似的 向星星展示着自己的收获 嗯 还是活的呢 真好玩 星星说着 拿小手去摸那条鱼 刚沾到水 又把小手缩回来 舅舅 这鱼会不会咬人呀 这鱼不咬人的 你放心摸没事的 哦 我知道了 星星于是又大着胆子用手去摸 这十鱼 一个甩尾 见了星星和夜晨脸上都是水 舅舅 你看这鱼 太坏了 呵呵 夜晨看着星星的样子 很开心地笑着 夜晨带着星星 回到舅舅家 小晨钓到鱼了没有啊 夜晨舅舅问道 舅舅钓到鱼了 一条好大的鱼哦 星星说着 还拿小手去比划 没有了 就一条翘嘴 夜晨解释道 那也还好 没有空的手回来吗 夜晨舅舅也笑了笑 很快午饭好了 夜晨到后面 把外公外婆也接了过来 然后开饭 夜晨舅妈准备了不少菜 满满的一大桌 而且 她的烧菜手艺真不错 水库是舅舅成包的 所以 鱼是不缺的 正好昨天别人钓的鱼 给了她一条 水库鱼从不喂饲料 所以 肉质是非常的鲜嫩的 夜晨舅妈烧鱼汤的技术是一绝 鱼头烧汤 烧出来的鱼汤奶白奶白的 只是简单地放了点油盐 没有放其他任何佐料 但是味道却鲜美极了 还有与沈子做的红烧鱼 小鱼野鱼等杂鱼晒干了炒辣椒 还有大舅他自己养的山上 吃草的山羊肉 夜晨真是大饱了一顿口福 吃得撑撑的 吃过饭 夜晨他们坐了一会儿 就跟外公外婆舅舅 舅妈他们告别走了 走之前 夜晨还告诉他们 准备把老房子拆了重建 到时候建好了 就来接他们去新家看看 他们也说 到时候一定要去的 夜晨他们开车回到了家 小心心要睡午觉 大家也都有点困 于是都找地方准备睡一会儿 夜晨也回到房间 开了电扇 然后躺上了床 下午夜晨想上网 选选农村别墅的建筑模型 和设计图 结果自己那台就电脑是带回来了 可是家里没接网线 也上不了网 现在接网好像也麻烦 到时还是要拆 只有等建房的时候一起装了 于是夜晨又用流量开了热点 用流量上网来看 网上的各种款式也挺多 看得他花了眼 什么中式的 欧式的 美式的 江南的园林 北方的皇宫 只有你想不到的 夜晨看到合适的 就存着 到时候比较过了再定 夜晨走出家门来 活动活动筋骨 外面太阳已经下山了 不过水泥地面晒得还在冒热气 孩子们却是不管的 星星和邻居的孩子们 又在路上追逐嬉闹了 小姑家的子瑞也来了 夜晨走到河边 只见田惠芳正在河里洗菜 夜连凤也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在跟他聊天 夜晨没事就 沿着大路往上走 走过了人家 一边就是山地 一边是河流 水泥路一直往前 在远处拐了一个弯 消失不见 目光抬起 圆车的云峰山映入眼帘 惊天天上无云 云峰山的山巅也显露可见 似是要雨天接壤 已经落下山的太阳 还有一丝余光 照在那山尖顶上 那一抹落日的余晖太美了 景色甚美 夜晨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 对着眼前美妙的景色 找些好看的角度 拍了些照片 然后又拍了段视频 打开斗音APP 选中视频 配上一个舒缓点的音乐 编辑了一段文字 告别昨日的自己 从此放马南山 诗画田园 然后发了出去 夜晨看着眼前的画里 乡村美景 感叹如此美景 自己有幸能活在这 得天独厚的环境里 还是有家人陪伴的日子 也为那些在城市里奋斗的人 感到一丝心疼 上班下班躺失 又上班又下班又躺失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不知道可有机会停下脚步 去享受片刻的生活的美好呢 夜晨又替自己的乡村美景 可惜 自己这几年也去过几个地方 人文景观暂且不论 那些标榜3A甚至4A的景区 还真的没感觉到 有自己家乡的景色好 去过有一个4A的山 那哪叫山啊 就是一个大山丘 也就是个健身的去处 也就赢在平原地区山太少 交通便利点吧 凭什么他们 卖那么贵的门票 自己这里却无人问津呢 夜晨想打造一个画里乡村 把它展示给世人 给那些想在沉重的工作生活 至于放松的人 提供一个世外桃源 那目标现阶段还是有点远 不过人最怕的就是 没有目标 有目标就有方向 一步步地去向着目标前进就是了 不用为了生活发愁了 再没有点理想 难道天天躺尸吗 吃过了早饭 夜连山让夜晨和他一起去找地理先生去 地理先生 也就是通常人们说的风水先生了 夜晨于是开着车 在夜连山的指挥下 找到了地理先生的家 这位地理先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 算是附近比较出名的一位地理先生了 也给人看了几十年的风水了 在夜晨他们老家 人们还是比较重视着风水一块的 比较隆重的事情都是要看日子看时辰的 一种说法是 很多时辰都有相互起冲的地方 一旦反冲 就会有冲煞 与主家不利 而有的时辰 又会与主家特别的合 属于吉时 这些时辰最易办事 比如像有的家里要办丧事 会找地理先生帮忙找坟山 确定墓穴方向和位置 并要看入恋出病等等的时间点等 地理先生另一项工作 就是给要建房的家庭 看建房位置 房屋大门朝向 以及开建时间上凉时间等等 也不是说大家迷信这些 一方面这是一种风俗 大家也就都喜欢遵循 另一方面 大家也都抱着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都是求个心理安慰而已 夜晨开车接了地理先生到家里来 夜连山田惠芳 非常热情地接待老先生 地理先生在农村是很受敬重的 谁找他们来家里看风水 肯定都是好饭好菜招待的 老先生先后看了夜连山 和夜连松他们家的位置 说大方向不需要变动 然后他又要了家里 每个人的生辰时刻 夜连山全都报给了他 然后老先生将他们一家的 公元日期 全部换算成了甘汁 然后查理书算时辰 并听了夜晨他们 对建房时间周期的打算 毕竟人家开出来的日子 肯定要赶得上你建房的步骤时间才对 老先生要夜连山买来了一张红纸 他采了两块 用毛笔在上面写下了各种及时 写上了开建航砖的时间 还有后面安装大门的时间 以及上庄 解释 房屋落成开始入住 因为两家一起看的时间 所以开建的时间 安装大门的时间都选在了同一天 只是时辰不一样 上庄的日子相差几天 中午田惠芳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款待了地理先生 吃完饭 夜晨开着车 送了地理先生回去 夜晨回来之后 同夜连山商量着 要找地方先搬家了 家里的很多东西 也都要搬出来 和对面那里有一块大空地 我们可以在那里用木头搭一个架子 然后披上花椒布 就可以用了夜连山说道 这种方式 也是农村普遍的一种临时搬迁方式 那个也没有窗户 又不透气 太热了 我看 现在有一种移动房屋挺好的 几房几室的都有 还有厨房卫生间 直接就能用的 夜晨在豆芸上刷道过 感觉挺好 现在有那么方便的房子吗 那得要不少钱吧 不是很贵的 我们只用几个月 可以不用买那么好的就行了 那行吧 那对面没有路也运不过去 就我们这北边公路边那里 找个地方吧 嗯 我先上网找一下尽快下单 你找好地方 然后我看要多大地方再整拼一下 夜晨于是又上网 找那种移动房屋 咨询了一些房型价格 和运送时间 然后下单 因为要货车拖过来 可能要等几天才能到 下午 夜晨他们就开始想着 开始整理家里的东西了 住了几十年的房子 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大堆 也不是一天 就能清理得完的 夜连山从别人家 借来了一辆两轮板车 把柴房里的一些柴火 开始往外运 农村都烧柴火灶的 夜连山跟田惠芳 又都是秦快人 柴房里也就堆积了不少的柴火 劈好的柴堆了整面墙 然后两人一堆堆地 网板车上报 装不下了 就往事先找好的堆积的地方拖 夜连山在前面拖 夜晨在后面推 田惠芳就带着小星星 在家里整理些锅碗瓢盆 衣服被褥什么的 夜晨父子俩来来回回 拖了十几趟也没拖完 今天只有暂时就这样了 天也完了 夜晨这好长时间没干过重活 这来回这么做 还真有点体力不至了 晚上田惠芳做好了晚饭 夜晨洗好澡出来 感觉家里面吃饭有点热 就提一说 搬个小桌子 到外面去吃吧 田惠芳他们也赞成 然后夜晨就找了个折叠小桌 拿到院子里放好 夜连山端着菜出来 田惠芳拿碗盛饭 小星星也在旁边 跃跃欲试地吵着要帮忙 田惠芳就把一把筷子递给他 让他拿出去 星星借过筷子 开心地蹦蹦跳跳地跑出来了 来到小桌子边 他就认认真真的摆筷子似 嘴里还念念叨叨的 这是外公的 这是外婆的 这是舅舅的 这是星星的 摆好后还很满意地点点头 夜晨看着星星在那里认真的样子 开心地笑着 星星 来 我们再去搬几把椅子 出来好不好 夜晨对星星说道 嗯 好啊 好啊 快走 星星说着 就拉着夜晨的手 往家里走 然后夜晨他们 又搬了几把主意出来 小星星搬的是他专用的一个小板凳 然后一家人坐在门口的院子里开始吃饭 门口门灯 加上堂屋里的灯光也照出来 所以不会看不见 晚上有凉风神吹过 耳边之了的叫声还没歇下来 还能感受到白日里的那最后一丝燥热 吃过饭 收拾好碗筷 夜晨回家 拿起自家的那个老式茶壶 还是那种词的 画了一个大公鸡的那种 从茶叶桶里 揪了一把自家茶林里 摘得田惠芳自己炒出来的茶叶 热水瓶倒了一点开水没过茶叶 然后晃一下倒掉 就算洗了茶了 然后再倒满开水 盖上盖子 握住把手 又拿了几个杯子 然后端了出来 放到了小桌子上 舅舅 你是泡茶了吗 欣欣也要喝 小孩子就是什么东西 看到都想要 不可以哦 你还小 要少喝茶 而且 你喝了晚上睡不着觉 等一下舅舅 给你拿一瓶牛奶喝好不好 嗯 那我就不喝茶了 我要喝牛奶 欣欣听话地说道 嗯 欣欣真是个好孩子 夜晨给夜莲山和田惠芳各倒了一杯茶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然后他又回家里 拿了一瓶牛奶给欣欣 夜晨然后才坐下来 欣赏着夏日的夜晚的一丝清凉 同夜莲山田惠芳聊着天 旁边小欣欣是坐不住的 手拿着牛奶在嘴里喝 一时有在院子里跑 爸 姐姐姐夫 他们还在原来那个厂子里上班吗 夜晨看着小欣欣在那里玩耍 想到自己的姐姐夜晴 和姐夫王超 他们好像在隔壁县的电子厂里上班 离家里倒是不太远 不过平时上班忙 也不像上班族一样 有什么假期 所以回来也不多 有事要回来也都是请假的 嗯 还在以前那个厂 夜莲山说道 他们厂今年又换了新设备 效率倒是提升了 不过人也比较累 他们的工资 那都是按键做出来的 田惠芳担心 夜晴上班比较累 小陈你竟然 想在家里创业 你看看 能不能帮你姐姐姐夫找点事做呀 田惠芳又对夜晨问道 他现在什么事都还没做呢 怎么给他姐姐姐夫安排事做 夜莲山对着田惠芳回了一句 我也没说 让他现在得安排啊 小陈要做事 肯定要请人啊 请谁都是请 干嘛不请自家人啊 田惠芳忍不住说道 好了 好了 你们别吵了 我肯定会想着姐姐姐夫的 夜晨赶紧劝住了他父母 现在一切都还没开始 让他们回来也没事干 我想着 先把家里的房子盖好 然后也正好趁这段时间 了解了解从哪里开始 反正以后有事做 肯定会先把他们找回来的 他们一直在外面 把小星星一个人丢在家也不好 夜晨看了看一个人 在那玩耍的星星说道 准确地说 星星不也是个留守儿童吗 不过也没办法 现在农村工作机会不多 也没什么高工资 在家带孩子就没有收入 出去打工 就只能把孩子丢在老家 让老人带 可是老一辈人带孩子 肯定没有父母自己带来的好的 夜晨想好了 等以后事业起步了 就把姐姐姐夫他们 弄回老家来帮他做事 相信做得好了 不比他们在面打工来的差 对了 我也好长时间没跟姐姐打电话了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下班了 我给他们发个视频吧 夜晨想着 也好长时间没跟姐姐姐姐夫打过电话了 于是就对田惠芳他们说道 嗯 现在快八点了吧 应该都下班了 你打个视频给他呗 舅舅 你要跟妈妈视频吗 在旁边玩耍的星星 听到夜晨要跟夜晴视频 立马跑过来问道 嗯 对啊 我们跟妈妈视频聊天好不好啊 夜晨把星星拉进怀里 摸了摸他的头 轻声问道 好啊 好啊 我都好几天没看到妈妈了 外婆你把手机给我 我来给妈妈发视频 星星热切地说道 夜晨摸着外甥女的小脑袋 听着孩子热切的话语 心里却有点不适滋味 虽然孩子每天看着开开心心的 也爱玩 但到底是个孩子 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那种语气里透露出的 对爸爸妈妈的思念 让夜晨有点感慨 有多少父母 为了孩子背井离乡 又有多少孩子 没有父母的陪伴 而缺失了童年时代的父爱母爱 这仿佛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田慧芳把手机递给了星星 星星熟练地打开手机 然后找到夜晴的微信 发了视频过去 星星满心期待地盯着屏幕 想了几声后 视频接通了 妈妈 我是星星 星星看到夜晴的脸 出现在手机里 高兴地叫道 哎 星星 想不想妈妈啊 夜晴看到星星也很开心 星星超级超级想妈妈呢 哼哼 傻丫头 星星在家里乖不乖啊 有没有给外公外婆添乱啊 才没有呢 星星可乖了 外公外婆都超级喜欢星星 对了 还有舅舅 舅舅也喜欢星星 对吧 舅舅 星星说着 看向夜晴 对的 星星这么可爱 舅舅怎么会不喜欢星星呢 夜晴摸着小丫头的脑袋说道 星星 你舅舅回家了 把手机给你舅舅呢 夜晴听到夜晴的声音 连忙跟在视频那头 跟星星说道 嗯 舅舅给你 妈妈要跟你说话 星星乖巧地将手机递给了夜晴 姐 是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的呀 那边公司放假吗 夜晴关心地问道 没有了 我辞职了 这不就回家了吗 准备在老家创业呢 好好的工作 怎么给辞了呢 咱家那地方能创什么业的呀 夜晴问道 总会有事情做的 慢慢来嘛 不说我了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姐夫呢 夜晴觉得一两句也说不清 索性转移话题说道 哎 小晴 我在呢 那边王超 听到夜晴叫他 也出现在镜头里 我们这边不还是老样子 反正有事做 那今年夏天还回来不 星星上学的时候 回去一趟吧 哦 那也快了 然后夜连山田惠芳他们 也都跟着聊了一会儿 又坐了一会儿 大家也就都睡觉了 夜晴也忙得有点累 十点不到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夜晴他们又开始搬东西了 搬了一上午 到了快中午的时候 夜晴小妈跑过来说 小晴 你到镇上去接下你小叔吧 他坐的中巴车 快要到镇上了 那小晴你快去一趟吧 夜连山听到 于是对小晴说道 好 我这就去 夜晴说着 就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进屋拿起车钥匙上了车 开着车子到镇上去了 大概七八分钟的样子 夜晴就把车开到了镇上 镇子上有一个停车场 县里 到乡里的班车 都是在那里下课和发车 夜晴将车开到停车场旁边 路边停下 下了车 在旁边等了一会儿 时间不长 中巴车就到了 很快夜晴 就看到小叔夜连松下车了 夜晴赶紧迎上去 小叔 唉 小晴啊 什么时候到的 等久了吧 夜连松看到夜晴高兴地说道 没有 我也刚到 你还有东西吗 我来帮你拿 夜晴看到夜连松 就身上背了一个胯包 于是问道 嗯 后面还有两个 我自己来就行了 说着就往车子后面走 等到车后箱打开 夜连松找到自己的东西 拿了出来 一个大帆布包 估计装的是衣服被子之类 还有一个塑料桶 里面都是些衣服架子脸盆之类的 夜晴抢先一步拿起来 我来拿吧 你跟我来吧 车子在那边 夜晴边说边走 帆布包很大 但也不是很重 很快到了车子旁 夜晴打开后备箱 将东西都塞了进去 这么点东西 连第三排座椅都没放到 就装下了 小晴 你这车子可真漂亮 应该要不少钱吧 夜连松看着夜晴的车称赞道 要几十万吧 我就看着他实用性强 嗯 车子是挺大的 两人说着上了车 夜晴开车回家 很快车子到家 夜晴父亲夜连山 带着星星在门口站着呢 看到夜连松下车 走上前来说到连松回来了 路上走了多长时间啊 嗯 回来了 也没有太长 坐火车直接到的县里 从县里坐班车 就到镇上了 五个多小时吧 那你出发也是挺早的了 嗯 六点多就动身了 小外公 星星对着夜连松叫道 哎 星星怪 小外公 这里有吃的 来给你 夜连松看到小星星 也是面露慈祥 从随身的胯包里 拿出了几个饼干 和棒棒糖给他 看得出来 他是特意买的 嗯 谢谢小外公 星星甜甜的谢了一声 然后双手接过吃的 两个小手都快握不下了 赶紧跑回屋找地方放去了 夜晨将后备箱的东西 拿了下来 帮着他提进屋 对了 中午在我家吃啊 素梅也在我家 帮你扫子烧饭呢 夜连山又对夜连松说道 那怎么好啊 我们兄弟还说这些 你先把东西放好 等一下就过来啊 好的 中午桌上 夜连山坐在右手席 夜连松坐在左手席 田惠芳王素梅坐在上横 夜晨带着小星星坐在下横 解释 农村常用的桌子是四方桌 也就是俗称的八仙桌 一般以挨着门的一方为下横 也就是坐陪的位置 一般都是招待客人主家坐的位置 或自己一家人的时候 小辈坐的位置 下横右手边的位置 就是主席位了 下横左手边与主席位对应的 就是次主席位了 如果两边都坐两人 那就是右一左二右三左四的排位了 这些席位一般都是重要亲戚坐的 自己家里面 那就是一家之主的位置 与下横相对应的 就是上横了 一般大事安排席位时 多是邻居之类的坐 自己家里面 那就是女性长辈或长子坐的 当然每家人数多寡 坐的位置也稍有不同 叶晨开了一瓶1573 给叶连山和叶连松各倒满一杯 又给自己倒上 给小欣欣也开了一瓶牛奶 田惠芳和王素梅不喝酒的 家里这么些人 叶连山能喝酒 不过现在喝的少了 听说以前年轻的时候能喝不少 现在顶多一两四的杯子喝两杯 就不再喝了 至于叶连松 则是酒量最好的 四五杯那是正常酒量 偶尔七八杯也不是没喝过 至于叶晨 酒量也不怎么样 关键是他不怎么喜欢喝酒的 总受不了那酒气味 来 小说 我先敬你一杯 欢迎你回家 叶晨率先站起来 给叶连松敬第一杯酒 嗯 好 不用站起来的 叶连松笑着也端起了酒杯 他是小辈 站起来应该的 叶连山说道 其实别看叶连山就是个庄稼人 但是对子女饭桌上的规矩 那是从小就教育的 叶晨他们也是 从小就养成了比较礼貌的习惯 吃了几口菜 叶连松又敬了叶连山一杯 欣欣 我们用牛奶敬小外公一杯酒好不好啊 叶晨按欣欣的指示 往他碗里加了个鸡腿问道 好啊 舅舅扶我站起来 叶晨抱着欣欣站到凳子上 欣欣拿起牛奶 对着叶连松道 小外公 欣欣敬你一杯 还将牛奶使劲往前伸想碰一下 可惜手太短了 大家都被孩子话语逗笑了 好 小外公跟你干杯 叶连松说着 端起酒杯 特意跟小欣欣碰了一下才喝 欣欣也满意地咸住吸管吸了好几口 然后还皱着小眉头发出 啊 这一声 那模样就跟叶连山喝酒后的表情一般无二 这孩子 做什么怪相 学什么不好学你外公喝酒的样子 田惠芳看到欣欣的模样笑骂道 呵呵 孩子嘛 都这样 王素梅说道 一顿饭一瓶酒三个人喝完了 吃完饭 田惠芳王素梅将桌上收拾干净 叶辰给大家泡好了茶 小欣欣跑去看电视了 叶辰将自己中奖的情况 简单给叶连松他们说了下 说自己中了一千多万 在外面买了房也买了车 现在回来想把两家的房子重建一下 在自己创业做点事 你中奖了 那也是你的钱 我们怎么好 让你出钱给我们盖房子呢 哎呀 小说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分什么你的我的呢 就是 他没本事就算了 有能力了 给你们盖个房子 也是应该的 叶连山也在旁边帮衬着说道 哎 小陈这孩子孝顺 哥哥嫂嫂 你们以后也能想想福了 王素梅感慨地说道 你们不也一样 两个女儿也都挺孝顺 云伟那孩子 对你们也不错 田惠芳也对着王素梅说道 王素梅叶连松他们大女婿叫孙云伟 和叶丽同一所中学同一所大学 大专毕业一年 两人就结了婚 再一年就有了孩子 两个人都在市里公司上班 家里帮衬着 在市里付了首付 买了个房子 好在县级市的房价不是那么贵 现在孩子的爷爷奶奶 也在那边帮着带孩子 嗯 都是好孩子 王素梅也点头道 哎 你看叶丽比叶晨还小好几岁 现在这孩子都快一岁了 再看看叶丞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田惠芳哀声叹气地说道 你还操心她的是干嘛 叶丞长得这么个大帅哥 现在有房有车又有钱 以后 给你找个漂亮媳妇 还不是早晚的事 王素梅对田惠芳说道 是那样就好了 吃过午饭 叶丞拿出了电脑 将之前 网上下载了的一些建房照片 给大家看 大家一起商量着 看见什么样的 网上的房子 就外形他们看得懂 但涉及到平面图 就要叶丞给他们解释描述一下了 而且 网上的图都是 理想化的别墅 对农村家庭的杂七杂八的角屋 解释 角屋就是一些放杂物的 或者其他用途的一些地方 都没有考虑进去 也是要想着 在哪建怎么建的 连松你也回来了 明天我们就去山上 罚一些山树 等到房子建好之后 在屋顶做梁 而且 屋内装潢吊顶也都要用 叶连山又对叶连松说道 嗯 是要去砍线 现在砍了正好可以晾几个月 到时候用正好 叶连松也赞同的点点头 那先说到这吧 你坐了一上午车也累了 其他事以后再说 行 那我们先回家了 叶连松说着 就和王素梅回家了 晚上叶辰到河边乘凉 看着河里面的河水 想起小时候夏天晚上 河里面捉螃蟹 一时来了兴趣 他下到河边 打开手机手电筒 罩着河里面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河水清晰见底 很快 叶辰就看到 有一个螃蟹 趴在水里的一个石头上 一动不动的 很快又看到了一个 叶辰看河里面 应该有不少 于是起身回家 准备拿个桶 然后好捉螃蟹 叶辰跑回家 从厨房里 拿了一个塑料桶 又匆匆跑出来 叶连山他们在院子里 坐着乘凉 看到叶辰匆匆跑回来 又提个塑料桶出来 不禁疑惑地问道 你这拿的塑料桶 是要干嘛去啊 对啊 舅舅 你要去干嘛呀 星星也好奇地问道 哦 我去河里面捉螃蟹去 叶辰回答道 捉螃蟹干嘛 星星很不解了 捉螃蟹炸着吃啊 很好吃的 星星想不想吃啊 叶辰蹲到星星面前说 炸螃蟹 好吃吗 星星歪着脑袋疑惑地问 他见过河里的螃蟹 但还从来没吃过螃蟹呢 那当然了 螃蟹裹上面粉 然后用油一炸 比肯德基好吃多了 真的呀 那我要吃 星星听叶辰说的 有点流口水了 要不要跟我一起 去捉螃蟹啊 叶辰饶有兴趣地逗着星星 我 嗯 我想去 可是 螃蟹会咬人吗 星星咬着自己的小手指 皱着眉头 颇为纠结地说道 别闹他 河里面那么黑 石头又滑 他怎么能去 摔了怎么办 星星 别听你舅舅的 田惠芳白了叶辰一眼 哼 舅舅坏 星星听了田惠芳的话 怒气冲冲地对叶辰说道 呵呵 傻丫头 叶辰笑着摸了摸星星的小脑袋 我去了呀 叶辰说着 就朝河边走去 等一下 我有个头灯 你把那个带头上 就不用用手打灯了 不然 你拿手机照 要是一个不小心 手机就掉水里了 叶连山叫住了叶辰说道 那更好啊 灯在哪 叶辰问道 就在电视柜的抽屉里 你自己去拿吧 好 叶辰又跑回家 拿了头灯出来 然后去到河边 带好头灯 打开开关 调整好角度 头灯很亮 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底 叶辰踏进河水里 夜晚的河水 还有一丝凉意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叶辰弯着腰 仔细地盯着河里面找 河蟹的颜色 与水里石头的颜色十分相近 这也是它们的保护色 所以眼神差点的 还真容易错过 很快 叶辰就发现了两只 呆在河底 一动不动 叶辰伸出手指 慢慢地探入水下 慢慢地靠近 这时候是千万不能快的 一快就容易搅动水流 螃蟹立马能赶支 然后迅速地钻进石缝里 让你看不见 手指从螃蟹背后方向 慢慢靠近 如此螃蟹 才不会发觉 等到即将要接触到的时候 迅速果断地一下 压住 螃蟹就不能动弹了 然后叶辰伸出大拇指 探到螃蟹腹部捏住 顺手一提 螃蟹就被捉起来了 如此 它的蟹钱无用武之地了 叶辰将螃蟹扔进塑料桶 然后继续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也许是现在的孩子们 都不玩着这游戏了 河里面的螃蟹多起来了 叶辰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捉了二三十个 叶辰停了下来 这么多就够了 再多了 吃不了也是浪费 虽然不容易死 但会变得臭臭的 叶辰可不想养着蚊那股怪味 叶辰提着塑料桶回到家 星星看到叶辰回来 急匆匆地跑到他跟前 舅舅 螃蟹呢 我要看螃蟹 看 都是螃蟹 多不多 叶辰把塑料桶递给星星看 哇 好多螃蟹 它们还都在动呢 星星一边跃跃欲试 又害怕的样子 抱着叶辰的手臂 屋里哗啦乱叫 大惊小怪 去喊你外婆给你做炸螃蟹去 叶辰鬼惊鬼惊地 窜夺着星星 他自己是会吃不错 还真没有自己做过 外婆 外婆 你做炸螃蟹给我吃好不好 星星对吃得最是没有免疫力 急忙跑到田惠方面前撒娇 完全没意识到 被舅舅当枪使了 你自己想吃就自己说 平白地窜夺星星做什么 田惠方不满意叶辰自己想吃 还要使唤小的 嘿嘿 谁让妈妈做的炸螃蟹好吃呢 叶辰乖巧地夸着田惠方 得了 你赶紧去做吧 做好了 也给老小送点去尝尝 叶连山在旁边说道 晓得呢 要你说 说着 提着筒去水池旁 处理螃蟹去了 叶辰对父母之间的打情骂靠 早就戏意为常了 田惠方这要是不对叶连山几句 那在叶辰这才反常呢 田惠方将螃蟹拎到水池 两个手指一捏 就夹起了一个螃蟹 然后两个大拇指 对着可尾一分 就将蟹壳给掰开了 那动作才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然后将内脏之类的剔除干净 很快田惠方就处理好了所有的螃蟹 然后拎着进了厨房 叶辰牵着星星紧紧地跟在后面 只见田惠方拿出一个糖瓷盆子 倒入适量面粉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 加适量盐 然后加水和橙护状 然后 对叶辰说 你赶紧把锅台灶里的火烧起来 好的 马上 叶辰说着 就拉着星星来到灶台背后 三两下就把火烧起来了 灶台里熊熊的火焰 照着叶辰和星星的脸通红通红的 舅舅 好热 星星说道 嗯 火烧着了 我们赶紧走 叶辰又牵着星星 离开灶台后面 夏天烧过 真不是一个好柴子 田惠方将锅里倒入不少的油 等到油开了 田惠方将螃蟹捏起一个 放入面粉糊糊里 沾上一层糊糊 然后放入油锅 循环往复 很快将所有的螃蟹都下锅了 高温下裹了面粉的螃蟹 很快就变得金黄金黄的 田惠方用大漏勺 稍微抄了 几下就捞起来了 河蟹都不是太大 炸得太过就不好吃了 要炸得正好脆才好吃 田惠方举着漏勺 在锅上方控干油 然后倒进盘子里 好了 端出去吧 去把你小叔小妈叫过来吃点 田惠方吩咐道 好嘞 这就去 叶辰端着螃蟹 来到院子里放到桌子上 又跑到隔壁 将叶连松王宿梅叫了过来 一家人围了一桌 叶辰对着螃蟹和家人和星空 拍了段视频 上传到豆鹰 配闻明月夜 吃螃蟹 别有一番风味 第二天吃过早饭 叶连山叶连松 加上叶辰 三人开始全副武装 首先长衣长裤穿上 要进山 裸露的皮肤是越少越好 山里的蚊虫马黄 都是狠毒的 叶连山穿的是他平时做事的 已经洗得泛白的蓝布挂 叶连松穿的是 他在外面工地做工的工装 叶辰则是把他多年前刚上大学 军训那会儿的军训服给穿上了 当年的军训服居然还穿得下 这是一个奇迹 叶连山腰上跨着一把弯刀 手上拿一把皮铲 叶连松提着一把油锯 叶辰则手拿一把卷尺 然后 还有一根棍子 打草惊蛇的 他们去的是 自己的山林 叶连山家的 和叶连松家的山 是紧挨着的 山上的树 多以马尾松为主 也见货有那么一两块山树 而农村用来做梁 一般都会选择山树 因为山树总的来说质地较轻 耐折抗弯曲 且纹理较直 树节少 易于加工 还有耐辅实 不易招虫 而马尾松纹理 虽然更紧密 质地更硬 可重量就更重了 而且抗压抗弯曲能力 也不如山树 而且多结巴 难加工 叶辰开车往北行了一段路 将车停在路边 因为接下来的路车就走不了 几人转入小路 复行几百米 就到了山林的边缘了 曾经的山林小路 已经被杂草所侵蚀了 只因现在入山的人少了 也就没人砍路了 叶辰当现役地走进去 手拿着打蛇棍左右横扫 分开一条路 又驱赶草丛里的蛇 穿过八毛草丛 终于到了山树林 而进了山树林 杂草一下就少了 高大的山树 和茂密的树叶 遮蔽了树下的阳光 叶连山和叶连松 打量着这些山树 他们要选择足够粗足够值的山树 很早之前 树木的经济价值 就没那么高了 农民卖树 也只能赚个人工钱 还不如出去打工 或做点其他事挣得多 所以也就导致 这些年山上的树木 砍伐得少了 加上国家的生态林政策 也不是你想砍就能看砍的 所以 山上的大尺围的树 还是不少的 叶连山选中一棵 拿过叶辰手上的卷尺 量了一下 正好一米 大概三尺多围 直径有三十公分多 叶连山抽出腰间弯刀 将树根周围的杂树野草砍干净 叶连松接着启动油锯 选择了山树整体倾斜的一方 伴随着嘟嘟嘟嘟嘟 升 锯条旗根切入山树 先水平切入十公分身 然后再从斜下方切入 先把这一侧切出一个斜三角出来 这样是为了保证树木倾倒的方向 不会乱倒杂倒人 然后叶连松又换了另一边 随着油锯锯得越来越深 山树开始向着预想的方向开始倾倒 咔嚓 咔嚓 压断不少其他树的树之后 轰然倒下 然后叶连松将树的枝丫锯断 叶辰拿着卷尺两好长度 叶连松将树切断 一棵树大概能切三单四节 最下面的一节可以做大梁 剩下的就可以用来做船子和装潢料 叶连山拿着皮铲 将一个树段上的树皮铲掉一些 边铲边对叶辰说 等下小陈 你跟我这一样 将每个树段都铲掉一些皮 这样 这些树段脱水干起来会比较快 哦 好的 我来 叶辰说着 结果叶连山手上的皮铲 然后对着树段铲下去 结果皮铲陷进去一动不动 这怎么回事啊 叶辰不解地问道 皮铲不要拿得那么竖着 要放平一点 你那样直接切到树体 当然铲不动了 叶连山纠正着叶辰的姿势上的不对 叶辰按着叶连山说的做 果然很轻松地就铲下一条树皮 叶连山看叶辰会了 就和叶连松继续去找树伐树了 他们放倒树 打好枝鸭 切好段 然后叶辰就铲树皮 忙了一上午 中午回家吃了个午饭 下午迟点不那么热了 又干了一下午 总算把数量凑得差不多了 至于树段就暂时放在山上了 等到用的时候再往下弄 回到家 天也见黑了 这是叶辰满满工作的一天 虽然以前叶辰在外面 都没工作过这么长的时间 但叶辰感觉 这一天过得特别充实 虽然身体比较累 但没有一点的压力 没有什么人逼着你要干什么 也没有那么多的指标要完成 他可以尽情地挥洒汗水 累了就直接坐在放倒的树段子上 做烦了就钻山林 听听鸟叫 看看景色 累并快乐着 找到自己喜欢做的是很重要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来谋生 那更是优秀 而叶辰这种 就是有钱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感觉自己是幸运的 人太累了 就特容易睡着 以前在外面想的太多 压力太多 就难睡着 睡眠质量差 现在叶辰是倒头就睡 一觉大天亮 当叶辰准备起身的时候 身体一动一用劲 感觉到全身酸痛 这久不做体力活 一下子做的太多的后遗症 就是这 叶辰爬起床 活动了下筋骨 那酸爽 简直了 小辰起来了 怎么样 身上酸痛吗 你这也没干过重活的 一下子干那么多 肯定吃不消的 快洗吧脸 锅里 给你留了早饭 田慧芳看着叶辰在那里 呲牙咧嘴地活动着身体 有点心疼地说道 还好啊 没那么严重 叶辰故作硬气地说道 然后去挤了牙膏 拿着漱口杯到院子里 在水池边接了水 开始刷牙 刷好牙束了口 双手捧了两把水 就洗了八脸 来到厨房 掀开锅盖 锅底放着一个八折子 解释 就是用竹片编成的圆的 架在锅上面的蒸垫 下面锅底可以加水 而八折子上面就可以用来蒸米粑 面粑等 也可用来温菜 八折子上放着一碗面 碗里还有两个水煮鸡蛋 叶辰端起碗 筷子裸里抽了双筷子 然后打开橱柜 找到一碗辣椒酱 稍微倒了一点到碗里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端着吃起来了 叶辰喜欢吃带点辣的 太淡了 吃得没味道 吃完早饭 叶辰回到房间 打开电脑 然后下载了一个在线互形设计软件 最简单的那种画画线条的 然后将之前跟家里协商确定的户型 画到上面 再根据大家的实际考虑建议 做些补充 添置一些角屋之类的 叶辰自己家设计成四开间 叶连松家三开间 都是两层楼房 再加一个半层的斜坡阁楼 两家相连 叶辰家靠南边 然后南北靠边的一间 都做成车库 前面各圈一个近身十米的院子 后面做成两镜的一层角屋 用作厨房储物等等 这画图的工作是个细致活 不知不觉的几个小时 很快就过去了 知道小星星来叫他吃午饭 也还没有完工 吃过了午饭 叶辰又回到房间接着创作 可夏日午后容易困倦 叶辰对着电脑太困了 转身倒到床上睡了个午觉 如此花了一天的功夫 直到晚上十点钟 叶辰才将自己的房屋建筑布局 大致画好了 可不打印出来 也不方便看 叶辰又跑到网上买了一台打印机 明后天就能送到的 第二天起床 那边送活动房屋的打来的电话 说今天晚些时候就能送到了 叶辰又赶忙找到叶连山 商量着去镇上找台挖机 把活动房屋要放的地方的地平整一下 而且活动房屋装好 全家人都搬过去之后 老房的拆除和挖掘地机 也都要用挖机的 父子二人开着车来到镇上 稍微一打听 就知道哪有挖机了 毕竟一个镇上 也就那么一两家运营挖机的 找到地方 叶辰说明了来意 和自己家开挖地机的一些打算 挖机老板当即表示 正好一个大挖机还是空闲的 马上就能弄过去 叶辰他们刚吃过午饭 外面挖机就到了 一辆大拖车 拖着一台大挖机 甚是壮观 挖机师傅操纵着挖机下了拖车 然后叶连山就指引着挖机 到了准备安防活动房屋的空地 叶辰上面跟司机说了 活动房屋的大概尺寸 然后挖机师傅就开始工作了 只见他操纵着挖斗 将地高地挖掉 矮地填平 平整好土地之后 又用挖斗将地面压实 这些事对挖机来说就是小儿科了 很快就干完了 然后挖机师傅又向里 开了点将挖机挺好 不会拦道路 挖机师傅今天的工作就做完了 叶辰又跟挖机老板约好 等老房子东西清完 就打电话给他们过来工作 然后就送走了他们 下午五点左右 叶辰定的活动房屋终于到了 十几米长四五米宽的一座房子 架在一辆拖车上 还是挺震撼的的 后面还跟了一辆专门的吊车 周边的邻居全都跑出来看热闹 他们也没见过这样的房子呢 到了平整好的土地呢 吊车直接吊起了房屋 然后慢慢一到土地上空 调整好位置 慢慢将房屋放下 等到整个房屋落地 一栋临时的住房就建好了 叶辰和家人率先走进了屋子里 这座临时房子一共五间房 一间厨房 一间客厅三间卧室 当然 现在都还是空的 而且也还要通电通水的 等到送货的大拖车走了 天也快黑了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明天再收拾 到时候再把家里日常用的家具电器扳过来 对了吧 你再找个电工把电给通上 还有自来水也要接一个 叶辰把自己想到的 跟叶连山他们说了一下 嗯 这个我来办 村里的电工电话我也有 晚上我就打个电话给他 安水的不在我们村 明天再去找吧 又是一天清晨 今天叶辰起得格外早 他拿着手机 对老宅的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 又拍了个长视频 很快 这个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就要从现实里消失了 叶辰想留下最后的一点记忆 吃过早饭 大家就开始搬东西了 叶连山借来了板车 叶连山叶连松 将床衣柜等抬到板车上 一个前面拉 一个后面推 叶辰在边上扶着 将东西拖到临时的新房 三个房间 叶连山夫妇一间 叶连松夫妇一间 叶辰一间 房间里能塞得下的家具 都尽量塞进去了 叶辰的房间 除了床书桌衣柜之外 还有一箱柜的书 这些书 是叶辰从小学 一直到大学的 所有课本练习册 还有各种杂书 叶辰一直都没有扔 装得满满一箱柜 每一每打开 这个柜子的箱盖 叶辰就感觉 像是翻开了 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 有很多快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越来越多了些感慨 上午叶连山 找的电工就上门了 他来看了之后 就开了需要的电线 开关灯等的 型号和数量 叶辰开着车到镇上 将所需物品买了回来 电工就开始 传线安装 所有东西安装完毕 电工师傅 又将老屋那边的 电给断了 将电表移了过来 就近从电线柱子上 拉了两根线下来接上 很快 整个房屋的电 就通好了 中午还是在 老屋里吃的饭 席间叶辰看了看 在凳子上 站着吃饭的小星星 对叶连山和田惠芳说道 我们搬到临时房子 里比较急了 以后要建房 事情也比较多 是不是把星星 先送回他爷爷奶奶 那给他们带着 嗯 这也是个问题 星星 你看家里 接下来比较忙 我们也没时间带你 我们先把你送回 爷爷奶奶那里怎么样 叶连山问着星星 我不要回去吗 外公外婆舅舅 你们不要送星星走好吗 星星听到外公要送他走 顿时没心情吃饭了 渲然欲气地说道 眨巴着他那双 无辜的大眼睛 眼里都有泪水在转动了 叶辰看着星星那模样 也是不忍 星星啊 你看这老房子就要拆了 到时候也没地方住 我们先回爷爷奶奶那边去 等到舅舅这边 把新房子建好 建得漂漂亮亮的 到时候 专门给星星留一个 漂亮的房间 里面有公主床 再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 那时候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好不好 嗯 可是 可是星星不想走 星星舍不得你们吗 星星被夜晨描述得 很是心动 但又不想走 很是纠结 星星 你看你 很快也要开学了吧 到时候 你还是要回去的 这就提前几天吗 舅舅答应你 等房子建好了 一定第一时间 接你过来好不好 夜晨耐心地开解着 那 那好吧 我们拉钩 星星接受了夜晨的建议 但还是怕夜晨反悔似的 伸出小手指 望着夜晨 认真地说道 好 舅舅给你拉钩 夜晨也伸出小手指 勾住星星的小手指说道 拉钩上吊 一百年 不许变 谁变谁是小狗 好了 星星真乖 下午让你舅舅 用大汽车送你回去 回家也要乖乖的呀 田惠芳温柔摸着 小星星的脑袋说道 嗯 星星会乖乖的 外公外婆要记得想我哦 星星使劲地点着头 期盼地对田惠芳他们说 我们会想你的 而且你爸爸妈妈不久就要回来了 到时候再让他们带你来啊 嗯 对啊 他们回来了 我们就来看你妈 星星想到 爸妈不久就要回来了 很是开心地说道 好 田惠芳笑着答应星星 等下吃完饭 你们把星星的东西都收拾收拾 能带的都带上 不要的 回头都扔了 不然也没地方各 叶连山说道 嗯 吃完饭我就去帮他整脸 叶晨边扒着碗里的饭边说道 吃过午饭 小星星被田惠芳 哄着去睡午觉了 叶晨把家里星星的各种玩具 全笼络出来 各种各样的还真不少 有些都是以前的了 缺胳膊的断腿的也不少 叶晨姐那些还算完整的 都打包好 放进了后备箱 想着 这是回来后 第一次去姐姐婆家 空着手也不太好 又拎了两瓶酒 到车上放着 田惠芳也把星星的各种衣服 都打包放进了一个 他的小小行李箱 等到星星午睡醒了 叶晨就抱着星星上了车 坐上二排中间的位置 系好安全带 外婆 外公 小外婆 小外公 再见 星星一手抱着叶晨 给他买的毛绒熊 一手对着外面 不舍得挥动着小手臂 叶连山叶连松 他们都站在外面 星星再见啊 然后叶晨关上了车门 启动车子出发 星星爷爷奶奶家了 都在一个镇子上 很快车子 就开到了星星爷爷奶奶家 老两口都在家 听到外面的车子声音 都跑了出来 看到一个陌生的车子 还有点奇怪 是谁家的呢 叔叔阿姨好 叶晨下了车 同两人打起了招呼 是叶晨啊 我还当是谁来了呢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星星爷爷看着叶晨问道 回来有段时间了 叶晨边说 着边去开后车门 爷爷奶奶 星星回来了 星星在后座上雀跃 看到叶晨开了门 自己就解了安全带 然后跳下了车 手上还紧紧抱着 他的毛绒熊 哟 这是谁啊 不是我们的星星宝贝吗 星星爷爷说着 弯腰一把抱起了星星 叔叔阿姨 我家因为要把老房子 拆了重建 临时住的地方 又没那么宽敞 星星在那住也不方便 我们就想着 先把他送回来了 叶晨对星星的 爷爷奶奶解释道 哦 你家要带房子了呀 那是好事 你们盖房子是大事 都要忙 星星就放家里 有我们照看着 你们不用担心的 嗯 然后星星的玩具 还有衣服 我都带过来了 有点多 我家那边也没地方放了 叶晨说着 打开后备箱 将大包小包的东西 拿了下来 然后星星爷爷 将他放下来 帮着将星星的东西 拿进了屋 叶晨将送给他们的 两瓶酒 提给了他们 两人都说不能要 可是也推辞不过 就收下了 那星星就交给你们了 我家里还有事 就先回去了 叶晨说道 这就走吗 不再做会儿 星星奶奶说道 不了 家里还有不少事呢 回头闲了再来耍 叶晨说着 又蹲下来 对着小星星说 星星在家 要听爷爷奶奶的话 嗯 我会的 那你闲了 就要记得来看我啊 星星睁着大眼睛 不舍地说道 一定 那我就先走了 叶晨跟星星说了之后 对星星的爷爷奶奶 告诉了一声 就上了车 启动之后 对着车外面的星星 他们挥了挥手 在星星挥舞的小手中 开车离开了 叶晨离开星星爷爷奶奶家 路过镇上 又想到家里还要接水 于是打电话给叶连山 问了接水的人的家在哪 然后按叶连山的指示 找到了地方 对方说好了 等下就去 叶晨于是回到家 叶连山他们 还在从老家里搬东西出来 叶晨也跟着加入 将一间间的东西往外搬 各种不是常用的 就堆在活动房屋外面 拿羽不盖起来 傍晚时分 接水的来了 将老宅的水切断了 免得以后挖机挖地机时候 挖断水管 还要堵水 然后又接了水管去移动房屋那 临时用的 也没那么多讲究了 有的用就行 晚上 在临时房屋里烧的晚饭 老房已经断水断电了 干了一天也有点累 所以都睡得比较早 叶晨走进这新的房子 第一感觉就是好热 闷热闷热的 也不怪这么热了 就一个小窗透气 还好老屋的电扇搬过来了 叶晨将一个落地扇搬进了房间 打开风扇 总算舒服点了 第二天上午 叶晨开车上镇上 找了个卖电器的店 一下子买了四个空调 让店家送去安装 不然那房子 在这夏天的大热天气下 真的太热了 店家很快就将东西送来了 并将空调一间一间地装好 三个卧室和客厅都装上了 打开空调 房间一下子就凉爽多了 这一天又是搬东西的一天 搬了一天 总算将东西搬完了 叶晨也打电话联系了挖机老板 让他明天就能过来工作了 这天一大早 一家人都围在了老宅前 还有很多邻居也在 挖机师傅开动了挖机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蝉斗向着院子大门压下 老宅的拆除工作正式开始了 旁边也来了好几辆的拖土车 专门用来拖砖土垃圾的 只见挖机不停地前进 蝉斗推到了院墙 挖机继续前进 蝉斗伸向了老宅 随着蝉斗的推入 老土墙一片片地倒下 屋顶的梁子船子瓦片倾泻而下 卷起阵阵灰尘 叶晨举着手机 录制着眼前的一幕 看着房屋一片片地倒下 说没有点感触 也是假的 虽然房子已经很老很破旧了 但那也是叶晨 从小找到大生活的地方 人常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那里的每一砖每一瓦 都承载了青春的记忆 墙上的各种涂鸦 门上的各种硬痕 乌一处不是曾经的回忆 随着挖机的不断工作 短短几十分钟过后 原地早已不见了老宅的影子 留下的是满地的瓦砾船条和砖块 接着就是挖机 就将砖土瓦砾装上拖土车 再拉到原点的坑里倒掉 算下时间 整个场地全部弄好 估计也要个两三天的样子 叶晨和叶连山叶连松他们商量着 找建筑队来了 正好叶晨的小妈王素梅的一个堂弟 就是干建筑的 就说让叶连松去找下他 然后叶晨就开车 带着叶连松去找人 王素梅的堂弟叫王顺东 平时都是自己接活的 当然如果工程量大的 就也会找其他人组个小建筑队的 叶晨他们说明了来意 也说了房子大致的情况 这没问题啊 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一家 也就点收尾的工作了 不过你们的工程量不小 而且时间也挺紧 我看要多找几个人了 王顺东听了叶晨他们 对房屋的大致规模和时间要求之后 考虑之后说道 嗯 我们的意思也是你们多找些人 组一个临时工程队 这样时间上能快点 叶晨说道 行 明天我先到你家看看 你也把你做的房屋建筑规划图 和装修效果之类的 给我看看 我再联系人 等你那边挖机挖好地基之后 我们就尽快开始做基础 好 那就明天你去看看再说 叶晨他们谈好之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 挖机差不多已经将地面上的建筑垃圾 清理干净了 整理出的场地还真是不小 宽的有30米 近身有40米多 王顺东一约过来了 叶晨就把打印好的图纸拿给他看 叶晨订的打印机 昨晚就到了 所以直接就把房屋图纸给打印了出来 叶晨向他介绍着自己的各种设想 然后在挖机平好土地之后 他就开始放线 解释 就是用线拉出房屋的所有墙基线 按照叶晨的设计尺寸 几个人帮忙拉好线 然后再用石灰在地上撒出对应的痕迹 挖机继续开洞来挖出积粮和住处 王顺东又根据叶晨计划的房屋 计算着各型号钢筋 还有水泥和墙砖的用量 叶晨说 请他将基础的粮和住处做老点 钢筋可以布置密点 王顺东又稍微修改了增加了些数量 计算好之后 将数字开好单子给叶晨 这是前期头层大概需要的钢筋水泥砂石 和墙砖的数量 按你的要求 增加了钢筋型号和密度 以后做出来的质量 你绝对可以放心的 你回头就去找人去订 镇上都能订得到 而且 东西都能直接送到你家的 不用自己去拉的 嗯 行 明天我们就去镇上将东西订了 叶晨接过单子说道 估计有个一两天就能拉过来 到时候 我就找人来 先扎好基础的钢筋 尽快把基础交好 然后赶在你们算好的日子动工 王顺东交代完就走了 挖机师傅在地面上 石灰标好的痕迹上开挖 一条条的墙机开了出来 一个个大住处挖了出来 差不多傍晚时分 基本都挖好了 叶晨跟挖机老板结算了钱 挖机开上了拖车 离开了 次日 叶晨又在这叶连山道镇上 找经营钢筋的水泥的 和水泥砖的等 将需要的数量报给他们 基本上隔天就能送到的 又找了村里 一个开拖土车的 杀石全部他能搞定 等到第二天 钢筋水泥砂石等等 陆陆续续到来 各种大车来来去去 尘土飞扬 一派繁忙景象 叶连山和叶连松他们 也时刻在旁边看着 防止有些孩子和大人 不注意跑进场地 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 几天的忙碌过后 所有材料基本齐备 王顺东照的钢筋工 开始扎钢筋龙了 找的人也都是以前在外面工地上 专业做扎钢筋的 所以 技术是没问题的 一条条钢筋龙 放进事先挖好的墙基里 而所有的住处 都是铺上钢筋阀 竖起钢筋柱 木匠工也拖来一车车模板 开始织模 模板织好后就要 交住基础了 基础也是一个房子 最紧要的部分 基础交的好房子 也才能牢靠 因为叶辰家是两家的量 而且 不管基础粮还是住处 都比别人家的要大 所以 花了一天的时间 找的专业的队伍来交的 他们带有电动搅拌机 不过他们一天下来 虽然也能收益不菲 一袋袋的水泥 抱着上搅拌机 沙子石子也是两手 提着土兜子倒进去 搅拌好的混凝土 还要人工挑过去 一般人是真干不了的 可是镇上没有那种灌江车的 毕竟镇子上 也不会有什么大型的建筑场面 很少会用得到那种 叶辰特地跑到镇上 买了几箱的饮料 还有水果回来 给这些工人们解渴 光交基础 就整整用了一整天 交住完 叶辰痛快地给了钱 这种血汗钱 叶辰可不想 还去讨价还价的 接下来的一周 就是混凝土基础的生长期了 刚交住好的混凝土硬度 是不达标的 也不能立马在上面砌砖 每天白天 给这些基础浇水 就是叶辰的工作内容了 每天早上起来 叶辰就要去浇一遍水 之前截断水管的地方 装上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叶辰又买了 几十米的软管街上 叶辰就拖着软管 走在基础上 边走边浇 浇完一遍 正好回去吃饭 头两三天是水泥吃水 混凝土凝固的关键时刻 混凝土凝固过程 会释放大量热量 如果不能及时散热 会产生很大的缺陷 而浇水是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水浇少了 就有可能出现裂缝 表面粉化等 整个混凝土结构强度 就会下降非常多 上午九十点钟要浇一遍 午饭前一遍 午饭后一两点钟再浇一遍 下午三四点再一遍 等到太阳落山 六七点钟再浇一遍 就差不多了 一天六七遍是少不了的 三四天过后 就能适量减少点了 这天晚上 叶晨刚浇完水 两家人正在一起吃饭 手机声音响起来了 谁发的微信 这个声音每个手机都一样 大家都在翻出自己的手机 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手机响了 是我的手机响 是倩倩发的视频 喂 倩倩啊 王素梅看到自己手机上 小女儿叶倩发来了视频 她随即接通了 嗯 妈 是我 晚饭吃了吗 那边叶倩问候道 嗯 正在吃呢 你那边吃了吗 吃过了呢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我这边场就做到今天了 我准备明天就回去了 哦 那好啊 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啊 正好家里在做房子 你还不知道吧 家里在建房子 我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 那爸爸也回去了吗 叶倩听到家里在建房子很惊讶 他也没听说啊 嗯 你爸回来了 你哥也回来了 王素梅说着将手机摄像头对着众人照了一圈 爸 大伯 大妈 哥 哥你什么时候也回去了啊 叶倩逐个打着招呼 我比你爸回来的还早呢 你明天什么时候动身啊 怎么走 在哪下车 我去接你啊 叶倩接过手机对着那边的叶倩说道 你来接我 哥你买车了吗 叶倩疑惑地问道 对啊 买了车 你告诉我在哪下车 我去接你 哦 我买的明天一早出发到宜城的高铁票 这边没有直达书州的 大概上午11点多能到宜城 然后要坐汽车到书州 估计要到下午了 宜城市是书州的管辖市 因为书州的高铁站还没有建好 估计今年年底才能通车 所以高铁只能坐到宜城 那就别转车了 我反正也没事 明天我开车到宜城火车站接你 我们一起在那边吃午饭 然后再回来就行了 那太好了 不过那你可要开好远的路的 夜前听到夜晨要去车站接他很开心 但是也觉得距离有点远了 没事 左右开车过去也要不了两小时的 你回来肯定带着箱子 转车什么的也麻烦不是 夜晨无所谓的说道 其实夜晨他们家在书州的最北边 书州和宜城一个在西南边 一个在东南边 谁也不经过谁 反而去两个地方的路上 时间都差不多 一个半小时足够了 那行 那我到时候在车站等你 嗯 你到了打我电话就行 两个人约好后就结束了通话 然后夜晨将手机递给了王素梅 还要跑一程那么远干什么 等他坐车来到镇上 你再去接下他不就好了 夜连松听夜晨说 要跑到市里火车站去接夜倩 也是不大赞同 没事的 小说 没多少路 夜倩是个女孩子 这大热天的 让他拖着个行李去挤搬车 不也是遭罪吗 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 就跑一趟呗 夜晨说道 就是啊 让夜晨去接呗 他也没什么事要忙 回头那给基础浇水的事 让他罢来就行了 田惠芳也在旁边帮腔说道 小陈去接当然是最好了 就是要麻烦小陈了 王素梅说道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的 田惠芳听了王素梅的话 不禁说道 好好 不说这些了 那小陈你 明天去的路上也注意点 慢点开啊 你这也才刚开车没多久的 放心 我晓得的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 夜晨就开车从家里动身了 一个半小时多一点 夜晨就将车开到了火车站 找了个停车位 将车停好 看时间离夜倩道的时间还走 夜晨在车站广场上逛了逛 又嫌太阳太晒 寻了旁边的一个肯德基就进去了 进了门被空调吹得瞬间凉爽了 里面跟外面简直就是两个世界了 夜晨走到点餐台前 看了看菜单 点了杯冰可乐 来了一份薯条 然后找了个拐角坐下来 边吃着薯条喝着可乐 边刷起了抖音 不知过了多久 夜晨正看抖音看得起劲 猛地显示了一个来电 是夜倩的电话 夜晨接通了电话 倩倩啊 你到了吗 嗯 哥 我下火车了 你到了吗 夜倩问道 我早到了 那我现在就去出站口等着 你现在出来吧 夜晨说着 起了身往外走 好的 哥 夜倩说着挂了电话 夜晨出了肯德基 快步走到了出站口等着 很快就看到一堆人 从通道里走出来了 不过全都是戴着口罩 夜晨一时也看不清谁是谁了 夜晨只能睁大了眼睛寻找 重点关注那些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哥 哥 就在夜晨仔细地辨认着人的时候 他好像听到了 有人叫他 寻着声音看了过去 一个戴着口罩 撒着个马尾便 穿一身粉色的蕾丝白褶裙 拖着个粉色行李箱的女孩子 在朝他招手 夜晨定睛一看 可不就是他堂妹夜倩吗 哎 倩倩 快过来 夜晨连忙也朝夜倩挥了挥手 夜倩拖着行李箱 快步走到闸口 捡过了票 然后出了闸口 夜晨来到夜倩跟前 行李箱给我拿着 夜晨说着 接过了夜倩手上的行李箱 哥 你的车在哪停了呀 在地下停车场呢 我们那边走楼梯下去 夜晨说着指了下路 然后率先拖着行李箱走去 两人很快到了夜晨的车子前 哇 哥 这就是你买的车吗 真漂亮 这是什么牌子的 沃尔沃呀 你没听过这个牌子吗 听是听到过 不过 我又没注意过平时 夜倩对车子不感兴趣 也就什么 BBA之类牌子 他还听得多些的 能知道一些 上车吧 然后我先带你去吃午饭 吃完饭 我们就回去 夜晨打开后备箱 将行李箱放了进去 嗯 夜倩说着 也打开副驾驶坐了上去 哥 我们去哪吃饭啊 夜倩问道 等我搜一下 一程我来的也不多 以前每次都是匆匆经过 嗯 找到了一个 夜晨在地图上搜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土菜馆 设置好导航 然后启动了车子 车库出口 扫码付了停车费 别说 这小城市 连停车费还是很清明的 四小时内也只收五块钱 出了车库 按着导航行驶到了目的地 找了地方停好车 两人走进了土菜馆 里面装饰的 倒是有那么点古色古香的味道 有服务员领着他们到一张空桌坐下 如今正式用餐高峰期 前来吃饭的人还是不少的 服务员拿来了菜单 夜晨让夜倩点 夜倩说 还是你点吧 夜晨就看着 点了一个老鸡汤泡炒米 一个山粉原子烧肉 一个卤蚝炒腊肉 外加一个食蔬 基本上都是宜城本地的特色菜 夜晨他们自己老家也都会烧的菜 不过饭店的做法 还是会和农家有不少区别的 点好菜 服务员去下单 估计也要等 一会才能上菜的 小妈说 你去的昆山那边的厂子里上班呢 多做些什么啊 夜晨给夜倩倒了杯水 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喝了一口问道 就是一个电子厂 在流水线上工作 我们是暑期实践的 所以做的也都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 就是有点枯燥无聊 上班时间也挺长的 夜倩简单说了下她的工作 那是 你们就一个多月 真要负责点有技术的 你们也弄不来 等你们学会 也实践结束了 那你回家也待不了几天了吧 还有几天 大学就要陆续开学了 嗯 我们9月1号开学 在家还能待个一个星期左右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服务员端菜上来了 夜晨没要米饭 老鸡汤泡炒米 就是可以当主食了 夜晨给夜倩盛了一碗 先吃点鸡汤泡炒米 看看味道怎么样 然后也给自己盛了一碗 老鸡汤泡炒米 是极具移成特色的一道菜 真正的老鸡汤 是非常鲜美的 大米掺着铁沙 用铁锅炒出来 然后过筛 之后就得到了炒米 在移成 炒米除了用来做泡鸡汤 还能过年的时候做切糖糕 如果是小米炒出来的 还能做小米锅巴 油酥松脆 味道也很好 嗯 这鸡汤还是很鲜的 不过比家里的还是差点 也欠贺了几口鸡汤评价道 那当然了 家里的鸡都是粮食喂养 而且时间也久 人家饭店里 哪会拿那种鸡来给你做呀 叶晨也喝了几口 味道确实不能跟家里的味道比 饭店里鸡汤的鲜味 更多的是佐料料堆出来的 农家老母鸡 只要简简单单地放点盐就行了 那种鲜味 还是有差别的 叶晨又尝了下山粉原子 整体味道还是不错的 山粉原子 如果不说用料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 山粉就是山芋粉 也叫红薯粉 在叶晨老家 就是胡芋粉 农村现在很多人家 都还会种红薯 红薯叶子可以喂猪 红薯叶子的筋可以炒着吃 既清香又有嚼劲 至于红薯那吃法就更多了 可以蒸着吃 也可以晒红薯干 还有就是 能做红薯粉了 哎呀 吃太多了 肚子都吃撑了 一顿饭 两人吃了不短的时间 叶晨放下碗筷 摸了摸小肚子 满足地往椅子上一靠 皱着戏眉说道 呵呵 吃好了吗 我先去把账结了 叶晨说着 起身到了收银台 手机扫了收款码 将钱付了 回到餐桌前 看着靠在椅子上的叶晨 笑了笑说道 好了 起来了 我们回家吧 嗯 走吧 靠在椅子上不想动的叶晨 听到回家两个字 立马有劲了 在外面厂子里待了一个多月 他真的想家了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叶晨开车到家 车子到了门口 里面叶连松等人 就立马跑出来了 妈 爸 想死你们了 叶倩在叶晨停住车 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车门跳了下去 看到面前的活动房屋 还有点猛 他也不认识 但转眼看到 叶连松 王素梅他们出来了 他立马 叫着冲向他们 然后一下抱住了王素梅 好了 好了 都多大姑娘了 还像小孩子一样 叶连松也在旁边笑着说道 看得出来 看到青春活泼的女儿回家 他也很是高兴 倩倩回来了 叶连山和田惠芳 这时也站在旁边 大伯 大妈 叶倩此时 从王素梅怀里松开 看到叶连山他们 亲切地叫道 真怪 倩倩你瘦了 是不是在外面上班 太辛苦了啊 田惠芳看着叶倩问道 没瘦吧 再说 瘦了才好呢 女孩子都喜欢自己瘦点的 叶倩自然也不例外了 先进屋吧 叶晨从车子上 拿下行李箱 拿给了叶连松 叶连松将行李 拿进他们的房间 对了 小说 叶倩回来 就没有多余的房间睡了 要不晚上 你就跟我一个房间吧 她和小妈睡一间 怎么样 叶晨看着叶连松 将行李 拿进他们的房间 突然想到 他们总共 就三间房 这叶倩回来 还没房间住呢 对 连松你跟小陈 一个房间正好 叶连山听了叶晨的话 也比较赞同 那也行 倩倩在家也待不了几天 就到你那挤一挤了 叶连松也同意了 东西放下 叶倩又坐不住了 哥 我们去老屋那边看看吧 行啊 我正好去里水泥基础浇水 说着 两兄妹就朝老屋地基走去 到了地方 叶晨开了自来水 拿起水管 对着地基浇起水来 叶倩也跑上基础上面 在上面来回走着 你当心点 别被钢筋和铁丝之类的刮到了 叶晨嘱咐道 知道了 浇完了水 两人就回去了 晚上 田惠芳王素梅两人 做了一桌丰盛的菜 然后 又把叶晨叶倩他们的姑姑姑父 也叫来吃饭 当然还有小子芮 表叔 欣欣姐姐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她 小子芮过来没有看到欣欣 就连忙跑到叶晨跟前 拽了拽她的衣角问道 欣欣她回家了呀 我把她送到她爷爷奶奶家去了 叶晨回答道 那欣欣姐姐 什么时候再来啊 小子芮奶生奶气地问道 很快的 过几天 你就能看到她了 哦 那子芮知道了 对了 小子芮 我还有礼物忘了给你呢 说着 叶晨就回屋 拿出在外面买的一个模型车 然后给了小子芮 子芮 这个模型车送给你 你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 谢谢表叔 子芮接过叶晨递给她的玩具 开心地说道 不用谢 叶晨笑着摸了摸小子芮的头 奶奶 奶奶 表叔送了我一个玩具车 小子芮献宝式地 跑到屋里叶晨姑姑跟前 高举着叶晨送给她的玩具 高兴地叫道 小晨你怎么给她买东西了呀 乱花钱的 没多少钱的 上次回家人多给忘了 一直没给她 子芮 表叔给你买这么好的礼物 你有没有说谢谢啊 子芮有说谢谢的 对吧 表叔 小子芮还很认真的向叶晨求证着 对的 小子芮有说谢谢的 子芮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 叶晨笑着说道 那当然 幼儿园老师也夸我懂礼貌吗 子芮听到夸奖开心地笑着 肉嘟嘟的小脸上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很快饭菜好了 一家人围了一桌 开开心地吃了起来 晚饭过后 大家都出门来乘凉 虽然家里已经装好了空调 但大家还是习惯在室外乘凉 外面河边晚上空气也好 自然地和风吹的人也舒服 虽然科技的发展 给人们的生活带了很多的便利 但有些东西 真的还是自然的好 就像空调 虽然天热的时候能让人凉快 但空调的风就吹久了也不舒服 有时候甚至吹的人头昏头痛 还有像电饭锅炒锅之类 虽然是便利又快捷 但煮饭炒菜 还是农村的大铁锅做出来的香 当然在城市里那是没办法 基本上绝大多数是没有那个条件的 这也不知道 是城市居民的好处 还是悲哀 农村的夜晚温度 跟白天相差很大 这个时候 如果在城市里 那估计身边温度都还是燥热的 然而此刻的农村 来到河边 和风吹过 已经感觉到一丝的凉意了 天上的月亮很圆 也很亮 就因为月光太耀眼 旁边的群星反而被遮掩了不少 夜连山他们 从屋内拿出几个主意 坐在了河边乘凉 小子瑞拿着他的心到手的小玩具车 在路灯下的水泥路上玩 好在这上面平时没有多少车来 晚上那就更少了 所以 不用太担心的 老宅那边的地基 我看着已经来劲了 明天应该可以先把模板拆了 你们说呢 夜连山问道 嗯 我看也可以拆了 时间太久了 就不好拆了 估计再有个两三天 就能开始行砖了 夜连松也附和道 你们说了算吗 可以拆呢 我们明天就去拆去 夜城也不是太懂这些 当然是夜连山他们怎么说 就怎么做了 对了 你这是回来 就是为了家里盖房子吗 那你外面不上班了吗 旁边夜倩忽然问道 哦 我外边工作都辞了 所以不用上班了呀 夜城回答道 啊 那你不找工作了呀 夜倩有点不理解了 不找了呀 以后就在家里当农民种地了 不行吗 夜城开玩笑地说道 不会吧 你一个大学生回家种地 不怕人笑话呀 夜倩听到夜城说 回家当农民 有点惊讶了 对农村来说 如果你一个大学生说 要回家当农民 那绝对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 什么这孩子没出息了之类的 如果是以前 夜城自然也不敢就这么回农村的 农村这一点还是挺 怎么说呢 如果一家的孩子能走出去 在城里有份好工作 那人家都会认为你有出息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城里工作的 也都是混个温饱 各种日常开支除掉 并不见得比在农村收入多 但习惯了如此 年轻人哪怕在城市谋生困难 也先有回到农村的 现在他是有了资本 也就不怕别人说什么了 夜城这一段时间来的感受是 人一旦有了钱 就感觉有了底气 也就不像过去那么在乎 别人的一些想法了 可以随心地去做一些 自己愿意做的事 颇有点诛事 与我皆浮云 但看亭前花开落的心境 听你哥忽悠你呢 你哥是有钱了 他不光买了车 还在城里买了房呢 旁边的几个人 听到夜城在斗着夜倩 都不禁笑了 王素梅于是对着夜倩说道 啊 哥 你发财了 发多大财啊 怎么发财的 夜倩听说夜城发财了 连忙追问 夜城呵呵笑了一声 简单地把中奖的事 跟他说了一下 正好姑爷姑父也不算外人 不过夜城还是嘱咐他们 不要对外面讲 哇 哥 你太厉害了 你那么有钱了 给我的礼物呢 夜倩神经制式地 一惊一乍地问道 你这孩子 一个大姑娘 追着人家要礼物成什么样子 王素梅不满地说了夜倩 呵呵 小妈 没事的 又不是外人 想要礼物行啊 等你开学的时候 我送你去 再给你买你最想要的 雪梨手机和电脑怎么样 夜城笑着对夜倩说道 真的吗 谢谢哥 夜倩听到夜城的话 开心极了 对于以前的夜倩来说 雪梨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那是只能羡慕以下的 太贵了 他们这些农村的学生 哪能买得起 现在夜城说要给他买 他当然很高兴的 那怎么行 你还在上学 要那么好的手机和电脑干嘛 夜连松听着就不同意了 虽然他不是太懂那个牌子 但好歹 也在外面待了多年 知道那个牌子的手机电脑很贵的 嗯 夜倩被夜连松说的 贬着嘴不高兴的样子 哎呀 倩倩喜欢就叫小晨给他买一个吗 田惠芳说道 是啊 这是我给倩倩的礼物 再说东西贵虽然贵点 但是也更耐用不适 只要倩倩好好爱惜点用 算下来也差不多的 夜城也解释了一下 就是 我一定很宝贵 很宝贵的用的 夜倩听了夜城的话 连忙出口保证着 哎 你就宠着他吧 以后他还不得上天啊 王素梅对着夜城说道 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倩倩最小 不宠着他 还能宠着谁呢 夜城他们的姑姑夜连凤 也帮着说道 你们就是太惯着他了 都快二十岁了 还没个正行 整天疯疯癫癫的 王素梅也是笑着叹气说道 颇有点怒气不争的样子 倩倩这年纪正是快乐的时候 这样多好 每天开开心心的 难道还能让他像我一样 整天闷着呀 那多不好 夜城自嘲地说道 你那是稳重 他要有你一半懂事 我就放心了 王素梅说道 人都是随着年龄的成长而成熟的嘛 你哪能让他一下子变不来呢 以后他毕业进入社会见得多了 自然就成熟起来了 唉 小陈能有今天真为他高兴 现在买了车也买了房 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小陈今年应该有二十八了吧 不小了 夜连凤说道 夜连凤跟夜连山他们都是亲兄妹 所以也拿夜城当自己的孩子一样 也一直操心着夜城没成家的事 谁说不是呢 家里人操碎了心 他自己还一点不着急 说到夜城的亲事 田慧芳就有说不完的心事了 你们急什么呢 他那么个帅小伙 如今也是有车有房 还怕找不到老婆 再说 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有想法的 肯定要找个合适的不是 夜城姑父于建平说道 夜城听着长辈们 又议论起自己的婚事 又是一阵头大 又不好反驳什么 只有坐在那里当鸵鸟 低着头 手上拿着个树枝 在地上画圈圈 见霍恩那么几声 当时回应了 时间渐完 于建平夜连凤领着小子瑞回家了 夜城他们坐了一会儿 也各自回房睡觉了 天色渐明 还未大亮 夜城就起了床 这应该是回家以来起的最早的一次了 主要是夜城习惯了一个人睡 这猛的两个人睡 还是有点不习惯 夜城悄悄地打开房门出去 然后降门静静关上 天空还是蒙蒙亮的状态 月亮已经落下 对面的大山方向 一颗起明星悬挂于空 异常显眼 起明星就是我们熟知的金星 古代中国民间称为太白 早上出现在东方时又叫起明 傍晚出现在西方时也叫长庚星 黎明时分的天空 看起来是一片的深暗的蓝色 没有了太阳和月亮的光亮 那颗起明星就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一片深空 一座青山 一颗明星 清晨的微微凉风吹过 夜城不禁闭上了眼 举起双手伸了个懒腰 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 然后吐出来 活动了下脖梗 只感觉一身的轻松 清晨的空气给人的感觉都是甜的 夜城突然想跑一跑步了 以前在城市里 虽然也偶尔跑跑步 但因为条件的限制 只能在晚上车少的人行道上跑跑 耳边充斥着噪音 那感受也不知道是去锻炼 还是去受罪 夜城穿上袜子 换了一双运动鞋 然后沿着公路 开始往云风山的方向跑 夜城在路上一个人跑着 速度不快 一边跑 一边欣赏着四周的美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天色也逐渐地明亮 刚开始还只是朦朦胧胧的景色 只看那清静处 远处的群山就模糊一片 但渐渐地 光线越来越亮 早晨的云雾逐渐散开 山清水秀 道内是一片片的稻田 微微荡漾着几丝绿波 青蛙也早早地上了班 时不时地传来几声 呱 呱 夜城在如画的世界里轻跑 转眼跑了有两三公里 夜城停下脚步 擦了擦脸上的汗 抬眼望了望 才发现 已经跑到了云风山脚处 隐隐看到不远处 一道瀑布倾斜而下 一道斜处的小山脊 遮挡了下面的部分 但夜城知道 那里面在瀑布底部有一汪水潭 潭水不深 是水流下冲行成的 这座瀑布的上面 是一道人工修器的大坝 这就是夜城他们村的一个水电站 每次来看到眼前的景色 夜城总是不禁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两边是两座大山 两座大山相接形成了一道河沟 上流的近身很远 山泉水依河沟顺流而下 直到来到两山的出口处 一面崖壁比直上下 高下大概有上百米 远看就仿佛是哪位仙人 一刀劈出来的一样 这就是夜城他们当地人俗称的百丈崖 崖顶河流出口的位置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公家组织着修建的一道混凝土 加石器的大坝矗立在那 挡住了上游的河水 形成了山间平湖的美景 大坝有铁管道接到崖下 崖下不远 旁边有一青砖瓦房的屋子 里面装有水轮机 雨水多的时候就可以用来发电 夜城听父辈们说 曾经几十年前 在其他村海点没有灯的时候 他们云峰村就率先用上了点灯 就是因为这座水电站 今年夏天雨水不多 也很少发电 坝里面的水存满 就沿着坝岩一出 顺着牙口清线下 才形成了此时看到的瀑布 夜城曾记得 儿时常与三两伙伴 结队上到坝顶钓鱼 那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不过也少不了受到家人的训斥 少时候总是天不怕地不怕 几个小伙伴 到了放暑假的时候 那是上山下河的折腾 也经常就结伴去钓鱼 最开始的时候 还是没钱买钓鱼的工具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造 首先砍一根细竹子 削成棍来当钓鱼竿 然后找出妈妈的针线盒 拿出一根针 点一根蜡烛 用老虎钳夹住针的尾端 然后将针的中间段 放到蜡烛火苗上去烧 等到烧到通红 然后就放到石头上去压弯 反复几次才能成形 这样鱼钩就做好了 然后找来一个妈妈缝衣服的线 穿好针和鱼竿 就算完成了 再拿上小锄头 到地里去翻蚯蚓 那时的地里 蚯蚓真的好多 有时候就在家里院子 角落的几块石板 翻起来都能得到不少的蚯蚓 那时候叶辰父母他们一天到晚 都要到地里干活 也不可能在家看着他们 但那时叶辰的爷爷奶奶还在世 叶辰的奶奶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耳朵异常的灵敏 叶辰他们几个 稍微聊了些要去钓鱼的话 被他听到了 就在那不停地叮嘱着 不要去 可叶辰他们 这群小孩子 怎么可能听劝 几个人嘴上答应着不去 脚下去偷偷地溜走了 叶辰至今还记得 他们跑出好远 后面还能传来奶奶的唠叨声 当然对那时候的叶辰他们来说 钓鱼不是目的 玩才是最大的快乐 奔跑者就冲向了大坝 到了崖下 就沿着旁边山道的盘旋阶梯 一口气冲上顶 也不知道奶奶那么多的精力 叫现在的叶辰再上去的话 估计爬上去都有点费劲了 钓鱼是个耐心的活 大坝里的鱼都是泥鱼鱼 一群群的 开始一两条上钩特别的快 你刚抛下钩就能上鱼 但是过后就很难了 小孩子心无定性 坐不住的 一下换个地方 坝底又多枯树枝 一个不好鱼钩就挂住了 扯得用力了线就断了 也就钓不了鱼了 这也是他们最多的结束方式 一场下来 有时能钓个四五条 拿回家 叶辰的父母 早已从他奶奶那里知道了 免不了又是一顿训斥 叶辰彼时还是很怕他父亲的 但熊孩子就是既吃不既打 晚上 桌上就会多一道鱼汤 那么几条小鱼 也做不了什么菜 田惠芳就会烧个鱼汤 而鱼也全都夹到叶辰碗里的 叶辰望着眼前的那道瀑布 思绪想到了很多 小时候的一幕幕浮现眼前 那时候农村家都穷 日子过得也苦 吃得穿得也是紧巴巴的 但现在 回想起那曾经的一幕幕 叶辰的心中只有欢乐 曾经的苦没有一点了 思绪万千 几声轻叹 曾经的小伙伴 如今都已成家 也都在城里工作生活 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不知道今年过年的时候 能不能再相聚呢 叶辰望了一眼眼前的美景 转身继续往回跑 来回五六公里的路 跑到家的时候 天已大亮 家里人也都已经起床了 小辰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啊 我都没有察觉到 叶连松正在旁边的 零食水池子旁边洗漱 看到叶辰从上面跑下来 问道 起来有一会儿了 早晨空气新鲜 就去上面跑了一圈 活动活动筋骨 叶辰回答道 赶紧来吃早饭了 看你跑得一身汗 要不要先洗个澡 田惠芳问道 不用 我擦擦就行了 没出多少汗呢 叶辰说着脱掉鞋袜 穿上凉拖鞋 脱下上身T恤 拿起牙刷挤上牙膏 然后再拿上一条毛巾 就走向河边 到了河边 叶辰将毛巾甩进河里 然后自己也穿着个裤衩 就下了河 他弯腰低头 在河里含了口水润口 然后就这么在河中央刷起了牙 刷好牙 直接灌几口水漱口 农村的生活 就是这么自在 无拘无束 不用像城里那样 局缩在一个小盆子里 刷好牙 叶辰站在河里 用毛巾捧起河水洗脸 然后又将自己身上擦了一遍 早上的河水 还有一丝清凉 刚擦到身上 叶辰那是一个机灵 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擦完了身子 叶辰拧干毛巾 上了岸回家 找了件T恤换上 早饭好了吗 小倩呢 起来了吗 叶辰换好衣服后问道 还在睡觉呢 喊了几遍也不起来 王素梅在往桌上端着菜 听到叶辰的话回答道 叶辰 叶辰 起来吃饭了 叶辰来到叶辰房门口 隔着窗户喊道 哎呀 人家要睡觉 不吃早饭 里面传来了嗡里嗡气的回答 叶辰不用看就知道 那丫头一定是被子捂着脑袋在说话 哼 叶辰暗自笑了一下 也就没再叫了 叫不起来吧 那么大人 还跟个懒猪一样 王素梅看叶辰 也叫不动自家姑娘 说道 哼哼 让她睡吧 昨天也赶了一天路 估计也有点累 我们自己吃吧 我看她早上不会吃了 两家人开始吃起了早饭 小倩啊 你等去老屋那边积水凉胶水 我跟你小叔 也去帮忙把木板拆了去 叶连山拿上了锄头 对着叶辰说道 行啊 今天拆了 估计再过个两天 大后天就要开始行砖了吧 叶辰边喝着周边问道 对 看好的日子 对了 回头还得去镇上买点鞭炮 到时要用的 得买万鞭吧 叶辰问道 嗯 就买万鞭吧 记得买两挂 知道 吃过了早饭 叶辰和叶连山叶连松三人 到了老房地基上 叶连山叶连松 一人拿着一根铁杠 示意就是撬棍 将一块块木板撬开 然后叶辰将木板抱起 堆到旁边去 叶辰起初没戴手套 双手抱起木板后 那水泥掺杂着木板的粗糙 将他的手摸得太痛了 又跑回家 去拿了双手套戴上才好点 前后弄了一个多小时 才将所有木板拆完 几个人将木板清理完 然后 叶辰又拿起水管 浇了一遍水 实质半赏 艳阳高照 热气习人 劳作的人也都回家避暑了 叶倩也终于姗姗然起床 披着个乱蓬蓬的头发出了房间 一家人在客厅坐着歇息的歇息 看电视的看电视 看着他这副尊容都是忍俊不惊 哎哟 我们的大小姐终于舍得起来了 叶辰率先调侃道 有那么能睡啊 你 再睡一会儿 就天黑了 王素梅笑骂道 人家没睡好吗 当然要继续睡了 叶倩却不怎么在意 反正他每次回家都这副德行 家人的调侃他也是欣欣然接受 然后去洗漱去了 妈 现在观音柴多不多啊 反正没事做 我想去摘点观音叶来做观音扎豆腐 叶辰闲得无聊 一下想到了小时候曾经做的一种美食 于是问田惠芳 你还记得观音扎豆腐啊 小时候你们姐弟几个还经常做 现在观音树当然还有的 对面的山脚呢 还有对面那条小溪流边都是的 田惠芳边回答 边用手指了指对面说道 哦 那我等下去看看 有的话摘点回来坐着试试 不知道还做不做得出来 好久没做过了 叶辰顺着田惠芳指的方向看了看 那些地方以前叶辰小时候 都是经常去的 你要想吃就去摘点叶子回来 不会我们帮你就是了 田惠芳说道 叶辰 赶紧弄完 我们去摘观音叶子去啊 回来做豆腐吃 叶辰对着叶辰喊道 这么热跑出去摘树叶 哥你有病啊 叶辰回道 死丫头 怎么说话呢 王素没听到叶辰的话 说了他一句 没事 现在摘回来做好 正好中午就能吃上 大中午天气热的时候 吃这个最是结束了 好吧 等我一下 等到叶倩洗漱完 然后又看着他套上袖套 又把他妈的草帽找出来戴上了 真是全副武装啊 好了 走吧 叶倩说道 你这也太离谱了吧 去摘几只树枝而已 你至于这么武装吗 叶辰看叶倩这一顿操作 也是无语了 你不懂 女孩子皮肤娇嫩 当然要好好保护了 要是晒黑了怎么办 你这大直男 难怪还找不到女朋友 叶倩对着叶辰说道 算了 不跟你说 走吧 叶辰懒得跟他争辩 说着就出了门 外面热 别待太久了 摘差不多了 就赶紧回来 田慧芳站在门口 看着出去的两人叮嘱道 完了又回头对屋里的人说道 哎 两个人都那么大了 还是像小孩一样 他们两兄妹感情好 打得闹闹的习惯了 随他们吧 这样家里也热闹不是 以前他们都在外面 这家里就感觉冷冷清清的 王素梅温和地说道 他也喜欢家里热热闹闹的 是啊 孩子回来了 家里真的热闹了不少 田慧芳也认同地点点头说道 父母总是期望孩子陪在身边的 但是以前 孩子在外面工作的工作 上学的上学 哪有时间和条件 陪在自己身边呢 他们总是有那个期盼 也是无庸 这次叶辰从外面回来 老两口虽然嘴上不说 但每天脸上洋溢着的笑意 却是多了不少 再说夜晨夜倩两兄妹 从河边找到石阶下到下面 然后踩着石头过河到了对岸 河里面过河的石头 都是上下邻居一起堆出来的 这条河除了下雨外 平时水位都不高 为了方便过河 人们就挪来一些大石头 间隔着放稳 都要大道露出水面 排成了一条直线 这样谁烧的时候 过河就方便许多 不用从再走一段距离 绕桥过河了 对面的河边 因为没有统一修筑石头的河坡 所以还长着不少的杂树杂草 夜晨他们要找的观音柴 就是其中一种了 观音柴学名腐壁 夜晨他们当地称作观音柴 当然全国各地 不同的地方 教法也是千奇百怪 不尽相同 如土长山 臭娘子 六月洞 臭黄金 小青树 豆腐木等等 观音柴也可以算是一种中草药 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 可用于瘧疾 谢谢 利己 醉酒头痛 臃肿 钉窗 单独 蛇虫咬伤 创伤出血等 观音柴在夜晨他们家 这也算是常见之物 树形不是很高大 大概一米高左右 叶子有普通条羹底部大小 呈卵形 顶端见尖 边缘是不规则的粗齿 枝头都会结有一粗粗的绿色花鳄 当然这是不能吃的 只有叶子 才是制作观音柴豆腐的真正原料 烈日考制出的幽香 在山野里飘荡 夜晨和夜芡 沿着山脚的小路往前寻找 很快夜晨就闻到了她的香味 虽然很多年没去关注过 但那香味就是给她熟悉的感觉 夜晨他们寻着香味寻找 看 那边那有一棵 我们过去吧 夜晨看到远处的小山坎边长着一棵 忙对夜芡说道 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 夜芡扫了一遍也没看见 也是 夏天什么东西都是绿的 不是特别熟悉的 很难一下子分辨出了什么是什么 跟我走就是了 夜晨说着 率先向着前方走过去 夜芡只好在后面跟上了 很快到了地方 看 这不就是了 夜晨指了指面前的一棵树说道 他斜着生长在面前山脚的土丘崖壁上 那怎么摘啊 我都够不到 别急 我爬到坡上去摘 等一下我从上面扔下来 你在下面接住就行了 好 那你小心点哦 嗯 夜晨说着就从旁边 抓着坡上长的杂草和杂柴树枝爬了上去 当然这时候抓什么草也是要注意的 如果抓到八毛草 五结芒 或者藤刺 那可就是一道伤口了 夜晨站到观音柴的上方 整个观音柴是那种很多根枝的散状树木 夜晨伸手将枝子一根根的折断 然后扔下下面 夜芡则将夜晨扔的树枝一个个的捡起堆在一起 其实可以光采叶子 但那会比较麻烦 还是折枝的方法比较快 到时候回到家再将叶子取下来就是了 因为观音柴树的再生能力极强 所以不用担心 折多了树枝会死 采折过后 它很快就会重新发植土叶 是很顽强的一种树 一棵树上的叶子 做一次观音扎豆腐 完全是绰绰有的 夜晨捡着叶子好得多得折了不少 哥 应该够了吧 这里有一大堆了 下面夜芡对着夜晨说道 夜晨看了看下面 夜芡旁边已经堆起一小堆了 夜晨也感觉差不多了 好 那我就下来了 说着夜晨往下走 差不多距离了就纵身一跳 稳稳地站在了小路上 来 我先抱一堆 抱不下的你再捡起来 我们回去了 夜晨俯身抱起一堆 地上还剩了一点 夜芡也一支支捡起抱在了怀里 两兄妹启程回家 到了家门口 田惠芳看到他们抱着一堆枝叶回来 弄了这么多啊 来 放这里吧 夜晨将怀里的一抛扔在了梅扣的空地上 胆了胆身上的杂草 王素梅拿来一个大塑料脸盆 先把叶子摘下来吧 叶连山叶连松两个在屋里面下象棋 他们都喜欢下棋 闲的时候就喜欢来几局 田惠芳王素梅 叶辰叶倩四人 就围着那一堆观音柴的枝叶蹲在那 拿着枝子 将上面的树叶一片片地摘下来 丢到脸盆里 叶辰蹲着摘了一会儿 感觉腿都酸了 起来活动了下 又跑屋里 拿出几个小椅子小板凳 给几人坐着 人多干活也就快 何况还有两个实力派 很快叶子就摘好了 王素梅就要端起来 去洗了 叶辰忙着接过来说道 小妈 你和我妈就在旁边看着吧 我和叶倩来坐 哪里不对了 你们再说 对啊 你别忙了 让他们俩去坐吧 田惠芳也跟着说道 那行吧 那你们就先把叶子洗干净 要多洗几遍啊 王素梅叮嘱道 知道了 叶辰端起满满的一盆观音叶来到水池旁 将水池的下水水孔赛上 打开水龙头 然后将观音叶全都倒入水池 待水蓄得差不多 就轻轻搓洗 洗好又捞起放入脸盆 放掉水 再重复洗 如此清洗两三遍 确保清洗干净了 洗好了 接下来就是搓出枝叶了 那一盆太多了不好弄 小倩去再拿一个盆过来 田惠芳在旁边说道 好 我去拿 叶倩又转身去厨房拿了个盆出来 叶辰将原先盆里的叶子 抓了一些 放到新盆里 接下来 你们就搓叶子吧 尽量把枝叶全都搓出来啊 叶子搓得越碎越烂越好 好的 那小倩 我们就来比赛 看谁先弄好了 叶辰说着手上 开始搓了起来 哼 谁怕你啊 叶倩哼了一声 也开始埋头 双手用力搓起叶子 碧绿的枝叶在双手的揉搓下 很快就溢了出来 开始很粗糙的树叶 搓出枝叶之后 又变得有种滑腻腻的感觉 观音叶弄得太多了 叶倩连叫嚷着好泪 搓不动了 可是看着叶辰还在那里搓 又不服气 咬着牙继续奋斗 不短的时间 枝叶差不多都搓出来了 终于好了 累死我了 叶倩用手臂擦了擦额上的汗水 手上全都是碎叶渣和绿色的汁 行了 接下来就是过滤了 我去把家里打豆腐用的绿布拿出来 田惠芳说着 进屋去寻找 很快就拿着一块白色的绿布出来了 农村以前每家每户过年 都要自己磨黄豆打豆腐的 所以 家家都会有那么一块打豆腐用的 过滤豆腐渣的绿布 田惠芳拿着绿布在水池里面搓洗了几遍 毕竟也放着有段时间没用了 这时王素梅也拿来两瓶开水 倒进了两个盆里 这倒多少水 是要根据汁液的量 来按比例混合的 水倒的少了 最后出来的豆腐就会不嫩 而水多了出来的豆腐 又会淡而无味 这就需要有经验了 好了 你们拿个筷子 将汁液搅拌均匀吧 然后就放在那里 让水温降一点 叶晨又跑进厨房抽了两双筷子 和叶芡一人一双开始搅拌起来 搅拌好了 就等着水温降低了 小陈 等一下还要用到草木灰 家里现在 厨房烧的液化器 以前的老锅台又拆了 你拿个火签子 去旁边你王一家去产一签子来 不用太多 田惠芳对着叶晨说道 叶晨又赶忙拿起个火签子 颠颠地去人家家里 产了一签子草木灰回来 草木灰顾名思义 就是草之灰或木之灰 农家灶台里柴火烧过后 留下的灰烬就是 在农村很多土方土法 都有它的身影 做观音豆腐时撒草木灰 就是起到凝固成形的作用 作用类同于平时打豆腐用的石膏 别看它好像听起来 就不是应该用在食物里的 但缺少了 它还就真不行 等到水温降得差不多了 王素梅又拿来的心盆放在地上 田惠芳将滤网散开 让叶晨和叶芊 一人捉两个脚 四脚拉开 然后田惠芳就用水瓢摇起枝叶 倒入滤网中间 碧绿的枝叶透过滤网滴下 一瓢瓢的枝叶倒入 枝叶过滤得越来越慢 因为里面的渣子存留得越来越多 王素梅接着在下方双手掐住渣子 然后使劲地捏 等将枝叶全部挤干 剩下了的干渣子就倒在一旁 就这样重复着 所有的枝叶过滤完 得到了大半盆的观音豆腐汁 这样一盆太厚 不利于撒草木灰和凝固 王素梅又将原先地 盆洗了一个出来 分装了一些出去 接下来就是撒草木灰了 叶晨找来一块干净的布 然后将草木灰倒到上面 将四面的的布口一把握紧 这要是手松了 布口撒出来的灰撒到枝叶里面 可就真成了吃土了 叶晨握着装油草木灰的布袋 来到盆上面 轻轻地敲击着口袋 很细很细的草木灰 撒向了碧绿的枝叶上面 要撒匀一点啊 别一个地方多一个地方少的 田惠芳在旁边叮嘱着 嗯 叶晨奔了一声 神态目不转睛地 盯着观音之表面 全部撒完后 再在两盆观音豆腐之上面 盖上盖子 剩下的 就是等着凝固成形了 田惠芳和王素梅 见叶晨他们弄好 就去厨房烧火做饭了 前前后后 也弄了个把小时了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叶晨打开盖子 只见盆里面 绿莹的整块观音扎豆腐 就像那深绿色的翡翠一样 煞是好看 哇 哥 我们成功了耶 叶晨看到 眼前的观音扎豆腐 很是高兴 这可是 他亲自动手做的 嗯 我去拿刀切开 你去拿几个碗来 我们吃吃 看味道怎么样 叶晨也是很满意 自己的这一次打豆腐的成果 好 叶晨拿来了菜刀 在豆腐表面切下 那是真的丝滑般没有阻挡 横着切五刀 再竖着切五刀 豆腐快就切好了 叶晨拿起叶晨端来的碗 用铲子铲起一块放到碗里 对叶晨说道 你先问问我爸妈和你爸妈 要吃什么口味 加糖还是不加糖 先盛给他们 好 我这就问 叶晨又匆忙地跑到客厅 问了叶连山和叶连松 又跑到厨房问田惠芳和王素梅 问好了 再根据他们的口味添加 然后送给到他们手上 来 这是给你的 今天辛苦了哦 叶晨又盛了一碗给叶晨 笑着说道 你也辛苦 来 给你加点糖 叶晨笑着接过了碗 往自己的豆腐里加了一勺糖 又作怪地 往叶晨盛好的碗里倒了一勺 我谢谢你哦 两个人阴阳怪气地假正惊了一番 嗯 真好吃 感觉刚入嘴还没感觉呢 就滑到肚子里去了呢 叶倩尝了一口说道 叶晨也尝了一口 味道是真不错 观音渣豆腐吃起来就特别地滑 一个吞咽 就顺着喉咙滑到肚子里了 叶晨几口就吃完了一碗 回味着那观音渣豆腐所特有的清香 叶晨也还是有点感慨的 观音渣豆腐也算是山中之宝了 但是 养在深归人喂食 长期以来只是山里普通人家 偶尔食用的一种小吃 外面的人估计听都没听到过吧 也就更没可能走上正规的餐桌上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观音渣豆腐 是不可多得的保健营养佳品 可以说是森林蔬菜 如果有机会 叶晨还真想将其发展成一种特色美食 吸引外地人来品尝 其实 关于观音渣豆腐的来历 还有一个美丽又有些伤感的传说 说是很久以前 人间发生饥荒 难民无数 尸横遍野 观音不忍 用羊柳汁 撒甘露于人间 甘露所到之处 长出了醋醋绿树 鸡民摘叶取其枝加灰 做成了豆腐 食用冲鸡 挨过了饥荒 观音树 观音豆腐之名 因此而来 既是有品质的 有味道的好东西 还有一个好的故事 以后倒是可以考虑开发开发的 家里人每人都吃了一碗 然后田惠芳 又让叶晨他们 给旁边的邻居 每家都送一块 叶晨家这一块 上下邻居之间 相处得非常融洽 自叶晨 有记忆以来 就没见 哪家红过脸吵过架 哪家有事 大家都会来帮忙 谁家要是做点什么 平时很少吃的东西 都会想着送给邻居一点 所以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 在叶晨家这里 是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叶晨他们这次做了很多 一家送一块 还有的多的 这东西也不能九哥 就是吃个新鲜劲 叶晨和叶茜 没人都一手一个碗 从最下面的一家开始送 这个时候在家的 基本上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 还有一些孩子 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还有几乎家里没人 一家人都出去打工的打工 工作的工作了 叶晨他们分开来送到各家 将碗里的豆腐 倒到他们自己家的碗里 在大家的感谢声中离开 在农村 也许你送的东西 本身没有多少价值 现在这个社会 也不是以前缺衣少穿的时代 但你有新鲜东西 愿意去分享 那就是 你有那份心 知道惦记着人家 这种东西都是相互的 叶晨知道 家里这么好的邻里关系 是靠叶连山田惠芳他们良好的为人处师换来的 自小而如木染 他的性格也很招周围这些父母辈和老一辈人的喜欢 有不少人家他们去的时候正在吃饭 也热情地让他们们留下吃饭 叶晨说家里饭菜也好了 推脱了他们的热情 回到家 饭菜已经好了 看到叶晨他们回来 田惠芳他们就开始端菜上桌了 叶晨发现桌上有一个菜也是用观音渣豆腐做的 问道 妈 观音渣豆腐还能做菜吗 那当然啊 豆腐怎么就不能做菜了 只是你们以前都是直接吃而已 下点油盐 再放上小米辣 味道就很好的 我来尝尝 说着 叶晨拿起一个勺子 咬了两勺 润滑爽辣 颇有点开胃 叶晨想不到 只是简单地烹调一下 又是一种味道 吃过午饭 叶晨回到房间小睡了个午觉 睡了一个小时 醒来之后 叶晨打算去镇上一趟了 把过两天要用的鞭炮买回来 叶晨来到客厅 叶晨正坐在那玩手机 倩倩 我爸妈他们人呢 他们刚才都去田里干活去了 我去镇上买东西 你去不去啊 叶晨问道 去去去 在家无聊又没事干 走吧 叶晨听到叶晨说要去镇上 立马站起来说道 那走吧 叶晨说着 转身上车 两人来到了镇子上 叶晨将车开到了卖烟花爆竹的店 进去寻了两挂一万小的鞭炮 看到旁边还摆着各种烟花 叶晨问叶晨道 我们再买两个烟花怎么样 你决定就好啊 我又不懂 叶晨无所谓的道 那行吧 老板 烟花都有什么样的 给介绍介绍 我再买两个烟花 你们什么时间放 白天还是黑夜 白天的就主要要想 烟花看不清楚 也看不出效果 如果是晚上用 那就买烟花最好了 老板介绍道 早晨吧 天微微亮 那烟花也可以 能看得到效果 然后老板又介绍了各种烟花的大致效果 不过烟花这东西不放出来 怎么说都是白扯 烟花盒子上的效果 那就更是离谱了 抱着买贵的肯定不会错的新想法 叶晨选了两个最贵的烟花 四样加在一起 算好钱 扫码付了款 现在农村也是电子支付方式普及的厉害 大的小的 只要是开店的 就都能扫码支付了 叶晨感觉自己 都好长时间没碰过钱了 装好了烟花 叶晨又问叶倩 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手机电脑就等你出去时候 在外面给你买 镇上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多 虽然也能用 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出问题了 那我们去超市逛逛吧 买点吃的 叶倩说道 你个馋鬼 那么喜欢吃零食 不怕长胖啊 叶晨笑道 我可是吃不胖的体质 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叶倩昂着头 得意洋洋的在那说道 看着叶倩的凡尔赛样子 叶晨也懒得争辩 人家才二十岁不到 还没到需要控制身材的时候呢 两人来到了超市 一人拿起一个购物栏 就开始逛了起来 哥 我先那边看看 等一下过来找你 叶倩说着 就率先走开了 两人来到了零食区 叶倩选着些薯片之类的 蓬化食品 叶晨也买了点瓜子之类的零食 又买了点纸巾之类的生活用品 买完了东西 两人就开车回去了 回到家将车上东西卸下来放好 从冰箱里 一人又咬了一碗观音渣豆腐吃 叶倩没事干 又在那玩手机了 叶晨看了会儿手机 觉得没意思了 以前在外面 差不多是除了工作时间外 上厕所手机都要带着 没有手机 就跟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彷徨 如今回到家 叶晨玩手机的时间 少了太多太多 只是偶尔才摆弄摆弄手机了 很多时候要么做事 要么玩 需要手机打发时间的时候 愈发少了 以前一个手机就是全部 人也像被关在那个手机牢笼里一样 看问题做事 也好像有个矿矿矿着 回到了农村 离大自然最亲近的地方 整个人所感受最深的 就是真实 身边的人和事 周边的一草一木 都是真的触手可及 让人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安心 也就不需要手机里的东西来麻醉自己了 没有了以前那种在城市里的感觉 飘着的 沾不着地的 叶晨去给地基浇了一遍水 想着也无事 就去田里看看叶连山他们 叶连山田惠坊 他们总是闲不下来的 一有空就要忙活几亩田和地 叶晨总觉得 家里人忙活那么多干嘛 也总是劝他们少种点地 但他们从来不听的 叶晨总想着 家里一年到头种地 那道子不说 每年收的稻谷也吃不完 现在家里去年的稻谷 估计还有几百斤呢 而且 这还是在拿粮食喂养了不少鸡鸭的情况下的 除了种水稻 他们还要种红薯 种玉米 这两样 其实人只吃了很少的一部分 多数都用来喂鸡 喂鸭喂猪了 种得那么辛苦 其实就过年能有些鸡鸭猪肉之类的 当然 这些东西那绝对口感味道品质 绝对是外面买的所不能比的 但叶晨一直觉得 这种耕种和饲养方式 真的太划不来了 尤其是在城里生活过的都知道 那超市里的鸡鸭鱼猪肉之类 那也能叫肉吗 稍微沾点粮食喂养的价格都贵得离谱 还有纯天然不打农药的稻米玉米等等 要是放到城里 那都是天价了 而在农村 一个形成不了规模 都是农户散众散养 没有规模就形成不了效益 投入和回报就严重不成比例了 虽然他们总是说 闲着也是闲着 多做点不就多获得点收成 但叶晨想凭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些改变 他心中有一些想法 现在的电商和物流行业的蓬勃发展 加上短视频直播之类的平台兴起 只要抓住机会 迎风而上 牛也是能飞起来的 来到田边 只见叶连山和田惠芳戴着个草帽 弯腰在地里捡田草 远处其他田里 也都隐隐约约 有人在劳作 而他们大多都是些五六十岁左右的人了 现在不说小年轻 四十多岁的人 也都是在外面打工的多了 叶晨沿着田梗往田中间 走到他父母近处 脱了鞋 下了田 小陈你怎么来了 快上去 田里脏 等一下把衣服弄脏了 田惠芳正起身 感觉到后面有人 回头就看到 叶晨正在往田里走 我在家也没事 正好来帮你们把把草 叶晨说道 你来把什么草 这大太阳的 我们就剩这个田了 很快就能拔完呢 叶连山这时也说道 哎呀 多个人不是快点吗 叶晨回道 小陈是孝顺你们 才来帮你们呢 有很多家长 叫都叫不动嘛 我家那丫头 就没想着来田里 帮帮我们呢 旁边田里 叶晨小妈王素梅 这时也说道 小千是女孩子嘛 从小也没下过田 她也干不来啊 叶晨帮着叶倩说道 叶晨他们小时候 那个家也都挺穷的 孩子们也要经常 帮家里干点农活的 田里这些事 从春到冬 从洒种到收割 她还真没有 没经历过的呢 这田里怎么这么干啊 我看这地上都开裂了 叶晨感觉赤脚踩着 还有点割脚 低头看着田土 都有点泛白开裂了 这个夏天雨水少 你没看河里面 谁比往年要少了吗 里边那条灌溉渠 也不怎么好 缺口的缺口 渗水的渗水 迎点水过来难啊 那这不是影响水道生长吗 会不会到时候 缺水干枯掉啊 那倒不会 虽然水少 但还是隔断时间 还是能有点水进到田里 现在看着地表开裂 其实地下还是留存有水分的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雨 雨水少了 就可能减产的 叶连山看着眼前的稻田 皱着眉头说道 这灌溉水渠 怎么也没人修修啊 叶晨问道 来田里的路上 也看到了那条渠 就顺着田间的主路 一直向下面去了 整条沟渠里 全都长满了草 也没多少水下来 现在种田的少了 你没看好多田里都长的草吗 现在人不愿种田了 墾田的工资 还有肥料人工 一年到头忙下来也没多少钱 远不如外出打工赚得多 自然田就越来越慌了 再说 这田慌得多了 农户也就少了 集资修取就不可能了 村里看你慌得多 自然也就不会想着 去申请修去工程经费了 这样啊 叶晨望着眼前的田野 若有所思 时间过得很快 差不多四五点钟 叶晨家田里的草拔完了 他们又到叶连松他们家的田里 帮着他们将田草剪完 回到家 叶晨还是很懂事地 将冰箱里的绿豆腐拿出来 呈给了几个人 夜色如水 吃过晚饭 叶连山他们在外面乘凉 叶晨还是躲在屋子里玩手机 叶晨对他说 你怎么又在看手机了 一天到晚就盯在手机上 当心把眼睛看坏了 不看手机干嘛 看电视啊 那不一样吗 叶晨盘腿坐在凳子上 翻了一下白眼 继续看着手机 我这 叶晨也被他的神脑回路 给对的 不知道说啥了 走 我们出去散步去 刚吃了饭 也不知道消化消化 叶晨说着 上前将叶晨拉了起来 叶晨满脸牢骚 可还是被叶晨 拉着出了门 两人走在大路上 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盏路灯 所以光线还不错 他们向着下方村部的方向走去 路边是依稀错落着的房屋 每家门前路边或河边都坐着三三两两的乘梁的人 也有一些屋里漆黑一片没有亮灯的 这些人家肯定就是没人在家的 叶晨差不多还是都能认得出是哪些人家的 而他们大多也熟悉叶晨他们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 叶晨对老家这一块的老一辈人还比较熟悉 而同龄的年轻一辈反而不怎么熟悉 有时一年回来 看到有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年轻 感觉就跟陌生人一样 好像从来没见到过似的 老辈人一直在那 也都是熟悉的脸庞 而年轻的成长得太快 离家也太久了 两人步行者来到了村部这里 离家也有五六百米的样子 只听见旁边村部广场上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还真是全国统一的曲目啊 再往前走了一点 就看到广场上一群四五十岁的女人 在随着音乐跳广场舞呢 哥 原来我们家也有人跳广场舞啊 我以前一直以为 只有城里人才会跳呢 这不遍地都是了吗 叶辰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跳舞的人 也没有什么舞姿 就是简单地伸伸胳膊伸伸腿 转个伸扭个腰的 但叶辰感觉 这一幕莫名地为农村增添了一丝阳光和朝气 平日里看到的都是劳作的人 有那么一种木气沉沉的厚重感 现在这一幕带着点对生活的热爱 更是一种朝气 年龄不是问题 有这种追求解放个性和生活态度的改变 让叶辰对老家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倩倩 你也上去跳一跳 叶辰打趣地问着旁边的野叶倩 才不要呢 要跳你怎么不上去跳呢 讨厌 叶倩捶了一下叶辰 呵呵 你在学校学跳舞吗 叶辰问道 没有啊 又不是舞蹈专业的 哪有机会学 平时在学校除了学习都干嘛 叶辰问道 他都毕业还几年了 也挺好奇 现在的学生平时都干些什么 也没什么干的 平时除了上课 就是自习看书 或者玩玩吃鸡呀 王者呀之类的呗 一天到晚听别人谈的都是这些 吃鸡王者到底什么玩意 怎么那么多人都在玩 叶辰不玩游戏 但好像什么时候开始 周围一下谈论的 都是什么吃鸡呀 王者之类的 听得叶辰莫名其妙 后来他才知道 原来是手机上玩的游戏 经常看着几个人 一人一个手机围在一起 玩得可起敬了 叶辰感觉 那时候就像有代沟了 他自己是个游戏黑洞 玩不好游戏 也就不感兴趣了 那是 这两款游戏可火了 你居然都没玩过吗 叶倩说道 我玩游戏不行 记得我上大学 那会才学会上网玩游戏 那时候流行玩CF 还加入过战队呢 不过我没玩游戏的天赋 动不动就被别人爆头 玩不好就越来越不想打了 那以后就没玩过游戏了 我玩游戏技术也不行 不过社友有时候想打 就拉我去组队了 唉 现在挺羡慕你们的学校生活了 毕业之后 叶辰才知道 学校生活的珍贵 尤其遭受了社会的各种毒打之后 每每回忆起学校的点点滴滴 总是生起无限的追忆和思念 好像再回到学校生活 有什么羡慕 不就那样吗 你不也是大学过来的 叶倩表示不理解 看着叶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样子 叶辰不知道怎么说了 有些东西 是要自己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 算了 说了你也不会懂得 对了 等你开学我送你去学校吧 还没去你学校看过 这次我有时间陪你去看看 叶辰突然很想 再去大学校园里感受下 反正那时候也没什么事 家里的房子建设 都包给人家 也不用管吃喝 不用自己小工 乐得轻松 只要看着下工程 是不是按图纸建的 或是哪里还需要再完善一下就行了 真的吗 你要送我去学校 哥你太好了 这样就省得我自己 还要单独去坐车了 叶倩听到叶辰说 要送自己去学校高兴极了 毕竟每次坐车去学校 可不是个轻松活 拎着行李箱上车下车转车的 一趟下来 要一整天时间 可累了 是啊 正好有时间 要不我们提前一天走 带你去我新房子看看啊 把我爸妈和小叔小妈一起带上 叶辰临时起义 想着自己的新房家人都还没去看过呢 对啊 你新房我们都还没去过呢 那行 我们就提前一天 不 两天吧 一天到你新房子还没待稳 第二天就要走了 叶倩考虑了下说道 行 回去就跟他们说一声 确定好时间 叶辰和叶倩 又在广场上逗留了一会儿 然后返程回了家 到了家 家人们都还在外面乘凉没睡呢 叶辰就把和叶倩的打算 跟他们说了 家里房子都要动工了 这时候出去家里这一大摊子怎么办啊 叶连山田回方 他们也想去叶辰的新房去看看 毕竟 那是他们自己儿子买的新房爱 可是农村就这样 家里不是庄稼 就是牲畜家禽之类的 都出不了远门了 房子建设都交给王叔就行了 再说 就几天时间就回来了 家里的积压不行 就让姑姑过来喂下呗 他离家又不远 就是 小陈买的新房 我们必须要去看看的 就一起去看看呗 叶连松也如实说道 那行吧 回头惠芳你跟连凤说一声 让他帮忙喂下家里那几只鸡鸭 叶连山又对田惠芳说了声 嗯 我回头跟他说下 次日 一早起来 天气就有点闷热 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叶连山他们 却开心地笑了 天气这么闷热 今天很大可能要下雨的 真要下下来 一场雨就好了 秋收就有指望了 中午时分 天气阴沉沉的 乌云遮住了天空 夜晨他们在吃着午饭 忽而大雨倾盆地卸下 逗大的雨珠 击打着他们的房顶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屋顶是彩当瓦的顶 所以声音就尤其的大了 地面上的灰尘 被雨水彻底打湿 路面上上面的雨水 开始沿着公路流下来 形成了一层水流 在遇到潮河流倾斜的路面时 又会向了河水里 从路面流到河里 形成了一条条的小瀑布 吃过了午饭 大雨还在继续下 人也没办法出门了 大家午睡的午睡 看电视的开电视 夜晨拿着一张椅子 到狼岩坐下 泡上了一杯清茶 就静静地看着外面的雨 屋檐的雨水 就滴落在夜晨咫尺的地方 夜晨穿着一双凉拖鞋 他时而将脚伸出 感受着雨水击打着脚面 此时打在脚面的雨水 都是温热的 仿佛带着一股热气 眼前的雨很大 对面的山巒 已经渐渐起雾 看不真切了 夜晨静静地看着 只是静静地看着 脑子里像是思考着些什么 又像什么都没有思考 心却出奇地欢喜 喜欢这夏日的雨水 一上午的闷热 在这一场雨浇下来的那一刻 变得清爽 心里的燥热也逐渐消散 耳边听着雨打屋顶和树叶的声音 有点闹哄哄 却不觉得是噪音 反而像是一首动听的旋律 雨林中时而传出一两声的 虫鸣和鸟叫 知 知 知了也不甘心地鸣叫着 仿佛再说别下了 翅膀都被打湿了 讨厌下雨 河边有一棵大芭椒树 宽大的像芭椒扇一样的叶子伸展着 雨滴打在上面 夜间垂了下来 雨滴顺着上面的条纹流了下来 像极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暴雨下了足足两个小时 然后渐渐地变成了小雨 再稀稀利利地下着 天气也渐渐明亮了一些 河里面水暴涨了起来 变成了洪水 肆意地咆哮奔腾着 淹没了河里面的一切 像一头冲动的猛兽 水面上能看到上游流下来的各种枯枝 奔腾的洪水 在冲刷着河流里的一切 洪水过后 河道也会像经历了一次大清洗一样 干净而又杂乱 雨歇了 云散了 夕阳出来了 强烈的阳光照射着雨后的天地 空气中的水湿气反射着阳光 整个天地都变得明亮了 空气的灰尘被洗涤一空 雨后的世界就像是给眼睛带上了滤镜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楚 是一场视觉上的洗礼 夜晨拍着雨后 那太阳透过云层卸下光线的最美一幕 还有雨后的山 河 稻田 次日又是一个大晴天 因为明天就要开始行砖了 夜连山又联系了挖机老板 让他今天再带挖机过来一趟 将之前挖起的土回田 上午 挖机过来了 这次是一辆小的挖机 一个只是回田土 用不了那么大的挖机了 再者 基础粮上承受不了大挖机那么大的重量 来回轻压容易损坏的 就连小挖机都要注意的 工程量不大 一个上午基本就弄好了 地面全部整平了 下午水泥拖了过来 水泥这东西一个不好保存 所以都尽量即时到即时用 第二天一大早 夜沉家全都起了的大早 卯石行砖 虽然卯石是五点到七点 但一般都会到了五点就开始的 四点多 天还是黑的 乌鸡地夜沉他们 签了一条电线过去 然后接上一盏灯 大功率的灯泡 照亮了整个乌鸡 王顺东一个人提前过来的 其他人要晚点过来 毕竟不可能早晨五点就开工的 王顺东五点来 也只是先帮着砌几块砖 做个仪式的 到了五点 夜莲山和夜莲松开了一袋水泥 办了一堆水泥浆 然后王顺东在两家的基础梁上 分别在拐角处都弃了个脚出来 这样就行了 然后夜沉将摆好的鞭炮和烟花点着 啪啪啪 碰碰碰 喜庆的烟花和鞭炮 正向四周 照亮了天空 夜沉拿着手机 记录下这一刻灿烂的烟花 上下左右的四邻 有一些被爆竹声吵起来了 他们也都开门出来 但大家没有怨声再道 大家都走过来看着天上的烟花 然后一起聊着天 也许这一幕要是放在城市里 估计早已经惹得别人愤怒 甚至极端的可能都得报警了吧 但这就是农村 没有人会在别别人的喜事上 捣乱或触眉头 大家都有很大的包容和理解 放完鞭炮和烟花 天色都有一点蒙蒙亮了 夏季天空就是亮得比较早的 那些起床的邻居 也不会再去睡觉了 他们平时起床 也都不会太迟的 只是今天更早一点 叶辰叶连山他们 邀着大家一起去家里坐坐 回到家 田惠芳 王素梅他们 就进厨房准备早餐去了 叶辰将之前镇上买的零食 都拿出来放过盒子里 放到桌上给大家吃 一群人围坐着 吃着零食聊着天 接着 叶辰又去拿水壶烧水 给大家泡茶 叶辰喜欢这种农村的热闹劲 大家一堆人在一起 热热闹闹地聊着天 气氛融洽 真诚实在充满了烟火气 天色大亮 闲座的邻居 也都回家做早饭去了 等到王顺东找的 其他瓦匠师傅 和小宫门都赶到 已是七点了 然后开饭 早饭田惠芳他们 做的是肉丝面 但这可不是 城市里的那种肉丝面的 城市里的肉丝面 是面是面 肉丝是肉丝 而且味道还不咋地 田惠芳他们 做的肉丝面 则不相同 首先用农家的土猪肉 切成肥瘦相间的肉丁 或肉丝 然后炒到酱油炒出 肉丝炒到脆干的样子 盛起 在锅里加水煮开 放入农家自制的挂面 煮到飘起之后 捞到盆里 将炒好的肉丁 倒入面盆里拌匀 简单又喷香的面条 就做好了 挂面的面粉香 和土猪肉的肉香 混合的味道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好 吃过早饭 大概八点钟左右 王顺东他们 就开始动工了 四个瓦匠师傅 加四个小工 这做起来就比较快了 因为是承包给他们的 所以这时候开始到毛皮落成 都不用夜沉家帮忙了 稍微看着点就成 至于三餐 也是他们自己解决了 这就是包工的好处了 比较省事 当然贵肯定要贵一点 还有一种方式是点工 就是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家里准备 瓦匠师傅就管做自己的事就完了 这种好处 就是能省点钱 但各种小工啊 三餐之类的 都是自己的 也没见得 能省下来多少 当然 条件不是特别好 而自己又有点时间的 肯定都会选择点工的 傍晚收工 夜沉看主建筑的墙 已经有一米多高了 这样看下来 有个三四天 就能将头层的墙系好了 临近收工 夜沉跟王顺东说了下 他们将要去外面一趟 大概要个几天 中间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就打他电话 晚上 田惠芳和王素梅 又去了夜沉姑姑夜莲凤家去了 拜托他帮忙喂下鸡鸭 晚上 几个人也都各自收拾着点衣服 毕竟也要出去几天呢 一日早上 吃过了早饭 将行李等都放进后备箱 然后两家人上了车 夜倩抢先坐到了副驾驶位上 夜连山田会方王素梅 坐第二排 夜连松一个人 坐到了最后一排 夜沉开车出发 到了建房处 王顺东他们已经在工作了 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然后静止开走了 沿着山路去到市里 然后从市里直接上高速 高速上又跑了两个小时 然后下了高速 直接就到了卢州市里了 二三十分钟的时间 夜沉终于开到了 自己的新房所在的小区 小区是人车分流的 夜沉开着车 从行车砖用到 直接开到了地下车库 停到了停车位 来 下来吧 我们到地方了 这就到了呀 这是什么地方啊 夜连山透过车窗 看了看窗外 一眼望去都是车 他们基本没来过城里 来过也是以前了 那时候 夜沉还在上中学 他们夫妻二人 出来打过几年工 而且 他们就算在城里待过 也没进过地下停车场啊 这些年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 有些东西 他们一时还真不能都弄懂得 这是地下停车场 专门给这个小区的夜主 停放车辆的 我们等一下从那边的电梯 上去就能直接进家了 夜沉下了车解释道 大家都下了车 各自拿好了行李 夜沉锁好车 带着他们往电梯走去 上到顶楼 夜沉打开门 率先进入了房间 夜连山他们 看着里面光洁如新的地板 一时都不敢下脚 这地这么干净 别踩脏了呀 田惠芳说道 没事的 先进来吧 等一下我去超市买几双拖鞋回来再换 到时候把地脱下就行了 夜连山他们小心翼翼地 第一次进入了夜沉的新房 放下东西 他们开始打量夜沉的新房 小沉这房子真漂亮啊 看着装修 这家具 全都是新的 我带你们来看一下吧 夜沉说着 领着他们参观了每个房间 然后给他们分配了房间 好在夜沉这套房 房间比较多 都还住得下的 然后夜沉领他们 到了客厅的大阳台 看 这事也好吧 面前这个湖叫秦湖 湖边那一带的绿化 还有广场 晚上灯光亮起来 也很好看 景色真不错 是啊 湖也好大 都看不到湖对岸了 然后夜沉又带他们 上了楼顶 这个大平台 都是我们自己用的 回头还可以建个阳光房 哇 哥 这整个平台都是你的呀 要是带个阳光房 再种点花草 一定漂亮极了 夜莲山田惠芳他们也是满脸的容 这看看他看看的 现在不着急 短期内都在老家那边 以后有时间再弄吧 好了 我们下去吧 大家都下了楼 进去了室内 你们坐沙发上些话吧 看看电视 我去小区外超市买点东西回来 顺便给你们每人买双拖鞋 夜沉将电视打开 然后进厨房拿热水壶接了水烧 小剑 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去 夜沉对夜倩说道 好啊 那我们走 夜沉带着夜倩下到了地下车库 还要开车去啊 很远吗 夜倩问道 小区外有超市 不过是那种小超市 有的东西没有 我们去大超市 也不远的 开车一会儿就到 夜沉开车到了附近的大超市 两人推了两辆购物车 就开始逛起了超市 夜沉之前只住了两天 生活用品什么的都没怎么买 这次来了的大采购 拖鞋 牙刷 毛巾 锅碗瓢盆 两个推车装得满满的 然后驱车回家 夜沉来回跑了两趟 才将东西搬完 田惠芳他们 帮着将夜沉买回来的东西规制好 所有东西弄好 也到中午了 来得匆忙 厨房也还没用过 什么都没有 夜沉也就不准备中午在家吃了 中午了 我先带你们去饭店吃午饭吧 夜沉说道 在家吃呗 上饭店多贵啊 田惠芳说 对啊 你这有厨房 我们自己烧就行了 还出去干嘛 王苏梅也跟着说道 家里没开过火 什么东西都没有 怎么烧饭呢 中午外面吃 下午我同你们去市场买菜 晚上自己烧呗 于是 夜沉开车带着他们去了一家饭店 要了一个包间 夜沉点了一大桌菜 还要了一瓶好酒 随便点点就行了 平白弄这么多菜浪费钱 田惠芳忍不住说道 哎呀 你们刚来 请你们吃一顿吗 回头你们就搁家里烧饭 一瓶白酒 夜连山兄弟两喝 还剩下半瓶 田惠芳他们 看着有的菜还剩不少 说要打包带走 夜沉又叫服务员 拿来打包和打包了一些 回到家 夜沉烧了谁给大家泡了茶 下午没事 你们就在家或者等下 可以到下面小区里逛逛 晚点我带妈妈和小妈去买菜 夜沉说道 行啊 等一下 我们就下去逛逛 夜连松也想看看 小区环境怎么样 在家待了会儿 夜沉就带着他们下了楼 毕竟是高档小区 而且又是新小区 绿化面积比较大 也比较干净整洁 也很安静 夜沉带着夜连山他们 沿着小区内的道路闲逛 夜沉也是第一次逛小区下面 买了这么长时间 小区都还没有完全逛过 四五点钟 夜沉带着田惠芳他们 去了趟附近的菜市场 买了菜和米面凉油 不过都是买的小份的 毕竟在这边住的时间不长 晚上 田惠芳 王素梅他们在烧饭 夜沉不时教着他们 厨房电器等的使用方法 新房的第一顿饭 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开始 这一刻 夜沉感觉到了 人生的幸福 是真真切切的 农村有宅 城里有房 卡里有钱 家人团圆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 吃过了晚饭天也渐渐黑了 都市的霓虹灯亮起 大家来到了阳台上 城市晚上 灯光还挺美的呀 夜连山看着眼前的灯光说道 是啊 以前 我们都是在地上看 这在高处看 效果也不一样 夜连松也说道 他以前基本上 都是晚上收工回家的路上 看的路上的路灯 高处看灯光 感觉真是大不一样 看习惯了也就那样 也许灯光好看 但那汽车噪音 真让人头痛 我们这还算车流少的 都还会有些噪音 那些繁忙路段噪音更大 晚上都睡不好觉 这倒是 要说住家 还是我们农村好 城里这空气也不大好 初次到陌生地方 大家也都觉得新鲜 大家也都很晚才去睡 新的一天 夜沉早早起了床 然后去楼下小区外面 买了早点回来 等到大家都起床洗漱完 一起吃了早饭 明天我才送倩倩去学校 今天我先带你们到市里玩玩吧 夜沉说道 你看着安排吧 夜沉先是带着他们 去了附近的三河古镇 其实现在的古镇大多都是后建的 也就挂个历史的牌子 内部基本上大同小异的商业街 卖着吃食小工艺品之类的 东西还贵 不过 卢州本就不是一个旅游特色城市 室内也没什么好的游玩去处 也就仅此一个5A的景区 中午在景区内吃的午饭 下午夜沉就带着他们 到了一处商场 初次进入这种光鲜亮丽的地方 夜莲山他们还不怎么适应 夜沉和夜倩 拿着他们去到服装区 夜沉给他们每人都买了两身衣裳 逛完商场回家 时间也晚了 第二天 夜沉带着夜莲山他们 又在市中心逛了一天 什么城隍庙 商业街等都逛了 一天下来 他们直呼 这比他们在家里干一天活还要累 次日 早晨 夜沉和夜倩准备好出发去学校了 夜倩今天要去报到了 吃过早饭 夜倩拖出他的行李箱 夜沉将自己房屋的钥匙和门禁卡等 给了一份给田惠芳 这些东西怎么用昨天都有跟你们说过 你们现在应该都会了吧 夜倩问道 会了 都会 你放心吧 嗯 还有小区附近的超市菜场 你们都熟悉了 如果要自己烧饭 你们就自己去买 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呀 我送完小倩去学校 可能会在那边待一天再回来的 嗯 我们知道了 你把小倩送到学校安顿好啊 他有什么要买的你都帮他买好 田惠芳叮嘱道 行了 我知道的 等他安顿好 我就带他去逛超市 夜沉笑着说道 好了 你不要太惯他了 还有你 别老是让你哥给你花钱知道不 王素梅先是对夜沉说了句 然后又转身对旁边的夜倩说道 哎呀 知道了啦 哥 我们走吧 夜倩不耐烦地说道 好了 那我们走了 夜沉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然后拖上夜倩的行李 箱出了门 看到后面王素梅他们都准备跟出来 夜沉又说道 你们别送了 我带他直接下地下车库了 最后他们送到了电梯口 爸 妈 大 伯 大妈 你们回屋吧 还有回到家 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不要太劳作了 夜倩转身对照着他们说道 嗯 放心吧 我们会的 田惠芳说道 夜沉夜倩进了电梯 到了地方 记得来个电话说声啊 还有路上开慢点 注意安全 田惠芳又叮嘱道 而女远行 父母总是会不放心的 反复的叮嘱 也就司空见惯的爱心方式 电梯门缓缓关上 也挡住了那一双双关心 和不舍的眼睛 生命总是充满了暂聚和离别 小聚令人开心 离别又总是伤感 陌生还是熟悉的旅程 总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在陪伴着 上了车 夜沉设置好导航 然后就开车出了车库 踏上了路程 夜倩就读的学校在京陵 一座充满历史的城市 江南加利地 金陵帝王州 金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被誉为六朝古都 十朝都会 在中国历史上 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 尤其是到了近现代史 举世文明的惨案 更是不可磨灭 值得所有国人铭记的民族之商 车辆上了高速 一路直奔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下了高速 越过长江 经过中山陵 终于到了位于仙陵大学城的 金陵财经大学 这也就是夜倩就读的学校 开学的一天 进出还是比较宽松的 夜倩将车开进了学校 按照夜倩的指引 将车开到他们宿舍楼下 放眼望去 竟是各种送孩子上学的私家车 女生宿舍夜倩也不方便上去 就将行李从车上拿下来 递给了夜倩 哥 你要不现在这等下 等我将行李放到宿舍 救下来 不着急的 你先去宿舍收拾收拾吧 毕竟也两个月没住 我先找地方将车停好 顺便逛逛你们的校园 你弄好了再打电话给我就行 夜倩说道 那行 那我先上去了 夜倩说着 拖着行李进入了宿舍楼 夜倩看夜倩进去之后 开车绕了校园寻找停车位 停好车之后 夜倩下了车 开始行走在这校园里 精灵尽是梧桐树 一路走来 粗壮高大繁茂的梧桐树 形成了梵盖 正值夏日 行车在如此林荫大道上 亦是一件惬意 且赏心悦目的事 而校园内部 亦不缺的就是梧桐 有成因的上了年纪的囚禁大树 亦有才行小知的少年小树 行走在林荫大道上 茂密的树叶遮蔽了阳光 减少了灼热感 路旁边隐隐约约的几栋 颇具民国风格的老式建筑 斑驳的墙壁 那有些黑灰的印痕 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历史 走过林荫的大道 转角是一个篮球场地 此刻的篮球场上 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挥洒青春的汗水 旁边还有一些青春靓丽的女生 躲在旁边的大树底下 关注着心仪的那个人 时而欢呼 时而又相互交谈嬉笑 青春的洋溢 从人少安静的林荫道 到激情欢乐篮球场 洞与静的转换 总是那么的突兀 却又那么的合宜 叶晨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漫无目的地行走 眼睛享受着校园的美景 这所大学是叶晨不曾来过 也不曾熟悉的学校 尽管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 但却无处不感觉到熟悉 每一个角落都能让叶晨一起曾经的种种 两个不同的场景 却相连着人的情怀 叶晨是一个怀旧的人 也是一个喜欢回忆 珍惜回忆的人 都说爱回忆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因为回忆里有酸甜有苦辣 每次的回忆都是一场精神的匿语 电话声响起 叶晨的电话 哥 我弄好了 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在你们学校的篮球场这边呢 你过来吧 叶晨说道 好 那我这就来 叶晨匆匆挂了电话 不大话 叶晨就急不匆匆地跑到篮球场了 他在人群里找寻着叶晨 也许是太熟悉了 很快叶晨就看到了一个背影 即使没看到正面 叶晨也知道 那就是他哥 他快步跑到那个身影背后 哥 在看哪个美女呢 叶晨调皮地说道 嘿 吓我一跳 哪要看美女 别瞎说 叶晨辩解道 虽然他刚刚 确实都看了不远处的几个漂亮的女学生急眼 但他告诉自己 那只是欣赏 对 就是对美好事物的单纯的欣赏而已 才不信呢 我们学校可是出了名的美女多 你又不喜欢篮球 难道站在这里看男人啊 叶晨吐槽道 逃打呀你 这么说你哥 叶晨举手做事要打 叶晨下意识地缩了缩头 说道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美女认识啊 说不定能有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哦 算了吧 你们学校的可算是胶子了 我就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 可配不上他们呢 才没有呢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嘛 好了 不说了 这也到中午了 中午就去吃吃 你们的食堂怎么样 看看 是舌尖上的食堂 还是黑暗料理 行啊 那我们去吧 我们食堂的饭菜 还是不错的 味道绝对可以 两人说着 就朝学校食堂方向走去 我们学校有四个食堂 味道最好的我 感觉还是冬院的 口味跟我们老家的口味最接近 北院面食做得不错 我们去冬院吧 叶倩介绍道 你做主啊 你感觉哪个好 就去哪个食堂 二人来到了食堂 两层楼的一栋建筑 叶倩带着叶晨来到二楼 光鲜亮丽的食堂 一排排的四人做塑料一体座椅 一个个玻璃窗口 还真是熟悉的感觉 拿起盘子 两人来到窗口 叶倩介绍着窗口里的各道菜 叶晨选了几道自己喜欢的菜 两人找到一张椅子坐下 刚开学 学校食堂吃饭的人 还不是特别多 三三两两的 有一些学生带着家长来的 今天开学的 都是些老生了 所以 陪伴来的家长 也不是特别多 叶晨想起了自己刚开学的时候 父亲叶连山 陪着自己来学校报到 也是在食堂里面吃的饭 那时候 下午都没有车能回家 所以在学校住了一晚 叶晨住上铺 那时候下铺的人没来 叶连山合一在下铺睡了一宿 没有被子 就那么睡床板 现在回想起来 叶晨还是满满的愧疚感 叶晨觉得 父母对自己的付出 真是太多太多 而对他们自己 总是那么的吝啬 饭菜还是比较合口的 吃完了午饭 叶晨对叶倩说 你们下午有什么事吗 刚开学要开班会吧 什么时候 开有通知吗 开班会 要到晚上的 下午没事 叶倩回答道 那我带你去买电脑 和手机去吧 叶晨说道 真的吗 可是 我妈不让我乱花你的钱的 叶倩心向网之 又有点迟疑愁眉 哎呀 没事的 买电脑买手机 又不是乱花钱 你现在都上大三了 没有一台电脑也不方便 学习上也要用到的呀 那还是买便宜点的吧 我在学校用太贵的也不好 平白的 还要担心被偷呢 叶倩说道 嗯 说的也在理 这样 国国手机和电脑 你在学校用 确实不合适 等你毕业的那一年 我再给你买吧 到时候买个16 现在我们就去买华为的 国产荣耀品牌 当次在国产里算得上不错的 而且 手机电脑都有 好啊 我也喜欢华为的牌子 你们学校附近 有华为专卖店吗 嗯 有的 就在校外不远处 我们不用开车 走过去就好了 行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二人走出了校门 沿着马路边的人行道 向南走了几百米 过了一个路口 就看到了一家 华为授权体验店 进入店内 是几个白色的柜台 柜台上展示着 各种型号的手机 平板 电脑和穿戴 配件产品等等 还算是比较丰富的 叶辰陪着叶茜 看着这些展示机型 他自己还在用着之前的手机 也是华为的 用了一年多了 现在自己的那款机型 早已是淘汰的产品了 最后 叶辰给叶茜 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个手机 还有一个智能手表 都是每个系列里面 档次较高的 也算是旗舰产品吧 哥 是不是买得太多了 而且 你买的都是最好的 要好多钱呢 也前看叶辰给他全部买齐了 既开心又怕他花太多钱 你不用在意这些 叶辰直到现在的学校学生们 也是电子产品必须要有的时代 虽说不上什么攀比 但总归是要有的 叶辰不希望叶茜什么东西 都跟别人攀比 但也不希望 他什么都落于人后 家里最小的妹妹 也是唯一的妹妹 叶辰希望 他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 买好手机电脑 将东西放到车上 叶辰又同他去了趟超市 买了些生活用品 又给他买了不少的零食 傍晚 完成购物后 叶辰带着叶茜 在外面的饭馆吃了一顿 然后将叶茜送到宿舍楼下 东西比较多 叶辰又不方便上去 只有等在楼下 看叶茜一趟一趟的来回拿了 跑了几趟 将东西搬完了 我给你转一些钱 你在学校吃喝上 不要太省了 知道吗 叶辰说着 从手机上赚了一万块钱给叶茜 你怎么给我转了这么多啊 哥 叶茜看到叶辰给他转了那么多钱 惊讶地说道 留着用嘛 暂时用不了就存着 有些前傍身总好过没有 远离那些校园带 还有要注意财产安全 现在网络诈骗多 要注意甄别哦 叶辰苦口婆心地说着 叶辰经常听到什么校园带网络诈骗的消息 听起来还是挺恐怖的 一个不好 就是走上极端 所以他 才要叮嘱着叶茜 嗯 谢谢哥 我一定会注意的 叶茜低声 对叶辰说道 那行 那你就上去宿舍吧 等会儿你们就要开班会了 我也走了 你在学校注意安全 哦 对了 记得给小妈他们去个电话报声平安 今天到了这么久 还没跟他们打个电话呢 叶辰也是糊涂了 忘记到了的时候 给父母打个电话 嗯 我等一下就打 哥你晚上还会卢州吗 叶茜问道 没有 晚上不想开车 没事不用那么急 我去外面找宾馆住一晚 明天上午再走 那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哦 回到家发微信跟我说上 叶茜不舍地说道 行 走了 你上去吧 那哥再见 叶茜说着 转身走向了宿舍 进宿舍门之前 又停下来 转过身挥了挥手 叶辰一挥了挥手 看到叶茜消失在宿舍楼里 然后叶茜上了车 开车出了校门 一趟难得的校园之旅 划上了短暂的句号 叶茜找了一家新级酒店 开了一间豪华房 这还是他第一次 住这么高档的酒店 这么豪华的房间 也许这就是穷人诈父的心理吧 什么以前向往的富人生活 都想尝试下 贵有贵的道理 入眼处确实都不是 那一两百的快捷酒店能比的 站在全景落地窗前 超高层的视野 禁令的繁华尽收眼底 白天的金陵城 更多的是复古美 而夜间的金陵城 那些历史的痕迹 淹没在黑夜里 眼底所见 是那些繁华的霓虹灯 都市光景 历史与现代 古典与潮流 一座融合着过去 与未来的独特城市 其特殊的韵味 不是一两天的短暂掠影 所能了解通透的 以后有时间的话 这一定是可以再来的城市 就让短暂的相聚 留下一点遗憾吧 第二天早上 叶晨在酒店用过早饭 然后退了房 开车返回卢州 中午时分到家 叶晨打开门 已经闻到饭菜香了 叶连山叶连松 他们正在沙发上看电视 田惠芳王素梅 正在厨房忙活 回来了呀 刚好 午饭烧好了 就吃饭吧 田惠芳说道 嗯 好 五人于是端菜吃饭 席上叶晨和他们聊了些 叶茜学校的安排和见闻 你怎么给他 买了那么多东西 还给了好多钱啊 叶连松对着叶晨说道 昨晚叶茜打电话回家 跟他们说了 叶晨给他买了手机电脑 还转给他一万块钱 当时他们就训斥了叶茜 责怪他 不该要那么多东西 没事 那些东西 都是他现在能用得到的 女孩子还是身上 要有点钱才好 现在大学也挺复杂的 各种套路带诱惑挺多的 还有吃穿用度的 没坏处的 叶晨解释道 在老一辈人眼里 尤其是 家境不富裕的家庭观里 钱够吃穿就行了 当然 这种想法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有多大实力 只能做多大的打算 你还没成家 钱也要省得点花呀 别太大手大脚的 我知道的 叶晨回答道 吃过了午饭 大家坐在沙发上聊天 叶连山说道 我们明天就回去了吧 家里还有一堆的事呢 是啊 房子在建 家里还有庄稼什么的 王慧芳他们 也都是一样的意思 只这几天 他们就再待不住了 主要是也没什么事干 周边也没什么地方玩 城里休闲的地方 他们也不习惯去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明天回去吧 嗯 这样最好 如此几人又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 大家就起来将房间都收拾好 有能盖住的 尽量都盖起来 吃过了早饭 叶晨说 把厨房里的 容易过期的米等东西 也都带回家吧 田惠芳他们 于是也就把那些食材之类的 都打包带走 叶晨关好了门窗 然后一行人拖着东西下了楼 三小时的车程之后 终于又回到了老家 奶奶 奶奶 舅爷爷和舅奶奶 他们回来了 还有表叔也回来了 叶晨他们刚下车 就看到门口 站着东张西望的小子瑞 他看见叶晨他们 就大呼小叫地 对着厨房里面喊 这时只见叶晨姑姑 叶连凤从厨房出来 看到叶晨他们说道 你们回来了啊 还以为你们 还要在那边玩几天呢 我们在那边能玩什么 一天到晚就在房间待着 什么事也干不了 着急坏了我们 田慧芳说道 我刚给你们的鸡鸭味好了时 还捡了两个鸭蛋 我都搁到冰箱里了 连凤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啊 田慧芳说道 我们什么关系 还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那中午就在家里吃饭 把子瑞爷爷也叫过来一起吃 省得你 还要回家烧饭 行吧 我等下打个电话给他 田慧芳王素梅和叶连凤 去了厨房一起弄午饭了 叶晨从叶连山叶连松 一起跑到新建房子那 看看工程进展情况 只见一层的墙体已经建好 有师父们正在顶上置墓 王说 你们进展很快啊 他们进入工地 看到王顺东也在现场 于是走过去问道 哦 小陈还有连山连松 你们都回来了啊 是啊 现在正在置墓 还有个两三天就能弄好 到时候再加上钢筋 然后胶筑上混凝土 一层就差不多完工了 嗯 进度很快啊 叶连山说道 那是 小陈他要求的时间紧 我这也是 找了不少人一起做的 工程进展速度 你们绝对放心的 保证给你按时完工 王顺东保证着 行 那你忙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着 叶晨他们离开了工地 吃过了午饭 叶连凤他们就回家了 留下刚回家的几个人 上午坐了一上午的车 他们还都有点疲劳 都是不怎么能坐长途车的人 于是都回房间午睡了一下 叶晨也睡了一个多小时 午睡醒 家里已不见人了 想来是又都出去干活了 叶晨一下午都在学习制作短视频 现在家里房子再见 叶晨短时间也没什么要紧事 就想学习着制作短视频 以后对老家的美景和农村生活 发一些高质量的视频 以此来宣传自己的家乡 制作短视频 是个简单又枯燥的过程 你想学会很简单 一部手机就能办到 但要做好 却又是难度较大 每天短视频上的各种内容 多不胜数 有的能吸引百万千万的流量 有的 却只能零星的几个赞 以前的农村市 酒香也怕巷子声 而如今这个时代 巷子声有时候还是有其优势的 如今的互联网手段 让酒香不怕巷子声 可以说发挥的淋漓尽致 只要你会动脑筋 善于运用互联网和新手段 偏僻的乡村 也是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地方 叶晨自己也拍摄了 不少的家乡风景片段 尝试着用软件去编辑 刚开始 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叶晨从前也没接触过摄影剪辑 影视编辑这些 但只做短视频 还用不到太多深奥的专业知识 而且有专门的编辑软件 只要用心 还是能够做好的 傍晚 电脑前坐了一下午的叶晨 走出房间 夕阳下 些许红霞云立西山 眼前一群群的蜻蜓在飞舞 蜻蜓飞得并不高 有一些静静地立在墙边 靠着的干柴之上 也有一些挺立在野草叶肩上 随草叶飘摇摆动 却又能保持稳定 叶晨看准房屋旁边 靠着的柴火上的一只蜻蜓 烧弓着身子 轻手轻脚地向着那堆柴火靠近 叶晨的眼里 只有这只蜻蜓 它越来越靠近 直到能够伸手够到的位置停下 慢慢地伸出手 在离蜻蜓很近很近的时候 突然出手 两指捏住它的一边翅膀 就捉住了 而柴之上其他的蜻蜓 早在此刻一晃而散地飞走了 叶晨将蜻蜓的一双翅膀 和在一起捏住 凑近地 看着受伤的蜻蜓 两个突出的大眼睛 下面是一双利嘴 叶晨伸出另一只手的手指 靠近蜻蜓的嘴 它立刻伸出腹下的脚 抓住跟前的手指 叶晨能明显地感觉到 蜻蜓脚上的倒刺 叶晨看着蜻蜓的两半嘴唇 在自己的手指上啃食着 还挺有劲的 蜻蜓尾巴一截一截的 背部是红色的 直通到尾巴 蜻蜓应该是叶晨为数不多的 不那么讨厌的昆虫了 叶晨看着手上的蜻蜓 亦是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些时光 12时期 每到这种时候 傍晚的时候 蜻蜓也出来了 非常的多 先制作一个往蜻蜓的工具 找一根细竹棍 在顶端用竹条弯一个圆固绑紧 然后拿着它找屋檐下的蜘蛛网 一层层地粘到顶端圆固上 这个蜘蛛网 一定要多弄几层 如果太少层数 那往蜻蜓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破损掉的 等待上面圆固里网满了蜘蛛网 网蜻蜓的工具就制作完成了 小小少年 举着网 在土路上肆意尽情地挥舞着 一只只的蜻蜓被粘到了网上 一面粘满 换一面再来 等到两面都粘满才停下来 网上的蜻蜓翅膀都粘住了 摘下来扔到鸡鸭圈子里 一只只的鸡鸭飞奔着过来着食 看得出来 他们是真的喜欢吃 回忆总是美好 思绪收回 看了看手上的蜻蜓 叶晨同心大起 他从柴火堆 拿起一根松针 扎进蜻蜓的尾巴 然后松开了蜻蜓的翅膀 蜻蜓扇着翅膀缓缓地飞走了 后面还拖着一个长尾巴 这恶作剧的一幕 叶晨轻轻一笑 难得的一次同心吧 晚上吃过了饭 叶晨跑回房间里 开始了网购 他的手机和电脑 还都是以前的 用着习惯了 也想不起来要换 但是下午制作小短视频的时候 感觉不怎么够用了 都是便宜货 有些东西现在有点卡 而且想拍点视频 像素也不怎么够用 所以想着 还是买新的吧 打开东东商城 开始浏览起了手机 叶晨买电子商品 或贵重物品 还是习惯在东东商城上买 尤其是自营的质量有保证 而且送货快 虽然有时 可能价格上没那么大的优惠 但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叶晨先搜了一下 哪个品牌的手机拍摄短视频 效果比较好 不出意外的结果 果果第一 不管手机还是平板或一体机 其款式真的简约又好看 叶晨最喜欢它的造型 简约大气 没有过多的造型 现在很多竞争品牌的 各种圆弧区面设计 叶晨不是太喜欢 当然可能也是受限于 果果的外观专利的限制 逼得对手们 不得不另辟蹊径吧 叶晨一次性买了全套的 最新款的手机 平板 一体机 Watch 当然也不是一般的贵 想到还没给父母换手机呢 又给他们选了 两部华为的最新款的Mate 一键下单 明后天就能到 买完东西 出门外面乘两 田里的玉米 也差不多都老了 明天去把玉米摘了吧 田惠芳说道 行啊 最近天气好 摘回来晒个几天 就能晒干了 叶连山听了点点头说道 素梅你家的玉米也差不多了吧 和我家的差不多时候种的呀 田惠芳又问了问身边的王素梅 是啊 明天也去摘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 两家人每人都背上几条口袋 和绳子扁担来到田里 叶辰家有五块大大小小的田 加起来有大概四亩田 其中有一个田种的玉米 剩下种的水稻 以前田里都是种水稻的 玉米番薯之类的 都是在一些山地里种的 不过现在稻谷价格也不高 卖不上钱 种到购家里吃的就差不多了 多余的 就种种玉米番薯之类的了 下了田 玉米田里还是比较干的 没有放水进去 玉米叶子也都枯黄了 叶辰带着一个口袋 一个个地剥开外面的玉米壳 然后掐着根部掰断 丢进袋子里 还会有些许的嫩的 就单独流出来 回头可以直接争着吃 或烤着吃的 叶连山田惠芳 他们都掰得比较快 相比较而言 叶辰这个新手 就显得捉手捉脚的了 叶连山他们 很快就将袋子装满了 拿绳子扎好口袋 拿扁担挑起 就往家里挑去 叶辰在装满两袋后 也拿起绳子扎口袋 但这口袋 也不是那么好扎的 你扎得不好 就容易滑掉 最后还是 叶连山过来帮着他扎的 边扎边教着他 两袋玉米 你能挑得动吗 挑不动还是我来吧 叶连山看着两袋玉米 疑问地问道 可以的 我先试试吧 叶辰说着 弯腰跳了起来 叶辰挑着担子 原地感受了下 然后说道 没问题的 没太重的 那你小心点 路不好走 叶连山叮嘱道 嗯 我走了 叶辰说着 挑着担子上了小路 沿着小路往回走 可是叶辰的话 还是说早了 刚走出几十米 叶辰就感觉到 肩膀收不住了 压得肉痛 只得换了 一边肩膀挑 可是这种肩挑的活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别看叶连山 他们挑着轻松 那是他们习惯了 而且也有 省力的方法的 叶辰如此不断 替换着肩膀 终于将一袋玉米 挑到了家 因为他家暂时 没地方晒 就借用了别人的 门前空地来晒 叶辰正准备 再去田里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 再喊自己 舅舅 舅舅 叶辰抬往路上望去 前面来了一辆摩托车 声音是从那传来的 是星星的声音 车子进了 叶辰看到是 姐夫在骑着车子 小星星在前面 后面应该坐着 姐姐叶丽 车子到了叶辰跟前 车子刚停稳 小星星就从车子上 蹦了下来 快速地 跑到叶辰跟前 抱住了叶辰的大腿 舅 舅舅 我来看你了 爸爸妈妈也来了 唉 叶辰嘴里答应着 双手一把抱起了星星 看着从车子上 下来的王超和叶晴 姐姐 姐夫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昨天下午才到的家 这不是星星要开学了吗 回来待几天 王超笑着说道 哦 那就在家歇息隔几天 弟 爸妈呢 他们上哪去了 还有我看老房子都拆了 现在住在哪 叶晴问道 刚才他们经过老家屋前的时候 没看到熟悉的房屋 一时还有点蒙圈呢 爸妈在田里掰玉米呢 我也是刚挑玉米回来 我们现在住的临时房屋 就在上面一点那个棕色的活动房屋 就是 走 我带你们过去 叶晴抱着星星 带着叶晴他们到了家里 将星星放下来 给 这给你们带的肉 先放冰箱里吧 叶晴将手上提着的肉 递给叶晴 叶晴接过走到厨房 放进了冰箱里 然后又给叶晴二人泡了茶 给小星星拿了一瓶奶 让他们在家待着 他去田里叫田慧芳回来 让你姐夫去田里 帮你们掰玉米吧 叶晴说道 对啊 我去帮你一起 王超说着 就准备同叶晴一起去 你刚回家 哪能让你干活呢 在家歇息一下吧 叶晴说着 就往外走了 王超还是跟着一起过去了 妈妈 我也要去帮舅舅干活 星星跃跃欲试地 举着小手说道 哼哼 你还小 可干不了的 在家待着 等回外婆就回来了 叶晴笑着 摸了摸小星星的头说道 叶晴王超二人来到了田里 跟叶连山田慧芳他们说了下 田慧芳随即就先行赶回家了 田里的几个人 继续掰着玉米 田慧芳这头回到家 小星星老远 就外婆外婆的叫找了 田慧芳看到小星星也很开心 说道 乖孩子 中午给你做好吃的呀 叶晴帮着田慧芳 到地里摘菜 然后回来烧午饭 叶晴和王超 将摘好的玉米 一淡淡地挑回来 一上午的劳作 人多也是力量大 田里的玉米都掰完了 所有弄完回家 田慧芳他们 已经做好午饭了 今天 把王超累到了 一来就干了一上午的活 田慧芳说道 没事的 妈 也不是什么重活 不累的 王超笑着说道 来 坐吧 我们吃饭 小陈 去开瓶酒来 叶连山招呼王超 小超到桌上坐下 叶晴开了瓶酒 一桌人有说 有笑地吃起了午饭 饭后 大家坐在那消食 有毒无地闲聊着 小超 你和小秦这次回来待几天啊 叶连山问道 三四天吧 明天星星开学了 对啊 星星今年 要上一年级了呀 田慧芳看了看 坐在沙发上 看动画片的星星说道 是啊 上一年级了 叶晴在旁边说道 姐夫你们有没有 考虑回家来啊 你们常年在外面 就丢星星一个人 在家给老人带 他也想你们啊 叶晴问道 他想了解姐姐姐夫 怎么考虑的 他是有打算明年 让姐姐姐夫 在老家谋些事的 唉 谁还不知道老家生活好 就是老家找不到事干 赚不到钱啊 都回家了 没钱挣 怎么养家呢 王超叹了口气说道 其实他也不想 把孩子一个人丢在老家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自己这段时间 也在考察家乡的方方面面 有些想法 准备发展个农庄 你们要是愿意 回头就不要出去了 留在家里帮我一起弄 或者我出钱帮你们开个店 什么的也行 自己做 总好过 在外面给别人打工 还能照顾到家 叶晴想了想说道 你要建农庄 虽然我们老家环境不错 但交通上不行啊 镇上也有几家农庄 但客流好像都不怎么好的 平时没多少外面人进来的 你有把握吗 叶晴疑问地问道 他们家在镇上 附近也有几家 开了农家乐之类的 但平时也没什么人的 我知道 现在可能环境 肯定没那么好的 但这种东西 不能及一时的 先要把基础的东西弄厚 做出特色 才能吸引到客人来的 镇上那些 我也了解过一些 有的做民宿的 就在自己家 稍微弄几个房间 做农家乐的 就建个房子搞点餐饮的 没什么特色 这种东西要用心去做 还要有宣传手段的 叶晴细细说道 叶晴这段时间 虽然基本都在家玩 但多少还是了解了一下的 你有那么多钱吗 别摊子铺得太大了呀 风险也高的 叶晴担心得到 叶晴中奖的事 还没跟他们说过呢 看着也没外人 叶晴又简单地 跟他们说了一下 然后说道 我现在没赚钱的压力了 所以就想在老家 做点事情了 一步步慢慢来嘛 你们要是愿意 留在家里 我肯定能找点事 给你们干的 叶晴看了探王超 然后说道 我们回去商量下吧 有事干 我们肯定懒得出去的 对啊 你下半年 应该也没那么急着需要人 我们把下半年做完 过年回来 你要是需要人做点事 我们就留在老家帮你了 王超也说道 嗯 反正我现在还什么没开始呢 不着急的 叶晴说道 吃过午饭 快递员打电话来说 叶晴买的东西到镇上了 叶晴又开车去了烫镇上 将买的电脑手机等带了回来 先放在那 晚上再拆吧 下午叶晴带着王超 他们去了新房建设工地去看了看 一楼顶上 已经在放钢筋了 明后天就能交住了 叶晴的打算是 这个月能将框架建好 然后两个月的时间装修 在软庄家通风个两个月 赶在年前入住新房的 晚上吃过晚饭 叶晴他们三人就回去了 没办法 家里现在地方太小 也没办法留他们住一晚 叶晴他们走了之后 叶晴就回房间 去拆箱 将一体机平板手机手表挨个拆了 然后将给叶连山田惠方买的手机 送给了他们俩 两个人还在那里责怪叶晴又大手大脚的花钱 不过还是很高兴收到儿子的礼物的 叶晴帮着他们 将以前的手机的通讯录图片音乐的 等转到了新手机上 教他们新手机的大致怎么用 他们也很快就适应了 叶晴暂时没什么事 准备接下来将房屋后面的山坡改造下 以前房屋后面的山坡都是些杂树和杂草 叶晴打算将那上面的杂草杂树清理干净 然后种上一些像桂花洪峰之类的观赏的树 再种几棵果树 然后泼面再铺上一层草皮 省得再长那么多杂草了 说干就干 不过那些草皮和树 他们老家是买不到的 不过好在 现在电商发达 只要你能想到的 基本上都能在网上买到的 叶晴在网上下单 买了一批紫竹 又买了几棵桂花树 什么石榴 桃树 梨树等 都一样买了几棵 新的一天 叶晴和叶连山叶连松他们 就开始除山坡上的草了 除完草 又将坡地整个翻了一遍土 接下来土地上挖洞 等树到了 可以直接种下去 山坡上不好操作 几个人花了两天时间 才将土地整个翻好 这时候 前面房子的头层屋顶 也胶住好了 等到买的树到了之后 叶晴他们 先是将紫竹 沿着山坡的山岗边 栽成一排 既能观赏 又可以做隔离篮 然后将几棵桂花树 间隔着种下 叶晴最喜欢桂花的香味 有种清香 闻着又不会腻 给人一种舒心 清冷孤高的感觉 叶晴各种品种的桂花 都买了 什么金桂 银桂 丹桂 四季桂都有 叶晴总感觉 桂花还是自己老家的 土品种的香味 更好闻一点 所以他准备以后 找找看能不能从别人家 弄个一两棵过来种下 果树也一棵一棵的 放入挖好的洞里 培好土 压紧是了 这些果树也都不是太大 所以暂时 用不着找东西 帮他们固定 树种好了 叶晴他们又将草皮 一块块地铺上 虽然以前都没铺过草皮 但好在这东西 没什么技术要求 一块块地 像铺地毯一样 整个山坡上 全部铺上了草皮 而山坡下面 临近地面的那一段 比较陡峭 也许是以前 做老房子挖地基的时候 挖出来的陡坡 叶晴准备找人 到大理石厂 拖几车石头过来 然后请人在那地方 用石头砌一道石头墙起来 这样既美观 又能起到巩固水土 防止滑坡的作用 而叶晴的姑父 就是这方面的行家 听说手艺 还是跟着叶晴 自己的爷爷学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 砌个石墙而已 要什么技术的 那就是 没见识过 真正的好的石墙 是什么呀 真正好的石墙 能几十年几百年不变形 不坍塌 而且还美观 叶晴他们村 现在还有好几处 最起码上百年的老石墙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但是仍然一点都没变形 也有新建的石墙 才二三十年 就要么击脚不稳 要么中间被挤压鼓出 然后一场暴雨 就败坏殆尽的 草皮全部铺好之后 叶晴将以前浇水的软管 拉到了山坡上 好在之前买的时候 买得够长 打开水龙头 叶晴拿着水管 对着整个山坡的草皮 还有树根不灌水 现在还是夏天 水气蒸发得快 山坡上更是难蓄水 所以水是一定要灌足的 浇完山坡上的水 叶晨又去给房屋的水泥顶子浇水 刚浇住好 也是缺水的时候 本来包给了王顺东 浇水这些也都是他们来 叶晨想着自己在家 加上又要给山上浇水 索性就自己干了 省得他还要来回跑 叶晨又去了一趟和对面姑姑家 将准备在后山坡下 建一道石墙的事 跟他辜负于建平说了 他了解了之后 也就答应了 正好现在还算比较清闲 他也没什么事 就答应尽快去帮他弄 叶晨又联系了之前 帮他家拉沙石的司机 请他去拉几车石头过来 当天晚上 司机师傅就拉了一车子石头过来了 效率不是一般的高 第二天 叶晨姑父就带着他找的几个人来了 有台石头的 有砌石头的 而开车师傅 又拖了两车石头过来 石墙砌起起来就比较慢了 墙机下面深挖个一两尺 主要是挖掉表面的浮土软土 挖到硬土层为止 石厂拖来的石头 都是大制成方形的 不规则表面的大理石头 其实以前用河里面的那种 大青石件更好 那种石头 都是没有棱角比较圆滑 而且颜色也更自然 只不过那种太圆滑的更难砌 河里面现在也找不到 那么多合适的了 接下来就石头一层一层的砌了 还好都是比较规则的方式 不至于太重 前后用了三天的时间 一堵规整的石墙就砌成功了 然后南北各修了一个石板阶梯下来 这样以后 可以直接从后院上下阶梯到后山了 于建平他们又用水泥沙浆 将墙体的缝隙全部勾起来 墙体之上又用混凝土 浇了一层15公分厚一米宽的平台 等到时候 平台外延再做一个栏杆就好了 上面就有一条路 可以来回行走了 叶辰打算用防腐木来做 不锈钢的护栏 有点格格不入 还是木头的更合适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 叶辰家的二层也开始动工了 王顺东还专门弄了一个小型升降机过来 在一层的楼顶上固定好 用来拉砖和砂石水泥上去 气墙速度很快 三两天就眼看着他墙头比人高了 而叶连山他们这边也没闲着了 他们要把山上之前砍的山树运下来 等到两层建好之后 屋顶架梁就要用到了 说那么多 叶连山他们本来想自己慢慢驼的 叶辰想着不想他们那么累 就提议找了几个人 都是旁边的邻居 邻居有的中年人 也是在老家做农活 隔三差五的 也给有需要的人家做些工 赚些工钱 农村很多 在老家谋生的人都是这样的 自己家庄稼什么的 种着 面积多的嘛就卖一点 粮食多 也养个一两头猪 或者种些茯苓之类的药材 茶叶出来时候卖些茶草 再就是农闲的时候 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做几个工赚点工钱 一年下来也能收入一些钱 虽然比外出打工赚的少 但在老家生活上 基本花不了几个钱 所以 其实收入也还算好的 只要不是 家庭压力太重的 还是能维持个相对可以的生活的 叶辰家以前 其实也是差不多靠这样的收入来过日子的 叶辰也不想让父母太劳累了 所以 能请人的尽量请人 还可以给邻居家一点收入 何乐而不为呢 给叶辰家建房的小工 就有两个是旁边的邻居 一群人腰上跨着弯刀 肩上搭着条毛巾 一人拎个水壶就上山了 叶辰提了两大水瓶的水 放到上面山脚的路边 他们要将树从山里拖下来 扔到公路边 接下来才能叫车子来拉 叶辰跟着叶连山他们进了山林 到了他们之前伐树木的地方 砍倒在地切好树段的山树 错落着倒在草丛里 叶连山和其他人开始砍成干 他们将目标放在那些杂树上 成干要支撑几十上百斤的重量 所以 材质还不能松软 选硬度较高的杂树 然后树上面有开叉的那种 齐根砍断 削去杂枝 然后开叉的位置 每个插出头 留个五公分左右砍断 留下一个三角的凹槽 有点像以前小孩子们 用树枝做的弹弓的形状一样 然后撑杆一个人的身高 比自己肩膀矮十几二十公分 多得从根部砍断 一根撑杆就弄好了 农村不管挑还是驼 一根撑杆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大大的省力 这些树段子里 短些的还比较好驼运 但那些做梁的四米多长的 就比较难了 山里路弯弯绕绕的 还多树木 路也不是什么好路 但这些人都是不知道 在山里做过多少年的了 还是有技巧的 只见一人抱着树段的大头举起来 然后放到肩上 然后用撑杆的顶端三角叉的位置 往前撑住树段 接着肩膀前移 如此反复 直到差不多到重量的中心位置 整个拖起来 然后就往山下走了 叶辰看的是挺佩服的 他们拖着起码一两百斤的树 能走得那么稳 走一段路累了 就要歇着肩膀 树段尾巴搭在后面一侧稍高的位置 前面肩膀下用撑杆撑住 人就可以解放肩膀出来了 出了树林 就可以用撑杆凹在肩膀上担着树段 可以减轻不少肩膀的压力 叶辰也不能怪光看着 他也准备驮一个试试 叶连山说他驮不动的 叶辰坚持想试试 叶连山就帮他找了一个 细一点短一点的树梢的段子 叶连山抱起了树的一端举高 叶辰于是弯腰到树下驮住 前后调整着 找到重量的平衡点 叶辰煮着一根撑杆 晃晃悠悠地起了身 树段还算平衡地压在了肩上 叶连山看叶辰驮稳了 才放了手 你走慢点 眼睛多看着脚下 别踩空了呀 叶连山关心地叮嘱着 行 知道了 我出发了呀 叶辰说着 就驮着树段 往山下走去 后面叶连山看着叶辰走得还算稳 也收回了目光 准备驮他自己的那根了 叶辰开始驮着 感觉还挺轻松 可是走了一段距离 就发现肩膀越来越沉了 然后坚持不下去了 连忙找地方停下 用撑杆撑住了 换下了肩膀 松了一口气 很快 叶连山就从后面 驮着一根树段过来了 看叶辰停在那里 也停住了脚步 笑着问道 怎么样 有点重吧 能驮得下去吗 可以的 我歇下就好 刚开始驮 不怎么适应 叶辰也笑着回应道 那你搞慢点 不行就多歇几次 我先走 叶连山说着 越过叶辰 继续往山下去 叶辰歇了一会儿 就继续起身上路 其他人一个肩膀 就能到路边 顶多路上 歇一次换一个肩膀 叶辰就歇了两三次 终于到了平地上 路也好走了 叶辰歇了一次 准备一口气 驮到路边 这时之前的那些人 已经又往山上走了 路过叶辰身边的时候 都还笑着说道 小辰怎么样 还能坚持下去吗 或者是 小辰可以啊 能驮下来这么大的说 之类的 叶辰只能笑笑算作回答了 他正憋着一口气 在赶路呢 终于到了路边 叶辰侧过身 肩膀一伸一缩 数段就离开肩膀落到地上 叶辰只觉得一阵轻松 他掀起一脚 擦了擦脸上的汗 就这一趟 他就感觉全身都湿透了 不过叶辰还挺有成就感的 有人也许会说 叶辰都是几千万的富翁了 还净做些苦力的是干嘛 随便找人做做 自己乐得清闲不好吗 但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 叶辰可以请人来分担些苦力 但他还是喜欢参与做这些事 虽然有时可能会累那么一下 但踏踏实实做事的感觉 他感觉还挺好 以前在外面上班是心累 现在没什么烦心事 就算干点活 累也只是身体上的累 他感觉两者的差别真的挺大 身体累却觉得很充实 心累的时候 仿佛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和乐趣 对叶辰来说 农村的每一种琐碎 都是他阔别多年的曾经 每一桩饰都让他能体会到生活的真实 身体在内 心中也是闲适的 一上午 叶辰驮了五烫 谁也是 喝了两大桶 他的杯子都不能叫杯子 只能叫桶了 网上买的 能装一千多毫升的水 一上午 大概有驮了一半的量 到了中午 叶连山就招呼大家回去吃饭 下午再来继续 回到家 田惠方王素梅他们 已经把饭做好了 满满一桌人 桌上除了叶辰和两个女的 都是能喝酒的 农村庄稼人 基本上都能喝一点酒 尤其是那些常年上工的人 先有不喝酒的 叶辰是能喝一点酒 但是不喜好喝酒 所以 非必要他是不怎么喝酒的 中午喝的酒 都是附近商店里 整箱批来的的 四五十块钱一瓶的酒 一箱二百不到 叶辰家 因为最近经常会有人吃饭 像那些给他家盖房的师傅们 叶辰家也会时不时地 请他们在家里吃顿的 虽然说是全部包出去 不用管他们的吃喝的 但农村嘛 就是这样 不会把这些东西算得那么细的 这也是农村比城市 更有人情味的地方 喝酒的多 叶连山就去商店 批了几箱回来 也不是叶辰 舍不得买更好的酒 农村有些东西 不需要你处处去显摆的 农村的是很多 还是那句话 叫入乡随俗 很多时候 农村的各种事情 都有一种无形的标准 比如说平时做工的大工小工的工资 平时喝什么样的酒 过节大事 喝什么样的酒 和用什么档次的烟招带 办大事 随多少礼等等 各有各的标准 你什么东西都比别人高一等 人家还真不一定会说 你这家款待得好 千万不要低估人的嫉妒心 不是说农村人不好 其实是人都会有嫉妒心的 除了那种真正的世外之人 但问人世间 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文创外事 而不起波澜呢 这也是农村跟城里的一个区别 在城里 门对门可以互不相识 也就无所谓 你是富还是穷 农村一个村 那是上下左右不认识一千 也识得几百 好事传得快 坏事传得更快 吃过了午饭 大家坐在那里午休 中午也太热了点 休息下 晚点再上山 对了 你们山上看到枫树多不多 砍些枫树回来种香菇 田惠芳对夜连山问道 田惠芳看周边 有几家种起了香菇 平时可以收获点香菇自家吃 他也想种一点香菇自家吃 山上枫树有啊 要砍的话 还是能砍到一些的 不过 你放到哪里种啊 那东西要在阴凉处 还要盖遮阳网 还要时刻保持水分 最好要有水源 能随时补水才好啊 夜连山思考了下说道 现在玉米地腾出来了 可以在那里面种吧 田惠芳说道 我们老家可以种香菇吗 怎么种的 夜晨听到父母说道 要种香菇 他疑惑地问道 夜晨以前小时候 他见过舅舅家种过那种白色的 好像是金针菇 还是什么菇的 还没见过种香菇的 可以啊 我们这边好几家都种了 就是用山上的枫树 才成一米左右的树端 然后在上面打洞 种上香菇菌种 放上一段时间 就能有香菇长出来了 夜连山说道 哦 那还挺简单的嘛 那为什么没有人去做成产业呢 多种些香菇 然后晒干做干香菇卖 现在外面好的干菇 卖的价格可高了 夜晨若有所思地说道 夜晨不是想在家创业吗 他心中的想法 也是偏向于农家的各种土特产 还有休闲农庄这一款 但农家土特产 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一个土字吗 纯天然 污污染 没有化肥农药 没有激素 这就是最大的卖点 那东西 谁还做什么产业啊 都是一些人家种一点自家吃的 田惠芳说道 那我们可以做成产业啊 正好还没想好要做什么呢 我看山上风树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就先办个香菇基地 种一批香菇怎么样 夜晨稍有激情地说道 怎么那么冲动啊 你都不知道香菇怎么种的 也不知道那东西怎么卖 能不能卖上架 不怕亏了呀 田惠芳怕夜晨什么都不懂 就一头扎进去 到时候赔了可怎么办 是啊 还是先看看 能不能卖出去再说吧 夜莲山也如此说道 放心吧 我肯定是会先做一些前期调查的 反正我要真做 也还要承包一些土地 家里那几亩地 可种不了多少吧 夜晨如此说道 嗯 你心里有数就好 下午两点多钟 大家又一起去山上 将剩下的树段子 全部运了下来 临近傍晚时分 基本全部弄完了 夜莲山叫来了之前 帮忙拖沙时的那个车 先将用作防粮的树段子 装上车 然后拖到建房的地方卸下来 那些是不用拒的 直接人工砍修成型就可以了 然后再将剩下的 需要加工的树段子装车 拖到了村委下面 不远处的一个木材加工厂 加工成船条和装潢条之类的 树木比较多 分了好几趟才用完 晚上田惠方他们 又做了一大桌的菜 招待大家 开车的师傅 也被留下来吃完饭 晚饭完毕 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师傅们 就早早回家了 夜莲山拿出他的小本本 将今天做工的人记上 上面是各种事情 找的人做工的工时 一天就是一个工 一般他们这边 都是等到年末 才算工钱给钱的 当然如果后续 没有什么事再要找人家 工时又少的话 一般也就会早点截掉账 或者做得多了 人家又有需要用钱的地方 也可以先支一部分钱的 夜成家这后期 可能还有不少事 要找人家干活 自然要好好记录好了 一天下来 也确实比较累 夜成洗过澡 也没什么兴致出去乘凉了 早早的 就回到房间 滚到了床上 做苦力活是真的没那么容易 夜成感觉自己的肩膀 不是一般的酸痛 瞥眼看了看 肩膀都红了一大片了 太累了 就很容易入睡 夜成躺在床上拿着手机 打开抖音刷着视频 一下下 眼皮就合起来了 手上的手机滑掉在床上 他睡着了 手机里的视频 发出的哈哈的笑声 一直在重复着 旁边电扇呼呼地吹着 窗外还传来一阵阵虫鸣声 这个夜晚一如往常的宁静又热闹 第二天起床 夜成还是感觉到 肩膀一阵酸痛 但是比夜成刚回家干活后 第二天的状况要好多了 可能是做了几次了 身体也逐渐适应了 没有那么的全身酸痛了 起来了 昨天做了一天 今天累不累啊 田惠芳看到夜成开门出来 于是问道 还好 就是肩膀有点酸痛 夜成边说着边挤了点牙膏 拿着杯子到水池边 接了点水树了漱口 然后开始刷牙 你平时做少了 再说那么重的段子 也亏得你能拖下来 赶紧洗漱好 把饭吃了吧 田惠芳说道 嗯 爸爸和小叔他们呢 怎么没看到人 夜成疑惑地问道 家里就看到田惠芳一个人在家 你小妈在河里洗衣服呢 你爸和你小叔早就去小灭那个木材加工厂 加工那批木料去了 田惠芳说道 哦 等到夜成一个人吃完了饭 田惠芳已经到地里去弄菜地了 夜成来到房子那边 二层墙又建好了 王顺东他们开始在正屋后面 建厨房柴房之类的角屋了 而正屋二层上面 木工师傅已经在置墓了 很快就要交住二层的楼顶了 梨框架做好也快了 夜成拉着水管到后山坡 给树苗草皮浇了水 然后夜成就开着车到了下面的木材加工厂那 刚下车 机器的轰鸣就传入耳朵里 只见一架带具正在高速旋转 加工的师傅 正将一根原木 从这头推向旋转的锯条 另一边一个人在那边将竖段接住 整个从头切到了尾 又将剩下的推过来 不要的木翘板扔到了一边 夜连山和夜连松他们 一个人在捡那些废料木板 一个在整理切好的木料 锯条高速转动 一块块的木板木条被切割出来 木屑飞舞 干活的身上都披上了一层木屑 带具工作那么一定时间 师傅就要将锯停掉卸一下 长时间工作容易伤机器伤锯条 停下之后 师傅就要将锯条卸下来 一个锯齿 一个锯齿的去磨 不然太顿了 也没办法用 而趁着这个时间 夜连山叫着夜成 过去将带具下面池子里的木屑铲起来 打开铺在池子上面的盖板 里面已经满满一池子的木屑了 这些都可以弄回家 烧柴火灶的时候 一次产点进去 还是很好的助燃材料的 拿出家里带的尼龙袋 用大锹一产一产地往袋子里装 装满用塑料袋砸好 所有的木材加工好 也成了一半木料一半废柴了 又找车子拖回了家 木料还要专门找地方架好 现在天气还好 可以再放着晒一晒 要是下雨就要 即是盖上了 不然容易发霉 到时候木质变脆 做装潢的效果就不好了 寿命也会变短 至于那一堆的 没什么用的板柴 就可以锯了 然后破开了 用来荡柴火 也是车子拖到家附近的空地上卸下 回头用电锯来切割 第二天 叶辰先去镇子上 买了一个电锯回来 还买了一捆的软电线 用来接电 叶辰拿着柴放到柴码 解释 农村聚柴时架柴用的 一个X字形的前叉 叉香蕉的地方 再叉上一根 一共三根脚着地 非常的稳 上 叶连山手拿电锯切割成一节节的 叶连松将那些比较厚 或比较宽的 用斧头劈开 锯切斧劈好 拿到旁边码起来 等到房屋建好 柴也晒干了 到时候 可以直接放到柴房里面 那就放多久 都行了 存着慢慢烧 柴弄完了 叶连山叶连松他们 又要弄防粮的段子 拿皮铲 将竖段外表的竖皮铲掉 叶辰也试了下 还是要有巧劲的 方向角度不对 能给你手铲的 很容易就起泡 虎口的位置扯得肉痛 铲好竖皮的光柳的竖段 接下来就是木匠来加工成房梁了 这是一个老师傅来操作的 现在年轻一代的木工 很多都不会砍房梁了 老师傅拿斧子 将竖段破出一个平面 拿豹子推平 这面是用来钉船子的 然后还要在两端凿出损帽 到时候架房梁的时候 可以两头相接 形成一个整体 这些东西 要是没经验的弄不准 说不得 要么笋头对不上 要么平面不能对上 那时候就不好用了 叶晨是干完 问了王慧芳旁边 谁家有种香菇的 想去看看 田慧芳跟他说 旁边的宋元华家就中了 叶晨问好后 就直接找到了他们家去看看 宋元华家就在叶晨家西面 隔了一户的位置 宋元华今年大概有40岁 具体他也不知道 估计是比叶晨能大个十一二岁 他家就他自己一个人 家里长辈过世的早 叶晨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 他就是跟他奶奶相依为命的 后来叶晨大概上五年级的时候 他奶奶也去世了 也许正是这种家庭 让他也没结婚 至今还是单身一个人 但他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也是个很会学习的人 他上学少 但是他能自学 叶晨印象最深的 是他有一本新华字典 翻了很多年 都翻烂了 他没有跟过师傅 纯粹自己摸索着 学会了木匠和灭匠活 以前还经常帮邻居 做做衣柜电视柜桌子凳子之类的 还能编些洗菜篮之类的 叶晨真的挺佩服他的 只是现在一般的家具 买来也挺便宜 而且也好看 他也就很少再做那些了 袁华哥 在家吗 叶晨来到他家 看到大门开着 就进了屋 哎 在后面呢 谁啊 宋元华的声音 从屋后面传来 叶晨循着声音 走过了厅堂和厨房 穿过后门 来到了后院子里 只见宋元华 正在院子里边框呢 袁华哥 你这又是在做什么啊 叶晨看着地上 编了一点的竹编问道 才一点点 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哦 编着丸的 弄几个竹筐 回头年底烧炭的时候 装炭柴用 宋元华解释道 你今年冬天还烧炭啊 去年看你烧了好几窑的炭 都用了吗 叶晨问道 去年叶晨看宋元华 也在对面河边 做了一个土窑 烧了不少的炭 那不是都卖掉了吗 自家现在都没好多了 今年别人有几个 都提前跟我说了要啊 这不就没事的时候 先把筐子编一编了 宋元华解释道 那你冬天烧的炭 也卖点给我加呗 叶晨问道 这年月烧炭的很少了 买炭也不好买 你家有不少山 山上杂树也多 回头你们自己弄点柴来 我的遥空的时候 借给你烧不就行了 你爸他们也是 都会烧窑的 还买什么 宋元华于是说道 我爸还会烧窑吗 我都还不知道呢 那我回头问问他 你爸当然会烧炭了 很早以前我还小的时候 他还有你辜负他们 就在山上烧炭卖了 那时候烧炭可还是在大山上呢 一烧就是一两个月 哪像现在 家门口就能弄到柴烧窑了 宋元华回忆道 原来还有这些事啊 那时候你都还小呢 我肯定都还没出生呢 叶晨算算时间那时候的 估计父亲叶连山 都还是没结婚的小年轻 对了 元华哥 我这次来 是想看看你家的香菇 我妈说 你这种了香菇啊 叶晨想起了 自己是来干嘛的 刚才一聊就聊远了 嗯 有啊 就在院子后面 我带你去看 宋元华听到叶晨说 要看香菇 立马答应着 就起身朝院后走去 宋元华打开了后院的门 后面也就是 边叶晨家香莲的那面 后山坡 不过他家的后面 是一整面的石头芽 没有什么土啊草啊的 芽臂直通到顶部 而他家下面紧挨着的一家 更是芽下的位置 都形成了一个芽洞啊 越往下芽角缩进去的越多 宋元华种的香菇 就靠在石头崖壁上 八九十公分的枫树断木 已经都成了黑色的外表了 而断木上此刻 正长着些香菇 叶晨还是第一次看到 香菇是这样长出来的 一株株的香菇 有大的很大的一朵 像个小伞一样 也有刚长出头的很小的一点 元华哥 你这蘑菇长得还不少啊 不过怎么都是奇形怪状的啊 叶晨问道 段树的香菇就这样 外面 现在卖的香菇 基本上都是普通的带庄香菇品种 那种香菇长出来就很规整 产量也多 宋元华娓娓说道 还分啊 我还以为都是一样的生长方式呢 那段树香菇好 还是带庄的好啊 叶晨好奇地问道 那当然 香菇种植 主要就是带庄和段木两种 带庄的 就一层层地放在架子上 规模种植的 还要做大棚的 那样一年四季都能结 而且 那种带庄的产量也高 不过带庄香菇味道 就没有我们这种段木香菇来的味道好了 不过 段木香菇就是产量上不高 接出来的香菇卖相 也没有带庄的出来的好看 我们自己家吃嘛 无所谓什么产量的 反正枫树叶 都是自己家山上砍的 也不用怎么管理 自己一年到头 就能有点香菇吃 就很好了 宋元华分析了一下 他所知道的香菇的大概情况 哦 你不说 我还真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呢 怎么 你家也准备种些香菇吗 宋元华问道 对 我妈是想种点 我呢 就想看看 我们家的香菇什么样的 如果好我就多种点 叶辰说道 这个可以种的 主要是山上段木好弄 而且这种段木香菇 不怎么需要特别的管理 如果不在乎产量 完全就是靠天收的 不过 要注意遮阳和保持水分 宋元华也说了一些经验之谈 嗯 行 那回头我要是要种香菇 还要麻烦你来给指导指导啊 叶辰笑着说道 那都没问题的 随时来找我就好了 这样 你先等一下 我这正好接了不少香菇 我给你沾些你带回去 晚上让你妈烧了你 吃吃看味道咋样 我去找个袋子来装 宋元华说着 就返回厨房里去找袋子了 那就谢谢元华哥了 我正好尝尝味道如何 宋元华找了个红塑料袋出来 这是之前买菜的 里面是干净的 宋元华说着来到了后面 然后从段木上 捡那些大的成熟的香菇 一个个地掰下来 放进袋子里 叶辰也掰了几个 放到鼻子边闻了闻 还挺香的呢 有一种菌菇味和草木的香味 那当然了 等到菜做出来就更香来 够了够了 已经很多了 不要弄那么多 这都够做几个菜了 叶辰看宋元华 都快将那个小塑料袋给装满了 连忙说道 没事 这些成熟的都给你摘了 浇浇水 这气温又高 有几天 小的就能长起来了 再说 我自己一个人 吃不了那么多的 平时多了吃不完 我也是 都送给大家尝尝的 宋元华将大的香菇鸡 都摘下来 才将满满的一袋子香菇 递给叶辰 那谢谢元华哥了呀 我就先走了 回头再来耍呀 嗯 好 叶辰拎着一袋香菇 回到家 田惠芳看到了问道 你拎的什么东西啊 元华哥送的香菇 怎么搞了那么多啊 他之前都给过几次了 妈你晚上把香菇 烧着吃吃呗 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叶辰颇有点 等不及想尝尝了 行 晚上就做一个 田惠芳说着 接过了叶辰手上的袋子 然后将香菇倒出来 摊在地板上 新鲜的香菇 不能一直握在袋子里 塑料袋不透气 很容易就坏的 这样摊开来 能放得久 田惠芳对叶辰说道 晚饭时分 叶辰看着田惠芳 制作香菇炖肉 香菇去掉根部的 一节黑的部分 然后用手将香菇 沿着根筋掰成两半 因为香菇都比较大 掰开了也比较好熟 然后用清水洗净 瀝干了水分 新鲜的猪肉切块 再把切好的猪肉下锅 大火翻炒 制肉变色八成熟 放葱姜蒜大料 然后放香菇 放酱油 加点糖 翻炒制肉 均匀上色后添加开水 开水 没过香菇肉刚好 小火炖一会儿 差不多了 大火收汁 就能出锅了 田惠芳跟叶辰说 如果肉和香菇 稍微炒一下 然后就直接盛到砂锅里 用炭炉子来慢慢烧出来 吃起来 味道更好 可惜 现在烧的是液化器 没柴火烧 也就没法生炭火了 开饭了 菜端上桌 叶辰抢先就用筷子 加了一个香菇 放进嘴里 味道真的很好 有别于外面买的香菇 鲜味更浓 说不清到不明的那种香味 比买的香菇 绝对好吃太多了 叶辰心里立时决定了 种香菇 就是他回乡创业的第一个项目 晚上吃过了晚饭 叶辰洗漱好就回屋了 打开他的电脑 搜索一些香菇的资料 有试问百度 还真是现在的社会信息的强大 在农村一样能知天下事了 叶辰搜索了很多相关信息 发现还真是跟宋元华说得差不多 市场上卖的都是带种的香菇 香味和营养价值 逊色一大节 最好的香菇 还是要找大山里野生香菇 或者断木香菇 这种香菇烧菜 才能烧出最好的味道 然而野生香菇极难寻觅 而且量也极少 这样断木香菇 就成了最佳的选择了 之所以那么费劲纠结断木两字 就是为了说明其优越性 一般的带桩香菇 都是在一个塑料袋中 用木屑和营养液培养出来的 断木香菇是在树干上打眼 在树眼里放入菌种 等待其自然生长出来 断木香菇的香味 口感和营养都要好于带料的 但产量比带桩低不少 所以经济效益不高 因此越来越少人种 断木香菇的身影 也越来越难寻觅 要找到深山里的农家人才有 城市周边是既缺少土地 又缺少自然条件 首先买来菌种 然后找适合香菇生长的断木 打孔 然后填菌 封口 把它们放置在屋外 在香菇生长过程中 完全不用管它 让它们天生天养 断木香菇呼吸着山里的空气 沐浴着风雨 如此生长出的香菇 怎么可能不好呢 断木香菇如此的难得 自然价格也是 普通香菇所不能比的 叶晨决定 明天找叶连山商量下 如何大规模种植 爸 我昨天也查了不少资料 感觉种植香菇 还是个非常不错的项目的 你觉得能做吗 叶晨试着问问 叶连山他的想法 叶晨虽然可能能通过 新时代的讯息手段 了解到很多叶连山 他们这辈人不大懂的信息 但是叶连山他们 毕竟比叶晨他们 多了二十多年的经验 就像老一辈常说的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 我过的桥 比你走的路还要多 这并不是什么空话 经验是很好的老师 多听听是没什么坏处的 嗯 你要做也实行的 这东西说难嘛 技术要求也不是那么高 而且投入上面也好控制 不需要那么大的成本 家里山上的枫树之类的段木 估计就能弄得几亩的 那你准备弄多大的规模呢 叶连山想了想说道 我也暂时就是个大致的想法 具体一亩地 要多少的段木 多少的菌种 还要盖沙王 那就还要打柱子 这些我都还没数呢 叶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 你能想得多 我们也比较放心了 说明 你确实考虑了问题 我们这也没有大面积种植的 也没什么可参考的 不过你可以计算下 段木 如果在田里种植 就要一个横杆 然后两边都靠在杆子上 这样一排段木 占地的宽度就出来了 然后排与排之间 也要留有过道 方便以后管理和采摘 这个宽度 你算好留多宽 这样基本应该能算出 一亩地要多少段木了 叶连山口若悬河地说着 叶辰还真不知道 自己老爸想得 这么头头是头 对啊 我来算算 然后叶辰拿出章纸 在上面写写画画 摆段木架大概一米 过道有个0.8米差不多 每米长度两边 大概共百八根 就是1.8平方米 可百八根 一亩地就要2960根左右 一根段木0.8米差不多 这样一棵10米左右的树 能弄个12节左右 那一亩地就要250根不到 不算不知道 这一算下来 就算弄个几亩 那需要的量 可是也不少啊 爸 我算了下 大概一亩地得要个250根左右 这要是弄个几十亩 恐怕没那么多的树吧 叶辰把自己大概算的数量 跟叶连山说了一下 那是要不少 咱家山上具体能弄多少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弄 那就趁早做准备 要先弄个采伐证 才能砍的 叶连山说道 现在砍树 还要采伐证吗 之前砍山树 不是没要吗 叶辰问道 他不是很清楚 量少当然就不需要 但数量多了就需要的 现在自有零 也不是你想砍就砍的 那行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申请下呗 看最多能申请多少的 的指标下来 叶辰于是说道 嗯 明天我就去村里问问 第二天 叶连山就和叶辰 一起去了村里 叶辰还是第一次到村里来呢 以前的老村铺 倒是去过 新村铺搬迁过来几年 村委的领导班子都换了几届了 叶辰也没打过交道 农村家里面的事 基本上都是叶连山管 他也从不用去操心 而且 叶连山还兼任着村委的一个村民代表的身份 他到村里 倒是熟门熟路了 于主任 在呢 叶连山带着叶辰进了服务大厅 叶连山看到主任就坐在台后面 随即打了声招呼 哦 是老叶啊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你后面这是你家叶辰吧 什么时候回家的呀 主任余文生也笑着跟叶连生打招呼 看到叶连生后面的叶辰 又问了叶连生一下 主任好 我就是叶辰 回来也有一个多月了 叶辰上前打了声招呼 哎 叶辰 是你吧 还认识我不 叶辰这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 叶辰撇过头 只见另一间屋柜台后面 一个女的伸出头来看着叶辰 你是 哦 你是温慧芳吧 叶辰看着这有点熟悉的脸庞 脑子里响了一会儿 终于记起来 这好像是自己的小学和初中同学温慧芳 已经好多年不见了 对啊 怎么 没想到吧 对面的温慧芳笑着说道 是啊 好多年没见了 你现在村里工作吗 叶辰走过去他柜台前问道 是啊 都一年多了 你都不知道 你还真是对家乡是一点都不关心啊 温慧芳笑骂道 哪有 只是我在家一年也待不了几天 怎么知道你在这呢 你现在是在村里负责哪一块呢 叶辰问道 我主负责寄生这块 怎么样 什么时候到你身上 我还早呢 另一半还不知道在哪呢 叶辰笑了笑说道 那你也要加油了 我都两个孩子了 小的都快三岁了 温慧芳说道 你都两个孩子了呀 真看不出来 小陈 过来这边 主人问问你事情哦 叶辰正在跟温慧芳聊着 那边跟主任聊着的叶连山 招呼叶辰过去 那边我还找主任有点事 我们回头再聊啊 嗯 行 你先去办事吧 小陈 事情我都跟主任说了 主任说 尽量给我们批多点 但最后 多少还是要林夜站那边批的 叶连山对叶辰说道 叶辰啊 听说你要在家里面创业 我们村里面是绝对无比支持的 你放心 政策范围内能给你提供的便利 我们一定会尽量地给你提供的 余文文声热情地说道 谢谢主任的支持 我是打算在老家创业 初步打算是做种植养植和农庄民宿这一块 少不得还要村里多支持一点的 以后可能要承包一些田地什么的 还要主任多多帮忙啊 叶辰说道 哪里话 你创业也是给村里带来好处的吗 还希望你以后能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给村里的乡亲们 能带动一部分人就业 那也是帮助我们的扶贫和脱贫工作 我还应该感谢你呢 至于承包田地这些村里 肯定帮你们协调的 现在很多地都慌了不中 我们也都在想着办法 让村民利用起来呢 你这应该会比较好弄的 余文声笑着说道 其实也难怪他如此说了 现在已经到了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了 还生最后的决战之年 上面给的脱贫任务是必须完成的 他们也有压力的 这点主任你 尽管放心 我既然选择在家乡创业 肯定会在村里面招工的 叶辰保证着 行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出一番成绩的 你们的彩罚申请 我已经给你们打出来盖好章了 你们写上名字 然后送到镇上林业站去 我等一下给林业站的站长打个电话 帮你们把情况说明下 相信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那就麻烦于主任了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叶辰和叶连山 带着盖了张的 申请出了服务中心 然后两人又赶到了镇上林业站 到了之后 给那边说明来意 那边的站长说 与主任已经跟他说过了 看了材料 又听了叶辰他们的情况说明 也就把彩罚证批给了他们 叶辰他们感谢了一番 才出了林业站 然后回家了 爸 彩罚证已经批下来了 我们什么时候就去找人到山上去砍树吧 这么多 估计要不少时间砍 都是在丛林里面还要去找 等家里能砍的都砍了看有多少 对了 小树家也有山林 他家应该山上应该也有吧 要不一起砍了 回头算算值多少钱把钱给他 叶辰对着叶连山问道 嗯 也行 回头我就找个人去砍 我们村的雨酒山 就是老伐木工了 以前给人家山场上伐树的 比较在行 而且他也有邮据 正好也省得 再找别人见 行 那人就你去找吧 小树家的上山的树你 再去问问小树呗 可以的话 回头就一起砍了 我晚上就问问他 叶连松听了叶连山的话 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 现在山上的树放在那里又不值钱 往外卖 也卖不上什么好价 叶辰要用就给他了 随后 叶连山就去找了雨酒山 请他帮忙到 自家山上去伐树 伐什么树 伐多少都给他说了 他也立马答应次日就去 第二天 叶连山带着雨酒山 去了自家山 给他指了自家山场的大致范围 别到时候把别人家山上的树 给伐了就不好了 虽然没多少钱 但是会很麻烦的 遇到好说话的无所谓 遇到些嘴碎的 你就算赔给他钱 他还要说你一通 犯不着找那个罪受 雨酒山拉动油锯的拉绳 轰隆隆隆 油锯启动 锯条切入树根 一棵棵树木倒下 这些伐下来的树 还要放在那里风干 估计还要一段时间 正好那时候 田里的水稻等都收割完了 叶辰也好去商量承包土地的事 这天 叶辰家的二层房顶要浇住了 还是请了之前的 浇水泥顶子的队伍 花了一天的功夫 终于浇住完成 这次除了二层的顶子 还有后排脚屋的顶子 也是一起浇住完成的 正屋后面 做了两排的一层脚屋 排与排之间 都有一个四五米宽的院子 最后一排 基本就是靠近那堵石墙了 这样就有断向四合院的 那种三进院落 正屋前面是个院子 院门进来就是一进 再从正屋来到 第一排脚屋是二进 从第一排脚屋穿过到后面一层 就是三进了 夜城家正屋是四开间的 但真正用作居住的 就三开间 最南边一间只有一层 而且是前后贯通 用来停车的车库 车库上面 夜城准备 做一个大阳光房的 到时候 建成了里面 可以种点观赏的绿枝花草 再摆上个书架 放上几本书 放一个藤椅 再放一个吊椅 春季人法 可以在堂椅上睡觉 唐代理社的 提赫零四僧社 以示描写得好 中日昏昏醉梦间 呼闻春进墙登山 因过竹苑逢僧化 偷得浮生半日闲 夜城也想来一个 中日昏昏腾以上 偷得浮生半春朝 冬天更是可以在里面晒太阳 管他天南地北寒风吹 煮一壶热茶 坐在吊椅里 裹一袭毛绒毯 手持一卷 于暖阳下小游舒海 岂不更是一种惬意 至于前面的院子 院子还没有建 等到大的建筑材料都进完了 即差不多要动工了 夜城准备将大门开在最南边 这样 车子可以直接通过院门进入车库 而靠北的三间正屋前 夜城打算一次做个渔池和凉亭 这些等到屋顶盖起来 就可以与房屋装修同步动工了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已临近中秋了 夜城新房的第三层 也终于盖上了瓦 说是第三层 其实说是半层更恰当 因为中间是屋脊 而两边是斜坡的屋面 到前端的位置人都要弯腰才能进了 农村建房 还都喜欢建这样一个屋面 其实还是挺有用的 其一是可以隔热 如果光秃秃的水泥屋顶 到了夏天 那二层里面就热得不行 有了这盖瓦的一层 就能好不少了 另外三层上面 是最干燥的位置 不会有任何的回潮 反而是时常的被断晒 所以用来存放稻谷玉米 等等之类的穀物 或者晾瓜腊肉腊鸭之类的 也是再好不过了 不用担心发霉变质 通常人家的三层都只是简单的刷白 地面也是那水泥地面 不过叶晨打算好好装修下 他想做成欧美乡村风的那种阁楼的样子 可以放一张床 一个沙发 一个书架 再来一个天文望远镜 叶晨对天文很感兴趣 他在盖瓦的时候 特地在坡面上 特地做了一块透明玻璃 以后可以在那里透过玻璃观望星空 或者下雨天躺在沙发上 听玻璃被雨打的声音 第三层就像是个人自行的盖子 就是以前传统的屋顶一样 房梁全都是用的 之前山上弄下来的山树段子 铲掉了树皮 面上钉上一块块山树板 然后再在表面盖上青瓦 最后一块瓦盖上 叶晨他们又放了鞭炮和烟花 庆祝房屋落成 接下来就要进行装修了 不过那要等到中秋节过了以后了 毕竟大家都要过节的 8月15 中秋加节 叶晨家上午就收拾妥当 叶连山田会方他们 也都换上一身新一点的衣服 平时在家干活都是旧衣烂山的 这中秋节要回到田会方娘家 自然要穿得好一点了 其实叶晨也打电话回来说 要过来的 他们场中秋也放假了 但田会方让他晚上再来 他们中午要回他娘家 也就是叶晨他们外婆家 主要是叶晨的外公外婆都还在世 所以去一下是有必要的 那些娘家父母已经不在的人 就很少过中秋回娘家的了 叶晨在这叶连山田会方 和叶连松王素梅出发了 叶连松和王素梅也是会娘家 而且 王素梅的娘家和田会方娘家 是在一个大队上 不过现在不是同一个组就是了 但离得并不是很远 小妈 倩倩他们中秋没放假吗 怎么没回来 还有历姐 这次中秋回不回来啊 叶晨边开着车边问道 小倩这次中秋放假 但她说 来回花在路上的时间 就要两天了 在家只待到一天 而且还有十来天 就要国庆放假了 说这次就不回来了 国庆的时候再回来 你历姐倒是说要回来 我们这不是上午 要去她外婆家吗 就让她晚上再回来了 你家叶晴也是一样吗 王素梅解释道 最后一句是问的田会方 对啊 我也是 让她晚点回来的 田会方回答道 叶晨开着车行在路上 路上的车 明显比平时多了不少 来来回回的络绎不绝 这过节了 回家的人还不少啊 路上车多了好多 叶晨说道 是啊 这几年买车的多了 尤其过年的时候 路上都挤得没办法走 叶连山说道 这镇上的路 也该拓宽拓宽了 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 那时候车才多少 现在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 叶晨也吐槽道 哪有那么容易 这两边都是房子的 怎么往外扩 不过现在 也从其他几个方向 修了两条环路 能从其他的路转 已经好不少了 叶连山说道 路上车子多人多 你也开慢点 注意安全 别撞到人了呀 田惠方担心地叮嘱道 放心吧 我晓得的 农村开车 虽然不怕什么违法拍照之类的 但没有红绿灯 各种车辆随便穿梭 更是有那经常突然窜出来的老人或小孩 你还真得打起十二分的小心的 叶晨开着车来到镇上 找了个最大的超市 将车停在了超市外面的路上 这个超市开在新建的大道上 相比较于那些老街道 就宽敞了不少 车停路边也不会站倒 一车人下了车 走进超市去买东西 也就买些酒和肉 当然 中秋月饼是少不了的 现在的月饼价格都花在盒子上 那盒子是一个比一个做的花哨 其实里面的月饼 反而都没多少人愿意吃了 叶晨还记得小时候 那到了中秋 能吃上月饼 是最开心的事了 每次跟着父母买上月饼到外公家 吃饭前 外公就会拆一个大月饼 然后切开成很多小块 一个个地散给小一辈的孩子们 那味道吃起来真是好吃 记忆犹新 那时候就那么单一的一个品种 一个大饼 而现在呢 都是一个个的小饼 盒子倒是做得蛮大的 拆开了里面一大半是包装 能吃的 还是那么四五六七八个 也是现在人能吃到的 好吃的太多了 而月饼虽然也做得五花八门的味道 但还是令人缺乏胃口 如果不是其本身所特有的意义 估计没多少人愿意花钱买的 田惠芳还买了些小蛋糕小面包之类的 他说 叶成外公外婆年纪大了 喜欢吃这些软糊的 他又给叶成的外公买了一条烟 就是一百多点一条的 给他老人家买太贵的也用不着 他还要拿到小商店里面 去换便宜的 他平时都抽的六七块钱一包的烟 买好了东西 叶成开着车 开始了爬山 说是爬山也不假 一直都是上坡 环山的公路一层一层的 到了半山腰的时候 已经能看到渔庄镇的镇中心的样子了 一个大碗一样的形状 以镇政府的五层大楼为中心 辐射出去 在高处 看去 还是挺美的 绕过一个弯进去 就进了山里了 一边是起伏的山峰 一边是悬空的山崖 靠里边的山坡 还有洼迹洼坡的痕迹 而外面也有很多地方用土填高 路面上也多是灰尘 这条路要加宽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好 不过等到弄好了再开车跑 应该就比较好走了 现以前的路 还不知道有没有四米宽 两车交汇的时候 要有一辆停下来让行才行 车子先到了叶成外婆家 叶连山和田惠芳先下了车 然后将买的东西都拿了下去 然后叶成开着车 沿着公路继续往王宿梅娘家开 车子绕了一个弯 一个高山水库出现在眼前 视野一下子开阔了 这就是叶成舅舅田国坤 承包着养鱼的水库 碧绿的湖水 四周群山包围 景色很美 叶成开着车 还要沿着水库边上的一条 窄的水泥路穿进去 这条路比开始上山的路还要窄 估计也就有个三米多一点 路外边就是到水库水面 十米左右的悬崖 车开进去一点 又是一个转弯加陡降在陡升的路 虽然是水泥路 但一样不敢掉以轻心的 叶成小心地往前开着 进去了大带有五百米左右 终于到了地方 叶连松王素梅 他们下了车 叶成帮着他们将东西拿下来 然后倒车掉头 小说 你们什么时候 要走给我打个电话 我来接你们啊 叶成说道 不用 我们回头这段路直接走过去 路不好走 省得你过来接的 这段路又不长 你先过去吧 路不好走慢点啊 叶连松说道 对啊 到时候 我们直接去你那边就行了 王素梅也如此说道 那先这样吧 回头有事打电话 我走了 叶成说着 开始往回开 注意安全 慢点 王素梅的声音 还在车后传来 叶成来到舅舅家门前 停停好了车 他家的大门下面 还有个陡坡 虽然水泥浇好的 叶成还真怕开进去 会触碰到底盘 索性就在大门前停了 好在是在他家自己的门前路上 不会挡住大路上的车子 叶成进了院子 舅舅田国坤 正在水池边忙着什么 舅舅 叶成喊了一声 哎 小陈来了 来看看 我这今天 别人给了一条 在水库里钓到的鱼 中午有鱼汤喝了 原来田国坤在那里弄鱼呢 哦 我看看 这鱼还不小吧 看着得有五六斤的样子 差不多 一个老钓鱼的师父送的 他今天钓到好几条鱼 经过我这里时候 送了条给我 那是好 中午又能吃到舅娘烧的鱼汤了 叶成高兴地说道 嗯 你舅娘正在厨房烧饭呢 舅娘 叶成于是进了厨房 叫了一声 小陈来了呀 呃不饿呀 等下把鱼烧好 就能开饭了 洪春兰笑盈盈地说着 不着急的 时间还早 我不饿的 田磊没回来啊 他没有 准备国庆节再回来 田磊今年还在读研究生 在山城那边 回家路程还是挺远的 哦 我堂妹也是一样 说国庆在回来的 叶成说道 你说的 是你小妈家的那个妹妹吧 洪春兰问道 对的 就是她 小姨他们还没来吧 没有呢 他们开店忙得很 估计还要等一会儿 叶成的小姨和小姨父家 还要从他舅舅家往上走一截 差不多已经到了与林氏的 舒丰县交接的位置了 从他们家再往北一点点 就是另一个事了 叶成于杰小姨父 在那上面开了一家百货店 那上面就他一家商店 本镇的和对面书丰县的人 都在他家买东西 生意还是很好的 而且 于杰还是他们那个村的村医 所以平时是真的忙 到了过年过节 那就更忙了 叶成又到老屋 去看望外公外婆 外公田桂山 今年都74岁了 但是身体却一级棒 他家里种菜种田 养鸡养鸭 好像还养了一头猪 其实他现在完全不用做这么多的 但人老人家就是闲不下来 就像田桂方经常说的 自己每次回去 不说带多少东西 还要从娘家带不少东西回去 以前他老人家还会扯挂面 农村的小麦粉扯出来的挂面 味道极好 只是现在年纪大了 他也很少做了 一年也做不了几次 而叶成外婆于桂华 比他外公小一岁 但前两年中了一次风 右边腿脚有点不利落了 不然以前好的时候 那徒步往叶成家 可是经常走的 进了老屋 叶成看到田桂山和于桂华 都坐在沙发上 旁边叶连山正陪着他们说话 田惠芳在帮忙 整理着家里的东西 外公 外婆 哎 小陈来了 过来坐下 于桂华看到叶成 顿时开心地说道 不用了 外婆 我逛逛 老房子窗户比较小 房间里有点暗 这种环境里 叶成就坐不住 着急得很 你们家房子建得怎么样了呀 田桂山问道 快的 前几天刚把框架建好 接下来就是装修了 我们请的人多 速度也比较快的 爷俩山说道 嗯 那年底 应该就能住进去了吧 对的 都看好日子了 到时候 让小陈开车上来 接你们过去啊 我们就不去了吧 你外母腿脚又不好 去了也麻烦 你们吧 国坤春兰他们 接过去就行了 田桂山说道 叶成他们 老家的风俗 是娘亲就大 什么大事亲娘就 那都是上宾 如果什么场合亲娘就不到 那估计还有人说闲话呢 哎呀 外公 没事的 我到时候开车上来接你们 又不用 你们走路去 没事的 到时候都去啊 叶成文言笑着说道 嗯 那到时候再说吧 你外婆她 估计也想看看 带女家的房子 盖得怎么样的 大姐姐 饭好了 吃饭了 这边正说着话 那边田国坤在喊吃饭了 叶成上前掺着外婆 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到她舅舅家 扶她坐到了餐桌主位上 这时叶成才注意到 小姨和小姨父也都到了 还有他们的儿子于飞 今年二十三岁 再上研究生一年级了 于飞也回来了 什么时候到家的 表哥 我昨天晚上到家的 你们就在省城 回来倒是比较方便 回头等我去省城了 再让你来我家坐坐啊 叶成说道 于飞虽然之前跟叶成在一个城市 但还真没有一起聚过 你家 表哥 你在卢州那里买房了吗 在哪个区啊 于飞问道 对啊 买在湖冰区那边 离你那应该还有点路 叶成说道 小陈买房子了呀 什么时候的事啊 这我们也还都不知道呢 旁边叶成舅舅小姨等人 都听到了叶成说买房了 于是都问了起来 嗯 前段时间回家之前买好的 也都没说 我把他们还是我回家之后 才告诉他们的呢 叶成解释道 是啊 他闷声不响的 就把房子给买了 我们都吓一跳呢 前段时间 我们跟我老小家 一起去那边看了看 住了几天 叶连山也笑着说道 现在他提起儿子的这些事 那都是面带红光的 买房子了好啊 省城那边房价一直在涨 买了不亏的 田国坤说道 他平时还是比较关注各种信息的 所以对房价这一块 也稍微有些了解 我也是这样想的嘛 所以就买了 反正也是一种投资的 小陈这房子车子 现在都有了 是不是该找女朋友了呀 叶成小一天慧如笑着说道 哎呀 这不是还没有合适的嘛 叶成有些腼腆地说道 叶成本就是个内向的人 遇到这些话题 他是真的不怎么会接话了 也不着急的 小陈这么优秀 这么年轻 车子房子就都有了 可以慢慢挑的 于婕也微笑着说道 好了 大家坐吧 我们先吃饭 红春兰招呼着大家坐下 哇 舅娘 这桌菜真是太丰盛了吧 这满满一桌的菜 叶成看着圆桌上摆的满满的一桌菜 不禁夸道 没多少菜的 都是自己家里的和山上的 云有你舅舅拿网沾的的小鱼 那个鱼汤里的大鱼 是别人给的 还有两个野味 也都是山上弄的 其他也没什么菜了 你们先盛点鱼汤和和吧 红春兰笑着介绍着 好 我先盛点 舅娘烧的鱼汤最好喝了 久了没喝 还真有点响了 叶成笑呵呵地说道 喜欢就多喝点 不过锅里还有 红春兰听到叶成的夸赞 也是笑容没停过 奶白色的鱼汤 那种鱼的香味 堪比野生鱼了 水库里的鱼 我都没投喂鱼饲料 都是土生土长的 味道是那些吃饲料的鱼 没法比的 田国坤颇为自豪地说道 舅舅 你们家这正好有条件的 承包着水库 每天都有过来钓鱼的 舅娘又有一手好手艺 你们怎么不开个农家乐呢 那样一定赚钱的 叶成喝着鱼汤问道 也不是没想过 只是我家这地方偏得很 路又不好走 哪里来的客人呢 来钓鱼的 都是中午 送去点盒饭就行了的 田国坤说道 其实他也不是没想过 弄个农家乐 只是怕没有客流 现在镇上那些开农家乐的 多少都会有一些政府 或老板之类的为主客流 靠来旅游的人 暂时还真赚不到钱 听说现在办农家乐上面 还能下来补贴 是不是真的呀 叶成问道 他以后也有打算去办个农庄 听说现在政府 对办农家乐 还有种植养殖之类的 都有政策补贴 可具体的政策 他还不是很懂 应该是有的 现在国家政策好 只不关你是开农家乐 还是搞养殖 只要你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就能申请到一些补助的 少的几万的 多的也有 拿到十几二十万的 田国坤说了一下他知道的 那还是挺不错的 我也准备在家办个休闲农庄的 再搞点养殖和种植 政策上有支持 那对我们会还是比较好的吗 叶成说道 他以后要发展养殖 种植农家乐民宿等等为一体的 有政策的支持的话 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的 小陈你在家做这些 那你不出去了 田国坤问道 嗯 暂时不出去了 在家创业试一试 现在新媒体时代 城市在有些方面 其实还真比不上农村的 就比方现在抖音里面 农村题材的内容 就特别受欢迎 用新媒体手段为媒介 还是有可能做好的 慢慢来嘛 叶成大致说了一下 你说的 我们就不大懂了 不过你是大学生 在城市有闯了那么多年了 现实的肯定比我们多的 田国坤说道 没有了 其实我也是好多不懂的 还是边做边学的 好了 吃饭吧 饭菜等下都凉了 吃完饭再凉 红春兰催着大家吃饭了 对对对 吃饭 来大姐夫 我给你蒸一杯 田国坤开了一瓶酒 给叶连山倒酒 叶连山举起酒杯 让田国坤倒上 田国坤然后又给田桂山 蒸了一杯 给田慧如也蒸了一杯 小陈 你也来一杯吧 田国坤对叶成问道 不用了 舅舅 我开车 不能喝酒的 叶成拒绝道 急什么 下午就在这晚 晚上在这吃饭再回去不就行了 不行的 晚上我姐姐姐夫他们 还要回家来的 那还能吃晚饭呢 叶成解释道 小飞呢 你能不能喝 我也不喝的 田国坤听到他们如此说 也就算了 然后他又给自己和叶成 他舅妈蒸了一杯 他们夫妻俩酒量都挺好 至于鱼节 他更是滴酒不沾 叶成舀了一大碗鱼汤 只是放了最简单的油和盐 味道却鲜美无比 叶成只能感叹一声 慈穷了 叶成连着喝了两大碗 吃完了饭 叶成小姨父他们 就赶着回去了 家里事情多 而叶成帮着田慧芳 将于桂华掺回家里 又在那里陪了他们一会儿 叶成现在在别人家 就特别待不住 要是在自己家 他就是在那里 发呆他都能行 但是到别人家 就总是无聊得很 哪怕是跟在家做一样的事 也觉得没那个心情 以前叶成跟爸妈过来 经常在舅舅家过夜的 那时候就不觉得无聊 现在每次吃过午饭 就急着走 前几年还年轻的时候 每次着急走 但田慧芳老是说 那么急着走干嘛 再待会儿吗 那时候 叶成还挺不耐烦的 想着有什么好待的呢 但现在叶成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发能理解田慧芳的心思了 叶成常年漂泊在外 就特别的容易练家 不愿在别人家多待 情愿窝在家里 其实也是因为在家时间少 珍惜在家里的每一时每一刻 但以前的叶成从不曾想 这里也是田慧芳的家 也许他在夫家几十年了 那里是他的家 但这里是他从小长得的地方 儿时的情感是最深切的 而且这里有他的父亲和母亲 他在这里不是一个长辈 而可以是一个孩子 可以在父母面前撒个娇偷个懒 心中的那份宁静和安逸是 别的地方所比不了的 叶成没有催他 他自己一个人出来 沿着水泥路 又散布到了水库边上的 万里晴空 阳光普照 绿树成荫 碧波青阳 湛蓝的天空 与碧绿的湖水相互映衬 美景如画 一排竹筏静静地浮在水面 忽而一阵清风吹过 卷起湖面一轮涟漪 叶成沿着水库大坝内 向一个通道库底的石阶石击而下 来到了靠近湖面的位置 近处的潜水区 能看到一群群的小鱼花在 来回地游荡 远处的湖面 偶尔还能看到一两条大鱼 跳出水面 转而又扑通一声 迅速地栽进水里 砸起一阵水花 远处挤出水边的草丛里 有三两个人在那里驰干垂钓 石而拉回鱼钩补充点鱼儿 又再重新抛出去 继而又安静的宁神静坐 注视着湖面 钓鱼其实真的是陶冶情操 修炼新兴的好方式 可以放下手机 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在现在的社会 有时候变得都是很难的一件事了 叶晨想着 以后自己要挖一个鱼塘养鱼 就在家旁边 没事也能去钓钓鱼也不错的 逢年过节的 还都有新鲜的鱼能吃 叶晨的思绪乱飞 眼睛也在飘荡着 左边看到路上 好像是叶连松他们走过来了 忙喊了一声 那边听到声音寻声看过来 也看到了叶晨 叶晨确定是他们 就赶忙起身 小跑着上了台阶 两方会合到一处 一起往叶晨外婆家的方向走 到了叶晨外婆家 叶晨进去喊了一声 田惠芳他们 也就准备好走了 跟所有人打了声招呼 大家就上了车 叶晨的外公舅舅舅妈 都送到了大门口 叶晨外婆也在老屋的 门口时凳上坐着 看向他们着 寒暄告别之后 叶晨就开着车下了山 车子来到镇上 叶晨说 晚上姐姐姐姐夫们都要来 是不是要买点菜回去啊 也行啊 那你把车子停到蔬菜超市那吧 我和你小妈进去买点菜 田惠芳说道 叶晨将车停好 他们两个妇女下了车 进到蔬菜店里面去了 叶晨也跟着下了车 进去看看农村的蔬菜超市 大概两三间房大的面积 各种蔬菜干货 粮油冰冻食品 分区摆放 蔬菜品种 当然没有城里那么多花样 都是些最常见的蔬菜 农村大多都自家种菜自家吃 很少买菜的 除非来人才会买点 主要都是镇中心 这块的居委会里的人 才会买菜吃 田惠芳他们 买了两个家里没有的蔬菜 知道叶晨喜欢吃鱼 又捞了一条活鱼 又在冰柜里 买了几个冷冻的荤菜 像猪肚 鸡针 大虾之类的 至于猪肉就没买了 当天的猪肉 上午早卖完了 就算放到下午 那也不新鲜了 有冰冻肉 那也不好吃 撑了重量 算了价格 叶晨扫码付了款 回到家 田惠芳他们 就将菜拎到厨房 开始忙活起来了 叶晨也找了个扫帚 将各个房间和房檐屋前 打扫干净 大概三点多 叶晴他们先到了 叶晨因为是在市里 所以肯定要晚一点 王超骑着摩托车 星星站在前面 后面坐着叶晴 叶晴两手都拎着东西 后车架上也绑着东西 王超车子骑到门口停下 叶晨已经跑出来 迎接了 小星星最先 急不可待地跳下车 喊着舅舅 叶晨满脸笑意地答应着 叶晴也跟着下了车 将手上的东西递给叶晨 给 这是给家里的 你拿进去吧 回来就行了 每次还拿东西做什么呢 田惠芳他们也都出来了 看到叶晴大包小包的 也是不想孩子 每次回娘家都破费 妈 没什么东西的 还有这个 小妈 这是给您的 王超也将后车架上的东西 解下来 递给了王素梅 你看你们这些孩子 就是礼节太重了 每次来都花钱的 王素梅笑着接过了东西 也是如此说道 叶晨拿着东西回了房间放好 出来到客厅 已经看到小星星 在那里看着动画片了 叶连山叶连松他们 也坐在沙发上 笑意盈盈地陪着他看 现在估计每个家庭都一样 谁喜欢看什么电视 都没用 到了有小孩子 那一天到晚就都是动画片了 谁都没孩子的权利大 不过叶晨还真是想吐槽 现在的动画片 反正他是看得头痛 那都是些什么鬼畜的东西 按理说 现在的孩子智力方面 普遍成熟的比较早 看的动画片应该更有深度了 可是叶晨看现在的动画片 跟他小时候的比起来 不知道弱智了多少 没看到什么情节和正能量的东西不说 一个个圆滚滚的形象 更是毫无美感可言 现在的孩子还看得特起劲 还有什么现在特别流行的游戏视频 更是风靡的不得了 叶晨每次都感叹 还好自己过的是正常的童年 叶晨印象最深的就是 中国早期的水墨动画和剪纸动画 与其说是动画片 更确切地可以说是美术片 因为每一部都是美的艺术制作 叶晨可以随口说出那些经典的动画 像小蝌蚪找妈妈 大闹天宫 阿凡提 三个和尚 玉蚌相争 黑猫警长 天书奇谭 葫芦兄弟 九色鹿 邋遢大王奇遇记 舒克和贝塔 西游记 他们或充满智慧 或简介幽默 或充满正义 或优美感人 题材丰富 寓意深刻 教育意义满满 更能提升孩子们的审美 现在的动画 千篇一律地风格语调 为了说教而说教的套路 已经不知道 寓教于自然故事之中 那种传统的含蓄内敛 不见踪影 有的甚至干脆就是 各种为了逗笑而已 没过多久 孙云伟和叶丽 也带着孩子到了 他们的孩子小雨汉 还不到一岁 王素梅一看到宝贝外孙 连忙接过去 抱在了怀里 孙云伟是开车来的 他将后备相带的东西 给两家都送了过去 你们这临时房子 搬到这我们还真不不知道 刚才开车到老屋 那时旁边有人指点了一下 才找到这的 孙云伟放下礼品 同家里几个长辈 都打了声招呼 然后从身上拿出包烟 然后抽出两只 递给叶连山和叶连松 来 大伯 爸 抽个烟 我不抽烟 你散给你爸就行了 叶连山摆了摆手说道 叶连松接过了烟 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了烟 吸了口 看到孙云伟 将另一根烟塞回烟盒 然后放回口袋里 不禁问道 云伟 你不是抽烟吗 怎么现在不抽了 也抽 不过这不是有小孩吗 孩子还小 在家小丽也不让抽烟 说对孩子不好 我也就尽量少抽了 孙云伟解释道 这倒是不错 为了孩子好 能不抽就不抽 叶连松听了点点头说道 另一边王素梅和田慧芳 轮流着抱了回孩子 然后又把他交回给叶力 他们又回去准备晚饭去了 叶勤也跟着去帮忙 这边小星星也急着想看弟弟 叶力就抱着孩子 在沙发上坐下 小星星站在叶力身前 低着头 看着叶力怀里 墙堡中的小不点 大姨 弟弟在睡觉吗 星星问道 对啊 弟弟还小 要经常睡觉的 叶力笑着说道 弟弟好小哦 我能摸摸他吗 星星看着墙堡中的弟弟 想摸又不敢摸 扭捏着问道 可以啊 不过要轻轻的哦 不然会把弟弟弄醒的 叶力会心地笑了笑 嗯 我一定轻轻的 小星星说着 伸出小手指 轻轻地触碰了下 小语汉的嫩脸 大姨 弟弟的脸好软哦 小星星说着 咯咯地笑着 你的脸也很软呀 叶力说着 还伸手捏了捏星星的小脸 星星只是开心地笑着 叶成看着小星星的 手舞足蹈的样子 也很开心 然后想到了什么 随即喊了一声姐夫 结果两个姐夫都转头看着他 空气好响 瞬间凝固了一下 然后大家都笑了起来 叶成干大地笑了笑 然后说道 我是说 现在晚饭还早 你们两个陪我爸 还有小叔玩会排呗 省得坐着无聊 那也行啊 怎么样 大姐夫 陪咱们岳父们玩会 虽云为爽快地答应 然后看着王超询问道 那有什么不行的 那来吧 爸 叔 我们玩什么啊 王超也答应着 这也没有麻将桌 那就打一会扑克吧 我记得 家里应该有两副新的 好像只打过一两次 我找找 叶连山说着 就找了起来 小辰 你这等新房建好了 可得弄得麻将机子回来啊 过年我们再来 可是要你 陪我们打了 孙云伟笑着说 放心 到时候肯定有的 你打牌的地方 叶成也知道 农村现在麻将机 都成了家具之一了 不管是不是经常打 你要是不背上一台 平时来人什么的 还要到别人家 去借地方打也很尴尬的 叶连山找来了扑克 然后他们两个岳父 两个女婿 围着四方桌子坐下 玩什么呢 斗地主还是灌蛋啊 叶连山问道 灌蛋我还没打过呢 还是斗地主比较好 王超说道 他在家待得比较少 外面上班也没机会打 倒是孙云伟孙然 在市里 但他们那倒是什么都有 有些新式玩法也是 从他们那些现实传进来的 而且 叶成自己家姐夫 是个老实人 玩这些东西都比较少 而孙云伟这个唐姐夫 就是那种社交达人之类的 社会上是混得开的 所以这玩牌一道 自然也是比较的精通了 没事 姐夫 我会 我来叫你打 这东西简单 随便叫你打个两把 你就会了 叶成看姐夫 好像确实也不会 立马说道 他对这种新玩法 虽然打得不多 但自我感觉 还是打得不错的 行吧 那就玩这个 小陈你可要开好好教啊 王超于是说道 行 包在我身上 众人开始玩牌 叶成坐在王超一条板凳上 跟他介绍着灌蛋的规则 其实只要是会打牌的人 接受能力都是挺快的 叶成教了四五把 王超基本上就能玩得很好了 几个人玩到了快六点 田惠芳他们来说 开饭才结束 王超这个新手 反而还赢了几十块钱 大家洗手开始端菜 一道道的菜 陆续端上桌子 摆了满满的一桌 什么五股米炖猪肚 油闷大虾 腊炒鸡针 红烧鲫鱼 红烧鸡腿 鸭爪包 叶成拿了瓶1573出来 两位姐夫 你们喝不喝酒啊 今天可是有好酒哦 呦 1573啊 不便宜啊 这么好的酒不喝 不是太可惜了 那我少喝点 陪陪爸和大伯 回头让你立姐开车回去 孙云伟实质大动地说道 我还要带你姐和欣欣回去呢 可不能喝多 一点点吧 王超说道 都少来一点 然后反正姐夫你路由不远 可以晚些回去的 叶晨说着 给桌上的几个男的都倒了一杯 这也算是大团圆的一桌了 除了还有一个 也钱没回来 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 现在除了过年时间 一家人想要聚齐 真的是难上加难 吃过了晚饭 因为叶利他们 还要赶回城里 就要先走了 这家里现在也没多余的地方住 不然你们晚上 也不用还要往回赶 王素梅也想留女儿女婿住下 只是现在条件不允许 也没办法 没事 回去没多少路的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叶利将孩子交给孙云伟报 他上了驾驶位 然后开车走了 然后叶晨又拉着王超 回去陪叶连山叶连松他们玩牌 田惠芳王素梅他们 带着小星星在那看电视 玩到十一点多 才结束牌局 然后王超带着叶晴和小星星回家了 大家都洗漱完 然后各自回房 叶晨躺在床上 想了想 然后给叶晴发了条语音 姐 你们到家了吗 你支付宝账号多少 给我下 大概是他还没到家 或是在忙 叶晨顺便刷着视频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叶晴回了语音 就是我的手机号啊 怎么了 你要我支付宝账号干嘛 叶晨支付宝搜了叶晴的账号 名字叫晴天 叶晨点开头像看了下 是他和小星星的合照 这就没错了 叶晨操作了一番 点开转账 输入了二十万 然后在大额资金姓名确认栏里 输入了他的名字 转账成功 姐 我给你支付宝赚了二十万 我给你支付宝赚了二十万 你看下都没到账 叶晨转完账后 又给叶晴发了条语音 你给我转那么多钱干嘛啊 你等等 我看看 别转错了啊 那边传来叶晴 有点手足无措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叶晴发来了视频通话 叶晨接通了 姐 钱收到了吗 叶晨问道 我看了 收到了 是二十万 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 叶晴急切切地问道 对 二十万 我转给你 是想你们这次出去 顺便把驾照考了 然后过年的时候 正好买辆车子回来 叶晨解释道 我们买车子 自己赚钱买就是了 要你花那个钱干嘛 叶晴有点激动地说道 姐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现在 有点钱你也知道 给你们买辆车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们是清洁店 你也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我有条件了 自然也想你 跟着过好点 姐夫人也好 所以我愿意为你们花钱 你们自己赚的钱 以后有的是地方用的 叶晨有点动情地说着 叶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总见不得身边的人 过得不如意 以前自己没那个能力 再怎么想也是有心无力 现在叶晨想带着身边的人 都能过上幸福无忧的生活 在这之余 能做点事情 会集更多的相亲 那就更好了 叶晴听着亲弟弟 对自己说的贴心话 心里真的挺感动的 以前那个 矛头小伙 现在也知道 疼人了 他想起了曾经两兄妹小时候 一起打的闹闹的时光 眼睛都红了 叶晨也知道 姐姐这些年过的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姐姐姐夫结婚的时候 也都是没什么条件的 叶晴愿意跟他 叶晨爸妈 也是看重的王超人好 他们家的房子 还都是结婚后 一家人共同努力 婚后一两年 才断断续续建起来的 又要养孩子 还是背了一些债的 也就这两年债还完了 才好一点的 爹 姐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 谢谢你 叶晴心里百味杂陈 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姐 我们姐弟之间 不用说那些话了 就这样吧 你回头跟姐夫商量着买吧 买个十多万的 SUV还是方便 我们农村开的 你们两个到时候上班之余 都把家照学了 以后方便 对了 这事就别跟爸妈说了呀 那就这样 我先挂了呀 嗯 好 叶晨于是挂断了电话 至于不让叶晴 跟他父母说 其实也是不想 让他姐夫不好做 男人毕竟都要面子的 站在岳父母的角度想 自己女婿还要小舅子 给钱买车 会是个什么想法 是自己儿子有出息 还是女婿不争气呢 叶晨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 如果自己是他 以后在岳父母面前说话 岂不是都会没底气了 叶晨也不想自己的 得一片初心结果 反而弄得两家人难堪 乐了一桩心思 叶晨心里也输了一口气 叶晨想暂时就先这样 明年等自己的摊子 铺开了 要么让他们负责个 一两样事情 或者帮他们创个小夜也行 想着想着又入了梦乡 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 房子的装修工程正式开始了 泥瓦匠们开始给外墙磨水泥灰 而请到的电工也进场布线了 顶上的主线路和各个支线 都已经在交注楼顶的时候 预买好了管道 只要在管子露出的各个墙上 开槽就行了 电工将需要的各种规格的电线 和开关和等等杂七杂八的 开好单子 叶晨微信发给了建材老板 很快老板就开着车子 将东西送过来了 不现这个叶晨 还是要进场监控一下的 插座和灯光这东西 如果位置不恰当 或者哪里少了 那后来真是人吃苍蝇恶心死 叶晨的原则 是插座和灯都要尽量齐备 哪怕以后不用闲置着 也好过没有 叶晨让电工师傅 从地上拉了一根电线管子 一直到后山坡 穿了一根电线进去 叶晨试想 以后可以将后山坡上 再慢慢改造 到时安装一些小路灯 或者什么挂树上的 彩灯之类的 晚上亮起来会很看吧 在高点的拐角都要不现 方便以后装监控 装修施工再紧张地进行 农作物也到了收割的季节 叶晨家 还有几个田的水稻要收割 好在现在 是有收割机来收割室 省去了人工的劳作 以前没有收割机的时候 每到收割季节 那田野里最是热闹 家家户户是全员出洞 拿着镰刀一颗一颗地搁着水稻 叶晨还记得自己小时候上小学 每年还要放盲架 就是家里收到的季节 他也有一把镰刀 跟着父母到田里去割道 那时候 也就十岁上下吧 但已经能割得不错了 只是他的手比较下 没办法像父母那样 一手可以握住几颗 只能一次一两颗割断 然后放倒在田里 那时候 人工收割的水稻 还要这样割完后 放在田里晒几天的 一个是出收割的水稻 还比较嫩 要用几天的时间 让它彻底老熟 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因为等到全部老熟了再割 那随着你的割动 盗碎上的盗米 就很容易会洒落 所以只能上位 不是那么老熟的时候割 但割了立即脱离又不行 未完全老熟的盗力 又不那么容易脱下来 只能再割个几天 那时候 脱离完全是手工打 有专门的一种东西叫肤筒 四方形敞口的形状 上宽下窄 打盗的的人 从田里抓起一把盗 然后翻到身后 用力往前向下 砸向肤筒的内角 盗碎上的盗力 速速地掉进肤筒 肤筒的底下 还镶嵌有两根 像雪橇滑板一样的木头 两个人抓住肤筒 外延两边的耳朵 就可以拖拽着向前滑行 这样弄完了一块 就可以移动到下一块 不用满田地里的 抱着稻子跑 拖完里的稻草 杂成一个个的草狗子 站在那 晒干之后堆成草垛 可以留着冬天喂牛 或春来打残龙 给残作捡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用处 而对小时候的夜晨 他们而言 最大的用处就是玩耍 放学跑到田里 疯狂地乱跑 将一个个站立的草狗子踢到 或者用草狗子铺做垫子 在上面睡觉 或者堆成小茅草屋 然后缩进里面玩耍 但现在收割机 则完全没有了 这些繁杂的流程了 收割机碾过的地方 稻粒被收割一空 而稻草也被粉碎吐在地上 一袋袋的稻粒装满卸下 庄护只用将一袋袋的稻子 弄回家就行了 机械操作方便了 省时省力了 但也少了孩子们玩耍的身影 田野里也再见不到 风玩的少年 收割机收割完水稻后 将一袋袋的大米装完卸下 然后叶辰当场付了钱 收割机继续下一家去 叶辰和家人一起 将一袋袋的稻谷驮过河 放到板车上拉回了家 叶辰家收割了 大概有两千斤的稻子 将近装了有三十个袋子 叶连松因为平时不在家 所以他家没有种水稻了 叶辰家现在没地方放这些水稻 正好他家旁边鱼龙明家 一家人都在外面 叶连山就私存着 借他家的堂屋临时放一下 叶连山给鱼龙明 打了个电话去问了下 邻居人也很好 爽快地答应了 还说了钥匙放在他妹妹家 让他去拿就行了 他妹也正好在他们一排 中间就隔了几户 他妹家以前不在这 是在更里面云峰山脚步远处 后来盖新房的时候 签了出来 一到这边来的 农村基本上全家都在外面的人家 会将钥匙交给某一户 关系好的邻居或亲戚保管着 房的事 假如有什么事 留个钥匙 或者天气好的时候 帮忙开开窗通通风之类的 农村人都知道 一个房子你常年住 就保护得很好 但是你要是一年没住 那家里是到处发霉 装修也特容易换 而经常通通风 就可以很好地杜绝这样的事 叶连山找着那户人家拿到了钥匙 然后将所有的稻子 都帮到了他家堂屋地上 然后就等着明天开始晒稻子了 第二天 一家人起来的都不迟 叶连山看了看天色 晴空万里的 他知道 今天会是一个好天 于是 一家三口将稻子一袋一袋地抬出来 在那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摊开 叶连山拿着耙子 将稻谷扒匀 晒稻子 切记一处厚一处薄 这样晒的是 有的晒干了 有的晒不干 那到时候堆进仓里要是发霉那 坏的可就多了 晒好了到 一家人才去吃早饭 对了 爸 咱家田里的稻也割完了 不知道现在那田董后面的泥里 能不能挖到泥丘啊 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挖到了好多的 叶晨吃着饭 想到 曾经小时候割完道 还没来得及脱离 叶晨就和姐姐们 拿着个脸盆 去田里挖泥丘 在靠近里面田梗的水沟里 水下是盈盈的淤泥 双手插进泥里 然后往外一扒 翻到田梗里的田里 顿时一条条泥丘在淤泥表面上扭动着 叶晨他们忙手几眼快地抓住一条条的泥丘 扔进脸盆里 那会泥丘是真的多 整条靠近田梗的泥沟 全部翻完一个脸盆 都差不多快装满了 不过相应地靠近田梗那一块放倒的水稻 就遭殃了 被踩得乱七八糟 叶晨因为这事 还被叶连山揍了 那就不知道了 你要没事 去挖挖看呗 叶连山说道 嗯 等一下我就去 叶晨吃完了饭 拿着一个塑料大红筒 就出门了 来到田里 叶晨走到里面的田梗 将筒放在一边 先蹲下来 将脸靠到近处观察了一下 因为泥沟里流淌的是一点清水 所以看清沟底 有不少的细小的窟窿眼 还不时有气泡出来 叶晨心中有树了 这泥下 肯定有泥丘了 叶晨伸出双手 插到泥下面 直到触到硬泥层 然后用力抱着一团泥 翻到田梗里的田里 田里是干的 而且有田梗拦着 如果有泥丘 就一定跑不掉了 叶晨双手稍微扒开淤泥 哇 好多 叶晨惊喜地欢呼了一声 只见淤泥里好多条泥丘在翻滚着 叶晨振奋地将一条条的泥丘抓起来 扔到红桶里 泥丘本身很滑地 抓上手的泥丘 不时地又溜掉 可惜再怎么溜也是 逃不掉的了 全都成了叶晨桶里的菜 叶晨越挖越兴奋 泥丘越来越多 翻出来之后就随你捡 很快桶里 就装了小半桶了 叶晨又挖了一块泥 但突然感觉到 什么东西从自己手上滑过去 滑腻腻地 当即吓得叶晨手往回一缩 叶晨真怕碰到蛇了 虽然他数蛇 但是他真的怕蛇 他定睛看了看 一条黄色的很像蛇的黄扇在水里 叶晨立即兴奋地伸手去捉 黄扇很机灵地左扭右闪 而且黄扇身上很滑 叶晨捉住了 又被溜了 集中生智的叶晨 双手插进水里 一个劲地从沟里往外跑 水呀泥呀 全都到田里了 见得叶晨满身都是泥 不过这番绳操作没有白费 那条黄扇被弄到了田里 叶晨眼疾手快一把按住 然后双手齐用力 终于顺利弄到了桶里 这条黄扇还真不小 估计得有一斤左右 这可是纯野生的黄扇 中午可以加倒好菜了 接下来 叶晨继续着将整个泥沟都给翻了一遍 弄得全身都是泥巴 但带的红筒也装了大半筒了 叶晨拎了拎 有点拎不动了 估摸着得有个二十来斤 虽然里面有水的重量 叶晨擦了一把汗 拎着一大桶的泥丘回家 路上碰到些邻居 看叶晨一身的泥巴 都会问他怎么弄的 叶晨笑着解释着 他们也都好奇地过来 看看他桶里的泥丘 都在夸他弄了好多 叶晨回到家 妈 我挖到不少泥丘 还做了一条大黄扇 中午可以做个黄扇羹了 我看看 哎呀 弄了这么多呀 素梅 来看看小陈 挖到不少泥丘呢 田惠芳看了看桶里 连忙叫王素梅过来看 真的呢 那里面还有一条黄扇呢 也是在田里挖出来的吗 王素梅看到桶里 还有一条黄扇在翻动 对 开始我还以为是蛇呢 吓了我一跳 叶晨笑了笑说道 是 不认识的 估计真的会当成蛇的 田惠芳也笑着说道 中午把这条黄扇烧了吃了吧 行 回头给你烧个汤 野生的黄扇 可是大补的 田惠芳说道 那这泥丘 你们也给弄了吧 今年泥丘真的不少 我还撒了一半 到鱼汤里去了 行 这泥丘回头 我都给泼了肚子弄干净 留点中午吃的 剩下的全放冰箱冻起来 这天气还热 不能放外面酒了 嗯 等一下我帮你一起弄 王素梅说道 而叶晨弄点水洗了个澡 将身上的脏衣服 换了下来 田惠芳他们 先弄了一点泥丘 烧了个菜 剩下的下午再处理 中午桌上 多了一道黄扇汤羹 一道辣酱泥丘 黄扇汤味道鲜美 泥丘沾上自家制的辣椒酱 尤其下饭 饭后 田惠芳他们先撒了一些 盐道装泥丘的桶里 里面的泥丘立马翻滚 不一会儿 泥丘就都翻了肚子死翘翘了 田惠芳和王素梅 将每条泥丘都处理干净了 然后瀝干水分 拿保鲜带分成一份份的小份 放冰箱里冷冻起来了 秋收的季节 果实也都渐渐成熟了 叶晨来新房这看看进度 发现之前院子里那棵没移走的柿子树 不知什么时候 树上的柿子都开始变红了 这棵柿子比叶晨小不了几岁 是叶连山在叶晨几岁的时候就种下的 如今还是枝繁叶茂 今年也是接了不少的柿子 好几个枝丫都给压弯了 有几个柿子已经完全红了 大部分还是半青半红的 叶晨伸手捡那完全红了的捏了捏 还是硬硬的 不过叶晨还是回去找了个袋子过来 将那些个完全红了的摘了下来 也有十几个 然后叶晨拎着柿子回家 在翻箱倒柜的 找出来一个老旧的圆米斗 这东西估计也好长时间没用过来 都是生产队时期的老物件 叶晨将米斗用毛巾擦干净 然后拿着它去成了一斗的稻子回来 随后将摘的红柿子 一个个地塞到稻子里 让它被稻子捂住 这样放置个几天 柿子就很容易熟了 至于剩下的柿子 就在养几天 红一点就捡着老熟的摘一点 这样最好一下全摘了 那也吃不完 到时就全浪费了 不给过看 今年接了那么多 叶晨准备再弄点柿子切片晒干 那种干的柿片能放久一点 而且晒干的柿片很有嚼劲 又是另一种味道 柿子红了 桂花也开了 叶晨今年刚买来种的桂花 当然是没有开的了 但之前院角的那颗桂花 倒是开得挺好 恶如一夜秋风起 千数万数桂花开 桂花开的你 毫无征兆 平时连花孤朵都是 躲在宽大的树叶里面的 也很难让人注意到 它什么时候开始开花的 而忽然一觉醒来 你鼻子里就闻到空气里 飘荡着的桂花香 你才意识到 是桂花开了 除了叶晨家之前 庭院的那株桂花 其他人家的房前屋后 也或多或少地 种着一两棵 叶晨他们家这一排 就有一家有一棵桂花树 时间最久 好像有七八十年了 那棵桂花树栽在 屋后的山崖下 长得有十几米高了 每年桂花开时 你人在屋前虽然看不到它 但隔着二三十米远 你还是能闻到它的香味 那桂花应该是 比较本土的品种 没有像现在的桂花一样 什么嫁接培育之类的 它的香味就是 还是跟西安杂的品种不同 香味更纯粹 更清雅 桂花是叶晨最喜欢的一种花了 首先是喜欢它的香味 其他花的香味 要么太淡 要凑近了才能闻得到 要么就是太冲鼻子 而且桂花树四季长青 既能闻香又能做紧 不像其他的花那样 过了季节 要么枯死 要么枝叶落尽 叶晨在自家的桂花树上 舍了几只桂花 在家里找了两个空酒瓶 冲洗干净 揭满了清水 将桂花枝插入瓶里 一瓶放到客厅的旁边 靠墙的架子上 一瓶拿到了自己房间 放到了桌子上 这样桂花可以放置好多天 放好桂花 叶晨出了门降门关键 晚上开门那一瞬 一定满屋飘香了 叶晨家里的田 已经空出来了 也是时候开展香菇的种植了 不过考虑到香菇必须要遮阳 以后整个都要盖上黑沙网 那就要立柱子才行 一般的竹木的柱子不能长久 只能管道个一两年 叶晨想做时间久一点的 于是就专门从水泥砖厂 定做了一批水泥柱子 做成长宽10厘米乘10厘米 高2.5米的规格 又从建材点 订购了大量的黑沙网 叶晨计算了大概的香菇菌种的需求量 在网上购买了香菇菌包 两三天的时间就到货了 另一边叶晨又与叶连山商量着 找人到山上去 将砍伐的枫树等全部拖运下来 另外田里也需要重新翻垢一番 然后弄出一条条的排水沟 叶连山先是去找了梨田的人 请他帮忙将田耕出来 叶晨他们家的田都是一级一级的 而且都是分割得一块一块的 还尽是弯弯扭扭的田耕形状 所以一般的大型机械没有办法去操作 还是老式的牛拉梨番 当然效率自然会慢点 不过也没办法 梨田的人先用铁梨将地整个翻了一遍 然后用爬梨将土霸平 然后叶连山在自己上下两个组 找了十来个人 基本上在家的壮牢里都找来了 大家现在基本上农田里的稻子都收回家 晒好了 上了仓 这样大家也都开始闲下来了 没什么事干 现在叶连山找他们去干活 高兴还来不及呢 订个水泥柱子到了 一根根地被抬到田里 挖坑立起来 然后用钢丝将所有的柱子顶端扯起来 将黑沙王整个铺上 接下来的几天 从山上将树拖下来到路边的一个空田里 用油锯将树切成八十公分的树段 然后还有拿着电钻打孔的 将树段上全部打好孔 将树段装车拖到下面 再沿着小路拖到田里 因为都是七八十公分的小段 量又比较多 叶连山又找了不少的妇女 也一起来做 一批批的树段被送到了田里 叶辰找来宋元华做指导 他让人将田隔一米宽 就挖出一条潜水沟 这样香菇断架排与排之间 就有了走路的地方 平时走路 雨水多的时候又能排水 香菇断木不能缺水 但睡多了 淹了断木却又会烂掉 琐事不能浸泡的 每一拢地 先在中间架上一根单杠的长架 从一头一直到另一头 然后将种好菌种的树段 斜靠在架子上 男人们驼树 女人们在树段上种上菌 然后靠上架子 经过了几天的努力 所有的断木和香菇都能完了 叶辰家和叶莲松家的所有树家起来 大概铺了五亩的田地 叶莲松家的田也种上了一些 所有的弄完 接下来还要接水到田里 不然天气干燥的时候 要洒水就比较困难了 于是又找人在田网上 找到高鱼田的位置的河流出 直接挖了一口水井 就是简单地挖个坑 然后用水泥石头砌起来 接一根水管出来 然后经上面盖上一块大平板石 用水泥封好口 整个水井基本都在水下 水会一直渗进去 然后水管靠着河边一直往下 最终同进田里 隔一段距离 设置一个水龙头 接上软管 保证所有的地方都能浇灌到 叶辰又雇佣了宋元华 来管理整个香菇场 其实主要是平时的时候 干燥了洒洒水 还有清理田间的杂草 不用时时刻刻地待在田间地头的 还能兼顾自己家里的事 叶辰也没有要求的那么严 等到香菇采摘的时候 叶辰也会找人摘 所以给他开了2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他还是非常爽快地答应的 种完香菇 叶辰又将叶连松家剩下的 大概近三亩地的面积 挖成了鱼塘 直接找到挖机下田 挖出的泥土 将鱼塘四周垫高 大概就挖了一米多点深 然后挖出来的土 在四周一层层的压实垫高 合适的水平位置 将水管接到鱼塘内 再继续加高糖壁 整个鱼塘加起来 也大概有二米多深了 不过蓄水是不会蓄那么满的 能有个一米五深的水就差不多了 挖机用铲斗将糖底和内壁拍石 鱼塘就差不多成型了 在设置的警戒水位线的地方 修一个泄洪渠直通到河里 以防暴雨时节水满成灾 叶辰又订购了一批草皮回来 将鱼塘四周的一圈 顶部和外坡全部铺上草皮 既可以互泼 避免过多的杂草生长 又可以避免以后人行走时 踩在上面都是泥巴 接下来就是开始蓄水养石子了 水管的闸开到最大 连续不停地放了三天 才勉强将水放满 然后将水闸关小 流着点活水不断注入 新挖的鱼塘是渗水很厉害的 所以前期是需要养水的 等到糖底和内壁被糖泥渐渐沉积 那时候就不怎么会渗水了 叶辰又订购了一批护兰网 沿着农田外围 将整个香菇 种植基地和鱼塘围了起来 这样既可以防止 会有野猪之类的动物来破坏 也可以防止 有时候小孩子们去鱼塘玩耍 要是一个 不小心滑进鱼塘可就麻烦了 还是围起来比较放心 现在那个基地最麻烦的 就是没个公路 干什么都只能走着过去 叶辰家的田正挨着河边 河边的石墙早就砌好了 一直传着 村里要在那边 也要沿着河边修一条公路 连接上下两座石桥 可就是不见动静 下面的石桥往下 已经都修好水泥路了 形成了和两边一条一条的水泥公路 通过一道道的石拱桥 可以任意地穿行 然后两边的路边又都是人家 形成了房路和路房的规整布局 上面这一段 主要是叶辰家田这边 就因为没有人家 都是各家各户的农田 没有住宅 自然公路需求就没那么紧迫 加上有那么一两户 对村里修路 占他们的农田不满意 可能是补偿条件 达不到他们的心意吧 就这样 一直拖了下来 叶辰准备什么时候去 再去村里问问 能商量妥尽快 将路修起来 是最好的 转眼之间到了国庆了 10月1号 叶辰放假回家了 叶辰一早就开车去了 宜城火车站 接到叶倩之后 这次要比上次早一点 也就没在实力吃午饭了 一路及时回家 到家也就12点多的样子 家里人都做好饭 在那等着了 吃过了午饭 两家人坐在那 看着电视聊着天 现在我们那新房子 进度很快啊 房子再有个几天 就能完全抹好水泥灰来 接下来就是木匠装修了 叶连山说道 嗯 房子应该快了 我之前问了王叔 他说 等到水泥全都抹好 下一步就要贴地板和墙砖了 说可以去墙砖订回来了 而且 木匠装修需要的板材等等 也都要买回来了 不然他们没材料 也动不了工的 叶辰前几天看了看进度 也问了王顺东接下来的安排 那是要赶紧去买了 小辰 你说这些材料 是就在镇上的建材店订 还是到宜城的建材大市场去买呢 叶连松说道 我看还是去一趟宜城吧 镇上的建材店 也是从宜城进不来的 而且 他们品位也不是那么多 可选择的也不是很多 镇上的建材店叶辰也去过几次了 说实话 各种小建还挺齐全的 但大建的 也就那几样 嗯 这倒是 宜城建材大市场 我是去过的 那里什么瓷砖地板 木门板材 墙纸壁画 开关灯具 是应有尽有 各类门店家一起 怕不得有几百上千家的 确实比较多的选择 而且 那边批发的价格 比我们镇上便宜 我们的用量大 这样算下来 应该能便宜不少的 叶连松以前也是到处跑 所以还是有点了解的 这样也行 那我们就跑一趟吧 小陈又有车子 来回也方便 那我家就我跟小陈去一趟 连松你也去一个 叶连山也表示同意了 倩倩你没事吧 没事也一起去 你自己的屋子 想装修成什么风格 什么样的灯 什么颜色的墙 到时候你自己决定 好不好 叶辰问了一声旁边的叶倩 现在的女孩子 还是都有自己的个性喜好的 老一辈传统的大白墙 估计她也不会喜欢 还是让她自己选比较好 刚回来又要出去啊 叶倩有点不情愿 刚回家还没待稳呢 又要往外跑 对她这个宅女 来说就是一件天大的男事 你要是不去 到时候装修出来不好看 你可不要怪我哦 不过也是 反正你以后结婚了 估计也不会在家待了 叶辰坏坏地笑说道 叶辰 你讨厌 大妈 你看她 叶倩瞪着眼睛 鼓着小嘴 一副气呼呼的模样 好了 小陈 你别逗倩倩了 倩倩 你就跟着去一趟呗 他们都是大男人 没有你心思谢 你可以帮着看看 也许有他们没想到的地方吗 大家都被叶倩可爱的模样逗笑了 田慧芳也说了叶辰一句 然后跟叶倩说道 就她 还心细 一天到晚毛手毛脚 粗心大意 丢三落四的 别到城里把自己给弄丢了哦 叶辰嘴贱地说道 臭叶辰 我跟你拼了 叶倩听到叶辰如此说她 气得从沙发上坐起来 撵着叶辰跑过来 叶辰看叶倩被自己说几眼了 立刻站起来 跑出来到了公路上 哎 你们当心点啊 都多大了 怎么还像小时候似的 叶倩追着叶辰跑出去 后面田慧芳他们 不禁美好气地说道 叶辰在前面跑 叶倩在后面追 叶辰沿沿着公路跑出去好远 叶倩追了一段追不动了 停在那双手插着腰 大口地喘着气 哈哈哈哈 过来追我啊 我根本没在怕 啦啦啦啦啦 追不上我吧 哈哈哈哈 叶辰在远处停下 转过身看着叶倩 嘴里做死地念着些 看短视频被洗脑的神曲 死叶辰 臭叶辰 你给我等着 叶倩听得火冒三丈 可是实在没力气追了 气呼呼地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往回走了 叶辰看叶倩往回走了 也就没再往上跑了 也开始往回走 叶辰走回到家门口 看到叶倩正气呼呼地 坐在沙发上 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小辰 你怎么老是 要惹倩倩呢 她是女孩子 你怎么那么说人家呢 田惠方教训的口吻 说着叶辰 知道了 妈 我这不是跟她开玩笑吗 好了 小倩 不生气了 明天我们去怡城 我带你去逛个商场 你随便买 我买单 怎么样 叶辰笑着对叶倩说道 叶倩这才收起了那一副苦大仇深的小脸 嘴里哼哼道 哼 这还差不多 大家都被叶倩这孩子气的样子给逗乐了 刚才还阴云密布 转眼又雨过天晴了 唉 这俩孩子 真是的 从小到大都这副模样 王素梅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那可不是 小时候小陈可没少把倩倩弄哭 偏偏倩倩 还就喜欢跟在小陈屁股后面玩耍 你说奇怪不奇怪 田惠方也是笑着说道 哼 哪有 你们瞎说 我才不喜欢跟他玩耍呢 叶倩被大人说得有点不好意思 强词辩解道 不过明显说得没什么底气 没有才怪呢 我可是有印象的 跑到哪你就跟到哪 甩都甩不掉 好烦哦 你再说 叶倩又瞪着叶辰看着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叶辰适可而止地停止了调侃 可别真的把小辣椒逼急了 行了 行了 那就这样决定吧 明天一早去移城建材市场 下午我们就先去找顺东 还有刘全 把需要的地板瓷砖等等的数量规格给计算好 列个单子出来 叶连山说道 对 还有上次电工来装电线时开的开关插座的单子也带上 既然要去 那就一起买回来吧 叶连松补充说道 嗯 我等一下就先收拾进包里 免得忘了 下午叶辰先打电话 请了木匠师傅刘全 请他过来一下 来算下装修材料 开个单子 很快他就骑着车子过来了 他们一起来到新屋 找到王顺东 然后让他帮忙 将地板砖和墙砖的数量 给估算个数量出来 那你们先看看 每个房间都要怎么装 哪些是要贴地砖或者墙砖的 哪些铺地板 王顺东说着 行 那先我家这边吧 叶辰说着 进了自驾 进了大门 就是堂屋打听了 主楼一层四个开间 最南边的一间 是车库抛开不提 北边三开间 然后有前后间 就是说 有六个房间的位置 三开间中间是大门 前排中间和前排北面 一间横向贯通 就是一个大的客厅 中间靠后面一间的位置 是楼梯上二楼 和一个卫生间 北面后面一间 和南边前后两间 都是个房间 二楼布局跟一楼差不多 就是两个贯通的前厅 没有贯通 多了一个房间 和一个小客厅 然后一楼楼梯旁边 有门进到后一面 第一个院子 二层后面延伸出一米左右 下面就形成了一个走廊 院子北面是一面院墙 也交住了两个柱子和水泥顶 跟前屋和后面一排屋顶相连 做了一个走廊 直接到后排 方便下雨天通行 第一排角屋 做了三个房间 南边是一个厨房 北面两间做餐厅 然后最北面 也是走廊直通到第二个院子 最后面一排院子 跟前面一排同样的布局 不过通到后面的通道 移到了最南边 三间屋 用作卫生间 工具间和储物间 外墙整个贴瓷砖吧 刷漆的感觉 后期容易掉皮 一楼的大厅 和后面的厨房餐厅和走廊 我看就都弄水磨石的吧 大厅厨房餐厅的墙壁 就都贴瓷砖 这些地方都容易脏 这样弄好打理 然后一楼的三个房间 就铺地板砖 墙面就用墙板吧 那个听说是新兴材料 环保好用 楼梯铺大理石 做木扶手 二楼就都铺木地板 你们觉得怎么样 嗯 我们农村灰尘多 脚下一天到晚沾的都是土 弄那些地板砖不好 容易脏还滑得很 还是水磨石好 田惠芳非常同意 叶晨的想法 房子那么大 要是都弄地板砖 到时候拖地都拖不过来 要是下雨天沾了雨水 更是难走了 嗯 那就听叶晨的吧 那顺冬 你就看着 大概算一下地板砖和墙砖的数量 那剩下的流泉 你来看看 要多少墙板地板 还有装修板 行 那我们看看 哪些地方要怎么装修 然后那些地方要打柜子 我再算算 接下来 一群人就一间房一间房地讨论 装修成什么样的 用什么装修 王顺东和刘全各自计算 并开除了数量单 叶晨家这边弄好 再去到叶茜家 叶茜家是三开间的 其他的差不多格局 就是他家最北边一间 也做得像叶晨家最南边一样的车库 将所有的数量登记好 天也晚了 晚上叶晨留着王顺东和刘全吃完饭 饭后有商量了一些装修的细节 比如还有前院怎么装修等 叶晨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想在前院弄个鱼池 再弄个小假山 王顺东他们是专业的 可以给点参考意见 比如进水排水怎么做 鱼池做多大做多深比较合适 拿什么材料装饰等 第二天一早 早早地吃过了早饭 叶晨就带着叶连山叶连松叶茜开车上路 一行人行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按着导航开进了移城建材大市场 一进入市场里面 叶晨就被眼前的密密麻麻的店铺给惊呆了 一排排的钢结构房屋 有点像银房 都是一个个的门面 一家家的都是卖建材的 叶晨开着车在市场里面逛 看着外面的每家商铺 展示的一些样品 看到一家的 有点眼前一辆的款式时 叶晨将车停在了那家门前 然后一车人下了车进到了店里 您好 欢迎光临 是要看看瓷砖吗 我们这里品种非常多 各种风格的都有 请随便看 店内的老板热情地接待着 嗯 我们先看看啊 叶晨一行人 一处处地边看边往里走 店面还是比较大的 大概有三四个房间 里面琳琅满目 都是各种地板砖墙砖 品种繁多 花色各异 叶晨和家人一起边看着边讨论配色搭配等等 选商品嘛 肯定是货币三家 接下来 大家一起又找了两家看了看 还是回头到了第一家那里 按照数量要求一样一样地选 很快就到中午了 老板也很热情地邀请叶晨他们 到市场内的一个饭店去吃了午餐 吃过饭回来 继续地选剩下的 所有东西选好 因为量大 老板那边包送货上门的 俩家的瓷砖 叶晨一共付了八万块钱 买完瓷砖这块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估计今天是卖不完了 叶晨跟叶连山 他们商量着 下午把少点的东西买了 明天再去买装修板材 那个估计也会花不少时间 叶晨他们跟老板约好 明天送货过去 然后离开了店里 在市场里面 逛叶晨就不想开车了 跟老板说了一声 将车子就放在他门口了 然后叶晨和叶茜走在前面 叶连山叶连松走在后面 叶晨和叶茜 看到那些展示的好看的 就停下来看看 讨论讨论 但两个人就完全是不同的审美了 叶晨喜欢的色彩偏纯色 或者说偏原色本色 叶茜喜欢粉的带花的 叶晨他们进了了一家除味剧气品店 买了油烟机浴室桂花洒马桶等等 说好明天过来装车 接着又来到了卖灯具的商城里 灯具他们也不大了解 就选了几个听过的名牌店进去看了 灯具店真是璀璨夺目 满目尽视各种灯具 头顶上的水晶灯光彩夺目 照花了人眼 看了几个店 然后他们选了其中一家 大灯小灯的全部买齐 叶晨不喜欢水晶灯 和那些花里胡哨的 现在是好看 可是太复杂不好打理 容易机灰结枉什么的 而且也不好清晰 所以他选的都是些比较简单大气的 买好东西 也是说好明天来提货 出了店门 外面天已经暗了下来了 那些商铺也都在陆续关门了 顾客也都走了 整个大市场显得有点冷冷清清的 跟白天的热闹完全是两个样子 叶晨开着车 找了一个稍微有点档次的宾馆 开了三个房间 叶连山叶连松一间 叶晨一间 叶倩一间 将住处搞定之后 几人都回房间洗漱了一番 逛市场也是个累活 稍微洗漱一番后 出了宾馆 在附近找了一家土菜馆 吃了晚饭 时间也到了七点了 然后叶晨说 带叶倩去逛商场去 问叶连山 他们去不去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这就回房间去 房间有电视 我们看看电视 就好了 你带倩倩去吧 早点回来啊 叶连山说道 小晨你可别什么 都给倩倩买啊 叶连山叮嘱道 行 知道了 那小晨我们走吧 叶晨对叶倩说道 好 我们走 叶倩高兴地答应着 然后几人 在宾馆门前分了手 叶连山叶连松回了宾馆 叶晨带着叶晨上了车 叶晨导航 找了一个附近的大商场 然后开车过去了 叶晨陪着叶倩逛服装店 丫头倒是很高兴地 在那是衣服 逛了好几个店 也没买衣服 可能是觉得太贵了吧 叶晨没办法 只能察言观色地 看到他是穿得十分满意的衣服 给他买下来两套 叶倩还说太贵了 不过真正买下来 他还是很开心地 拎在手上高兴地走着 然后在叶倩的怂恿下 叶晨也买了两件秋季穿的外套 然后两人回了宾馆 新的一天 几人吃过早饭 又来到了建材市场里 上午将需要的板材木门木地板等买好 木地板和板材 可以直接就装车拖走 但门 每个尺寸不一样 要定做 然后老板那边发快递 然后他们又去看了墙板 集成墙板是 现在比较风行的新型装修材料 叶晨主要是考虑墙板安装方便 不用像油漆那样一遍一遍地刷 不用等待 而且 还有很多花色可选 几人商量着选定花色 算了数量 叶晨又付了几万块钱 市场里有很多的货车物流车 叶晨他们雇了一辆 将板材装上车 然后再装上墙板 再是一箱箱的厨卫器具和灯具 满满的一大货车 司机也是跑过叶晨那边山里的 大致知道怎么走的 吃过了午饭 叶晨就开着车先行回家了 那边装着瓷砖的车已经出发了 叶晨要回家卸货 回到家 等了没一会儿 载着瓷砖的车就到了 然后叶晨他们 就开始卸瓷砖 整整一大车的瓷砖 这时上下左右的邻居 三三两两地过来了 然后渐渐地加入了卸砖的阵营里 有了大家的帮忙 卸货速度快了不少 在农村 邻里相互帮助 都是很自然很自发的事 远亲不如近邻 又是说的就是这样 亲戚远了 有心也无力 更不要说那些关系淡了的亲戚 但周边邻居住得好 真的是相帮互助 如家人一样 很快 一车砖就卸完了 叶晨跑回家 拿了两包烟过来 然后一一散给大家 司机师傅的钱 归那边老板付 叶晨给他散了支烟 让他在家里歇息一会儿再走 师傅急着走 所以卸完东西就说了一声 然后开车走了 也是赶巧 这边车子刚走 那边另一辆车就到了 于是在邻居们的帮助下 又一鼓作气地 将这一车祸给卸了下来 板材不能进水 所以全都抬到大厅里 还有那些柜子等等 空旷的大厅都一下挤满了 叶晨付了钱 司机师傅也没多坐停留 开着车子走了 叶连山他们 陪着那些帮忙的邻居们 在外面聊着天 叶晨拿了个水信笔 带着叶倩进去 给每样东西做标注 哪样专归哪个房间 哪个板是墙板 哪个板是顶板 现在记忆深刻的时候 还能分得清 时间长了 到时候自己都迷糊了 很快天色渐黄昏了 大家也都各自回家 起锅烧饭吃晚饭了 叶晨他们 将心屋屋前屋后 都检查收拾干净 将东西归至其 也回家了 叶倩 你吃不吃泥丘 前段时间我在田里 挖到很多泥丘 晚上弄点你尝尝 叶晨问叶倩道 好呀 还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捉泥丘的那个地方吗 叶倩问道 对啊 就是那 可惜我的鱼塘挖迟了 不然可以撒些 活泥丘到鱼塘里 那样 明年就能收获 更多的泥丘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能弄到 叶晨颇为可惜 哥 你又在哪挖鱼塘了 养鱼了吗 叶倩好奇地问道 嗯 家里的水稻收完了 我就把咱们两家的田种了 几亩香菇 又挖了一个鱼塘 不过现在还在养水 年底我舅舅家的水库要打鱼 到时候 我捡那种两三斤的 买个几百斤 放到鱼塘里 明年就能有鱼吃了 叶晨不想只买小鱼苗 那样长太慢了 叶晨又不准备用饲料喂养 尽量用农家绿肥和青草来喂养 这样喂养出来的鱼好吃鲜美 但这样鱼长得也就慢多了 要是只放小鱼苗 明年能长到两三斤都算快的 叶晨有点等不及了 反正 他舅舅家腊月要打鱼 人家买都喜欢买七八斤十来斤的大鱼 正好那些两三斤的小鱼 叶晨可以买过来 那是可以 你到你舅舅家买也方便 而且 他家的鱼真的很好吃 年年打鱼 我爸我妈他们都和大伯大妈一起去水库 要买不少回来呢 叶晨说道 妈 晚上把那泥丘再做一点吃吧 叶晨回来还没尝到呢 叶晨走到厨房里 对着田惠芳说道 厨房里田惠芳正在那里炒菜 好像是炒肉 满屋子的肉香 而王素梅正坐在一旁小凳子上在摘菜 对哦 你不说我还忘了呢 行 等一下就给你们做一个 田惠芳边炒菜边说道 干嘛还特地给他做 这不晚上都炒了肉了 整那么多菜干嘛 王素梅说道 这不是叶晨都没吃过吗 正好给他弄一个尝尝先 叶晨笑着说道 就你会什么都想着他 那丫头呢 王素梅问叶晨 好像回房间了 叶晨答道 一天到晚的 没事就待在房间里 回家从来也不见他来厨房帮帮忙 这么大了 连个菜都不会炒 以后嫁人了可怎么办 说到小女儿 王素梅感觉有点一言难尽 叶晨是家里的小女儿 以前有姐姐叶丽在家 都是她帮厨 一家人是都宠着小的 也就养成了习惯了 你这着神妖急嘛 现在不会做饭的女孩子 多了 到时候找一个会烧饭的对象不就行了 叶晨笑着说道 就是 倩倩长得那么漂亮 还是大学生 要是以后一天到晚都围着厨房 转那难道有出息啊 田慧芳也是这样说 你们倒是会惯着他 以后也就看他自己了 王素梅无奈地道 小妈 你在扯红薯梗吗 叶晨看到王素梅脚下放了一堆的红薯藤 正在从一根藤上摘下一根根红薯梗 对啊 晚上炒个红薯梗 你喜欢吃不 王素梅边摘边问道 喜欢啊 最好再配点青辣椒炒 炒出来又香又脆 吃起来有点辣 又有嚼劲 很好吃的 叶晨颇为专业地说道 你还挺会啊 行 等一下就用辣椒给你炒 那小妈我帮你摘吧 叶晨问道 不用 就一点点 我自己来就行了 你出去吧 厨房油烟大 王素梅说道 那行 叶晨说着就出了厨房 小晨这孩子就是心系 像个女孩子一样 总是能顾忌别人 不像我家那丫头 整天大大咧咧的 王素梅笑着童田慧芳说道 提到她自己的小女儿 又摇了摇头 哎 一样人一样命 欠欠那孩子挺好的 性情活泼开朗 没那么多心思 以后也肯定过得无忧无虑 没那么多烦恼的 小晨就不一样了 虽说说话办事可能成熟点 可就是心思太重了 她从小到大都很懂事 也很少让我和她爸操心 小小年纪的时候 就已经养成了 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操心 但有时候 我们还真想她调皮一点 这样的性格 比一般人都要活得累啊 田慧芳说道 这也是有点愁眉 性格这东西是天生的 就像你说的 一种人一种命 什么样的性格 都有好的方面 也有坏的方面 好在小晨这孩子现在 也是有福报的 而且 这孩子性格这么好 以后也一定能给你找个好媳 谁要是能做她的媳妇 那一定会很幸福的 但愿吧 不过这次 她回来之后 整个人倒是比以前开朗了许多 这也是我们欣慰的地方 她决定留在家里 我和她爸也都愿意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就支持 她就好了 田慧芳和叶连山 起初也不理解 不过这几个月下来 他们也相信 儿子不是随随便便说说的 而是确实有所考虑和规划的 他们既愿意儿子陪在自己身边 也愿意无条件支持她的事业 那多好 她能这样陪在你们身边就很好了 有多少家庭想也想不到的 倒也是 行了 我这肉块炒好了 你把冰箱里的泥丘 拿一个小袋出来吧 解下洞 等一下我给炒了 嗯 我来拿 王素梅说着 就起身去开冰箱 叶辰来到了 叶连山和叶连松 正坐在沙发上说话 小辰来了 我正在和你爸说 准备去山里一趟 打点猕猴桃和枯栗子呢 农村说的猕猴桃都是野生的 大小就没有水果店卖的那么大 而枯栗子是野生的里子 个头比外面超市卖的 那种里子也要小不少 不过都是纯野生的 哦 现在山上的猕猴桃 和枯栗子都熟了吗 叶辰问道 嗯 现在其实都有点迟了 估计有的都熟透了 打猕猴桃和枯栗子的最佳时间 是在他们 还将熟喂熟的时候 那样的轻熟的打回来割得住 能放几天 太熟了的 一个不好采摘 容易压坏 再就是打回来 也不能割得住 叶连山说道 那好啊 我跟你们去 我还是以前小时候上山打过两次 好多年没上过山了 叶辰兴奋地说道 你行吗 现在山上草啊刺啊之类的 多的是 路可不好走 没事的 我又不是没上过山 保证行 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去 叶辰有点迫不及待了 看明天天气吧 天气好 我们就明天去 哦 行 对了 你们不说我还忘了 我迷斗里 还有几个柿子没拿出来呢 现在应该已经完全熟透了 我去翻出来 叶辰搬出迷斗 然后伸手进去掏柿子 手伸进去 摸到的一个个已经软乎乎的了 叶辰小心地 将里面的柿子 一个个地拿出来放到桌上 一共十几个全部都熟透了 通红通红的 对着光都能透亮 这你什么时候摘的啊 不过我看了一下 树上的柿子 基本上都差不多能摘了 叶连山说道 叶辰给叶连山和叶连 各地了一个 然后说道 好多天了 还是种香菇之前摘的 然后叶辰又拿了两个道 厨房送给田惠方王素梅 随后又喊了叶茜出来吃柿子 柿子搁得太久了 随便一包皮就开了 里面的瘾都快融化了 这柿子好甜 一点也没有了 瑟瑟的碾嘴的感觉 叶茜尝了一口 幸福洋溢地说道 嗯 今年的柿子味道确实不错 而且挂果量也不少 下午小晨 你和倩倩把那根柿子 树上的柿子都摘了吧 叶连山说道 行 下午我就带小倩去摘 回头等打回来 猕猴桃和柿子 倩倩一样带一点到学校去啊 叶晨三两口就吃完了一个 又拿起来一个 开始包皮 那我怎么好带 在家里吃吃就好了 叶倩喜欢吃 可又不愿意拿一堆东西赶路 随你了 叶晨两个吃完 还有点意犹未尽 好了 下午再吃吧 吃那么多 等一下还吃不吃饭 叶连山看叶晨 又要拿一个起来 不禁说道 嘿嘿 那就下午再吃 叶晨笑了笑 转而拿了个波及过来 将桌子上的柿子 都装进去 拿到旁边放下 然后拿麻布擦干净桌子 很快开饭了 桌上菜出了 多了一道泥丘 还多了一道青椒炒番薯梗 我跟你们说啊 现在外面超市里 像这种番薯梗 都卖得可贵了 比一般的蔬菜卖得都贵 叶晨说着 夹了一筷子 放进嘴里嚼起来 番薯梗 没有丝外面的一层筋膜 吃起来反而更有嚼劲 而且 有一种有别于 一般蔬菜的香味 真的吗 这东西又不是蔬菜 我们也都是偶尔 才摘点吃吃 大多都是喂猪了呀 田惠芳听到 这种主要喂猪的番薯梗 居然卖得比蔬菜还要贵 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真的 其实我们家很多这种菜的 像香春苗 方瓜精方瓜叶 还有这种番薯梗 外面都卖得上架的 别看我们随随便便的一桌菜 好像都是自家的 没花多少钱 放在外面的饭馆 那都贵得要死的 现在城里人都稀罕农家菜 尤其是那种纯天然的绿色蔬菜 是非常受欢迎的 叶晨在外面看过 不少那些家里的最普通的菜 在外面价格却贵得离谱 这倒是真的 就像我在外面也经常看到冬天那种推车出来卖烤红薯的 就我们家那种红薯 小小的一个都要两三块钱的 叶连松在外面也经常看到这些 所以啊 你看我们家其实很多东西都很有市场价值的 只是一个没有规模 一个也没有途径 所以也不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计划里 是要把我们家的那些外面吃不到的菜 或比较稀罕的多种一点 以后做农庄 做农家乐 就是我们的招牌了 叶晨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嗯 你看着弄吧 想要我们帮你做什么 就跟我们说 我准备再租一点田地过来 做一点种植 然后把我们那山上用围栏围起来 然后养些鸡 后期可以再发展点养养羊和养牛 反正一步一步来嘛 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都弄上 哇 哥 你这是要做大事啊 叶倩听着叶晨的规划 夸张地说道 哪有 反正慢慢来嘛 也不着急 有时间有机会想到什么就弄什么 这些都是不需要太大本钱的 主要是咱们这有山有田 有地方给咱们弄 不利用起来也浪费 吃过了午饭 叶晨带着叶倩 拿着一个箩筐来到了柿子树下 此刻绿色的柿子树上 点缀着一颗颗红色的柿子 就像一个个红灯笼 哥 那我摘了 下面的交给我 那些上面的我摘不到 就交给你了 叶倩脆声声地道 好的 那你先摘 我去弄个人字梯过来 叶晨说着 走进新屋里 此刻屋里的师傅们 也在开工了 叶晨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然后找了一个空着的人字梯搬了出来 叶晨将人字梯紧挨着树干放稳 然后一手扶着人字梯 一手扶着树干往上爬 哥 要不要我帮你扶着梯子 叶倩问道 不用 我扶着树干呢 没事的 叶晨回道道 那你小心些 嗯 叶晨爬到人字梯最高处 然后一手扶着枝干 一只手伸出去摘柿子 摘下来扔给叶倩 叶倩接住 然后放入箩筐里 这棵柿子树说到不大 说小也不小了 大概有三米多高 树关大概也有差不多三米多 主干直径得有二十公分 花了一些时间 整棵树上的柿子 基本上都摘完了 还有树顶还有几棵 叶晨也没去摘了 农村有个习惯 果树什么的 摘的时候 多少都会留个一两个挂着不摘 具体的说法 叶晨也不清楚 可能是为了期许来年吧 不过叶晨也选择了 留下那么几个 整个框子都给装满了 估计得有个几十斤 小倩 你去家里拿几个袋子过来 咱们给装修师傅们 一人送几个 叶晨对叶倩说道 好啊 那我回去拿 叶倩说着 就转身跑了回去 不过一会儿 叶倩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手上拿着几个袋子 哥 给你袋子 叶晨接过了袋子 然后一个袋子里放了几个 然后拎着给那些 给师傅们送过去 来 这是我家刚摘的柿子 你们一人拿几个回去吧 说着 将手上的袋子 一个个地递过去 这怎么好意思啊 师傅们都笑着回道 这有什么 几个柿子而已 就是长个仙 你们别嫌少才是 叶晨微微笑着说道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哦 怎么会呢 那你们忙 我先回了 好 叶晨出来了 然后和叶倩一人一变 抓着罗筐的边往家里抬 哟 今年柿子接了不少吗 都摘了完了吗 田慧芳看了看叶晨他们 抬的筐子里的柿子说道 嗯 基本都摘完了 叶晨说道 倩倩刚才回来 说你要给顺冬他们柿子 都给了吗 田慧芳问道 对 都给到了 这还有这么多 你们再装点 把在家的邻居一家 都给几个吧 咱家留着 也吃不了那么多 田慧芳说道 没问题 那我现在就去送 等等吧 现在人家可能都出去干活了 傍晚再去送就是了 好 傍晚时分 叶晨拿着个袋子 然后装了一大袋柿子 一家家地走过去 只要是家里有人的 都送了几个 农村这种送东西 送的不是东西 是勤奋 什么东西 东西多少 都无所谓 叶晨回到家 送完了这些 家里剩下的也不多了 田慧芳将他们也都放到 叶晨之前放的那个斗里了 这些柿子也老得差不多了 放在斗里面 用稻谷再五个两三天 就差不多能吃了 田慧芳弄完将米斗 又放回了角落里 那我走之前 还能吃得到呗 叶晨说道 那应该可以的 第二天早上 叶连山他们看了看天气还好 就准备今天上山 吃过了早饭 叶晨开始回房间换衣服 把大学军训的那套衣服 给找出来穿上了 衣服没那么厚 透气也好 还有个帽子 再合适不过来 三个人换装完毕 然后戴上弯刀手套 一人拎着一个尿素袋 就出门了 叶晨开着车子 载着三人 到了公路尽头的山脚下 然后下了车 叶晨将车锁好 三人开始沿小路 徒步前行 行了一里左右 周围早已没有了人家 但还有那么三几个农田 也是种了些茶叶芝麻之类的 这里怎么还有田啊 谁还跑到这山里来种田呢 叶晨问道 以前这里面还有好几户人家 不过早都搬出去了 有的在镇上 有的到其他地方去了 看那边的草丛里 还有一点的土墙 那就是 他们原来房子的位置 这些田地就是他们的 每年都还会来打理的 叶连山说道 叶晨顺着叶连山指的方向看过去 不远处一块草丛中 确实还立着一块残墙 周边早已被杂草覆盖了 又前行了一会儿 蹚过一条小河 沿着小路 穿过一片人高的草丛 一栋红砖黑瓦的五间大瓦房 出现在眼前 斑驳的一扇大门紧闭 这个就是我们的 寒树湾灵场 以前这片灵场的护灵园 就是在这里上班的 叶连山给叶晨介绍道 我都不知道 这里还有个灵场吗 我只知道云峰灵场 以前你在灵场工作的时候 我还经常上去玩呢 叶晨知道 父亲叶连山 以前在云峰灵场待过不少年 那时候叶晨还小 放假的时候 和小伙伴们走四五里 上山到灵场上去玩 云峰灵场 那以前是国营灵场 面积大 灵场上班的人员也多 这里只是个小灵场 管理的山林面积也小 只有一两个人的 叶连山解释道 那现在这里不是 也荒废了 叶晨知道 灵场职工早就解散好多年了 待知的是一个村几个护灵园 以前九十年代的时候 山上的树植前 所以偷树的情况比较严重 在一个那时候山上 还有多多少的几户人家 加上穿山过林的赶路人 上山砍柴的等等 人类活动比较频繁 防火形势也比较严重 所以灵场人员比较多 而且要常驻山上灵场的 现在山上的人家 全都搬下了山 树也没那么值钱了 也没人愿意花大功夫 去偷那么几棵树 交通便利 也没人愿意翻山走小路了 灵场的功能就结束了 防火器防火员在路上来回巡逻 防止各类人员明火进山 基本就行了 也不说荒废吧 有时候护灵员来山里 砍火道之类的 也歇歇脚吧 三人绕过屋角 一条上山路在那里 接下来就都是上坡了 人走得少了 路两旁的草就长得比较多 夜连山拿着刀走在前面 时不时的还要砍些杂草乱枝 弯弯曲曲的道路 直到后来的没有了路 路的深山来 不便是南北 但夜连山却能记住怎么走 穿过一条不是路的路 渐渐地进入了大山深处 身边的杂草变少了 带肢的是二三十米高的大树 看 我们到地方了 那边树上就有一棵猪桃 夜连山停下脚步 指着前面的一棵树说道 夜沉顺着夜连山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棵猪桃树藤 绕着一棵大马尾松的树干 缠绕着向上 然后在树腰的位置 连着另一棵树 一大棚的藤叶悬在两树中间 上面是一串串的褐色的猪猪桃 好多猪猪桃啊 看起来都接得球爪了 不过好高啊 这怎么地上还落了不少 夜沉来到树底下 地上已经零散地掉落了些猪猴桃 那有的是熟了之后掉下来的 也有事掉老鼠 就是松鼠 啃的 夜连山和夜连松也走过来了 这么高怎么摘啊 爬树上去吗 夜沉问道 对 两边上树 将两边砍断 整个的就都会掉下来 然后站在地上摘就行了 夜连山说道 那我上去吧 我都好多年没爬过树了 夜沉说道 夜连山也五十多岁的人了 夜沉也不想他去爬树 你行不行啊 还是我来吧 夜连山怕夜沉 别到时候爬那么高给摔了 没事的 我会注意的 对啊 你就让他来吧 他年轻 有劲 小沉你爬你那棵树 我去爬另一棵树 然后我们同时看 夜连松说道 好吧 那你们小心 夜沉戴好手套 然后将夜连山的弯刀 挎在腰后面 站在树前一跳 双手抱住树干 然后双脚也踩在树上 双腿用力往上一蹬 然后双手顺势滑上去抱紧 再双腿缩上去踩住 如此反复 慢慢地往上爬 还好 夜沉这小时候 练出来的爬树功夫 还没有彻底退化 想当年 夜沉十来岁的时候 那是一天到晚的 像个窜天猴一样 家里旁边的竹林 那个可比这松树的表面滑多了 他照样蹭蹭地往上爬 在竹梢飘荡 从这颗转到另一颗 整个竹林的竹子 都被他爬遍了 主要也是 那时候年龄小 身体也轻 爬到树梢也能稳得住 但是夜沉现在的体重 他的双手 还真不一定有那个力气 握住那么细的一根竹子爬上去 就算能爬上去 恐怕没爬到一半 就得给竹子压弯了 夜沉爬到了 猕猴桃藤伸出去的位置 然后抽出腰后的弯刀 砍向藤枝 那边夜连松也一起砍 几下之后 两树中间悬挂的一团藤枝 轰然落下 然后夜沉和夜连松 慢慢抱着树干滑下来 然后三人每人都张开了口袋 将藤上的猕猴桃摘下 夜沉摘的时候 发现 有的已经开始软了 他减软地包了一颗尝了尝 有点甜 也稍微的有点酸 味道没有外面超市卖的那样甜 这也是野生水果独特的味道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哪一种味道 酸甜色等等五味尘杂 才是最真实的味道 有时候 就是这种味道尝过之后 才更能回味 而外面卖的 大多都是经过人工改良后的品种 为了银河人的口味 培育过程中 就可能已经有意地 将一些酸色等人所不喜的味道的 给优化掉了 但这结果 却是损失了大部分水果本身的 个性的味道 那种给你的感觉 就是中庸没特点 你吃多了 有时候机会感觉到腻了 很大的一颗疼 三人摘完了 看重量 估计得有十几二十斤了 这颗摘完之后 三人继续向前 走出不远又看到一颗 这颗猕猴桃整颗都铺在一颗 三米多高的杂树上 这颗比较好弄 稍微够一下 就能拽住扯下来 山林间此刻很安静 大树遮住了阳光 一层一层的树叶枝条 过滤着阳光 让在林间活动的三人 感觉到非常的阴凉 不时地有鸟叫声传来 杜鹃 画梅 各种鸟叫声都有 不翼而足 形成一种独特的交响乐 农村山上的鸟类叫声很多 大多都是只闻其声 不见其身影 出山间的溪水声 溪流叮咚作响 少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也没有人声车声 一切都是 那么的自然美好 这一块猕猴桃真的很多 叶晨他们很快就弄了不少 三个袋子 每个都有几十斤了 还要留着点 去摘点苦梨子 叶晨看着前方树上 那挂满猕猴桃的树 也只能无奈地低下头离开 苦梨子生长的区域 在另一个地方 三人背着袋子 回到了来时的路上 然后将其中一袋 分装到另外两个袋子里 将这两个袋子留在了原地 然后拿着一个空袋子 往另一个方向前行 低着头弯着腰 在杂树林里穿梭 终于到了一片 没那么多的杂草乱枝的地方 叶晨抬起头看 满眼尽是红的发紫 黄的透亮的果子 挂满了树枝 原来不知不觉见 三人已静进入了一片苦梨子林 这一片林子 如果不是长在这深山里 真的会让人觉得 是人工种出来的了 一棵挨着一棵的苦梨子树 中间只有少数的几棵杂树 今年还真是丰收啊 所有的果子都结得多 叶连松说道 嗯 今年不光是果子 就是水稻玉米这些 也都是高产 叶连山也是点头说道 这果子也太多了 我们怎么摘啊 爬树吗 叶晨看着眼前 这并没有多大的树说道 这树干看着 也是不好站得住人的样子 不用 直接摇树就行了 用力摇树干 树上那些熟了的果子 就会掉下来 而那些掉不下来的 就是些还未熟的 那种果子太酸涩 就留在树上好了 叶连山说道 那好 我去摇树 叶晨跑到一棵树下面 然后双手握在树干上 用力地来回摇动 整棵树随着叶晨的摇动 哗哗作响 一棵棵苦梨子 速速地往下掉到地上 摇了十几下之后 叶晨停了下来 此时地上已经铺了 满满一层的果子 叶晨他们 开始一棵检起来 放到袋子里 不过也不是盲检 还有些坏的烂的 就不能要的了 一颗颗的扫荡 很快袋子就装满了 剩下的就只能放弃了 叶晨相信 只要带的袋子够 能够运下去 还能再摘个几袋都没问题 三人开始往回走 到了之前放猕猴桃的地方 又将那俩带扛了起来 下山路比上山容易 但每人都扛着一袋果子 脚下也不是那么好走的 花了一些时间 总算来到了平地上 转眼又到了之前经过的灵场 三人在大门前放下袋子 歇了歇脚 然后一鼓作气 扛着袋子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叶晨打开后备箱 将三个袋子都塞进去 然后开着车返回 回到家 也已经中午一点多了 饭菜早都做好了 一直在等着他们 叶晨在山上跑了一上午 也着实饿了 吃了两大碗米饭 吃完饭 叶晨又去洗了个澡 换下了上山的衣服 整个人都清爽了 但叶晨也感觉有点乏了 就回了房间 躺到床上睡个午觉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 还能听到外面田惠芳和王素梅 在整理着他们打回来的果子 午睡了个把小时 叶晨睡醒了 然后起了床出了房间 田惠芳跟他说 让他和叶倩去一趟 和对面姑姑家 将今天打回来的猕猴桃苦梨子 还有昨天家里 摘的柿子 都带一点 送给他姑姑姑府 行 那你给装好吧 对了 要不要给邻居们送一点啊 叶晨问道 已经送过了 给你姑姑的 已经装好了 在这呢 田惠芳说着 拿起旁边的一个袋子 递给了叶晨 叶倩 走了 去姑姑家 叶晨对着沙发上的叶倩叫了一声 来了 两个人沿着公路走着去 没多少路 也就四五米的距离 叶晨也懒得开车了 过了石拱桥 沿着一条水泥路 环绕着田边山脚 一直通到叶晨姑姑家 表叔 奶奶 表叔来了 还有表姑 还未到叶连凤家门口 就看见小子瑞 在他家门前的空地上玩耍 看到叶晨他们来 他站在那泥喃了一声 然后转身往家里跑 还边跑边喊 叶连凤听到紫瑞的声音走了出来 小辰来了 小倩也来了 叶连凤笑着说道 两人叫了一声姑姑 姑姑 这是我们今天上午 从山上带的猕猴桃苦里子 还有家里的柿子 我都给你带了一些来 叶晨将手上的袋子 递给叶连凤 哦 你们上午上山了呀 打了多少啊 叶连凤接过叶晨手上的袋子 打了不少 还送了不少给人 家里还有许多呢 叶晨微笑着说道 来 进来坐 叶连凤招呼着两人进屋 叶晨和叶倩 在叶连凤家做了会 然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 叶晨又带着叶倩 跑了一趟外公外婆家 不用说 自然是送那些果子了 不过是叶晨送叶晨外公家的 叶倩送他外公家得 也都没多做停留 送完就回家了 叶晨知道 时间呆长了 舅妈他们又得留自己吃午饭 还是不打算麻烦他们了 叶连山叶连松他们 基本上没事就都在新房里面 帮帮忙 或者提提意见什么的 下午无事 叶晨带着叶倩去田里 看他的香菇基地和鱼塘 两人沿着小路 走到了围墙门那里 围墙门虚掩 叶晨推开门进去 看到宋元华正在里面工作 叶晨跟他打了声招呼 哎 小陈来了 这时来做什么啊 宋元华停下手中的活问道 没什么 带倩倩来看看 哦 小倩也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都没看到你 在家待几天啊 宋元华这时才注意到 叶晨身后刚进来的叶倩 是元华哥啊 我回来有几天了 七号就走了 你在这里做事吗 叶倩问道 对啊 元华哥相顾重的好 我就请他过来 帮我管理管理这片香菇地了 叶晨解释道 哦 香菇就是从这些树上面 长出来的吗 叶倩看着眼前 一排排的站立的树段子 好奇地问道 对啊 香菇就是从这上面 长出来的 那这怎么光秃秃的 这才刚重上 哪有那么快的 最起码也要三个月的时间 到腊月的时候 差不多就能收获第一批了 宋元华解释道 哦 元华哥 你看我们要不要找个拐角的地方 建个一两间房呢 那样可以放一些工具 还能用来工作时候休息一下 叶晨看了看 整个围栏里 也没个歇息的地方 能那样 当然是最好了 不过没有导演能克服的 就是一些工具和浇水的水管 露天放久了 就容易坏了 宋元说道 那就建一个 就建在鱼塘后面拐角地方好了 整个田北边是种植的香菇 南边一个长方形的鱼塘 鱼塘后面还有一块空地 能建起一个小点的屋子 我过几天去村里一趟 问问修路的事 争取尽快把这条路修通 然后直接让车子拖东西过来 就方便一点了 要是路修通了 那以后做什么都方便多了 宋元华说道 嗯 那你忙 我带小倩再去看看鱼塘 叶晨带叶倩走到了鱼塘边 然后踩着草皮坡上 到了鱼塘的围边顶上 哥 这鱼塘还真不小啊 叶倩看着眼前的鱼塘说道 那是 这可是有将近三亩地的面积啊 六十米长 三十米宽呢 那这现在还没有放鱼进去吧 这么大 能养多少鱼呢 叶晨问道 这个没有一定的 看你水的深度 和养的种类了 我鱼塘水深 可以保持在两米以上 我查了一些资料 一般一亩鱼塘 能养个一千多尾 不成问题 三亩大概能养三千多尾 叶晨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 知道一般鱼塘的大概容量 哦 那你准备养些什么鱼啊 叶晨对三千尾是多少 没什么概念 主要就是四大家鱼吧 像青鱼 草鱼 鲾鱼和雍鱼 也就是胖头 这些都是 我们家比较适合饲养的 没那么高的要求 如果只饲养一种鱼 饲养的数量往往不会很多 因为它们会集中在同一水层 就会拥挤 而如果几种鱼混着养的话 就可以多养一点了 它们有的在上层水域 有的在中层 有的在下层 所以不会干扰到 听跟你说的头头是道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个养育老手吗 也浅笑这对叶晨说道 哼哼 既然要养 前期工作总是要做点的嘛 一点不知道那还怎么弄 叶晨也笑了笑 两人看了一会儿 就打道回府了 次日 叶晨就跑到了村里 找到了于主任 问他修路的事情 于主任 我家农田外面 河边上下两个桥之间 那段位置 听说要修水泥路 只是一直也没看到动静 不知道村里这边 有没有什么计划 这个确实是早在计划里的了 只是上面 能批下来的钱有限 本来之前修水泥路 都是经过的人家一家出一点份额的 可是你家田那边那一段路 没有人家 如果按农田 来让人家出 肯定都不会同意的 这就要村里 来贴一部分 可是村里暂时也没什么钱 加上那一段路 要占用几户的农田 虽然没占多少 但是有一家有点不愿意 可能是嫌补偿的少了吧 于主任大概说了下情况 叶晨沉思了一下说道 那大概缺额是多少呢 这段路的长度算上面 大概能批下来二十万左右 而整个工程算下来 大概要三十万 这就有了十万左右的空缺了 那些路旁有农田 能让人家一户出个几百块钱 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路修好了 他们的农田也是受益 但不会有太多的 可能能收上来个万把块 就不少了 而村里这边 顶多能几个三万块钱 这样还有六万块钱的差距 这样吧 于主任 你看能不能先把资金申请下来 然后到最后 少的部分我来补上 就算是我 捐给村里修路的 叶晨想了想说道 如果能这样 那就太好了 真是非常谢谢你啊 小陈 于主任顿时开心地说道 不用不用 其实我也是受益者嘛 那你说的那户 不怎么愿意 让出地来的怎么办呢 这你放心 资金解决了 那户人叫我来去做工作 一定会让他同意的 于主任打包票地说道 那行 那这样我就先走了 有消消 你通知我一声 放心 我这两天亲自去镇里跑一趟 把报告打上去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 让上面劈下来 好 那我走了 叶晨说着 离开了村委 与主任送他出了门 叶晨又在家待了两天 然后七号叶晨就开车 送他去了火车站 走之前 除了他自己的行李箱 王素梅田惠芳 他们将柿子里子猕猴桃 还有吃的 给他装了一大袋 这么多 我哪拿的洞啊 叶晨 在旁边直叫苦 你反正都是坐车 又不用 你自己拿多少路 王素梅说道 对啊 让你搁点你送到火车上好了 田惠芳也在旁边说道 还是拿点下来吧 他又不能送我到学校 出了车站要自己拎 进了学校更要自己拎 到时候 我怕临到半路就得扔了 叶晨说着 又从代理往外拿 一样拿了几个出来 而叶晨站在一旁 抱着膀子在那笑 笑 笑什么笑 给我搬车上去 叶晨白了叶晨一眼 好嘞 我来 叶晨笑着 将捡过腹的袋子 拎着放到了车上 叶连松也将箱子推了过来 放到了后备箱 上车吧 大小剑 叶晨带开副驾驶的门 像个门童似的 跟叶晨说道 爸 妈 大伯 大妈 我走了呀 你们在家注意身体啊 叶晨说着 来到副驾驶旁边 看着叶晨嘴里哼了一声 仰着头傲娇的上了车 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关好门 我先走了呀 说着上了驾驶座 路上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啊 知道了 说着发动了车子 叶晨的火车票 是在网上早就订好了 在售票大厅的自动取票机上取了票 要不要我送你进站啊 需要我就买张票陪你进去 不用了 现在没好众了 那行 你自己路上小心点 到了学校 记得打个电话给你爸妈 别让他们担心啊 叶晨送他到了入站口 嗯 放心 那我走了 等等 我给你的钱还有吧 没钱了 就跟我说一声 有的 这才多长时间 我用钱哪有那么厉害的 那行吧 进去吧 在学校要注意安全啊 嗯 拜拜 拜拜 叶晨同叶晨挥了挥手 目送他进了车站 然后上车回家 新房的外墙的墙砖 已经全部贴好了 一层的三间房的地板砖 也已经铺好 现在正在铺楼梯的台阶 和做水磨石地面 估计再有个几天 木匠就可以进场装修了 顺东说 这现在就剩下水磨石地面 和厨房餐厅没弄了吧 王顺东他们正好在歇息 叶晨过去给师傅们散了一圈烟 然后问道 嗯 这楼梯再有一天就能弄好了 还有这堂屋 厨房客厅的墙砖 再有就是 大厅和后面的走廊 还有两进的脚屋的地面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不过还是要个几天的 王顺东大概算了一下 那木匠师傅 也能进来装修了吧 叶晨问道 嗯 差不多了 等楼梯弄好 二楼木匠就可以开始装修了 二楼都是他们的活 我们没什么事 叶晨家二楼都是弄的木地板 然后墙面和楼顶 也都是木匠的事 那倒是 两边进度差不多吗 嗯 都差不多的进度 那你看前院和后面两个院子的大理石板 是不是要弄回来了 叶晨问道 他前院和后面两个院子的地面 准备铺大理石板材 可以啊 这几个地方面积都是固定的 直接算出来需要的数量 然后到大理石厂去买就行了 标准规格的 基本上都有现货的 不过就是你说 你家前院要做鱼池 这个就要另外计算了 王顺东说道 嗯 那你就把数量算出来 回头我就先去一趟大理石厂 好 晚点我给你 傍晚王顺东他们下工后 他把开好的数量交给了叶晨 叶晨问了他 哪个厂比较好 他也告诉了叶晨名字 第二天 叶晨开着车 来到了渔庄镇的靠西边的闻山村 闻山村盛产大理石 也是渔庄几个镇里 算是比较富有的一个村 村里大理石厂家 有二三十家 算是渔庄镇的一个主要经济支柱 但这个大理石的生意 其实对环境的破坏 真的蛮严重的 前几年 那从文山村流出来的水 都是白色的 整条河里面 连石头都是白的 后来应该是政府花大力度 整治了大理石厂的排水问题 近几年河里面的水 才算恢复了正常 但文山村的一座山峰上 却是留下了一大块 开采大理石之后 露出来的伤疤 叶晨找到了 王顺东说的那家大理石厂 进去找到了老板 跟他说了是王顺东介绍来的 然后老板热情地带着叶晨 去看他们的食材 进了一个院子 一堆堆各种各样的石板石柱 堆在院子里 叶晨先同他 看了地板需要的石板 30厘米乘60厘米的规格 叶晨跟他说了数量 至于价格 王顺东已经说过了 这边老板也没有乱报价 叶晨先付了1000块钱订钱 以后还要在这里买其他的东西的 叶晨又看了看 他的大理石柱子 石头水池 以后院子里面的鱼池 要用到石柱 老板约好了 明天送货 叶晨回到家 家里都没人了 叶晨奇怪了 都跑哪去了 新屋那边也没人 叶晨打了个电话给田惠芳 他们原来都去挖红薯去了 叶晨问了他们在哪里挖红薯 然后也准备过去看看 反正在家没事 叶晨家在对面小山岭上 有一块地 过了河 经过一片田 来到山脚 又上了一段岭 来到了叶晨家的地 叶晨家大概一亩左右的地 此时的地里 一颗颗的红薯藤 被扯下来 捆成一捆捆的 田惠芳往速在那里扯红薯藤 叶连山叶连松 在青出来的地里挖红薯 一颗颗的红薯被带出地面 紫红的红薯沾着点泥土 叶晨上前帮忙 将一根根红薯扔进箩筐里 装满了 叶连山挑着一旦就往回走 叶晨是真挑不动 慢慢地 一旦太重了 叶晨也尝试挖了一下 结果挖是挖出来了 结果挖断了好几个 这东西还是要点技巧的 叶晨乖乖地放下了锄头 然后捡捆好的红薯藤 挑着一旦回家了 红薯藤弄回家 要尽快将红薯叶扯下来 放在一起堆久了 就容易坏掉 红薯藤全部弄回来之后 叶连山他们还留在地里挖红薯 田惠芳王素梅 带着叶晨在处理红薯藤 红薯煮藤太硬 不适合喂禽畜 将红薯哽叶全部搜罗下来 田惠芳他们两人一起 将红薯叶子给切碎 然后放入锅里煮了 煮熟的叶子捞出来 放入大缸里 撒上盐 可以存放不短的时间 鸡鸭和猪都能吃 叶连山和叶连松 也相继将红薯挑了回来 他们将挖回来的红薯 重新清捡一遍 将品项好的 没有坑坑洼洼 和没有破相的 选了一些 装了三四个口袋 将袋子口扎紧 这些主要是留着明年下种的 然后来到了后山 打开了后山一个 离地面一米多高的洞的洞门 这种洞 就是专门打出来 存放红薯过冬的 他们简单清理了一下 洞里的蜘蛛网和地面 然后将一袋袋的红薯 放进去堆好 存放完之后 用一块石板封住洞门 再糊了一点泥巴 将洞门四周全部密封好 这样做 应该是可以减少里面的空气 进而延长储存时间 而不变质 这些都是自古传下来的方法 不知道前任是怎么想到 隔绝空气 能有这种效果的 而剩下来的红薯 田会准备洗红薯粉 红薯粉在农村 可以做红薯粉丝 做红薯粉条 是一种既美味又有营养的天然食材 红薯粉中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而且含有抗癌作用的营养物质 吃红薯粉 对帮助我们人体预防便秘 和结肠直肠癌都有益处 而且 吃红薯粉的时候 对心脏健康和维持血压都有好处 能帮助人体对预防心血管疾病 首先要把红薯搅碎 这就需要专门的机子 镇上有专门就是开着车子 到处碾红薯的 留了一两袋的 放着平时吃的 其他的全部都清洗干净 表面的泥土要洗干净 然后有坏的地方也要削掉 田惠芳找人要来了电话 师傅很快就开着小三轮来了 将机器搬下了车 很小的一台机器 一个个的红薯扔进机器里 另一边救出来的都是红薯渣 接下来就是洗红薯粉了 红薯渣里倒入清水 搅拌均匀 再透过滤部过滤粉水到新的容器里 然后放着静置几小时 待水变清澈 红薯粉就沉淀得差不多了 然后倒掉表面的水分 就能得到容器底部的白白的红薯粉了 将这些白粉泥铲起来 摊开来晒个几天 就能得到干红薯粉了 只要不受潮 这东西放的几年都不会坏 时间进入秋季 农活基本上都结束了 新房也在有序的推进 已经进入了后期的内部装修阶段 前院的围墙也砌起来了 院子中间也挖出了一个渔池 周边用水泥浇柱 高出地面40公分 现在正在用大理石进行装修 夜晨又与夜连山商量 将自家的山林 整个用铁丝网围起来 然后以山腰为界 上半部分用来养殖山羊 下半部分用来养鸡 在山林里 养殖一批农家纯天然的山羊和土鸡 现在正好是山上杂草枯萎 树叶掉落的时候 上山去不往也比较好操作了 夜晨先是跟着夜连山 走了一遍自家的山 与别人家山的山界 做好了标记 然后测量了整个山界外围的长度 夜晨依照测量的长度 从网上订购了一批的隔离围栏 整个外圈一圈 加上上层下层中间的分隔 差不多将近1000米 1.8米高3米长一块的护栏网 就是300多块 订好护栏网后等待的时间 夜晨请了20多个人来 帮忙整理这片山林 之所以请这么多人 也实在是因为山林面积比较大 而且也不像平地那么好操作 将山界处的杂草杂树清理干净 然后按照夜晨订购的护栏网的尺寸标准 现场挖坑浇住水泥墩 然后在山界规划的护栏网以内 修出一条1.5米的道路 这样以后不过到那个位置都比较方便 不用从山林里面穿梭 而且有个小隔离带 对以后的防火也很有好处 考虑到山林里长久以来 也没怎么上山砍柴 山上杂树杂草丛太密了 没有什么开阔的空间 山羊和鸡活动空间不足 于是夜晨又请他们 将山林里面清空掉一些杂树 藤刺之类的 而那些砍掉的杂树 全部都弄下了山 夜晨之前跟宋元华聊到 他冬天要烧炭的时候 就考虑着自家也烧点 这次正好 不用特别地去山上砍杂树来烧炭了 这些杂树将杂枝全部砍干净 留下一根根的树干 全部运到了对面的宋元华的田里堆起来 正好就在他的窑洞旁边 而那些树枝就剁成细柴 一捆捆地捆好拖回家 暂时在外面找个地方放着 等晒晒干了 新房做好弄到柴房里去 山上清理干净了 夜晨又在山脚进山的位置的一块平地上 规划着建一个机设 再在山腰建一个羊圈 羊圈就建在与机场相邻的围栏处 靠近边界道路 人员进出好管理 才将两块地方的场地挖好 夜晨订购的一批护树网就到了 二十多个人 两个人抬一块护树网 一块块的护树网被抬上了山 护树网安装在胶筑好的水泥墩上 然后直接在水泥墩上打膨胀螺丝固定 护树网之间用螺丝固定好整个山林 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场 机设羊圈夜晨打算用传统的竹木茅草来搭建 山上地势都是斜的 必须先搭建一个平台 然后才能在上面搭建棚射 如果用水泥砖搭建 那还要胶筑水泥板 这砖水泥钢筋之类的都太费时费力了 还是因地就仪的好 夜晨自己家就有一片竹林 于是到竹林里选取成材的竹木 砍伐了运输到山上 先用粗状的竹木做出底架和框架 用破开的竹条边扎好 做四面的墙 竹条外面再用茅草铺上一层 用竹条绑上钢丝扎紧 而屋顶在下层铺上两层塑料胶布 然后再在塑料胶布上 铺上厚厚的茅草做屋顶 压上竹条 用钢丝绑紧 这样做出来的羊圈和机设 因为下部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就能保持比较干燥的环境 且竹木茅草结构有利于空气流通 叶晨也查了一些资料 一只羊大概需要的羊舍面积 在在1.5平方米左右 一间20平方米的 大概能容纳个12-3只的样子 叶晨建了20间的羊圈 计划先期养殖200只山羊 后期看养殖和繁育情况再去增加 鸡舍一般一平米能养8-9只 叶晨现期打算先养个2000只 这就需要20平的鸡舍13间 叶晨做了15间的鸡舍 然后叶晨还接了自来水管上山 正好叶晨家山林不远 有一条子高山留下的小河 河水水流不大 但是也一年四季不曾干涸过 叶晨就让人沿河而上 在相对较高的位置 做了一口水井 拉一根水管到叶晨家山上 做出几个饮水点 方便以后勤出的饮水 这些全都弄完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0月底了 今年下半年 叶晨不打算进羊羔和鸡苗的 马上就要入冬 寒冷的天气也不适合幼苗的生长 叶晨打算明年3-4月份才开始养殖 天气也不知不觉的 就跳过了秋季 叶晨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春秋季变得特别的短 你刚脱下羽绒服 以为进入了春季 没几天就穿短袖了 而夏季又特别的长 什么时候就突然给你来一场降温 昨天还是短袖体恤 今天也许就穿上了棉袄 那秋天就好像不曾感受到似的 极端的天气变化 仿佛成了一种常态 就像你已经裹上了棉袄 但外面的山上 还是一片葱绿 连大自然的生物 都来不及适应气候的变化之快 阴雨绵绵的一天 秋风伴着细雨 呼呼地刮了一整天 叶晨被困坐在家里 耳听着窗外风雨哗啦啦 敲打着板房的声音 到了傍晚 气温明显地便低了不少 吃过了晚饭 叶晨早早地就跑回房间 钻到了床上 被子已经换成了秋被 但叶晨感觉该秋被 都不那么暖和了 就在叶晨考虑着 要不要加床被子的时候 房门被敲响了 田惠芳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小辰 今天晚上要降温 你那被子不够厚吧 要不要换一床厚点的呀 叶晨起床开了门 嗯 我也正准备想把夏天的毯子盖上呢 叶晨没穿外套 感觉有点瑟瑟发抖了 那加了也没什么用 我去给你把厚被子抱过来 然后他就回他房间 过了一会儿 抱着一床棉被入过来了 放到床上 然后躲开一个床套 将被子的两个脚塞进被套的脚上 来 帮我牵一下 我把被子套起来 叶晨帮着田惠芳 将塞入了被子的两个脚紧紧捏住 田惠芳将整个被子塞进了被套 然后将另外两个脚塞到被套的脚上 他也握住那两个脚 和叶晨一起抖动着棉被 将被套里的棉被抖开 然后他拉上了开口处的拉链 等一下 我去拿针线过来 给你把四个脚固定起来 田惠芳说着 又回了房间找针线 田惠芳拿着针线来到叶晨房间里 对着房屋中间的灯光 举着针 将线头对着针孔穿过去 叶晨看着田惠芳在灯光下穿线 看着他那已经出现皱纹的脸庞 和眯着的眼睛 突然觉得母亲老了好多 在房间灯光的照射下 叶晨感觉 这才第一次清楚地看清妈妈的脸庞 以前好像从没这么清晰地看过 叶晨的印象里 母亲从小时候到大一直都是那样 不曾年轻过 但也不曾老过 反正就是感觉没什么大的变化 但此刻 叶晨认真地看着他的脸 常年劳作而屈黄的一张脸 那些在深色的皮肤下 不曾注意到的皱纹 原来已经那么多了 一双眼睛 瞇瞪着盯着手上的针线 原来母亲也有老花了呀 再看到他的头发 曾经一头乌黑的发辫 此刻却夹杂着不少的白发了 那额前的吉驴 也从发根处变白 视线一到了 他高举的双手 屈黑的皱皮的双手 手指上厚厚的老茧 还有那变形的指甲 叶晨忽然想起了那手游子银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痴痴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叶晨眼睛有点湿润 心中似有千万思绪 看着田慧芳那线头 好像穿了好几次都穿不上 叶晨忙收拾了下心情说道 妈 我来穿吧 说着伸出了双手 嗯 那你来吧 现在这眼睛 越来越不行了 田慧芳说着 将针线交给了叶晨 叶晨将线头放进嘴里 沾了点口水 然后用双唇抿成一条尖尖的线头 对着灯光 一下就穿好了 还是你们的眼睛好啊 田慧芳感叹着 拿过叶晨手上的针线 田慧芳的这句话 又让叶晨有点破防 好像一下子 又回到了多少年前的某个画面 那时候 叶晨也只有几岁大小 也是帮着妈妈穿针线 妈妈也是这样夸她的 转眼二十年 人生还真是经不起细数啊 但叶晨看着眼前弯着腰缝被子的 有点瘦弱的身影 心里告诉自己 还好 一切都还不算迟 妈 还是我来缝吧 你也去早点睡吧 晚上天气凉 叶晨说道 你能缝得好吗 还是我来吧 很快就好 田慧芳边凤灼边说道 叶晨也没有过多地说什么了 默默地在一边站着 她打开了手机 用视频记录下了这一幕 被子缝好了 秋被你还是垫在床上吧 看什么时候天气好了 我再帮你把被套洗了 田慧芳缝好了被子 将线头打好截 用牙齿咬断线头 将针别在了胸前的外套上 然后说道 妈 要不我先去买个洗衣机回来吧 那样就省得你手洗了 叶晨说道 每次洗衣服 被套是最难洗的 那么大件 算了 还是等等新房装修好了再买吧 现在买了都没地方放 行了 你睡觉吧 晚上冷 注意盖好衣服啊 田慧芳说着 就出了房间 随手关上了门 田慧芳走后 叶晨又钻进了被窝里 盖着后棉被 稍微有点重的盖被 还让叶晨一下子有点不习惯 窗户外风雨还在继续 大风持续地刮着 发出呜呜呜的声音 雨滴不断地敲打着窗户 噼里啪啦 感受着后棉被带来的温暖 叶晨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次日清晨 叶晨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掀开被子 一下子就感觉到冷得不行 这一天晚上 是降了多少度了 叶晨赶紧穿上了衣服 两件衣服穿身上 都还感觉不到暖 打开房门 一股冷空气熄灭而来 叶晨赶紧又退回房间 关上了门 打了个机灵 叶晨打开房间的衣柜 在里面找了一件棉服穿在身上 这才觉得暖和了 出了房间 叶晨看到田慧芳正在洗衣服 你怎么连棉袄都穿上了 有那么冷吗 田慧芳看着叶晨问道 他身上也加了一件后外套 可是也没叶晨这样 直接穿棉服的 就是冷啊 穿上棉袄都没感觉到热 这跟进了冬天一样 天气变化时候就这样 早晚冷点 等下中午 应该就温度升上来了 先刷牙洗脸 把饭吃了吧 我爸呢 叶晨挤了点牙膏 接了杯水 他和你小叔小妈 他们都去新房那边收拾卫生去了 装修也快完成了 一大堆的东西砸我要理出来 嗯 那我等下吃过饭了 也去帮忙 吃过了早饭 叶晨来到了新房 前院已经建好 也粉刷白净了 院墙上开了 王顺东还有另外两个师傅 在给鱼池子贴大理石 王叔 早啊 小陈来了 王顺东也应了一声 嗯 我看你这进度 也就一两天就能完全完工了吧 叶晨问道 差不多 里面基本上都弄好了 现在就剩下前面这个院子了 就这个鱼池比较费功夫 后天差不多就能弄好了 最后就是安灶台 差不多也要个一天时间 那也快了 叶晨环顾了一下自家的院子 整个前院大理石板基本已经贴好 靠前院墙的位置 一个师傅正在做花坛 叶晨跟他们说 把墙角一圈都做个几十公分宽的花坛 后期准备在里面种上一排细竹子 古人都说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那叶晨也想学一把古人的高雅 另外 叶晨还让电工师傅 在那一圈都买了电线管 通了电线 以后可以装上灯光 不光是那一圈墙角 鱼池里也通了电线在里面 叶晨买了一个假山 物流还在路上 到时候装一个水泵 到时候 水可以直接从假山上流下来 另外 叶晨还在网上买了一个防腐木的凉亭 估计也还要几天才能到 然后叶晨家院子里的那几棵树 还是移了一个地方 之前不准备动的 但是南边因为开了大门 以后要开车 直接进车库 这样 南边种的那棵桂花树和柿子树 就碍事了 没办法 只有重新移动一下了 柿子叶子也落得差不多了 但移植之后 枝叶太多 新的土壤怕养分跟不上 所以也连上 就将几个粗枝的根部剧断 然后用塑料薄膜包上 然后 将这棵光杆的柿子树 移栽到了正屋后面的院子里 另外 北边的枣树 也移到了那个院子里 两个并排而栽 底下起了两个四五十公分 高直径一米五的花坛 前院北边叶晨等凉亭到了 就放那里安装 那棵桂花树 稍微动了下地方 就在前院渔池南边 与渔池凉亭在一条线上 叶晨进了大门 木工正在制作电视背景墙 和一个大厅到楼梯之间的隔断 叶晨同他们打了声招呼 然后沿着楼梯上了二楼看了看 二楼基本上都已经装修完毕 楼梯上来正对着的就是一个小客厅 客厅和楼梯之间打造了一个隔断的厨子 做了一个推拉门 楼梯上来 两侧是两个房间 窗户对后院方向开的 拉开推拉门进入客厅 南北也各是一个房间 客厅靠外面一侧是一个推拉门 拉开门出去是一个南北通的走廊 南边直接通到车库顶上 叶晨已经跟安装铝合金的师傅说过了 等天气好了 就带材料过来给安装一个阳光房 二楼的地板墙板和屋顶全都已经装好 前面两个房子还都各只做了一个整面墙的柜子 现在就插灯和开关没有安装了 叶晨又来到了三楼 叶连山和后来的田惠芳正在扫着地面 三楼也是铺的木地板 墙面是做的乳胶漆 没用墙板 然后屋顶是两个斜面 用原木铺的屋顶 除了每个屋顶前面的斜面上 开了个屋顶窗户外 在前面的墙上 中间的一间开了一个玻璃的门 两边的屋个开了一扇窗户 所以采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中间的玻璃门位置出去 就是一个宽约两米的观景台 外圈有八十公分高的扶手护栏 现在搞卫生是不是早了些啊 你以为就弄一遍就行了啊 现在把这些木头 蝎子灰土打扫掉 回头还要弄好几遍 才弄得干净 田惠芳说道 哦 来 把这装满的桶拿下去到了吧 叶连山跟叶晨说道 好 叶晨拿着桶下了楼 叶晨把桶里倒干净拿了回来 你们在三楼 那我去二楼打扫了 叶晨说 嗯 你去吧 叶晨找了个扫把 来到二楼 然后开始清扫 这刚一做事 就感觉到热了 也不知道是温度变高了 还是做湿热的 叶晨将外面的棉袄 脱了放到一边 然后一间房一间房地清扫 开始看着 好像挺干净的 一扫起来才发觉灰真的多 怎么扫都扫不干净 反正一天下来 满身的灰 第二天天空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温度也好像又有点恢复的态势 叶晨他们 一早就将之前盖在柴火上的花胶布掀掉了 趁着天晴去去湿气 晒个两天 等将后面的柴房清理好 就可以堆进去了 省得遇到个刮风下雨 就得拿东西盖 叶晨他们 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将一楼正屋后面两个院子 和两排脚屋打扫干净 接下来 就将各种柴火一样样的 从焊道里面进去 搬到最后一排的柴房内 好在柴房是够大 前面的院子也彻底完工了 物流运过来的小假山 也已经在渔池底部安装好 只等电工接好电 水务工接好水就能放水了 接着 王顺东他们 开始在厨房里搭建土灶台 传统的土灶 有一个小号锅和一个中号锅 最传统的灶台 是还有一口大号锅的 一共三口锅 不过现在是没有人家 会去做这种三口锅的灶台了 两个锅之间 有一个水炉子和一个井灌 柴火烧锅 顺便也将两个炉子的水烧热 井灌的水可以用来洗锅洗菜 这在冬天尤其有用 而水炉子的水是能烧得开的 听到咕噜 咕噜 咕噜的声音 就能将水摇倒到水瓶里了 以前都是用来喝的 现在家家都用电水壶烧水 咸水炉子的水有一股油烟味 这个烧水喝的功能 不知不觉间就退化了 灶台后面有灶口的一面 离墙一米二左右 灶台下面有 三四十公分高的流控 可以放零食烧的柴火 灶台背面 锅盐后面 有烟囱直接气到顶部 水泥顶事先有留好一个孔洞 烟囱正好对上这个洞 这就是灶台出烟的地方 顶上有竖起一个高三米的烟囱 整个灶台两个师傅 一天的功夫就建好了 而叶连松家的工程进度也一样 这样瓦匠师傅们的全部工作 就算结束了 晚上 叶晨留瓦匠师傅们 还有也在工作的木匠师傅们 吃晚饭 田惠芳他们 也准备了一桌的好饭菜 席上开了两瓶酒 这也算是感谢师傅们 一直以来的辛劳 晚饭过后 木匠师傅们 和其他的瓦匠师傅们 先行离开 王顺东则留下来 和叶晨计算这次的工程工资 因为是包给王顺东的 所以其他人的工资 也都是王顺东去发给他们 而叶晨只需要跟王顺东 结账就行了 包工是按平方来算工钱的 但只限于建筑主体的完工 和抹上水泥灰为止 后期的装修工资又要另算了 叶晨家前面主楼一层 128平方米 二层因为前后个伸出去一米 又少了车库顶的一间 所以是120平方米 三层则又前后 共缩了3.5米 又只是算半层 所以是39平方米 后面两排角屋 各160平方米 这一共就是447平方米 叶连松家主楼一层96平方米 二层80平方米 三层算26平方米 后面两排角屋 一共120平方米 总共是322平方米 因为是包工不包料 220块钱一平方 总共15万多 后期装修工资4万多 总共将近20万 当然 他们人数多 瘫到个人头上 也没那么多 叶晨支付宝赚了10万给他 然后剩下的年底钱 跟他结清 木匠的工作 也很快完工了 最后他们还帮着 将叶晨买的粮亭给安装好 叶晨给木匠的工资结算了下 也有近8万块钱 叶晨也同样先付了一半 接下来 电工师傅就过来安装开关和灯了 安装水进场 接厨房卫生间等等各处的水路 同时 做铝合金的师傅 也过来帮叶晨这边两家的车库顶 都制作一个阳光房 11月7号 立东 这一天 所有的工程全部完工 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叶晨推上入户的电闸 然后一家人将每间房的开关全部打开 然后前院后院 甚至后山上的控制灯开关也全都打开 灯使整个新房灯火通明 那些室内吊顶上的分围灯 和外面院子的鱼翅边 围墙上 桂花树下等 还有后山上的 蓝的绿的黄的等等 五颜六色的灯光 交香灰映 相互映射 端地是灯火辉煌 周围的邻居都跑过来看 叶晨家和叶连松家 这处建成的新房 每个人看了 都称赞这房子建得漂亮 电工师傅 静心地检查着每一间房的灯光 拿电笔测着每一处开关 确认没有了任何问题 晚上叶晨家 又是坐了满满的一桌人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时刻 也算是工程的彻底竣工了 叶晨将电工水务工 和铝合金的等人的账 全部结清了 另外那些建材店和食材厂的 也都在进完货后 结清了货款 晚上叶晨大概的算了算 这次建两家的房子 各种建筑材料 加上装修材料 还有支付出去的工匠的工资 一共花了将近一百来万 接下来的几天 两家人将新房从里到外 彻彻底底地打扫了好多遍 才算收拾干净了 然后就是添家具家电了 之前的旧家具旧家电 叶晨就不打算往新房子里搬了 家具家电这些叶晨 全都是从网上买的 正其实家具家电品类 也都挺齐全 就是都是一些普通的 低档次的货 当然用事没问题 叶晨家以前的买的 也都是这种 但房屋都花了这么大代价 家电家具叶晨 也自然是想买好一点的 东东上自营家电质量有保证 而且送货速度快 接下来的几天天天有货到 二家店这些 全都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安装 也比较省心 然后就是沙发和床之类的大件 通过物流送进来的 晚上几天 但也陆续充实进了新房里 叶晨还买了很多的 除甲醛的活性炭 扔在各个房间里 叶连山他们 也每天白天 都给各个房间开窗通风 这样在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争取尽量降低甲醛的的含量 不过农村房子好一点的就是 门多窗户多 与户外接触的面也多 通风效果要比城里的 及实际厅的那种 房子要好得多 这边叶晨的房子完工 那边村里 休水泥路的消息也传来了 村里与主任给叶晨打电话 说上面的资金 已经批复下来了 下面的钱也收得差不多了 可以进行铺路了 与是叶晨又去了一趟村里 同他确定了资金方面的事 然后赚了钱到村里的账户上 与主任也给他开具了收据 标明了用途 接下来很快 挖机就进场平了一条路出来 拖土车拖着一车车的水泥 来到路上倒下 然后人工画云 用震动板震结实 再用机器上面打磨 用滚轮画出一条条的横线 这就是农村的修路土方法了 理不得大城市 什么都是机器操作 修公路用的是宿宁的水泥 第一天交注好 第二天人就能在上面走路了 过了一个星期 道路就能通车了 于是叶晨又找车拖了砖和水泥钢筋 等到香菇种植点围栏外面的路上 现在水泥路修好 叶晨香菇种植园的外面 围栏外面就是公路 围栏上的门也正对着公路 开门进去就是 方便了太多 请人将材料搬进了种植园里面 鱼塘的后面 又请了王顺东一次 请他在那后面盖上两间房 一间封闭的带门 和一间敞开的 田里的土地太软 挖了很深的地基下去 然后用大理石 砌了一米深的墙搅起来 只盖一层 也就用不着浇混凝土柱子了 一天的时间墙就砌起来了 然后质膜扎钢筋胶顶子 三四天的时间下来 一个两间的一层平顶楼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等着拆除了木称子再装修了 叶晨的香菇园里 木头边面已经开始有上军了 估计再过不久 应该就能有香菇生长出来了 叶晨没事的时候 就天天去逛逛新房 看看哪里还少些什么 然后想着再往上下单买来 这段时间 叶晨就像一个购物狂魔 每天都要开车去一趟镇上取快递 大的小的快递 一天好几个 甚至多的时候十几个 几个快递点物流点的老板 全都认识他了 叶晨觉得 空旷的房间都是些死的家具家电 缺少了点生气 所以网购了不少的绿化植物 充实进新房里 而且听说绿植能除甲醛 净化空气 看着一点一点被自己装饰点缀 而丰富温馨起来的新家 叶晨非常的满意 叶晨的新房 各个房间的各个功能已经划分好 最南边的车库 叶晨的车子已经停进去了 不用再停在路边站到 与车库相邻的南边两间房 前面是客房 后面是棋牌室 北面后面的一间房 做父母的房间 二楼北边前面的一间 就是叶晨的房间 南边前面一间做了书房 整个南面墙是一排书柜 叶晨自小学到大学的全部书籍 大部分都还在 叶晨花了两天时间 将这些旧书一本本的清理干净 以前放在柜子里 有的都有点发霉了 这些书全塞到书柜下层 而上层叶晨 将自己以往买的文学书籍等放到了架子上 就是显得有点空旷 只有那么可怜的二三十本 叶晨想着 以后要以后多买点书回来 努力多读点书了 中间的位置 放了一张书桌 等以后将买的果果一体机 搬过来装上 南边后面一间 是为以后的孩子准备的 暂时就装成了客房 而北边后面一间 就给叶晨回来拾住 而在三楼 叶晨在三楼北面 也置了架子 然后用来存放族谱 叶晨家这支的祖谱 是在他家存放的 总共有三大箱 历代修谱都有留存 最早的几本祖谱 还是康熙年间修传的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前面几次的修的谱 大多都有遗失 只保存有灵星的几本 而在南边屋 靠后边安置了一张木床 前面那块屋顶的玻璃窗下面 叶晨放了一张躺椅 架了一个天文望远镜 自小叶晨就喜欢看星星 上学之后 也特别对书本上的天文知识感兴趣 一个天文望远镜 就画了叶晨好几个W 不过想到以后 能躺在躺椅上看星空 叶晨还是很开心的 想着在下一夜 打开头顶的窗户 躺在躺椅上 透过望远镜 遥望着星空 在星河里驰骋 让星空伴我入眠 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而二楼最南边的 那个玻璃阳光房 前后有十米深 叶晨分成了前后两间屋 中间也是玻璃隔开 后面三米 前面七米 后面靠墙弄了一个洗衣池 和一台洗衣机 洗好衣 就能直接在阳光房里晾晒 不用打心刮风下雨的 还要收衣服 前面的阳光房叶晨 在四周都放满了一圈的绿植 有纯绿植 也有花 棚顶也挂了几盆吊篮 中间弄了藤桌椅 还有一个吊椅 这也是叶晨最满意的一个布置 不管是冬季白天晒太阳 还是夏季夜晚乘凉 都是无比惬意的一个地方 夜晨将自己的布置出来的阳光房拍了视频 然后用编辑软件进行编辑 上传到了抖音上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时不时的发泄视频 夜晨的粉丝还是涨了一些的 不过想要达到运作来用作商业 还远远不够的 正好现在闲下来了 夜晨就打算勤快点 没事就去拍拍素材 然后每天发泄视频 另外在拍视频的同时 能对附近的各种田地地理信息 做一个大致的了然 也默默盘算着后期的规划 时间转眼到了12月份 真的到了冬天了 农村的冬天比城市里要冷得多 尤其是早晚 温度更是低得很 元华哥 你这是在弄烧炭的柴吗 夜晨正准备去新房 路上碰到宋元华 拖着一根树 从上面下来 对啊 宋元华来到他家的屋前 将树扔在了空地上 现在香菇园里没那么忙 这不有时间就到山上弄几棵 香菇园想再进入冬季 地上也不用除草 除了隔断时间浇浇水 也没什么其他的事 哦 现在可以烧炭了吗 夜晨忘了望河对岸田里 自家的那一堆烧炭用的柴 当然可以了呀 现在这时间不是正好吗 你家准备什么时候烧啊 你那柴都是现成的 你那窑还是好的吗 如果能烧我就回家 跟我爸他们说一声 应该是好的 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吧 宋元华说道 那行 走 去看看 两人来到了对面 宋元华扒开了封门石上的土 翻开了封门的石板 对着里面瞅了瞅 乌漆骂黑的看不真切 夜晨拿出手机 打开了手电筒 然后对着窑洞照进去 完好无损的 一点都没有坏 完全可以直接用的 宋元华看清了里面的情况 然后说道 这样最好 等一下我就回去跟我爸爸说说 尽快开始烧起来 也不用那么急 最好等阴雨天烧最好 下一点点小雨的 那种天气 地面上山林里都是湿的 这样最保险 已经进入护林防火期 我们这是在野外 还是注意点好 嗯 你说的对 防火是一定要注意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雨 不过 我们也可以开始将这些柴 给聚好麻起来了 到时候天气合适 就可以直接 装摇点火了 夜晨说道 这倒是可以 你们的柴多 这么一大堆的柴 估计要烧不少摇 嗯 主要是这次正好赶上整理山林 也就烧这一次 估计能管个几年的了吧 别说几年了 自己家用 十年估计都够了 那夸张了吧 夜晨有点不大相信 当然看你怎么用了 不过 我看差不离 夜晨回到家 把事情跟夜连山说了 夜连山也说 最近考虑要开始弄了 对了 那边没有电 电线迁不过去 咱家的电锯也没办法用 我还是去镇上买一个回来吧 老师借别人的也不好 夜晨想到自己 电锯到那边没法用 于是说道 那也可以啊 你就去买一个回来好了 夜连山点了点头 夜晨开着车来到了镇上 找到卖邮具的地方 买了一把邮具 夜晨问了问邮具的操作方法 了解到 邮具是汽油加机油的 又在店里买了瓶机油 然后买了油桶 到加油站加了点汽油 顺便将自己车子的油也加满了 第二天 夜连山和夜晨 就带着一个柴马 到了对面的田里 夜晨戴上手套 在耳朵上戴上蓝牙耳机 然后手机上打开音乐 听着音乐 夜晨抱起一根树 放到了柴马上 拿卷尺一节节的良好长度 做好记号 夜连山拉动油具 照着印记一个个的聚下去 聚好的柴段 一节节整齐的马在一旁 等了几天 终于天气开始变化了 这天早晨起来 天上就已经再下起了小雨 地面都已经湿润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等一下我们就去将柴装摇 今天就烧起来 夜连山说道 随后 夜晨跟着夜连山去了对面 这柴都被雨打湿了 能烧得起来吗 夜晨问道 细雨林的柴上有一些湿了 没问题的 烧窑不同于家里烧土造 烧土造要干柴 这烧窑湿的问题不大 这不是一下就烧起来的 只要靠近点火口的 稍微干点就行了 其他的都要从点火口 慢慢往里烧 密封的窑里 水分很容易就烘干的 夜连山解释道 哦 是这样啊 夜连山打开窑洞门 然后说道 我现在进窑里去 等下你将柴一个一个地递给我 好 夜连山钻进了窑里 夜晨将一旁马着的木柴 一根根地递到窑里 夜连山接过 然后靠着最里面的墙 站立着摆好 渐渐地 整个窑洞里被摆满了柴 夜连山封闭了窑门 然后打开了窑顶的几个洞口 那是静气和冒烟的地方 有点像土造的烟囱的作用 夜连山在点火口 塞了不少的细木柴 和干枯的松针用来引火 然后点燃松针 渐渐地 窑顶的几个烟口 一次地冒起了白烟来 点火也是不容易的 通常要个八小时 才能降火点好 期间 你必须得有耐心的 一次次地架柴点火 接下来就要忘火了 夜连山隔一段时间 就要来看一看 窑里面的火有没有灭了 没到时间火灭了 那窑里的柴 就没办法继续烧了 只能想办法重新点火 就算晚上也要起来 几次去查看 烧一次窑 大概要一天的时间 等到烟口的白烟 基本没有了 说明柴已经全部烧过了 然后将窑顶的几个烟口 全部用石板盖起来 隔绝掉窑内的空气 使洞内的炭火熄灭 然后就是等着出炭了 要知道刚烧出来的炭 是非常烫的 根本没办法起出来 有时候急着赶时间的 基本上隔上一天就会出炭 那是真的烤得受不了 出炭那会儿 也是最伤人的 人要进入炭火烤得热烘烘的窑里 那跟进到烤炉里 也没什么区别了 不过夜沉家也不是很急 隔了两天才去出炭 但是打开了窑门 站在窑口的位置 还是能感觉到一阵热浪袭来 因为要出炭 所以之前夜沉也请宋元华 帮忙做了一些竹筐子 夜连松也来帮忙 夜连山脱了外衣 就穿一件长袖下窑取炭 夜连松在洞口 接过炭递给夜沉 夜沉将炭一根根地竖着 放进竹筐里 一窑炭 装了三个竹筐 全部装完 三个人手上身上都成了黑乎乎的 尤其是夜连山 那脸上也都是黑的 让夜沉想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 麦炭翁 麦炭翁 伐心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两鬓苍苍石指黑 不过如今的新时代 倒是再也不会有可怜身上衣正丹 心忧炭见怨天寒 得凄惨之尽了 木炭取完之后 又接着将新柴装进窑里 封上窑门 等到天气转阴了 又接着烧 夜沉家烧了六窑 得炭一千二百多斤 然后夜连松也就着柴烧了二窑 得了四百多斤 夜沉两家烧完炭 宋元华才开始烧了起来 夜沉家这些炭 全部弄到了三层的南边屋里 既不会受潮 也不会碍事 毕竟炭用得慢 放在无碍的地方才好 不知不觉 又到了腊月了 寒风萧瑟 万物枯迹 河边的几棵杨柳树上的叶子 都掉落干净了 只剩下光秃秃囚尽的枝干 对面竹林里 竹叶也从清脆变成了枯黄 连绵的山脉上 此刻也由翠绿变成了苍翠 山林里地面上 是厚厚的一层枯黄的松针 这是农村营火最好的原材料 晴朗的日子 夜沉和家人一起 手拿一根竹耙子上了山 在山上用耙子将松针聚拢一起 然后用绳子捆紧 一弹一弹地挑回家 塞到了柴房里 时间到了腊月 夜沉家上庄 也及乔迁新屋的日子临近了 在农村 除了结婚嫁娶和丧事外 新屋上庄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了 自古以来 房子一直都是一个家庭里 最最紧要的大事之一 新屋落成 自然也要相互庆贺一番的 上庄这天是主人家的大喜事 亲戚朋友 邻里相亲 也都会上门道喜 当然都会随上一份礼金作为祝贺 既如此 主人家当然也要敬上地主之意 准备丰盛的大餐来款待来宾了 离上庄这天还有几天时间 夜沉家就忙着准备采买上庄宴席需要的东西了 这日子也没几天了 有些东西都要准备买回来了 到临时买就来不及了 这天吃过晚饭 在一栋板房里生了一盆炭火 用的就是今年刚烧出来的新炭 五个人围坐在火盆边 边烘着火 边聊着天 嗯 看谈都需要哪些东西 小陈你找个纸笔记下来 想到的都写上 别回头买的时候又忘了 夜莲山对夜沉说了一声 好 那我回屋拿纸笔 夜沉说着 回屋从书桌的笔筒里拿了一纸笔 又拿了一本信奸纸 然后回到了客厅里 眼上大门 稍微留了点缝 保持空气流通 先要大概算一下 要来多少人 看一下要安排多少桌数 然后才好按数量 来准备各项东西才是 田慧芳说道 那我来算算 首先是咱家本家和亲戚这边 估计得有30家左右 然后上下这三个组的 基本上家家都会来 每家算一个 这就有七八十个人了 加上还有一些朋友 估计也要来 这就又要 加上的二三十人 大致算算 怎么也有一百四五十人 朝上了吧 叶连山掰着指头 一样一样的算了一下 农村有大事本组上的 基本上都要去 然后上下乡林组的 反正是我家有事你来了 下次你家 办事我也要去的 十人一桌 那就最起码得 十五桌的量了 叶晨说道 按那个量可就少了 就拿吃饭来说 其他人可能只会吃一餐 但本家的来帮忙的 肯定多几餐吧 所以要按多几桌的量来的 菜的数量 就加八桌的量来订吧 估计也差不多 咱家的大客厅腾空了 同时放放八张桌子没问题 那就再加两份 按十桌的量 来准备碗筷火锅盘子等等 叶晨家的大厅比较大 到时候要将沙发电视 暂时转移掉 空出来摆桌子 嗯 一桌两个火锅 就是二十个炉子和锅 碗筷一桌十套 那就是一百套 这些买回来 正好连松你们家 到时候就不用买了 可以直接拿过去用 田惠芳说道 那样也好 不然买那么多东西 平时也都用不着的 毕竟办大事的时间少 多了基本上用完就存起来了 几年也用不到一次 还有菜 弄多少呢 荤素怎么搭配 这少了 要是到时候不够吃 可不好 正常的基本上 八荤八素十六个菜 就差不多了 要不再加两个 叶连山咨询着大家的意见 我看就弄二十个吧 荤菜多弄点 难得办一次大事的 多一两个菜 也要不了多少钱 总得让人吃饱了 叶辰说道 行吧 那就二十个 回头我们商量出菜单 提前个一两天去订货就行了 剩下的大头 就是烟喝酒了 烟要做回礼 还要平时散给人 餐桌上也还要 估摸着 最起码也要二十条才够 酒就算一桌两瓶 二十桌二十瓶 十箱吧 我就不懂了 现在人怎么都喜欢弄烟酒这一套 浪费钱不说 抽烟喝酒 又对身体没点好处 还都热衷这些 搞得现在烟都当成钱一样 来衡量 叶辰自己不抽烟 也不喜欢喝酒 他也一直想不通 这两样 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经常看到那些婚礼上一堆的人 在那里抢那么几包烟的 那股镜头啊 简直吓死个人 这就是这边的惯例了 又不是我们一家 一下子说不动就能行的 到时候 还不被别人给背后骂死啊 农村约定习俗的风俗习惯 也确实没那么容易改变的 不过叶辰感觉除了这些 自己家乡的风俗 相对来说 还算不是那么重的了 烟就是花子 酒就是老骨了 然后糖果和瓜子 花生坚果等等这些 你也都记上 回头都要去办的 叶辰将大家说的 都写在了纸上 满满地写了三张纸 对了 还有鞭炮烟花 对联这些 也都买回来 还有膏 再买两条膏回来 田惠芳想到了什么说道 买膏干嘛 叶辰疑惑地看向了他 上妆仪式要用的呀 绑在梯子上 叫步步膏 田惠芳解释道 对的 要步步膏 还要节节膏呢 叶连山接着说道 节节膏又是什么 叶辰被弄糊涂了 就是挖一颗竹子 靠在门前 竹节不是一节节的吗 就叫节节膏啊 叶连山解释着 哦 那个呀 那我知道 以前别人家上妆 我都看他们弄一颗竹子 靠在房子外面的 叶辰恍然大悟了 嗯 都是一些吉祥寓意的东西 行 记得差不多了 明天我们就去镇上 购买东西吧 好 现在时间不早了 大家都去睡吧 大家陆续回了房间 火盆里的炭火还没烧尽 叶连拿了一个铁盆 直接扣在了上面 然后也熄了客厅的灯 回了房间 第二天 叶辰就开着车 带着叶连山田惠方去了镇上 一家一家的商店购买着东西 那些碗筷火锅之类的量虽多 却也花不了几个钱 反正不常用的 不用买那么好的 菜其实也没花多少钱 倒是烟花爆竹买了不少 花了大几千块钱 在农村 就是讲个热闹 家里条件好的 都会放比较多的好看的烟花 叶辰想给叶连山田惠方 他们挣挣面子 就大手一挥 买了不少的大烟花 各种样式的都弄了点 就是一个字 好 烟和酒 是花费最多的 花了两万块钱 所有的东西置办好 上庄的日子也到了 上庄的前一天 本家的和邻居的妇女们 就来帮厨了 切菜的 摘菜的 洗碗洗盘子的 挤得叶辰家的临时住房 是热热闹闹 因为新房开火 还要等仪式之后 所以暂时还是在临时住房那边 而男人们 就将新房的大厅里的大沙发 电视 电视柜 绿纸等全部搬干净 暂时都放到其他地方赞搁 然后左邻右舍的借桌子板凳 基本上都是午饭后再去借 一张张的桌子 一条条的板凳 从各家汇聚过来 填满了叶辰家的大客厅 叶辰本家的叔叔婶婶 和兄弟姐妹 只要是在家的 基本上都来了 叶家在渔庄镇算是个小姓 整个渔庄镇 渔姓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姓 估计得占全镇人口的一半 而再到叶辰他们住的云丰村 那姓叶的就更少了 以叶连山他们那一带论 总共也就十二家左右 最远的 都共六十组了 如果放在人多的大姓 隔这么多代早就疏远了 不过叶家云丰村就这么几户 所以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下午吃过饭 叶连松带着叶辰来到他家的竹林里 选了一颗细一点 整体状态比较好 叶子都比较脆的竹子 然后让叶辰将其挖出来 这个用来上装的竹子 是不能砍的 必须连根挖出来的 叶辰将竹子挖出来后 叶连松帮着将竹子 拖到了临时住房那靠在了墙上 然后弄了个红塑料袋 将竹根包了起来 然后将一条膏绑在了竹子上面 这就叫节节膏 叶连山也将梯子弄了一条过来 梯子脚和顶都用红纸包起来 然后在梯子顶端 用红绳子绑上了一个米生和一条膏 如此美其名曰步步高升 之后叶辰又被叶连山打发着 去接外公外婆和舅舅他们过来 叶辰开着车来到了舅舅家 舅舅都弄好了吗 好了咱们就走吧 你外公外婆说不过去了 你舅娘正在劝他们呢 田国坤看到叶辰开着车子到了 跟他打了声招呼 然后说道 怎么又不去了 之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叶辰说道 你外婆不是腿脚不方便吗 说过去麻烦人不好 两人说着就来到了叶辰外公家里 小辰都开车子上来了 直接坐车子 又不要你走路 大姐姐早就想接你们过去了 你们不去怎么好呢 叶辰刚进门就听到舅妈在说话 叶辰进了屋 也劝他们过去 我妈他们都在家等着了 他说不接到你们 就不让我回去了 叶辰夸张地说道 来来来 我来掺着你去车上 叶辰也不等外公外婆答应 就上前掺住外婆起身 要不说是隔代亲呢 叶辰三两句一说 外公外也就没推辞了 来 外公你坐前面 外婆坐后排中间 舅舅舅娘坐两边给你保着 叶辰将外婆掺上了车 小辰 将你后备箱打开 我把东西放进去 田国坤手里拎着东 在车后面说道 哦 好 叶辰打开了后备箱 田国坤将东西放进了后备箱 叶辰看那有一根红布画轴 应该是一幅中堂画 还有一捆粉丝 可能是老家这边的风俗吧 叶辰关好后备箱 然后开车回家 车子开到了家 田惠芳他们早就在等着了 车门打开 田惠芳赶忙上前 将余桂花掺了下来 浮进新屋里 田惠芳开心地带着父母和弟弟弟妹 参观着新房的里里外外 叶辰外婆笑容就没停过 嘴里不停地说着 房子盖得真好 真漂亮之类的 下午 叶晴也和王超带着小星星来了 还有叶辰的姑姑姑父和小子瑞 他们也都来了 姐 你们回来这么早 那还要出去吗 叶辰问叶晴 不出去了 我跟你姐夫 已经把厂上的工资什么的 都结完了 本来没这么早的 这不家里上庄要回来 再出去也做不了几天了 我和你姐夫也决定了 明年就不出去了 索性就早点结完了 叶晴说道 这样也好 小星星 开心不了 爸爸妈妈以后都能在家陪你了 叶晴蹲下身 双手揉着小星星的肉嘟嘟的小脸 当然开心了 小星星笑容洋溢地说道 对了 姐姐姐夫 你们的驾照拿到手了吗 车买没买啊 叶晴问道 拿事都已经拿到了 这不是 我们也不太懂吗 就想着 什么时候 你有时间陪我们去买 王超笑了笑说道 那行 等事情忙完了 我就陪你们进去一趟试炼 晚上吃饭的 除了这几家亲戚 都是本家的 也做了四桌 晚饭过后 陆陆续续的 就有不少的邻居们过来家里了 都是过来送礼金的 记账的是 叶晨的一位族书 名叫叶莲洪 紧张的人 一定是要对本村人都比较熟悉的人 因为要将每一个送礼金的人的名字 写在礼金簿上 什么人都不认识的 还要一个个问名字的 那也不太好 送了礼金的 都要回一份礼 一个小红盒子 里面装上一包华子 几个糖果 本家的兄弟书柏 帮着倒茶散烟 招待客人 这些乡邻 也是稍微待会儿就回去了 一晚上 叶晨家都是灯火通明 来来去去的人络绎不绝 直到十点过后 才渐渐卸下来 田惠芳先给叶晨外公外婆 安排在他房里睡 叶晨舅舅舅妈 就在叶晨房里睡 而他们自己晚上 基本是没的时间 睡觉得了 因为第二天天不亮 就要进新房了 本家的忙完了的空闲下来 就四个人一桌 打麻将的打麻将 打扑克的打扑克 有那困了的 就随便找个能睡的地方 就睡去了 过了十二点 大部分人都去睡觉了 只有一桌还在那打着 看那势头 是要决战到天亮了 凌晨三点 外面还是漆黑一片 就叶晨家灯火通明 路上陆陆续续的 有摩托车小汽车 驶到叶晨家门口 是本家的人 时间渐渐过去 人渐渐多了 凌晨五点 时间卯时 及时已到 所有人急聚临时住房着 然后前了两个人 去新房那边等着放鞭炮 叶连山扛着那颗竹子 走在最前面 叶晨扛着梯子紧随其后 在后面田惠芳一手拿着火钳 一手拿着火筒 再到后面的叶晴王超 叶连松王素梅 还有一群人 每个人手上都多多少少的 拿着些锅碗瓢盆什么的 一行人热热闹闹地 打着灯光 走在凌晨的路上 前方不远 叶晨的新家的灯光 照亮了半边天 从黑暗走向光明 也走向美好的幸福生活 快到新房的时候 新房那边等待的人 点燃了鞭炮 也同时点燃了烟花 灯时 噼里啪啦 喷喷喷 五彩的美丽的烟花 照亮了天空 伴随着鞭炮声 叶晨他们 正式进驻自己的新家了 叶连山将竹子 靠在了外墙上 叶晨将梯子 也靠在了大门外 后面的人 一个个地将手上的东西 搬进了屋 田惠芳拿着火钱和火瞳 来到了厨房 然后用火钱夹着草 用打火机点着 塞进灶口里 新家新灶的第一只火点燃了 浴室以后 日子红红火火 然后本家的婶婶嫂嫂们 就开始在新屋的厨房里 忙活起来了 刷洗干净 准备早餐 而外面 邻居们也陆陆续续地起来了 都来到叶晨家里 叶晨他们也忙活着 端茶道水瓜子花生的 招待大家 田国坤送的那幅红色的中堂画 也在大厅挂了起来 中间是一幅画 体为松鹤炎年 两边一幅对联 上莲花开锦绣赵青松 下莲春满乾坤来瑞赫 天色渐明 早餐也做好了 来家里耍的 都被留下来吃早饭 吃过了早饭 厨房里开始忙中午的大餐了 亲戚们也都陆续过来了 叶连山也请了本家的兄弟 去依着送礼的名单 到美家 美户去请人来吃饭 时至中午 开席了 第一件事 就是安排亲戚的坐次 这个是农村里面 特别讲究的一件事 往往排坐席 都会要弄上的一小时朝上 如果坐次席位安排得不好 也会有人背后说闲话的 叶辰他们那里 还是传统的四方桌 右手第一位是首席 左手第一位是二席 左手第二位是三席 右手第二位是四席 这里面首席和二席 是比较尊贵的 三四次之 而桌子也是一样 右手第一桌位最尊贵 左手第一桌次之 接下来是右手第二桌 左手第二桌 然后上横排多为 湘林等异性来宾 下横排就是本家的 陪酒的了 靠近中间过道的 要负责接菜 坐席安排坐满 宴席正式开始 先倒茶 上瓜子花生 有点像饭前甜点 之后开始上酒上菜 叶成的本家兄弟 用托盘将一盘盘的菜端上桌席 人比较多 第一槽八桌人 然后这一批人全部吃完 又重新上一批 满满的十六桌人 然后本家的忙碌的人 才吃上了饭 吃完饭也都一点多了 来吃饭的宾客 陆陆续续地走了 留下的亲戚和本家的 闲下来就玩玩牌之类的 晚上吃过了晚饭 才陆陆续续地离开 叶成又开车 送了外公 舅舅他们回到家 一天忙碌下来 看着那有点狼藉的地面 叶连山夫妻俩 还在那收拾着 叶成也没力气弄了 就跟他们说 明天再弄 三人洗了洗 就回到了各自的新房休息了 叶成来到自己的新房 满目的新家居新装修 让他清醒了些 爬上柔软的床铺 钻进被窝里 感觉到无比的舒服 渐渐地疲累袭来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叶成和叶连山 挨家挨户地 整个家屋里屋外脱洗干净 等到地面上的水分干了 再将沙发电视搬回了原处 大冬天的也忙了一身汗 叶成躺在沙发上 大舒了一口气 终于忙完了 当然 叶成也没忘了 帮王超买车的事 又过了一天 叶成按着约定 开车来到姐姐姐夫家 接上王超叶勤去买车 本来要把星星放在家里的 可惜那小丫头死活不同意 吵着闹着要一起去 没办法 让她也上了车 姐夫 你准备买什么牌子的车啊 国产的还是合资的 轿车还是SUV呢 叶成问道 我和你姐这段时间也看了一些 最近极力新出来的一款 星月L的SUV看着还挺好的 你说呢 王超问叶成道 那款车很好啊 我前段时间也看了一些介绍 外形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车子也大 在我们老家还是很实用的 是吧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都说合资车质量好 可是同等价位感觉他们的配置都好低 王超吐槽道 就是 很多人都说 你花这个钱还不如买某某某的合资车 质量好 我也想问他们 同样的价位 一个减配 一个好装 为什么要选减配的呢 再说了 你在家里面开 使用最好 牌子什么的根本没所谓的 叶成说道 嗯 我也觉得是 现在国产车真的做得很不错了 王超平时话不多 谈到车子话 倒是多起来了 叶成开着车来到了 宜成的吉利4S店 苏州也有卖车的 但都是私人的气贸公司 没有正规的4S店来着 所以 叶成还是带着王超他们 到宜成来买 叶成他们找到了心仪的车型 了解到有限车 就先带着王超去试驾了下 更多的是叶成在开 王超还是个新手 肯定感觉不出来什么 试驾完车 又听了销售讲解的各种黑科技 王超叶秦他们 也都比较满意的情况下 叶成跟销售人员讨价还价了一番 手机上也查了一番车价 总之是价格差不多的一个情况拿下 然后就是谈些送配件保修等东西 谈好签合同付钱 带上车子去走流程 几个小时下来 一切弄好 但王超 叶秦他们开得太少 叶成啪嗒他们手声 于是 开着他们的车 在这几人搜寻到一个路宽人 扫车扫的偏僻位置 让他们练习练习驾驶 他们夫妻俩在那里练车 叶成带着小星星 在路边找蚂蚁 等到熟悉的差不了 几人才再次开车 回到4S点 叶成开上他的车带着小星星 王超和叶秦 开着他们自己的车 跟在后面往家去 叶成特地将车子开得很慢 下午五点多 天都快黑了 他们才将将到家了 小星星的爷爷奶奶 也买了鞭炮放了迎接 叶成把他们送到家准备回去了 结果被拉着吃晚饭 于是叶成又吃完了晚饭 才开车回家 小成回来了 怎么样 你姐夫的车买回来了吗 叶成刚回到家 将车停到车库 田惠芳就过来问道 嗯 买好了 傍晚到家的 欣欣爷爷奶奶 一直拉着 让吃在他们家吃饭 我就在那边吃晚饭才回来 姐姐也说 明天回来一趟 那你明天还要去买点烟花爆竹啊 家里的上妆那天全放完了 行 我明天早上就去买 第二天一早 叶成又去买了烟花爆竹 上午十点多 王超开着新车 带着叶秦和小星星到了 叶成燃放了烟花爆竹 王超将车子开进了院子里 停在了车库外面的空地上 小星星星冲冲地开门 从后座上下来了 嘴里甜甜地叫着人 星星 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叶成看着急匆匆跑过来的小星星 笑着说道 小星星今天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羽绒服 头上扎着两个马尾便 煞是可爱 嘻嘻 这是妈妈给我买的新衣服 今天第一次穿呢 小星星听到夸奖 也很开心 是吗 还没到过年你就把新衣服穿起来了 别提了 今天死活要穿这新衣服 怎么说都不听 看你到时候穿脏了 过年怎么穿 也请无奈地说道 哼哼 小孩子嘛 都这样 星星 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衣服 不要弄脏了哦 叶成摸了摸星星的小脑袋 轻轻地说道 星星一定会的 星星重重地点点头 嗯 星星真乖 小陈 你这鱼池里好像还没放鱼是不是啊 王超看着院子里的那个鱼池问道 对啊 这不是池塘太新了 怕养鱼养不活吗 所以就再等等 明年春天再放鱼进去 叶成家的千元的鱼池都弄好了 也接上了电河水 鱼池中间是一个树立在那 比地面还高出一米多 此刻甲山上有一道水流 再从甲山上往下流 鱼池里水是满的 有一个孔洞来流出多余的水 流出的水经过地下管道 流到了外面的河里 那倒是 水泥是碱性的 你用水泥浇住的池壁 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的 先多换几遍水也好 暂时就让他这样留着吧 现在天冷我可不愿下水 等春天天暖了 下到水里 将鱼池底部的塞子拿开 就能把一池水放干净的 小陈这小院设计的真不错 凉亭 鱼池 花坛 看起来就很精致 叶晴欣赏着小弟设计出来的小院 忍不住地称赞 他啊 没事就瞎琢磨 要我说 弄那么个鱼池干嘛呢 还碍事 还不如留个空地晒东西 什么的也方便 田慧芳听了叶晴的的话 开口说道 妈 都什么年代了 现在又不像以前了 还什么地方都讲实用那一套啊 你看旁边家家户户的院子 都是光秃秃一片 哪个有咱家的这个漂亮呢 这倒是 好多来咱家耍的 都夸赞咱家的院子弄得好 有好几个都来问咱家 那两亭子的价格 说以后也要弄一个呢 田慧芳不无骄傲地说道 虽然他嫌叶晨弄的东西不实用 但这个小儿子 可是让他在人前仗了不少脸呢 现在常常有人在他面前跟他说 叶晨这孩子怎么怎么好 还说着 要把自己的什么亲戚朋友的孩子 介绍给叶晨呢 行了 你们让小晨陪着你们吧 我和你爸去做饭 妈 我帮你吧 叶晴说道 不用 有你爸帮忙就行了 老头子 去厨房把灶火升起来吧 田慧芳说着 对叶连山喊了声 哎 就来 欣欣 外公去帮你外扑烧饭 你在这里看电视啊 叶连山带着小欣欣来到客厅 让他自己看电视 然后跟着田慧芳进了后院 小欣欣在沙发上找到电视遥控器 然后熟练地打开电视 三下两下 就找到了一款动画片 开始坐在那目不转睛地看了起来 姐 姐夫 你们也进屋坐吧 外面还是有点冷的 嗯 这天气越来越冷了 不知道是不是要下雪了 叶晴说道 叶晴王超进了客厅 到沙发上坐下 叶晴转去拿了瓶开水出来 给两人各泡了一杯茶 这时 叶连松和王素梅 也从外面进来了 刚听到放鞭炮 还以为什么事呢 原来是小秦回来了 那车子是你们的吗 叶连松和王素梅 这几天也在准备着上装的事 再有两天 他家也要入住新家了 但暂时还是住在临时房子里的 两人之前听到鞭炮声 跑出来看看 就发现是叶晴家放鞭炮 所以两人就下来看看 对 车子昨天才买回来 叶晴陪着我们一起去买的 我说昨天一天没看到小陈呢 王素梅说道 小叔 小妈 坐呀 对了 小倩能赶在你们家上装之前回来吗 叶晴问道 他还不知道 叶晴他们学校 什么时候放寒假呢 昨天晚上刚打电话问了 他说 后天就能回来了 大后天上装 正好能赶上 那就好 小陈 你把火盆端过来 弄点炭火 后面传来田惠芳的声音 叶晴将客厅里的火盆木架子上的铁盆 端到了厨房 放到了地上 叶连山正在造门口坐着 他用火签铲了两签子的炭火到铁盆里 然后加了两根木炭架在上面 好了 端过去吧 叶晴端着铁盆出来 放到了架子上 然后将火盆推到沙发前 让大家烘火 午饭好了 叶晴叫着叶连松王素梅 一起吃点 中午的菜也是跟前几天宴席大差不差的 主要是那天下来 各种菜也都还剩下了一些 肉类的放冰箱冻着 蔬菜就摊在地上 好在现在天气冷 温度低 能割得住 吃过了午饭 王超陪着叶连山叶连松他们玩牌 叶晴负责带小猩猩 他带着小猩猩上了二楼的阳光房里玩 哇 舅舅 这里好漂亮啊 好暖和 像春天一样 小猩猩开心地在阳光房里跑着 这里看看 那里丑丑 阳光房外面 太阳照了一上午 所以阳光房里温度比较高 还真有点春暖花开的味道 舅舅 我能坐这上面吗 小猩猩指着跟前的吊椅期待地说道 当然可以啊 那舅舅 你抱我上去 我够不上 猩猩小嘴懦懦地说道 好 叶晨说着 一把抱起猩猩 放进吊椅里 小猩猩高兴地在吊椅里打滚 叶晨倒了一杯清茶 放在小茶几上 在躺椅上躺下 打开手机 连上了蓝牙 打开音乐 叶晨买了一个蓝牙音箱 放在阳光房里 叶晨看着在吊椅上玩的小猩猩问道 猩猩啊 你现在一年级了 这学期都学些什么呀 猩猩盘腿坐在吊椅上 想了想 就学拼音学蜀术啊 学不学画画和唱歌呀 叶晨问道 有的呀 美术课老师 有教我们画小动物 画小树小花的 那你画得怎么样 回头把你的画画 本拿来我看看呗 才不要呢 猩猩害羞地笑了笑说道 那唱歌呢 学会了什么歌曲啊 学会了好多呢 小猩猩一个个地说着 有时说着说着 还要唱起来 清脆的孩童声 在阳光房里回荡 临近过年 外出打工的人 也都陆续回家了 第二天 叶晨姑姑家的表哥表嫂回来了 后面一天 也就是叶连松家 千辛屋前一天 叶茜也赶了回来 还有叶里他们 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 亲朋好友的相聚 让这个冬天 总是天天都能听到欢声笑语 叶连松家的新居宴 也在热热闹闹声中展开 流程都是一样的流程 只是参加的亲戚 换了一部分而已 一连两天的忙碌 总算是告一段落 办这些事情 虽然很热闹 但也很麻烦累人 之后的一天 叶晨家帮着 将屋里屋外的收拾干净 这样 两家人也算正式的 全都搬进了新房 这时候 叶晨家之前的活动房屋 也就空出来了 叶晨想着 暂时就在那放着 明年看哪里需要再拉过去 可以给需要的员工们住 年关越来越近 邻居家时不时地 想起了猪的惨叫 都在开始杀年猪了 杀猪老这段时间 是最忙的时候了 一天下来 都是要杀四头 甚至五头的猪 叶晨姑姑家也要杀猪了 打电话 让叶晨这边两家 都过去吃杀猪饭 顺便让叶连山和叶连松 去帮他们牵猪脚 叶晨姑姑家 是当天第一头带杀的猪 所以 时间开始的也比较早 早上七点左右 大冬天的早上 也才刚刚天亮 叶连山和叶连松 就准备好过去了 叶晨也想看看杀猪 就也早早地爬出了暖被窝 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姑姑家 叶晨从小就喜欢看杀猪 从开始到结束 可以一直盯着看 到时大了之后 不知怎么的 就不愿意 看杀生的那一刻 看着牲畜的眼睛那一刻 叶晨心里 好像就特别地不忍心 前一刻活生生 哼哼唧唧一条生命 下一刻就消失了 但这可怜的恋爱之心 也就在那一瞬间 过了之后 看着开膛破肚的 就没感觉了 到了叶连凤家 猪圈旁边的大锅里 水已烧开 在不断地冒着热气 刚到没一会儿人 杀猪老就开着一个小三轮来了 几人合伙将车上的杀猪筒卸了下来 杀猪老将自己的家伙 视野拿了下来放到一边 一个竹篮 一个很高的把手 篮子里是各种挂钩铲子砍刀等等 篮子边上一排的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的刀子 杀猪筒上放上一块后木板 以前都是堂屋大木门 拆下来当电板 不过现在那种门板 基本上都不见了 叶连凤拿了一个木盆放在一头 里面倒入一些盐 准备工作完毕 几人就开始干起来了 子睿 怕不怕杀猪啊 叶辰对站在自己身后 探出头 想看又不敢看的小子睿说道 嗯 有点怕呢 小子睿 捏如这说道 那还不进屋去 等下杀猪那都是血 叶辰吓唬着小子睿 小子睿顿时转身小跑着 跑进了房间里 然后关上门 留着一条小门 缝在那里紧张细细地看着 把门关紧了 叶辰笑着 看着那门后的小身影说道 然后小子睿将门彻底关上了 杀猪老拿着一个长杆的钉钩 到了猪圈里 一下就勾住了猪的下巴 然后在猪的嘶叫声中 杀猪老将猪拖出了猪圈 一直拉到杀猪筒旁 于建平 叶连山 叶连凤 还有叶辰的表哥鱼蕾 都上前捉住猪耳朵 猪尾巴 将猪拎上 放倒在板上压住 杀猪老抱紧猪头 然后一把尖刀 罩着猪脖梗白刀子 进红刀子出 猪丝叫着 四体无力地滑动着空气 做着最后的挣扎 鲜红的猪血流进了木盆里 很快血流进了 猪也彻底死透 被拉回到板上 叶连凤此时 拿起旁边的一桶冷水 倒入了猪血里混合起来 这是要一定的比例的 对少了水猪血就比较硬 对多就更不行了 到时候就成血水了 叶连凤将整盆的猪血端回家里 等下直接倒锅里煮 而这时 几人已经将猪扳开 撤掉垫板 一痛痛地烧开的热水 倒入杀猪筒 然后将猪下水泡澡 一人拿起一个刮毛铲 就开始刮猪毛 很快 一个白花花地 退了毛的猪就出来了 毛草地刮了一遍毛 再刮刀用心地刮一遍 用水洗净 然后下了猪头 再用挂钩 穿了后腿上 整个道挂起来 挂在梯子上 铺肚刮油剁肉 半扇肉撑了一下90斤 两扇就是180斤 这在不到十个月的猪 算是不少的了 毕竟不是饲料养出来的猪 接下来 于建平就开始腌肉了 刚切出来的猪肉 还冒着热气 这时候 腌肉是最好的时候了 留出腊月吃的 和蒸月用的 再在冰箱里冻一点 剩下的 全拿去腌掉 一个洗干净的水缸 铺一层肉 抹一层盐 一层一层地堆起来 然后盖上盖子 剩下的就是腌入味了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就要拿出来晾晒 直到晒干后 就可以长期存放了 整个过程也就两个小时 全部弄完 杀猪老就收拾东西 走了去下一家了 叶连凤和叶辰的表扫刘玉莹 就开始准备午饭了 晌午时分 田惠芳王素梅 才弄好家里的事 带着叶迁过来 他们过来的时候 叶辰正在陪着叶连山 叶连松和于建平 在打扑克 要说农村的娱乐活动 确实比较匮乏 除了打扑克 就是打麻将 打麻将是一场 就是一上午一下午 或一晚上 而打扑克就比较随意 有点时间就能打打 要说也是 农村人平时忙起来 都是脚不着地 能发展什么娱乐活动 有点时间打打牌 就算不错了 每逢腊月正月的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 那茶前饭后打牌的事 唯一的选择了 不然一群人聚在一起 难道就围在那里聊天吗 也没那么多能聊的呀 你们到底来了 我还以为要过去接呢 叶连凤出门迎着他们 不用接哦 这才多少点路 我们早上把家里卫生搞搞 又是洗衣服洗被子的 才弄完 还有这欠丫头才刚起来 田慧芳笑着说道 欠欠才起来啊 昨晚熬夜了呀 叶连凤问道 没有啊 早就醒了 就是外面太冷不想起来嘛 起来也没什么事干 他啊 就是个小懒猪 比谁都能睡 叶晨在房里桌上打牌 正好可以看到外面 插了一句嘴 要你多嘴啊 叶倩凶狠狠的 跑到叶晨身后 捶了两下他的肩膀 嬉笑打闹了一会儿 叶倩也坐到了叶晨旁边 看着他打牌 叶晨出牌 叶倩小嘴碎碎地念叨着 说这出的不对 应该怎么怎么出 按他说的出牌失误了 叶晨又怪他乱指挥 端得是好不热闹 渐渐的 叶晨小顾家 请来吃杀猪饭的人多了起来 一张牌桌也被来的人团团包围 几个人看一家牌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那是真的壮观的画面 叶晨到后来感觉有点像个机器一样了 后面指挥着 他就负责出牌 叶晨其实打牌不喜欢很多人围着看 那些静静地不说话 只看牌得还好一点 但是有那么一些人 就喜欢指手画脚的 搞得还特别兴奋 像是他们在打牌一样 有时候叶晨真想来一句 那你来打吧 不过都是相理相亲的 叶晨也只能忍着了 都说观其不予真君子 叶晨想来一句 观牌不予真丈夫 好在很快午饭好了 开饭了 牌局结束 叶晨小赢了几十块钱 大家收拾好桌子 然后端菜上桌 人比较多 弄了两桌 既然是杀猪菜 主角当然就是猪肉了 厨房里 叶连凤打开 放在炭炉上的高压锅 满满的一锅猪肉 早已炖烂 打开盖子那一刹那 猪肉的肉香飘满厨房 农村土猪肉 尤其是刚杀出来的猪肉 做出来的那肉香 是真的香气四溢 你闻不到任何膳味 叶连凤用铁副锅成了两大锅 分别被端到两个桌子上 铁锅放到酒精炉上 这样吃到的 永远是热乎乎的猪肉 而且随时吃完 随时再往锅里夹 这一餐光猪肉 都能吃到爆 而且这时候的猪肉 哪怕是肥肉 你都吃不出来 有油腻的感觉 饱餐了一顿 叶辰肚子都吃撑了 其他人还在吃 叶辰先下了桌 将碗筷拿到厨房 放到灶台上 找到纸巾 抽了两张擦了擦满嘴的油 然后找了个杯子 泡了杯热茶 叶辰端着杯子打开大门 走到了屋外 然后将门拉上 忽然感觉到 天上好像有雨点落下 仔细一看 原来好像是雪花 下雪了 这时 叶辰的第一反应 他抬头看向天空 隐约可见的几片雪花 时影时现 缓缓飘落 叶辰伸出手去 接住那落下的雪花 还没等叶辰看真切 就已然融化在手心 没过片刻 空中的雪花越来越多了 雪花纷飞 落到了地上 落到了叶辰的头发上 衣服上 脸上 一丝冰凉 看着眼前的雪花 和隔着窗户室内 还在吃饭的人 和那桌上冒着热气的火锅 冷与热的对比 窗户上 也渐渐蒙上一层雾气 叶辰开门进屋 抖了抖身上的雪 外面下大雪了 叶辰对着屋内的人说道 真的假的 怎么突然就下起雪来了 不信你们看 而且越来越大了 屋内的人透过窗户往外看 只见外面 已是白蒙蒙的世界 空中飘舞的 都是白色的雪花 还真是下雪了呀 看样子还不小呢 是啊 不过下长雪也好 安安心心在家过小年的好 之前天单的时候防火什么的 弄得不好 还要去帮忙上山灭火 这是在村里干 防火工作的人说的 过年期间 这些搞防火的是最忙的 每天都要在路上巡逻 尤其到了小年开始 陆续的有人上山祭祖 烧纸放鞭炮的 一个不好 就容易引起火灾 叶辰他们家又是山区 反正叶辰有记忆以来 家乡年年都要发生几场火灾 有几场还是特别大的火灾 当年夜连山在村里干火灵园 那每次的灭火他 都要身先士卒的 后来又干了几年的防火源 那也是 有事就要上的 也就这两年没干了 但是如果有大的山火 需要组织村民山上铺就 他还是会先上 所以 搞防火的人 都盼着过年期间下雨下雪的 这样 就可以安心地过节了 唉 等下下午 我还要弄点草区地里 将菜盖起来 不然这一场雪下来 菜估计都冻死了 田慧芳看着外面的雪开口说道 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说不定这雪下下也就停了呢 还是盖上保险点 一旦雪后 上洞就糟了 菜都会冻坏的 田慧芳但有的说道 小陈 等一下你跟我一起 去田里拉几个草狗子 到菜园里去啊 我们把菜盖一下 田慧芳又对着夜晨说道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吗 等一下吧 没那么着急 等他们吃完饭再说 等到所有人都吃完了饭 大家都趁着地上雪还没起来 都陆续告辞回家了 夜晨他们跟姑姑他们说了一声 也都冒雪赶路回去 走到一条小路旁 夜晨跟着田慧芳 沿小路走向自家的田里去了 夜晨小妈也跟着一起 他家没种到 没有稻草 就到夜晨家田里弄点了 田里的稻草 已经在田梗上架起了一个草垛 顶上的铺得好好的 就不好随便拆了 这样下面容易进水 于是夜晨就从草垛腰上 握住一把就往外抽 一个两个的扎起来的草狗子 就被拉了出来 也有因为压得比较紧 而被抽散了的 随后 田慧芳王素梅一人拎着两个草狗子 夜晨一手两个 拎了四个 几人冒着雪赶回家 然后直接去到了菜园里 两家的菜地相挨着的 冬天地里的菜品种不是很多 主要是包心菜 甘蓝 还有小青菜 香菜 菠菜 萝卜等等 萝卜长在土里 还算好一点 田慧芳和王素梅 都先在地里摘了些菜 一样都弄了点出来 到时候盖上草 又被雪覆盖 弄菜就不容易了 夜晨将手中的草狗子放下 拎起一个 解了捆 然后放在蔬菜上 田慧芳将稻草摊开 只用盖上薄薄的一层就行了 太厚了 也容易将下面的菜压死 田慧芳这边铺完 夜晨又将多余的稻草 拎给王素梅 帮着他将剩下的菜地盖上 直到每一笼地都铺上了稻草 这时候 雪越来越大了 地上都铺上薄薄的一层了 回了家 夜晨在大门口抖擞干净身上的雪 院子里的地上也开始白了 院墙上的黑瓦和亭子的顶上 也积了雪 那一排的竹子 和那一棵桂花树上 也都存了一丢丢的雪 绿叶配上白雪 画面一下子 变得有几分山水化的意味了 进了屋内 暖和了不少 夜晨换了毛绒拖鞋 然后上了楼 吃饱喝足就想睡觉 来到了阳光房 打开了阳光房的空调 然后拿起躺椅上的一条毛毯 随后自己躺在了躺椅上 将毛毯盖在身上 一直盖到脖梗 将双手缩进了毛毯里面 空调在吹着暖风 很快阳光房的温度就升了起来了 夜晨躺在躺椅上 椅子微微摇晃 他仰着头 看向头顶的玻璃顶 雪已经渐渐地将玻璃顶盖了起来 看不到天空了 他渐渐地睡着了 而屋外的雪 还在尽情地下着 不知睡了多久 夜晨在椅子上醒了过来 他坐起身 毛毯滑落到腿上 睁了睁 还在迷蒙中的眼睛 看向四周 天色有点暗了 夜晨伸出手看了看手表 都下午四点多了 他掀开毛毯 起身离开了躺椅 信不来到玻璃幕前 玻璃房外 已经变成了冰雪的世界 鹅毛大雪还在下着 院子里已经一片雪白 唯有那一个鱼池里面的水面上 是没有雪积存的 还有那一排竹子 还能露出些绿色 扫室前方 院子外的路面 也都有了积雪 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 想必都在家里烤着火取暖吧 路外边的河里 河流尚未结冰 河水还在流淌 只是那河中央 一些露出水面的石头 和河边的草地 此刻都已经激上了雪 在过去的田园 和那远处曾玩叠仗的山峰 也竟都是白茫茫一片 此情此景 夜沉脑海里 飘过伟人的那首 沁元春 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围于茫茫 大河上下 顿诗涛涛 山舞银蛇 圆池辣象 玉宇天宫势比高 此情此景 心中似有万千秋鹤 指点江山 寄阳文字的豪情 油然而生 千山鸟飞绝 万尽人踪灭 这一刻 白茫茫的世界 一切的污秽杂乱 竟被遮掩 这天地间 仿佛就成了他一人的 他就是这片冰雪世界的主宰 夜沉喜欢冬天 喜欢下雪 更喜欢雪后的世界 冰雪的世界 一切的好的和不好的东西 都被银装诉过一番 天然的装饰 让一切都有了艺术的美感 夜沉站立在玻璃后面 久久助力 深深地沉浸在这雪花纷飞的白色世界 直到天色见昏 路边的一盏盏路灯点亮 昏黄的灯光照耀下 那灯下飞舞着落下的雪花 让夜沉的脑海中 想起那首熟悉的旋律 夜沉不禁用他那四不像的粤语 轻轻地哼着 又见雪飘过 飘于伤心记忆中 让我再想你 却掀起我心痛 一剪寒眉 傲立雪中 此情 长流 心间 夜沉哼着哼着 不知道怎么的 又想到了圆滑 穿着一件花格子棉衣 施罗德站在电话亭下 电话挂落 跪在地上 一声不甘的怒吼 不 那路灯下的小电话亭 和那飘舞的雪花 那首洗脑般的旋律 自动地响起来 夜沉哼着哼着 情不自禁地笑了一声 还真是挺跳跃的 随后 夜沉出了阳光房 下了楼 夜连山在客厅里 正在看电视 听起来好像是在放新闻 夜沉从后门来到 绵绵朝厨房走去 后面的院子里 地面上也已经 堆积起来了厚厚的雪了 两颗结了枝的树干 矗立在雪中 也倒有那么几分风骨 夜沉沿着走廊 绕行到了厨房 田惠芳正在做着晚饭 妈 晚上做什么菜吃啊 夜沉走到灶台边问道 田惠芳正在锅里炒着什么 晚上用萝卜炒烧肉 给你烧个火锅 然后我还洗了一些小青菜 到时候烫火锅吃 你不是最喜欢烫蔬菜吃吗 嗯 冬天吃萝卜烧肉的火锅暖味 而且 家里种的小青菜烫火锅 味道最好了 随便在火锅里 打个滚起来就能吃 好吃还营养 家里地里种的萝卜 搭配上切成大块的五花肉 放到火锅里 用太火炖烂 吃起来味道不要太好 就是知道你喜欢吃 才拔了些回来的 不然等明天雪厚了 菜都挖不出来了 田惠芳说道 哦 那你火锅里多放点辣 太淡了 吃起来没味道 夜沉走到了灶台后面坐下 灶台里的柴火 通过灶口 罩着他身上暖和 他低头看了看灶台里的火 然后拿起火钳 加了根木柴塞进去架好 知道你喜欢吃辣 放了辣椒的 你看灶笼里有没炭火 加点到炭炉子里 等下好烧火锅 田惠芳说着 将锅里炒好的骨头肉 盛进火锅里 好 夜沉用火钳 加出几个大的炭火 放到了炭炉子里 然后将那火锅 放到炭炉上 盖上盖子 让他在那里 用炭火炖着 田惠芳又炒了几个菜 然后将米下锅 夜沉往灶笼里添柴烧饭 等到闻到锅里面的米饭 传来饭香 听到锅里发出啪啦的响声 就知道饭已经好了 夜沉吸了灶笼里的火 只留点炭火焖饭 过了半个小时 开饭了 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 桌上的火锅里 生腾着热气 这几天 大家都在杀猪 今年咱家没养猪 是不是还要去别家买点肉啊 田惠芳在桌上问道 嗯 是要买点 腊月正月的 又经常来人 虽然吃肉的少 但也不能没有啊 夜莲山也点点头说道 那就买点嘛 能买到就多买点 到时候再腌点肉 只是不知道谁家的肉卖啊 夜沉对新鲜肉无所谓 但他就喜欢吃腌肉 这个我明天就去问问 对了 今天下午 你姑姑还让于磊送来了一道肉 咱家和你小妈家一家一道 还有这事啊 我都不知道 你于磊表哥来的时候 你还在楼上睡觉呢 你怎么会知道呢 也是哦 吃完了饭 夜沉就刷了牙洗了脸 然后用洗脚木桶 接了一盆的热水 到客厅沙发上坐着 陪着夜莲山田惠芳 他们看电视 顺便泡泡脚 小陈 你那香菇园没事吧 雪下的这么大 别把你那个顶上的网压坏了啊 夜莲山问道 没事的 顶上的钢丝网比较密 而且下面都是水泥柱子 稳着呢 倒不了 夜沉对自己的种植园 还是比较放心的 对了 爸 舅舅家什么时候打鱼啊 咱们家不是要上去买点鱼回来吗 夜莲山问夜沉香菇的事 夜沉倒是想起了自己的鱼塘 还说去舅舅家弄点小鱼 回来放进去呢 哦 你就跟我说了 腊鱼22打鱼 正好赶在小年前 还让我上去帮忙 给他拉网呢 不过就不知道 这场雪下的 能不能尽快化掉 如果要是上洞了 水库表面结冰 那就是想打也没办法了 我还准备舅舅打鱼的时候 从他那买一批二三斤的小鱼 放到咱家里的鱼塘里呢 这倒是个不错的注意 他那里每年打鱼上来 都是打鱼卖得快 那些两三斤的 还真不怎么好卖 卖得也慢 你去买来倒是正好 嗯 那到时候我跟你一起上去 不过我的车估计 装不了那么多吧 到时候找个车子 带个水箱上去装 你说呢 夜沉的车 就算座椅都放倒了 那几百条鱼 怎么也有一千多斤 肯定是装不下的 你那车肯定不好装的 你要放鱼塘里 就要都是活的 那就肯定要水箱运的 到时候找一个拖斗车 你就家以前拖鱼 到镇上卖的时候 专门买了有大塑料水箱的 放到车上就行了 他有 那就再好不过了 妈 帮我拿条毛巾过来呢 我忘了拿了 夜沉洗好了脚 却忘了拿毛巾过来 只好求助于田惠芳了 我这就去给你拿 田惠芳去到卫生间 给他拿了条毛巾过来 夜沉接过毛巾 擦干了脚 然后将木桶里的水端 进卫生间 倒进下水池里 我先去睡了呀 你们也早点睡 夜沉跟夜连山田惠芳 说了一声 嗯 你去睡吧 我再把这几集电视剧 看完也睡了 田惠芳说道 田惠芳就特别喜欢看电视剧 而且是那种现代都市剧 还有什么仙侠之类的 他都喜欢看 有点不像他那个年龄的人的喜好 比夜沉看得还潮流 夜沉还喜欢看些老的电视剧呢 至于夜连山 就有点符合他那个年龄段的样子 他喜欢看的是新闻 还有一些证据历史剧 然后也喜欢听黄梅戏 没事还喜欢哼哼两句 夜沉上了楼 进了房间 打开灯 然后关上房门 好像还不是那么太冷 夜沉就没有开空调的打算了 有时候有点冷 然后缩在暖和的被窝里睡觉 比开着空调 敞开被子睡 更舒服 夜沉走到了窗户前 外面漆黑的夜空 就能看到几盏路灯零星的亮着 雪好像小了些 又好像没小 昏暗中 看不太真切 夜沉拉上了窗帘 然后脱了衣服 钻进了被窝 虽然垫被和盖被都是溶的 但还是有点冷 夜沉浑身多了几个机灵 然后蜷缩着身体 不过他火气还是比较旺 没过一会儿 寒意就进去了 夜沉缩在被窝里 手上拿着手机 刷了一会儿视频 大概十点不到吧 他就睡过去了 新的一天 夜沉睁开了眼睛 感觉窗帘外特别的亮 像强烈的阳光 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一样 夜沉爬起床 披上羽绒服 然后到窗前拉开窗帘 眼睛白茫茫的一片 有点黄眼 夜沉眨了几下眼睛 才适应了 此时才看清外面 那有什么强烈的太阳 太阳都还没看到个影子 原来是雪白的一片世界 透过窗户映射进了房间 此时的窗外 夜沉心里感觉 那手打油诗形容最恰当了 江山一笼筒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 白狗身上肿 此时山河一色尽是白 只有院里那口鱼池里 像是个黑窟窿 夜沉回到床边穿好了衣服 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窗户 将眼前的绝美的雪景拍了下来 夜沉又出了房间 来到了三楼 打开三楼的前面的小门 弯着腰跨出了门 来到了三楼的前面的平台上 站得高 视野一下子更开阔了 映入眼帘的雪景 更加的漂亮 夜沉举着手机 将眼前的美景 收入镜头底下 正在欣赏着眼前的美景呢 耳边又传来了几声猪叫声 这又是哪家在杀猪了 年前就这么几天了 也顾不得选什么好天了吧 夜沉下了楼 田慧芳他们也都早已起来了 起来了呀 早上旁边郑权家杀猪 你爸已经过去了 看他家卖不卖肉 田慧芳看到夜沉下来 跟他说道 是郑权书家杀猪啊 刚才我还想着 大清早的救猪叫 肯定是哪家杀猪了 嗯 你也去看看 顺便把你爸叫回来 先把饭吃了 猪肉出来还早呢 田慧芳对着夜沉说道 那行 我现在就去 夜沉刚准备换鞋出门 大门就开了 夜连山在门外 剁掉鞋上的雪 然后进了屋来 爸 你回来了 我正准备去叫你回来呢 夜沉说道 找我干嘛啊 夜连山问道 妈说那边肉出来还早 说先叫你回来吃了早饭 怎么样 郑权书家的猪肉卖吗 嗯 卖的 我跟他们说好了 尽量多买点 等下吃了饭就过去 那我们先吃饭吧 饭都好了 夜沉说着 又回到了后面去 一家人吃过了早饭 然后夜沉一家人 都准备去李振全家看看 素梅 振全家杀猪 你要不要去买点猪肉啊 田慧芳走到隔壁去问了一声 哦 那我也去买点回来吧 你等我换下鞋啊 王素梅换了鞋 然后和他们一起去了李振全家 来到了他家的后院 杀猪老老送 已经开始剁肉了 莲山来了 现在在剁肉了 你看要多少肉 现在让老宋 给你先剁了 李振全看到夜莲山等进来了 于是问道 惠芳 你来看看吧 要哪一部分的肉 帮我们弄到后腿吧 田慧上前看了看说道 行 那老宋 先给他们把后腿弄下来 李振全对着正在剁肉的老宋说道 好嘞 老宋将手上的一刀肉处理完 就去剁后腿 剁了下来 李振全当着夜沉他们的面 称了重量 然后算了钱 夜沉问了他 能不能手机转账 他说 当然可以的 夜沉付了款 然后王素梅也撑了一些肉 夜沉他们准备回家 李振全很热情地邀请说 让两家都来他家吃午饭 夜沉家买了一个后腿 得有四五十斤吧 后腿里面的大骨头 已经让杀猪的给包出来剁碎了 肉拿回家 田慧方就找了个陶刚 将这个猪腿给腌了 中午时分 李振全又来到家里叫过去吃饭 盛情难却 夜沉就被派着去了 李振全让他先过去 他还要去其他几家叫人 然后夜沉就见他 又到隔壁小叔家 夜沉走在去 李振全家的路上 上午太阳出来了 路面上 因为来来往往的人才 已经压出了一条结实的雪路 后面传来了哥的声音 夜沉转过身 叶倩从面跑过来了 怎么 你们家让你去啊 夜沉笑着问道 对啊 他们都不去吗 只有我来了 叶倩来到夜沉并排 抱着他的手臂 两人一起 往李振全家走去 来到李振全家 已经有不少人了 都是旁边的邻居 有好几个刚从外面打工回来的 夜沉也和他们打招呼 随便地聊着些家常 杀猪菜 吃肉就是主题 反正夜沉已经吃了几餐大肉了 吃完了饭 夜沉跟李振全打了声招呼 感谢了一声 然后带着夜沉回家了 下午 夜连山他们 又从别处又买了点肉回来 前后加起来得有一百斤左右了 留了点腊月蒸月吃的 剩下的全烟起来了 雪后天气放晴 白天太阳光还挺强烈 雪以可见的速度画着 对面的山上 时不时地听到大块的雪 掉落下来打擦枝叶的声音 腊月22 夜沉舅舅家打鱼 一早 夜沉就开着车 带着夜连山和田惠芳 到舅舅家去 经过两天的日晒 路面上的雪 已经基本化干净了 就有一些弯道 或者杀不到太阳的小块的地面 还留存有一些冰块未画完 早上还是上洞的 开车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 轮胎还有点打滑 夜沉加倍注意 有惊无险地开了上去 周围的山林里 树上 雪都已经掉落到地上 而且有树林的遮挡 林地里的雪化的速度 就更慢了 远处大山上 那更还是白白的一片 山高气温低 画得更慢 就像夜沉舅舅家 也算是在山腰的位置 比夜沉家要海拔高不少 气温比他们家 那都要低个一两度的样子 夜沉他们到了的时候 夜沉舅娘告诉夜沉 他舅舅他们已经去了水库了 田惠芳先下了车 然后夜沉载着夜连山 开着车到了水库坝梗上 水库大坝前几年 镇里进行了排险加固 然后在大坝表面 也修筑了水泥路 得有七八米宽 所以上面停车 还是比较方便的 夜沉他们下了车 然后拿出后备箱里的 高桶橡胶雨削换上 锁好车 夜沉和夜连山 沿着大坝上的台阶下到库底 水库里面的水 已经提前放掉了 现在只剩库底 还有一些水 但也不算太少 田国坤请来的外面的 专业打渔人员来放网 夜沉他们 只要是帮忙拉网就行 请来的两人坐上小船 载着渔网 滑向了对面 夜沉等人 沿着旁边的库边水位下降后 露出来的小路 也走到了大坝对面 渔网从一边拉到另一边 然后夜沉他们 就一人一边地 沿着小路 往大坝那边拉去 一个人上百米的大网 拉起来不是一般的吃力 脚下是水 退去之后的泥土 靴子有时陷进去 都抬不动脚 终于花了不小的时间 两边的渔网终于拉到头了 这时只见渔网 围住的小块水域里 此刻全是鱼在翻滚 二人这时的大坝顶上 已经来了不少的小汽车摩托车 占了不少来买鱼的人 两个打鱼的 将往里的鱼一条条地 扔进事先做好的大网兜里 接下来 买鱼的人络绎不绝 大部分都是要捡大的鱼药 大勇用来做烟鱼最好 鱼头一般都要切下来的鱼太小的话 切了鱼头 就没多少了 只有那些用来新鲜吃的 喜欢买小的鱼 中午 叶晨他们在舅舅家吃饭 红春兰烧了不少的鱼 有鱼火锅 有红烧鱼 农家鱼味道就是鲜 下午 等到田国坤他们将来买鱼的人都 送走得差不多了 才来帮叶晨装鱼 叶晨跟他说了 要不少的小鱼 所以他就让叶晨等等 等大鱼卖掉一天 剩下的就小鱼比较多 也比较好抓了 叶晨找来了一辆拖斗车 从田国坤家搬出了大塑料桶放到上面 然后灌了半桶的水 打鱼师傅再往里面 捞那些两三斤的鱼 放到蛇皮袋里 然后一蛇皮袋一蛇皮袋的鱼过秤 再拖到车上 倒进大桶里 各种鱼都有 但基本以胖头鱼和鲾鱼居多 见货有一些草鱼 每种鱼价格都要相差一两块钱 但是一个个的分也麻烦 就取了胖头鱼和鲾鱼的中间价 混在一起撑了 总共撑了差不多一千斤 田国坤这一往的两三斤的鱼 基本上全被他买完了 然后他家又买了一百斤的大鱼 用来过年吃和打辣 叶晨又帮小叔家 也带了几十斤的大鱼 这些大鱼用蛇皮袋装好 直接就扔到了车斗里 所有这些鱼花了叶晨一万多一点 叶晨通过手机转给了舅妈红春兰 红春兰一直说给他将灵头抹掉 叶晨坚持着没让 田国坤对他说 过几天还要用小网沾鱼 到时候有可能弄到些杂鱼 到时候都给他留着 回头给他打电话 让他上来弄回去 叶晨自然高兴地同意了 叶晨开车走在前面 托鱼的车子跟在后面 叶晨不敢开得太快 天色渐暗 路上有的地方又要结冰了 平平安安下完了坡 镇上都是比较平缓的路 就好开多了 叶晨开车 带着后面的托鱼的车 到了他家鱼塘前的公路上 因为鱼塘在围栏里面 而且鱼塘四周也比较高 这一两千斤重的大塑料箱 肯定是没办法直接抬过去的 叶连山又跑家里 去找了几个人过来帮忙 于建平和鱼磊也都赶过来了 将大桶里的鱼 装到的小的塑料桶里 然后一个个人拎着桶上到鱼塘坝上 将鱼倒进鱼塘里 鱼比较多 全部弄完天野晚了 叶连山邀请这些帮忙的 都到家里去吃饭 田惠坊早早地已经回家烧饭去了 托鱼的司机师傅 也一道回了家 到了家 叶晨又将车斗里的大鱼卸了下来 吃完了晚饭 叶晨跟司机师傅结了账 让他先回去了 几个帮忙的晚上 就在叶晨家的麻将桌上 打起了麻将 嫂子 你兄弟家的鱼没卖完吧 明天我也上去买点回来 叶连凤找到田惠坊问道 田惠坊把锅碗洗好 正准备去处理那些鱼呢 有 还有一些的 今天上去之前 也忘了问你了 不然可以帮你们带些回来的 要不你把我家的撑些回去 小陈买了一百多斤回来呢 你看这么一堆 田惠坊指了指地上的几个袋子 那感情好 省得我们再跑一趟了 叶连凤说道 那你看要多少 有个二三十斤就差不多了 那我解开了袋子 你自己挑几条 这里面鱼还都不小 八九斤十来斤一条 你随便拿个两三条 就差不多有二三十斤了 田惠坊解开了袋子 将一袋鱼都倒在了地上 叶连凤选了几条 田惠坊让他直接放进鱼来的袋子里 直接拎着袋子回去 好拿 鱼放在袋子撑了重 叶连凤说好 明天将钱送过来 然后让鱼剑平拎着鱼 他们一起回家了 叶连凤开始处理地上的鱼 叶辰看他妈一个人在那里弄 就也上前帮忙 田惠坊将地上的鱼 一个个开膛破肚 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 然后放到竹篓筐里沥水 冬天的冷水是真的寒冷透骨 叶辰手放到水里立马冻得不行 田惠坊看他那样 说窗台上有橡胶手套 让他戴上 叶辰找到橡胶手套戴上 手套里面还戴了一层绒布 确实好多了 给了叶连凤一些 剩下的鱼还有七十多斤 也有八九条 处理完这些鱼 田惠坊将鱼内脏拿出去 扔给鸡鸭吃了 农村养些鸡鸭之类的一点好处就是 什么烂菜叶啊 剩饭菜啊之类的 都能利用起来 不带一点浪费的 叶辰接了几盆水 冲向院子里的地面 然后用竹质边的大扫把 将地面扫干净 今天一天 有时在水库里面拉网 有时处理鱼的 弄得一身的泥 叶辰上到二楼卫生间 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将里外衣服全都还掉 扔进了阳光房后面的洗衣机里洗了 等着洗衣机洗好衣服的叶辰 无聊者来到了打麻将的房间里 看那些人打麻将 看了几十分钟 等到衣服洗好了 叶辰就将衣服晾好 然后回房间睡觉了 次日 小年的前一天 田惠芳将昨晚瀝干了水分的鱼的鱼头 都剁了下来 留下四个 剩下的五个装袋子里 放进了冰箱冷冻 然后将鱼身子 放到一个陶瓷缸里淹了起来 根烟的肉放到一处 中午 田惠芳将四个大鱼头都下锅煎了 他要做鱼冻子 四个大鱼头 每个都有两三斤重 小锅一锅都放不下 用的里面的大锅煎的 鱼头披成两半 放到锅里用油煎 两面煎至金黄 然后加水淹过鱼头 大火烧开 然后小火慢炖 加入盐生姜蒜子酱油辣椒粉等 这样一锅鲜辣的鱼汤就完成了 田惠芳拿出一个小碗 然后用汤勺舀了一勺到碗里 然后递给叶晨 来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看淡不淡 田惠芳对叶晨说道 叶晨接过碗 凑到嘴边 稍微吹了吹 然后抿了一口 嗯 好喝 味仙 咸淡也正好 不过要是做鱼冻子 还可以稍微咸一点呢 叶晨扒击了下嘴 说了他的看法 那就加点盐 鱼冻子太淡了 吃起来没味道 田惠芳说着 又往锅里加了一勺盐 搅匀了 田惠芳成了一小盆午饭吃的 剩下的全都盛到一个大盆里 放到一边的橱柜上放凉 等到鱼汤凉了 然后放进冰箱里冷藏起来 明天就能吃到鱼冻子了 以前不用放冰箱 一夜过后就能成鱼冻子了 怎么现在还要放冰箱 才能结冻子呢 现在温度比以前那可高多了 那时候冬天都只有几度 有时候还能到零下 现在的冬天你看看 经常都十度朝上了 哪还冻得起来 田惠芳说道 那倒是 不过今年冬天 好像会比较冷了 河面晚上都有点结冰了 是比往年温度要低一点的样子 中午桌上的一盆鱼汤 被夜晨消灭了大半 下午夜晨又带着田惠芳到菜市场看 有没有猪头骨卖 卖菜的说早上就卖完了 不过可以定 明天给他们留一个 于是夜晨就定了一个 然后田惠芳又买了两样菜 腊月24 农历小年 在有些地方 人们是腊月23过小年 但在夜晨他们这 都是腊月24过小年 过了小年 就算是真的开始 年味越来越浓了 小年这天 夜晨一家人 中午到了舅舅家 陪着外公外婆他们 一起吃了一顿饭 也算是陪他们过年 下午回来 从菜市场 将店老板给他们留的猪头骨 带回了家 至于为什么要买这么一个猪头骨 是要做一道美食 以前夜晨家养猪的时候 就用自己家的猪头骨 今年没养猪 才买了这么一个 猪头骨已经在买的时候 被从中间剁成了两半 夜连山将灶火烧起来 田慧芳将锅里加满水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猪头骨下锅 等到水开了 将猪头骨捞起 将锅里的水咬掉 重新加入清水 将猪头骨下锅 小火炖上一下午 中途再加入清洗干净的 乌骨米和盐 香料 到了晚上 猪头骨早已炖烂 乌骨米也都熟透了 田慧芳将猪头骨里面的 骨头上的肉 一块块地包下来 肉都烂了 筷子一加就掉了 然后有那些骨头上 些许缝隙里的肉弄不掉的 田慧芳就将骨头递给叶晨 叶晨双手握住大骨头 就罩着上面有肉的地方啃 清理完骨头 锅里就剩下肉和五骨米了 小辰 你去看看小剑家吃了没 没吃让他们过来吃晚 这么一大锅 我们也吃不完 田慧芳对叶晨说道 好嘞 我这就过去 叶晨说着 就跑出家往隔壁跑去 叶晨来到小叔家 一请二拉的 将他们拉到了家里 田慧芳给他们一人盛了一碗 小倩 吃吃看大妈做得怎么样 田慧芳盛了一碗给叶晨 大妈做出来的 肯定好吃了 叶晨笑着说道 这孩子 小嘴真甜 田慧芳听到叶晨说的话 也被他说笑了 买的猪头骨的猪头肉 还是差点味道 明年我去弄他个一百头猪养着 过年就有自家的猪头肉 吃了 叶晨吃着碗里的猪头肉 突然说道 你还真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这说好的鸡和羊都还没饮呢 怎么又想着养猪了 叶连山听了叶晨这突然冒出来的话 不禁说道 哎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农村特色养殖 反正什么都样一点 哪样笑意好 以后在哪个上面再扩大 笑意差的再减掉不就行了 我还准备在鱼塘那边 再养点鸭和鹅呢 现在不是都流行这种养殖方式吗 鱼塘上养鸭 也是叶晨最近才有的想法 他查了资料发现 鱼塘养鸭 即水下养鱼 水面养鸭 是近年来颇受推广的一种生态养殖模式 它具有喂鱼增养 改善糖内生态系统营养环境 鸭粪喂鱼 减少鸭寂生虫病等好处 你这什么都要养 可弄得过来啊 田慧芳有点担心的道 放心了 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弄 肯定要请人的 鱼塘那边反正是放养 不需要太大的精力 让袁华哥一起管了 再给他加点工资就行了 其他的几样 我也都是准备弄放养的方式的 我看小叔明年也别出去了 就和我爸一起 帮我养那些猪羊和鸡 你们看怎么样 我帮你那肯定是没问题 只是大批量的 我们没养过 不知道养不养的好的呀 至于你小叔 连松 你有什么想法没 这个我倒是还没想过呢 叶连松乍听下来 心里也确实也没想过 我看小陈的想法挺好的 在外面给别人打工 还不如在家给自己侄子打工呢 有你们帮着他 不比外人进心点啊 再说 现在房子小陈都给你做好了 小陈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也不需要出去那么卖力打工了 在家不比外面好 你们说是不是 王素梅在旁边说道 对啊 爸 我就快毕业工作了 你不用再为 我到外面打工了 在外面工作那么累 吃住都不好 你在家既能帮到哥 生活上也能有妈照顾你 就留在家里吧 叶连也劝说道 他也不想自己老爸 去外面继续打工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 那我明年就不出去了 只是我和你爸一样 这规模养殖都没有做过 不知道能不能弄得好啊 叶连山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同时也把他的顾虑说了一下 这你们就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什么事 都让你们自己去干的 肯定是要请几个人的 然后我还要请一两个 专业的人过来 来帮助你们 学习怎么养殖的 叶连说道 行 有专业的人来教就好 大规模养殖 还是要专业一点好 叶连山听说 叶连会找专业人员来教 也放心不守 大规模养殖 毕竟不同于自家养那么一点 怎么弄都行 叶连山他们吃完了一碗就回去了 田惠芳让他们再吃一碗 他们说 家里做好的饭 还在锅里呢 晚上吃多了 叶连想消消时 就跟父母说了一声 然后出来沿着公路往下走 一路上都有路灯 倒是不用担心看不见 晚上的温度是真的比较低 叶连裹了一件戴帽子的长羽绒服 下摆能到小腿 所以还不感觉有太冷 叶连沿着公路一直往下走 路上没看到一个人 更别说车了 家家户户都亮着灯 大门关着 这大冷天的 估计也就叶连 这个奇葩 还出来散步了吧 而微微的寒风沿河吹着 叶连感觉脸上皮 都被吹得紧绷绷的 像做了拉皮似的 虽然寒风吹着 但头脑倒是被吹得特别的清醒 稍微转了会儿 叶连就走回去了 叶连回到房间 时间还早 他打开了电脑 连上了手机 将最近的视频和照片 拷贝到了电脑里 上传了一份到网盘里 然后又在自己的移动硬盘里 是比较保险的人 照片这些东西 都是存两份的 防止丢失了 叶连又选了自己 下雪那天拍的视频 打开了剪映 开始制作短视频 投入工作 时间总是特别的快 等到叶连将制作好的视频 上传好 都11点多了 又是一个晴天 路面上河田里的雪 基本都化完了 只剩下山里 还有一些积雪 今天田惠芳又要杀几只鸭 来淹着打蜡 叶连负责烧开水 等到叶连将开水烧够了 田惠芳和叶连山 开始杀鸭子了 杀了四只鸭 然后用开水泡着拔毛 拔毛就是个细致活了 叶辰正在拔着鸭毛 电话响起来了 叶辰拿出手机一看 是大学同寝室的 一个同学王宋 他现在是一个银行里面上班 叶辰大学同学 也就同宿舍的 其他五个同学 毕业了还有联系 其他的本来大学的时候 也不怎么熟悉 毕业之后 联系就更少了 叶辰接通了电话 喂 王宋啊 怎么这时候 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叶辰和这些同学 平时联系的 也并不是很多 但只要一联系 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 不会有什么时间 久了的陌生感 叶辰啊 你现在回老家了吗 电话那边王宋问道 我都回来半年了 叶辰笑着说道 回去那么久了 怎么 辞职了吗 都没听到你说啊 王宋惊讶地问道 对啊 辞职了 你那边呢 最近怎么样啊 我都还好 给你打电话 是邀请你来 对我当伴郎啊 王宋说道 怎么 你要结婚了 什么时间 我哪能当伴郎呢 明年正月初五 我们宿舍就你 和周青还没结婚 你不得来 对我当伴郎啊 周青都已经答应了 我的性格 怎么当得了伴郎 现在当伴郎 可是要文武艺傍身的 我可没那个才艺啊 叶辰笑着说道 玩得闹得让其他人来 我这边要三个 周青一个 还有雷猛一个 现在就少你一个了 王宋说道 我去给你当伴郎 也不是不行 但你可得有心理准备啊 我可闹不起来 叶辰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 虽然自己对婚礼 那一套有点发怵 但毕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 还是上下铺的关系 这叶辰也想不到什么说辞来拒绝了 行 那你记得提前来啊 我们是正月初五中午 在湖滨的豪亭酒店 你最好初四过来 因为我们初五上午 就要敢去接亲的 王宋告诉叶辰 自己婚礼的时间和安排 没问题 我初四一定赶过去 叶辰想自己初四应该没什么大事 就爽快地答应了 那好 到时候见面再聊 嗯 好 再见 然后叶辰挂了电话 谁给你打的电话啊 还说什么当伴郎的 让你去当伴郎吗 田惠芳在旁边 听着叶辰打电话说的话 好奇地问道 对啊 是我大学的一个宿舍的同学 明年正月初五要结婚 让我过去给他当伴郎 叶辰说道 哦 那他家是哪里的啊 田惠芳问道 也是省城的 在市北 离我省城那的房子 倒是不太远 爸你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 当年我大一 你送我去上学的时候 不是在我下铺睡了一晚吗 他就在那张下铺睡的 后来第二天你走的时候 好像他还给你打过招呼来着 那我那还记得 都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你正月 不是还要跑一趟省城了 对啊 答应了人家了吗 当然要去了 就算不做伴郎 人家结婚也得去下 这是当然 是你要好的同学 肯定要去一下的 现在有车去也方便 是啊 估计初四去 初五就能回来的 那边初五中午举行婚礼 吃完午饭就可以赶回来了 大正月的还要走亲戚 叶辰也不准备在那边多待 三个人将鸭毛弄干净之后 叶辰用一个塑料桶 将拔了毛的鸭子装进桶里 拎到了河边 田惠芳给从腹部将鸭子破开 扯出内脏 一样一样地清理干净 气管和一些杂碎 随手扔了出去 叶辰看着那气管 想着 这不是夏天 不然 那可是钓螃蟹的好东西 任你螃蟹躲在石缝里 只要用它在石头缝前晃一晃 很快就能引出螃蟹来 螃蟹的蟹钱一加住 你就是给它整个掉出水面 它也不会松开 不过这是冬天 没那么容易掉了 田惠芳扔出去的 拿下鸭杂碎 瞬间就被河里面放养的鸭子 给争抢着着实干净了 同类的内脏还吃得那么香 叶辰一下子想到人吃人肉 浑身一个机灵 奇怪 自己怎么想到 那去了 想得有点远了哈 鸭子全部弄干净之后 叶辰又帮着给拎回家 田惠芳找来丝带 将鸭腿绑住 倒挂在肝子上滴水 晚上 田惠芳除了留了一个过年吃外 其他三个都腌了 这样猪肉 鱼肉 鸭肉三样肉 都腌好了 一般往年打辣 也都是这三样肉 又是一天 叶辰开车上了舅舅家了 因为田惠芳给他打电话 说又弄了点小鱼杂鱼 让他上去弄回来 田惠芳带着叶辰来到坝上 水库边 还有三三两两的来买鱼的人 舅舅 那两个师傅 还在水库里打鱼吗 叶辰看到水库的水面上 还有两个小船在飘着 对啊 现在主要就是下网沾鱼 然后还有抛网 水下放网沾的鱼 还是比较大的 小点的鱼 都是抛网的时候网上来的 田国坤对叶辰说道 今天 多拉月二十二十七了吧 那你这鱼打到什么时候啊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打完就结束了 哦 两人说着来到库底 红春兰正在从网兜里捞鱼 然后放到电子秤上秤重 叶辰朝远点的地方看去 一个打鱼师傅 划着船在水中央 将水里面的鱼网 一节节地拎出水面 时而就能看到一条大鱼 粘在网上 然后他就将鱼弄下来 放到船舱里 到这里 叶辰才恍然 这不就跟自己小时候 拿着小瞻鱼网 在门前的河里 瞻鱼一样的操作吗 只是他们用的鱼网大多了 再看另一边 那个人站在船上 抖擞着将手里的网抛出去 形成了一个大圆 扑倒水面 然后沉降下去 等得差不多了 他就收缩手中的绳子 然后一节一节地 鱼网就拉了上来 可以看到 网底沾了一些鱼的 那个瞻鱼的 从头到尾 小船往大坝这边来 等到靠住了水库边的 存鱼的网兜的时候 就见 他将船舱里的鱼 一条条地扔到里面 网兜四边 各绑着一根粗竹子 所以不会沉下去 过不多会儿 另一艘小船也划过来了 他将大鱼 也扔进了网兜里 然后将绑在 网兜边沿竹子上的 一个好像鱼户的东西解开 然后将船舱内的 小点的鱼扔了进去 看见没 那个小网兜里 就是一些小鱼和杂鱼 到时候你都带回去吧 是养着还是弄着吃 都随你 田国坤指着那个网都说道 行 不知道有多少 我那车子后面不好装吗 回头我给你弄两个塑料桶 带盖的那种 将盖拧紧了就行 中午夜晨在舅舅吃的午饭 然后下午 又在水库边待了一下午 看着他们打鱼 差不多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两位打鱼大的师傅 将水库里面的网收完了 这场冬季打鱼 也就告一段落了 田国坤找来了 两个大黑的塑料桶 肚子大 口稍小的那种 然后打鱼师傅 将鱼兜拉到岸边 将鱼都拽出了水面 一团鱼 怕不得有个几十斤的样子 几个人帮着将鱼兜里的鱼 倒进两个桶里 然后又加了些水进去 夜晨将盖子盖上拧紧 然后和田国坤 抬着上了坝上 放进了后备箱 两桶鱼装上车 夜晨又弄了了绳子 将两个桶 紧紧绑在第三排的靠背上 这样就不怕晃动了 然后夜晨就告了别 开车回家了 桶上盖子带紧了 时间长了 可就把鱼给闷死了 得赶紧弄回家去 夜晨将车开到了家 叫了夜连山 将两个桶卸了下来 提起一个桶 将鱼倒进院子里的水池里 夜晨要分检一下 有的放到鱼塘里 有的可以弄些放到前院的鱼池里 然后有些已经翻肚子的 就弄出来做吃的 夜晨捡了一些翘嘴鱼 马口鱼 餐条鱼 白甲鱼之类的野生鱼 这些鱼都长不了太大 然后扔进了前院的鱼池里 夜晨又将那些 已经翻肚子的鱼 捡出来 扔到不锈钢脸盆里 剩下的 又都装回桶里 夜晨又打开了另一桶 这桶里夜晨居然发现了 两尾鲤鱼 微微泛红的身子 淡红色的尾巴 还有鲜蚝碧线的鳞片 煞是好看 夜晨赶紧将这两条鲤鱼 给放到了鱼池里 鱼入水之后 打了个翻身 立即向下游去 然后渐渐地适应了之后 开始绕着中间的甲山 在水里游野起来 夜晨将捡完之后的鱼 拖到了下面的鱼塘 和夜连山一起将鱼 倒进了水库里 这两桶鱼里面 都有不少的杂鱼 相信慢慢繁衍下去 鱼塘里的鱼种 会渐渐丰富起来的 回到家 田惠芳也将捡出来的鱼 清理了出来 腊月二十七 洗酒期 在传统习惯里 这一天是年前洗大枣的日子 也通常是年前的最后一个枣 要好好洗 以最干净的一面 迎接新年的到来 以前冬天比较冷 也不像现在有太阳能热水器等 一个冬天洗几个枣 也都是可数的 所以 年前的最后一个枣 就显得还挺隆重的 以前这一天洗澡 都不是拿洗澡盆洗了 要用达豆腐的豆腐筒来洗 因为豆腐筒身 可以装更多的水 那时候 一家要是人多 从下午开始 就要大锅里开始烧水 摇出来水洗一个 锅里再加上水烧 等到一个 洗完加水洗下一个 现在不用用大锅来烧热水了 夜晨家既有太阳能 又有热水器 太阳连续晒了几天 热水还是很多的 吃过了晚饭 夜晨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淋雨 而是满满地接了一浴盆的水 泡起了枣 就洗这一个枣 就花了一个小时 泡枣泡的头上都在冒热气 洗完枣出来走起路 都是轻飘飘的 爬上床 全身暖哄哄的 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好觉 已经数着日子到过年了 一天天的 也是各种事忙起来 也彻底绝了睡懒觉的想法了 早上起来 田慧芳就让夜晨帮着 将猪肉弄出来晒了 夜晨和田慧芳 将装肉的陶缸 抬到了三楼 紫三楼外面的平台上 扎起了一个架子 然后将一刀刀的肉 用丝带穿起来 挂到架子上 吃过早饭 夜晨就带着自己父母和小叔一家 去镇上买年货去了 车子开到镇上 使人头攒动 车辆拥堵 夜晨的车子 堵着都没法往前开了 夜晨让其他人都下了车 步行到农贸市场去 自己找地方 去把车子停了 可路是前后 堵得死死的 只能慢慢往前移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三叉路口 有一天小的水泥路 夜晨立即打方向盘 将车开到小路上去了 然后七弯八绕地 终于绕到了市场的另一边 到了从外面到镇上的那条路上 往里开 然后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个地方 将车停好了 夜晨发微信 问了夜晨在什么位置 然后训着他说的位置走过去 路上到处都是人 人员攒动 比肩接踵 也不外如是了吧 周边的商店外 也都是特别喜庆的装扮 有的店门外支着帐篷 帐篷下挂着灯笼 摆着对联 还有各种小孩子的玩具 夜晨找到夜晨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在一处卖炒货的店铺面前 什么葵花子 西瓜子 南瓜子 花生 开心果 杏仁 核桃 葡萄干 等等吧 在店前面的帐篷下摆满了 小店里面的机器还在转动 还在不停地翻炒着 几人正在挑选着 夜晨凑过去 问了老板能尝尝吗 得到老板的同意后 就选着自己喜欢吃的品种 和没吃过的 拿起来尝尝味道 随后各种常见的坚果 都买了一点 而初次尝鲜 感觉不还不错的 也买了一点 最多的就是瓜子花生了 瓜子拾紧的来了两袋 花生弄了一袋 加上其他的 花了六七百块钱 尼龙袋装了一大袋 夜晨他们将东西留在了老板那 跟他说 回头再来拿 背着那么一大袋东西 没办法逛街了 买完了干果零食 他们接着去逛 我们到服装店 去逛逛吧 过年了 总要买身新衣裳吧 夜晨跟其他人说道 家里都还有衣裳 都还是新的 我们就不要买了 要不你和倩倩去看看吧 田惠芳说道 是啊 你和倩倩两个 你们自己去看看 买自己的就好了 王素梅也这样说道 我不用买 我都买过了 现在是给你们买的 夜晨说道 我的衣服 也在学校里的时候就买过了 走吧 我们陪你们去服装店看看 夜晨说道 他们还要拒绝 夜晨就知道 他们会这样的反应 给他们买什么都要推辞 夜晨跟夜晨使了个眼色 然后各自拉着他们 找了个服装店就进去了 然后夜晨和夜晨 挑出觉得还不错的衣服 让他们去试 农村的服装店 款式并不多 不过冬天的外套 也没什么其他的款式 他们每个人都试了几款 然后在夜晨夜签的建议下 各自选了一款 然后问了老板价格 当然 农村买衣服 砍价是必不可少的了 田惠芳和王素梅 都是砍价的好手 他们砍好了价 夜晨让老板算了总价 然后扫码付给老板 夜连松还一直说 他们的不用夜晨付 不过夜晨已经赎了密码 付款成功了 你这孩子 怎么能总是花你的钱呢 王素梅说道 没什么了 就两件衣服 走了 我们再去买其他的吧 夜晨说着 就抢先出了服装店 咱们是不是还要买点 玩具和孩子们玩的小花炮啊 历姐的孩子 太小还玩不了 但是还有小星星和小子瑞呢 夜晨说道 这个你和小千看着买吧 看到 那有卖对联的 也记得买几幅回去啊 我们去菜市场 看看买点菜 嗯 那我们去鞭炮店看看吧 过年和初一出行都要的 夜连山跟夜连松说道 好 烟花可以多买几个 今年热闹热闹吗 夜晨说道 行 知道了 于是 几人分头买东西 夜晨和夜倩 一起一起 找到了一个摊点 电灯笼 玩具手枪之类的 夜晨和夜倩 两人各买一样 然后又买了些小孩子玩的烟花 买了一堆 看夜倩那兴奋的样子 少不得要跟小孩子们抢着玩了 东西买得差不多了 时间也近中午 路上的车流倒是少了不少 夜晨去到停车的地方 将车子开了过来 将买的东西 都放到后备箱 第三排座椅放倒了 才将两家的东西放下 下午 夜晨家里来了的大扫除 虽然心房没那么脏 但农村就是容易击灰的 晚上夜晨家打瓷巴 对面夜晨小姑家 和夜连松家都过来了 洗净的糯米 放到木赠里面 然后上锅蒸 等到米蒸熟之后 夜连山和夜连松 抬着倒进专门的木饭盆里 然后两人一人 拿一根一米多长 修理光滑的竹棍 对着木盆里的糯米饭 一下一下地揣起来 田惠芳和王素梅分手两边 用手把这木盆 不让他被带动 随着竹棍来回的揣动 糯米逐渐变年 但打瓷巴是个体力活 袁建平和于磊 都相继上去接力 夜晨也上去试了几下 可这还真需要点技巧 尤其要两个人之间的相互配合 不然纯粹就是做无用功 夜迁的丫头 在旁边看着直笑 其他人也笑了 夜晨无奈让闲了 退到旁边拿出手机 记录着眼前的一幕 等到瓷巴打成一团 两个人用竹棍 夹着这一团瓷巴 放到餐厅桌子上的波及里 波及底下 已经撒了一层厚厚的 盐厂的芝麻 田惠芳将那一团瓷巴摊开 铺满整个波及 然后在瓷巴表面 也撒上一层芝麻 瓷巴的热量 可以让咸味尽快地渗入 瓷巴的粘性 也让上下的芝麻 都粘在上面 瓷巴的热气 让芝麻的香味散发出来 让人口欲大开 田惠芳拿刀 先切了两大块瓷巴 放在两个盘子里 然后让叶辰端个凳子出去 叶辰将一个凳子 拿到前面院子里 田惠芳将两盘瓷巴端出去 放到凳子上 然后嘴里小声地念念 有词地说了些什么 然后就叫了叶辰回去了 叶辰虽然不知道 田惠芳刚才嘴里念的是什么 但他知道 大致的意思是 恭请家里的仙人 来享用一番家里心打的瓷巴 除了瓷巴 像家里要是杀猪 盛出来的第一碗肉 也是要先进祖先的 请他们先平用 然后自己家人才能开吃的 这是孝道 是禁祖 时刻不忘自己的祖先 回到屋里 田惠芳再拿起刀 切出一块块的瓷巴 大家就自己拿着开吃了 大家在吃的时候 田惠芳又切了几块出来 给邻居送了些过去 有的人家就不用送 因为他们自家也打瓷巴了 今天晚上打瓷巴的 就好几家呢 瓷巴吃过了 锅里 还有米饭和菜 有的人不能吃太多瓷巴 就去盛饭吃 叶辰吃了三块瓷巴 吃成了 饭也就吃不下去了 瓷巴这东西 最容易饱肚子 吃过了饭 田惠芳又分别给 叶连凤王素梅 装了点瓷巴 让他们带回去吃 瓷巴这东西 就是刚出炉的时候 滚热的最好吃 之后冷下来的 就硬邦邦的 田惠芳他们都是 切成一块块的小方块 每餐要吃的时候 就放到锅里 用油炸一炸 有些人就特喜欢吃 那月二十九 过年前的最后一天 夜晨上午 跑着去给人结账 给挖井和木匠的工资结算轻了 又到宋元华家 给他把工资结算了 顺便跟他聊了聊 明年打算 请他帮忙养鸭的事 他倒是很乐意 只是怕照顾不过偶来 也不知道明年香菇园的 生长情况怎么样 夜晨跟他说 那就到时候看 忙不过来他再找人 所有今年的账都结清掉了 夜晨也是无债一身轻吧 夜晨又抽空去镇上 油局里取了些现金 腊月取钱的是真多 到夜晨的时候 居五万 居然机子里钱不够 只有跑到柜台取的 下午夜晨又陪着夜连山 在村里的商店里半年货 烟 酒 奶 刀 糖 桂圆 一些杂七杂八的 就这些东西买下来 也花了将近三千块钱 其中 烟酒就占了两千多了 晚上吃过了晚饭 田惠芳就开始要炸园子做饺子了 先是炸园子 用的原料是面粉 猪肉和毛香 毛香是田惠芳三四月份 从山上采回来 收拾干净之后冻起来的 毛香是夜晨老家 制作毛香疤的原料 于春初 农历二三月间 长出嫩芽 用毛香嫩精液 米粉或面粉 以及腊肉 做成墨绿色的毛香疤 口感咸香软糯 风味独特 为大北流省南部地区特产 传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三八节 阴阳之界大开 这一日 民间有食用毛香疤 可扒魂 唐人李白 宣承见牡丹花 诗中 尚有一较一回肠一段 三月三日 一三八 直说 但年深日久 节日习俗也逐渐没落 其他与三八节相关的事情 也已经淹没不闻 而今只剩下吃毛香疤这个习俗 虽然田惠芳今天做的不是毛香疤 但因为毛香香味浓郁 用毛香揉进园子里 这样炸出来的园子 特别的味香好吃 田惠芳现切了块五花肉 将肉切成小块 放进绞肉机里搅碎 然后取面粉倒进不锈钢盆里 加水揉成面团 加入肉丝 和解丸动切碎的毛香 揉均匀 叶晨跟着田惠芳 将面团揉成一个个的小园子 准备工作做完 叶晨将灶台里的火点着 田惠芳向锅里倒油 等到油烧开 将一个个的园子下锅 呲啦啦的声音响起 等到园子浮起来 就捞起 放到糖丝盆里 园子炸完 接下来就是制作饺子了 这个饺子 可不是北方的那种水饺 是用鸡蛋叶加馅料煎出来的 可以在火锅里面烫热了吃 味道极美 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 比水饺费功夫多了 田惠芳先是用肉丝 豆腐香菇等等 剁碎炒制成馅料 然后打了二十几个鸡蛋 都是自家养的鸡 生出来的鸡蛋 将这些鸡蛋搅成蛋液 灶笼里留一点小火 锅里下烧油 舀一勺蛋液到锅里 用勺子摊开 在上面放上一勺馅料 然后将摊开的鸡蛋 铲起一半覆盖上 将边上的重合处压紧 形成一个鼓囊囊的 半圆形的蛋脚 这东西好吃是好吃 就是做起来太慢了 叶晨就在厨房陪着田惠芳 时而刷刷视频 时而妄下造火 中途叶芊还跑过来两次 说他妈也在家做尖角呢 直到深夜十一点多 田惠芳才将这些东西弄好 叶晨也这才洗了洗惠芳睡觉 是日 大年三十 天气 阴 昨夜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场小细雨 早晨起来 外面的地面都是湿的 叶连山一看就高兴地说道 现在这样 真是太适合祭祖的天气了 上山草都是湿润的 不用担心着火了 是啊 昨天天气还好好的 晚上十一点多睡觉 都还没看到有下雨呢 这早上起来地都湿了 叶晨说道 田惠芳早上特地还煮了一锅米饭 因为上山祭祖 要准备祭品 传统祭品是三碗米饭配上三生 此三生不是牛 羊 使这大三生 而是鸡 鱼 肉 这三生 又称小三生 不过现在 除了真正的丧事的时候上整只的公鸡 和整条的大鱼外 清明或年三十上山祭祖 鸡都成了用三个鸡蛋代替 鱼也从大鱼换成了小毛鱼 都在做减法了 以前是很隆重的 现在更像是一种应付的事情了 不知道是该感叹传统的沦丧 还是庆和时代的进步 田惠芳弄了一碗三个鸡蛋 一碗毛鱼 一碗一块大肉 放到饭上面一起蒸熟 待饭熟后 成了三大碗米饭 同三生一起放到一个篮筐里 吃过了早饭 叶晨开着车带着两家人 先是到村里的商店 买了纸钱鞭炮等 然后开着车到了云峰小学前面的广场停下 几人拎着东西 徒步沿着小学院墙外的小路 走到了小学的后面 然后又是一段上坡 叶倩直呼走不动了 路上草木湿润带水 穿行而过 打湿了斜面裤脚 一行人来到了坡顶的位置 终于到了他家祖坟坟营的位置 这是一个不算太高的小山坡 上坡顶上光秃秃的没有树 只有一些八毛草 整个祖坟坐西朝东 面向东方 背靠小山坡顶 整体在坡顶下一点点的位置 坟营左右延伸出去两个小山脊 像两条臂膀 所谓左青龙右白虎 风水应该说还是很不错的 来到坟营前 坟营上已经长满了草 石碑都被遮住不见了 叶连山戴上手套 拿起带来的弯刀 去到坟头开始割草 叶连松也拿着一把锄头 将一些大的茅草根挖掉 然后将边上沟里的土培到坟头 半个小时的时间 整个坟营清理干净 眼前一亮 两层的坟营 是叶辰他们村的 叶家一处最大的祖坟营了 第一排有着叶辰的祖爷爷 叶辰的祖奶奶 去世的较早 在更远更老的一处祖坟上 只有清明才去的 第二排有叶辰的爷爷奶奶 叶连山摆上了三生 然后开始烧纸 因为山上草木都是潮湿的 倒不用担心走火的情况发生 这时候 叶辰姑姑叶连凤 和他表哥鱼蕾也上来了 每一年 叶辰他们上山祭祖的时候 他们也都回来祭祀一番 毕竟 这里也是叶连凤的爷爷 和父亲母亲 过年祭祖 为的是禁告仙人 请仙人回家过年 这也是一种另类意义上的团圆吧 祭祀完毕 燃放了鞭炮 叶辰他们就开始打道回府 这时 路上又碰到了 祖书叶连红叶连奇等 异行人来祭祖 这里也有他们家的仙人 同他们打了声招呼 简单地聊了几句 就下山回去了 中午 田惠坊为家里人准备的蒸挂面 新鲜的农家猪肉 切成肉丁炒出油 然后拿出几把挂面 凝成几节放进锅里 稍微翻动 均匀地沾上油 然后就小火慢慢地蒸烤 蒸熟了 形成香脆的锅巴 这样的蒸挂面 吃起来又香又脆 又有嚼劲 吃过了午饭 过了不多久 田惠坊就要开始准备 一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了 年夜饭 都是从下午两三点就开始准备 叶辰坐在大门外的院子里 手里抓着一把香菜 再掐根去死叶 田惠坊上午在菜园里 拔了不少的香菜 剥菜回来 这些都是用来烫火锅吃的 叶辰要一根根地清理干净 叶辰打开手机音乐 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摘着菜 今天的天气一直阴着 现在都有点隐隐地 萌萌雨落下来了 叶辰 叶辰正在摘着菜 听到有人叫 然后就看到一个人走进院子来 于本辉 比叶辰小一岁 叶辰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现在在苏生那边工作 他爸就是于荣明 之前叶辰家的稻米 就是在他家里暂放的 是本辉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一直都没看到你们 还以为你今年不回来了呢 叶辰直到昨天 也都没看到他家的大门打开过 以为他今年不会回来过年了呢 他这几年做得很不错 都在苏省那边买了房了 昨天晚上很晚才到家的 今天上午又去到坟山上去了 这不下午才闲下来吗 于本辉解释道 来 这边坐画 叶辰进屋拿了个凳子出来放在旁边 然后跟他说道 你这还真是忙得很啊 昨晚才到家 没办法呀 事情多 于本辉坐了下来 也捡起了一把香菜 帮忙摘着 这次回来 带多长时间啊 什么时候出去呢 叶辰边摘菜边问道 出事以后吧 腊月事情弄完了 正月开工可以吃点 那还算能在家待上几天了 两人摘着菜聊着天 从小到大的朋友 什么都能聊得起来的的 直到摘完了菜 他才先回去了 叶辰将摘好的菜 拿到盒里面清洗干净 然后提着一篮子 菜回到家 厨房里 叶连山在烧着火 田惠芳在准备着菜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那么的日常平静 但又那么的温馨 叶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看到过一段话 多希望一觉醒来 能回到小时候 爸爸正在烧火 妈妈在做年夜饭 窗外都是白色 然后我告诉他们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一段看似平常 却独来令人倍感心酸无奈的话 我们活着 为了生存而拼命地挣扎 回首走过的路 最怀念的 还是那在爸妈怀下的无忧日子 叶辰享受着这甜静的一切 虽然平淡如水 却总能泛起细碎的涟漪 生活中鸡毛蒜皮的琐碎 却甘之如頤 一朝一夕 一山一水 一世一情 从从融融 都是惊喜 生活不是赶路 而是去感受路 在清浅的日子里 不争不抢 不慌不忙 笑对静好时光 下午四五点钟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阴天天气 本就不那么明朗 叶辰和叶连山 开始出来贴对联了 先贴前院大门的对联 之前精信物的时候 也贴了对联 还不到一个月 比较新的 但还是先撕了下来 重新再贴 叶辰拖着一个人字 踢出来 爬到上面 嘴里先咬了一截透明胶带 然后接过叶连山 递给他的对联 贴在门柱上 爸 你看看是不是正的 叶辰双手各按着一个脚 叶连山在下面 也按着下面的两个脚 再往右去一点 左手边往上一点 对 好了 叶连山退了两步 朝上看着说道 叶辰按着叶连山的话 将对联调整好 在叶连山确定正了之后 将嘴里的透明胶带贴上 然后再从上往下 全部用透明胶带固定好 右边贴好 再贴上左边 前院大门没有门头 那张横梯自然也没用了 贴好了前院大门 叶辰退到公路外面 看了看 还是很满意的 叶辰又扭头看了看左右 家家户户也都开始出来贴对联挂灯笼了 鲜红的对联 大红的灯笼 年位一下子就起来了 叶连山将梯子 移到院里 屋子的大门那 两人又将大门两边的对联贴上了 之后 叶辰又将两个大红灯笼 挂在了门廊顶上预留的两个挂钩上 将插头插到楼顶的插座 爸 你去把开关打开 我看灯亮不亮 叶连山 进屋打开了开关 灯笼内的灯光亮起 透过红色的灯笼外照 照射出一片喜庆的红光 叶辰又拿出在市场上买的一袋 小小的植绒红灯笼球 然后逐个挂在了前院内墙边的那些竹子上面 在桂花树下也挂了一下 然后又在院子里的那个凉亭的四个角上 各挂了一个大一点的素质灯笼 这样装饰了一番 小院子里看起来更喜庆了 所有都弄完 天也差不多彻底黑下来了 叶辰将房前屋内的灯 逐个全部打开 灯使小院灯火通明 田惠峰的年夜饭也已经做好了 小陈 去盛三碗米饭 和三生一起端出去 我们先把老人请了 然后开饭 我去拿纸编 叶连山说着 就向后面储物间走去 叶辰答应了一声来到厨房 只见灶台上大锅里放着一个木赠 叶辰知道 米饭就在那里面蒸的 田惠峰年三十晚上 都会用木赠来蒸饭 这一蒸的饭 可以管蒸月吃好几天的 蒸蒸出来的饭相较于煮的饭 可以放置的时间更久 像平时人家里办大事的时候 也都是用蒸来蒸饭 因为一次可以蒸几十个人吃饭的量 叶辰打开蒸的盖子 一阵饭香扑别而来 蒸蒸出来的米 都是一粒粒的 不像煮的粘在一起 叶辰盛了三碗米饭 然后连着上午用的三生 一起放到托盘里 端着托盘来到外面 放到了河边的石桌上 叶连松家也都出来了 和叶辰叶连山一起跪着烧起了纸 公路上上上下下的 路灯下 一小堆一小堆的火烧了起来 都是一家家的在请老人 意义也是接老人回家过年了 烧完了纸 放了鞭炮 一家家的开始放烟花 一下子天空中 被接二连三的烟花 给渲染得艳丽多彩 欣赏完这一轮烟花 大家各自回家 开始吃年夜饭了 菜一道道地端上桌 中间一个大大的火锅 旁边各样菜摆满了一桌 桌上摆着白酒红酒果汁各一瓶 三人坐了下来 夜晨开了白酒 给夜连三针上 又开了果汁 给田惠芳倒了一杯 然后给自己开了红酒 来 爸 妈 我们先喝一杯吧 夜晨双手举起酒杯 对着夜连三和田惠芳说道 好 那就先喝一个 夜连三说着 举起了酒杯 然后示意了一下田惠芳 田惠芳也端起了杯子 三人碰了一个 夜晨一口干了半杯 带二人 喝完放下杯子 然后从口袋里 拿出两个厚厚的红包 一人一个递给夜连三 和田惠芳 爸 妈 给你们一人一个红包 你们正月打打牌啊 哎呀 你这是做什么呢 我们又不是七老八十的 要你给红包干嘛呢 田惠芳说道 哼哼 好了 孩子大了 知道孝敬爸妈了 是好事吗 小晨给了你就接着呗 夜连三笑着跟田惠芳说道 然后率先接过了红包 田惠芳看了看夜连三 又看着在那举着红包的夜晨 也接过了红包 夜晨看他们接过了红包 然后开心地笑着说道 好了 吃菜吧 我来烫几个饺子吃 火锅里还有新鲜的鸭肉呢 先加个吃了再烫啊 田惠芳收拾了下感动的心情 然后将火锅里的肉 减纳肉多地加给夜晨 夜晨举起碗接过来 然后啃了起来 年夜饭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慢字 一顿饭吃一两个小时 也不算是什么歧视 冬天菜冷得比较快 好在有火锅 吃一样烫一样 蛋饺 香菜 菠菜 一样样地菜下火锅 饭起腾腾热气 夜晨陪着夜连山田惠芳他们慢慢吃着 见货站起来陪他们喝一点 吃得快差不多的时候 对面的表哥和表嫂 带着小子瑞过来了 他们年年晚上年夜饭都吃得比较早 就是为了过来陪两个舅舅喝两杯的 夜晨和表哥拿了碗筷 给他倒上酒 给表嫂和子瑞倒了点果汁 然后他们陪着夜连山和田惠芳 又喝了点 酒过两旬 于磊跟夜连山说了声 他还要去陪小舅喝一点 而夜晨家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于是夜晨也跟着一起过去了 来到夜连松家 他们家也还没结束 看到夜晨他们来 连忙让他们坐上桌 他们家除了白酒就是果汁 夜晨就蒸了杯白酒 然后就开始陪夜连松他们喝起来 其实喝的都不多 喝的是那个意思而已 蔡夜晨倒是吃得不少 渐渐的 夜晨他们结束了今年的年夜饭了 而这时有来串门的人了 结束掉夜连松家的年夜饭 夜晨回到家 夜连山他们也已经结束了 田惠芳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筷 夜晨帮着将桌子收拾干净 然后开始洗起了碗 田惠芳不让夜晨洗 他自己来洗 夜晨说外面来人了 把他推到外面去招呼人去了 夜晨洗好了碗 然后将厨房和餐厅的地面脱洗干净 也不知道是喝了酒的原因 还是脱地热的原因 夜晨浑身都热乎乎的 脸上发烧 夜晨知道自己的脸肯定通红通红的 夜晨不能喝酒 沾酒脸就会红 来到前厅 家里的客厅里来了不少的人了 姑姑夜连凤和姑父于建平也过来了 还有几个旁边的邻居 此刻都围坐在沙发上和凳子上 吃着瓜子 聊着天呢 小陈 你这晚上是喝了多少酒 脸那么红 于建平看着出来的满脸通红的夜晨说道 还好啊 就喝了一点点 夜晨笑了笑说道 别说 酒没喝多少 此刻还有点上头 感觉有点头大的感觉 小陈这才像喝了酒的样子呢 一个邻居也在旁边笑着调侃道 夜晨笑了笑 谁让自己一沾酒就脸红呢 这时外面有车子的声音 然后就听到外公 外婆 舅舅的声音传进来 很快 小星星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屋 一进来就喊道 外公新年好 外婆新年好 舅舅新年好 哎 我的好外孙女 田慧芳笑着弯下腰 将星星抱了起来 后面王朝和夜晴也走进了屋 还有姑爹爹姑奶奶在这呢 你怎么不叫呢 还有你王爷爷 刘奶奶呢 夜晴他们进来 跟众人打了招呼 然后对着小星星说道 来的邻居都是夜晨夜晴他们的爸妈一代人 他们都要喊叔伴姨娘的 姑奶奶 姑爹爹 小星星听话的一个一个叫了个过去 大家都夸他有礼貌 可把小星星夸得高兴得很 妈 你把买的那个玩具 给两个小的吧 夜晨对着 抱着星星的田慧芳说道 哦 对 你不说我还给忘了 来 星星先下来 外婆给你拿礼物去啊 说着放下了星星 然后回屋去拿东西 夜晨跟着他进了屋 然后把两个准备好的红包递给他 让他给两个孩子 田慧芳拿着两个小玩具枪出来 然后递了一个给小星星 并将红包塞给了他 还嘱咐他装好了 谢谢外婆 小星星懂事地说了声谢谢 然后将红包上交给他妈保管了 田慧芳接着又找到了小子瑞 将另一个玩具枪和红包给了他 当然 红包也是 他妈保管了 小星星和小子瑞 跑到一块玩去了 跑了一趟隔壁 回来就一人手里又多了的小店灯笼了 一人手上一个灯笼 一个玩具枪 来回跑着玩闹 时而传来 他们手上玩具的电子乐 等到来家里的邻居们 去到下一家串门了 夜连山带着夜晨 也去串门了 他们家这一排 还有两家 有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夜连山每年三十晚上 都会要去看望一下老人的 去他们家坐上一坐 不只是他 这一块大部分的人家 都会去看望一下的 夜连山带着夜晨 去到两家都坐了一会儿 陪着老人一块坐坐 都还有其他 来看望的人一起 人多人在一起 热热闹闹地聊聊天 邻居家也很热情地 泡茶上零食 其实这也就是图个热闹 一般老年人都喜欢热闹 看到很多人去陪着聊天 也许他们自己 只是坐在一旁看着 但他们还是很开心的 每家去过之后 夜晨他们就回来了 然后夜连山就和夜晨姑父 以及两个邻居到麻将桌上打牌去了 夜晨陪着王超和于磊 到夜连松家去陪他打牌了 大年夜的 怎么也得守夜到十二点之后才睡吧 不早点试干 也太无聊了 打牌的时间总是过得快 渐渐的 耳厅的外面 想想起了烟花的 砰砰砰 夜晨知道十二点快到了 几个人也就歇了 夜晨还输了一百多 王超开车 带着夜晨和睡着了的星星回家了 于磊也和于建平走回去了 除夕一直到正月初期 路灯都是一夜到天亮的亮着的 所以倒是比较好走夜路 夜连凤和夜晨表扫王玉莹 已经带着紫瑞先回去了 夜晨将家里的烟花 搬了四个出来 还留了两个明天早上燃放 夜晨将盒子一个个地打开 这时其他几家门前 也都在搬烟花的拆箱的 夜晨拿出手机 打开视频拍摄 然后拿着打火机 点燃可一个烟花的隐性 几秒过后 咻 喷 咻咻 喷喷 烟花一个个地 冲上黑夜的高空绽放 夜晨举着手机 记录着这绚烂的一刻 上下的烟花 也都接二连三地放了起来 简直就是一片烟火的天空 太绚丽了 这样的时间持续了一刻钟左右 可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跨年的那会儿 随着烟火的落幕 夜空又恢复了黑暗 空气中弥漫着呛鼻的烟味 过了十二点 也算跨了年了 过年首夜 也就算结束了 夜晨他们也回家睡觉了 大年初一 早上五点多 夜晨就被窗外的烟花 爆竹声吵醒了 蒙上被子又睡了一会儿 六点多 鞭炮声越来越近 声音也越来越大 镇上的人总是鞭炮放得比较早 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慢慢地往自己家这边 一家一家地传过来一样 夜晨也被彻底地炸醒了 没了睡意 起床穿衣 昨天的衣服就不穿了 拿出买的新衣服穿上 夜晨下了楼 来到院外路上 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地 将爆竹搬出来了 夜晨也进到家里 将爆竹搬出来 路上与下面和上面人家的爆竹 连成一片 所有的人家连起来的爆竹 长度接近200米 最下面的一户点燃了爆竹 然后鞭炮开始往上面炸 炸到哪家门前 哪家开始点烟花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足足炸了二十几分钟 整个天空都是烟雾缭绕 出行完毕 就开始了新年的第一顿早餐了 早餐上多了一道名为元宝的东西 其实就是煮好的茶叶蛋包了壳 放到火锅里 每个人都要吃一个的 元宝寓意是财吗 吃过了早饭 叶晨他们上午还要出去拜个年 按照习俗 一般正月初一是不出去拜年的 但叶晨他们 这去的是自己的一个本家 不是亲戚家 这个本家有一位叶晨的祖奶奶 算是他们叶家在本村的 仅剩的老一辈人了 今年也有八十几岁了 硕国仅存的老一辈 叶家本家的都要去看望一下的 叶连山整理了要带的拜年的礼品 然后叶晨去隔壁叫了叶连松 叶晨开着车带着叶连山叶连松和叶浅 去了祖奶奶家 叶晨的祖奶奶有两个儿子 他跟着小儿子叶连苹果 叶家的其他几只也有多人前去 初二开始 叶晨家就开始去走亲戚拜年了 初二叶晨他们去了舅舅家和姨父家拜年 初三姑姑家和姐姐们过来拜年 初四 叶晨就准备去到省城了 要去参加同学王宋的婚礼 叶晨上午就开着车出门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 到了省城自己的家 距离上一次来这个家也过去四个多月了 虽然门窗紧缩 不会有太多的灰尘 但叶晨还是里里外外地打扫了一番 将所有的门窗都开着通通风 下午叶晨就在家里待着 也没出去 喂 叶晨吗 你到了没 王宋打了电话过来 我早到了 现在在省城的家里呢 叶晨回答道 你省城买房子了呀 我们都不知道地址在哪呢 也不告诉我们 请我们去你家做做客 我这不是一直没在省城待吗 以后有机会 一定请你们过来玩 叶晨笑了笑说道 自己确实好长时间没来省城了 好了 先不说这些 以后有时间再说 打电话给你是说 让你晚上过来一起吃饭 饭店就在我们小区旁边 具体地址我等下发到你手机上 我订的时间是留点开饭 你到了问前台 就说我的名字就好了 我可能会迟点到 你先进去就行 哦 行 我知道了 我准时过去 好 那就先这样 其他的回头再说 两人挂了电话 时间差不多了的时候 叶晨从家里出发 开着车 根据王宋给的地址找到了地方 进了放点找到前台 报了王宋的名字 前台人员给说了房间号码 也指了位置 叶晨找到房间 然后推开门进去 房间里一张大圆桌 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放眼望去 都是熟悉的面孔 大多是大学的同学 有几个不认识的 哟 骚哥来了 快来这边坐 叶晨同宿舍的马旭东 站起来说道 老马 你再乱叫 信不信我揍你啊 叶晨走到他旁边 扑到他身上 想掐他一把 骚哥这名字 就是宿舍人起的 具体是谁 叶晨不大记得了 好像就因为 叶晨平时化手 他们就总是说 叶晨闷骚 渐渐地就叫成了 骚哥 叶晨那会儿 可被他们气得不轻 后来慢慢地 也懒得去争辩了 现在猛然听到 嘴上不愿意 心里还感觉有点亲切 大学时候的那种 感觉在一个外号出来之后 立马感觉到了 虽然毕业五六年 虽然不怎么联系 但我们都未曾概念 叶晨同宿舍的人都来了 马旭东 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现在在蒙北的学校教书 周青在省城的 一家外贸公司上班 陈文忠后来还读了研究生 算是几个人里面 学历最高的 如今考了公务员 在政府部门里上班 刘尚文 则是在苏北自己做生意 六个人里面 如果算上叶晨 那就是四个人在省城 你最近怎么样 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了 马旭东问道 我还好啊 不过下半年 一直待在老家来着 叶晨回答道 怎么 这是回乡创业去了呀 陈文忠在旁边也问道 对啊 就是回老家当农民了 现在正在前期准备阶段 等弄得差不多的时候 请你们去农村做客呀 叶晨笑着说道 哦 还准备阶段 看来你这是要搭干一场啊 我有点等不及要去一睹为先了呢 哎呀 还早得很呢 以后说不得 还要借借各位兄弟的力量呢 到时可都别推辞啊 这说的哪里话 有事你说话 能帮到的 还能不帮忙 是吧 陈文忠说着 后面的一句 是对其他几个说的 那是 那是 我们谁跟谁啊 其他几人都附和着 大家在一起聊着天 然后经理进来 问是否能开席了 大家商量了一下 就说上菜吧 王宋都说了 可能会迟来 他忙得很 还有很多其他人要陪 也不一定在这一桌吃 菜上齐了 大家就开吃 吃到一半的时候 王宋才过来 跟大家寒暄了一下 然后跟叶晨和周青雷猛 沟通了一下明天的事项 然后就是晚上住宿的地方 都交代好了 他又走了 不过理解吗 他还有好多的亲戚朋友要陪的 吃完了晚饭 大家又在饭店外面聊了会儿 然后就散了 他们住宿的 就去王宋订好的酒店 就在旁边不远 在省城有房子 有住处的 就各回各处了 叶晨回去的路上 去了一趟购物商场 买了一套西装 明天要用 可是叶晨从来就不穿西装 也自然就没有西装了 王宋说给他借一套 叶晨说不需要了 自己去买一套 到卖西装的店面里试了几套 然后买了一套 自己感觉还不错的 一套西装加衬衫领带和皮鞋 花了叶晨四千多 这大概是叶晨目前为止 买的最贵的衣服了吧 叶晨以前买的顶贵的 也就顶多大几百 少之又少 有超过一千的 不过西服不像一般的衣服 毕竟是正式场合穿的 还是应该质地好一点的 买完衣服回家 叶晨洗了个澡 然后将买的衣服 整个穿戴整齐 往一整面的穿衣进前一站 叶晨还真被自己给惊艳了一下 还是挺帅的嘛 见眉心目 高挺的鼻梁 在大学 叶晨就被公认为 他们宿舍最帅的一个 这倒不是叶晨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你七八的身高也不算矮 腰背挺直 一双宽肩也将西服称得非常有形 以前没穿过西服 现在才发现自己 还是挺适合穿西服的 叶晨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将衣服换下来了 穿上了睡衣 然后爬上了床 躺在床上 一个人睡不着 就拿着手机在那里看视频 翻了翻自己的短视频数据 经过这半年 随意地发发视频之类的 也收获了几千个粉丝了 叶晨又打开手机的视频编辑软件 将存在手机里的之前拍的视频 选取了一个 开始编辑起来 叶晨准备将年前年后 跟过年有关的 各种自己拍出来的习俗方面的视频 做一个系列专题 既能以这一种方式 将家乡的传统习俗记录下来 现在的社会发展太快 很多老的东西 也淘汰得很快 能在还未消失之前 将它们记录下来 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同时 也能让更多的人 了解一些农村的习俗和快乐 梦到十一点多 想到明天还有事 可不能顶个熊猫眼去 就赶紧关灯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 叶晨准时起床 洗漱干净 然后换上昨天买的衬衫和西装 打上了领带 叶晨还是好几年前打过领带 这已经都忘得差不多了 还好大致的步骤还记得 摸索了好一会儿 才算是给系好了 叶晨下到地下车库 开着车出了小区 看到有卖早点的地方 将车停在了路边 然后下车去早点摊 点了碗辣胡汤和一盘煎饺 然后就坐在店里面吃了起来 叶晨感受着 不时投过来的急缕审视的眼光 可能是很少看到 穿着如此光鲜亮丽的 来早点摊吃早点吧 吃完了早点 叶晨来到早点摊旁边的一个商店 在里面买了一个红包 然后回到了车上 从车上的钱包里 数了一千块钱装进去 这是昨天几个同学 一起商量好的数字 封好口 然后塞进了西装的那口袋里 叶晨开着车 来到了昨天分别的 那个酒店的地方 在群里问到哪里集合 周青回了他的信息 说他已经在王宋家里了 让到王宋家里去集合 然后将小区的名字和地址链接 以及具体的楼栋号和房间号 发到了群里 叶晨点开地址开了导航 结果显示 就在左前方200米的位置 叶晨在车里朝前看了看 马上就看到了小区 于是启动车子开了过去 在小区门口登记了下信息 然后开着车进了小区 这个小区是个新小区 王宋买的7房 才交房不到两年 所以 小区内环境还是蛮好的 车道也挺宽敞 路面也没有拥挤停车的情况 叶晨兜兜转转地 找到了王宋家所在的那一栋楼 此时那里 已经停了装饰着彩带的一排荤车了 叶晨将车子 开到这一排车后面空的位置上 靠边停好 来到王宋家这栋楼的大门入口 门外竖起了花门 两边摆着花篮 地上铺起了一节红地毯 直通到电梯门口 大门的两扇门上 已经贴上了两个大大的喜字 进了入户大厅 上面的空白区域 有一张A4纸贴在哪里 上面写了一行字 大致意思就是 来参加王宋和刘慧如婚礼的人 请至120 刘慧如就是王宋的结婚对象了 也是叶晨他们大学的同班同学 如今已经是一名律师了 而1202就是王宋家的门牌号 电梯打开 叶晨走了进去 电梯的地面上也铺了一块红地毯 然后叶晨按了12楼 你也是到王宋家去的吗 跟在叶晨后面进电梯的一对中年男女 那个男的也准备按楼层 看到叶晨按了12层 就把手收了回来 然后对着叶晨问道 是的 我是王宋和刘慧如的大学同学 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 你们两位也是的吗 叶晨回过头来 礼貌地笑了笑 原来是小宋的同学啊 我们是王宋的姑姑姑父 感谢你啊 大正月的还来参加他的婚礼 那个自称王宋姑父的人 热情地说道 哦 是姑姑姑父啊 你们好 我和王宋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同学 大学时候我们还是上下铺的关系呢 说感谢就太见外了 叶晨连忙说道 呵呵 对了 你是哪里人啊 王宋的姑姑问道 我是怡晨 那过来倒不是太远啊 嗯 不远 开车三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叶晨回答道 电梯很快到了12楼 电梯到了 我们下去吧 叶晨说着 请他们两人先行 下了电梯 就看到王宋他们家的入户门开着 里面传来闹哄哄的声音 进的屋内 只见此时房间里已经有不少人在了 有几个熟悉的同学 更多的是王宋的家人亲戚 叶晨在王宋家又待了一个小时左右 九点钟 开始出门接亲了 叶晨的西服的左胸处 已经佩戴上了写着伴郎字样的胸花了 一行人下的楼来 摄影师就开始工作了 说是拍一个从家里出发接亲的试诗冲刺的视频 王宋站到最前面 然后叶晨周青雷猛三人在他两边依次并排展开 四个人西装革履 胸前佩戴胸花 王宋手拿一束手捧花 按着摄影师说的 几人大喊一句词 然后想着摄像师的镜头冲去 小小的一个片段拍完 然后就安排上车了 叶晨要坐在前面的 伴郎车上跟着去接亲 自己车子就没人开了 王宋就让他将车钥匙交给了陈文忠 让陈文忠帮忙送他的家人和亲戚 先到酒店那边去 然后迎亲车队就一路打着双闪 出发朝着新娘家开去 车队行了大概一个小时 来到新娘家楼下 叶晨下了车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上了楼 来到新娘家门前 考验就开始了 屋内的新娘家人的第一道考验就来了 还好每个人身上 还都是带了不少红包 在诱惑开了门后 雷猛这个一米八的体重 两百多斤的大胖子的蛮力下 将大门拉开 一群人挤进了家门 接下来还有一道房门 里面的三位伴娘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一番周折 终于开了门 新娘房间里装饰着各种彩带 屋顶是一个个的彩色气球 新娘刘慧如盘坐在床上 一身白色婚纱 旁边三位身着粉色长身纱裙的伴娘围绕 接下来就是俗得不能再俗 叶晨最害怕的环节了 什么转盘啊做动作 穿纱裙带兔跳舞 找婚鞋等等 反正是怎么作弄人怎么来 叶晨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不脸面了 既然当这个伴郎就得替好兄弟扛着不是 总算是全部完成下来了 最后一部分 是王宋丹西跪在新娘面前 拿着一个保证书举手发誓 内容都是什么 婚后以老婆大人为尊 工资要上缴 家务要自己做 等等之类的吧 虽然也许这些 只是现代结婚的一个娱乐性质的一种形式 但叶晨打心眼里 对这种婚礼的方式 还是不太喜欢 在叶晨看来 婚礼是最最神圣的一件事 整个过程应该要有一种庄重感和仪式感 以前传统的中国仪式被淘汰了 国外的婚礼仪式传到了国内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变了样子 成了各种搞事情 叶晨心想 我这座伴郎的身份参与的都累 何况是当新郎的 叶晨想自己即以后结婚 一定不要这一套 平淡温馨多好 接到了清 王宋背着新娘下了楼 背进了婚车 然后车队出发去酒店 酒店里一个大宴会厅里 举行俄婚礼 整个仪式就没他们伴郎什么事了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 一人端着一杯酒上去 和新郎一起 敬了在场嘉宾一杯 下来之后 就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开始了宴席 宴席散场 已是下午两点了 出了宴会厅 大家都各自散去了 夜晨的几个室友们也聚在一起 在一块闲聊着 聊聊大家的近况 等到王宋和刘慧如 将亲戚朋友都送走后 来到他们这边 他们也和王宋道别了 王宋 慧如 我们这就回家了呀 刘善文说道 你们这就走啊 扯你们来了 我都没时间陪你们呢 王宋说道 你结婚肯定有事忙 接下来 你们好好的 享受几天蜜月吧 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再聚 不差这一会儿 马旭东说道 行 那你们回去路上小心啊 以后常联系 王宋说道 好 那我们走了 几人说着 跟王宋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一起朝着停车的地方走去 对了 我的车你停在什么地方啊 叶晨问陈文忠 就在停车场 我带你过去 话说回来 你的车 还是辆豪华车啊 陈文忠说道 就是啊 我们都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就偷偷地买了那么好的车了 还好吧 才买了半年不到 主要就是看中了他的安全性呢 嗯 说到安全性 他的口碑确实是报表 几人来到了停车场 陈文忠带着叶晨找到他的车 你们怎么走啊 谁要搭我的车子一程吗 叶晨问道 我们俩就不用了 我们都是开车来的 而且是往北走 跟你不顺路 刘善文跟马旭东 一个苏北 一个蒙北 而叶晨要到西南 不是一个方向 那你们俩呢 文忠你没开车来吧 我送你回家 周青你还回老家吗 我车子没开来 那你要是顺路 就把我送回家吧 陈文忠说道 我就不回去了 还有一天就要上班了 今天回去 明天还要过来 你把我送到我住的地方就行了 周青老家也是宜城 不过不跟叶晨在一个县 他家在宜城南边 长江边上 那你们俩上我车吧 我送你们回去 善文 老马 那我们就先走了 以后有时间再一起聚聚啊 叶晨他们 跟另外两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上车走了 叶晨开着车 将周青和陈文忠送到了家 然后开车踏上了硅程 车子上了高速 开着开车 天空渐渐地就暗下来了 接着渐渐地 就看到挡风玻璃上 一点点的雨滴 渐渐地越来越多了 叶晨想着 怎么还下起雨了 然后打开了雨刮器 可渐渐地前挡风玻璃上 雨刮器刮的雨 好像变成了雪 一朵朵的雪花 砸在挡风上 被雨刮刮到一边 再看前面 空中落下的雪力 渐渐变成了雪花 视线也没那么清晰了 叶晨降低了车速 打开了雾灯和双闪 睁圆了眼睛 仔细地看着前面的路 心里却吐槽 这什么破天气 上午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下起了雪了 而且早不下晚不下的 偏偏赶着自己赶路的时间下 跑了两个小时 终于下了高速了 雪越来越大了 叶晨不敢多坐停留 万一时间长了 山路积雪厚了 可就麻烦了 出雪的地面 虽然有已经变白 但还好没有太厚 也尚未上洞 叶晨小心地 在山路上前行着 时而能碰到 一两辆的私家车 和跑式里的班车 车子开进了深山里 路两旁是笔直陡峭的高山 此刻这些陡峭山峰 都披上了一层白沙 从车里向前看去 竟都是一片雪白色了 颇有点雪涌蓝 一小时的车程 叶晨开了有一个半小时 雪晨天欲晚 终于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家 这么大雪怎么还回来了 我还以为 你要在省城住下来呢 田惠芳听到车子进院 开了门出来 我这不是开到半路 才下起来的雪吗 难道还往回看啊 哇 家里怎么着冷啊 叶晨打开车门下了车 顿时感觉到一阵寒冷 这不比不知道 家里面温度 确实要比城里冷多了 尤其是早晚的温度 日夜温差能 大到十度以上去 来 赶紧进屋暖暖 屋里烧了碳盆 下雪了可不得降温吗 田惠芳说着 将大门打开 叶晨钻进了屋内 田惠芳跟着进去关上了门 叶晨来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叶连山将碳盆给他推了过来 叶晨伸出双手 放到碳盆上方烘烤着 炭火的热气顿时暖和了全身 把你的皮鞋换了吧 把脚也烤烤 田惠芳给叶晨把暖鞋拿来了 放到地上 叶晨脱下皮鞋 然后将双脚放到碳盆边上 穿着袜子烘烤 没一会儿 只见一阵雾气从脚上升腾起来 还带着一阵特殊的香气 等到叶晨烘暖和了 田惠芳也已经将晚饭做好了 吃完了饭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聊着天 叶晨跟他们说 这些这次同学结婚的事情 叶晨时而转过头 透过沙发后面的整面的大玻璃 看向窗外的院里 院里的各种彩灯的照射中 天空中的雪花不断地落下来 地面上已经挤了比较厚的一层了 今年冬天 这都是第二场雪了 看着架势 估计比之前那一场雪还要大 叶晨说道 叶连山也回头看了看 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停了 如果这样下一晚 明天估计地面的雪 都会到小腿深了 一家人围着碳盆坐着 说着话 叶晨不时用火钳拨弄着碳盆里的木炭 直到碳盆里的碳火燃尽 也十点多了 一家人方去休息 夜深之雪虫 石纹折竹声 夜间山林里不时传来清脆的折之声 料想是大雪积压 压断了山林里的树枝 有道是晨起开门雪满山 雪晴云淡日光寒 雪真的下了一夜 早晨起床 推开窗 外面空中还有一些雪花在飘落 但小了很多 地面上雪已经厚厚的一层了 雪白的颜色照射着天也特别地亮 特别地干净 夜晨来到外面 踏进雪里 脚一下子就陷了进去了 抽出脚来 鞋里都已经渗进了雪 夜晨赶紧解开了鞋带 脱了鞋 将尚未融化的雪倒了出来 这时 夜连山拿着一把铁锹出来 开始从大门口往外铲雪 将雪铲向两边 铲出一条路来 一直铲出了院门外 铲到了路上 夜晨踏着扫过出来的路 走到院外 外面路上 各家各户都在铲雪 各家自扫门前雪 一条路就出来 但天上的雪 还一直没有彻底停下 不知道会不会又大起来的 雪后无事 夜晨到了隔壁于本辉家里 在他家门外就喊道 本辉 在家吗 在家里干嘛呢 你来了 没事大 在看电视呢 于本辉听到夜晨的声音 走了出来 今天没事 沿着公路上去看看 风景怎么样 夜晨问道 雪后的景色一定很美 夜晨想沿着公路 进到山里面一点去看看 好啊 我也正无聊呢 走吧 于本辉听了夜晨的建议 也非常赞同 那我先回去换双高帮鞋 你最好也换双鞋 山里面的雪可是 比我们路上的雪还要深的 夜晨提醒道 那我也换一下 夜晨回到家 找了一双高帮的雪地鞋换上 然后跟田惠芳说了一声 就出了门 于本辉已经等在了他家门口 两人沿着公路向上面走去 开始还有人家门前挖出来的路 等到走过了人家 就踩进了雪里了 幸好穿的高帮鞋 不然还真没办法行走了 两人像是进入了冰雪的世界 周围的一切都是雪白雪白的 这场雪真的很大 你看这满山遍地都是雪 真的太漂亮了 于本辉惊叹地说道 是啊 好几年没看到这么大的雪了 这种雪厚的景色 我太喜欢了 你看那云风山 整个都成了白雪矮矮的雪山一样 估计那山间上的雪 很长一段时间都化不了了 夜晨看着远处的云风山说道 肯定的 年前那一场雪云风山顶那里 就一直没化完 这一次又下了一场 估计没有个一个月 是不会消掉的 我们走到山脚下的那个水电站那看看吧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水从那崖上下来 如果有 那一定没急了 夜晨提议道 行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两个人踏着雪 走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路两旁的山渐渐地合拢 形成了一道悠长的峡谷 一条河流从山里流出 夜晨他们沿着河边的路向里进发 复行数百步 豁然开朗 建议积水潭 此刻潭四岸积雪 潭左岸数十米远 一座瓦房坐落一旁 屋顶也是满腹白雪 那是发电的电站 不过此刻自然是屋门警所 潭尽头是树丈高的悬崖 悬崖上即是一道水坝 此刻一条悬崖自上而下 结出了一道冰晶的水柱 雪山 瓦房 水潭 远远望去 端地是一幅绝美的雪景山水图画 这也太美了吧 看那悬崖上面的冰晶 还有那雪盖的房子 太有诗意了 于本辉看着眼前的美景 发出感叹 是啊 不得不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自然界就是最美的画师 总是不经意间 就创作出令人惊叹的杰作 此刻我真想迎诗一首 奈何自己没问话 夜晨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眼前的美景里 万丈豪情想迎诗一首 脑海中缺一片空白 呵呵 彼此彼此啊 面对这片壮观的景色 夜晨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是掏出手机 把这眼前的一切都装进镜头之中 来 你给我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再给你拍一下 人就站那 把后面的那片美景都拍进去啊 夜晨说着 将自己的手机递给于本辉 然后自己到前面站好 一 二 三 好 再来一张 于本辉给夜晨各角度都拍了一张 然后换夜晨给于本辉拍 这景色实在是太美丽了 只是位置太过偏僻了 再好的美景也没有人来欣赏 实在是可惜啊 夜晨看着眼前的一切 欣赏美景的同时又是摇摇头叹了口气 是啊 这片景色我们可以说是从小就看着长大的 但每次看仍然觉得很稀罕 反而外面的有些所谓的5A级4A级的风景区的景色 放到我们这就是大路货了 于本辉看着夜晨一副感慨万千的模样 也有些共同的感受 所以我就想着我们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 不利用起来太可惜了 听我爸说你去年下半年就在家里弄了一些事情了 现在怎么样呢 于本辉问道 他爸虽然也在外面 但也时常跟家里面他妹妹等打打电话 也多少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一些 那些都是小打小闹的 去年主要就是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了 夜晨说道 嗯 你那房子我从外面看了一下 做得确实漂亮 就是个农村精致小别墅 做个精致小民宿 估计都很不错了 于本辉说道 家里做民宿太不方便了 我今年打算 在这上面靠山的地方 找个好地方 建一排民宿 不过 还没选好地方呢 我看镇上有不少做民宿的 他们那自然风景 一点都没咱们村好 而我们村现在一个做民宿的都没有 说不定你真的能做好呢 于本辉也分析了一下 反正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什么都弄一点 尝试了才知道 什么发展方式更合适 哎 我还挺羡慕你呢 能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这有什么羡慕的 你在外面也做得挺好啊 房子也买了 自己的事业也起来了 回头我这小民宿 少不得还要你帮着给介绍点顾客呢 夜晨笑着说道 呵呵 只要你需要 我肯定帮你宣传 这没得说的 于本辉肯定地说道 夜晨和于本辉开始往回走 突然听到旁边的山上有声音 两人寻着声音朝山上看去 隐隐约约地能看到一个动物站在雪地里 似是也感觉到了夜晨他们这边的动静 定定地站在原地 能看到一瞬 眼睛盯着这边 你说那是什么动物啊 会不会是一只山羊啊 夜晨小声地对旁边的于本辉问道 不像 山羊的皮是黄色的 那个看着像是黑的 会不会是野猪啊 于本辉猜测道 你说我们现在追过去 会不会追到 夜晨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活的 以前也曾看到有人猎到过各种动物 不过大部分都是死的 试试呗 于本辉也想捉住看看 两个人准备好 然后突然冲向那里 二人踩着山林里深深的积雪 双手并用地在雪地里向前跑去 那边的动物听到动静 立即转身往山里跑去 可是雪比较深 它跑动速度也有点受阻 夜晨两人逐渐收缩了距离 那个动物急了 蹦跳得越来越急越来越高 然后像是跳出了一个雪洞一样 开始奔跑起来 速度越来越快 转眼间就跑进了山里深处 不见了踪影 夜晨两人看没希望了 所以停了下来 两人看了看对方 忽然都笑了起来 两人身上都沾满了雪 哎 可惜没追到 走吧 下去吧 赶紧到路上把雪拍干净 等下全化到衣服里了 嗯 下去吧 两人下到路上 然后将身上的雪 都拍打干净了 虽然没有捉到 但一番追逐 身心还是挺舒适的 两个人沿着来实路 开始往回走 回到家 夜晨坐在探盆边 将脱下来的鞋 放在探盆边沿上轰着 双脚也放在上面烤了烤火 顺便将身上拾起烘干 哥 我们出去堆雪人好不好 夜晨在烘烤 叶倩跑了过来 对夜晨说道 我刚把衣服烘干 你又要我去堆雪人 不去 夜晨这会儿 身体烘烤得正暖和呢 更是不想动了 哎呀 好哥哥 我都好多年没堆过雪人了 难得今年下了这么大的雪 你就陪我堆一次吗 夜晨要着夜晨的胳膊 撒娇着说道 唉 真受不了你 永远像长不大一样 夜晨又将刚烘干的鞋子穿起来 然后陪着夜晨来到外面 两人来到了路外面的空地上 积雪还是比较厚的 夜晨先将手机放到手机支架上 然后找了个位置放好 对准着要堆雪人的位置 打开了视频录制 夜晨将周围的雪往一个地方搬运堆积 然后一层层的堆高 拍结实 初步做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雪山 哥 你这弄的什么啊 这就是个雪堆 一点也不像雪人啊 夜晨在旁边疑惑地说道 急什么 接下来再修饰吗 夜晨又开始在雪堆上 哇哇补补的 渐渐地也算出来了个雪人形状 夜晨找来些小饰品 给雪人装上鼻子眼睛嘴巴 还给戴上了一条围巾 装饰好的雪人 还挺好看的 然后夜晨又在夜晨的要求下 又堆了两个雪人 完成作品之后 夜晨又给夜晨跟雪人照相 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仿佛冰雪世界里的精灵一样 跟几个胖乎乎的小雪人在一起 那洋溢的笑脸 仿佛诉说着一幕童话 旁边邻居的几个小孩 也跑过来看他们堆的雪人 夜晨也让他们站在雪人旁边 给他们拍照 夜晨让他们变换姿势 一个个地在那里 摆着各种稀奇古怪的姿势 伴着各种丑相 夜晨在拍完照 将手机还给夜晨的时候 忽然恶作巨星兴起 顺手从地下捏了一点雪 在手心里握成了一个小雪球 再将手机交到夜晨手上的时候 顺手将小雪球丢到他衣领里 夜晨被突然落进衣领的雪球冷的 下了一个机灵 哎呀 什么东西跑我梗子上了 他在那不停地抖动着衣领 然后用手摸出了 有点开始化成水的小雪球 哼 夜晨在旁边的偷笑 被夜晨发现了 看了看手上的小雪球 他意识到被夜晨耍了 好啊 原来是你作弄我 夜晨反应过来 悲愤地说着 然后弯腰双手团起一大把雪 然后在手心里捏紧 向着夜晨这边就扔了过来 夜晨看到 他弯腰弄雪就知道不好 就想跑来着 可惜反应还是慢了 被夜晨的雪球击中 夜晨于是也从地上抓了一把雪捏成团 对着逃跑的夜晨扔过去 直接命中 夜晨又不服气 又从地上抓雪球 还对旁边的几个小孩说道 小敏 子萱 家成 你们陈叔叔欺负我 过来把我扔雪球砸他 几个小孩听了他的话 很兴奋地加入到了讨伐夜晨的行列里 一个个兴奋地捏着雪球 往夜晨这边扔 你让小孩子帮忙 算什么本事 对面虽然人多 可吓不到夜晨 夜晨从地上抓起一大块抱在怀里 然后一手托住 一手掰着 雪快向对面砸去 砸得对面是神话鬼叫 在对面被砸得举手投降之后 夜晨让几个小鬼站好 给他们整理掉身上被砸的雪 几个小鬼任凭夜晨摆弄 一个个脸上还红扑扑的 都是意犹未尽一样 夜晨给他们弄干净了衣裳 让他们赶紧回家烤火去 几个小家伙兴冲冲地就跑走了 夜晨也收起来 一直放在旁边录像的手机 你也回去烤烤吧 我回去做个视频去 回头发到网上去 到时候你也去看看 夜晨对夜倩说了一声 然后走进了院子 夜晨回屋换了鞋 又重新坐在炭炉边 将身上的湿气烤干 然后上了楼 来到阳光房里 夜晨的电脑放在阳光房里 一张原木的大桌 上面 还有一个内嵌的烧水的电磁炉 夜晨先是拿起桌上的空调遥控器 打开了空调 然后拿起电热水壶 到后面水池上的水龙头那里 接了一壶水 然后回来放到桌面的电磁炉上 按下开关烧水 夜晨又拿起一旁 放在地上的一个洒水壶 接了一壶水 然后给阳光房内的绿植浇水 外面是一片雪白 玻璃房内却是满原春色 夜晨给每一颗绿植都浇上水 此刻玻璃房里的两盆山茶花 此刻已经开花了 一盆大红色 一盆粉红色 艳丽而又不觉妖艳 盛开在冬春之际 仿佛在提醒着人 生机勃勃的春天要到了 咕噜噜噜 热水壶里的水烧开了 夜晨拿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 掀开盖子放在桌上 然后打开桌上的一个小巧的扁圆形的陶瓷茶叶罐 碾了一点茶叶 放进杯子里 然后盖上茶叶罐的盖子 夜晨不喜欢喝浓茶 所以茶叶一般都不会放太多 他喜欢的是茶叶的那一股清香 夜晨拿起热水壶 倒了一点到玻璃杯里 然后拿着杯子晃了晃 将第一遍茶水倒进水池里了 回来将杯子放到桌上 再重新加满热水 将茶泡开 夜晨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看着杯子里 茶叶一片片地从顶部缓缓地落到杯底 这是夜晨喜欢的泡茶步骤 对那些视频里需要繁杂的泡茶工序 然后倒在小小的茶中里 一次只能喝一口的那种所谓的茶道 夜晨没那个心情去学 那些说什么茶道的 说得天花乱坠的 什么那个过程能静心能悟到 还是什么的 夜晨倒是并不觉得 他觉得那样的复杂的程序 更不能静心了 大道质简 随心而已 如自己这样简单的一杯清茶泡出来 闻着淡淡的香气 看着那一片片茶叶 在一杯水的方寸之间 变换形态 漂浮到沉淀 仿佛是一个微缩的世界一样 在自己眼前演绎着兴衰 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感悟和享受 泡好了茶 夜晨打开了电脑 将手机插上数据线与电脑连接 将新拍的视频上传到电脑 然后双击点开了视频 超长的一段视频 夜晨看得时而发出笑声 全部看完之后 来回拖拽着思考要用的片段 然后打开了视频编辑软件 开始了短视频的制作 制作短视频 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过程 期间 夜晨来到了夜晨的阳光房里 看看她的视频制作 她还是第一次来夜晨的阳光房 立马被这个阳光花园吸引住了 夜晨坐在她的吊椅上挡有着 眼睛不停地打亮着阳光房里的一切 哥 你这阳光房弄得太漂亮了 我也想弄一个 我家的那个阳光房里 还是空空如也的呢 还有这吊椅我好喜欢 夜晨家的北面车库上面的阳光房 也是同夜晨家同一时间弄好的 不过里面夜晨就没有帮着装饰就是了 现在还是空空的 就王素梅用来晒晒衣服 你也可以弄啊 现在这些都很好弄的 你想要什么 就在网上自己看 快递直接到家的 多方便 夜晨说道 哪有那么容易 要弄得好看 也要会打理才行 一样的东西 有的人弄出来就好看 有的人弄出来就特普通的 哪有那么玄乎 关键还是看你用没用心 只要你自己用心 搭理的你自己看着舒服温馨 那就是最好的 也不是给别人看的 夜晨笑着和夜倩说着 倒也是 要不我买回来 哥你帮着我摆弄怎么样 夜倩被夜晨说得有点心动 但他也有点自知之明 他知道自己是个心动派 而不是行动派 什么东西只能嘴上说 一上手就废 行啊 没问题 你尽管买 我帮你参谋 不过你还要上学 阳光房可是需要人精心打理的 那没事 我爸我妈不是都在家吗 交给他们就好了 那也行 对了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啊 夜晨问道 今天都初六了 应该不久个大高校就要开学了吧 我们今年要过了元宵节之后 正月十六开学 还有十天左右吧 夜倩算了算日子说道 哦 那也快了 要不等你什么时候放假回来 或暑假回来再弄吧 现在物流都还没开始上班 估计开网店的 也没那么快开店呢 夜晨经常网购 知道很多网店放假时间都很长的 你放假到元宵 他们可能比你还久 啊 这样啊 那就以后再弄吧 不过今年暑假 我可能要在学校里待着了 我准备考一考研究生 夜倩有点小失望 不过接着也就打消了 现在就弄了想法了 准备考研究生啊 那是好事 那你这学期开学 就得好好去努力了 夜晨还是比较赞同他去读研究生的 他自己就是个普通本科毕业到社会上的 他深刻地了解现在的社会上 好的学历 对找工作的帮助有多大了 虽然经常有心灵机汤常说 学历不是衡量标准 学历只是一个敲门砖 但你没有那块敲门砖 你就连敲门的资格都没有 除非你能弯道超车 自己当老板 那你就可以 让这些拿着敲门砖的人 给你打工 是啊 所以暑假可能只能 在家待很短的一点时间 就要去学校学习了 这是应该的 最好能报一个培训班 比你自己盲目的学习要有效果 我当年也准备考的 可是平时不用心学 到最后 考试交了白卷 叶晨当年大四的时候 看同学们很多都想考研究生 就加入到其中 随潮流 结果总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偷懒 考试的时候都是懵的 最后一场专业课 更是交了白卷 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然后叶晨又和叶倩 就他想报考什么专业 和想考什么学校等等聊了起来 叶晨作为一个过来人 毕竟社会经验 还是算比叶倩要丰富一些 同他聊聊社会上 各行各业的情况 帮着他了解了解各个专业的就业前景 还是可以的 下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外面的雪 好像又开始下起来了 叶晨和叶倩下楼出来的时候 院子里的地上产出来的路 又被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了 叶倩回了家 叶晨将门关上了 这雪怎么又下起来了呀 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次 08年那样的大雪啊 叶晨来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叶连山田惠坊 正在那坐着看电视呢 这谁知道呢 不过今年的雪 确实比往年要大 这雪再不停 都没菜吃了 地里的菜全被压在雪下面 挖都挖不出来 田惠坊也是愁眉说道 那就吃肉呗 家里去年不是搞了那么多的肉 叶晨笑着说道 那也不能餐餐光吃肉吧 叶连山听到叶晨的话 也忍不住说道 也是 这个正月餐餐 都是大鱼大肉的 都没吃到什么蔬菜 叶晨也是感到有点腻了 大正月的家家来人 都是一道道的荤菜 往桌子上上 要看到一盘子蔬菜都难 你也晓得哟 家里还有两颗甘蓝 晚上弄一个 随便炒一下 然后烫到火锅吃 怎么样 又快到晚饭时间了 田惠坊要想着 晚上做些什么 给家人吃了 挺好的呀 随便弄点 什么吃的就行了 又吃不了多少 夜晨倒是无所谓 中午吃的还不怎么饿呢 那就这样吧 莲珊你去把锅烧起来吧 我去把菜洗了 田惠坊从沙发上起身 然后对着夜莲珊说道 我来烧吧 夜晨说着 起身朝厨房走去了 晚上吃完了晚饭 夜晨又继续回到了阳光房里 去完成下午没弄完的视频编辑工作 将弄到一半的视频剪辑完成 然后在曲库里 找了手合适的音乐配上 在苦思敏想了一顿 写了一段文案配上去 配上合适的话题 然后上传了上去 夜晨看了看自己之前发的几个视频 点赞的也都有几百个了 比最初的几个十几个的赞 要好太多了 洗漱完钻到被窝里 又打开手机看了看 新视频才发上去这一会儿 也有一些点赞和评论了 夜晨点开评论看了看 这感觉真棒 好像我们小时候的样子 堆雪人 打雪仗 哇 南方人表示羡慕 从没见过这种雪景 羡慕啊 我也想要这种生活 可惜今天已经开始搬砖了 好怀念啊 一切都仿佛是在诉说自己的童年 向往的生活 最好的地方 是自己的故乡 最好的时光 是回不去的时光 那个美女是谁 我现在就要她的联系方式 求背景音乐 真好听 评论区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 多数都是说 这一幕让他们想起来了自己的童年 想必也都是一群8090后吧 人都说8090是最喜欢怀旧的一群人 那是因为80后是最特殊的一代人 出生和成长的时代 是急剧变化的时代 现在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也是身上的负担最重的一代 他们牺牲了梦想 为了家庭而忙忙碌碌 那些看似最简单的东西 却成了最奢侈的希望 雪终于是彻底停下来了 隔了这么久 终于又看到太阳了 从过年开始就没看到过太阳 下了一夜的雪 将昨天产出来的鹿又重新覆盖起来了 家家户户又开始拿着铁锹上路产雪 鹿中间的雪被产到两边 但这雪后 早上的温度确实有点低了 地面还没有一丝雪化的迹象 昨天 夜晨和夜倩堆的雪人也变得更加臃肿了 下半身被后来的雪覆盖了一截 雪人的头上也堆积了一些 但这样 却也将人工的酱气给掩盖了 看起来更自然 夜晨就随他去了 难得的太阳出来了 去年腌的腊鸭和腊鱼也终于可以拿出来晒晒了 遵照田惠芳的吩咐 夜晨先上楼 将三楼的室内的腊肉 拿到外面的平台上的架子上挂上 可是平台上的雪太厚了 通过玻璃门往外望去 外面的雪厚 已经压了玻璃门有二三十公分了 夜晨看外面雪这么厚 也不好出去了 下楼说了一声 然后夜连山根在院子里 直了两个三脚架 然后横了一根竹竿在上面 夜晨又跑了几趟三楼 将上面的腊肉拎下来挂在了竹竿上 田惠芳将陶缸里的鸭肉和鱼肉也都拎出来 一刀刀地刮刀竹竿上 太阳渐渐地升高 气温也随之变暖 地面和屋顶的雪都开始有融化的样子 楼顶屋檐一滴滴的雪水滴了下来 鱼池里 清澈的池水下面 隐隐约约的鱼饮在游动 这些鱼在这个寒冬活得还挺好 没看见一条冻死的 夜晨想去看看 自己鱼塘里的鱼怎么样了 于是 夜晨换了一双高筒橡胶靴子 这样雪地里行路方便 夜晨过了桥 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往下走 这是一条没有人家的路 路上的雪也自然没有人铲了 也没看到脚印 应该是还没有人走过吧 夜晨一步步地走在雪地上 每一步都陷下去一大截 后面也留下了一排足迹 来到围栏外 夜晨拿出钥匙 开了锁进去 现在还是大正月的 这里也没什么事 宋元华自然也不用在这里看着的 夜晨先进了香菇种植区看了看 他发现 经过两天的大雪 头顶上的黑网上 已经积压了厚厚的雪 压的黑网都垂了下来 不过还好 没有什么压坏的压他的地方 厚厚的积雪遮住了阳光 使整个香菇 种植区显得特别的黑暗 而地面上的积雪 则只有薄薄的一层 他行走在种植园里 查看着那些种上了军菇的的木头 发现有些木头上 已经有香菇冒头的迹象了 相信很快就能接出香菇了 夜晨接着走到了鱼塘边 鱼塘外面的岸上 也都是厚厚的积雪 夜晨一步一个雪坑地走到了塘梗上 此刻的鱼塘里 还有一圈的浮冰在塘边四周 中间一块水上倒是没有了浮冰 此刻鱼塘里面的水 还有那么深 看得的不是很真切 但偶尔还是能看到 鱼游到水面换气 夜晨想等再过段时间 气温变暖 就可以再买些鱼苗放进去了 看完了鱼塘的鱼 看着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走出了种植园 将门重新锁上 时间过得很快 春节也在不知不觉中过完了 那些上班的人 基本上都陆陆续续离开家 重新出门了 而那些打工的 厂上开工的时间没那么快 反而还没那么早走 经过几天的太阳照射 雪也化了不少 夜晨家院子里 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还有欧一些雪没化掉 夜晨正拿着大铁锹 在将这些雪一锹一锹地 产到外面扔到河里 夜晨 在产雪啊 夜晨正将一敲雪 抛到河里 于本辉从他家走了过来 对啊 这有几个地方晒不到太阳 雪老实化不掉 夜晨说道 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明天早上就动身出去了 于本辉说道 对哦 明天就是初十了呀 时间过得可真快 夜晨在家里过得 也没什么事情需要记日子的 弄得他都不知道 几号是几号了 是啊 都还没在家待够呢 不过没办法呀 外面开工就是一堆事情 那这次 你们一家都一起出去吗 夜晨问道 没有了 暂时就我和我哥 一起先出去 我爸我妈他们 还会在家再待一段时间 大概月底才会出去的 哦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现在路上不知道雪花 没化干净呢 你开车子可要慢点哦 夜晨说道 我也在村里群里面问了 有些跑过的说 路上还有一点点没化的 但基本是没问题了 现在班车都早就开始跑了 那也还是要注意的 不过出了山里 应该就好走了 嗯 那我就先回家收拾东西了呀 我们以后回来再聚了呀 于本辉说道 好 一路顺风 夜晨看着于本辉走回了家 年纪大了 越来越受不了这纷纷离离了 一个普通的分别 都好像容易引发自己的伤感思绪似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元宵了 过完了元宵 这个年也算是彻底过完了 过完了春节 夜晨的事情也该开工了 元宵节这天 夜晨家中午忙了一大桌的饭菜 夜晨的姐姐姐姐夫们 和小叔家姑姑家都过来聚餐 做得满满的一桌人 大家热热闹闹的 过了一个元宵节 田惠芳还和王素梅 特地用芝麻做馅 捏了很多汤圆 下锅煮了 每个人都吃了一碗 夜晨也跟趁此机会 跟王超夜晴他们聊了一下 他们今年在家 要做些什么的事情 最后商讨了一番 夜晨的想法 是他要在镇上 开一个大型的超市 然后全权由他们夫妻两去经营 算他们一半的股 现在镇上有两家超市 但商品就不是那么很齐全了 夜晨想 他们开一个品类 更齐全一点的 现在乡镇的老百姓的购买力 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 很多时候 是有钱没地方买得到 只能通过网购了 前期可以稍微规模小一点 但随着夜晨经营的扩展 而可以慢慢增加 以后自己的农家乐民宿发展起来 也可以形成一个闭环 满足外地游客的多样性需求 其实夜晨的计划里 这个超市 也可以是线下跟线上相结合的超市 以后 在经营线下超市的同时 逐步将线上网店开起来 以后可以网上售卖夜晨的各种农副产品 乡村土特品产品等 这些年 随着网购的发展 物流可以说是 已经完全地跟农村生活联系起来了 但这么多年 只看到村民们从网上购物 都是外面的包裹进来 农村的土特产 却先有销售出去的 在当今的农村土特产 被追捧的大环境下 不得不说 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就算是有零星的一些私人售卖 也终究没能形成规模 夜晨想打造一个 专属于本镇形象的品牌 将质量做好 做成口碑 做成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 但这个土特产销售 是放在镇里的超市里 还是放在自己村里 夜晨还没想好 这些东西 肯定主要销售对象 是网上客户 和来农家乐 民宿游玩的外地游客 土特产肯定是跟农家乐民宿 放在一起 更能形成特定的效应的 反正也不急 这点以后再说也不迟 小陈啊 现在镇上都有两家大超市了 还有许多小商店 你再开个大超市 这能有多少生意啊 人家老店多多少少 都敬意出了一批客户 咱们怎么竞争得过人家啊 夜晨表示担忧地说道 超市这东西 其实只要有钱人人都能开的 但是做好做坏 完全是在人的 而且 这是一个慢慢积累口碑的过程 只要你不是只顾眼前的利益 沉下心来做质量 做服务 就像河南的那个东来 人家东西比别人贵 照样多的是人大老远的 专门去他的店里购买 为什么 人家就是 真正的用心去做每一件事 我们老家的超市 各个方面 别说跟他们相比了 比一般的城里的超市 也都欠缺了好多 现在在老家的都是中老年人 他们可能对现在的超市的产品服务之类的 都已经习惯了 但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都是 去外面见过市面的 他们对服务和产品的质量 种类是否齐全 能不能做到一站式购物这些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比较的 只要咱们做得好 超市未来做好 是很容易的事情的 叶晨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王超和叶晴 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 第一次听叶晨说这些正经事 还是挺不适应的 被你说的 好像还好像挺能做的样子 当然了 做这种东西 前几个月就想赢利 也还是挺难的 不过咱们不着急吗 既然要做就要做好 做长久 我们首先把位置选好 然后装修弄好 要对标大超市的标准 你们以前没做过超市 我的建议 是帮你们找一个大型的超市 去做个两三个月 熟悉一下 你们说怎么样 这样肯定好一点 不至于超市开起来之后 什么都不懂 也能及时发现不足的地方 王超也赞同叶晨的意见 嗯 我也没意见 但去哪里学习呢 谁家也不会招 只能做这么短时间的人去工作吧 叶晴问道 我会跟我朋友问问的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联系好了 你们就尽快过 好 我们听你的 王超两人 也没有什么其他意见了 晚上 夜空中又炸起了烟花 叶晨也放了两个烟花 这阵烟花 也是春节结束的信号了 第二天早上 叶晨一早就起床了 然后开着车 将叶晨送到了火车站 坐上了去精灵的火车 叶晨又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叶晨说还有钱 一直不要 但叶晨还是给他转了过去 说考研买资料报补习班 也都要用 而且也要注意吃好点 没有一个好身体 怎么能坚持下来呢 叶晨嘱咐他 路上注意安全 到了打电话给家里 然后目送他进了车站 转而开车回家 叶晨开车回到家 才进家门 就看到宋元华来到了家里 叶晨你回来了 我刚在家看到你车子 经过我家门前 我就过来看看 宋元华来到家里 看着叶晨说道 元华哥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叶晨问道 这不是今天 去到香菇园里看看吗 我发现第一批香菇 已经长大了 可以摘了 你看着是怎么处理 是现在就摘 还是怎么样 宋元华说道 你这一说 我想起来了 我初几的时候 去了一趟田里 那时就有点冒出头了 这么快就长出来了 那这第一批生长得怎么样 叶晨问道 这是第一批 结的也是有多有少吧 但应该还是能摘到不少的 宋元华说道 行 那明天我们和你一起 先去将这一批香菇摘了 看看成色和产量怎么样 叶晨也想看看 这第一批的香菇 能收多少下来 好 对了 这一批香菇出来后 以后香菇应该就会 常年都有产出了 在香菇加工上 最好也要想想办法的 晴天可以太阳晒干 但是遇到阴雨天 没有太阳晒 加工就是个难题了 这我也想到了 近期我就打算 先买一台烘干机回来的 叶晨说道 晚上叶晨就网上下单了 一个烘干机 第二天 叶晨全家出洞 和宋元华一起来到了香菇园里 此时的那些园幕上面 大大小小的 都长出了不少的香菇了 我们先捡那些大的香菇摘下来 小一点的可以留着 过几天再摘 宋元华说道 几个人每人拿篮子 在木头上摘香菇 篮子装满了 就倒到袋子里 五个人一起摘 还算是比较快的 几人将成带的香菇 驮回家 然后全部撑了一下 这一次 一共摘来大概五百斤左右 叶连山他们将以前家里用来晒到的竹匾拿出来 将香菇倒上去 将香菇的根部用剪刀修理干净 然后摊开来太阳晒 不过叶晨觉得 这样的操作 不是长久之计 来回搬运也太不方便了 而且 也没那么大地方随时给你晒 叶晨准备将下一步的计划 提上日程了 爸 我打算将咱家田地周围的那一片田地 都一起租下来 现在咱们家那点地 有点不够用了 你什么时候 陪我一起去村里问问怎么样 叶晨找到叶连山说道 那你要租多少啊 这里边基本上都是各家各户的土地 村里 估计也做不了主 还是要每家 每户都同意才行的 叶连山说道 看能租下来多少就多少 多点也都没问题的 这个还是通过村里面 来约大家共同协商好点吧 咱们家自己一家家的商量 也不是个事是不 叶晨想着 那么多家的田地 如果自己一家一家的找人去商谈 那也太难了 嗯 现在很多人家的田地都撂慌了 村里也在鼓励各家种植 把土地利用起来 其他村也有土地流转的先例 那咱们就先去村里问问吧 叶连山说道 行 今天也不早了 估计村里面也快下班了 那咱们就明天再过去吧 叶晨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 把那些香菇弄完 已经下午四点了 嗯 明天再去吧 等下太阳下山了 还要收拢香菇呢 等到太阳下山了 叶晨他们将晒香菇的竹饼相互叠加 然后在上面盖上了花胶布 用东西压好 免得晚上被风吹得掀开来 晚上吃过了晚饭 叶晨就回到房间 开始整理自己接下来的代办事项 在纸上写下来罗列好 这刚开始 事情还挺繁杂的 首先鱼塘里面 还要购买一批鱼苗补充进去 然后要进一批鸭苗 这就要在旁边再建上一排鸭舍 还有山林里建好的养鸡场养羊场 也可以开始进苗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 待太阳出来 叶晨他们先将装有香菇的竹饼 一个个地搬开来 分开放在路外面的空旷地方 然后看看时间差不多 村里的办事人员也该上班了 就驾车带着叶连山到了村里 找到了主任于文省 叶晨跟主任说明了来意 想承租一些农田 问他能不能村里出面 约上这些农户过来一起协商 这个是村里帮你们协调导也行 现在我们村的壮年劳力 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挣钱了 家里的很多田地都撂荒了 而且现在大家都会算一些账了 他们自己种地花进去的成本 和产出的效益不成比例 就更没有种田积极性了 如果你能租用过来 那对他们来说 土地流转出去 有人打理不至于荒废 而且他们还能从土地中摆脱出来 外出打工赚钱 并且还能拿到一笔租金 多数人应该都是会愿意的 于文生也谈了一点他的看法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主任 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呢 叶连山在旁边询问道 行吧 那你们看着 都要包括到哪些人家的田 弄个名单出来 尽量全都通知到 然后我们约个时间 一起来谈 具体的成租方式价格 你们可以自己谈 我们就是做个协调见证 嗯 现在我打算租的田 基本上都是我们上面两个组的 要不就联系好到 我家去开个小会 到时候村里也派两个人一起去参加 你看怎么样 这样也行 那你们先统计好 然后确定时间 最好是晚上比较好 大家都有时间 然后通知到位 我们会派人去参加的 于文生想了想说道 那先就这样安排 我们回去安排好 就通知你们时间 麻烦领导了 不用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叶辰两人回了家 然后叶辰拿了纸笔 两人又再次来到了田园上 从自己家的种植园开始往外扩 一块一块的田 叶连生还都是比较熟悉 哪一块是哪一家的 将这些田的主人家都登记完全 然后回家商量着决定 就明天晚上晚饭后 请大家过来开个小会 第二天 叶连山叶辰他们照着名单去 挨家挨户地发出邀请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自家边上这两个组的人 都是些熟悉人 大家也都欣然同意参加 通知完这些人后 叶辰又告诉了村主任开会的时间 请他和其他人光临 主任也欣然同意了 保证准时到 下午叶辰开着车去镇上 买了一些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 和一次性的杯子回来 准备晚上来个茶话会 干坐着说话 也无聊不适 晚饭后 叶辰家就和叶连松他们忙活起来 把两家的所有凳子椅子 都拒到叶辰家的客厅里 然后摆好了几盘零食 时间快到约定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到来 叶连山同那些熟悉的面孔 亲切地打着招呼 晚八点 村主任余文生和另一位委员来到 所有的人家都来齐了 一家一个代表 大约有三十人左右 叶辰给来家里的人各泡了一杯茶 此时 茶话会正式开始 叶辰请主任先行发言 与主任余氏就说了几句 主要也就是 向大家说明 叶辰打算承租大家手里的土地 以及国家对土地流转方面的政策解释等 然后叶辰阐述述了他的构思 包括承租这些土地的用途等 接下来 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一些问题 叶辰也都一一进行了说明 就这个话题 大家讨论到了很晚 反正也是边聊聊政筋问题 又扯扯别的话题 断断续续的 农村开小会就是这样 最终大致敲定了下来 叶辰以每亩地一百元的价格 承租下他们的土地 就按照土地正上的面积来计算 承租年限为十五年 承租年限到期后 叶辰拥有优先续租权 至于以后的承租价格 前三年过后 每年按照市场行情予以适当调整 叶辰也当即在电脑上 下载了土地承租的承租协议书模板 对一些细微处进行了些更改 然后直接打印了出来 叶辰弄承租协议的时间里 那些人也各自回去 将家里的土地证拿了过来 叶辰将打印好的承租协议书 给到各家 然后一家一家地填上田地面积 承租年限 租金等信息 双方签章 然后交给余主任 余主任拿出村里的公章 在公正方一栏盖上章 一是四份的协议 叶辰拿一份 出租方拿一份 村里存一份 还有一份由村里交到镇里留存 所有这些土地 一共25户人家 基本上叶辰家在内的 上下两个组的所有家庭都在里面 面积有100亩左右 1000块钱一亩 叶辰许诺 先付三年的租金 一年10万 这就是30万 叶辰小叔叶连松家之前 被叶辰占用了三亩多地贱的鱼塘 也还一直没有给他钱 这一次 叶辰也跟他签了个协议 开始叶连松一直说不需要 就给他用了 但实在拗不过叶辰 也就签了字 叶辰的姑父家的田 也被叶辰乘租过来了 这些人里面都是中老年人多 他们家的多数年轻人 都已经外出打工了 而这些人 有很多都没有开通手机支付方式 而银行大额资金提取 要提前预约 明天预约要到后天才能取出来 于是 叶辰跟他们约定好 三天内 将前三年的租金一次性支付到位 有村主任在一旁作证 另外 他们也都是看着叶辰长大的 他的品性 他们还是放心的 再加上他们也知道 叶辰现在好像蛮有钱的 倒也不会担心他赖账 都爽快地同意了 此事业也深了 大家就都散了 叶辰和叶连山他们 送着大家出门 感谢两位村领导的帮忙 然后送上车离开 才回到屋里 第二天 叶辰就去到镇上的邮局 预约了50万的现金提取 叶辰想着 还是多准备点现金在家里 在老家有时候 还是要用到现金的地方比较多 等到第三天 叶辰将50万的现金 取了出来带回家 然后就通知各家人来家里拿钱 这些人多的 家里有五六亩 一下子就拿到将近两万 少的也有两亩多 也有七八千 叶辰每个人将钱给到他们手上 然后让他们写好收据 拿到钱的乡亲 一个个都喜笑颜开 小辰啊 以后地里要是有什么活 记得叫上你王叔我一个啊 你王叔别的本事没有 但就是有一把子力气 什么活绝对给你干得明明白白的 五十多岁的王心灵 笑着对叶辰说道 对啊 小辰 咱们这些人都是你的邻居 都是知根知底的 有什么活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打折扣的 其他人也相继说道 各位书白婶婶 你们都尽管放心 我既然承包了那么多土地 以后肯定是要请人帮忙打理的 你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我还能放着你们不请到外面去请人回来吗 那不能够的 这样 我先确定一点 你们这二十五家 我每家先请一个人来帮我做事 怎么样 反正种植的 养植的 还有其他的吧 只要你们愿意 一家一个岗位先安排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以后需要的人数 如果将来需要的多了 我再增加好吧 叶辰这也是说的心里话 找谁不是找 再说 这些都是自己家边的人 什么样的品性他 还是都了解一二的 用起来也知道轻重 哪些人适合放什么位置 对啊 小陈什么样的人 你们还不知道吗 以后他的事情 肯定也还要 你们诸位多多帮忙吧 叶连山和田惠芳他们 也在旁边帮着叶辰说道 送走了这些人 叶辰输了一口气 太热情了 有点受不了 弄好了土地的事 叶辰才想起 姐姐姐夫的事 这两天都忙糊涂了 他又赶紧联系 自己的朋友同学 还真问到了一个 有朋友在超市里面上班的 叶辰与那边沟通好了 然后说好 这两天 就让他姐姐姐夫 就过去上班 反正只是普通的岗位 又不是什么领导 倒也没有那么麻烦 叶辰又开车 到姐姐家去了一趟 将那边的情况 跟他们说了 然后将那边的电话 留给了他们 姐 姐夫 你们这两天整理一下 就过去吧 正好在省城那边 你们开车过去 我将我那边房子的 钥匙和门禁给你们 你们这段时间 就住我那边 省得你们还要租房 叶辰将钥匙和门禁 卡给了他们 行 那我们这两天弄好了 就尽快过去 叶辰说道 欣欣呢 上学去了吗 叶辰没看到小欣欣 于是问道 对啊 他也开学两天了 那你们有没有跟他说 要出去一段时间 他什么反应啊 叶辰有点好奇地问道 说过了 跟你姐夫他爸爸妈妈 说这事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 那个机灵鬼立即就问我们 是不是又要出去了 那一瞬间 看着他那有点紧张又期望的样子 还真是 叶琴说着 脸上也带有一丝笑意 哼哼 小孩子嘛 总是想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呢 叶辰也笑着说道 后来我们跟他解释了一番 说只出去很短一段时间就回来 他也就理解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到那边有什么问题 就给我打电话 说着就往屋外走去 就回去啊 在家吃晚饭吧 王超跟着出来说道 不了 回去了 家里还有事 然后叶辰开车回家了 叶辰买下的一百亩 具体怎么弄 还在思考中 反正现在还早 种植的事还不是太急于一时 等自己规划好了 再找机器 将土地先平整一遍 好好修修田间道路和田梗 倒是渔苗的事 可以先买回来了 现在天气回暖 谁也不怎么上洞了 叶辰找到舅舅田国坤 从他那里要来了订购鱼苗的联系方式 然后 叶辰按着田国坤给的联系方式 联系到了那个老板 一听是田国坤的外甥 老板立马热情地打着招呼 他跟田国坤已经合作很多年了 真的算得上老朋友了 叶辰要了两千尾的鱼苗 选的都是些比较容易养殖的鱼类 四大家鱼这些 每样都弄了一点 叶辰奉行的是佛系养鱼 粗放管理 想起来了 也许就扔一把草 想不起来 你就自己慢慢生长吧 隔了一天 叶辰订购的鱼苗就送到了 叶辰这次订的鱼 并不是那种小鱼花 而是七八两到一斤左右的 太小了 长起来太慢了 两千尾的鱼苗倒入鱼塘 顿时翻起了一阵水花 密密麻麻的鱼群 翻腾着向四周散开 很快水面就恢复了平静 毕竟这么大的鱼塘 两三千尾的小鱼 真占不了什么空间 叶辰给鱼老板付了钱 然后鱼老板就开着车子离开了 袁华哥 这个鱼塘以后也交给你来啊 回头我再在这鱼塘边上 见一排鸭舍 近几百只鸭子 到时候 香菇员和鱼塘鸭子 你都给我管起来 我再找个人来帮你 叶辰对着宋元华说道 行 没问题 到时候一定给你管好了 宋元华拍着胸脯保证道 以前他只能在家试弄些庄稼 打打零工 收入也只够生活开支的 现在给叶辰工作 一个月也能有固定的几千块钱工资 而且没有城里打工人的生活 花费成本 比到外面打工都划算得多 现在多负责一项 还能涨点工资 他当然也非常乐意的 对了 我订购的那台烘干机 很快就能到了 到时候暂时放到鱼塘后面的屋里 等我在香菇员后边建好了厂房 再将烘干机到厂房里面去 以后 你们对香菇的加工 就可以到厂房里面进行了 叶辰又到了香菇院里看了看 然后对宋元华说道 真要有个厂房 那加工起来倒是方便很多 现在都是用竹匾在外面日晒 晒干的也没好环境存放 现在每天都能产出一些香菇 叶辰把家里的竹匾 全都弄到了香菇园旁边的田里 进行香菇的晾晒 但早晚的晒收和干货的存放条件 都不是太方便 这也是我一方面的考虑 现在天气都还算好 还没什么问题 一旦进入没雨季 那才是问题 有了厂房 就可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而且 以后我们必须做到干净卫生的产品 那时候采摘加工包装 这些每个环节都要做好的 没有一个厂房 肯定是不行的 叶辰的目标是做到食材质量高 卫生达标 有品牌保证的产品系列 这个厂房 以后还可以加工其他的相关产品 作为叶辰农副产品 产出的一个加工基地 鱼苗的事情弄完 叶辰又和叶连松商量着 将他家的山给利用上 建一片的猪圈和活动场 他家那片山林的山势 也比较平缓 放养猪群也比较合适 就在叶辰家山林东边的那一条小河的对面 到时候在河上修上一道桥 两边就可以无障碍地来回了 叶辰跟叶连松签了个租赁协议 然后先赚了三年的租金给他 叶连松说免费给他用 叶辰还是坚持弄了份协议 俗话说 亲兄弟名算账 不是挣那几个钱的事 有强迫症的叶辰 还是愿意什么事都弄得干净利准 这样他心里做起事来舒服 接着 叶辰就开始找人清理山林 还是找的去年的那批人 他们都做过一次 比较的懂怎么操作了 另外 朱设不同于羊设和鸡设 不能用竹子木头茅草来盖了 在山脚的位置 叶辰找来挖鸡坪出了一块空地 然后请王顺东带着他的工程队 来帮忙建一栋朱设 材料很快拖了上来 他们也正式开工了 而田里面那头 叶辰也请了两个挖鸡 去平整土地 将落差不大的乡邻田地挖平整 尽量减少小块的土地 然后挖鸡将整个近百亩的土地 由南向北 在中间压出一条两米多一点 可供一辆车进出的路 后期将铺上水泥 修一条横向大路 连接上外面的路 方便以后的进出 然后将这片分割成两半的田地 每隔一段距离 再修一条路横向的路 形成纵横交错的道路网 既可以方便进出 也可以将田地分成一个个的小方块 方便以后的种植管理 花了一周的时间 挖鸡终于将所有的土地平整完 然后交住水泥路的施工队进场 将一条南北贯穿的大路 和连通外面的路交了起来 厂房的建设也投入行动 叶成的计划 是建1000平米 两层的钢结构厂房 跟一家厂房建造厂取得了联系 然后那边了解了大致情况户 说了他们的厂房建筑 用材 以及他们的已经建成功的厂房等 也都给叶成看了 并进行了报价 叶成又联系了几家 相互比较了一下 最后选择了一家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边也答应 再出图纸 然后运材料开建等 等到那边的人到了之后 叶成带着他们在自己选定的建厂房的地方 然后同他们一起进行测量 他们记录了一些地面数据 然后将他们的设计方向等做了阐述 叶成也说了自己的一些意见 和内部需要的功能划分 整理完毕信息 他们就说 回去尽快出图纸 出了图纸之后会先给叶成看 有不合适的地方再继续修改 等到图纸确定好后 他们就准备材料过来安装 叶成对这安排没有什么意见 然后付了一点定金给他们 然后就送他们走了 这时候 猪圈那边的工作也已经完工了 建筑队又来到了鱼塘那边 将鱼塘南边的护栏网拆掉 在鱼塘南边开始建压舍 现在那边的土地 已经被叶成承包下来了 所以再往南边才有地方建的 那边设计厂房的效率还挺高 没过两天 就将第一版设计好的厂房图 发给了叶成 各种详细的信息 也都配文字说明了 叶成看着图纸 一个个的仔细看每一块区域 总体还是挺满意的 叶成对一些考虑到实际操作中 可能不方便的地方 做了一些标注 然后又发了过去 请他们再完善一下 又过了一天 完善后的图纸又发了过来 叶成看了 非常满意 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了 于是就回复那边 可以就按着图纸准备了 然后又赚了先期的一部分资金过去 而叶成这边 也要开始准备地基了 按照图纸上的设计 厂房区域的地面被开挖出来 然后扎上钢筋阀 水电人员在钢筋阀里 穿上水电管道 随后请来的施工队 将底板交住了起来 时间就在这大施工中 来到了农历二月 阳历已经三月了 春来花开 万物复苏 叶成家后山上 去年栽种的几棵桃树 也开花了 但粉色的桃花在 春风暖阳里摇曳 三五成群的蜜蜂 嗡嗡地叫着 时不时地盯在桃花上 采着花粉 叶成难得清闲 闲来无事地走到了 这个后山坡山 欣赏着这盛开的桃花 看着那些围着桃花转的蜜蜂 想到 这些蜜蜂都是一些野蜜蜂 如果弄点人工蜂巢 放在山上各处 以后采摘点野蜂蜜 也是个不错的主意的 不过叶成是不懂 怎么养蜜蜂的 叶成跑回家找到叶连山 问他有没有会养蜜蜂的 叶连山说 他大姑父就会养蜜蜂 早年养过好多年的 这个大姑父 不是叶成自己的亲姑父 是叶成的族兄弟 他们姐弟三个 大姐叶连芝 叶成随叶明康 也叫他大姑 而他的丈夫胡文海 就是叶成他们的大姑父 叶连红是老二 叶成叫大伯 叶明康是他的大儿子 他还有个小儿子叫叶明刚 叶连奇是老小 也就是叶成的另一个小叔 他常年在江南那边 有个儿子叫叶苏 那我去问问他这养蜜蜂盖如何弄 要是简单 我就弄一点试试 叶成说着 就开着车去找他大姑父去了 叶成来到他大姑父家 胡文海今年也有六十多岁了 早年最喜欢在山里面跑 弄些草药野味之类的 所以对山林里面的事 他那是非常熟悉的 大姑爷 在家呢 叶成看到胡文海 正在屋前的地上 晒着些什么东西 哦 小陈啊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吗 胡文海抬头看到是叶成 笑着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来找你问问养蜜蜂的事 怎么 你要养蜜蜂啊 胡文海问道 我看我们家野蜜蜂还挺多的 就想问问你 怎么样 才能弄到蜂蜜来 叶成说道 你如果是要在家养蜜蜂 那就要从野外用蜂筒诱蜂 等到野蜜蜂群进了蜂筒 就罩起来 整个弄回来 然后再慢慢地蜂筒培养 如果就想弄点野外的蜂蜜 那你可以就简单地弄一些蜂筒 放到野外那些蜜蜂经常去的地方 引诱它们在蜂筒里安家 这样到了取蜜的季节 你就可以去蜂筒里采蜜了 不过这种就不一定能得到多少的蜜了 也许会有一些 也许一点没有也是可能的 胡温海分析道 那我还是选择后面那种 前面那种太麻烦了 还是后一种好 反正也就是弄着玩玩 能弄到点 那是最好的了 叶成笑着说道 那就简单了 你去找老木匠 给你做一些蜂筒 然后找到蜂群常聚集的地方放上 再在里面放上点好蜂蜜 剩下的就不需要怎么管了 人越少干预越好 胡温海给叶成支着招 那大姑父 我蜂筒做好了 你可得来帮我去找地方放啊 我又不会这些的 行啊 没问题 好了你来找我就行了 胡温海欣然同意 那谁那里会做这封筒啊 叶成问道 这种东西 那些搞装修的木匠 肯定是不会的 就咱们村下方的刘国生家就能做 他是做了几十年的老木匠了 那些老东西 咱们村也就他还会做了 胡温海说道 那我等一下就去找他看看 叶成说道 叶成又在胡温海家待了一会儿 然后出门来到了老木匠刘国生家 刘国生也有五十多岁了 是村里的老木匠 他家旁边靠着主屋建了一间一层的平房 那里面就是他的工作间了 此时他工作间的门大开 正对着公路 叶成一来到门前 就看到他在屋内正在工作 叶成走了进去 同他打了声招呼 虽然不怎么熟悉 但都是一个村的 叶成看他的面孔十分熟悉 还是小时候看到的没什么差别 到时他对叶成没什么印象了 毕竟在外面待了很多年 叶成报了父亲叶连山的名字 刘国生立马就反映过来了 农村现在就是这样 年轻一辈 真的是大多不怎么认识 但是一报父辈的名字 立马都能反映过来 那是谁谁谁家 家住哪里的 刘师傅 我来是想让你帮我做几个风筒 你看能做吗 叶成问道 是养蜜蜂的那种风筒吗 他问道 对的 就是那种 我大姑父说 你这里能做 所以我来问问 能做 当然能做 不过也有几年未做了 你要做多少 急着要吗 刘国生问道 先帮我做十个吧 急倒是没那么着急的 叶成说道 那行 回头就帮你做 现在正在帮别人 估两个活筒了 等弄好了就给你做 刘国生指了指地上 他正在做的东西 现在冬天都过完了 怎么还有人要做活筒了 叶成问道 这是一户人家嫁女用的 作为陪嫁的东西 我们这边出嫁的姑娘 嫁妆里 要这些东西的 刘国生解释道 哦 这个我知道 以前结婚的时候看到过 这些活筒 还要刷成红色的事吧 好像寓意婚后的日子 红红火火对吧 叶成问道 想不到你还知道这个啊 以前看到过 是不是还有木枣盆啊 叶成又问道 那都是以前了 木枣盆太重 现在都是 用塑料的枣盆来代替了 我还是喜欢那种木头做的 塑料的以前我上学的时候 薄薄的一层一点都不稳 还容易开裂坏掉 叶成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住校 宿舍都是用的那种塑料枣盆 但你坐在盆盐上 都可能翻得掉 搞得不好就开裂 高中三年 也不记得换了几个了 那是当然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各种木做器具 那又好用又耐用 一个器具 能用上几年十几年 用上几十年的都有 可惜现在都不愿意用了 嫌弃他们不好看了 没有那些买的各种东西漂亮 刘国生说着也叹了口气 以前都是师父带徒弟的 现在也没人愿意学了 后继无人 他想着也许等他们 这带老手艺人不在了 这一门手艺也将失传了吧 叶成看了看他的工作室里面 堆得一些成品 有各种生活器具 有木锅盖 木水桶 木赠 等等 叶成看着这些原木色 没有任何装饰打磨光镜的器具 越看越喜欢 叶成觉得自己 有点像老古董 不喜欢现在市面上那种 上了期弄出来的什么 欧式的美式的现代风的各种华美的器物 反而喜欢这种 不加任何修饰的纯实木风格 更令他欢喜 叶成想着 以后自己建的农家乐和民宿里 就全都用这种纯实木的生活用具的布置 应该会非常有特点 刘师傅 你这些东西做的都挺不错的 说不定以后 我要在你这里订购一些东西呢 叶成笑着和他说道 你尽管来 需要什么样的就跟我说 咱老传统的器物 我都能给你做出来 对这方面刘国生还是挺自信的 当然他目前还不知道 叶成说的一些东西是多少了 行 那您先帮我把这二十个风筒做起来 你看多长时间能做好 叶成问道 做风筒不用那么精细 二十个很快的 有个三四天就行了 你就过四天来拿吧 刘国生想了想说道 好 那我到时候再过来 先走了呀 叶成说着 离开了他的工作室 接下来的几日 压舍也建好了 等到了木匠师傅将风筒全部做好 叶成开车去给 拖了回来 然后 叶成请来了胡温海 跟着他去寻找合适的地方 将风筒放上去 二十个筒分散开来 是真的微乎其微的量 不注意你都发现不了 叶成想着 这时间长了 会不自己都不记得哪里放了有了 所有的养殖场都建好了 叶成特地请来了 市里的一位 处亲养殖的专家过来 给聘用过来的 十位做养殖的员工 做前期的养殖指导和培训 叶成将以前自家临时住的 那套活动房屋 他找人搬到了养殖区 那边的山林那里去了 在山脚找了个空地放上 就可以作为那些人的休息的地方 叶成请的专家名叫沈汉山 四十多岁左右 是市里专门帮助农村养殖户 指导种植养殖技术的专业人才 因为叶成这也算是回乡创业 镇里市里也都是大力支持的 所以叶成才会这么容易请过来的 叶成请他过来 指导自家这些员工两个月的时间 也好让这些人能学习一些养殖方面的知识 和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沈汉山到了之后 叶成就带他来到了安排的住宿的地方 沈专家 以后这一间房就给你住了 你看这居住的地方怎么样 还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你就跟我说 叶成将几间房里布置了下 整理出专门的一间给沈汉山住 另外几间房里 每一间都设置了两张单人床 弄得跟快捷酒店的标准间形式差不多 就是少了室内卫生间而已 这样就可以作为以后在上面饲养处勤的员工 平时休息和晚上值班夜宿的地方 已经很好了 我住的不会太长时间 随便一点就行了的 沈汉山来到房间看了看 满意的点点头说道 实在是农村条件有限 还是要审专家多包含才是 然后这边我会请一个人上来给你们烧饭的 哪里的话 你考虑得很周全了 那我们先去你的养殖场里面逛一圈吧 我也了解了解你的养殖环境 行 那我先带你去逛一圈 然后夜宸带着沈汉山 将几个场地都逛了一遍 晚上沈汉山来到夜宸家 夜连山田惠芳他们 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 第二天开始 沈汉山就开始投入工作 鸡鸭苗小猪羊羔等这些弄来之前 场地的消毒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在他的指导下 一样样地弄了起来 与此同时 夜宸出去外面一圈 订购了2000只鸡苗 300只鸭苗 100头的小猪和200头的小羊 接下来的几天 一车车的苗苗陆续到场 放到了各自的苗场里 这些小家伙 出到新地方 还都是畏畏缩缩的聚在一起 等到适应了之后 就满山的撒野狂欢了 小鸡就拍着小翅膀 啄着地上的虫子 小羊山上找着草在啃 而那小猪在那里拱着地了 小鸭子吓到水里欢快地游着 这一群的情厨弄回家 夜宸的第一番事业 也算是彻底开始了 夜宸每天都要上上下下地跑一趟 上面的几个员工 基本上两个人负责一种养殖 下面的夜宸也增加了一个人 和宋元华一起 两个人负责种植园 和那几百只鸭子 因为都是小家伙 肯定要管护得比较仔细 所以每天晚上 都有人速在那里值班 时间总是忙忙碌碌的 夜宸那个大厂房的材料 也运到了 那边公司有专门的建筑团队 进行组建 这些刚结构的材料 都是制作好 直接拼接安装就行了 所以建筑速度 也不是一般的快 每天都能看到明显的增加 秦初那边已经进入了正轨 在沈汉山的指导培训下 那一批的员工 也在很快地上手 夜宸将重心放到了 那平整好的 还尚未种上的土地上 夜宸雇请了 剩下的十几家的人 来帮他种地 二十五家人里 十个放在了养殖上面 剩下的十五家里 有几家的人 全家都出门去外面了 他们也就没必要 在夜宸家上工了 剩下的还有十二户 每家一个人 一共十二个人 夜宸将这些地 选了五母 种上了乡村 这是一种时令佳品 树头的那一小撮乡村苗 可以有多种做法 也深受城市人的喜爱 而且属于城里 不那么容易 吃到的一种菜 而且因为是时令蔬菜 能卖得上几十块钱一斤 夜宸就想着种上一些 剩下的那些地 其实他后期打算 将一些地块 细分给来乡村旅游的 有长期打算的人去租种 但现阶段还比较早 弄不到那上面去 空着也是浪费 剩下的田地 一半的面积用来种水道 一半的用来种蔬菜 玉米红薯等等吧 夜宸要求所有的蔬菜 都全程不用农药化肥 做到纯天然无污染 等到开始种的时候 夜宸才发现 忘了接水了 之前的那个小水井 也只能管到鱼塘用 搅管成了大问题 于是又请人在河流上 游进去很深的地方 在一个相对位置 比较高的地方 建了一个大的水井 然后将水管接到田里 然后在田地里 安装了不少的水龙头 和灌水装置 这就是出入农业的人的短处了 不是在犯错 就是在犯错的路上 真的像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每做成一样 夜宸感觉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夜宸在弄好这些织鱼 看到城租的田地 东边山路 有一大片的荒山 山上多是些野树杂草 好像也不是什么经济林 没有什么成才的树木 于是夜宸就想着 将这片荒山 也给承包下来 打理干净了 种上茶叶油茶什么的 也是一个不错的产业项目 夜宸找夜莲山打听了一下 这片荒山是归村集体所有 所以如果要租用的话 直接跟村集体签订租赁协议就行了 夜宸于是又找到了村里 说明了想租用那一片荒山 用来种植茶叶 主任余文生 听到夜宸想租用那一片荒山 说他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让夜宸先回去 他们村委会尽快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 夜宸也只能先回去等待消息了 隔天下午 夜莲山这个村民代表 就被叫到村里去开会了 傍晚夜莲山回到家 对夜宸说道 你的那个承包荒山的计划 今天下午村委开会讨论过了 算是通过了 主任让我告诉你 明天上午去村里 找他们商量具体的事情 行 那我明天就过去 第二天 夜宸等到村里上班的时间到了 就去到了村里 找到了余文生 余文生说 他们昨天村委和村民小组组长 村民代表一起开会研究过了 同意将那一片荒山租赁给夜宸 然后双方又详细商谈了具体的租赁价格 以及年限 用途等等 具体面积 村里都有存档 来源于国土的仪器勘测 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村里找出了存档资料 查看了一下范围界限和面积 总共是2.13公顷 也就是大概32亩 夜宸最终以每亩400元的价格 租用这片荒山 租用期限了20年 先期交付了三年的租金 38,400元 与村里签好了租赁合同后 夜宸就着手开始清理荒山了 夜宸找了以前为自己家挖地鸡的挖鸡老板 请他组织一个挖鸡和推土鸡班子 来整治这片荒山 毕竟他自己手下的一大一小两台挖鸡 明显不够用的 接下来 随着挖鸡和推土鸡 一架架地开进黄荒山 山林上的杂树杂草 被齐齐地推平 而那些杂树就此丢弃了 不免可惜 夜宸又找人将那些杂树整理出来 在尚未种上菜的一个地块里 打了石口的窑洞 将这些整理出来的杂栽 全部弄到窑里烧成炭 在地里旁边都是空旷的 防火自然没什么问题 随着荒山的不断清理 源源不断的木柴被弄到窑场 一窑窑的木炭被烧了出来 这时候 夜宸的刚购的两层厂房也正式完工了 在验收完毕后 夜宸支付了尾款 整个占地1000平方米两层的厂房 夜宸一共花了90万进去 夜宸将香菇加工的烘干机等 都移入了厂房内 而那些烧制好的木炭 暂时也存放在厂房内的角落里 夜宸通过各种途径 发布了售卖的信息 像村镇的信息群 同城消息等 很快就吸引人来选购了 因为木炭是锦窍货 而且像这种杂木树烧制出来的木炭 更是少之右手 所以根本不愁卖 之前烧制出来的 很快就卖完了 后面烧出来的 也都是初遥 就被人定走了 很多自己在外面没在家的 都委托人来帮着买 这一火热景象 一直持续到后期 才渐渐淡下来 等到夜宸的荒山整理完 他的30多亩荒山里面的木柴 烧得木炭卖了得干净 刨出了开给工人的工资 也赚了4万块钱 等同于 他赚了三年的租金了 也算是一笔意外的小财吧 山地整理好 夜宸计划将山地分成三块 一半的面积 用来种植茶树 另外一半 分别种植板栗和油茶 夜宸现阶段的目标 是将这些树之类的东西 先种下去 毕竟生长要时间 短期内肯定收益有限 但这些东西 前期投入会大一点 后期产出就比较可观了 而且这些其实都是 能控制风险的东西 只要保证成活率 基本上很难会亏本的 夜宸订购了2万多株茶苗 板栗和油茶苗 各亿千颗 这么多的苗木 自然需要不少人来种下去了 这个事情 夜宸又找到了村里 请主任余文生帮忙广播下 自己要找人种树 需要50个人 至于为什么一下子要这么多 那时到家的苗木 必须要尽快种下去 单个月酒月影响成活率 主任听到夜宸的请求 那时高兴还来不及呢 村民们都巴不得 有点活干挣些钱呢 而且种茶树这些 都不是什么种活 妇女们也都能干 接着主任就开通了村里的广播 然后说道 村民们注意了 村民们注意了 我们村的夜宸 承包了一片荒山 大家知道吧 对 就是那片挖土机 清理干净的那块荒山 现在夜宸 要雇人去帮他种树 有意愿的 就来村里找我报名啊 名额五十个 先到先得 最好一家来一个就行啊 身体好的 男女都行 这次没赶上的也不用急 夜宸说了 以后他家会经常要找人的 这次没轮上的 在我这里登记好 下次有活就先找这些人 好了 就这样 要报名的 现在就过来吧 余文声的声音 通过大喇叭 传遍了整个村 还有这好事 走走 我们赶紧去村里看看去 一个正在地里挖地的中年妇女 听到广播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跟另外一片地里的另一个妇女说道 对对 赶紧的 说是只有五十个名额 去迟了 恐怕就没了 两人说着 丢下了手中锄头 从地里跑到公路上 直接就往村委会跑去了 相似的场景 在各处上演 不多话 村委会里就涌来了不少的人了 村里的工作人员 将赶来的人逐个登记 很快的功夫 五十个人就凑齐了 后面的人都满脸的遗憾 这是坐下来 怎么也有个几百块钱的收入的 在农村地里要刨几百块钱出来 可是不容易的 一时间 各种争吵声就起来了 都想加入进去 叶晨看着这种混乱的场景 也只能站出来说下话了 外面登记的 都在柜台外面的大厅里 叶晨在柜台后面的办公区域 他找了个凳子垫脚 这样后面的人也看得见他 各位书版婶婶阿姨 大家静一下 听我说一句 叶晨站那么高 大家都看得见 听到他说话 大家渐渐静了下来 场面安静下来 大家好 我就是叶晨 也是我找大家来种树的 这次因为只有那么多的事情 人多了 谁都干不上什么活 所以这次只找五十个人 但是那些五十名之后来的 也不要着急 我这边帮你们登记上姓名电话 以后我会经常有事找人去做的 到时候再优先找你们 请大家理解下 有愿意的 可以来这边登记 叶晨说完下了凳子来 拿了纸笔到柜台上 这时 那些没赶上的人 一个个地跑过去登记信息 最后登记下了二三十个人 然后跟之前的那五十个人说好 次日早上八点开始工作 全部自己带锄头 叶晨回到了家 将情况跟叶连山他们说了 然后说道 爸 明天你就和小叔还有姑父 你们一起帮我去上山 看着点他们的工作吧 你们对怎么样种的都比较了解 你们就在那检查检查 有栽的不好的 及时指出来 行 我这就去跟你小叔说一声 然后再去找找你姑父 我们一定给你看好了 虽然不大可能出现那种敷衍了事的 但还是看着点把吻 叶连山自然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 说着就去找叶连松去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不到 山脚就聚齐了人了 叶晨指挥着大家 哪一片区域种什么 这些人里面妇女 基本上都被分配在种茶树的区域 毕竟茶苗没有板栗树 有茶树那么大 然后大家开始干活 有挖沟拢地的 有育苗的 有挖坑的 有种树的 有浇水的 各自分工 整个荒山上热闹非凡 整整三天的时间 整个一片区域所有的树苗 全部种了下去 第三天傍晚 全部工作做完 叶晨现场就给这次的干活人员 结清了工资 一个人150块钱一天的工资 50个人 三天 共支出22500块 那些干活的人 一个个拿到了工资 都是喜笑颜开 干完 活立马就能拿到钱 他们还是很少遇到的 他们手上拿着红票子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叶晨想着 是不是得专门请个财务人员了 这家里雇的人员的工资 临时请人的各项支出 还有勤处的卫食等 都要金钱往来 什么都自己干 叶晨也觉得烦了 本来只是想自己 随便弄点事情做 结果是 摊子越扑越大 每天都一堆 事情要处理 这可跟自己的初衷相背离啊 叶晨整理着自己的 暂时的各项事情 然后找家里人开了个小会 爸 小说 咱们现在养殖和种植方面 都已经算是进入正轨了 我想 你们两个一人负责一个摊子 一人负责养殖上面的 一人负责种植上面的 你们看怎么样 小辰 你叫我们做具体事情还行 这说到负责 我们这怎么知道从哪干起啊 叶连山说道 对啊 小辰 别到时候 给你越管越乱 那就糟了 叶连松也担忧地说道 这你们倒是不用太担心 主要你们就是管手下那些人 每天寻事寻事 看看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需要的 即使告诉我 没什么难事的 叶晨说道 那我就去帮你看着养殖那一摊子吧 叶连山说道 那我就种植那一块 叶连松看叶连山都说了 他也就接着说道 养殖里面 有沈专家的培训和指导 那十来个人日常的饲养 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 罢你也就是每天去饲养场 转转就行了 而种植那方面 现在蔬菜的种子 基本上都下完了 当前紧要的 就是近50亩稻田水稻的播种了 叶晨说道 对 这个是正经 再不播种 就要耽误时间了 叶连山说道 播种倒是不难 都是经验老手 不在话下 就是那几十亩田 你想过什么方式去耕呢 都是挖机压过一遍的 必须得翻一翻才好 如果用牛来耕地 好像效率不高啊 叶连松说道 这我想过了 规模化种植 还是机械效率高 我请挖机 将地找整平 就是为了方便机械化作业 我回头 将耕田机 插秧机 收割机 都订购回来 那样就全能进行 进行进行化操作了 我这两天 在悬两个聪明的 学习东西快的 和我一起 去农机站咨询下 哪里有培训农机驾驶的 去考个农机驾驶证回来 这样 他们回来就能上机了 农机有那么好学吗 还好吧 比考小车驾照容易多了 不用在路上跑 就在地里折腾 肯定很简单的 不过有理论值考试 年纪大的 估计会比较费力 要找两个念过书的 年轻一点的 这样他们学起来 应该快点 本来你袁华哥 可以算一个 他虽然没读多少书 但是这小子脑子活泛 学东西挺快的 可惜他 还要负责香菇那边 夜连山江湖的那些人 脑子里过了一遍 然后说道 我看他可以的 现在香菇那边 都是一些正常的 除草补水 和摘香菇 加工香菇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难得事情 再从其他人里面 找一个有经验的人 过去就是了 夜连山想想 他也是合适的一个人选 另外 我看你小陈叔也是可以的 他也才四十出头 上过初中 算是那么些人里 除宋元华外 年纪最小的一个 夜连松也说了一个人选 行啊 那就暂时定下他们两个 我明天去找他们谈谈 夜连松说的小陈名 叫陈大兴 是夜城相邻的一个祖上的 家也就在他们那一排的 最南边一户 四十一二岁 他家夫妻二人 有一个儿子 今年要参加高考了 他上面还有一个老父亲 七十多岁 他这个老父亲 孤寡一个人 没结过婚 他是过季给这个父亲的 现在陈大兴老婆 在县城一边陪读 一边在服装厂上着班 他以前也都是 在外面厂子里上班 但他的老父亲身体不好 他经常要从外面 到家里来回地跑 这次夜城家里招工 他想着 既能在老家就能上班 还能顺便照顾老父亲 今年就没去外面 那个厂子了 第二天 夜城分别找到了 宋元华和陈大兴 把事情跟他们说了 两人都没什么意见 夜城跟他们说 等这两天事情安排好了 就带他们过去 夜城来到了养殖区的山林 养殖场的小苗苗们 也生长了一个月了 先来到养鸡场外面 此时的那两千只小鸡 早已不是当初刚来的时候 那毛茸茸的一小团的 可爱模样了 整个的都展开了架子 散开在山林里面 散着布 尖嘴时不时地 啄一下这啄一下那 在地上找虫子吃 饲养员正在那里办饲料 都是粮食饲料 如玉米粉 麸皮 黄豆粕等等 掺杂起来的饲料 现在的小鸡唇 靠在饲养场地里 找吃的来生活 是不可能的 毕竟饲养场面积有限 而且 此时山林土地 也刚刚从荒芜到初春发芽阶段 林地里能食的东西也不多 还是需要主要靠饲料来喂养 饲养场里天然的小虫子 草叶 野菜等 暂时只能作为补充 如果等到夏天 植被都生长起来 小虫子野菜等多的话 可以考虑更多依靠天然食料 所以现在 每天还是要给吃一顿的 其他时间 就他们自己在林子里寻找吃的 夜晨又沿着围栏外面的路 往上走 行到了养羊区 小羊羔也长大了不少 夜晨养的羊 是适合本地的白山羊 适应能力强 抵抗能力强 生长速度快 繁殖率高 夜晨绕着围栏走了一圈 隐隐约约能见到白色的影子 在树林里走动 夜晨从山上下来 走过那一条 后来建起来的石板桥 来到了小河对面的养猪场 此刻沈汉山正带着两个饲养员 在说这些什么 沈专家 你在这啊 刚才去那边连个地方没看到你呢 夜晨过去打着招呼 是小叶老板啊 怎么有时间过来啊 看你最近挺忙的啊 沈汉山看到夜晨 也笑着打招呼 那边暂时算是告一段落了 明后天 我要带人出去学农机驾驶 可能要花几天时间 所以走之前再来看看 看看你们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夜晨说道 我们这边情况都挺好的 现在这些秦畜的生长情况 都非常的理想 你这片山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 太适合养殖这些秦畜了 相信这样的放养出来的 不管是鸡羊还是猪 其肉质都绝对会非常的优质的 沈汉山对夜晨这边的养殖场情况 满是称赞 希望像沈专家说的那样就好了 夜晨听了沈汉山的话 也是高兴地笑了笑 不知道我这养殖场的几位员工 现在对养殖技术学习的怎么样了 夜晨问道 都不错 其实他们都是有经验的半个专业人士 现在我只是把一些 卫生防疫的注意事项 和精识配比等一些事情 让他们了解了解 学的都挺好 那还是沈专家教的好啊 我们又不懂得 他都仔细给我们讲解 真的很负责任的 旁边的两个员工 此时也在旁边说道 我来就是干这个的 能帮到你们才是最好 沈汉山听到两个员工的夸赞 连连摆手 这上面我以后可能没那么多的时间管 我会让我父亲来 经常上来看看 沈专家 你也看着给他培训培训 还有牛大叔你们 这些事 平时还要拜托你们多尽点心啊 夜晨说道 这你放心 我肯定是能能教的 都会教的 对啊 我们你就放心吧 老李 和咱都是什么关系 绝对帮着你们 将这一摊子管好的 对了 我刚才逛了一圈 突然发现 忘记装一些监控了 这么大的山林面积 没几个监控 你们全靠双脚跑着 去查看 也太累了 我回头再给这几个养殖场 都安装上监控 这样你们方便巡视查找 晚上也不用跑出来寻业了 夜晨说道 这样是有必要的 这么大的养殖场 装监控要安全不少 有什么事情 也都能及时发现 他们也都非常的赞同 夜晨查看完 这边又到了下边的鱼塘边 看了看那些鸭子 此刻那些鸭子 在鱼塘水面上游得欢快着呢 时不时地钻到水下打个滚起来 也不知道是洗澡还是找吃的 种植园的香菇 长势还不错 一直有产出 现在这个时间 也正处在香菇 最适宜生长的温度 到夏天温度过高 如果不是在温室棚里 控制温度的那种 基本上就很难接触香菇了 夜晨又去了厂房里 宋元华正在教两个人 修理新斋的香菇 夜晨同他们打了声招呼 然后上了二楼 看了看存货的干香菇 也积攒了不少的 夜晨准备这次去市里 带其他人去学驾驶证期间 要订做一批的包装袋包装盒 另外也要注册个公司了 把三证办下来 也好开始销售了 夜晨出了厂房 又回头看了看 夜晨想着 明天需要装监控的地方还挺多呢 这个厂房也要弄上监控 还有于唐鸭社那边 夜晨回到家 开着车就去到了镇上 找到一家卖电脑的门店 老板 你这里有安装监控的业务吗 夜晨进了门店 看到柜台后面 正在组装一台电脑的一个 看着像是老板的人问道 你好 我们这里能装监控的 镇上现在有很多家 都是我给安装的呢 帅哥要安装监控吗 来 抽根烟 老板放下手中的活剂 拿出一包烟 抽了一只给夜晨 谢谢 我不抽烟 对的 我家弄了一些养殖场 想装上监控 这样安全一点 夜晨说道 那是 现在我这里安装的 有好几个 都是自家的养殖场用的 什么养鸡的养鸭的养猪的都有 老板 将烟塞回了烟盒里 跟着说道 我的养殖场还挺大的 还有一个厂房 估计要安装不少的监控的 夜晨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那现在我随你回家去看一去 然后你告诉我 需要安装的地方 我看着需要多少个点能弄起来 你看怎么样 店老板听到 这是要来一个大单的节奏 当即表示 要去帮夜晨先现场看看 夜晨开着车在前面 店老板开着车跟在后面 两人来到了山林养殖场 然后夜晨带着他 绕着养殖场转了一圈 想不到你这规模还真不小 这要是全部安装上监控 工程量还真不小 你是要就找几个 关键的地方安装上 还是要360度的 无死角监控呢 既然要装 自然要装的 大致能覆盖起来才好 夜晨说道 那行 我刚才看了一遍 大致有数了 明天我就过来给你安装 店老板说道 我下面还有一处厂房要安装 你再跟我去那边看看吧 对了 我自己家那边 你也顺便帮我安装上几个监控好了 夜晨想着 正好给自己家周围 安装上几个监控 现在农村家里 安装监控也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夜晨说着 带着他 又去了家里和厂房那边看了 店老板跟夜晨说好 第二天就开始过来安装 于是夜晨的出去学习计划又顺严了 第二天 那个老板就开着车带着另一帮忙的人过来开始安装了 那么大的范围 就是拉监控线缆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两个人花了一天的功夫 才将夜晨的需要的监控 全部安装好 全部安装好了之后 他带着夜晨测试了所有的监控 整个的种植园和养殖区 夜晨就能随时查看到了 夜晨的家里和夜莲松家的监控 也都安装起来了 安装好监控的第二天 夜晨给夜莲山夜莲松交代了些家里的事 就开着车带着宋元华和王大兴去了市里 夜晨带着他们找到了农机管理站 给他们报了名 夜晨自己闲着没事 也顺便报了个名 然后夜晨在附近租了两间房 夜晨一间 他们两个住一个标准间 然后开始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的学习生活 对夜晨这种有驾照的人来说 理论就没什么难度了 夜晨就先将理论知识考完了 然后每天除了练车的一两个小时 其他两人待在房间里 学习理论知识 夜晨则出门办事 夜晨带着资料去了工商局 提请注册了一个公司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 除了练习一下农机 夜晨就是在跑工商的路上 一周的时间 三个人顺利地考到了农机驾照 夜晨的公司也注册完成了 营业执照 税务登记证也办了下来 拿着新鲜出炉的驾照 夜晨带着两人回到了家 全新的农机也送到了家 夜晨带着两人 开始在田里熟练着机器 夜晨只是稍微体验了下 就交给他们了 接下来 他们就开始耕那几十亩的农田了 春季里来百花开 到处都是复苏的气息 夜晨也抛开了手上的事情 全部丢给了别人再管 各样事情都上了正轨 也不需要时时盯着了 夜晨没事的这段时间 就继续着他的视频制作 以前也积累了很多的素材 他每天都要编辑上传一到两个视频 都是些农村的视频小段 展示农村的秀眉景色和田园风光 蓝天白云下的菜旗 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 散发着生的气息 倒映着蓝天的水田里 农耕机在轰鸣着来回耕作 带起一阵浑浊的甜水 夜晨的粉丝用户也已经破万了 时间慢慢划过 夜晨的姐姐姐夫也从省城归来了 夜晨陪着他们到镇上 找着合适的开店位置 既要有客流 最好还能与其他两家大超市 不在一条街上 起码不能在一块 同常是冤家 在一起竞争也行 但那样少不了日常的摩擦口角吧 最后在镇上车站附近找到了一处 楼上两层楼下一层 总共三层的一处门店 一层面积大概有200平米左右吧 这已经是镇上能找到的位置 和面积最理想的一处了 租了下来之后 就是请装修队 开始了装修和个体工商户执照的办理了 装修施工也要一段的时间 有王超和夜晨他们盯着 夜晨也不用往那里跑去 营业执照也是以他们的名义去办 毕竟是他们来开的 一切都在稳步地推进着 夜晨终于难得地放松了 这天早上 吃过了早饭 太阳出生的时候 夜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直播 夜晨以前从没尝试过直播 但好在不是自己出现在镜头里 还不至于太过紧张 夜晨背着背包出了门 手机架在了一个稳定器上 他自己握着稳定器 然后夜晨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了直播 打开了直播后 夜晨开始走在路上 看着直播间的的观看人数显示零 第一次直播难免如此 还好没有露脸 不然自己给自己直播 没有一个观众 好像也挺尴尬的 想想那些大主播们 动不动几万几十万的观众 四一点的 也有大几千一万家的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吸引到那么多的人 到直播间的 都说当网红赚钱 可能也就那金字塔间的一小群人吧 那些大网红 有团队的网红 赚大钱 貌似也不是什么歧视 但夜晨相信 更多的也就是像自己的这种 小于两三只的直播人群吧 夜晨也经常刷直播 他最不懂的就是 有些什么恶搞的低俗的 往往这些里面有一些 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 而正能量的有才艺的主播粉丝 反而低的可怜 所以夜晨也有点搞不懂 那些粉丝的审美了 看着直播间的人数一个两个 慢慢的再增加 不大会儿也到了十几个了 这也得益于夜晨坚持的视频更新 吸引的已经破万的粉丝吧 大家好 我是阿诚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是我第一次开直播 接下来我会透过镜头 带着大家一起来 欣赏我美丽的家乡 喜欢的可以关注点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夜晨说着 就开始沿着公路 往云峰山的方向走去了 哎呀 关注了好久的主播了 居然开播了 必须支持一下 主播这是在哪呀 环境真好 能到速地址吗 我要奔线 看前面那座山 谁能到速那是有多高啊 怎么好像插入云里了 哇 这环境太好了吧 主播这是误入桃花园了吗 一条条留言 开始出现在屏幕上 然后看到一颗两颗三颗的小猩猩 出现在屏幕上 谢谢其啥名好呢 小书生不读书 愁你你能咋地送出的小猩猩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这里是大北流省南部的大别山区 一个田径的小山村 大家看到前面的那座 植入云霄的大山了吗 那座山叫云峰山 我们的村子 也就是以这座山的名字来命名的 名叫云峰村 叶辰看到屏幕上的出现的弹幕和小猩猩 笑了笑说道 泽泽 羡慕主播的生活啊 能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生活 呜 在上班的路上 骑着电瓶车等红绿灯 刷进你这直播间 主播好残忍 你还好是电瓶车 我开着车堵了十分钟 也没挪动了 哎 搬砖人 搬砖魂 叶辰看着屏幕上的各种评论 不禁会心一笑 可不是吗 这不就是自己曾经的样子吗 提醒在骑车和开车的人一定要注意 开车不能刷手机哦 安全第一 高高兴兴上班 快快乐乐下班 阿诚会不定期随时带大家云游乡村的 叶辰隔着屏幕出声提醒道 可别自己第一次直播 就给人带出了车祸 就不妙了 哈哈 主播化身交通主播了 本姑娘今天不上班 躺在床上就能看风景 爽呢 你是个狠人啊 这是要给自己拉仇恨啊 叶辰沿着他前面的路走着 一边看着弹幕做着解释和介绍 一边不时地移动镜头 将旁边的山河水收入近况 叶辰边向山里走去 边拍着美景 他没注意到 他右上角直播间的人气 正在逐渐增加着 十三 四十二 七十一 八十九 开播几分钟 观看人数 已经突破一百大关了 而且 屏幕上的弹幕开始增多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环境不错啊 这是一个新进来的人的发问 哎 前面那个大宝剑 好玄化啊 什么大宝剑 我怀疑你在开车哦 话题渐渐地歪了 哎呀 这什么时候进来这么多人了呀 搞得我还怪紧张的呢 新进来的家人们大家好啊 我是一名素人主播 这也是 我的第一次直播 带领大家看看我们家乡的美景啊 大家看我右手边的这条河没有 我带大家近距离观看一下我们这的河水 有多么的清澈 叶晨刚才正在介绍着路旁的一些野草和野花 注意力回到屏幕上 发现人数已经破百了 这对于第一次直播的叶晨 还真是有点不知所措呢 叶晨也学着那些主播 喊起了家人 第一次说 家人还怪怪的 想想让你在一个台下 坐着一百多人的大讲台上面演讲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吧 叶晨收拾了下心情 这时正好来到一个路旁的石阶 通道河里面的地方 于是就将镜头对到了河的方向 带着大家去看看自家家乡的河流 每条河都有每条河的特点 叶晨想给大家展示自己家的河流 那是因为 他自己都深深迷恋这条河流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河流 从上面的云峰山山溅里流出 贯穿我们整个云峰村 我们整个村的人都以这条河流为生命之水 给你们看看 清澈吧 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下的河床 叶晨来到河边蹲下身子 将手机对准到河面上 清澈的河水出现在屏幕里 我去 这谁也太清了吧 水底的鹅卵石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是太 如果不是看着主播一步步将镜头对上去 我都怀疑 这镜头下根本就没有水了 跟主播家的这条河一比 我家旁边的那条河 就是一条臭水沟了 快看 是不是有鱼刚才游过去了 好漂亮 对对 我也看见了 主播 快把镜头对着鱼 我想看鱼 叶晨看着评论 然后自己看了看河里面 找寻着鱼的身影 很快就看到了 在水里还真不是那么好找呢 于是慢慢地将镜头推上去 争取不弄出大动作 免得将鱼吓跑了 对对对 我又看到了 刚才就是这个 好漂亮的鱼 这么清的水里 居然也有鱼 看得一清二楚的 这水质真好 这么好的清水鱼 拿来做鱼汤 一定味道鲜美极了 这肯定是一位吃货 你好残忍 这么漂亮的鱼你 居然要吃了它 鱼鱼这么美 怎么可以吃鱼鱼 好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们清水河里 特有的一种野鱼 它们对水质的要求 是相当高的 我们当地人称之为 华氏板子鱼 大家知道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夜晨抛出了 一个个小小的问题 这什么奇怪的名字 能猜出来才怪了 是不是因为它 扁扁地像石头板子呢 有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看是因为这种鱼比较的滑 难以捉住 所以才这么叫的吧 是不是因为 这是一种古老的鱼 用化石来比喻它历史的久远 上面的是不是学考古的 化石都出来了 哈哈哈哈 屏幕上出现各种各样的 五花八门的答案 连化石都出来了 天马行空的想法 逗得夜晨忍不住想笑 好了 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大家有的想法 也是有点道理的 比那个说扁扁地像石头板子的 这种鱼的身子 确实跟别的鱼不一样 别的鱼侧腹多多少少 都有点圆形 这种鱼的两边鱼身却是平的 所以这么说 也好像有道理的 但其实之所以叫这种名字 是因为这种鱼的颜色 大家看到没 这鱼鱼背的颜色 跟河底的那些石头的颜色 很像对不对 甚至如果这鱼停在那里不动 我们不仔细一点看 甚至很难发现到它对不对 对耶 主播不说还没注意到 颜色真的跟河底的石头颜色很像 几乎是一模一样了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保护色啊 真的好神奇 我们河底的石头 因为常年累月的浸润在水里面 表面就形成了一层水绣 颜色变得有点青绿 摸上去非常的光滑 所以叫滑石 而这些鱼的颜色 跟这些石头的颜色非常的像 加上那板直的鱼身子 所以我们就这么称呼 它叫滑石板子了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夜晨笑着同直播间的人解释道 原来如此啊 别说还真的挺形象的 是啊 学到了 这也算是象星名字了吧 有直播间的朋友调侃道 其实这种鱼学名叫桃花鱼 是一种体型较小的鱼 但是注意这里的桃花鱼 和桃花水母可不一样 这是两种不同的生物 很多人会误将两者混为一坛 桃花鱼的外形和马口鱼 又非常的相似 而且还经常同马口鱼生活在一起 共同活动 因此很难被不懂的人认出来 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马口鱼 你们仔细看桃花鱼的身子 两侧有一条条青黑色的条纹 垂直分布在身上 这就是它区别于马口鱼最大的特征 而且这种鱼捉起来之后 在阳光照射下 身上的鳞片会反射出五彩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你们看那边那几条鱼 是不是没有那些青黑的竖桩条纹 那些就是马口鱼 你们仔细看看 就能看出来不一样了 叶晨将他的散装知识 拿出来科普了一下 真的爱 不仔细看 还真的看不出来 受教了 想不到这还是一个科普的直播啊 好了 我带大家继续往山里走 前面还有更美妙的风景 绝对能惊艳你们的眼球 大家喜欢看主播直播的点点关注哦 关注主播不迷路哦 叶晨把在别人直播间听腻了的话 居然自己就这么拿来用了 以前叶晨一直觉得 这话说的豪吐 还有后面什么主播带你上高速的叶晨 是真的说不出来了 关注主播了 下次再来看主播 我到公司了 要开始搬砖了 不然饭都没得吃了 下白白了线 好的 随时欢迎 拜拜 现在城市生活节奏快 年轻人的压力大 上班前 下班后的 都喜欢刷刷视频 看看直播 都是为了放松放松 叶晨第一次直播 也没什么经验 也没有那些好口才的主播直播 砍大山的本事 几个小时下来都不带停的 叶晨一边直播着风景 偶尔回答这些问题 渐渐的 直播间的观众跟着叶晨进入了山里 周边开阔的地形以下 变得收缩了起来 两边的大山给人隐隐的压迫感 出生的太阳 也暂时地被一边的大山挡住了 只在另一边的大山的山顶 看到那一抹阳光的照射 这是进山了吗 感觉一下子有点阴森森的了 两边的山看着想要和到一起一样 跟着主播在这两座大山中间行走 像森林奇境一样 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 我不觉得啊 感觉有点像探秘一样 像桃园名笔下的桃花园记一样 从口入 出吉霞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叶晨行了一段距离 在一位打着桃花园记 原文段子的时候 叶晨走过了那一段狭窄的路段 眼前呼的一下 豁然开朗 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真的豁然开朗啊 楼上的厉害了 这怕不是真的桃花园吧 说不定真的是呢 看那远处的山上 一簇簇的粉色 不就是桃花吗 随着夜晨的继续深入 镜头前渐渐地出现了更多的画面 那隐藏在大山间的大坝 开始出现在屏幕里 此刻一道白色的瀑布 从山间垂直落下 端底是如湿如画 哇 前面有瀑布 真的太漂亮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似银河落九天 李白成不我期啊 我有预感 下一个网红打卡地诞生了 告诉我地址 我要去打卡 这里就是我们的云峰电站了 看到那最顶上的大坝了吗 那上面就是一个小水库 如果从空中看过去 就是一幅高山出平湖的美妙奇观 现在的那一道瀑布 就是水满大坝之后 溢出来的水流卸下来形成的 瀑布下面还有一口水潭 四周是悬崖峭壁 旁边还有一个老房子 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些男主角住的地方一样 非常的有意境的 夜晨对着直播间里的观众 描绘着那边的景色 其实 夜晨对这一处如鲜如画的地方 真的情有独钟 夜晨自小 就是看着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长大的 所以心里不免的 就有那一个武侠梦 尤其是对电视里 电视里那些那主角必是隐居的地方 太有感觉了 像武林外食里 沈浪的崖下的茅草屋 靠着一根藤条上下 还有 萧十一郎里 萧十一郎的家 一个四面悬崖 崖下一条瀑布 会成一个小水潭 一座茅草屋坐落在此 夜晨每每看到这些 都心向往之 想着自己一个人 一身绝世武功 隐居在这种地方 太帅了 后来夜晨渐渐发现 这电视里的场景 不就是在自己旁边吗 真是身在宝地而不自知 哇 太厉害了 我已经有画面了 主播快快去到近处 带我们看看那滩水和茅屋啊 等不及了 会不会待会儿到了近前 茅屋的门打开 然后一身古装的帅气侠客 走出门来 对着主播来一句 请问阁下是谁 来此有何贵感 哇 想想都好激动哦 不对 应该是茅屋门自动打开 然后出来一位 仙气飘飘的白发年轻人 似是红尘折仙 对着主播说道 敢问道兄 今夕是何年 好激动 难道今天能看到仙人了吗 夜晨看着一个个 越说越夸张的 笑得合不拢嘴了 虽然他自己 也曾经这么想过 大家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好吧 我现在就带大家 一时庐山真面目 夜晨说着继续前行 然后跨过了一道桥 来到了对面 沿着对面的山崖上 开辟出的一条小道前行 这地方觉了 看着崖壁上凿出来的小道 一边是崖壁 一边是悬崖 主播可要当心了呀 直播间的人 看着夜晨 走在这崎岖的小道上 都不禁说道 谢谢大家的提醒 不过现实的路 没有大家镜头里看到的 那么恐怖的 而且旁边的悬崖 也没有那么高 下面七八米深 就是河流了 夜晨说着 又将镜头对准外面 小路外边的 崖下面的河流拍了下 好了 家人们 前面转过这个弯 就能看到里面的全貌了 夜晨说着 绕过了小道 前方的景色 也出现在了屏幕里 真的惊艳到我了 远处看和近处 看真的感觉不一样啊 好想去啊 悬崖 瀑布 水潭 人家 真的是电视里 才能看到的地方啊 我爱上了这地方了 这里就是用来 发电的水电站了 大家看看 外墙上早已斑驳 脱落的墙壁 就应该有所了解 这个房子的年龄 已经不短了 听说还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建成的 距今怎么也得有 三四十年的时间了 大家看到 房屋后面的那根 从崖壁上连接下来的 黑色管子了吗 那根管道 就是用来将水 从山间水库 引到眼前这座电站里 来带动涡轮组发电的 叶辰先是走到那一座水电站 跟前 指着斑驳的墙面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然后往后退了一点 将手机摄像头上扬 越过屋顶 看到房屋后面崖壁上的 那一根黑色的 自上而下通道屋后的管子 那么抖的崖壁 这管子 怎么弄上去的啊 对啊 那后山崖看着 就是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一样 这是人力能做到的吗 这个确确实实是完全靠着人力 一节一节弄上去的 大家看到管道下面的 那个石头基座了吗 那全是石头一块块砌出来的 从屋后一直砌到了顶部 而且基座上 胶住了一个个的水泥墩 这些钢管 就是一节节的抬上去 然后安装到水泥墩上的 大家想想就能知道 这看似小小的一个管道 当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了 叶辰来到绕道电站的后面 然后站在水管最下面的位置 将镜头沿着管道上拍 那视觉冲击太震撼了 果然啊 这看着 就像是一条通向天宫的天梯一样 无敌了 这当初做的人也太厉害了 这在当年 都是一块块的从下面垒上去的 而且大家看看这些石头 都是几十斤上百斤的大石头 这都将近四十年了 但这石头垒起来的基座 却一点都没有损毁 两边还是像墙面一样平整 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点像石头长城的感觉呢 叶辰拿着手机 对着下面的石头基座 那一块块石头垒出来的外立面 就像一堵城墙的基座一样 还真是 那些危险路段的城墙 不就是像这一样吗 我也看到过长城的影像资料 那些在在陡峭的悬崖上的城墙 我一直好奇是怎么建起来的 看到这里 我大概明白了 不得不佩服前人的任性啊 直播间的观众 也惊叹于这小小方寸之间 显现出来的大工程 以前主播我小的时候 还经常上到上面水电站的水库里去钓鱼呢 就曾经沿着这根管道爬上去过 主播上去没有路吗 为何要爬管道 这也太危险了吧 就是 这一时一个没把稳 摔下来 可就全村来吃习了 十个人一桌的那种 哈哈 自然有路 不过路上茅草长得也快啊 遇到没人看出路来的时候 与其钻着茅草路上去 还不如从这里上呢 石头上面一点草都没有 只要紧紧地 抱着这个大铁管上去 就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要是半道停下来 回头往下看的话 那恐高症患者 可能会吓到腿软的哦 叶晨看着评论笑了笑 继续说道 主播胆子真大 可我看着都害怕 主播现在要爬上去吗 好像看看上面的水库 是一番怎么样的景色呢 铜球 铜球 屏幕下面 出现了一个个根屏 家人们 我们今天先不上去了好不 我今天没带装备 就这样上去了 到了顶部 离水库还有一段路 那上面肯定都是茅草 没有刀子砍掉路出来 我是过不去的 那茅草可不是一点点 最起码都是两三米高的 长得密不透风 如果可以 叶晨也愿意带带啊 上去一趟 他也不想让第一次 看自己直播的观众失望 但没带足工具 上去也到不了地方 理解理解 主播下次再上去吧 对啊 这好危险 主播还是别爬了 谢谢大家的理解 下次我正好顺便 再带个无人机过来 给你们欣赏一下 空中俯瞰的美景 那种高山平湖的景观 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的 现在我们在崖底 多少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的美中不足了 哇 被主播说的 现在就想看了 果断关注了 主播下次开播 一定要提说一声哦 谢谢北民无海的关注 喜欢看乡村生活 和乡村美景的家人们 点点关注啊 主播会不定期 带大家云游乡村呢 夜晨 陈继夜 拉拉关注 主播你 赶紧开个粉丝群啊 到时候开播了 在群里说一声 这样才不会让粉丝错过嘛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第一次做直播 有哪位家人知道 怎么开粉丝群的 指点一下 夜晨第一次弄直播 里面的很多东西 还都不会弄 简单 我教你 你先打开 一个名叫祥哥的 打出了一行字 夜晨按着他说的操作步骤 顺利地开通了粉丝团 好了 感谢祥哥的指导 我也开通好粉丝群了 大家关注了我的 都可以加入粉丝群啊 有直播活动 我会提前在粉丝群里通知大家的 已经加入粉丝群 我也加入了 加入加一 加一 好了 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看 旁边的瀑布底部 和那个水潭吧 大家想看吗 夜晨看了看时间 自己已经直播了两个小时了 观看人数也上升到三百多人了 想看 主播快点吧 然后夜晨只看到一架大飞机 飘进了屏幕里 谢谢祥哥的大飞机 祥哥破费了 大家喜欢 我的直播就好 不用给主播刷礼物的 夜晨虽然在别人的直播间 看到过各种礼物 但他自己作为主播 收到大飞机 可还是第一次呢 还是很开心的 哇 抓到一条五世纪的大哥 阿诚赶紧抱大腿啊 哇 祥哥威武 谢谢祥哥 霸气 看看 大家开心就好 我很喜欢 你直播的内容 祥哥在评论区说道 主播赶紧给祥哥设个管理啊 这可是一个大哥哦 必须得留住了 不用给我设管理的 祥哥又在评论上 打出了一行字 行 祥哥送那么大礼物 我这也没有其他表示的 那就给你设个管理吧 夜晨又操作了一番 然后就给祥哥 设置成了一个管理 祥哥 我给你设置好了管理了哦 这时 一辆保时捷开上屏幕 接着又是一辆 两辆 三辆 谢谢祥哥的保时捷车队 太感谢了 祥哥这破费大了 夜晨看到祥哥又送出来礼物 连忙感谢道 祥哥太给力了 这哪是祥哥 这是豪哥呀 毫无人性的豪啊 上面的说的好 萌萌兔 你那么活跃 让阿晨给你也设置个管理好了 有你在这直播间 就肯定热闹 祥哥发话了 萌萌兔就是评论区 开始让夜晨给祥哥设置管理的那个 对对对 萌萌兔 一看就是个话牢 有他在 一定很热闹 还萌萌兔 说不定是像胡一飞那样的一只疯兔吧 Ad小书生不读书 你这也太损了 不过我赞同 喂 你们够了 哪有这样说人家的 人家 可是一个个漂漂亮亮 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好吧 萌萌兔又发了一条评论出来 好 今天是阿晨我第一次直播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把萌萌兔 小书生不读书 阿涛三个人 也都设置成管理啊 夜晨又选了三个人 也设置成了管理 都是在今天的直播里 比较支持夜晨的 哼 姐姐我现在 也成管理了 你们以后都是我的小弟 萌萌兔率先发了一句话 看你的名字 萌萌兔 还自称姐姐 怕不是还没成年吧 你才没成年呢 姐姐都工作一年了好吧 萌萌兔发出个生气的表情 啊 我这就也成管理了 阿涛发着一个带发懵的表情出来 感谢主播送的管理 我以后一定为主播安前马后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小书生不读书 发了一条弹幕出来 小书生应该多读书了 看你这次用的 都哪个哪啊 就是 读书是个好东西哦 小书生 夜晨看着直播间里 不断划过的评论 笑得很开心 有时候就是这样 陌生人在虚拟的世界里 反而能肆无忌惮地说着想说的话 想到了 也就说了 不会像现实世界里 逢人只说三分话 有人说 网络世界的东西太假 但有时候 夜晨却觉得 网络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 好了 我们到地方了 给你们看看我们这的水潭 还有这从崖底 向上看瀑布的感觉 夜晨将众人的话题 扯回到面前的景色上 夜晨此刻经过一段草丛出来 到了崖下的水潭边上 水潭面积不大 大带十米宽吧 水潭靠右侧的位置 有两个大的石头 石头扎根在水潭里 而突出于水面上三四米 像是两个小石山 水潭三面环山 然后一面是一条 从水潭流出的河流 这也是夜晨他们家的河的起点 夜晨站在水潭水流出的这一边 而对面是一面笔直陡峭的崖壁 即可呈垂直于水潭状 此刻上面的水流落下 击打在中间凸起的石头上 转而在空中 形成了水雾一样飘落下 甚至飞溅到夜晨 这里崖底十米开外的位置上 哇塞 这也太美了吧 看那悬崖上落下的瀑布 感觉就像要穿过屏幕 见到我身上一样 仙境一样 醉了 醉了 看到那边的那两块水潭里的大石头了吗 以前我们经常爬到那上面去 然后坐在上面 在这水潭里钓鱼 感觉超好的 夜晨以前上来钓鱼 每次上上面的电站区之前 都要在这里先钓一会儿的 主播这地方太好了 告诉我地方在哪 我忍不住要去打卡了 对对对 我也要过去看看一看 评论区出现了一个个的 要过来打卡的 当然夜晨也知道 这说得多 真正能付诸行动的 恐怕寥寥无几 主播当然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有想来的 可以后台私信一下主播 主播告诉你们怎么过来 你们过来 主播一定一尽地主之意 带你们游玩一番这乡村美景 而且说不定等你们到来的时候 这里又变了一种样子 什么意思啊 主播 别卖关子啊 直播间的人听到夜晨这样说 都掩藏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你们之前不是都猜测 有什么茅草屋 侠客 仙人之类的吗 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我决定要将这里努力地打造成 你们想象中的样子 你们说好不好啊 夜晨已经打算开发这里 以吸引游客前来了 真的吗 那这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一个 景点了吧 太牛了 拳王也就阿诚敢 如此操作了吧 真的假的 主播有那么大本事吗 我不信 信不信的没关系 大家翘首以待吧 当然 你们谁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的 都可以私信给我啊 要是你们能设计个图纸出来 那就更好了呀 我一定综合你们的建议 将这里打造成一个梦想的角落 等待你们的到来 夜晨说话的时间 脑子里早已经想好了 打算回头就跟村里商量合作一番 毕竟这些自然的风景点 是不能夜晨私自画到自己家的 由他出前 将几个有点特色的景点找出来修建打造一番 大体上保持原貌 但要让其看起来更整洁一些 更趋近于游客的期待 更方便于游客的游览 另外 夜晨也想好自己的民宿修在什么地方了 就在外面刚进来时候 进山前的位置 那里地方空旷 便于修建房屋 也能修个停车场 停放更多的来访的车辆 这个地方处于山口 在外面是一番风景 而进入山里之后 又是另一种风景 好期待主播打造好的那一天了 到时候 我一定要去看看 是啊 你的粉丝们合力打造出来的景点 想想都好激动 好了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也要返回了 大家没点关注的 再点点关注 下次主播用无人机带大家看高山平湖啊 再见了 各位 拜拜 夜晨打算结束今天的直播了 时间也到了中午了 主播再见 下次再来看你的直播哦 主播记得开播前在粉丝群里通知下哦 一定一定 好了 真的下来啊 大家再见 夜晨说着 关掉了直播 结束了 这第一次的直播之旅 夜晨对自己的第一次直播 还是比较满意的 好歹也二三百个人呢 夜晨将云台收了 放进包里 然后开始往回走 走出了两座大山 出了山口 夜晨来到了位于路口边的 那一大块空旷的地方 这里以前是一片的老屋 住着七八户人家 后来陆陆续续的都搬走了 有的在镇上买了房 有的更是搬到了市里 还有两家贫困的村里 也给集中盖了安置房 这一块的老房子 也全都已经给推平了 恢复成了耕地 只是此刻这些土地上面 已经长满了草了 本来现在种田的就不多了 那些搬出去的 离这里这么远 更不会这么远的 跑回来种那么几分地了 正好山里面的那条河流 从这块地的旁边流出 然后从前面向东面方向转弯过去 与这块地东面的山沟里 流出的一条小河相会河 然后向南流去 让这块地形成了后有山 前有河的一块绝佳地理位置 叶晨可以在这里 靠着后面的山间一排的民宿 然后前面还有很大的一块空地 可以用作停车长等 叶晨越看越满意 看了好一会儿 直到电话响起 田慧芳打电话 让他回家吃饭 他才开始又往回走了 回到家 饭菜已经上桌了 叶晨洗了洗手 然后坐到桌上 端起了饭碗吃了起来 小沉啊 你上午跑到上面干嘛去了 田慧芳问道 前段时间儿子的事情 可是干得热火朝天的 可是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事情全都交出去了 他自己反倒好像闲得很 天天无所事事地到处瞎逛 他都有点搞不懂了 我呀 今天去水电站那座直播呢 叶晨回答道 直播 什么意思啊 新闻联播的那种直播吗 你能直播什么啊 叶连山从来不关注这些东西的 在叶晨给他买智能手机之前 他用的还是老式的那种带按键的老式机呢 他说那种手机用习惯了 智能手机不会用 倒是田慧芳智能手机玩得好一点 看短视频的就下载了好几个呢 哎呀 他说的不是那种电视直播 是手机短视频上的那种直播对吧 田慧芳说道 对啊 就是那种 我开着直播 别人也通过手机进入我的直播间 然后我带着他们看风景 叶晨说道 搞这种直播干嘛 叶连山不解地问道 田慧芳也用一副疑问的眼神看着他 当然 是为了宣传咱们村子和卖货啊 你们想啊 咱们的鸡鸭猪羊 还有那蔬菜稻米 将来都要往外卖对不对 但是靠咱们 在镇子里市里的卖 那要卖到何年何月去 而且 咱们的东西 都是按照纯天然的方式 养殖种植出来的 按普通的价格 卖那就太亏本了 而卖高了价 咱们市里的购买力 又太低了点 要放在外面的市场对吧 那我又不能一个一个市场的去跑 且不说效率不高 也不一定能跑下来多少中间商 价格还会被压得很低 现在有这种直播的方式 将咱们的产品的真实情况 展现给外面的人 他们到时候 可以直接跟咱们下单 咱们只要发快递就行了 不用出门 就能把东西卖出去了 而且待他们看看美景 说不定就能吸引一些人来 咱们这来游玩 我这不正想办个民宿吗 这就是个吸引游客 前来的很好的方式啊 叶晨说了一大堆 那你这靠谱吗 就一天到晚 拿个手机到处逛 就能把东西卖出去 叶连山摆明了 有点不大相信 当然靠谱的 不信你们就等等看嘛 叶晨相信 等到了那一天他们才会懂 现在怎么说 也没什么效果的 不过叶晨也理解 换到三年前 有人跟叶晨这么说 叶晨也不会相信 有这么容易的事的 但社会的发展 真的是太快了 快到叶晨 这也算是卖人好几步了 现在直播带货之类的市场 早已成熟了 新人想出头 已经没有前两年那么容易了 但叶晨也有他的优势 他有资本 这就让他能将自己的产业 做成一定的规模 有正规的企业 售卖的产品 也就比较让人放心 来购买 实在不行 他也可以买一点流量 增加一些曝光度 这都是一些小家庭 所做不到的一点 对了 不知道姐夫的超市 现在装修的怎么样了 叶晨问道 自从店铺盘下来之后 叶晨只是跟他们商讨了 店铺怎样装修 之后他也一直也没有去看过了 我和你妈昨天下午去镇上的时候 还顺便到店面里去看了 装修队的人正在忙着装修呢 现在墙面都已经粉刷好了 正在弄地板 叶连山说道 那应该也快了 其实主要的都是后期的装饰 和进货这些比较费心思的 我过两天再去看看 你那水稻也要开始种下去了吧 圆华和大兴 已经将所有的水田都翻根好了 那倒秧也差不多可以移栽到田里了 叶连山接着又说道 嗯 不过有插秧机 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工的 速度也快 耽误不了时间的 几十亩的田地 如果都用人力来插 那起码也要几十个人一天的时间 吃过了午饭 叶晨睡了个午觉 这春困秋乏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总之 这一年到头 就没有不困的时候 一觉睡醒 叶晨洗了八脸 然后信不来到了田里 此时的田野上 蔬菜也还没长起来 水田里更是一片汪洋 整个田野上看似去空荡荡的一片 但又仿佛充满了生机 叶晨来到下秧的地方 此时的秧田里 秧苗长是喜人 都有十几公分高了 拥挤的一片 如果不一叉 恐怕养分都不够他们生长了 他找到了宋元华和陈大兴 他们正在清理着耕田机 这些机器 现在就是他们的劳作的工具了 自然是比较的爱护 这刚耕完了田 就开到了工厂前的空地上 拿着水管冲洗起来 元华哥 大兴说 现在田三更好了 要开始下秧了呀 叶晨来到了他们身边 看着他们在那冲洗机器 是啊 我们正准备找你说这事呢 天已经全部更完了 也全都爬平了 明天就可以开始了 不过 你得从蔬菜那边 找抽几个人出来 帮忙起秧苗的 宋元华说道 好啊 这是肯定的 不过这是我爸管的 回头就让他抽几个人 给你这边帮忙 对了 现在香菇这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 叶晨又向宋元华问道 自从你让我学这些农机之后 那香菇那边的事 就交给傅明书和德强了 现在他们两人 兼顾着香菇 和那边的几百只鸭子 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厂房里还有 青梅菇和刘芳 在加工采摘下来的香菇 宋元华介绍道 那行 我到厂房里去看看 你们明天就开始 用那插秧机 开始插秧吧 你们操作过了吗 叶晨问道 放心 我和元华 都已经熟悉了机器了 也按照说明书 练习操作了 没有问题的 陈大兴说道 这样就好 叶晨说着 走进了厂房里 厂房里面 此刻两个女人 正在那里清理香菇 空旷的厂房里 此刻 只有香菇一样 在加工 所以显得 还挺空旷的 梅姨 方姐 最近怎么样 都会了吗 华青梅 和王复明 是夫妻 而洪德强和刘芳 也是夫妻 正好两对夫妻 男的在外面 种植园里工作 女的 就在厂房里工作 相互搭配 小陈来了 我们现在都上手了 所有的该怎么操作元华 都已经教会我们 没有问题的 刘芳说道 嗯 现在干香菇 大概有多少存货了呀 叶晨也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的量了 现在应该没有千斤 也有八九百斤了吧 每天傅明书 和德强他们 大概都能摘个 一百斤左右的 鲜香菇上来 差不多制干后 能有个十五斤左右 刘芳想了一下 然后说道 那也还不错了 才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叶晨点点头说道 也就这几个月 结的比较多 到夏天来到的时候 恐怕产量 就会锐减的 那是自然 没办法的是 除非给弄个大棚 搞个恒温的 不过那也太麻烦了 投入也不小 莫必要 叶晨也不想 花太大的成本 去弄大棚 叶晨又上到二楼库房 去看了看 加工好的香菇 然后叶晨考虑着 已经有这么多的库存 可以考虑弄个商标 然后再找场设计 定制包装了 叶晨回到家 开始在网上搜索 商标注册的相关信息 他发现 个人去申请 还挺麻烦的 注册商标的流程 比较繁琐 和专业程度较高 个人在不了解 如何注册的情况下 容易被驳回申请 费时费力不说 花费的费用也较高 还不如找一个专业的 商标注册代理机构 全权委托 给商标注册代理机构 只需要支付代理费 而且代理费 好像也不是很高 提供好材料 剩下的 就交给代理机构就行了 叶晨打算注册的 商标名称 就叫云丰山 而logo图像 就以家乡的云丰山 为设计原型 这当然 也是叶晨不愿意 废脑细胞 才想出来这么个名字 叶晨回到家 在网上找了一家 口碑比较好的 商标设计的公司 然后将自己的想法 和诉求说了 并将自己拍的 云丰山的照片 各角度地发了几张 过去给他们参考 两边商业好了价格 然后叶晨在网站上下了单 接下来就是等 对方发过来出稿了 至于包装袋 包装盒之类的 就要等 商标注册好了 再来弄了 闲下来的叶晨 拿起了手机 习惯性地打开逗音 准备刷会短视频 发现后台有人私信 给他了 叶晨打开了私信 是上午直播时候 打赏的大哥翔哥发过来的 问叶晨的地址在哪里 他正好有时间 想过来叶晨这边玩玩 叶晨心想着大哥 还真是个大哥呀 说来就要来 叶晨看了看时间 是中午发的 那时候叶晨正在睡午觉 下午又跑到地里面去了 就一直也没看 于是 叶晨赶紧回了个信息 把自己的具体地址 和联系方式 发了过去 让他可以直接联系自己 然后叶晨等了一会儿 那边也没回私信 可能是不在线吧 叶晨也就没注意了 又刷了一会儿短视频 然后想到自己上午拍的视频 又找出上午的视频 然后只做了个短视频 发到了抖音上 晚上八点多 叶晨收到了祥哥的私信 说加了他的微讯 叫他接收一下 叶晨打开微讯 有一个名为祥哥的发来的申请 叶晨通过了 然后 叶晨和祥哥 在微讯上聊了一会儿 那边说 明天就过来 叶晨自然没什么不同意的 让他 直接导航到村委会的位置 这是他能导航到 离叶晨家最近的位置了 让他到了村委会那里 随便打听下 就能知道 叶晨家怎么走了 叶晨这边挂了电话 想着明天 怎么也得好好接待一下 毕竟这是自己的第一位 来玩的粉丝 爸 妈 明天我一朋友来 咱家这边来玩 咱们要招待一下 叶晨对叶连山 和田慧芳说道 你什么朋友啊 叶连山疑惑地问道 就是直播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想到 咱们这里来玩一玩 看看 咱们农村的风景 尝尝农家菜 叶晨解释道 哪里人啊 还要到我们这大山里来玩 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叶连山不理解了 你自己习惯了这大山的一切 当然觉得无所谓了 但放到城里人身上 那就是稀奇啊 他们见得少吗 人就是这样 自己习惯的东西 怎么都不会发现其价值所在 既然人家来了 那你就好好招待人家 可别让人说 我们招呼不周的 叶连山说道 晓得呢 第二天 叶晨一早去到了田里 水田里 插秧机已经在工作了 田梗上来回的是忙碌的人影 将御秧田里一盘盘的秧苗 搬到插秧机上 叶晨来到了田梗上 看着田里更做的插秧机 叶连山此刻也站在那里 速度还挺快的嘛 这台机子 号称是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呢 这样 咱们家的这些田一天下来就能插完了 叶晨说道 现在的机械真是没得说啊 速度太快了 你看这早上才多大会儿的功夫 这都插好一两亩了 叶连山看着眼前的机械 忍不住地感慨道 以前都是人工插秧 家里的几亩地 也要一群人一起插一天才能插好 现在这速度 估计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能插好 那是 这还是首幅的插秧机 一天能插三四十亩 还有那种自动的乘坐式的 一天能插六十到八十亩呢 不过咱家暂时没那么多的地 用不上的 叶晨说道 叶晨站在那看了一会儿 没自己什么事 他在想到 用什么来招待翔哥呢 现在家里养的勤处是多 可也没有一个长成的 也不能用来艳客啊 有了 自家的鱼塘里的鱼大一点的 也应该有三四斤了 去买个鱼竿回来 钓几条鱼上来 叶晨想着 就赶紧往家走 叶晨这好多年不在家 家里也没有钓鱼竿 还得去镇上买 叶晨来到家 然后拿了钥匙 开车去了镇上 找到一家专门卖鱼具的 走了进去 只见不大的一间店面里 陈列着各种长的短的各色鱼竿 叶晨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了 不知道该怎么选 这比起自己曾经的一根竹竿 就去钓鱼 实在是复杂太多了 店里没看到人 叶晨叫了一声 然后后面出来一个大胖子 胖子老板看到叶晨 笑意盈盈地说道 帅哥 来看鱼竿啊 要什么样的 我拿给你看啊 我也是第一次买 不清楚什么样的鱼竿好啊 鱼竿有粗有细 有长有短 钓的鱼的种类也不一样 夜沉一头猛 那看你要钓什么样的鱼 在什么地方钓了 就在自家的鱼塘里 钓的也就是连鱼胖头这些了 那就是钓连拥了 这个就用不上巨物干了 一般的轻量大物干就行了 这款6.3米的 重量轻 钓连拥最合适不过了 钓个二三十斤的一点问题没有 胖老板拿了一根鱼竿下来说道 行 那就来一根 老板你再给我配上鱼线鱼钩那些东西 再来包鱼饵料吧 然后胖老板又给拿了配件 配了饵料 夜沉付了钱 然后上车回家 夜沉开着车来到了鱼塘外面 拿着东西下了车 往鱼塘走去 从鱼塘后面的屋里 找了个塑料盆和一个小板凳 然后来到鱼塘躺杆上 夜沉绑好了鱼线鱼钩 然后将饵料倒到盆里 下到鱼塘边接了点水 将饵料揉成了团 夜沉坐到小板凳上 然后捏了点料 将钩抛到了鱼塘里 去年的鱼放进去 也有三个月了 应该长大了不少了吧 夜沉想着 坐着等了几分钟 鱼飘有盈盈扯动 很快又归于沉寂 夜沉提起鱼杆 抓到鱼钩看了看 鱼饵料都没了 夜沉又重新捏了点饵料上去 然后再次抛了出去 这次没多一会儿 就有动静了 浮飘微微上浮 然后猛地下沉 夜沉能感觉到 鱼杆被拖拽 立马拉起 一条鱼上垢了 夜沉将鱼钓到岸上 是一条胖头 看起来也有个三四斤重的吧 夜沉将鱼从鱼钩上拖下 然后扔到了鱼壶里 重新上饵料 抛到了鱼塘里 钓了两个小时 夜沉一共钓到了五尾鱼 然后就结束了锤钓了 收拾东西回到家 将鱼放到了院子里的水池里 放了一点自来水养着 下午吃过了午饭 夜沉又来到田里 看插秧的情况 这时接到了翔哥的电话 说到了夜沉说的云峰村委会了 夜沉让他一直沿着公路往上开 夜沉他在家门口等他 夜沉说着就开始往家里走去 刚到家门口 夜沉就看到一辆黑色的SUV 从远处开了过来 夜沉招了招手 那辆SUV就开到了夜沉家这边 驾驶位的窗户降了下来 路出里面驾驶座上 一位大概四十岁左右 富泰净显的一位男士 应该就是那个翔哥刘国祥了 夜沉在微讯上和他聊天的时候 知道的他的名字叫刘国祥 你好 你就是阿诚吗 那人开口问道 对 你就是翔哥吧 欢迎你啊 夜沉笑着打招呼 终于是到了 你这边还真不好找啊 刘国祥笑迷迷地说道 哼 是有点偏僻 将车子先停到边上 我带你先进家里歇息一下 夜沉说道 别急 我这次可不是一个人来的 然后在夜沉的好奇的眼光里 后排的车门打开 先是下来了一个 看起来有十三四岁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好奇地打亮着周围一圈 然后对车里面喊道 妈 快下来啊 知道了 接着一个穿着一身休闲装的女士下了车 看起来风韵犹存 一看就知道 年轻时是很漂亮的那种 阿诚 我给你介绍下 这两位是我的妻子王若晴 和女儿刘思妍 刘国祥给彼此介绍了一下 嫂子好 小美女你好 我叫夜沉 你和翔哥 叫我阿诚 小陈都行 夜沉笑着 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陈哥哥好 想不到你还挺帅的吗 刘思妍笑嘻嘻地说道 阿诚你好 叫我秦姐就好了 这次打扰你了 王若晴微微欠身 温和地说道 思妍 怎么叫的呢 要叫叔叔 刘国祥将车 靠着夜沉家的院墙边停好 然后下了车 听到女儿的话 走过来在旁边 假装愈怒地说道 凭什么嘛 陈哥哥看起来那么年轻 怎么能让人家叫他叔叔呢 那不是把他叫老了吗 小姑娘刘思妍 古灵精怪地说道 哼哼 翔哥 他想怎么样叫都行 咱们个论个的 夜沉笑了笑说道 这丫头啊 就是给光坏了 总是没大没小的 让阿诚你见笑了 王若晴略带歉意地说了声 哎呀 小孩子嘛 可不就是这样 我的小外甥女也这样 挺好的 来 我们先进屋吧 夜沉说着 略微欠了欠身 让出身后的大门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好的 那我们就来参观参观你家了 这外面看着你家的小别墅 就很漂亮 你把带的东西拿出来啊 王若晴对着刘国祥说了声 哦 对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刘国祥抬手拍了下脑门 然后打开后备箱 从后备箱里 拿了两个礼盒出来 来 阿诚 第一次到你家 也不好空着手 就随便给你带了点东西 刘国祥说着 就将手上的礼盒 递给夜沉 翔哥 这怎么好意思啊 哪能让你这客人 第一次上门就带东西的 这多不好意思啊 夜沉看刘国祥一直举着 只好双手接了过来 苦笑着说道 初次登门 这就当是 我给叔叔阿姨的礼物了 刘国祥好爽地笑着说道 那我们进去吧 嫂子 思言 请进 家里简陋 不要嫌弃哦 夜沉说着 领着三人进了院子 阿诚 你这小院子 打理得太好了 很精致嘛 你这要都算简陋 那什么样的 才能叫不简陋啊 刘国祥进了院子 看到里面的布置 很是惊艳了一下 就是啊 陈哥哥 你这院子设计得真好看 妈 你快过来看 这里有个鱼池 那里还有鱼在游呢 刘思言蹦蹦跳跳地 在院子里逛着 然后来到了鱼池边 趴在护栏上 看着鱼池里面的鱼 还把王若勤也叫了过去一起看 妈 妈 家里来客人了 夜沉朝着屋里喊道 哎 来了 里面传来田惠芳的应答声 然后只见田惠芳 从后面来到了前院 看到院子里的三人 然后操着不那么普通的普通话 热情地对三人说道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家里做客呀 来 快进屋里做 阿姨 我们过来 这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王若勤上前笑着说道 你看你这说的是哪里话 你们能过来 那是看得起小陈 看得起咱们这个小山村 怎么能说是打扰呢 田惠芳听着王若勤礼貌的话 更是连连白手 笑着说道 想得 请姐 你们先坐 我给你们泡茶去 夜沉说着 将手上的东西 拿进客厅后面田惠芳的屋里放好 然后从后面的餐厅里面 拿了一瓶热水到客厅来 从柜子里拿出来两个杯子 放到茶几上 思妍 你喝不喝茶呀 还是要喝饮料或者牛奶 夜沉看着刘思妍问道 我也要喝茶 好 给你也泡一杯 夜沉将三个杯子里 分别放上茶叶 用热水烫洗了一遍 然后加入热水 将杯子推到他们面前 来 想得 请姐 尝尝我们这农村的茶叶怎么样 这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茶山上摘的 今年刚出来的头道茶叶炒出来的新茶 夜沉跟他们介绍道 夜沉家的老茶参 还有两三亩的茶叶 前不久刚摘了头道茶 不是太多 在村里茶厂炒了十来斤的干茶 农村里来说 这头道茶是最好的一批茶叶了 哦 那可得品尝下 我和你请姐 平时没事就喜欢品品茶 刘国祥笑着说道 你们不要嫌弃才好 你们在外面都适合的好茶叶 我们这项下茶叶 还不知道你们喝不喝的的习惯呢 田惠芳在旁边说道 阿姨过谦了 谁说农村的东西 就一定比城里的差了 没看见现在的农村的东西 才吃香吗 刘国祥说道 阿姨 我们家在外面开了几个饭店 也卖一些农村的特产做的菜 那些农村的特产菜 是最受食客们的喜欢了 王若晴在旁边同田惠芳说道 你们也这么说啊 我家小陈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所以去年才辞了职回家 转专门弄些什么土特产的 我们也搞不懂这些 到底能不能行呢 田惠芳听到他们家是开饭店 还卖的 就是叶晨跟他们说的特产 他心里想 难道自家这些东西 真的在城里那么吃香吗 翔哥是开饭店的啊 那一定开的规模不小吧 夜车 你也是才知道 刘国祥是开饭店的 还好还好 在魔度那边和航城那边 有几家饭店 这不这次正好在你们 W省的省城开了一家 正在装修阶段 这次本来是准备过来看看进度的 昨天正好看到了你直播 又知道你也是在W省 正好孩子放假 就带他们娘俩一起过来了 上午去店里面看了 然后就带着他们 直奔你家来了 刘国祥说道 那你们这一趟 还真是紧赶慢赶了呀 竟是在路上跑 是啊 这不是你翔哥 他等不及要来你这边吗 王若勤笑了笑说道 这就叫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翔哥还是个很浪漫失意的人啊 夜城倒是挺佩服刘国祥这种 说做就做 绝不拖延的精神的 要是哥夜城自己 就算要去一个地方 也会规划准备个一两天的 还是阿晨懂我啊 刘国祥哈哈笑了两声说道 来 翔哥 请见 喝茶 现在喝水温应该正好 这么会儿的时间 茶杯里的茶的温度 也应该差不多了 夜城示意他们 尝尝自己的茶 这茶叶看起来 外形应该是彩子嫩芽 一芽一叶 形状四件 汤色碧绿 闻起来有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气 提神醒脑 真的是一款不错的茶 王若勤手里端起了玻璃杯 仔细看着杯子里的茶叶 然后放到鼻子前问了问 颇为赞赏地说道 嗯 这茶喝起来 味道真不错 茶味浓淡香移 出肠略带苦味 而回味四甜 这泡茶的水也好 有一股山泉水的甜味 跟这茶相得一张 端的是沁人心脾啊 刘国祥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后 品味了一番说道 想哥和亲姐 真是喝茶的行家 一番话 就像咱们这茶的特点说得七七八八了 佩服佩服 夜城敬佩地说道 还好吧 不过这茶喝起来真的不错 刘国祥品了几口 对这茶的味道是十分的欣赏 喜欢喝回头走的时候 就带点回去 夜城说道 爸 妈 咱们出去逛逛吧 刘思妍坐了一会儿 就感觉到无聊了 那我带你们去田野上看看怎么样 那边我家今天正在插秧呢 你们应该没见过吧 夜城提议道 刘国祥他们没什么意见 然后夜城就带着三人出了家门 走着去了田里 一行人走到了水田 此时几十亩的水田 已经大部分都插上了秧苗 田水归于平静 田里的青绿色秧苗 亭亭玉立 倒映着天空的颜色 以碧蓝为背景 微风青阳 秧苗随风摆动 阿晨 这一大片的水田都是你家的吗 刘国祥看着眼前的 连在一起的大片水田 闻着空气中的一丝泥土气息 有些惊讶地问道 我自己家肯定没有这么大的农田的 都是从各家各户手里面租过来的 从那下面一直到上面 都被我租过来了 然后我将这些地重新整理过 今年也是第一次种 这么大的面积 叶辰伸手指了指自己大概的范围 这也很是不小的地方了 这样说 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一片菜地 也是你的了 之前在你家听你妈说道 你回家弄些什么土特产的 就是这些吗 刘国祥顺着叶辰手指的位置 前后看了看 恍然地说道 对的啊 就是弄些小东西 倒叫你们见笑了 叶辰憨憨地笑了笑 怎么会 叶老弟你这规模已经很不错了 之前看你直播 还以为你就是个户外主播呢 现在看来你还是个大庄园主吗 刘国祥爽朗地笑着调侃道 想个真是会笑话人了 咱们这哪算得上什么庄园主啊 就是多种了一点地霸了 咱现在就是做做尝试 也都是在佛系种植 不求有多高的产量 就是弄些纯绿色污染的蔬菜稻米 都是靠天收的 来人能收多少 还是个未知数呢 叶辰笑着说道 真的是纯绿色蔬菜吗 刘国祥干的就是餐饮 所以一听是绿色蔬菜 就更加感兴趣了 要知道他们 开餐饮的 深知食材的重要性 尤其是现在的社会 人们对健康食材的需求 更是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像他开的 还是档次比较高的那种 对食材的要求就更高了 他也常常发愁 何处寻找到高质量的食材呢 那还能有假 我这几十亩的蔬菜 全都是湿的农家肥 而且不打任何的农药 那几十亩的 水稻我也是不会打药的 做到绝对的纯绿色 叶辰说到这点 还是有点小骄傲的 如果真是如此 那老哥 我可真要翘首以待了 我在你们省的那家饭店 即将开业了 主打的 就是绿色高档系列 正愁找不到好的食材呢 如果你这里的食材质量 能做到保证 老哥我就在你这里预定一批了 刘国祥这话 倒不是他临时起义说的 在W省省城的酒店即将开业 他也想将酒店 以绿色食材 作为中心卖点 所以 也有在寻找合适的供应商 但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现在很多的号称 纯绿色的菜笼 为了产量 多少还是会过线的 这一次突然的兴起 过来的小山村里玩玩 没想到就一下子遇到了好事了 如果翔哥真的有那个意思 那真是在提携小弟了 我也正准备开始找销路了呢 毕竟蔬菜长得快 估计再有个一个多月就能上市了 叶晨听说 翔哥想预定一批蔬菜 那也是喜出望外了 没想到 一次直播就招来了一个潜在的大客户 这要是谈成了 那销路上就轻松多了 像他们这些出入行的 寻找销路是最难的 你想跟我当然说话算话了 只要你的菜质量跟得上 我就在你家定了 刘国祥好爽地说道 我看阿诚家的菜 质量绝对优质 看看你们这的优美的自然环境 没有任何的污染 还有这田间地头的水 看起来都那么的清亮 真正的是山清水秀 种出来的菜自然差不了的 王若晴看着眼前的田园美景和山色 出口说道 我们家的山水这块 倒真的是其他地方少有的 我这田里和菜地浇的水 全部是我自上面的深山的河里面 接过来的 绝对没有任何的污染 晚上让你们尝尝我家的小菜园里的菜 你们尝了就能知道 我是不是夸大气词了 叶辰对自己家的菜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他自己也在外面待了很多年 各个地方的菜也尝过不少 都没有自家种出来的菜吃起来香 这才是叶辰有自信 在家里开始种绿色蔬菜的一个底气 现在我有点期待今天的晚饭了 刘国祥笑着说道 这时叶连山从田里面上到了路上 向着叶辰这边走了过来 爸 给你介绍下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祥哥 这是他的妻子和女儿 祥哥 这位是我父亲 叶辰给他们介绍了下 你们好啊 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玩 有什么需要的 就跟小陈说 别客气啊 叶连山热情地 给你刘国祥他们说道 您太客气了 我们就是想来尝试一下农村生活 你们太客气 我们倒是不自在了 刘国祥笑着说道 那还是让小陈陪你们逛逛 我那边还有点事 就先过去了 叶连山一直在那边忙着 看到叶辰带着客人过来 才想着过来打声招呼 您先忙正式要紧 爸 还有多少甜没插好啊 叶辰问道 快了 再有个把小时 就差不多全都能插完了 那你先过去吧 我再带着祥哥 去其他地方转转 叶辰说着 又带着刘国祥他们 去参观了他的香菇园和厂房等 看到了叶辰的段木香菇后 他发现品质非常的好 于是当即表示 要带走一批 先送到他的旗下酒店 先试试市场 叶辰自然乐意至极了 晚上 田惠芳和王素梅二人一起 给刘国祥他们 准备了一桌丰盛 又有农家特色的饭菜 来 祥哥 请柬 还有思言 大家坐 今天让你们尝尝我们的农家菜 看看合不合你们的胃口 叶辰带着三人来到桌子上坐下 加上叶辰一家三人 和叶连松家两人 正好八个人 四方捉一方八个 刘国祥王若晴 被安排在右边席 爷俩山田惠芳坐左边 叶连松王素梅坐上横 叶辰带着刘思言坐下手 叶辰开了一瓶酒 给刘国祥针上 又给王若晴刘思言他们 准备了饮料 来 咱们先端起杯 欢迎祥哥和秦姐思言的到来 叶辰举起了酒杯 然后发表了一下欢迎词 叶连山他们 也跟着端起了酒杯 请今天的客人 叔叔阿姨 还有小晨 一家三口 这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感谢你们的热情招待 刘国祥连忙起身 端起了酒杯说道 我们乡下人不说那些客气话 只要你们喜欢 以后可以常来 好酒好菜没有 家常便饭的 只要你们不嫌弃 肯定管够的 叶连山也笑容满面地说道 以后肯定常来 叔叔阿姨 你们当我们是阿诚的哥哥姐姐 对待就好 太热情了 我们可是不敢来的啊 刘国祥说着 爽朗地笑起来了 好好好 那我们碰一个 祝你们在这玩得愉快 于是大家将酒杯碰了一下 一人喝了一口 来 坐下吃饭吧 这都是些家常菜 你们不要嫌弃 随便吃啊 田慧芳说着一番客气的话 示意他们吃菜 嗯 这些菜看着就有食欲 这有的 我们认识 有的还真看不太清楚是什么 阿诚你给我们先介绍介绍呗 刘国祥也算是台面上的人了 但这桌上有的菜 他还真的一下子认不出来 主要是农村的菜做的 一般不讲究卖相 你不尝味道 有的还真难以从外表看出来是什么了 好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首先这个奶白色的是鱼头汤 这鱼是我昨天特地 从自家鱼塘钓的 跟野生一样的生长方式 肉质嫩滑而不腥 只放简单的油和盐 味道就一个字 先 这一个砂锅里的是红烧肉 是农家过年自己杀的土猪肉 味道鲜美 吃起来香而不腻 还有这一道菜 是自家田泥里挖出来的泥丘 用自家的辣椒酱蒸出来的 非常的下饭 其他的就没什么特别的介绍了 这几个蔬菜 都是自己菜园采摘的新鲜的 还有这个香春炒鸡蛋 估计你们不大会认识 这是香春树今年刚接出来的嫩芽 味道也不错 不过有的人就不喜欢吃 来都尝尝吧 叶辰逐个都介绍了一遍 这个香春 可不是叶辰今年栽下去的那些 那些树今年是吃不得到了 虽然苗头也结了一点 但刚栽种下去头一年 还是不摘得好 不然容易影响生长 这些香春苗 是叶辰家自家小菜园 以前种的几棵 少说也有十几二十年的树林了 现在正好是香春发芽的季节 将每个枝头上那一撮嫩苗摘下来 过水之后用鸡蛋炒出来 非常的鲜香可口 刘国祥他们逐个尝过 更是对这些农家菜赞不绝口 晚上吃过了晚饭 刘国祥抱怨说吃的太多了 肚子都吃成了 叶辰就领着他们出了门 在夜里农村的路上逛了起来 还是你们农村的晚上好啊 一点都听不到 什么汽车的嘈杂声和各种噪音 不像我们城里 待在家里都不能避免 刘国祥走在乡村的街道上 感受着这城市里绝对没有的安静 深有感触的书说道 是啊 能听见河里的水流声 还有对面田里传来的青蛙的叫声 就很贴近自然 感觉很舒服 整个人都特别放松 王若勤回头说道 他牵着女儿刘思妍的手 两个人在前面走着 农村就这点好 比较养人 但也有诸多不便的 只能说城里有城里的好 农村有农村的好吧 叶晨说道 你怎么想到 从城里下决心回家来种地的呢 这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吧 刘国祥问道 其实吧 在城里多年的打工生活 有点身心俱疲 说的严重点 就是煎熬的感觉 反而是回到农村 人整个的都轻松了 也许城市真的不适合我吧 索性就在老家待下来了 这样也挺好 田园生活 有事没事上山下河的 也不用朝九晚五 不用每天被闹钟从床上叫起来 闲来种几亩地 养一些鸡鸭猪羊的 能吃上一些天然的菜 顺便这还能帮乡亲们增加一点收入 我感觉这种生活还挺好的 是不是有点没志气啊 叶晨虽然同刘国祥认识时间很短 但感觉和他还是很聊得来的 不免也就说了些心里话 这怎么能叫没志气呢 现在的社会也不像以前 并不一定待在农村就没有发展 我就觉得你这样挺好的 我这是外面一大摊子的事业 没办法丢掉 下面那么多人靠我吃饭呢 不然我都想带着一家老小 找个农村生活了 刘国祥倒是挺理解叶晨的 虽说自己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连带着的也是责任和烦恼 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 是啊 你祥哥可没你活得舒心呢 一天天的各种事多着呢 王若晴也深有感触地说道 就是经常要出去应酬 答应陪我出来玩 多延迟好多次了 今天才带我到成哥哥你这里来 思妍在前面颇有怨气地说道 哼哼 你爸要是不忙着赚钱 哪有你这优越的生活条件呢 你要多理解一下你爸 叶晨同刘思妍说道 我也知道啊 我不是也怕他应酬太多 对身体不好吗 刘思妍颇有点小大人的样子 低着头说道 原来我们的思妍 还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啊 叶晨笑了笑说道 刘国祥看着前面的低着头 走路的嘶言 颇为欣慰地笑了 有什么能比有一个女儿的关心 更令一个父亲开心的呢 几人逛了一会儿 消消时 差不多就回去了 回到家 叶晨将他们安排好了卧房 在家里二楼南边的前后两间 护道了声晚安 就各自回房了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叶晨一家起得比较早 叶连山去到田间地头 看昨日的插好的田里的央苗情况 而叶晨正在帮着田会方动早餐呢 就看到刘国祥也起来了 走到了厨房 早上好 你们怎么都起得这么早啊 刘国祥打了个招呼 早啊 我们都习惯了 早上睡不着的 倒是你怎么不多睡会儿 叶晨坐在灶台后面 夹了一根柴 放进了灶笼里 说道 你们这里睡觉太舒服了 一觉醒来 神清气爽的 也不困了 就起来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 刘国祥感觉 这一觉睡得无比的舒服 睡眠质量特别的好 那你早上有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啊 要是喜欢晨跑 可以从我们这沿着公路 往山里方向跑 早晨山里的空气很好的 天然的养疤 最适合户外运动了 叶晨向刘国祥建议道 这倒是不错的主意 以前在家 都是在跑步机上跑得多 等一下我就去跑一圈 嗯 你们可以去跑一圈回来再吃早饭 时间应该正好差不多 叶晨说道 那我去叫叫他们两个 看他们去不去跑 刘国祥说着 又回房去了 过了一会儿 刘国祥王若晴 带着不怎么情愿的刘思妍 穿着一身休闲的运动服 去到外面路上晨跑去了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早饭都已经好了 叶晨才看到 三人从上面慢悠悠地走回来 不像晨跑 更像是散步了 阿晨 你们这上面的空气太好了 风景也好 早晨跑一跑走一走 太舒服了 刘国祥他们 很久没到过这种山清水秀 没有一点污染的地方了 眼前的一切都让他们陶醉 刘思妍更是对看到的一切 都感觉到新奇 缠着王若晴问东问西的 回来了就先洗漱下吧 吃完了早饭 我再带你们去山里 看一看我直播的那个地方 那地方比外面的这些景色 可漂亮多了 我已经充满期待了 这外面的景色都这么好 山里的景色还能差得了 这比在你直播间看到的 要好太多了 这边的景色 给了他更多的是惊喜 超出了他的期望 叶晨给他们 拿了一次性的牙刷牙膏 带几人洗漱好 大家吃了早饭 叶晨也换了身运动装 然后拿出背包 将自己的无人飞机给装了进去 今天他打算进山再开一次直播 上次答应大家的 准备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即开始出发了 叶晨背着背包出来 问刘国祥 都准备好了 走吧 叶晨跟家里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带着三人出发了 离山里有一段路 怕他们走不了那么远 所以叶晨是 开着车子 将他们带到了进山前的那块空旷地方 将车子停好 几个人带好自己的物品下了车 叶晨打开自己的背包 将自己的无人机拿了出来 然后安装了起来 阿晨 你今天是准备用无人机来做直播吗 刘国祥记得 叶晨上次在直播的时候说到过 下次要用无人机拍给大家看的 对啊 上次不是大家都没看到山上面的水库吗 这次就将无人机带上了 叶晨安装好无人机 然后拿出手机 在粉丝区里说了一声要直播了 然后开通直播 连上了无人机视角 操控着无人机飞了起来 想给我弄好了 我们进山吧 叶晨对着旁边的刘国祥他们说道 嗯 我们跟着你走 你放心直播吧 刘国祥拿着手机跟他试了事意 他已经进了叶晨的直播间了 叶晨笑了笑 然后开始将视线转回到手机屏幕上 此时直播间已经在不断地近人了 今天是休息日 叶晨料想应该会有不错的人气的 大家好 我是阿晨 今天又带大家来直播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视角不一样 没错 阿晨答应大家的无人机直播 今天他来了 我将带大家从高空俯视 这雄奇俊秀的山峰 山间平湖的美景 而且 今天还有嘉宾的陪同哦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得到是谁呢 叶晨放了个悬念给大家 主播终于又开播了 都等得苍山遍海了 夸张了 顶不是苍海变桑田 这视角 视野一下子就大起来了 这两边的山峰 真的好高 还有那山上的怪石 还有那石缝里生长出来的奇松 看得好清晰 好美 叶晨将无人机飞高 抵近山腰上的突出的一块石头 石上顽强地生长着一棵松树 造型优美 颇有点银刻松的感觉 你们都只是关注眼前的美景吗 没听到刚才主播说 今天有神秘嘉宾陪同吗 你们不好奇 主播说的是谁吗 一位直播间的观众说道 对啊 这神秘嘉宾会是谁呢 大家都猜猜 首先肯定 不会是我们没听过的人 比方说 主播自己的老乡同学之类的 有人分析道 会不会是什么大明星吗 怎么可能 主播才直播了一次 怎么可能就吸引到明星过去呢 有人明显对这个猜测不相信的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们直播间里阿晨的粉丝 而且是粉丝群里 大家知道的粉丝 又有一个人猜到 对 上次阿晨直播 后来就有好多人 说想去到阿晨的家去看看的 那个叫萌萌兔 上次不就说要去的吗 这肯定也是上次看了直播的人 这时 屏幕上一架大飞机飞过 提示萌萌兔 送给主播一架大飞机 萌萌兔的图像 也直接冲到了榜首的位置 夜晨看了看此时的人气 已经有457人同时 在观看了 比上次直播最好的时候 人数还要多 感谢萌萌兔送来的大飞机 夜晨对着屏幕感谢了一下 我倒是想去 只是还没付出行动嘛 不知道哪位大哥 先我一步了 萌萌兔在评论区说道 我想我大概猜到是谁了 小书生不读书说道 谁啊 赶紧说说来 对 快说 大家下面各种催促 夜晨看着评论里的聊天 又看了看旁边捧着手机 看的刘国祥 他此时也看了过来 两人相视一笑 旁边王若晴和刘思言 也凑到他刘国祥的手机上 看着上面的评论 他们真的猜得出来吗 我听说你就直播了一次 大家也就在直播间聊了一次 真的认识谁是谁啊 王若晴在旁边说道 你可不要小看这些人 现在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一个直播间几百个人 那可是什么人都有的 出来什么都不稀奇 夜晨笑着说道 这时 屏幕上小书声已经发出来了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据我猜测 这个人肯定就是豪哥 啊不对 应该叫翔哥才对 后面 还跟着一圈的哈哈哈哈的表情 对啊 肯定是翔哥 五十级的大哥 主播 快说是不是 观众们都在催着答案 看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 夜晨正准备公布答案 这时只见嘉年华三个大字 出现在屏幕上 直播间直接飘屏 翔哥在暗沉的直播间 送了一个嘉年华 哇塞 我就说吧 肯定是豪哥 太好了 翔哥霸气 还是那么的毫无人性啊 真是翔哥 翔哥快跟我们说说 阿诚家那边怎么样 夜晨看着翔哥的头像 冲到了榜首的位置 惊讶地看了看旁边的翔哥 翔哥 你怎么刷这么大的礼物啊 这太破费了 夜晨笑着同他说道 没事 图个开心嘛 咱不得给老弟撑撑场子 刘国祥无所谓地说道 然后手开始在屏幕上打字 夜晨又回头 看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 只见刘国祥的话 已经出现在上面 大家好啊 告诉大家 阿诚说的就是我了 我现在正在阿诚老弟的老家这边 昨天就到了 今天他就带我们进山实地 欣赏这美景了 大家不要太羡慕了 我酸了 这就是豪哥的人生了 说走就走 主播 快让翔哥出镜 我要膜拜大哥 对 我们集体拜见大哥 看到满屏的 让刘国祥出镜的请求 夜晨无奈地 看向旁边的刘国祥三人 用眼神征求他们的意见 刘国祥倒是很干脆地点头答应了 于是 夜晨操控着无人机飞回到自己这边 悬浮在空中 然后将摄像头对准了刘国祥他们三人 说道 好了 满足你们的愿望 我们的翔哥来了 大家屏幕里扣一波翔哥好啊 大家好 我就是你们的翔哥了 刘国祥对着无人机的方向招了招手 同直播间里的其他人 打了声招呼 哇 这就是翔哥呀 还是很帅的嘛 我还以为是个大叔呢 翔哥身边的两位美女是谁啊 还用问肯定是他的老婆孩子了 好了 给你们介绍下 翔哥旁边的大美女就是翔哥的妻子了 而那位青春靓丽的小美女就是他们的小公主 夜晨在直播间里介绍道 翔哥真是人生赢家啊 岳父在上 请受小婿一拜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人家还是个孩子呢 我也18岁不行啊 你个糟老头子 坏得很 刘思岩抱着他爸的臂膀 在那盯着屏幕 看得还有劲得很呢 估计还没反应过来 是在说他呢 好了 美女你们 就不要想了 注定是你们得不到的 还是给你们继续 看看美景吧 夜晨操控着无人机 继续向山里飞去 而他们几个人 也开始往山里走 夜晨操控着无人机 在半空中飞着 超高的视野 让这深山里的风貌 更能看得清楚 刘国祥他们 蹬在夜晨后面 欣赏着四周的景色 时而看看直播间里 无人机的视角 两个角度的切换 更是看得全面 刘思岩更是不停地抓着 王若晴他们问着问那 很多的东西 他都很新奇的 王若晴也耐心地 给他讲解着 无人机绕过了一个山湾 眼前又出现了 那一道美丽的瀑布 出现了 他终于再次出现了 无人机的视角 看上去这瀑布更好看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第一次来 鬼斧神宫 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了 现在我们就到了上次 给大家直播过的 瀑布的地方了 对面的那一面 垂直的崖壁 我们称之为百丈崖 所以 那一道瀑布 我们又称之为百丈崖瀑布 每年的雨季到来的时候 那上游流下来的水量 就会增大 那时候的瀑布 比现在更漂亮的 夜晨操控着无人机 飞到了百丈崖正面 此刻瀑布上面的那道大坝 已经清晰地出现在屏幕里了 真的很难想象 这么高的这么陡的地方 这道大坝是怎么建起来的 那些水泥石头都是怎么运上去的 就是 刚才无人机飞过去 一点都没看到 哪里有路 直播间的观众都在惊叹着 这神奇的空中大坝 接下来就是最令人期待的一幕了 我带大家一起飞上去 看看上面的水库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 夜晨说着 先是操控无人机降下来 来到了崖下的水潭前 然后一键急速抬升 那百丈崖的崖壁和瀑布 在镜头里快速地划过 视觉的冲击 让直播间里的观众连连惊叹 突然的 眼前的崖壁消失 眼前一下子敞亮了 显出了刚才远处看到的那一道大坝 大概离崖口十几米的位置 夜晨将无人机推到近处 大坝外壁上 呈现着斑驳的样子 中间的坝顶 有水从上没过 沿着坝壁流下来 然后流过一段的整个石头和床 流出崖口 宣泄而下 大家看到了没 这整个大坝 其实是建在一片完整的石头上面的 看下面的这整个的石头和床 它就是跟下面的整个百丈崖的崖山一体的 也可以说 这整个的百丈崖 就是这道大坝的坝基 所以这大坝的坝基 那是非常的稳固的 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坝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依然非常的完好 而且这个大坝最令人惊叹的 是它完全是方石跟水泥混合砌住起来的 而不是 现在我们常见的钢筋混凝土一体胶筑而成的 你们想想 就是这样砌住起来的一道大坝 却能阻挡一库湖水几十年而不垮 是不是惊叹前人的工艺至今了 眼前的这个堤坝 夜沉从小看到大 仿佛从没变过一样 老一辈的手艺 真的太厉害了 那个年代的建筑的质量 真的没得说 没有现在的那一套偷工减料 我家附近也有一处七八十年代的工程 现在也是完完整整的 我家三十年前的电扇 现在还在用呢 接下来 我接着带大家去看看高山上的水库了 准备好了吗 夜沉说着 操控者 无人机继续飞高 超过了大坝 上面的平湖出现在镜头里 无人机继续拉高 一个两山加一湖的美景呈现开来 真的太漂亮了 看那平静的湖面 谁敢相信 前面不远 就是百丈悬崖呢 就是啊 还有那倒映出来的蓝天 还有岸边倒映在水里的树 真的是无可言喻的美啊 如此小山村 竟有这种美景 果然好的景色 永远都是藏在人际罕至之地啊 也许正是人际罕至 才能有这种自然的美 就是 如果人来人往的 周围恐怕早就多了许多的人工建筑了 什么观景台了 说不定小卖部都开起来了 好想去看啊 我决定了 我要当第二批去游玩的人 有没有组队去的啊 有人已经忍耐不住 想到这地方来了 加我一个 谁组织一下 我报名 不过得等到放假才行啊 正好这五一劳动节 不是快要到了吗 组织下 五一组团去找主播去好不好 对啊 马上就快我一了 正好还没想好到哪去玩呢 就去主播家了 主播欢迎不 哼哼 感谢大家对这里环境的喜爱 我非常欢迎大家 来做客游玩 离五一黄金周 还有十来天的时间 大家看有谁愿意出来组织一下 统计下准备来的人数 我们这暂时基础条件 还不是很足 如果人多了 我先行安排好 大家的住宿的地方 免得让大家来了 连个住的地方 就没有就不好了 叶晨想着 这还真是猝不及防的 家里的民宿 都还没来得及建造呢 这要是来的人多了 不是先做好安排 岂不糟糕 直播间里 大家也都在商量着 谁来组织 要不我来吧 也不能干挂个管理不干事啊 不是 有要趣的 都到我这里来报名 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 到时候可以沟通下怎么去 在哪集合等等 这时阿涛站出来说话了 好 那就麻烦阿涛了 回头你发我私信 咱们加一下微絮 有事及时沟通啊 叶晨跟阿涛说道 好的 等一下就发你 阿涛也回了一句 那接下来继续带带驾云游吧 继续往水库的上游去看 其实在上面 还有很多神奇的景观 像棺材一样的大石头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不过这无人机有距离限制 不一定能飞得到地方 咱们尽量往里面飞试试 叶晨操纵着无人机 从湖面上飞过 向水库的上游来水方向飞进去 曲折的河流 在两山之间穿梭 河水流经的地方 都是冲涮出来的十颗河床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落差 形成一个小瀑布 还有两边山上的盛开的杜鹃花 形成绝佳的天然景色 直播间的人 看得是惊叹连连 然后不久 无人机就到达了极限距离 开蛇往回飞 再次飞过水库 飞出了崖口 降下了百丈崖 落回到叶晨身边 无人机的店也差不多没了 这次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 有想来的 可以加一下绑三阿涛 跟他联系啊 我在这里恭候诸位了 没有时间过来 也不用失望啊 阿晨以后还是会不定期直播的 到时候再带大家看 其他的地方的漂亮景色 好了 拜拜 好遗憾 还没看够呢 是啊 主播 下次开播什么时候啊 主播咱们五一见了 叶晨下了直播 将无人机收进来背包里 好了 直播结束 我再带你们逛逛 叶晨带着他们 来到了水潭边 瀑布崖下 他们惊叹于景色的秀美 让叶晨给他们拍照 叶晨接过了相机 然后给他们拍了不少的照片 又陪着他们 去到旁边一条山林间去徒步 山间溪流 满山的杜鹃花 还有那翩翩起舞的蝴蝶 无不令人沉醉 下午 刘国祥他们就要回家了 刘思妍要去上学 没办法多待 但是刘国祥跟叶晨约好了 五一孩子放假的时候再过来 顺便再来谈蔬菜合作的事 叶晨将厂房里的干香菇 装了五十斤给他带走 至于价格 叶晨说 等他那边试用过了再说 另外 茶叶叶晨也送了刘国祥两包 又将养在水池里 剩下的两条没吃完的鱼 给他装上了 领了田惠芳 还去地里摘了一把香椿给他们 让他们回去坐着吃 刘国祥他们离开了 家里有暂时的清静下来了 而阿涛那边 也将统计的确定 要过来的人数发过来了 足有十几个人报名 而且 他们来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 也许是两三个朋友一起 也许是家里人一起 那人数就更多了 叶晨得接下来 好好准备接待的事了 首先施住的问题 现在见时间上 肯定来不及了 于是叶晨 将自家的所有员工都召集起来 晚上到自己家开会 首先 叶晨跟大家聊了聊 最近两个月 大家工作上的情况 接着他又说到 5月1号前后 有一批人要到这里来游玩 可能需要在这边住宿 问他们愿不愿意 清理出那么一两间 空置的房间 用来出租 这些人听到叶晨说的 连忙都你一言我一语地 问了起来 毕竟现在谁家 还没有一两间空房间 如果真的能租给别人住两晚 那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还能有一笔小收入 何而不为呢 我是这样想的 这是第一次 你们每家也都试着接待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可能来这里的游客 会逐渐增多 到时候 你们每家可以专门的装修 一两间房间出来出租 就像现在外面的民宿一样 现在 咱们这两个组的人 除了那几家全家出门的 都在这里了 你们家也全都盖上了楼房 所以 办民宿的硬件条件 其实都已经具备了的 你们的想法吗 叶晨把自己长久以来的打算 同他们说了一遍 虽然自己要专门的建一批民宿 现在又让邻居们办民宿 这不是互相抢生意吗 其实叶晨早就已经想好了 自己要建一批档次高一点的民宿 不管是住宿条件还是环境等各个方面 都要上一些档次 当然 收费肯定也要高一些 这样愿意花钱的 像住好一点的 就可以住叶晨的民宿 而节约一点的 就住村民家的民宿 这样既满足了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又不会让叶晨和村民们争利 两全其美 我们相信 小城你的眼光是不会错的 你说 让我们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 现在这些邻居对叶晨是相信的不得了 叶晨租了他们的田 让他们有一部分租金收入 又顾紧他们干活 现在他们 这二十来家 每家一个月都能有固定的收入 一年下来 只从叶晨这就能拿到最低三四万块钱的收入 多得有两人在他家工作的那收入就更可观了 守着自己家 每年就能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其他的村民 不知道有多羡慕他们呢 经常都有人来问叶晨还招不招人 都想来他这里工作 只是叶晨暂时人员够了 也只能婉拒他们了 好 离五一假期还剩下十来天的时间 你们有空就将家里清理出来一两间房间出来 记得卫生一定要搞好 铺上干净的被褥 招待客人也一定要热情 你们要记住 只有你们服务的好 客人们感受到温馨舒服 他们才回去帮你们宣传 也才会有更多的回头客 知道吗 叶晨细细地给他们讲着 这些人大多都是在家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 有些东西都不是很懂 必须要跟他们说说的 这点小陈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丢人的 不过 你得抽空去我们家给指点指点 看怎么样布置好 需要添置什么 你也告诉我们 对 小陈你在外面见多识广吧 你多给提提意见 这没问题 你们先布置 回头我每家都去看看 叶晨也是欣然接受 对了 这些人来了 吃饭也是一个问题 这次来的都是组团的 所以分开在每家吃也不好 你们看你们中间有哪些烧饭手艺好的 到时候做几顿大席 叶晨又想到 这次都是自己的粉丝聚起来的 为的就是组团看看风景 要是各自分开来吃饭的 那也不热闹 还不如就聚在一起 开个大席面 烧饭你妈不就烧的 一手好菜吗 有人说道 那她也不可能一个人做几十人的菜吗 还是要几个人一起弄的 叶晨可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 把老妈给累倒了 叶晨深知 一个人做大餐是多么的累 平时弄一两桌都不是一般的辛苦 何况是几十人的 然后一群人商量着推出了两个人 叶晨又找了两个男的帮后厨 这样算大致确定下来了人了 第二天 叶晨来到了上面的养殖员 今天要跟沈汉山 做个简短的交割 他在这边的事情基本完了 就要回市里去了 叶晨来到了上面 沈汉山又带着叶晨和叶连松他们 巡视了一遍整个养殖区 交割完毕后 叶晨跟沈汉山结了钱 然后帮沈汉山将他的行李装上了车 载着他来到了家里 中午沈汉山在叶晨家吃的午饭 吃过午饭 叶晨开车送他去了镇上的车站 然后将他送上了车 等到沈汉山坐的班车出发了之后 叶晨将车开到了姐姐姐夫的超市那去了 将车在门前停好 叶晨下车之后 就看到超市上的招牌已经做好了 心情美超市 一家三口都有一个字在上面 谐音心情美 叶晨进的超市 里面货架都摆起来了 一些员工正在擦着货架 打扫卫生呢 你好 我们超市要5月1号才开业 欢迎你到时候再过来 超市打扫卫生的员工 看到叶晨过来 礼貌地跟他说道 我来找王超和叶晨的 他们现在在吗 叶晨一直都没怎么来过 姐姐姐夫招的员工不认识他也很正常的 哦 找老板和老板娘啊 他们正在楼下的仓库里呢 你可以从那边下楼去 那位员工给叶晨指了一下 好 谢谢 叶晨然后向着地下一层走去 来到了下面 只见下面原来的整个面积已经被缩小了一半 应该是隔出来了一个仓库的 叶晨下到地下室 然后绕着货架找仓库的门口 姐 姐夫 你们在吗 叶晨喊道 哎 谁啊 不知道什么方向传来了叶晨的回声 我 你老爹 叶晨喊道 这时叶晨也走到了分隔墙那 就看到叶晨从仓库里走了出来 小晨啊 你怎么有时间过来啊 叶晨好奇地问道 这不是送审专家来坐车吗 顺便来你这里看看 叶晨说道 怎么 你们那专家今天就回去了呀 叶晨问道 嗯 刚送走 准备的怎么样了 说是准备5月1号开业啊 对 是这么打算的 现在装修已经全部弄好 货架也都摆好了 接下来就是摆货品了 这几天就会陆续来货的 已经跟市里批发的谈好了 叶晨介绍道 那就好 我5月1人 可能还有一批朋友过来玩耍呢 不知道是上午到还是下午到 要是上午来 可能还赶不过来你们的开业呢 叶晨说道 你什么朋友啊 到我们这边来玩 我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啊 叶晨奇怪地问道 我开了两次直播 带别人看风景 他们被我们这边的风景吸引了 就打算五一黄金周组团过来玩了 叶晨说道 还有这样的人啊 往咱们农村跑 叶晨也不是很理解 现在往农村跑 才是新潮流呢 所以说 农村还是大有可为的 就像你这超市 也要将未来的顾客群体 放在那些外来游客身上 咱就一个小超市 卖的都是些日常用品 还放在游客身上 那咱们 还不得喝西北风啊 叶晨明显地 不相信叶晨的话的 回头你再看吧 现在怎么说 你都不信的 姐夫呢 在里面呢 叶晨说着 带叶晨进了仓库 仓库不是特别大 大概占了三四百平米的面积 王超正在里面忙活呢 姐夫 在干嘛呀 也狠走了过去 随口问道 这不再贴一些标签 将各个类别的东西标记好 以后存货取货都比较方便 不会因为太乱 找不到东西 王超嘴里回答着 手上的动作 也没有停下来 叶晨这时也来到货架边 拿起标签 也继续贴了起来 告诉我怎么贴 我也帮你们一个 叶晨挽起袖子 准备来帮帮忙 标签都已经放在那些货架上了 这里有胶带 给你 你拿着胶带 像我们这样 在对应的位置 把标签贴在前口上就行了 王超说着 递给他一卷胶带 三个人在仓库里 一边贴着胶带 一边聊着些开业的事情 比如 开业准备些什么活动 人手方面的问题等 怎么宣传这些 弄好了标签 叶晨就准备回去了 姐 姐夫 我先回去了 这几天你们要进货了 我有时间就过来帮你们啊 叶晨出了超市 跟他们说了一声 你自己事情多 不用特意过来的 我这边人手还是差不多的 多个人总是好的 好了 我先走了呀 叶晨说着上了车 回家吃午饭了 下午 叶晨有到了村里面 就准备建民宿的那块地 和景区的开发这些问题 叶晨要与村里协商协商的 叶晨来到村里 没见到主任于文生 就看见温慧芳和另外一个人在 温慧芳怎么没见到主任呢 他去哪里了 叶晨上前同温慧芳打了声招呼 坐到了他台前的凳子上 是你啊 来办事吗 主任和副主任两个 都去市里开会去了 估计明天才能来上班 温慧芳看着他说道 那还真是不巧了 有点是要找他们的 那我明天再来吧 他们是今天晚上回来 还是明天回来 什么时间上班你知道吗 叶晨问道 这个我可不清楚了 他们也没说 这样 他们上班了 我给你发消息 温慧芳说道 好 那谢谢了 我就先走了 叶晨说了 离开了村委大厅 第二天 上午十点多 温慧芳给叶晨发了消息 说主任到村里上班了 叶晨连忙开车赶到了村里 叶晨进的大厅里 没看到余文生 温慧芳说主任在二楼办公室里 叶晨又沿着楼梯上到了二楼 找到了主任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是开的 余文生正坐在办公桌后面 叶晨在门上敲了敲 是你啊 快请进 余文生听到声音 抬头看到是叶晨 笑着跟他说道 余主任啊 可算等到你的 昨天来温慧芳说 你去市里开会了 叶晨走进了办公室 跟主任打了声招呼 昨天市里开会 部署下一阶段村委选举的事项 才回到家呢 余文生笑着跟叶晨说道 怎么 今年又要开始村委选举了 叶晨问道 他对村里的选举不怎么了解 以前都是在外面 有选举 也都是叶连山他们带头的票 所以叶晨才刚回来那段时间 连村里两尾的人一个也不知道 是啊 不出意外 下个月各个村就要陆续开始了 到时候 还要你们再多多支持啊 余文生笑着说道 也不忘给自己拉拉票 那是当然的 肯定要支持了 其实农村搞选举 就那么两个候选人 一个是你常年打交道的老村干 一个是没打过交道的新人 除非是以前的村干不得人心 或者做得不好 跟你有矛盾 正常情况下 还不都是选熟悉的那个 来 这边坐着说吧 你这次来又是什么事啊 我可知道你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余文生从办公椅上起身 引着叶晨到旁边的 惠客区的沙发那边 我这次来找你 是想问一问 关于建民宿的事情 叶晨边往沙发走边说道 余文生从茶几上 拿起一个空杯子 放上了茶叶 然后在饮水机 接了杯热水 喝杯茶吧 叶晨到沙发上坐下后 余文生将茶递给了叶晨 好 谢谢 叶晨起身接过 然后双方都坐到沙发上 你是说建民宿 是你要建吗 余文生接着 叶晨刚才的话 好奇地问道 对的 我有这个打算很久了 最近刚选好了一处 比较不错的位置 就是不知道 村里对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规定 所以特地过来问问 叶晨将手上的茶杯 放到跟前的茶几上 看着对面的余文生说道 这个倒是都一些政策性的规定 不过基本上 在各方面都还是比较支持的 政府现在鼓励多种途径的 新农村建设 扶持民宿 是政府支持新农村的措施之一 如果投资大 建设成示范点 还能给到一定的金额补助的 像渔庄村这几年 民宿业就还发展得不错 虽然没有什么规模的 但小民宿倒是不少 咱们村历来游客不多 而且客流也不稳定 发展民宿的选项 也就一直没算到发展日程上 余文生给叶晨介绍道 我就是看中了 咱们村还没有开发民宿这一块 而且 咱们村的自然条件说白了 比他们渔庄村好了 不知道多少 凭什么他们能发展民宿 咱们就不能发展呢 叶晨颇不服气地说道 那你有办法吸引到游客吗 没有游客说 这些都是空话啊 余文生也知道 叶晨说的是事实 但没有人来也没用啊 这点也是我 正想跟你说的呢 我这一段时间 跟咱们电站那一块做直播 带领网友看那边的风景 很多人都对这边的景色赞不绝口 五一 还有一批我的粉丝要过来实地游玩呢 只这一次 恐怕就有三四十个人过来 这不我才找你商讨建民宿的事吗 想着尽早开建 这次是赶不上 但是还有以后吗 叶晨说道 还有这事呢 以前看直播 也有一些动不动就火了的 成为网红地的 想不到 你也有这本事啊 余文生有些惊讶了 他平时也刷短视频 也知道有些地方 因为某个主播而原因 而成为了网红打卡地的 但想不到叶晨这无声无息的 就能拉来人呢 这次也是碰着了 往后能不能常用也说不好 不过到底是个方向 民宿建好了 才好接待 不然有人过来留不住 也是没用啊 叶晨想着 总不能每次都是塞进一个 那安排一户的吧 嗯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这话是在里的 那你准备 将民宿建在哪呢 还是就用你家的那房子呢 余文生问道 这个肯定是不用我家的房子 那才能接待几个人啊 我选上的地址 是在上面瓦丰湾那里 之前瓦丰祖那片老屋的位置 你还有印象吗 叶晨问道 瓦丰 那里啊 那倒是不错的位置 就是有点太偏僻了吧 余文生思考了下 然后想起了在哪 倒也不是太偏僻 路是通的 也能通电 也有路灯 再说这东西 偏也有偏的好处 安静吗 叶晨想 要是将民宿建到镇上 那倒是什么都方便了 可那样也就不叫民宿 直接开旅馆算了 这些我是不大懂了 不过那地方的地 倒是应该可以的 之前已经是微房改造的 那里的祖民 也都有常退出了宅地基的 现在都算是村里的集体用地了 不过 你要是想建民宿 还是要打报告 我这边报到上面去 上面要是批下来了 你才能建的 余文生跟叶晨说道 行 那我回头就写个报告 交到村里来 另外我还有件事 就是想把 咱们村里的电站承包过来 改造成一个景点 后期再慢慢开发 整个云风山 就想问问 村里可不可能呢 叶晨又把自己的 另一个打算说了出来 如果你有能力开发出来 能够带动咱们村的旅游业的发展 那村里肯定是支持你承包开发的 毕竟 虽然咱们的自然条件好 但是没有资金去开发 也只能白白浪费了 余文生担任村主任多年 说没有对村里的发展考虑过 那肯定不可能 不过最大的阻碍 就是缺少资金的 这些年忙着脱贫工坚 能申请下来的钱 基本上都用在了房屋保障和基建上面 也实在没有闲钱 能去开发旅游资源的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未来到底能开发到什么样 有多少的游客这些 我也都还是说不好 只能说是努力去开发发展 没做好那一年 就亏点承包的钱 那也还没什么 但是要是赚钱了 那村民没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也觉得不好 所以想探讨怎么样的方式合作开发 好对双方都有利 叶晨倒是想把整片云风山 全部圈起来自己开发 不过毕竟是村里面的资产 如果没什么价值 倒是好说点 如果自己低价承包过来 最后自己得到的利益大了 那村民们肯定也不会答应的 感谢你为整个村子着想啊 现在像你这样有责任心的人 可真不多了 多的是 想着从集体这里占便宜的 于文生听了叶晨的话 也忍不住地发出感叹 现在的人 很多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能占一点便宜的 都绝对不会放过 像叶晨这样 能为集体考虑的 实在是少之又少 我是相信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的富有 不是真正的富有 大家都富有了 才是真正的富裕 我如果只是考虑自己 其实我完全什么都不用干 这辈子 应该钱也是够花的 但日子要是这么过 也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给自己找点事做做的同时 也能帮帮别人 增加点点收入 在我看来 这还是很有意义的 叶晨自己 现在是有房有车 还有几千万的存款 就算什么也不干 每年的利息 都够自己过上 比较不错的小日子了 但诚实的灯红酒绿 什么酒吧 KTV的生活 也不是他的目标 能在过自己喜欢的生活的同时 再做点事 帮助乡亲们 带来点收入的增加 还是很不错的 你这话说得好 不愧是大学生 觉悟就是高 这样吧 那些事 也不是一句两句话 就能定下来的 肯定要开会讨论 而且我们也要去镇里汇报 拿出个大致方案来 我们再商讨 你还是先把你的 那个民宿用地的报告 打上来吧 那个应该比较容易辟下来的 早点弄好你 早点开始不是 余文生说道 那好吧 就想把这事办了再说 那我先走了 叶辰说着起了身 告辞离开了主任办公室 余文生送他到了门外 叶辰回到家 从电脑上下载了一个模板 稍微改动了下信息 然后打印出来 签了字 又送到了村里 交给了余文生 他立即表示 明天就给 送到镇里去报批 尽快给他申请下来 接下来 叶辰开始在网上寻找灵感 看见什么样的民宿风格 现在的民宿大行其道的情况下 各种风格也是多得数不胜数 叶辰还是想选一种适合自己村子的风格 而且能与周围的山色相融的建筑形式 而叶辰在这期间也收到了不少的私信 都是上次叶辰说 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对景点的设想发给他 没想到 还真收到了不少的建议 有些建议也让叶辰有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开阔了他的思想宽度 甚至有人直接给他发了设计图稿过来 看起来还很专业的样子 叶辰综合着这些建议 思考如何建设这第一处的景点 叶辰的打算是分布走的 第一步以这一处百丈崖瀑布 和云峰电站为中心打造 后面的云峰山的开发 还要慢慢来 云峰山很神奇 奇风奇风其实具有 甚至在高处 还有人际罕至未被开发过的原始森林 叶辰打算前期的民宿农家乐和景点打造出来 有一个好的稳固的开始之后 再去进军云峰山 这样也能让游客保持新鲜感 下次来都又有新的体验 接下来的几天 叶辰的用地批文倒是没那么快下来 叶辰有空闲的时间 就会去叶琴的超市帮他们准备开业的事 每天都有不同的供货商送货上门 空框框的货架上货物 在不停地填满 一层的食品 百货 生鲜等等 二楼服装家店 赴一楼的杂货区 为了准备开业 叶琴他们还准备了抽奖活动 这都是现在的老套路了 但图的就是个热闹 巨人气的 在农村还是很受欢迎的 而另一边阿涛 也将最终的统计人数给到了叶辰 所有的大人小孩加起来 足有49人 这有点出乎叶辰的意料之外了 没想到人数翻了一倍 除了一两个是单身狗的 拉着同性朋友的 其他都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一起的 还有几个是一家三口的 叶辰按阿涛报过来的名单 给一家一户组的安排好住宿人员 一家一组还安排不下的情况下 叶辰又在这些家庭里 找了三家房间多的 又另外安排进去几组人员 叶辰买来大红纸 然后裁成一个个的纸条 请了对上毛笔字写的比较好的人来 在这些纸上用毛笔字 写上各家各户住宿的人员名单 王树生是一个快60岁的人了 和叶连山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当年村里的宣传标语都是他写的 见到的最多的就是各处的户灵防火 人人有责 名单写好以后 叶辰将纸条拿起一家一家的送过去 让他们在自家门前贴上 这样客人来了 可以直接找到地方 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转 叶辰送名单的时候 还顺便进到每家的布置好的客房里 去检查一下 看看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 及时地让他们整改 叶辰跟他们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 卫生一定要干净 不能留有卫生死角 其实现在的游客能来旅游的 多少高档年的酒店都住过 你跟他们比豪华 那肯定是比不上的 但这些人来农村想要的 肯定就不是要你多豪华 要的就是那份农家味道 简单干净清爽 只要做到这几点 就一定会让大多数的游客感到满意 叶辰站在房间里 透过窗户 看到对面山上粉的红的杜鹃花 又灵感一动 嘱咐这些人 每家在五一前一天 到山上折几只杜鹃花 找个瓶子养着 放到房间里 增添点春色 住宿的事情安排妥当 叶辰又要请人去清理上百丈崖的路了 这次叶辰是准备带他们 走到百丈崖上的大坝那去参观的 所以这路就必须清理出来 再稍微休整一下了 这次叶辰就没有抽自己的员工去干这活了 而是将上次临时找人干活 在村里登记的没赶上的人 给都找了过来 一共三十几个人 叶辰通过村里 将这些人全部召集起来 说明了要做的具体工作事项 并将工作细分了一下 哪些人带砍刀 哪些人带锄头 第二天一早 天气晴朗 事宜开工 早上一般人员就带好了家伙时 赶到崖下电站屋前的空地上集合 叶辰布置了如何操作 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一群人就开始干起来了 要上到百丈崖上面 只有电站左手边 有一条只字形的盘山小路可上 但早已被茅草杂树枝所拢盖 叶辰首先让带砍刀的人 将路上的茅草和横生出来的树枝砍掉 因为路比较窄 不能容纳 多人同时操作 所以一部分人先行钻山 在凌乱的杂丛中上行 一部分人钻到了山腰 一部分人上到了高处 三路同时开始清理 前面砍完了路 后面就上挖路的和补路的 将已经破败不堪的路修不好 方便行人上下 人员较多 做起事来也快 到下午 路上的杂草已经清理干净了 除了路还没弄好 已经可以正常上下了 叶辰沿着这条只字形的小路上到崖顶 整条只字形的山路 一共十三折 上到最上面的一层后 就是一条长长的通往水库大坝的路 等到转了一个小弯 就看到路的外延 是笔直的百米悬崖了 叶辰稍稍往外看了一眼 都感觉头脑发晕 两腿发抖 崖下的房屋 看来都只有一点点大了 不过还好外延路边 稍微长了些杂树茅草 还稍稍有点安全感 叶辰想 后期开发的时候 一定要在外延安装上护栏 不然也太危险了 经过了一段大概几十米的前行 终于抵达了水库大坝的位置 叶辰从旁边的砍出来的石阶 射击而上 到达了大坝坝顶的平台上 一片平湖波澜不惊 绿阴阴的湖水 看起来还颇为不浅 四周的树枝垂到了水面 有三两鸟停在上面嬉闹 时而尖嘴着向水里 着视着些浮游生物 水库的西岸 是陡峭的悬崖 行人不能穿过 崖下的水里 隐约有一个长方形的 从岸边伸出的水泥吊台 此刻静静地沉在水底 以前夜沉在枯水期的时候来过 那时候 吊台是露出了水面的 水库的东边的山市 比较的平缓 那边有一条小道 可以穿行到水库后面 夜沉让人 将那边树林里的路 也清理出来 可以从那边 通到水库后面的一片 洋有树林 水深时 就像生长在水里 水退了 就会露出贪图 上面都是细沙和鹅卵石 天色渐晚 夜沉通知所有人员下班 第二天再继续 然后沿着小路下了山回家 接下来 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才将山上的一条路 给大致整理好 暂时也就这样了 5月1日 三天黄金周正式开启 夜沉的超市 也正式开业了 夜沉要接待的旅行团 也是今天到来 不过他们 要在市里集合 然后一起过来 怎么的 也得要10点11点左右 才能到 到时候 也已经是中午了 夜沉在镇上饭店 订了五桌席面 第一次来的 大多是自己的粉丝 这第一顿 就当是尽自己的地主之意了 夜沉跟阿涛说好了 让他们直接到镇上就行了 然后夜沉就赶着 去参加超市的 开业典礼的 上午9点 辛勤美超市张灯结彩 大门两侧摆满了花篮 上面 拉着一条新店 开业大筹兵的横幅 路边摆满了 一溜的鞭炮烟花 王超和夜沉 两家边的亲戚 都赶来捧场 随着王超和夜沉 点燃了鞭炮和烟花 轰轰隆隆的声音响彻震上 小星星兴高采烈地 捂着耳朵 靠在奶奶身上 刚才的爆竹声 吸引了不少的人来观望 放完了烟花爆竹 超市正式开门迎客 农村最不缺的 就是看热闹的人了 加上门口悬挂的打折 和抽奖的各种活动牌子 一个个的好奇心都起来了 络绎不绝的人 进入超市购物 然后拿着小票 来参加抽奖 这次夜勤 他们抽奖的奖品 也是十分的丰富 连续举办三天的抽奖活动 一等奖 是一台价值 1099元的 43寸液金电视 二等奖 三台价值 299的电饭包 三等奖 是十个价值 89元的电水壶 当然 这些前三的奖券 不可能一下子 投入抽奖箱里面去的 真要是一天大奖 全抽完了 那后面的人 就没有激情了 所以 第一天 只放了一张二等奖券 和四张三等奖券进去 剩下的后面两天 再分开放进去 一等奖券 第二天放进去 就看有没有人 有那个运气了 除此之外 剩下的还有一堆的洗衣粉 牙膏 脸盆 抽值等小奖品 只要抽奖 就没有不中的 最低也是一包抽值 外面观望的人 看到那些大奖 个个都是心动不已 这些奖品 在农村来说 那绝对是有诱惑力的大奖了 而且 这边超市 还承诺100%的中奖 所以 那些抱着在哪买不是买 在这里东西打折便宜了 还能额外抽点东西 何乐而不为呢 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顾客络绎不绝 超市顺利开业 一片红红火火 夜晨也空闲下来了 夜晨问了问阿涛 他们到哪了 他们也具体 说不上在哪 说导航显示的是快到了 还有几公里的样子 夜晨去到了路口 在那里 等了大概十分钟不到 就见到一溜的车队过来了 打头的是一辆保时捷卡验 后面跟着各式各样的 SUV和轿车 夜晨认出来 打头那辆是刘国祥的车 想不到他跟他们一起过来了 也没提前跟夜晨说过 车队到了夜晨这边 夜晨招了招手 最前面的保时捷停了下来 后面的车也一辆辆的停下 刘国祥下了车 翔哥 你怎么这次来也没说一声啊 阿涛也没跟我说 你也一起来了 夜晨迎上去笑着说道 我本来是准备自己过来的 正好看到群里的聊天 就联系了阿涛 跟他说了一声 就凑到一起了 刘国祥也笑着说道 那你先把车开到那边去吧 后边这一辆车都是吧 好家伙 这得有十几二十辆了吧 停在路上等下 要造成交通拥堵了 夜晨指了指 自家超市前面的路边 好 那我先把这车停好了再聊 刘国祥说着 对后面的车示意 跟他走之后 上了车将车启动 夜晨在前面跑着 他们在后面跟过去 夜晴家门前的路比较宽 道路两边都可以停车 夜晨指挥着这些车辆 一辆辆的停好 这一群车队的到来 吸引了不少的人的目光 一辆辆的车停好 然后从车上下来一群打扮 或艳丽或时髦的年轻人 这些人一看打扮 就是城里人的样子 而且下车后多星期的东张西望 更是吸引人关注了 小陈 怎么停在这啊 这是什么店开业的吧 刘国祥这次 还是带着老婆孩子过来的 他们下了车 走到了夜晨身边 看着那超市门口的喜庆样子问道 请姐好 思念也好 是啊 今天我姐姐姐夫的超市正式开业 我也顺便过来帮帮忙 正好你们上午要过来 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夜晨笑着说道 哎呀 这喜事 你也不先说一声 好歹咱也带个花篮过来啊 刘国祥蛮怨地说道 不需要 不需要 咱就是个小超市开业 哪能让你个大老板送花篮呢 这时 其他车上的人 也都陆续下来了 三三两两地 往夜晨这边聚过来 你就是阿晨吧 看你开了几次直播 都没看到你长啥呀 今天终于见到你的真面目了 果然是个大帅哥一枚啊 萌萌兔 他们那群小姑娘 一定开心死了 能猜到我是谁吗 一个戴着个眼镜 穿着休闲的西服 打扮得干净利索 看起来稍微有点点胖的 三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人 走过来说道 你是 你是阿涛吧 听声音 应该就是你了 夜晨听声音非常耳熟 可不就是跟自己通过电话的 阿涛的声音吗 猜对了 我就是阿涛 全名刘洪涛 很高兴见到你啊 他说着 热情地伸出了手 夜晨也伸出手 跟他握了握手 然后看向周围围过来的人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就是阿涛 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啊 你们有些 可能和我网上说过话 但基本上都不认识彼此 现在时间 也快到中午了 我在镇上的饭店 订了一个宴席大厅 等下大家都过去 咱们到时候再相互自我介绍下 夜晨向着大家说道 这家新开业的超市 就是阿涛的姐姐开的 正好赶上了 咱们是不是得进去看看支持一下 刘国祥此时 在边上大声说道 那肯定的啊 必须得支持 不用不用 没必要的 夜晨连连摆手 笑着说道 要的 买东西是次要的 给你家超市凑凑人气吗 阿涛也跟着说道 那感谢大家了 大家进去随便逛逛 有需要的再买 对了 超市里 还有一块区域 是专门卖土特产的 暂时只有我自己家生产的 纯天然的段木干香菇在卖 你们有兴趣的 倒是可以去看看 夜晨在超市里 划了一小块 摆放着他家的干香菇 夜晨的商标 早已注册下来了 就是云丰山 然后夜晨又找人设计好了logo 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品牌包装和包装袋 这些售卖的干香菇 就是已经包装好之后的成品了 卖相上倒是不错 这个大家确实是可以买点回家 真的很不错 我这可不是帮着阿晨说好话 我上次来他家 回去的时候 带了几十斤分到旗下的酒店 结果一经推出 就大受顾客欢迎 味道没得说的 刘国祥此时也在旁边说道 他上次从夜晨这里 带回去的五十斤香菇 让下面两个酒店 做成特色菜推了出去 反响确实都不错 客人对菜的品质味道的评价都很高 所以这也打定了刘国祥 继续同夜晨合作的信心 祥哥这么说 我们肯定相信了 走 进超市里面逛逛去 一群来游玩的人刚到目的地 一下车就直奔超市的景象 估计在哪都不是很多见的 那祥哥 涛哥 我们也进去吧 夜晨见此景象 也无奈地摇摇头 跟着进了超市 小陈 这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都是些什么人啊 夜晨刚进超市 就看到夜晴紧张地跑过来问道 这些人一看就知道 不是他们乡下人的打扮 而且说的还都是普通话 怎么看都不像是来买东西的 他都有点害怕 这是不是什么政府部门来突击检查的 没事的 姐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来咱们家玩的那些人 刚刚才到 看咱们家超市开业了 就来看看 你不用管他们的 你去忙你的吧 这里我看着 回头中午 两家的亲戚 吃饭我安排在了荣台饭店 你到时和姐夫带他们过去 我中午就不能陪他们了 夜晨边往里走边跟夜晴说道 行 你不用管我们这边 两家的父母都在 我们这边可以的 你招呼好你这边的人就行了 夜晴回答道 行 那我过去看看他们了 夜晨说着 向那群人走去 这一群人进了超市 就朝着土特产区过去 货架上本来摆得满满的特产香菇 一下子就被分抢一空了 没有拿到的 就追着服务员要货 把那个服务的小姑娘 给吓得一愣一愣的 赶紧小跑着 去到仓库提货了 小姑娘这哪是买东西啊 那东西一包那么贵 她心里还想 咱们农村人 谁会花那么大价钱 去买这东西呢 结果这怎么还抢疯了呢 都把钱不当钱吗 结果这群人士 每家都买了一包 加上都还买了些 感觉这几天里 要用的日用的东西 然后排着队 去收银台那里付款 一下子给超市 增加了几千块钱的营业额 可把两家人给高兴坏了 买完东西的人出来后 将东西各自都塞到了车上 然后都等在外面 等到全部都结完账出来了 叶晨领着这些人来到了饭店 整个饭店的宴会大厅中午 全是叶晨的 这宴会大厅 一般就是给结婚等 半宴席的人准备的地方 一个大厅能开进二十桌 叶晨这边来的客人 开五桌正好 他们自己家那边两家的亲戚 估计也要开个四五桌 叶晨让店老板弄了个屏风 隔出来五张桌子的独立位置出来 叶晨带着他们 到了单独分割出来的那五张桌子上 让他们围坐下来 满满当当的五桌人 全员坐定 服务员开始添茶倒水 叶晨找老板要来了话筒 让他开了音箱 然后开始了大家的相互认识 首先 再次感谢各位不远长跋事而来 你们的到来 是对阿诚我的信任 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一定在这几天里 尽好地主之意 当然因为人数众多 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好的 或有任何问题的 尽管来找我 好吧 下面 我们就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吧 相信你们 有些在路上 已经彼此认识过了 但我想 大多数还是很陌生的 大家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 相聚在一起 也是一种缘分 话不多说 先从谁开始呢 叶晨看着下面的人 想选择第一个自我介绍的人 第一个当然是阿诚你了 我们就知道 你的名字叫阿诚 全名都还不知道 你说这对不对吗 有人站起来说道 对啊 就是 我们对你什么都不了解 就爬过来找你了 你可不得仔细介绍下自己吗 其他人也随即起哄嫁秧子的说道 好好 那是我的不是了 那我就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叶晨笑着告罪了一下 本人叶晨 男 汉族 28岁 未婚 有车有房 政治面貌 好像有点像相亲介绍了 干了的尬 重来啊 叶晨略显严肃地介绍着 赢得台下哄堂大笑 活跃了一下气氛之后 叶晨继续说道 大家可以叫我阿晨 小晨 年纪小的 叫我晨哥哥晨叔叔 也都没问题 我家就在这个镇下面的云丰村 等下吃过了饭 我就带大家过去 我去年辞职回家 还有三四个月 就要到一年了 平时没事就拍拍农村的视频 上传到网上 偶尔也开开直播 直播下乡村景色 相信这次能来的 应该都是 看过我的视频的 看过 你所有的视频 我全都看过 对啊 拍得非常的好 看你的视频 就感觉好放松 台下的人 十分配合地硬喝着 谢谢大家的喜欢 你们的喜欢 也是我创作的动力 除了这一方面 我也承包了一点点田地和荒山 种了点东西 也养植了些东西 到时候 都可以带你们去看看 好了 我的就这些了 下一个谁来 叶晨说完后 看着大家问道 看不出来 阿晨还是一个地主啊 这有山又有地的 妥妥的地主老财啊 有人打趣地说道 可不是吗 阿晨的这日子 过着才叫日子呢 哪像咱们啊 还要一天天地在那里搬砖 哎 羡慕极度啊 看大家都在那讨论子 也没个人毛遂自荐的 于是叶晨又拿起了话筒 既然大家都这么不踊跃 那我就点名啊 首先我的几个管理先上来吧 我自己的管理 我到现在也才知道两个 还有两个呢 小树生 萌萌兔 在哪呢 快上来我认识认识 小树生 叫你呢 还不赶紧上去 萌萌兔 呵呵 你的陈哥哥叫你呢 讨厌啊你 什么叫我的啊 台下几桌 传来嘻嘻哈哈的起哄的声音 好 我先来 外面 一桌站起一个大胖子 戴着个黑色圆框眼镜 身高得有一米八了吧 身上穿着宽大的外套 看不真切 脸上倒是肉乎乎的 看着就喜庆 让人特别容易 产生好感那种 有点想笑 又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走上台来 你是小树生 叶辰不确定地问道 首先应该不是萌萌兔 叶辰知道萌萌兔是个女孩子 那就只会是小树生了 但他眼睛里 却有那么一丝的不相信 这体型 怎么也不能跟小联系起来吧 台下听到叶辰的这句疑问的语气 也都哄堂大笑 小树生挠了挠头 笑了笑 然后接过叶辰手上的话筒 然后说道 大家好 我就是小树生不读书 很高兴见到大家 看样子 小树生确实是不喜欢读书 喜欢读书的 也长不到这个体型了 下面有人开玩笑地说道 怎么能这么说呢 小树生这体型 也没有那么胖吗 他只是长了张娃娃脸 看起来多么地可爱啊 有人辩驳道 好了呀大家 还是听听小树生的 自己我介绍吧 我叫苏树文 姑苏人 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希望接下来的几天 大家能相处愉快啊 苏树文简短地说了两句 就将话筒递给了叶辰 然后走回了桌子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萌萌兔 闪亮登场啊 叶辰又发出了邀请 里面一桌的一个小姑娘 在同伴的催促下上了台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嬉笑着上的台来 接过叶辰手里的话筒 陈哥好 大家好 我就是萌萌兔 我是阿陈的铁杆粉丝 我的名字叫孙宇萌 深城人 如果以后大家去深城玩的话 可以找我啊 好了 就说这么多 简短地说完之后 就笑嘻嘻地 将话筒交回给叶辰 有了前面两个人的铺垫 后面的其他人 一个接一个地 开始做了自我介绍 等到介绍完 桌上的菜 也全都上好了 好了 大家都做了自我介绍了 赶了一上午的路 相信大家也都饿了 菜都上齐了 大家赶紧开吃吧 吃完我带你们 去到住的地方 先休息一下 养精蓄锐 来来来 大家开吃 叶辰看大家都开吃了 他去到隔壁看了看 隔壁的也都做好了 上菜了 叶辰在那边转了一圈 告罪了一声 然后又回到了这边 坐上了祥哥旁边的空座上 陪着他们吃了起来 一顿饭 把这些人居然都吃得 连连称赞味道好 饭店的口味 是叶辰他们老家的口味 与外面饭店的口味 确实不一样 可能他们吃起来 也挺新鲜的吧 吃完了午饭 叶辰跟另一边的叶青 他们说了一声 然后带着这一群人 开车回家 上车之前 叶辰跟大家说了一下 他们住宿的地方 每家门前 都已经贴好了名字 他们对号入座的 去找就好了 车队行在回村的路上 一溜的车队 到哪都吸引人的关注 不知道他们 是不是会以为 哪家在接亲呢 到了叶辰家附近 叶辰先将车开回了家里 然后帮着后面的人 一家家的 找到了他们的住处 安排他们将各自的车停好 此时各家 都有人在家招呼 叶辰让他们 先回房歇息一下 睡个午觉 养养精神 其他是睡醒了再说 刘国祥自然 还是住在叶辰家的 而孙宇萌 和他的同伴王立军 住在隔壁叶连松家里 那些人是休息了 叶辰可没时间休息 叶辰将晚餐的 需要的食材开了出来 然后又开着车 跑了一趟镇上 将东西带了回来 顺便将叶连山田惠芳 还有叶连松王素梅四人 也都带回来了 下午两点多 午休的人才 渐渐地从各家走了出来 三三两两地 开始在路上闲逛 欣赏着农村的景色 小陈 三五睡这一会儿 感觉是真舒服 睡个午觉 抵得上在外面 睡几个小时的了 刘国祥也起来了 同叶辰在院外的河边 聊着天 农村生活养人 确实是这样 不然现在城里人 都赶着往农村跑干嘛呢 今天下午没多长时间 就不到那上面 去玩了吧 我带你们去 田间地头逛逛怎么样 叶辰说道 都快三点了 再去爬摆帐牙 也太迟了点 我都行的 我这次过来 玩是次要的 主要的还是 跟你谈谈公菜的事情的 我省城那边的店要开业了 过来看看 你这边的菜怎么样了 能不能供得上 刘国祥说道 那正好 等一下带你 去地里看看 第一批的菜快成熟了 不过 我家的菜没有大棚 都是跟着四季走的 要固定某一样 是比较困难的 叶辰对自家菜的质量 是放心的 但让他四季 都提供某样菜 就有点不大可能了 不用啊 那些 都有地方买的 就是要的你家的石书 咱们推的就是 印记纯天然绿色蔬菜 全部露天栽种 这也是一种噱头吗 刘国想想的就是 主打一种高品质特色 行 你这边能接受就行 叶辰说着 又向其他人走去 问他们愿不愿意 去逛逛菜园农田 这些人都比较感兴趣 来这里的 基本上都是城里人 对农村的事物 都比较的感兴趣 于是 叶辰领着他们 去了对面的田园里 叶辰的菜园里 现在各种蔬菜 都长得半大了 品种多样 打理的也很清爽 他们分散到田园里 去就是各种拍照 还有直接打开手机直播的 一时间 叶辰的田园 变得异常地热闹起来了 晚上 叶连松的院子里 开了五大桌 叶辰家院子里 又是渔池 又是凉亭的 没有位置摆放 只能到叶连松家了 他家院子里比较空旷 家里灯火通明 院子里墙上的灯光 映衬着 还真有点像那么点 农家乐的感觉 吃过了晚饭 他们又组队 逛起了乡村的夜晚 叶辰也没事 就陪着他们逛逛 顺带着给他们介绍介绍 农村的各种事情 夜渐渐深了 大概九点多 夜晨送他们各自 回了住处 农村里没有过多的娱乐活动 过了九点 就已经很安静很安静了 很多人家都已经熄灯睡觉了 这在他们这些城里人眼里 特别是一群年轻人的认识里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一群人的喧闹 随着分开各回各屋 而渐去安静了 人生不见 旷野上仍然想着的 是田里青蛙的呱呱呱的鸣叫 伴随着流水声告别了这热闹的一天 清晨 日头尚未升起 天已大亮 家家户户的小院里 升起了屡屡吹烟 今天的早饭那些游客 就在各自的住宿人家解决了 所以各家各户的 也都忙着给客人做早餐了 另外 午饭和晚饭 夜晨在征得大家的意见之后 也做了调整 他们都愿意在各自的住宿人家吃了 夜晨想这样也好 倒不是夜晨怕麻烦 而是想着 这样每家也能多一点收入 这些人过来时候 每个人的餐费和住宿标准 都已经统一好了 住几晚吃几餐 给多少钱就行 严厉杜绝任何的乱收费 当然夜晨也相信 这种乱收费的情况 不会出现在自己这一块的 夜晨给各家 也都规定了最低的饭菜标准 等于是客人 跟你们吃住一起 你想弄丰盛一点没关系 但只要不低于标准就行 夜晨也早早地起来 帮田惠芳做早饭 早饭是熬的玉米糊糊 去年自己家的玉米收上来不少 前不久 夜连山拉了一袋玉米 去碾了玉米粉 夜连山田惠芳 他们都喜欢早上吃那个 夜晨倒是无所谓 不过他倒是对玉米糊下面的 玉米糊锅巴比较感兴趣 等到玉米糊做好 田惠芳打开橱柜下层的门 从里面爆出来一个烟菜坛子 将盖子拿掉 然后伸手进去摸了一会儿 拿出来了一个石头 放到了一边的盆里 那是用来压咸菜用的 看色泽也用了很多年了 用石头压着 也是为了防止烟菜飘起来 浮于水面之上 那样菜就容易坏掉 田惠芳抓了一把烟菜出来 有姜豆 也有红辣椒 都是去年秋天腌下去的 田惠芳将菜放进盆里 然后将石头重新放进烟菜坛里压好 盖上盖子 关上橱柜门 田惠芳端着盆子放到水池里 打开水龙头 用清水清洗了很多遍 夜晨伸手从盆子里 拿起一根洗干净的姜豆 放进嘴里咬了一口 然后嚼了起来 发出嘎嘣脆的声音 怎么样 嫌不嫌 田惠芳称怪地看了一眼 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偷吃的夜晨 笑着问道 嗯 不错 一点也不算 就是咸了一点 咱们家吃没什么问题 但是翔哥他们外地人吃的都比较清淡 还是再洗几遍 弄清淡一点的好 夜晨吃完了嘴里的菜 感受了下之后说道 农村人吃菜口味都比较的重 他也知道 现在城里人都讲究清淡饮食 刘国祥他们是江镇那边的 菜系也比他们这边清淡 太咸的的菜 他们肯定不适应的 行 那我就多洗几遍 田惠芳听到夜晨这样说 随即又将盆子重新放回了水池里 打开水龙头 又反复清洗了几遍 然后田惠芳打开橱柜上的电磁炉 热锅后倒了一些香油到锅里 这香油应该是买的吧 家里去年不是没中油菜吗 夜晨闻着锅里油温起来后 发出的阵阵油香问道 菜籽油的香味真的挺好闻的 这是你爸上个月在镇上的油房里买回来的 是纯正的农家收上来的油菜子炸出来的油 炒咸菜就得用这土榨的菜籽油 炒出来味道香 那些超市里买回来的香油 就炒不出这种香味 田惠芳边将切好的腌浆豆和辣椒下锅 边回答着夜晨的话 嗯 味道闻起来都不一样 咱家今年山上种了不少的油茶树 明年应该就能打茶油了 下半年等水到收割后 我再在田里种上一剂油菜 明年这个时候 就能吃上咱自己家的菜籽油了 到时候 茶油菜籽油就都有了 夜晨现在是想到一点 能自己家生产的他就想弄起来 反正这些东西经济价值都还不错 这个倒是可以的 水到收割后 冬天反正田荒着也是浪费 田惠芳手里的锅铲不停地翻炒着 阵阵的香味飘出了厨房 哟 这是在炒什么呢 这么的香啊 刘国祥的声音从前面传来 想得早啊 炒点咸菜 早上咱们就是玉米护家咸菜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啊 如果吃不了 就给你们再做点其他的 夜晨看刘国祥进来了 问了他一声 不用 就这样挺好 我们也吃点新鲜的 在外面我们早饭部也都是豆浆油条的 没那么娇贵 刘国祥倒是挺随意的 那秦姐和思言起来了没 差不多可以吃饭了 夜晨询问道 都起来了 还在打扮呢 女的就是这点麻烦 夜晨也看出来 她不是真的在抱怨 更多的是在说笑 你说话小心点哦 当心情节 他们听到了 找你麻烦 夜晨笑着说道 说什么话了 还不能让我听到 这还真不惊念道 说曹操曹操道道的 外面一身休闲运动装的王若晴 和同样一身运动装的刘思言 三个人这时来了一个亲子套装啊 对啊 陈哥哥 爸爸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们坏话了 刘思言也追问道 刘国祥赶紧给夜晨使了个眼色 让他别说出来 没什么 正说要去叫你们呢 早饭已经好了 先吃早饭吧 夜晨说着 就去橱柜里面 开门拿碗出来 嗯 我再炒个蔬菜就可以了 田惠芳此时咸菜 已经炒好出锅了 阿姨 不用那么麻烦的 我们早饭吃不了多少 王若晴对田惠芳说道 没事 马上就好了 田惠芳又在锅里起油 将洗好的小青菜下了锅 很快 菜炒好了 夜晨将菜端上桌 这时夜连山也从菜地里巡视了一圈回来了 他每天早上一早起来都要去逛一圈 六个人开始围坐在桌上吃起了早餐 夜晨 这咸菜不错 吃起来既不酸 也没那么咸 还脆脆的 好吃 刘国祥评价道 他吃一口玉米糊 加几根咸姜豆辣椒 看着胃口很不错的样子 就一盘子咸菜而已 小陈说你们吃得清淡 所以我又多洗了几遍 应该没那么咸了吧 田惠芳听着刘国祥的评价 笑得很开心 嗯 味道正好 是真的好吃 我们在外面有时候 也在超市里买点咸菜 不过那个味道一点都不好 刘国祥边吃边说道 你们喜欢吃就好 他们还在吃 夜晨早早地就吃完了一碗 然后在桌上问了一圈 谁还要加点的 我要再来一碗 刘国祥举着刚吃完的空碗说道 我来给你盛 秦姐 四眼 你们还要不要 夜晨接过刘国祥手上的碗问道 我们不用了 已经饱了 王若齐你和四眼都摇了摇头 他们饭量本来就小 一人都吃了一碗了 夜晨跑到厨房 给刘国祥又盛了一碗端上来 然后又问了夜连山他们 等到所有要加的都加上以后 夜晨就匆匆地跑到厨房去了 阿晨这是去干嘛了 刘国祥看夜晨神秘兮兮地跑回厨房 也没见出来 于是疑惑地问道 他估计是去弄玉米糊锅吧去了吧 夜连山好像早有预料似的说道 若无其事地吃着夜晨给他盛的新的一碗糊 那孩子不怎么喜欢吃这货 但是很喜欢吃糊锅吧 等会儿他弄好了 你们也可以尝尝的 田惠芳也笑着说道 只听说过农家造主饭有锅吧 这玉米糊也能做锅吧 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呢 刘国祥跟王若晴相识了一下 都有点疑惑的眼神 显然对方也没听说过的 夜晨回到厨房 将锅里面的剩下的不多玉米糊 盛到了一个瓷盆里 这时锅里面就剩下一层的玉米糊锅扒了 夜晨盖上锅盖 来到灶台后面 点起了一把火塞进灶笼里 渐渐地 锅里传出了清脆的嘎嘣声 玉米的香味再次飘了出来 陈哥哥 你在弄什么啊 闻起来好香 刘思岩从餐厅出来 跑到厨房里来 寻着香味 隔着锅盖 皱着小鼻子猛嗅了几下 眯着小眼睛问道 等一下下就好了 反正是你没吃过的东西 夜晨看着刘思岩的可爱模样笑着说道 自己小时候 每次爸妈弄的时候 自己都喜欢隔着锅盖去闻 好像闻了能饱肚子似的 夜晨熄了火 然后又等了几分钟 感觉到差不多了 于是掀开了锅盖 锅里面的胡锅巴 已经变得卷曲起来了 夜晨折了一块地给刘思岩 尝尝成哥哥制作的锅巴 味道怎么样 嗯 谢谢陈哥哥 刘思岩说着 结果锅巴放嘴巴里咬了一口 好吃啊 有点香棒棒脆 又没那么甜 思岩说道 呵呵 喜欢吃就行 来 给你爸你妈拿点过去 夜晨说着 准备从锅里再折点 让刘思岩给刘国祥他们拿去 不用了 我来了 刘国祥和王若晴 一前一后地进到厨房里来了 来 锅里面自己拿 吃吃看味道怎么样 夜晨自己也拿了一块吃了起来 好 刘国祥拿了一块地给王若晴 自己又拿了一块吃了起来 薄薄脆脆的 有玉米的香味 又有铁锅的锅气 挺好吃的 刘国祥评价道 你吃了两碗玉米糊 还能吃得下啊 王若晴对着刘国祥说道 待会儿还要上山呢 费力气 多吃点没关系的 刘国祥说道 我是怕你没力气吗 是怕你走不动道 王若晴美好气地 白了他一眼说道 刘国祥只是笑笑 嘴里还是吃得挺欢快的 夜晨看时间差不多了 提议可以出发了 于是几人准备了下 带上自身物品出了夜晨家 在外面的公路上等待着集结 夜晨他们来到外面 已经有一些人出来了 夜晨又让人去通知了一遍 等到所有人都集结好 夜晨带头 领着众人开始出发了 考虑到目的地的百丈牙上 没有什么栏杆 人数又挺多 怕到时候有意外 夜晨又临时弄了十几个人 夜连山夜连松他们带着 跟着大家的车子一起上去 到了山前 车子一辆辆地停好 众人下了车 夜晨让夜连山他们 带着那十几个人先上去 在那些危险地段守着 隔一段距离放一个人 而夜晨带着后面的大部队 也开始步行入了两道风 这是夜晨想的名字 意思就是 近山的地方 两边的两个山峰 这里的很多地方 都是没名字的 夜晨准备都给他们 按上一些名字 以后也好给游客介绍 夜晨也开启了他的直播 同时给身边的人 和直播间的粉丝 讲解着周边的风景 来到了崖下 一群人第一次见到石井的 还是不断地发出感叹 一个个地 找着好看的角度 和背景相互地拍照 然后发朋友圈 下面看得差不多了 然后夜晨带着大家 开始爬阶梯了 十三折几百级的阶梯 花了这些 做办公室缺少运动的人 不短的时间 有几个经常运动的 倒是上得挺快 大部分却是气喘吁吁的 只喊着 累死了 上到了最上面的百丈崖上 此刻隔一段的路 就有一个人在那里助手着 提醒着大家不要往外面走 一行人 长长的队伍穿过了 这一段惊险的地方 有些小姑娘 吓得哇哇直叫 紧紧地牵着同伴的手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都不敢往外面看 顺利到了坝顶上 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夜晨让他们分批上去 第一批看完地拍好照地下来 然后绕到对面的平坦的那一边去 后面一批接着上去 夜晨想着 这是不是得在坝顶平台这边 往边上的山上再拓展点出来 不然这也太小了 人多了几来几去的 也不安全啊 坝顶上都看完了 夜晨带着他们 从对面的林间小道 穿到了水库后面去 一行人欣赏着那一片水中的枫阳林 山上的杜鹃花 越往深处 那一急急的小瀑布 和小瀑布下的小水潭 清澈的潭水 可以看到 小鱼在小池子里面 自由自在地游动 这最贴近自然的瞬间 他们很久没感受到过了 一个个地玩得十分地开心 每个人都拍了很多的照片和视频 感觉每一处都是一幅画一样 一直沿着山间的河流 上去了将近一公里左右 众人才开始往回走 没办法 之前夜晨也只是将路弄到这了 在前面是一个比较陡的位置 有落差十几米 工程比较大 夜晨打算 后期再来想办法 将路修上去 上面伸出 可以直接通到云峰林场的 那里有大片的金钱松林 到了秋天 也是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 中午回来吃过了饭 下午夜晨没有再带他们去山林里了 而是带他们来到了菜地里 有之前留给农家乐的几亩地 还是空着的 没种上菜 正好现在员工下了不少的菜种 此刻都长成了菜秧子 需要开始移植过去了 就问这些人想不想去体验一把种菜 这自然又把这些没下过地的男女 给吸引住了 一个个地举双手赞成 早就想有一块自己的菜地 去试试种菜的感觉了 我也好早就想去尝试一下了 就是一直没机会 也没地方 走走走 种菜小分队 冲啊 一群人兴致高昂地冲到了菜地里 各位 听我讲一下 咱们今天体验种菜 但我知道 大家应该都没种过 所以我们先要认识一下 这些菜秧是什么菜 然后仔细地观察学习 我们的农民伯伯和阿姨们 是怎么样的奇妙挖坑移栽的 然后你们照这样子弄 有不会的不懂的 就直接问 我们的员工会给你们解答的 好吗 夜晨大声地 对着几十个人喊话 这人多了 说个话都费嗓子 夜车你感觉 晚上得吃两片润喉糖了 没问题 我们知道了 开始吧 对啊 都等不及了 夜晨将准备好的一堆牌子 搬了过来 然后一次在那些平整过的地头上插好 就是一块三合板 钉在一根木棍上 上面写着姜豆 黄瓜 丝瓜 四季豆 茄子 番茄等各种蔬菜 你们在那边的菜谱里 选好要种的菜 然后就按照这些牌子 对应的位置种下去 不要种乱了 夜晨在那边精心地做着安排 这边他们早已经在菜谱里 火热地干起来了 也不知道到底听见了没 夜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 回头只有辛苦自己的员工 好好善后了 哇 这些蔬菜秧子都好可爱啊 小小的 圆乎乎的 这些蔬菜秧子 长得都感觉一模一样 这你们知道是什么蔬菜吗 不知道 这谁分得清啊 这些人面对着这些蔬秧 是一种也认不出来 大叔 你来叫我认认 这些蔬秧子 都是什么蔬菜好不好 有机灵的小姑娘 开始寻求旁边 农民伯伯的帮助了 大叔憨憨地笑了笑 来到跟前 蹲下 给他们科普起来了 每每说到一种菜 一个个跟没见过世面似的大惊小怪 连连不相信 不管怎么说 在农民伯伯科普了一番后 这些男男女女的 开始认真的学习着他们的操作 在演示了一番之后 小情侣们 或者带着孩子的夫妻 三三两两地领着锄头开始 小情侣们 男的负责挖坑 女孩子就将菜秧子放到坑里 有那带着小孩子的 自然就是围着孩子转了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拿着一个小锄头 认真的弄着 这难得的亲子时光 他们也是开开心心 其乐融融 太阳逐渐吸血 即将坠落那西边的连绵群山之中 最后的余晖照应着天上的云彩 那一片片飘动的云彩 都成了红色 晚霞照射到菜地里 众人感觉到光线的变化 一个个地起了身 迎着霞光向西看去 此刻的西边的晚霞 和遥可约见的大山轮廓 以及那一轮赤红的落日 简直就是一场唯美的落日风景画 落日 晚霞 菜地 种菜的人 一切的一切 此刻都显得那么的和谐静谐 好美的晚霞 以前在外面 从来就没见到过这样的景色 以前都觉得 这种落日霞光的美景 都只是书本里的描写 没想到有朝一日 能亲眼看到 赶紧拍下来啊 对 我们以那边的群山 和霞光蓝天做背景 拍几张合影吧 一定美极了 那你们都到外面的路上集合吧 我给你们拍个合影 叶晨看他们如此 开始组织着大家出了菜地 给大家排好位次 小孩子们在最前面蹲成一排 然后中间是女的 后面是男的 排好之后 叶晨用手机给他们 拍了好几张的照片 我拍的照片 回头会分享到群里去的 你们明天就要走了 今天这么美的晚霞 想要拍照的就赶紧啊 就几分钟的时间 太阳就要落下去了 叶晨给他们拍好照片后 跟他们说道 小雪 咱们拍几张合影吧 好啊 一对应该是男女朋友的小年轻 你请我浓的 开始拿着手机自拍 咱们也拍个全家福吧 找谁帮我们拍呢 一个年轻的妈妈 跟老公和孩子说道 眼睛也在私下寻找着 需要我帮你们拍吗 叶晨笑着上千问道 啊 那太谢谢你了 阿晨 那位年轻妈妈 高兴地将手机递给了叶晨 没关系的 叶晨接过她手上的手机 手机已经调在了拍照上 来站好 大哥你抱今天嫂子啊 小妹妹 笑一个哦 茄子 叶晨隔着摄像头 指挥着他们摆好姿势 然后按下拍照键 一张幸福的三口之家的甜美 瞬间就此留下了画面 叶晨此时想着 不知道这一张照片 他们会不一直保存 会不会几十年后 在一个同样是晚霞满天的时刻 年轻的爸爸妈妈 早已头发花白 变成了爷爷奶奶 相互依偎着 靠在公园里的一张椅子上 手上 拿着这一张照片 静静地对膝下的小外孙女 诉说着这张照片的由来 和那个远离世俗的 小山村的短暂美好的 一段难忘的时光 旁边一对青年男女站了一旁 默默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那女子仿佛又看到了父母亲 那曾经年轻的容貌和笑容 叶成看着眼前这些高兴地 拍着照的人们 仿佛自己变成了一个看客 这些人里很大一部分 自己今生都将不会再见 自己这里 也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站 他们留下了足迹 又终将一无所留 唯有那些照片视频 或者心里的那份记忆 在记录和诉说着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片段 日头终于全部落到了山的那一边 天也很快地暗下来了 众人收拾了心情 回到了住处 次日 这批游客也要准备回城了 上午叶成没有组织他们干什么了 他们各自自由行动 可以在田间地头 山上河里地游玩 也可以开着车 自己去镇上或别的地方游玩 在吃过了午饭之后 众人与叶成告了别 开始他们的回城了 虽然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不舍 在乡村待得太安逸了 一个个的都不想走了 叶成只能说 欢迎他们 以后有时间再来了 临行叶成 还一人送了一两斤的蔬菜 给他们带回去 送走了这一批客人 小村又一次迎来了一段安静的时光 这次的游客到来 给那些家庭美家 也都带去了五六百的收入 还算是不错的 叶成与刘国祥的蔬菜供应合同 也签了一个 并且刘国祥还邀请叶成 去参加他在这生的酒店的开业典礼 叶成是不大想去的 主要是懒得跑路 家里待得太安逸了 哪也不想去 不过拗不过他们的盛情邀约 叶成也就答应下来了 这时 余文生也带了消息 自己对民宿的用地获批了 叶成和村里的人 一起去瓦丰湾那块地实地勘探了用地面积 占地无母 叶成与村里签订了 土地长期租用的协议 然后叶成就开始请工程队进驻 开始施工了 这次叶成 是请的专业的经验丰富的民宿建筑施工队 民宿 农家乐餐饮 停车场 还有内外部景观等 叶成早已找人设计好了图纸 建筑队按照图纸来施工就行了 这个图纸的全部建成出来 四亩的用地 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农庄了 计划修建民宿30套 每套都是独立的仪式一厅一味设计 而农家乐的餐饮 一边是一个300平米的大宴会厅 可以同时开30桌的洗面 另一头是30间的包间 还有一块能听几十多辆车的内部车位 山庄外面 还要修一块外部停车场 工程队的工程车辆 一辆辆地开进来 建筑材料也一车车地拖进来 整个场地都开始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 至于叶晨对景区的开发设想 上面的意见也下来了 叶晨与村里协商了 还是整个的租赁下来 里面的开发 由叶晨自己来负责 按档次分接 给村里一定的分成比例 如果收益达不到一定的标准 自然也就没什么分成了 这下来 叶晨就要开始 对电站和坝顶进行各种改造了 以前的老电站的房子 叶晨倒是不打算拆了重建 毕竟有几十年的历历史了 而且还有三四十年前的房屋特色 叶晨打算保留下来 只做必要的加固和修缮 另外在崖底水潭边 叶晨打算修起一个掉脚的竹棚茅草屋 然后将修一条弯曲的木头桥 从外面的电站边的路面 一直向里通向茅草屋 再从茅草屋出去 沿着崖底绕行 穿过了河面 这也是一些直播间粉丝发来的建议 当然这甚至是一个大概 还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另外 整个上山的道路 全部要铺成石头阶梯 路外面全部用栏杆围起来 工程还是不小的 叶晨也找了专门的石匠人来做 几样事情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叶晨在将这些事都安排好了之后 开始准备去省城 参加刘国祥酒店的开业典礼了 叶晨这次过去 也带上了第一批的蔬菜 找了一个冷藏货车 拉了一车的蔬菜 然后叶晨开着车 同冷藏车一起出发了 三个多小时的车程 转眼便到了 叶晨根据刘国祥发来的地址 找到了地方 一个三层的独立的灰拍外观的酒楼 前面挂有客来洗大酒楼几个大字 此处位置还是在繁华的中心地段 旁边有商场 人流量大 周边都是一些高档小区 消费人群这一块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叶晨将车停在了酒楼前面的停车位上 叶晨下了车 让货车师傅先等一下 然后他静止进了酒楼 你好 你们的老板在吗 叶晨在大厅看到不少服务员都在忙碌着 应该是在为开业做最后的准备 叶晨找了一个服务员问道 你找我们老板 请问你是哪位啊 服务员问道 你们老板是叫刘国祥对吧 我是他朋友 叶晨说道 我们老板是叫这个 他正在三楼呢 心那边有电梯可以上去 服务员指了一下 行 对了 我外面带来了你们老板订的蔬菜 就是那个白色的香饰货车 你给他引到你们后厨卸货的地方去吧 叶晨你说着 指了指外面的车子 好的 我这就去 那服务员说着 就小跑出去了 叶晨静止来到了电梯旁 然后坐着电梯到了三楼 找到了刘国祥的办公室 祥哥 我来了 叶晨看到刘国祥在办公桌上忙着呢 敲了敲开着的门说道 刘国祥看到是叶晨 立即起了身 迎了出来 邀请了叶晨坐下 给他泡了杯茶 两人寒暄了一会儿 然后刘国祥就带着他 参观起了自己的酒楼 整个酒楼都是偏中式的装修风格 外面是白墙灰瓦 中式窗花 室内开建进来 就是一个大的大厅 两边都是一张张的 石木八仙桌和靠背椅 二楼是一个个的包间 光看着整个的装修 花费就应该不菲了 响哥 你这酒楼装修的是真不错 古色古香 环境优雅 真的是有够档次 叶晨看着这装修和布置感叹道 一般般吧 中餐要的就是一个中字 现在也流行这种 流行是一个 没见说嘛 我们不是没有奢华的 我们奢华起来 外国都比不了 我看这个怎么也不比那些什么高档西餐厅差 叶晨还是有浓浓的中式情节 他心里特梦想的 是开一种武侠电视里的那种月来客栈的 哦 对了 这次的菜我给你带来了 现在应该在后面卸货呢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行 走 两人说着来到了后厨 这次叶晨拉了两千斤左右的菜过来 叶晨开始还怕拉得太多会用不掉的 刘国祥倒是说开业酬兵 用量会比平常大不少 特意让他多拉点过来 二人经过了大厅 沿着通道到了专门卸货的地方 老板 车子那边也聚集了店里的几个厨师 孙师傅 这车里就是我购买的纯天然蔬菜 你看看品质怎么样 刘国祥向一位大概四十多岁的 穿着厨师服的胖哥问道 所谓十个厨师九个胖 看体型就能大致地了解到 是个经验丰富的厨师 我刚才已经上去看过了 确实都是非常好的食材 品质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在哪弄到的货源啊 现在像这样质量的蔬菜 可是不好找得到了 像他们这种 厨师最知道食材的好坏 对一道菜的重要性啊 一道优秀的菜品 厨师的功夫占一半 另外一半就得靠食材的质量了 那就是旁边的这位帅哥 他叫叶晨 是我的一个小兄弟 阿晨 这位是我的厨师长孙波 他可是我花大力气才请来的 能得到他的亲口肯定 说明阿晨你的蔬菜质量 是真的好 刘国祥给两人相互介绍了一下 孙师傅你好 叶晨上前伸出了手 叶老板你好 孙波也笑着伸出手 与叶晨握了握手 别什么叶老板的 叫我阿晨就好 我可不像翔哥做这么大的生意 就是个小农民 卖点菜 全靠翔哥照顾生意 哪敢成什么老板啊 叶晨谦虚地说道 阿晨你也太谦虚了 一看你就是个时尚人 老板跟你合作 我想 以后的食材的质量 一定不会差的 所谓看事看人 孙波也是在社会上 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的人了 在餐饮行业 别的不多 就是打交道的形形色色的人多 练就了一双会看人的眼睛 他能看得出来 叶晨就不是那种偷奸耍滑之流 跟这样的人的合作 是最放心的 那是肯定的 我认的小兄弟 岂能差的了 孙师傅我跟你说 我阿晨兄弟家里 除了这些好蔬菜 还养着了满山的鸡羊等牲畜 只是可惜都还未到初兰的时候 不然我就让阿晨也运点过来了 全部都是在山林里放羊的 我敢说 那质量也绝对差不了 刘国祥颇为称赞地说道 哦 那到时候 老板你可一定要动过来 我倒是颇为期待了 孙波听得食指大动 如同老猫闻到了咸鱼 那是自然 我也是满怀期待啊 你说呢 阿晨 想个需要 我肯定是优先供应的 不过可能都要等到年底才行了 叶晨自然乐意 有这么个优质客户的 好东西不怕晚吗 那孙师傅 你们就让人将所有的菜品过称 价格就按市场好蔬菜的档次定价 然后让财务那边打款 刘国祥吩咐道 没问题 我们这就开始 阿山 小凯 快去江城弄出来 阿宝 大牛 将车上的菜搬下来吧 孙波开始指挥着员工 开始卸货称重 阿晨 我这边还有些事要去处理 你这边先把事情办好 办完了再到办公室来找我啊 刘国祥看着他们 开始行动起来 转身对着叶晨说道 行 想的你先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弄好了去找你 叶晨连忙说道 然后刘国祥转身进去了 等到所有的蔬菜卸完 叶晨跟着孙波商定了价格 叶晨晨和刘国祥这样的关系 孙波也没有去压价格 给出的价格 叶晨也是比较能接受的 毕竟第一次投入市场 还是要市场说话的 一起去了财务那边 财务给算好了价格 又去找领导签了字 然后就将钱打给了叶晨 叶晨也收到了第一笔的菜款 三万两千块钱 各种蔬菜有贵的 也有便宜点的 平均下来 价格差不多在16元左右 叶晨支付了冷藏车司机800块钱的运费 时间也到了中午了 叶晨让他就在酒店里吃了饭再回去 孙师傅 就让他跟你们一块吃点行吧 叶晨同孙波说道 没问题 不就一顿饭吗 正好午饭 我们也都沾你的光 尝尝新菜 孙波答应得颇为爽快 叶晨然后又上了楼 找到刘国祥的办公室里去坐了会儿 中午 因为还没有开业 吃饭的主要都是一些店里的服务员 和后厨的厨师和小工等 也还有一些管理人员 厨师长亲自下厨 烹饪了几道叶晨带来的菜 所有的菜上桌 那不愧是大厨 做出来的菜的品项 简直不知道比叶晨家里的高多少个档次 刘国祥又给叶晨介绍了坐一桌的人 已经认识过的厨师长 还有酒楼的经理 财务等 简单的介绍过后 众人开始品尝菜品 怎么样 诸位 对这几道食书的评价如何 刘国祥吃了几口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后笑着问其他人 不错 好吃 嗯 就这蔬菜我都能干几大碗米饭 其他人不停地伸出筷子 还是孙师傅的厨艺好啊 原来我们在家烧的菜 估计还没有发挥出其价值六成啊 叶晨也忍不住地感叹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这才叫相得一张嘛 我对咱们酒楼的生意 又多了一层信心了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明日开业 实现开门红啊 刘国祥端起了酒杯 感谢老板 我们一定努力 其他两桌的员工也都端着杯子站起来 他们喝的都是饮料 毕竟下午还要上班的 然后大家干了一杯 吃过了午饭 司机先行开车回去了 叶晨跟着刘国祥到办公室里休息 响哥 秦姐不在这边吗 叶晨问道 他还在深城呢 思岩还要上学 晚上他们就赶过来 刘国祥说道 哦 对了 翔哥 你知不知道怎么认证有机蔬菜啊 我的蔬菜已经弄好了商标 想着再弄个有机认证 这样你们也好对外宣传是吧 叶晨想着 自己家的蔬菜已经开始销售了 而且自己的种植模式 申请个有机认证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 自己的蔬菜的附加值 也可以最大化 还能便于自己的以后营销 但自己现在缺乏的 就是一些人脉 干什么都是陌生领域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的 真要是办下来了 以后我的店里 也可以打上招牌的 包括你的那些放养的杨阿基亚的 将来都是可以成为 很好的宣传物的 刘国祥当即表示 要帮忙 叶晨在他那待了会儿 就说先走了 等明天再过来 参加他的开业典礼 刘国祥还让他晚上再过来聚聚 叶晨心想他这就要开业 事情也多 就不麻烦了 于是就推辞掉了 刘国祥说帮他安排住的地方 经叶晨一说 才知道他这边还有房子 也就随他自己了 叶晨又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房子那 打开房门 又是几个月没来了 叶晨感觉 这房子 就是买了一个季母 纯属浪费了 买过来快一年了 总共加起来 还没住到十天 不过亏倒是也没亏 这个小区的房价 才一年不到的时间 一个平方 又涨了两千块钱了 就这一套房 比当初买的时候 又增值了六十多万了 难怪那么多人 都喜欢把买房 当成一种投资 这资产的增值速度 是挺快的呀 不过叶晨暂时 还没打算那么快卖掉 反正是省会城市 又是这么好的地段 亏不掉就行了 那么多房间 叶晨也就没有去 一一收拾了 反正又住不了几天 弄干净了 也是没用 晚上叶晨跟家里 通了电话 当叶连山和田惠芳 听说叶晨今天的蔬菜 卖了三万多块钱的时候 都惊呆了 那在他们的印象里 蔬菜怎么能卖 那么贵的价钱呢 平均下来这一斤蔬菜 都要十几块钱了 要知道 今年老家的猪肉 都跌破十元的价钱了 现在只要八块钱一斤 他们很难想象 蔬菜怎么能比肉的价格 还贵呢 叶晨跟他们说 现在这还不算贵的 等到申请到 有机蔬菜的认证 价格还能再提升点 他们彻底不知道 该说什么了 叶连山则是 喃喃自语地说道 这菜员要早晚 多去看看了 会不会被偷菜呀 之类的各种担忧 叶晨听着他的担忧 无奈地笑了笑 宽慰他道 爸 菜地里都是装了监控的 不用担心会有人来偷的 那还好点 是个大问题啊 那些畜生一旦下山 那毁坏的就不是一点点了 叶连山想到 确实都装了监控 稍微放下了点心 但同时又想到山里的野猪 顿时又不淡定了 听到叶连山说野猪 叶晨也随即想到 这确实是个问题 春夏之际 山里的食物果实 还是比较充足的 所以野猪下山的情况 还不是很多 但到了下丘之交 番薯玉米之类的 农作物成熟之际 野兽下山的情况 就会越来越多了 叶晨还记得以前小时候 每每到了下丘之际 玉米番薯成熟之际 附近夜连山 都要在玉米地里 或番薯地里搭上草棚 晚上就睡在棚里守夜 夜里还不能睡得太深 一旦有动静 就得立马起来 拿起竹棒敲起来 嘴里也喊叫着驱赶 那时候针对这些不速之客 真是想尽了办法了 野猪的问题 等我回去之后 咱们再商量吧 这个时间 应该问题不大吧 叶晨于是说道 嗯 等你回来砸去 你们再想个办法 面积那么大 靠人去守着 也不现实 叶连山说道 又聊了一会 挂了电话 叶晨又刷了一会儿的短视频 如今 叶晨这几次直播 和平时经常发发短视频 叶晨的粉丝量 也成长了不少 如今都有七八万人了 短期内突破十万 好像也不是梦了 次日 叶晨早早地就起来了 吃过了早餐 开着车就来到了酒楼 此刻的酒楼前 早已摆满了花篮 铺上了红地毯 刘国祥和王若晴 正在酒楼门口 接待着到来的宾客 刘国祥这种身价的大老板 那朋友肯定是不少的 叶晨锁好车 静止来到了大门前 等到前面的人走进去 叶晨才跟着 来到了刘国祥跟前 想哥 请姐 开业大吉啊 叶晨笑着说道 然后递了一个大红包过去 是阿晨啊 刚才还没看到 你这太客气了 咱们谁跟谁啊 还弄这一套的 刘国祥笑着接过了红包 然后顺手地给了王若晴 就是图个吉利嘛 今天真热闹啊 那我就不耽误你接待客人了呀 叶晨简短地寒暄了两句 见到后面 又有人来跟刘国祥打招呼了 叶晨赶紧边说边往里走 若晴 你赶紧带着阿晨兄弟进去坐呀 刘国祥对着王若晴说道 然后对他使了个眼色 哦 对 阿晨 来 我带你进去坐 王若晴仿佛领会了什么的 回了一个懂了的眼神 然后忙跟叶晨说道 拉着他就往里面走 叶晨回头看了刘国祥一眼 就看到他对自己神秘地笑了笑 搞得叶晨莫名其妙的 情节 咱们这是去哪啊 叶晨被王若晴拽着走上了楼梯 看样子是要往楼上去 叶晨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问道 带你找地方坐呀 王若晴若有深意的一笑 然后也不说其他 只是带着他上楼梯 刘国祥的九楼中间大厅 是一个挑高的两层空间 整个二楼围绕着挑空客厅的外延 是一圈的石木立柱和木头的尾档 上面是一扇扇的木头玻璃窗户 对着大厅上空而开 里面是一张张靠着窗户的小桌子 一张桌子四把椅子的的石木桌椅 桌椅在外边是石木座的一条护栏 将这些桌椅隔成一个个的小空间 也与中间的过道隔开 过道外围一圈 就是一尖尖的包间了 王若晴带着叶晨上了二楼 然后右转 继续朝前走 到了头又左拐了一个弯 直到尽头靠九楼外立面的窗户旁 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四周摆放着绿植 四角的顶上也挂着吊栏 碧绿的藤腕垂落下来 搭配着深色的石木桌椅 端地是非常的复古美感 叶晨昨天虽然草草地看了一次 但他还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装饰 外面就是窗户正对着马路 由窗户往外面看去是满眼的繁华 收回目光又仿佛穿越回古代 极具时间上的美感 叶晨还没来得及感叹一番 就被眼前的一道白色的倩影 吸引住了目光 他一袭白色的长袖竖腰连衣裙 穿一双白色的帆布鞋 背对着叶晨坐在那里 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 从两并编了的两个小便 绕到发后简单扎了一下 将一头绣发竖住 看起来是那么的自然又清新 叶晨在那傻傻地看着 虽然没看到正面 但叶晨还是被这唯美的一幕 给深深地迷住了 王若晴看惯了叶晨平常 一副既稳重又有点散漫的样子 感觉像得老年人 不像他自己这个年龄的年轻人 此时看着叶晨那 有点呆傻傻的模样 忍不住扑斥一笑 坐在那边的白衣姑娘 听到声响 转身侧过头看了过来 只见她唇红齿白 肤如凝枝 禽手峨眉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仿佛若话中之女子 姐 那姑娘看到王若晴 笑着站了起来 温婉地叫了一声 柔声细语 悦耳动听 如三月的春风拂过耳边 阿晨 阿晨 王若晴看叶晨 老是盯着人家姑娘看 还没回过神来 不禁摇了摇她的臂膀 嗯 请见 怎么了 叶晨回过神来 嘴里不由自主地问道 问完才发现 是自己失态了 看着对面姑娘 用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 还有旁边王若晴细血的眼神 顿时心中一阵窘迫 脸部有得有点发红 叶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善笑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 刚才失神了 叶晨抱歉地说道 哼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阿晨你失态呢 怎么样 我们慢下漂亮吗 王若晴促暇地问道 嗯 漂亮 漂亮 叶晨捏了把汗 不知道说些什么 只是嘴里硬喝着王若晴 叶晨暗地里骂自己没出息 今天这是怎么了 平时的高冷饭荡然无存了 对面的姑娘也扑斥笑了一声 轻声责怪地对王若晴说道 姐 你在那瞎说什么呢 好了 不作弄你们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她叫林曼夏 是我姑姑的女儿 这次是我要她一起过来玩的 而她就是我们跟你说过的 去她家玩了两次的那个叶晨 你们认识一下 王若晴给双方介绍了一下 你好 我叫叶晨 叶晨舌头仿佛打了结 不会说话了似的 你好 林曼夏也轻轻地说了一声 好了 你们怎么都搞得这么的正事 我都不习惯了 都做 曼夏第一次到这边来 也没有认识的朋友在这边 所以我就让阿晨你过来 你们年轻人聊聊天 我还要下面 去帮国祥招呼客人 等下让服务员给你们泡杯茶过来 王若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着 然后又准备出去了 姐 你这就走了呀 林曼夏拉了一下王若晴 一双会说话的眼神 在诉说着她的一点点错乱的心情 王若晴拍了拍她的手 给她重新按到座位上坐下 你们聊聊天 等我事情办得差不了就过来 王若晴说完就离开了 这里陷入了一阵的安静 可 听秦姐说你 是她姑姑的女儿 那她就是你轻了解了 叶晨为了打破这该死的尴尬 咳嗽了一声 没话找话地说道 她这会儿 要是不知道刘国祥王若晴俩打的什么算盘 那才是傻子呢 只是这两人也不知道事先说一声 弄得她措手不及的 叶晨本来就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 在和自己熟悉的人面前能侃侃而谈 但面对一个陌生人还真的比较拘促 嗯 秦姐姐 她爸是我的亲舅舅 林曼夏坐在叶晨对面 听了叶晨的问话 随即回了一声 那你家也是在深城那边吗 叶晨又问道 没有了 我家在姑苏 不过离深城不是很远 林曼夏说道 姑苏啊 那可是个不错的城市 当年我还曾在那边 待过一年多的时间 姑苏园林假天下啊 听到林曼夏说她是姑苏的 叶晨心里不自觉地 又多了一份亲近 姑苏城在叶晨心里 是一座印象比较深的城市 叶晨这么多年 也走了不少的地方 但要说让她印象最深的 或者说她最喜爱的城市 第一位的应该是深城 然后就是姑苏城了 深城是一座 很独特的城市 明面上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 那繁华的陆家嘴 游人如知的外滩 都仿佛是她身上的最大的标签 但叶晨更喜欢的是 城市里 那层林大厦之间的理论和老洋房 还有那路边的梧桐树 深秋的季节 最是令人感伤 又充满思念 而喜欢姑苏城 喜欢的是 她的历史底蕴 那一座座的园林 让她沉醉其中 好想穿越回古代 感受一把古人的潇洒 原来你在姑苏待过的吗 什么时候去的 住在什么地方的呢 林曼夏听到她说 在姑苏待过 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那已经是好几年前了 我大学毕业之后 在深城待了三年的时间 之后就去了姑苏 在姑苏屋中那边 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叶晨想了想说道 我家也在屋中区呢 林曼夏轻移了一声说道 真的吗 那还真倒是巧了 叶晨也有点诧异地地说道 这世界有时候 还真是蛮小的 是挺巧的 林曼夏也点了点头 我最喜欢姑苏的园林 在姑苏那一年多 我去逛了不少的园林 有时候烦了累了 就喜欢跑进去逛逛 高大的院墙 隔绝了外面城市的噪音 可以安安静静地放松下自己 叶晨有感而发地说道 这也是她喜欢园林的一个原因 看不出来 你还有一点古代影视的追求呢 不过姑苏的园林 确实让人迷恋 我也是 自小就在园林的环境里长大的 你现在也是在姑苏那边上班吗 叶晨问道 还没有呢 刚参加完学校的毕业答辩 这不是暂时闲下来了吗 就被秦姐姐叫到这边来了 林曼夏和叶晨聊了几句 也开始放开了点了 没有开始那会儿那么紧张了 你才刚要毕业啊 本科毕业 叶晨有点小惊讶 当然不是本科了 是硕士研究生 林曼夏微微笑了笑说道 真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学霸 叶晨有点佩服他了 在叶晨看来 能读研究生的都是非常人 还是学艺术的 水平应该是差不了的 我可算不上什么学霸的 林曼夏笑着摇摇头 对我这种 只有本科毕业的人来说 能读研究生的都是学霸 哪所学校啊 叶晨问道 金陵师范大学 林曼夏说道 金陵 那还真是巧了 我妹妹也在金陵上大学 就在金陵财经大学 还真是奇妙的缘分 人世间很多事 总是在冥冥之中 能牵连到一起 虽然有时候 只是自己强行附会的 金陵财大 那倒是不远 他待急了 林曼夏问道 现在大三 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 不过 他也想考个研究生 准备暑假在学校里面 复习备备考呢 哦 那他学习应该还不错 现在考研究生的越来越多了 压力也是很大的 想当年我考研究生 备考的那段时间 哎 都不愿去回想了 林曼夏作为过来人 对考研的感触 似乎更深点 我当年也打算过考研 还准备了一段时间 可惜完全进不下心来 最终也只是陪跑了一次 还是挺后悔 当年没好好学习考试的 现在入了社会 更是没有精力和新兴去考了 入了社会 才知道学历的重要 以前总觉得 好歹是个本科 结果你一个三流的 跟人家名校的比 都没法比 再到那些好的工作 都开始招研究生 你这本科生更是落伍了 每次下决心要看书 考研 最终买的书 翻来翻去 总是前面那么几页 一年一年的蹉跎 考研的心 也彻底地淡下来了 考研也不一定就那么重要的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 追求的不一样 选择自然也就不一样 你看你现在这样 不就挺好的吗 听秦姐姐他们 说你现在直播 种菜 养殖 弄得挺红火的呀 有多少的研究生 毕业了 也只能每天上班 拿着死工资的 哪有你那么自在 林曼夏似是 想开解夜城市的 轻轻说道 这时候 服务员用托盘 端着两杯茶上来了 服务员将两杯茶 分别放到 两人身前的桌上 两位 请喝茶 谢谢 谢谢 服务员退了出去 夜城端起身前的茶杯 示意了一下 林曼夏也端起了茶杯 喝了一口 两人在那静静地喝着茶 偶尔聊两句 经过了最初的相互熟悉之后 夜城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自在的感觉了 心情还挺愉悦的 有自己心仪的美女在眼前 怎么可能不心情愉悦呢 表姨 陈哥哥 我来看你们了 这时候 刘思妍不知从什么地方 笑嘻嘻地跑过来了 小心点 那么大人了 不能好好走路吗 林曼夏温柔肿带点严厉的语气说道 嘻嘻 刘思妍只是笑笑 跑到了林曼夏那边坐下 跟她并排坐下 思妍 你爸妈还在忙吗 夜城问道 嗯 他们现在可忙了 人太多了 他们让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饿了 可以先点东西吃的 刘思妍说道 应该是他父母打发他过来说的 我没关系的 你饿不饿呀 要是饿了 就先点东西吃 夜城问道 我还好的 等一会儿没关系 那我们就等翔哥他们忙完之阵 在一起吃吧 夜城于是说道 时间在渐渐地过去 酒楼里面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安静的这个角落 也不能避免地有喧闹声传来 时至中午 饭桌上都已坐满了宾客 一道道的菜 由服务员们上到桌上 这家店 我以前在航程那边出差的时候 别人请我吃过一次 这次知道 这家酒楼在我们这边居然开分店了 这菜特意带你们过来品尝的 都尝尝看 味道怎么样 黎夜城他们不远处的一个桌上 坐着三位中年男人 其中一人对其他两人说道 闻起来倒是非常的不错 看起来也挺有食欲的 听你夸得那么好 我来尝尝 其中一人说着 加了一口菜放进嘴里 细细品尝了一下 嗯 确实味道不错 可以说是水准之上了 看起体型应该也是个老涛了 几位客人 你们的菜上齐了 然后今天我们店开夜筹冰 赠送你们一道 我们店的特色食书小炒青菜 请你们趁热品尝 味道更好 各位慢用 一个服务员上完了菜 说了一下就离开了 这个店还真奇怪呢 别的店都是送点凉菜 他这送盘青菜 其中一人笑着说道 也许是觉得我们点得太油腻了 弄到青菜 给我们解解油腻呢 一人说着 伸出筷子 加了一口青菜 放进嘴里 咦 味道真的不错呢 想不到一道青菜 也能做得如此的好吃 那人吃完嘴里的青菜 忍不住地发出一声感叹 然后又加了一筷子 放进嘴里 其他两个人看他那模样 不像是作假 也伸出筷子加了点 放进嘴里尝尝 不错不错 味道真的很好 还真的有意外的惊喜呢 这老板够意思啊 几个人忙不迭地吃了起来 很快一盘的炒青菜就吃完了 就剩个光盘子 连一片叶子都看不到了 毕竟是送的菜 量也不是很多 服务员 服务员 再给我来一盘 你这个炒青菜呢 几人都忙着喊来了服务员 哎 好的 马上就来 正在其他捉送菜的个服务员 听到了呼喊声 忙答应着 下了楼给他夹菜去了 相似的事情 也发生在其他桌上 整个酒楼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此起彼伏的要夹菜的声音不奇怪 但夹的都是青菜之类的蔬菜 叶尘坐在里面的位置 听着外面传进耳朵里的 对自家蔬菜的评价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 有什么令你开心的事吗 对面的林曼夏 看着叶尘在那笑了起来 不由地偏着脑袋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 听到他们外面人的话而已 今天我不是送了自己的蔬菜过来吗 看这些客人的反响还不错 心里自然有点开心了 叶尘笑着说道 听秦姐姐说了 你在老家种了不少的有机蔬菜呢 等一下等姐姐姐姐夫他们忙完过来 我也要尝一下 你家的蔬菜味道怎么样 看他们吃得那么美 还有点期待呢 林曼夏笑了一下说道 对啊 陈哥哥家的菜真的很好吃 我去吃过好几次了 后来回家都吃不到 好怀念的 现在好了 在家里的酒楼就能吃到了 刘思妍幸福满满的感觉说道 热闹的午饭时间持续到一点多 客人们一桌桌地结账走人了 刘国祥他们也终于闲下来了 刘国祥和王若晴来到了这边 阿陈 慢下 久等了呀 饿了吧 菜马上就上来了 两人也围到桌上坐下 我们还好 你这边忙完了 今天生意很火爆啊 叶晨说道 是啊 比预料中的还要好 而且 老弟你的蔬菜 这次可是大放一彩啊 客人普遍的评价都很高的 这次本来是想着作为赠品 让客人们尝尝味道 结果追加下单率高的吓人呢 刘国祥说着 高兴之情 异于言表 那是好事吗 要是你这边市场反响不好 我还真不好意思呢 叶晨笑了笑说道 怎么会 就照今天中午的情况 想不好都不可能的 我决定让你这边 再增加蔬菜的供应量 将我再生成 航程 姑苏的其他四家酒楼 全都上线一部分你的蔬菜 怎么样 你那边能行吗 刘国祥觉得 要是自己的其他几家酒楼 都用上这种 应该能对菜品 有个不错的提升 供应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是你如舟这边的这个酒楼 路程还不算远 运输也还算方便 但那几个城市是不是太远了 运送过去 不得七八个小时吧 叶晨想的是运输的问题 至于用量 他那边供应上是 没什么问题的 冷链运输 还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一次多送点 两三天送一次 完全可以的 这样 你们应该是有冷链车的吧 我们自有菜的品种会给到你 你每次要多少 可提前一天 让你们的司机 带着单子过来给我 我次日凌晨 安排人员来给你采摘装车 这样时间上 应该都能赶在营业之前到货的 叶晨想了想说道 可以 我们就爱你说的 先实行一段时间 有不合适的再调整 刘国祥对叶晨的建议 没什么意见 行 那回头你这边安排好了 就派人过去拉吧 好了 工作上的是谈完了 我们吃饭吧 都快两点了 说话的功夫菜 已经上得差不多了 好 吃饭 叶晨和刘国祥 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倒是几个女的 吃得还比较斯文 其实说是不饿 真要等到下午一两点才吃饭 不饿才怪呢 吃完了午饭 服务员撤去了桌上的碗筷 打扫干净 然后上了茶 几人喝着茶 聊着天 曼夏呀 你现在答辩完了 学校里没事了吧 王若勤问着身旁的林曼夏 基本上是没什么事了的 就剩下拿憋证了 林曼夏说道 接下来什么打算啊 工作找好了吗 王若勤知道 林曼夏学的是师范教育 她的理想 也是当一名老师 教书育人 其实我报名了 学校里面的研制团 下学期就要开始 为期一年的支教了 林曼夏说 那不是要到大山里去吗 那些地方条件 可是都很艰苦的 你从小 就连农村都没去过的 能受得了吗 王若勤担忧地问道 这个小表妹 就是竹一大 她的姑姑姑父 也做不了她的竹 这次也是眼看着林曼夏研究生都要毕业了 还没谈的男朋友 王若勤的姑姑姑父 也是为孩子还没对象的事 操碎了心 前不久 偶尔一次 王若勤和刘国祥 两人回娘家 正好他姑姑姑父 也去了 两家父母 就聊到了林曼夏的亲事上 王若勤的姑姑 就问王若勤 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介绍给他妹妹 王若勤还没说什么呢 那边刘国祥 就眼疾手快地脱口出 说到了叶辰 他说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男生 比曼夏大两三岁左右 那样貌性格人品各方面 绝对都是上上之选 曼夏要是和他在一起 那绝对是天作之合 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是谁啊 哪里的人 做什么的 几个长辈听了 顿时来了兴趣 王若勤的姑姑王秀 没追问到 那当然 我说的这个男生 若勤也知道 不信你们问问他 刘国祥说着 指了指旁边的王若勤 王若勤开始还有点呆 心想自己老公这说的是谁啊 没头没脑的他哪知道 不过好歹是夫妻 默契还是有的 脑袋当机了会儿就通了 知道刘国祥说的是谁了 你说的是阿诚吧 要是说的 他那确实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快给我们说说 那个男孩的情况 听见王若勤也这么评价 他们就更来了兴趣了 然后刘国祥王若勤 你一言我一语的 开始向他们介绍着夜晨了 家是农村的啊 王秀妖听说夜晨是农村的 而且现在还回到农村了 他心里就有点打鼓了 这也是现实的 哪个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孩子 嫁到农村里面 而且还是个研究生的女儿 哎呀 姑姑 你们的想法 也该改变改变了 人家小陈是家在农村 可人家的条件是一点不差的 他在城里面有自己的房子 也有自己的车子 只是人家喜欢待在农村而已 而且 人家虽然在农村种地 可那也是不小的一个事业 并不比城里开公司的那些老板差 比那些上班族更是好了 不知道多少了 刘国祥听到王秀梅的顾虑 连忙说道 是啊 而且阿诚他人真的很好 你到他家那边打听打听 就没有人说他不好的 而且关键的是他父母也都是不错的人 这样的家庭太难找了 王若晴也在旁边帮着说道 王若晴的姑姑姑父 被两人说的感觉 这个叫夜城的年轻人 那是打着灯笼 也难找的好女婿 王若晴的父母也说 可以让两孩子见见面聊聊试试 于是 他们就让王若晴夫妻 两帮着 给他们安排见见 这也就有了今天的这一幕 但王若晴那也是第一次听到林曼夏说的 这个支教的决定 估计他父母也还不知道呢 想到这个表妹以前光顾着学业 现在好不容易毕业了 又要去到偏远山区 这让他和阿诚的事 不知道还能不能行呢 支教肯定是要到偏远一些的地方的 虽然农村山区条件差点 但是我都这么大人了 照顾好自己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林曼夏颇有信心地说道 你这肯定没有跟你爸妈商量过吧 要是说了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王若晴说道 那可不一定 他们俩也都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了 肯定会支持我的这个决定的 林曼夏的父母也都是学校的老师 教书育人了一辈子 教书是一回事 跑了太远 又是另一回事了 他们肯定担心的 而且 你年龄也不小了 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吗 王若晴若有所指地说道 说着还看了看夜晨这边 对啊 先谈个朋友再去 也不迟吗 刘国祥笑了一声说道 哎呀 在家里父母催 出来还要被你们催 讨厌呢 林曼夏被他们说得脸色微红 娇撑着说道 其实 支教也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 既能帮助山区的孩子 自己也能多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 还能见识一下别具特色的山区风光 可惜我是没有那个机会了 家里琐事缠身的 不然我都想去偏远的山区走走的 夜晨看林曼夏 被两个人围攻 在一旁帮着解围地说道 看 人家夜晨都这么说了 这是公益事业 你们应该要大理知识才对的 有了夜晨的力挺 林曼夏仿佛说话语调都高了一些了 哟哟哟 看这一唱一和的 还怪默契的呢 王若勤笑着调侃地说道 对对对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复唱复随呢 刘国祥也在那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呀 再乱说我真的不理你们了啊 林曼夏真是受不了姐姐姐夫的取笑 就是啊 翔哥 秦姐 你看你们 这用的都是些什么怪词啊 我脸皮后没关系 曼夏可是你们的妹妹 你们也这么说她啊 夜晨也不能置身事外了 哟 这都叫曼夏了 进展得够快的呀 思妍 你可能很快就要改口 不能叫陈哥哥了 刘国祥隐言怪气地 笑着跟旁边的刘思妍说道 不叫陈哥哥 那叫什么啊 小姑娘迷茫的眼神 看看他爸爸 又看看夜晨 我说想哥 你就做回人吧 你这样会教坏小朋友的 夜晨无奈地笑了笑了 就是 回去我一定要找你岳父 和你丈母娘告你的状 林曼夏轻咬背齿地说道 随你们的便 我老婆都站我这边 我还怕你告状 刘国祥颇有点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夜晨和林曼夏相视无言 默契地苦笑了一下 对了 下午你们都没事干 不如去看场电影 咱们店对面的商场里面 就有一个电影院 最近出了几部不错的电影 你们去看看 刘国祥 这是要把人 硬往一块凑的节奏 这不好吧 夜晨自己倒是没什么 有个大美女相伴去看场电影 她还是挺期待的 毕竟长这么大 正经恋爱都还没谈过一场 每次去电影院 也都是孤单一个人的 但第一次 见面就带人家女孩子去看电影 她自己反正是想都没想过 对面的林曼夏 此时也没说话 也看不出来 她是什么样的想法 看电影好 我要去看电影 表姨 我们去看电影吧 刘思妍清脆的声音 仿佛化解了这场尴尬 好啊 那表姨带你去看电影 林曼夏看了看旁边的思妍 然后笑了笑 欣然同意了 阿诚兄弟 那你就陪他们两个去吧 我跟你亲姐 还有事要忙 刘国祥说道 好的 没问题 叶尘也爽快地回答道 于是 叶尘和林曼夏 带着小思妍 走路去到了对面的商场里面 坐电梯上了四楼 找到了电影院 满墙的各种上映的电影海报 叶尘一时也不知道看哪一个 你们想看哪一部电影呢 叶尘问道 我都可以的 思妍说吧 你要看哪一部电影 林曼夏说道 嗯 那就看这个吧 陆登侠 你们看 多酷 刘思妍开心地来回挑选着电影 然后兴奋地指着一张海报说道 可以啊 你看这不行吗 看的话 我就去买票去了 叶尘问了林曼夏一句 就听思妍的吧 林曼夏拉着思妍的手 笑着说道 好 那你们等我一下 叶尘说着 就朝卖票处走了过去 买了三张电影票套餐 包含了可乐爆米花 听说是女生和孩子的最爱 反正叶尘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是从来没要过这些的 叶尘一个人也抱不下 就喊了他们两个过去拿 小思妍拿到这些东西 可是开心的不行 当场就抓起一把放进嘴里 电影要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叶尘说了一声 嗯 那我们进去吧 贪吃鬼 走了 林曼夏搂住思妍 开始往放映厅走去 进了放映厅 叶尘带着他们 找到了位置坐下 放映厅的环境 还真是个挺让人能放松的地方 聊天也好像更自在一些的样子 叶尘和林曼夏聊着天 而刘思妍则闷头对付着怀里的爆米花 灯光一下子暗了下来 电影开始了 两人也停止了聊天 黑幕下 叶尘侧着头 看着隔壁座位的林曼夏 银屏的光亮照在她的脸上 展现出了一个模糊的神仙侧颜 叶尘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又将眼光看向了前面的大银屏 怕被林曼夏发现 而在她转过头去的时候 她不知道的是 林曼夏也侧过了头 看了一眼旁边的叶尘 转而又有点羞涩地转了回去 黑暗的放映厅里 一对年轻的男女异动的心 和那一个眉心眉肺不停的小嘴巴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看完出来也已经傍晚了 几人回到了酒楼 在酒楼吃了晚饭 叶尘就准备告辞回家了 刘国祥又说 明天没什么事 大家一起出去玩玩 然后以方便联系为借口 让叶尘和林曼夏加了彼此的微讯 然后建了一个只有四个人的微讯群 叶尘开着车行驶在回去的路上 心情不知道为什么的 比平时更愉悦 她打开了车里的音乐 听着悦尔的音乐 欣赏着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光 早上八点 游乐园门口 叶尘将车停好 然后下了车 锦山乐园门前的广场上 人来人往的 赶上周末 来游玩的人也实在是不少 虽然在这边待了一年多 但叶尘还真没到游乐场来玩过 至于原因嘛 没人陪 现在的社会 单身狗的活动空间 已经被挤压的 没有离锥之地了 游乐园 最起码也得是小情侣 或一家三口 最低也得是几个朋友才能去 一个人去 叶尘是不敢的 本来不是一个人去玩的地方 有人陪才会热闹 看电影还好点 黑灯瞎火都无所谓 但你要是在外面等电影放映的时候 那就是受罪 现在就连双十一这所谓的光棍节 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过了 在外面路上走个路 都要时刻被撒糖 到餐厅里吃顿饭 一个人的话 都要承受点压力 所以他以前在外面的时候 情愿点外卖 不是外卖好吃 也不是没地方吃饭 就是不自在 叶尘对周围的环境有点敏感 这也许是他不喜欢跟人打交道 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的一个原因吧 喂 翔哥 我到了 你们到哪了呢 叶尘拨通了刘国祥的电话 我们也快到了 还有大概两个红绿灯 你再等我一会儿 那边刘国祥说道 行 我就在乐园门口等你们 到了给我打电话 大概也就过了几分钟 电话响起 叶尘接了起来 阿尘 我们到了 你在哪呢 刘国祥的声音传来 我就在乐园门口第一棵大树底下 看到没 叶尘双眼也在扫尸着四周 寻找他们的身影 哎 看到你了 我们在你左手边 寻找刘国祥的指示 叶尘向左手边看去 看到了他们 刘国祥在那边跟他招手呢 小思岩也向他这边跑了过来 跟他们会合在一起 叶尘和刘国祥去买了门票 然后五个人进了游乐园 五彩石乐园的基调 远处那高大的摩天轮 周围那些运行着的摩天轮 海盗船 跳楼机 旋转木马 过山车等等 到处都传来各种笑声和尖叫声 你们都想玩什么啊 叶尘没玩过 自然想听他们的意见了 我要玩旋转木马 摩天轮 碰碰车 刘思岩积极地举手发言 很是兴奋 哪里都少不了你 王若勤宠爱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你们觉得呢 王若勤笑着问道 我都可以的 反正时间还早 可以多体验几个的 林曼夏也无所谓地说道 那就先去摩天轮吧 可以从高处 看看我们这个城市的风景 叶尘提议道 好吧 那我们过去吧 几人朝着那醒目的摩天轮走了过去 到了就是排队 好大一会儿功夫 才上了座箱里 这座摩天轮还挺大的 座箱也不小 五个人进去还挺宽敞 工作人员关上了门 刘国祥王若勤坐一边 叶尘和林曼夏坐一边 小思岩就坐不住的 趴在两边的玻璃窗上 看着窗外的景色 摩天轮慢慢转动 他们座舱渐渐升高 随着位置的升高 窗外的视野也逐渐开阔 叶尘也忍不住地站了起来 眺望着窗外的景色 座舱升到了最高点 小思岩在那拉着王若勤 指着外面高兴的大呼小叫 实话说 从高处看景色也确实不错 曼夏 你觉得这边的景色怎么样啊 叶尘看着窗外的景色 转头问了问身边的林曼夏 挺漂亮的 在这上面看 这座城市发展得真的挺好的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和还在建的工地 林曼夏说道 发展是真的挺快的 我记得我刚毕业那会儿来这边 那时候这个城市与今天相比 那真的是已经翻天覆地了 可以说 要论这十年的变化 没有一个城市比得上这边的 叶尘看着外面感慨道 那你怎么想着 离开这座城回老家的呢 林曼夏转头看了看他问道 城市发展得好 可是并不适合我 且不说 那与城市发展不相符的工资水平 这座城市不适合我这种人生活 叶尘说道 这话又是怎么说的呢 什么叫不适合你这种人啊 林曼夏好奇地问道 这边的生活 氛围我不喜欢 而且最讨厌的是 堵车堵得要命 我感觉自己 算是一个性情比较温的人了 但这边的生活 有时候能把人逼疯了 那种感觉 真的是太痛苦了 叶尘忍不住吐槽道 你说的好恐怖的感觉啊 这座城市 有那么的不好生活吗 林曼夏挺叶尘说的那么恐怖 有点不大相信 其实很正常 每个城市的氛围不一样 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有人爱高山 就有人爱湖泊 有人爱城市 就有人爱乡村 刘国祥坐在对面说道 是啊 祥哥这话说得挺在理 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 就是 缺少了生活气息的沉淀 像深城姑苏那些城市 已经沉淀了十几二十年 有很浓郁的城市魅力 这座城市这些年发展得很快 但也造就了浮躁的气息 怎么说呢 就是生活中 你能感受到 各方面 总是有那么点别扭的感觉 叶尘看着远处 逐渐看不见的城市说道 这说的倒是不假 深城和姑苏 是我待的最多的两个城市 确实比其他很多城市 要感觉舒服 刘国祥也在旁边说道 座厢渐渐落下 直到所有的城市际线 全部消失 回到了地面 座厢门被打开 几个人下了摩天轮 而这时 一对年轻的夫妻 带着个高兴的小孩 又上去了 妈妈 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吧 好不好 出来之后 刘思妍就拽着 王若勤的衣角说道 好 就带你去 你们俩要不要去玩玩其他的呀 我们陪思妍去玩一下旋转木马 他们小孩子玩的 你们在旁边 看着也无聊 王若勤对夜城和林曼夏说道 其实也是再给他们俩制造机会 你想去玩一下其他的吗 我可以陪你一起 夜城对林曼夏说道 行啊 那你们先带思妍过去吧 我和夜城去看看其他的 林曼夏想了想 也就欣然同意了 好 那我们过去了 阿诚 帮我们照顾好曼夏哦 王若勤笑着对夜城叮嘱了一句 然后和刘国祥带着刘思妍 去到旋转木马那里去了 那我们去哪里玩一下呢 我是第一次来游乐园 没什么经验的 夜城对着站在原地的林曼夏问道 先走走吧 等一下看哪里人少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只是你真的从来没来过一次游乐园吗 林曼夏有点惊讶地问道 然后迈开了步 选了一个方向走去 夜城也一步一驱地 同他并行着向前走 确实没来过 我自小生活在农村 这种游乐园 只在电视电影里面才看到过 更别说来玩了 其实我也玩得不多 大了之后 就跟两个闺蜜来过几次 很多项目 我们都不敢玩 害怕 林曼夏悠悠地说道 这些东西 有那么恐怖吗 我看着挺简单的呀 夜城无所谓地说道 那是你没玩过 你看看旁边 那些人 在那又嚎又叫的 你以为是玩呢 林曼夏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海盗船 此刻那艘船 正在来回荡悠着呢 船上传来各种尖叫声 欢呼声 那你想不想玩呢 我其实最想尝试的 就是过山车 以前看到的 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愿不愿意陪我去玩玩啊 夜城有点跃跃欲试了 过山车很恐怖的 尤其是高处下来加速的时候 好吓人的 林曼夏有点犹豫地说道 你看那个过山车 最高处也没有多高 下来的速度不会太快的 没那么吓人 走吧 咱们去体验一把 那 那好吧 林曼夏同意了 夜城有点开心的 和他朝着过山车入口那边走去 等了几分钟 过山车回到了原点 车上惊魂未定的人 一个个地搀扶着下了车 夜城和林曼夏来到了车前 夜城先上了车里面 然后自然地伸出了一只手 林曼夏看了一下夜城伸出来的手 眼神微微不自然了一下 然后伸出了一只手 夜城握住林曼夏的手 纤细的手指 微微发凉 夜城握住他的指尖 牵着他上了过山车 两人坐定 安全压壁压下 然后车子慢慢地开了出去 夜城转过头 看了看旁边的林曼夏 只见他双手紧紧握住压壁 双眼目视前方 神情严肃 不用那么紧张 没事的 夜城温和地说道 没有啊 我不紧张 林曼夏故作镇定地说道 夜城觉得 他这样比平时的文静模样 多了一丝可爱 忍不住笑了笑 你别笑 等一下还不知道谁害怕呢 林曼夏看夜城这副模样 给了他一个白眼 过山车在慢慢地驶向高处 周围的树木逐渐消失 前面的轨道渐渐地不见了 终于到了顶点 一个短暂的停顿 然后俯冲而下 一时的失重 也让夜城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耳边尖叫声 欢呼声乱作一团 速度越来越快 风吹在脸上 眼睛都很难睁开 那种痛快的感觉 让夜城也喊了出来 终于经过了一番刺激的旋转翻腾之后 过山车逐渐慢了下来 这时夜城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和林曼夏的手握在了一起 林曼夏似乎也是才注意到手上 脸色飞红 挣扎了一下 缩回了手 然后撩了撩 有点被吹乱的头发 估计是在遮掩内心的波澜吧 夜城捏了捏 空空如也的手 笑了笑 压壁抬起 两人下了车 走了出来 然后去找刘国祥三人去了 会合之后 几人又逛起了其他的项目 什么碰碰车 海盗船 等等 夜城也很开心地 将所有的这一切都尝试了一遍 高兴而来 星际而归 相聚总是短暂 离别总是来临 两天的时间 不一般的精力 夜城有点不舍 但也没办法了 吃过了晚饭 夜城跟几人告别 我明天就回去了 你们呢 夜城问道 四爷明天要上学 所以我们晚上还要赶回去的 曼夏也跟我们一起回去 王若勤说道 那你们晚上开车慢点 注意安静哦 以后有时间了 再去我家那边玩玩 曼夏 你也可以一起来啊 不用你说 我们也会去的 再有一段时间 四眼就放暑假了 到时候 我们一大家老老少少全都过去 你那边住一段时间可好 刘国祥对夜城说道 那肯定欢迎啊 而且那时候 我那边的民宿 应该也已经盖好了 也有地方你们住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 夜城那边的民宿 也能建好了 好 到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去 提前告诉你 你给我们留好房间 没问题 那我就先走了 回头再联系啊 夜城跟大家挥了挥手 上了车走了 曼夏 这两天的相处 感觉怎么样 看着夜城的车子开走 大家收回了目光 王若勤笑着问道 什么怎么样啊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曼夏故作糊涂地说道 当然 说的是夜城了啊 你觉得他怎么样 有没有点点好感啊 王若勤挑明地问道 这叫我怎么说吗 才刚接触 能了解什么 林曼夏含糊其词的 他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 咱们一家人在这的 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 我们好知道啊 你要是没感觉 咱也不能耽误别人不是 阿诚这样的好男孩 可是很抢手的 他现在是 没有放出话来 不然他家的门槛 都能让人猜贬了 刘国祥也在旁边 夸张地说道 表姨 你是要跟诚哥哥谈恋爱吗 刘思妍仰着头 天真的问道 你知道什么啊 就谈恋爱的 小脑袋一天天的 都在想些什么呢 林曼夏听了刘思妍的话 笑着说了他一句 将他搂在怀里 其实两天的相处 我对他印象还挺好的 挺温和的一个人 也没那么花哨 不过毕竟时间太短了 一切都说不好的 林曼夏想了想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有感觉就好 有了感觉 才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嘛 以后你们没事 可以多聊聊天 多了解了解 王若晴听到妹妹这么说 还是挺开心点的 他对叶晨这个男生 还是特别满意的 也想 他能跟自己的妹妹 能走到一起 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呢 也许是咱们一厢情愿呢 林曼夏说道 怎么会 你是没看到 阿诚昨天刚看到你时的眼神 都呆住了 我从来没看到 阿诚有那么失态过的呢 王若晴笑着说起 昨天叶晨刚看见 林曼夏时的样子 林曼夏也被王若晴说的 一起了昨天初见时的一幕 嘴角画起了弧度 阿诚还有这样子的时候呢 哎 可惜了 我居然没看到 刘国祥一脸的遗憾的表情 叶晨这边开车回到了家 洗漱换洗了一番 将换下来的脏衣服 扔进了洗衣机 然后烧了壶热水 泡了杯清茶 才坐到客厅的沙发上 打开了电视 看着看着 止不住地就想到了林曼夏 看看时间已经八点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上路了 你们在路上了吗 叶晨打开微信 编辑了一条信息 发了过去 发完了信息 叶晨将手机放在旁边的沙发上 眼睛看着电视 但却时不时地描一下手机 关注着有没有信息进来 一声震动 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叶晨赶紧拿起了手机 解锁打开一看 资费满意免单计 您的20元专属优惠券已到账 原30元5G特惠包 限利减20元 再加赠 宇宙移动 W&M 要不要这么勤快 晚上8点了 你还来要来轰炸一遍 叶晨看了 忍不住要骂人了 天天移动信息 像炮弹一样轰炸 一天到晚的各种破信息 营销做的倒是铺天盖地 但是你要欠费一天了 立马给你停机 叶晨发誓 一定要转个网 已经忍受了10年了 作为强迫症晚期患者 叶晨感觉自己 被快被整得抑郁了 叶晨删掉了短信 然后将手机扔回了沙发上 端起茶几上的茶 吹了吹 喝了一口 以此来平复着 自己波动的小情绪 没过片刻 叶晨又感觉到了 沙发上传来的震动 屏幕又亮了 还来 叶晨暴躁地拿起了手机 嗯呢 我和姐姐姐夫 他们已经上了高速了 叶晨烦躁地心一瞬间 安静下来了 叶晨将茶杯放回到茶几上 然后盘坐在沙发上 双手捧着手机 开始打起了字 现在到哪来啊 什么时候到深城呢 叶晨问道 这在高速上的 我也不清楚到哪了 姐夫说 大概还有个三个小时左右 就能到了 这次没有等多长时间 那边林曼夏就回了过来 叶晨盘坐在沙发上 跟林曼夏发着信息聊起了天 直到很晚 窗外的马路上 传来的汽车噪声 叫醒了床上的叶晨 叶晨从床上爬起来 走到窗前 拉开了窗帘 外面天空阴沉沉的 不知昨晚上什么时候 开始下起来了小雨了 这还真是无声无息 没一点预兆 叶晨回头看了看 床头柜上的闹钟 已经九点了 昨天晚上开始 是和林曼夏聊天 后来又睡不着觉 坐在那看电视 直到凌晨一点 这一觉就是大天明了 叶晨洗漱了一番 收拾好卧室 将洗衣机里的衣服拿出来 挂到衣架上亮了起来 将阳台的窗户关紧 昨晚没关窗户 还好没刮什么风 才没打湿阳台的地面 自己今天就回去 不在这里住 窗户也只能一直关着了 不然晾的这几件衣服 就得倒霉了 检查了一遍电器开关 该关的关掉 该拔的拔掉 叶晨换好了鞋 回头看了一遍 仔细想想 确实没什么遗漏的了 转身出了门 然后降门锁上 还不放心地握住门把手 反复确认了两遍 确实关紧了 叶晨有时自嘲 这就是强迫症患者的悲哀 干什么事 都总是要反复地确认几遍 太煎熬了 下了车库 叶晨上了车 开出了小区地下车库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叶晨开起了导航 发现平时走的高速 此刻有一大段的深红色的标记 叶晨知道这 肯定是发生了拥堵了 叶晨心想 这阴雨天气的 八成路上 又发生什么追尾之类的事故了 看那红线距离 堵了将近两三公里 这要是走高速 还不定要在路上堵多长时间呢 叶晨决定不走这高速了 反正走国道回去 也就慢个十几二十分钟的 遇到视线实在不好了 也能随时找地方停下来 于是 叶晨选择了走国道 开好导航 慢慢驶出了市区 开上了国道 国道应该是去年才修好的 双向六车道 崭新的道路 开起来并不比高速差 只是很多的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要格外注意点 叶晨听着音乐 以八十多的速度行驶在国道上 路边大部分都是山坡荒地的无人区 偶尔闪过一些个小村庄和小商店 正当叶晨行驶到一段旁边 是无人的荒野地时 小雨犀利 雨刮气刮动着雨水 叶晨透过挡风玻璃 看到前方右侧的应急车道那里 有几个小东西在走动 雾蒙蒙的 看得不是太真切 像是小动物 其中一只都跑到车道上了 叶晨透过右侧后视镜 看到右后方没有来车 于是打了右转向灯 向右边变换车道 直到应急车道边停了下来 打开双闪 然后夜晨下了车 拿出一把伞撑开 然后打着伞向着那几个小不点跑过去 来到那几个小不点跟前 夜晨才看清楚 原来是几只好像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狗 看得眼睛都没睁开呢 此刻小奶狗们身上 都被雨打得湿淋淋的了 在那里浑身发抖 夜晨将那一只爬上路的小黑狗抱了起来 放回到路边 将另外的两只一黄一花的小狗 也抱到一起 三只小狗 都还没有睁开 看情形也就生下来十来天左右吧 一个个的小家伙闭着眼 四肢软萌萌地趴在地上 浑身湿淋淋的 小黑鼻子 还在一动一动地嗅着什么 夜晨又走到路旁的沟壑 和旁边的草丛里找了找 想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 嗷嗷嗷嗷 夜晨听到草丛里传来的细微的叫声 寻着声音 夜晨扒开一处草丛 只见一个小草窝里 还有两只小奶狗 正在那里伸直了脖子 不停地叫唤呢 他们的妈妈呢 孩子还这么小 肯定是太饿了 才会爬出来的 那就说明 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喝奶了 是被别人丢弃在这的 还是狗妈妈出去之后一直没回来呢 夜晨也不确定 如果是被人丢弃的 放着不管不顾 那这几个小狗 接下来面临的肯定是死亡 他们自己没有觅食的能力 加上这种天气 肯定没有生还的可能 但如果是有狗妈妈在的话 小狗这么饿了 还不见回来 夜晨估计 狗妈妈 此刻也肯定出了什么意外 不然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想到这里 夜晨沿着路边往前找 在向前几十米远的地方 夜晨找到了他们的妈妈 一只黄色的田园犬 不过不幸的是 这只狗妈妈 早已经死去多时了 应该是在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被车子撞到了 夜晨看到一条从路中间 一直拖到路边上的鸡米肠的血迹 那前身的磨出了血的两只前腿 和那凝视着前方 一直未闭上的眼睛 此刻他的头 正是朝向着那几只小狗所在的地方 一切的一切 仿佛都在述说着一个画面 一只狗妈妈 在外出觅视完毕后 准备回来给孩子们喂奶 却在穿越马路时被撞到 五脏俱损 狗妈妈心心念念着 孩子们还饿着肚子 用两只前找艰难地爬行着 想回到孩子们身边 但终究伤势过重 再也爬不动了 只能无力地 望着孩子们的方向 眼神逐渐失去光彩 渐渐地停止了呼吸 哎 夜晨看着眼前的狗妈妈 又看了一眼远处那些雨中的小奶狗 摇头叹了一口气 弯下腰抓住两只后腿 将狗拎了起来 朝着小狗们的方向走去 来到了狗窝边 夜晨将草丛狗窝里的两只小奶狗抱了出来 放到了自己的副驾驶前面的脚垫上 然后将路边的另外三只小狗也抱了上去 几只小奶狗浑身湿淋淋的 颤颤巍巍的相互簇拥在一起 嫩嫩地叫着 应该是饿得不行了 夜晨然后将死去的狗妈妈 拎着放到了原先草丛里面的狗窝里 这里也算是你的家了 你就在这里好好尝眠吧 你的孩子 我会带回去好好照顾的 夜晨从周围采了点草盖在狗身上 然后退了出来 夜晨上了车 看着那几只嗷嗷叫欢的小奶狗 夜晨发动了车子 开始赶路 一个多小时后 夜晨将车开到了自家所在的市里 找到了一家宠物店 夜晨将车停好 下车走进了店里 宠物店进门两边就是几个笼子 里面有几只猫狗 猫的品种夜晨看不出来 狗是一条金毛 还有一只小泰迪 进去里面是两排的货架 上面摆满了各种猫粮狗粮 你好 请问这里有那种 给刚出生的小狗吃的东西吗 夜晨来到里面的柜台前 柜台里面坐着一女的 正在低着头 在那刷视频呢 啊 你好 你要买什么 里面的姑娘听到声音 抬头看到有人 忙站起来问道 圆圆的脸蛋 看起来有点萌萌的 请问 那你这里有给刚出生的小狗吃的东西吗 夜晨又重复了一遍 有的 有狗狗专用奶粉 还有羊奶粉也可以的 说着 他引着夜晨到旁边的货架上介绍道 我不是很懂 这样你稍微等我下 夜晨说着又出了店 将车上的五只小奶狗抱到了店里 跑了两趟 这些小狗身上 怎么都湿漉漉的 你给它们淋雨了吗 你这样它们会生病的 那姑娘看到几只湿零零的小奶狗 皱起了穿自眉 鼓着腮帮子 略显怒气地说道 夜晨也没生气 跟它解释了一番 它听了夜晨的解释之后 也知道是错怪夜晨了 从旁边拿了一条毛巾 开始给小狗们擦干净身上的水 然后拿了奶瓶出来 拆了一袋奶粉 泡了奶 抱起一只小狗就喂了起来 小奶狗如动的小嘴一下下急切地喝了起来 看样子是真的饿坏了 其他几小只也在那里嗷嗷直叫 他跟夜晨说 让他来喂 夜晨抱过来小狗 然后接过奶瓶 开始喂了起来 那边他又重新泡了一瓶奶 抱起另外一只喂了起来 两个人轮流着将五只全喂完才把 这五小只也太会吃了 也不知道饿了多长时间了 小老板拿毛巾擦了擦小奶狗的嘴 将它放到了地上 几个吃饱了的小只挤在一起睡着了 谢谢你啊 老板 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呢 夜晨感谢地说道 这一堆的小不点 夜晨真的是有点手足 没事的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这些奶狗都还太小 需要多花点功夫照顾的 嗯 麻烦你你跟我说说注意事项 再给我来点 他们现在阶段吃的东西 小老板给夜晨讲述着各种喂养技巧和注意事项 以及什么时候除虫 打疫苗等 然后给夜晨配了两个奶瓶 和几大袋的奶粉 夜晨扫码 将钱付了 老板 方便加你的微信吗 以后有事情也好请教你 或者以后需要奶粉或狗粮 可以请你直接发给我 我家出来一趟路 有点远 夜晨说道 可以啊 来 你扫我 他打开了微信 出示了二维码 夜晨扫了过去 加上了他 头像是一个 他抱着一只小猫的艺术照 名字叫圆圆 你叫圆圆吗 夜晨问道 对 我是叫圆圆 圆龙平院士的那个圆 圆圆 圆圆介绍道 哦 了解了 那行 谢谢你了 圆圆 我就先告辞了 还得赶路回家呢 夜晨说着 去抱地上的小奶狗 好的 你家不在市里吗 圆圆将之前给小狗擦拭的那条毛毯 也给拿着出来了 嗯 我家在山里面 渔庄 知道吗 夜晨边走边说道 渔庄镇嘛 当然知道 不过确实离市里 还有不短的一段路呢 圆圆说道 对啊 一个多小时呢 所以说出来 也挺不方便的 夜晨打开了副架 准备将小狗放上去 把这个毛毯垫在下面吧 小狗狗要暖和一点才好 圆圆说着 将手上的一个毛毯 放到了脚垫上面 这你还要用呢 夜晨说道 没关系的 家里还有的 圆圆说道 那谢谢了 两人又回了一趟店里 夜晨将剩下的 几只小狗抱了出来 圆圆将夜晨买的奶粉 奶瓶等 拎了出来 那再见了 以后有时间 可以到我们山里去玩玩啊 夜晨说道 好的 以后有时间 我去看看小不点们 圆圆笑着说道 夜晨挥了挥手 然后开着车子 继续往山里去 一个多小时后 夜晨终于回到了家里 到了老家 天已经放晴了 夜晨将车开进了车库 夜晨将几小只的奶狗 用毛毯裹着 一起给拎了下来 放到了客厅里的地上 然后又回头 去拿车上的狗狗用品 小晨 你回来了 田惠芳从外面拎着菜篮子 进了院子 看到夜晨回来了 高兴地说道 篮子里 放着洗干净的蔬菜 还在滴着水呢 应该是刚从河边洗菜回来 嗯 回来了 还带了点小东西回来呢 夜晨笑着说道 什么小东西啊 田惠芳疑惑地问道 那 就是这些小东西了 夜晨进了屋 指了指地上几只围在一起 睡觉的小不点说道 你从哪岛这么多小狗回来的啊 你要养小狗弄个一只不就行了 怎么一下动这么多 田惠芳看到夜晨 弄回来这么多的小狗 想着 这得要多少东西喂养啊 于是 夜晨又将路上的遭遇 跟他说了一遍 田惠芳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 也没再说儿子什么 他知道 儿子从小就有爱心 夜晨小的时候 家里捉来的小鸡小鸭 他可喜欢了 有时候保不齐 就会出现那病了的不行了的 小夜晨就在那旁边急得直哭 哀求着 自己要治好他们 结果有那死了的 更是伤心的不行 自己就拿着个小锄头去埋他们 这么些狗 你养得过来吗 要不要送几个给人 你少养几个 田惠芳跟夜晨商量着说道 不用 我养得过来的 反正平时也没什么事 就是小时候要喂养 等过到几周 他们自己 就能吃东西了 也不用特别的照顾 而且都是些田园犬 没那么金贵的 好养活 夜晨看着面前的小可爱 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们身上的绒毛 喜欢得不得了 他可不想送人 田惠芳见此 也没再说什么了 那你要给他们做一个狗窝吧 找个避风的暖和点的地方 他们那么小 不能诗文太厉害的 田惠芳 还是有些惊艳地说道 嗯 我等下在后面的柴房那里 给他们弄一块地方 夜晨想了想说道 夜晨养狗 可不会像城里人当宠物 甚至当孩子的那样养 什么吃住都在一起的 后面柴房跟前面隔了还算远 柴房前面也有一块院子 生活活动什么的都有地方 那你自己弄吧 回来还没吃饭吧 我现在就去做饭 田惠芳说着 就往后面的厨房走去 嗯 还没呢 夜晨又将地上毛毯的四个脚钻到一起 拎着吴小芝来到了后面的柴房里 柴房里的靠后面 马着一排排的木柴 直马到屋顶上面 木柴前面右边 是堆的一堆的葱树毛子 夜晨扯了几把葱树毛子 到前面靠窗的角落里 铺上了厚厚的一层 中间做成稍微凹陷一点 成一个窝的形状 然后又跑到隔壁的杂物间 翻箱倒柜地 找到了一件均绿色的破旧棉袄 看款式 都是几十年前的了 破了不少的洞 里面的棉花都露出来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 保暖效果绝对好 可不像现在的掺杂掺甲 夜晨拿着破棉袄来到柴房 铺在了葱树毛子上面 然后将毛毯连着吴小芝放到了棉袄上面 然后将毛毯四边团起来 一个简易的小狗窝就弄好了 闭着眼睛挤在一起 睡觉的吴小芝 也许是感觉到了环境的舒适 萌萌地叫了几声 然后蜷缩着又睡着了 弄完了这些 夜晨又将外面的狗狗用品 都给拿到了杂物房里 一切都弄好 出了后院 来到了厨房里 妈 我爸呢 夜晨问道 他应该在地里的吧 自从你给他说了那些蔬菜 没那么贵之后 他这两天是 天天都在地里待着 想着怎么给那些地上防护了 别被山上的野畜生给祸害了 田惠方边吵着菜边说道 也不用那么紧张吧 不就是一点菜吗 夜晨嘀咕道 那是菜吗 那可都是钱 哪有你这么粗心大意的 真要让畜生糟蹋了 那不就亏大了 田惠方美好气地 说了他一句 好好 那我也去看看去 夜晨可不敢去顶嘴 行 顺便把你爸叫回来吃饭了 田惠方说道 好的 夜晨说着 从锅台上的一盘红烧肉里 用手夹了一块肉 放进嘴里 出了厨房 这孩子 田惠方无奈地笑着摇了摇头 夜晨信不来到了菜地里 此刻菜地里没什么人 上宫的员工 此刻也应该都回去吃午饭了 夜晨沿着中间的道路走着 看了看两边的菜地 这些菜地打理得非常的好 也没看到什么杂草 之前菜拔了的那一块地 也已经翻根之后 重新种上了 又往上行了一段距离 夜晨看到了夜连山 此刻他正在菜地里面 靠近山脚的地方站着 爸 你在这干嘛呢 夜晨走了过去 问了夜连山一句 小晨你回来了 这不是想着 怎么样来防野猪吗 这几百米长的距离 真不知道怎么才能防得住啊 夜连山颇为愁眉地说道 嗯 刚到家 依我看 直接弄香菇园外围那样的防护网就行了 夜晨两头扫射了下 确实不短的距离 想了想说道 那种网 能防得住吗 那些东西 也就有个看着好看 野猪那样的那块头和冲击力 随便两下 就能给你霍霍了 夜连山则感觉 那些防护网太单薄了些 那把你觉得 怎么弄合适啊 夜晨问道 防野猪 还是他们老一辈的经验丰富点 嗯 我看就用你香菇园里面的那种水泥柱子就很好 埋到土里 埋深一点 再砍些竹子 横着绑在柱子上 这样应该 野猪怎么也冲不过来的了 行啊 你觉得可行 那就照你的办法来办 看看需要多少回头去订购一些回来就是了 咱们回去先吃午饭吧 夜晨说道 嗯 那先回去吧 两人说着 开始往回走 吃过了午饭 夜晨又和小叔叶莲平 一起去到上面的养殖区看了看 几个月的时间 那些禽畜都长大了不少 现在已经可以满山跑了 而这时候山里面的杂草植被 也都开始成长起来了 那些鸡羊猪 都可以在上上自己找吃食了 反而不怎么需要人工的喂养了 夜晨接着又跑到上面的民宿建设工地查看了一下 夜晨来到了工地现场 靠近路边的地方做了隔离墙 里面传来施工的声音 夜晨推开了门进去 看到不少的工人正在干活 看样子 地基基本上都已经弄好了 现在那些房屋地基上的工匠们正在搭建房屋 夜晨要的风格 是自己的家乡特色建筑 就是那种白墙灰瓦木窗 这些民宿从后面的坡地上 开始一层层地往下建到山脚 一层比一层降一点 既能看起来更开阔 也能让后面每一层都能有良好的光线照射 从远处看过来也有层次感 小夜老板来了呀 夜晨正在工地上看着 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 夜晨转身一看 原来是负责这个工程的老板杨开成 杨总好啊 我刚从外面回来 来看看你们这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夜晨笑着 同他打了声招呼 看得怎么样了 进度不慢吧 我们可是 给你再赶工期 一点也没闲着呀 今天上午下雨歇了活工 下午这一雨停 又开始干了 杨开成像是怕夜晨 说他拖延工期似的说道 嗯 速度蛮快的 我看这几十栋民宿 差不多都要建好了 夜晨对工程进度 还是挺满意的 走 我陪你再去看看其他的地方 两人聊着天 开始在工地里逛了起来 夜晨主要是看 有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毕竟图纸终究是纸上的 建起来的效果怎么样 又是另一回事 夜晨把工地逛了一遍 然后又和杨开成 一起离开工地 去了里面摆杖牙 去看那里面的工程进度 那边也是他们工程队负责改造的 原来的电站房顶的梁传瓦片 都已经翻修一新 破损的坏掉的 都重新换过了 但新旧木材交叉在一起 看起来不怎么好看 于是他们 又在瓦梁下面 用木板弄了一层顶子 刷上了青漆 看起来还是很自然的 而电站外面 如板桥和茅草屋的建筑材料 也都堆了不少 正在坐下面的角 暂时还看不出来什么效果 而在通道崖顶的那条路上 此刻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人 在那上面铺台阶 下面的空地上 堆了不少的石头围栏的构建 看完了这一切 叶辰比较满意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敢在暑期前完工 还是可以的 叶辰正要开车回去 电话响了 阿辰啊 在家吗 我派去你那边拉菜的车子 已经出发了 各样菜需要多少辆 也都开了单子 晚上就麻烦你帮忙 安排个休息的地方 给他住下 是刘国祥打电话过来说 蔬菜的事 没问题的 交给我就行了 我明天凌晨就组织人 给你踩摘装车 叶辰满口答应道 然后叶辰开着车子回去了 回到家 叶辰看到附近 有几家门前都停了车子 而且有些面生的人 在路上走着 于是问田汇方道 妈 旁边有几户邻居家门口 都停了车子 是不是来这边旅游住宿的人啊 是啊 你去省城这两天的周末 那时候来的人还多谢呢 昨天下午已经走了不少了 大概都是今天才过来的 没有前两天多了 田汇方说道 看来应该是上一批 回去的人宣传的效果 这次来玩的人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接待好 有没有什么游客 反应不好的事情 叶辰这两天不在家 也不知道那些来玩的人 有没玩好 这刚开始弄旅游 一旦有什么 弄得顾客体验很差 将口碑弄砸了 那后面再想坐起来 就难上加难了 这我倒没怎么在意 应该没什么吧 我是没怎么听到过 倒是有几个来咱家找你的 说是你的粉丝 听说你去了省城了 没看到 你还挺失望的呢 田汇方想了想说道 还有人专门为我来的啊 那倒是叫他们失望了 下次要给他们 在粉丝群里解释下了 叶辰说道 对了 你刚才说的接待的问题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 前几天游客来的时候 有几家争着拉客的 甚至有客人都到人家门口了 还过去拉客的 虽然没有闹到什么大事 但私下里 好像大家也有些闲话的 不过也好理解 他们懒到客人的有收入 还有那没接待到客人的 或接待了少了的 心里肯定点不舒服的 他们自己家 现在一般不做民宿接待的 所以他自己倒是 不会特别在意这些 嗯 这倒是个问题 得想个办法 晚上我就召集大家开会 想个办法解决一下 叶辰心想这个问题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关键是影响游客体验 这跟自己到外地旅游 碰到的那一排 旅馆拉客的 不是一样的吗 你看着办吧 我们也不懂这些 只是处理好了 不要闹矛盾才好 本来是帮着大家 赚钱增加收入的好事 别到时候弄得反而不愉快了 田惠芳说道 嗯 我了解的 叶辰也不想 本来融洽的邻里关系 因为这个 反倒弄紧张了 傍晚 拉菜的司机过来了 叶辰安排他住了下来 晚上 在叶辰家一起吃晚饭 晚饭过后 叶辰又到后院柴房里 去给吴小芝喂了奶 叶辰在那看了一会儿 等到吃饱喝足的吉小芝 又开始睡觉了 叶辰出了柴房 关上了房门 这后山上 还是有一些小动物的 什么野猫 钓老鼠 黄鼠狼的 可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 等到时间差不多 大家应该都吃过了晚饭了 叶辰去了宋元华家 让他和自己一起喊 各家各户出来 到自己家开个小会 然后两人分头挨家挨户地 通知了一遍 晚上吃过晚饭 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干的 所以来得也快 很快人就齐聚叶辰家的小院了 叶辰坐在亭子里 院子里的灯光照射的小院 分外明亮 各位叔叔婶婶 哥哥姐姐 首先跟你们说出 最近的民宿的事 这也开始有两三周的时间了 不知道 你们感觉怎么样 收入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 都可以提出来 大家总结总结 也看看 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叶辰首先抛出了今晚的话题 然而叶辰刚说完 下面就开始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曹操杂杂的 谁的话也听不清 叶辰只得 又让大家静下来 咱们还是一个一个地来 不然你们这么说 我也听不清楚 好了 那就长青书先来吧 叶辰找了前排 离自己近一点的一个人说道 好 那我就说说 小陈你帮我们 弄的这个民宿 是真的挺好的 这才半个月的时间 我家就接待了三批人了 就是提供一间房子 外加给他们吃饭 都不用投入什么成本 毛收入也有个千把块钱了 这在以前 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啊 被点到的于长青 开心地说道 这在以前要说 这么随随便便的 就能有看得见的钱到手 他肯定是不幸的 嗯 长青书说得很好 我想问一下其他的人家 是否都有收入 游客入住率怎么样 有没有没有接待到游客的 叶辰将一个笔记本摊在桌上 在上面记录着些东西 都挺好的 都有接待到客人 对 大家都差不多的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道 真的都一样吗 我怎么听说 老跟书家出了第一次 后面都没有接待过了 叶辰有些严肃地说道 大家本来还挺喧嚣的声音 在叶辰严肃的表情下 渐渐地小了下去 他们心里也奇怪 以前那个跟他们嬉皮笑脸的孩子 现在严肃起来高的他们 还有点畏惧害怕的了 老跟书 你怎么不说说呢 叶辰和颜月色地 对着在角落里的一个六十岁左右的 正在夹着一支烟抽着的老汉说道 我没什么说的 小陈你给我们弄了这么好的条件 现在我能在你家地里干活 月月都有工资 至于家里的民宿 那有就有 没有也没什么的 游客就那么多 不可能家家都有客人的 老跟书抽了口烟 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说道 我听说 本来有两个游客 已经到了老跟书家门口 都准备去入住了 但是被别的一家给拉到他家去了 这里我不点名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不是老跟书跟我说的 他也从没找我说过什么 我今天在这里提出来 不是想追究谁 惩罚谁 毕竟咱们的民宿刚起步 很多机制还不完善 大家都想多挣一份钱的心思 我也理解 但是 我想强调的是 钱怎么赚都赚不够 可我们这一块 二十多户人家和睦的关系 比这一点点钱要重要得多 再有就是 我们要了解一点 那就是 我们搞民宿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也就是 我们有而别人没有 或者说 游客为什么愿意花在外面 宾馆一样的钱 甚至是比住宾馆 还要贵的钱 来住在我们的农家房 那是因为我们这里 有生活的气息 有炊烟鸟鸟 鸡鸣犬费 田园劳作 闲话家常等 他们在城市里 所感受不到的一切 我们的邻里融洽 关系和谐的 如一家人般的氛围 更是我们的宝贵之处 如果我们变得像城市里那样 鸡犬不相闻 争名夺利分毫不让 那我们的竞争力 在哪 底下的人 此刻都沉默了 这次开会 不是追究大家什么的 而且我相信 相互拉客 也肯定不止这一次 我这次召集大家 其实就是总结一下 我们初期市营运 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然后针对这些问题 进行一些改正 我们要始终牢记的是 每一个来的客人 都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当然这话 可能有点不恰当 但是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 他们只有体验好了 才会心甘情愿地给钱我们 也可以帮我们 介绍给其他朋友 我们把自己打造好了 才能有未来的客丝云来 共同赚钱 而不再是 争眼前的一些迎头小利 叶辰有些语重 心长地说道 小辰 你就说吧 哪里有需要改正的 我们都听你的 对 我们都听你的 小院里的人 此刻都一口同声地说道 他们也都不是笨人 知道叶辰说的有道理 而且现在的改变 都是叶辰给他们带来的 不相信 他还能相信谁 感谢大家的理解 那我们就来讨论 如何改善游客接待 和制定一些 诸如客房标准 饮食卫生安全标准等 这样对大家以后做好接待 也更有明确的方向 如何 叶辰问道 这样最好了 我举双手赞成 你把标准弄出来 我以后一定照做 做不到 你取消我的接待游客的资格 对 我们都赞成的 看大家都如此配合 叶辰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他的倡议下 大家同意成立一个旅游合作社 将他们这二十几户人家 集体纳入这个合作社 以后接待游客 由合作社统一来协调分配 做到公平合理 等以后叶辰的民宿建成以后 就将民宿上线 加入网上预定渠道 到时候将收款方式 也要重新做一些调整 避免一些乱收费现象的出现 然后对客房的标准 吃饭的标准 尤其是卫生上的标准 还有家里户外门前 等区域的清洁等 都做了一些详细的讨论 然后列出了一条条的规定 既然有了规定 那肯定就有奖罚 统一设立评价制度 所有的游客 都可以在接待处 专门设立的评价区 写上评价 每月评比 评价最好的 有挂景旗 推荐等等 而评价不好的 则要按原因整改 情况特别严重的 甚至可以解除资格 就这些细节的东西 一直讨论到很晚 然后夜晨将完善的东西 打印成正式的公约 每家每户都签上了字 十点左右 这一场小会才到结束 大家都拿起小板凳 准备离开小院 对了 还有件事 明早大家还要起个走 有客户订了蔬菜 量比较大 知道了吗 夜晨又想起了蔬菜的事 忙叫住大家说道 没问题 小晨你说 几点就是了 那就四点吧 把菜装上车了 你们可以再回去补个觉 夜晨说道 大家都表示没问题 然后夜晨送所有人出了家门 哎呀 真是累死了 等到送走了所有人 夜晨伸了个懒腰 长叹了一口气 呵呵 劳心的人总是会比做事的人更累的 早点去睡觉吧 都很晚了 夜连山看着儿子笑着说道 嗯 那我去睡了 你们也早点睡 夜晨说着 转身去了楼上 哎 儿子真的大了 看他今天晚上说话办事 真的大不一样了 田慧芳靠在夜连山身边 看着夜晨的背影 有些情绪莫名地说道 是啊 不知不觉小晨回家都一年了 从开始的矛头小伙 到现在那么大的摊子 还有这一群靠他生活的人 真的是像梦一样啊 夜连山也有点感慨 但更多的是老怀欣慰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人了 连朋友都还没谈一个 转眼就是29岁了 哎 还是那么不着急 田慧芳想到 夜晨连女朋友都还没一个 又是一阵烦心 而孙自有儿孙福 阿诚是个有主见的人 不需要我们操心的 咱们帮着 他把家里的这些事管好 让他少操点心就行了 夜连山倒是看得很开 关键是操心也没用啊 算了 我们也去睡去吧 两人将大门关了起来 熄了满院的灯火 也回房了 次日凌晨 三点多钟 夜晨就爬起了床 外面还是漆黑一片 五六月份早晨气温也正好 不冷不热的 夜晨来到了菜地里 菜地里的路边 装了一排路灯 照明还是没问题的 此刻二十几个人 已经来到了地里 夜晨将订货单上 每种菜品的数量 告诉了他们 然后就让他们 就分头去摘菜去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五点半左右 所有的蔬菜装车完毕 又从仓库 弄了百斤的干香菇 然后司机 就开着车出发了 此时天也有点放亮了 夜晨让大家再回去睡会儿 他自己也还困得很难 回房间又补了个觉 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 夜晨到后面吃啊 房里看了小奶狗们 这时候好像也都醒了 在那里乱动 有一只小家伙 都爬到窝外面来了 夜晨将小家伙 拎回了窝子里 然后开始准备 给他们喂奶 拿奶瓶 倒奶粉 冲奶 然后一个个地抱起来喂 前前后后 泡了好几瓶奶 才将这些小家伙们喂饱 然后夜晨就不去管他们了 关上门出去了 吃过了早饭 夜连山又去了地里 今天那些早上 收完了菜的地 也要重新整理了 而夜晨整装完毕 准备出门带粉丝们 去直播了 要说新媒体这东西 你一停更或断播 那热度就蹭蹭地往下掉 互联网的记忆是最短暂的 夜晨之前那一波的直播 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他可不想一下子就垮掉了 妈 我出门去了呀 夜晨将背包放到了车子里 这次夜晨还把无人机也带上了 那上面都是大片的山林 回头可以用无人机拍点灵海 去哪里啊 田惠芳从厨房洗好碗出来 问道 今天到灵场那边去直播 夜晨回道道 之前的那几处地方都还在装修 直播的话也没有什么美感 再说老是直播一个地方 也没什么新鲜感了 还是去个新地方好 哦 那你要注意点啊 山上现在那些什么蛇虫之类的 也多起来了 田惠芳现在也知道 自己儿子的直播是干嘛的了 就是 还是不放心地叮嘱了一遍 嗯 知道了 夜晨上了车 将车倒出了院子 然后开上了路 通往灵场的路要 从夜晨家屋后的山岗 另一边的公路上去 从那边上去修了一条水泥路 可是很窄 大概只有三米宽左右 路两旁还是空的 连土都没有陪上来 这要是从上面下来一辆车 错车都没地方 不过幸好 上面没有人家了 也很少有车在这条路上走 这里是 真正的盘山公路 夜晨开着车行驶在这季窄 弯道又多的路上 不得不加倍小心 但有句话说得好 美景多在人际喊之处 越往上 山上的景色就越秀美 春夏之交 山上的植被绿色葱葱 不知名的各种花摇曳的开着 散发出混杂的分布清的香味 时不时地 可以看到不少蝴蝶在路边飞舞 注留在那些野花野草上 越是人少涉足的地方 越是有漂亮的风景 夜晨开车到了 记忆中灵场下面溢出的空地上 那里有一块平地 可以供停车用 夜晨背好背包 拿着手机打开了直播 大家好 我是阿晨 又是好几天没见了 前几天去参加翔哥的新店开业典礼了 听说我不在家的时候 还有粉丝来找过我 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以后我出门前 一定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啊 夜晨看直播间的人数 快速升了起来 很快就有几百人了 于是跟大家打了声招呼 哇 终于又等到阿晨的直播了 真好 阿晨直播也太随性了 这习惯可不好 我就是上次去找阿晨的 结果人都没见到 我 想哥居然是开酒楼的 不知道在哪呢 各位抱歉了 因为我自己事情也比较多 家里种了菜 也搞了养殖 所以不能天天直播 大家海寒 还有翔哥的酒楼 在深城航城姑苏 还有炉城都有店了 有附近的家人们 可以去试一试的 今天早上 我还发了一车菜 到他的酒楼去了呢 夜晨给翔哥小打了一下广告 深城什么地方 叫什么名字啊 我一定要去打卡 说不定还能碰到豪哥呢 对啊 我在航城 我也要去打卡 我是姑苏的 菜居然是阿晨供应的 那我一定要去尝尝 阿晨 菜是你亲手种的吗 我大江城居然没有吗 好失望 没想到大家这么的热情啊 看来都是个吃货啊 好 回头我就找翔哥 要来各个店的地址 然后发到粉丝群里面去 至于我家的菜嘛 几十亩地 我肯定是种不过来的 不过你们 要是自己想来 体验体验 种菜 我倒是可以满足你们 夜晨笑着说道 看不出来 阿晨居然还是个农场主啊 种了那么多的地 什么时候 也给我们直播一下 你的农场呗 这当然可以的 回头带你们看看 我们农村的田园 而且 我的蔬菜正在申请有机认证 等到认证下来了 给你们上一波 绝对的纯绿色污染蔬菜 到时福利多多 当然也更欢迎大家 没事的时候 过来晚两天 自己去到田间地头 摘一些菜带回家 体验真正的农家蔬菜 夜晨也不忘给自己的产品 做做宣传 好了 今天还是带大家来看的风景 不过今天不是之前的 那里你们也看了好几次了 我怕你们网上看腻了 就不想实地来看看了 再加上那里现在正在休憩 等到全部修建好了 我再带你们去看看效果 我有采纳你们的建议哦 今天我们看一个新地方 夜晨说着 调整了摄像头 开始换为后置的摄像头 真的期待会改造成什么样子的呢 这里就是我们这里的云峰林场 曾经还有一座房屋 有林场人员驻守的 不过现在早就撤销了 建筑也早就没了 但是这里的山林 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里面还有很多上百年的大树 有的甚至要两三个 才能合抱得起来 走 现在就带你们进山 夜晨说着 开始往山里面走进去 夜晨手举着手机进了山林 光线按了下来 抬头是浓密的层层树枝树叶 给大家看看 我们这里的树 看到没有 就这些 每一棵都是要两三人 才能合抱的大树 夜晨将摄像头 对准了前面道路两旁的树 因为太大 屏幕都装不下整个树的样子了 那些树真的好大 就像原始森林一样 现在这样大的树 真的不多了 直播间里各种惊叹 夜晨继续往里走 经过了这一片巨树林 然后眼前出现了一块残垣断壁 墙头的杂草茂盛 已经不见当年的景象 这就是当年林场的位置 想当年人多的时候 这里驻守的林场人员 就有七八人 现在都变成这番破败景象了 夜晨直播着眼前的画面 心里有点唏嘘 什么东西都经不起时间的摧残 真是可惜啊 如果山林间有这么一栋好的房屋 应该很有意境的吧 夜晨拨开杂草 踏上了残垣断壁的林场房屋处 在那上面用镜头记录着 阿晨 你刚才的镜头里有一个东西 夜晨看了一眼屏幕 发现有人发了一条评论 然后后面跟着 就是一堆的跟屏 对 我也看见了 飞色的一团 胡说 明明是黄色的 什么东西 你们可不要吓我啊 这大白天的我可不怕 夜晨微微拱着身子 扫视着眼前的杂草丛 主播胆子这么笑啊 说不定是一个小动物而已 突然夜晨看到 一间应该是房屋的两扇残壁的角落里 杂草抖动了一下 微微能看到一点影子 应该是就是刚才直播间的人看到的东西 嘘 好像看见好东西了 说不定今天你们能大饱眼福 看到野生动物了 夜晨亲手亲脚地往前挪动着 主播当心 是野猪 那是你可就倒霉了 说不定是大老虎呢 一下窜出来了 你们不用吓唬我 咱们这里是没有大老虎的 至于野猪 真要遇到了 我就打回家 里面加餐 夜晨笑着说道 还打野猪 主播吹牛皮 我看捉个兔子都费劲 夜晨轻轻地向前靠近 草丛里晃动得更厉害了 夜晨已经很清楚地看到 应该不是野猪了 看他背部的毛色 应该是只山羊 突然的 那个声音猛地跳了出来 然后迅速地 从夜晨身边窜过去 然后一眨眼就跑出去了 夜晨眼急手快地 将镜头对准了他的方向 前面的山羊 跑了一段距离 然后停了下来 调转过来 站在远处看了看他 然后又转身 跑进了树林里 失去了踪迹 好了 很遗憾 小山羊跑掉了 看大小 那只山羊应该还不大的 估计是探完自己 跑出来的 其实咱们这边山上 山羊还是有不少的 在山林里 只要运气好 经常会碰到的 第一次看到野生的山羊 好小只哦 主播怎么不抓住它呢 对啊 肉一定很好吃 你个吃货 你是想要一双免费手镯吧 一般人是抓不住它们的 在山林里 就是它们的主场 眨眼间就能跑出很远的 这些年 随着国家禁止村民 捕捉野生动物 那些在山上放捕兽家的 和拉电线的都少了 相应的山里的野兽 也多了一些起来 其实夜晨还是蛮喜欢这样的 这些动物给山里 增添了不少生机和活力 虽然我们今天没捉到野山羊 但是今天应该能遇到另一种美食 纯正的山林里面自然生长的 家人们 猜猜是什么东西 夜晨笑着 被直播间里面问道 这叫人怎么猜 好歹给个范围啊 就是 先说 是动物 还是植物 好吧 是一种植物 能吃的 这够清晰了吧 夜晨说道 我知道了 肯定是野果 有人说道 不对 这边的果子还没倒出来的时候呢 那就是蘑菇 我猜的对吧 又一个人说道 不错 你很聪明 就是蘑菇 我们今天去找的是一种 葱树菇又叫松乳菇 或者说是松树菇 是马尾松根部生长的一种菌菇 不仅味道鲜美可口 还具有药用价值 是一种珍贵的真菌 营养价值很高哦 夜晨说着 就朝松林里面走去 弯着腰 将镜头放低了寻找 找到了 这里有一个 夜晨很快就在一个树根下 找到了 一层干枯的松针下面 夜晨剥开上面的杂草 然后下面的葱树菇 就呈现在眼前了 但黄偏白色的表面 夜晨将军菇摘起来 在镜头下展示给他们看 军菇的反面 是胡萝卜黄的颜色 看到没有 这就是葱树菇了 看起来没什么出众的地方 但是吃起来味道很鲜美 不过也要注意甄别 有一种毒蘑菇 很像葱树菇 所以 不懂的家人们 就不要轻易地去尝试啊 采到毒蘑菇就不好了 夜晨说着 又开始继续寻找蘑菇了 好羡慕阿晨啊 能这么无忧无虑地 在山林里面采蘑菇 就是 看看观看人数 都破万了 阿晨就是在那里捡捡蘑菇 都有这么多的人在线观看 都是羡慕的一群人啊 自己想做又做不了的事 不只有望眉止渴了 静谧的树林里 惬意地采着蘑菇 没有什么烦恼 真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采蘑菇的小姑娘 为什么 你能发语音 夜晨在那里捡着蘑菇 时而看看大家的评论 各种奇怪的讨论 让他忍不住地发笑 夜晨就这么直播着 带大家摘了会儿蘑菇 然后又继续上路直播风景 至于蘑菇就暂时放在那里 回来再取了 又直播了一个多小时 夜晨跟大家告别 下了直播 在草丛里扯了一片那种很大的树叶 将蘑菇放了上去 然后捧着下去 放到车子上 开着车子回家 妈 今天我从山上摘了些葱树菇回来 你看看有没有摘错的 中午烧个菜吃吧 夜晨回到家 将蘑菇拿到了厨房外 倒在了地上 你还认识葱树菇 别弄回来一些毒蘑菇哦 田惠芳明显有点不相信 夜晨的生活经验 蹲在地上 开始一个个地检查起来 妈你怎么不相信人呢 这些我们小时候都干过得好不好 夜晨有点不服气地说道 嗯 确实是葱树菇 也没有什么毒蘑菇混在里面 田惠芳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掺杂进其他的进来 这里这么多 你选一点给你小妈送去吧 这东西 就是吃了新鲜 田惠芳对夜晨说道 好 我拿个袋子装一点 夜晨说着 到厨房里翻了一个小塑料袋出来 将地上的葱树菇 装了一点进去 送到了隔壁小妈家 返回家里 夜晨又开始清理菇子 将一些杂草弄掉 剪掉葱树菇的根上一点黑的根部 然后放水池里清洗干净 就等着田惠芳烹饪了 炒肉或者烧汤都是很不错的 夜晨又跑到后面柴房里 去看望小奶狗去了 开了门 几只小奶狗在那闭着眼音音叫唤 夜晨知道这些小不点 应该是又饿了 夜晨重复着泡奶喂奶的日常 五只小狗 两只黄狗 一只黑狗 一只白的 还有一只花的 夜晨为着怀里的一只小黄狗 想着给这极小只起个名字 起什么名字好呢 夜晨发愁了 夜晨一想到起名 头脑子就一片空白 最后想想算了 反正就是个叫法 还是简单点好 就叫小黄 小黑 小白 小花吧 至于自己抱着的 这只明显大一点的 应该是老大了 就叫它大黄吧 大黄 小黄 小黑 小白 小花 夜晨挨个地叫着 也不管他们听不听得懂 一个个胖乎乎的小不点垂着耳朵 夜晨怎么看也看不够 摸摸这个 抱抱那个 夜晨特别喜欢小动物 他发现所有的动物 都是小时候可爱 越大越难看 陪着五小只玩了一会儿 夜晨出去降门关上了 中午 田慧芳用夜晨采的菇子 和瘦肉鸡蛋一起烧了一个汤 吃起来真的味道非常鲜美 午饭过后 夜晨又跑到阳光房里面去躺了画 一觉醒来 又跑到电脑前 开始制作小视频 日子一天天平淡地过着 每天有事没事地喂喂小奶狗 寻查寻查工程进度 开开直播 带大家转转周围的地方 当然也时不时地 也跟林曼夏在微信上聊聊天 而夜晨的有机蔬菜认证 也在祥哥的帮助下办了下来 现在自己的商标认证都有了 他也跟刘国祥那边商量着 将品牌和他的酒楼合作着打出去 刘国祥和夜晨一起 先是找人制作了一个介绍的短片 然后又将夜晨家菜地里的监控视频 连到了他店里的宣传屏上 让进店的客人 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店里所用菜品的生产过程 让这些客人对吃的东西打心底里 感到放心 这样的宣传效果 还是显而易见的 刘国祥那边说回头客明显增多 客流也有明显的增加 当然相应的夜晨的蔬菜销量 也上升了不少 能到他们的店里 吃的大部分都是不差钱的 吃的就是一个味道好 一个食材放心 刘国祥还说 夜晨的干香菇 在他们店都成了热门产品 要不说刘国祥会做生意呢 他把从夜晨这里进的干货 专门做了一个区域 打上什么纯天然污染等等 吸引人的标题 来吃饭的人菜桌上吃得不错 看到他们店里 还有卖原材料的 当即就有人买了 准备回去 自己也做做 虽然这样 对于酒楼来说 并不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但好在酒楼卖的 也不是那样菜 而且只有在店里消费了的会员 才有资格买一些有机蔬菜 和有机香菇 总之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夜晨家的养殖区那边 第一批的勤处 也长到半大了 夜晨又继续进了一批的 新的幼苗进来作为补充 有了第一批的经验 新的幼苗养殖的也很顺利 当然 夜晨的这段时间的视频加直播的效果 也是不错的 粉丝量已经突破20万大关了 来玩的人 也一直有增无减 周末的时候人就会多一点 合作社的人家 收入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有几家都说 是不是把自己孩子叫回来了 再多弄几间房间出来 做接待 对此 夜晨也没说什么 随着游客的增多 客房的增加也是必须的 只要他们愿意花心思在上面做 从外面回来 也未尝不可的 时间来到6月末 夜晨的各项工程 也陆续竣工了 在验收完了各项工程之后 付完了工程款 工程队陆续撤走 夜晨家的民宿和农家乐 全部完工了 接下来就是招聘员工培训 然后布置开业了 新的暑假就要到来 夜晨想赶着学生们放假的时间 主打亲子旅游 一家三口出游的这种 夜晨也问了下家人们的意见 是否还是在自己这一块的两个组找人 还是说 放到村里面去选人 我看还是在咱们组里面先选 你要是不选他们 而去找外面的人 他们还不知道 心里面有没有想法呢 田慧芳说道 你妈这话说的倒也不假 但是咱也不能一味地照顾他们 正所谓生命 斗米仇 给的太多了 人家反而不会感激你 说不定 以后少给了一点好处 还会在背后 说你的不是呢 夜连山说道 小叔你觉得呢 夜晨又问了问夜连平 你爸你妈他们说的就差不多了 不过关键还是要看人品的 你做的这毕竟是服务业 服务好客人 才是第一位的 咱们这边你基本上每家每户都照顾到了 菜地里面干活的 还有做民宿的 所以现在 你在招人可以按你的需求去找 不必顾虑那么多了 他们谁家什么人什么性格 我们大体也都知道 符合你要求的 你就可以单独去问一下 他们大多都是在外面打工上班 会不会回来也还说不好呢 行 我心中有数了 你们也把你们感觉合适的人说出来 咱们商量出来一个名单 然后我再去问问 夜晨听了家人们的建议 心里对招人的心理负担也减轻了一些 他心里总是对人情这观过不去 所以说 死不长兵 这话放在夜晨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你可以把你表哥表嫂找回来 帮你管理民宿和农家乐的 他们两个什么样的人品 你也是知道的 有他们帮你管理 那肯定比用外人要放心不少的 夜连山说道 你爸这话倒是不错 小蕾和玉莹两个都是好孩子 他们对我们这些做舅舅舅娘的 也是没话说 让他们回来给他们点事情做 也确实应该 怎么的 也比他们在场子里面上班好一点 田慧芳也深有同感地说道 这个没问题的 其实我一早就准备要让他们回来的 只是一直没想好什么事情给他们做 现在民宿这边既然他们合适 那晚上我就去姑姑家一趟 跟他们聊聊 夜晨说道 嗯 你先去问问他们 应该是会回来的 听说他们厂子上的火也是蛮累的 然后就是咱们的农家乐的厨师 咱们可得找个好厨师镇厂子 夜晨又想到农家乐那边 做农家乐 你首先必须要才做的地道好吃 才会招揽到顾客前来的 这个你 是不是要找个专业的厨师啊 毕竟是要招待的都是外面的客人 口味可能会比较有要求吧 叶莲松说道 那倒不用 我想找的 就是要那种 把咱们的家乡菜 做得非常地道的那种 外面来的人 肯定都是吃多了饭店的 咱们再去找外面的厨师烧出来的菜 也没什么的吸引力 反倒是咱们最具农村特色的农家菜 对他们来说可能更新鲜 就是这种烧得好吃的 有要求做的量比较大的 可能不好找啊 这倒是在里 要说菜做的地道的 那刘湾那边的刘元庆 应该挺合适的 当年我们在村里临场的时候 就是他在上面 做了好多年的饭 你小时候上去 还吃过他做的饭呢 你还记得吗 叶莲山说道 是不是那个个子不高 有点胖的大叔啊 叶承回想了一下 好像有点印象 当年自己 还小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跑到临场去玩 经常在那上面蹭饭吃 有一个胖胖的大叔 烧的菜很好吃 对 就是他 他烧的菜味道 应该能达到 你说的那点要求 叶莲山说道 我记得 小时候 在临场上面 他就是简单的 用马铃薯烧的一道菜 真的很好吃 我到现在还有印象吗 只是 他现在年龄 应该很大了吧 还干得动吗 叶承记起了儿时的一幕 那个大叔烧的菜 确实很好吃 简单的一道素菜 叶承此刻回想起来 还仿佛有那种味道 年龄自然是不小了 比我还要大三四岁吧 不过还不到六十 关键是你可以找几个资质不错的 让他代代涂地 这样 你未来不就能多几个自己的厨师了吗 自己培养出来的厨师才好 镇上有几家饭店 本来饭菜还不错 结果厨师动不动就换 口味也是越来越差 可是影响口碑 叶承想叶莲山的这种想法倒是对的 一个店的口味 最继时常变动 如果能培养几个自己的年轻厨师出来 那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了 那爸 你就去跟他聊聊 看能不能把他请过来 担当主厨 叶承说道 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反正他现在也是 闲在家里 烧菜也是他的一大爱好 现在有机会让他把自己的手艺 展示给外面的人 他一定愿意的 叶莲山信心十足地说道 他们年轻时候多年的同事 彼此关系应该很好的 事情差不多就此一定 一家人在一起吃过了晚饭 趁着天还没有黑 叶承去到了姑姑家里 表说 你来了呀 还没进家里 就看到小子瑞在门前玩耍 小子瑞看到叶承来到 立即高兴地 向个小大人似的说道 嗯 来了呢 给你糖吃啊 叶承拿出口袋里 准备的棒棒糖 递给了小子瑞 谢谢表说 小子瑞开心的眼睛 都眯成了一条线 高兴地双手接过 然后拨开了糖纸 熟练地将糖塞进了嘴里 胖嘟嘟的两个脸蛋 填出了两个小酒窝 叶承忍不住地伸手 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子瑞 爷爷奶奶呢 在家吗 叶承问道 嗯呢 奶奶在厨房里 洗碗 爷爷在糖屋里 看电视呢 走 我带你去找他们 小子瑞说着 就伸出小手 拉着叶承往家里去 哎呀 子瑞你手上 怎么粘不拉几的 刚吃一块糖 怎么又弄手上了 叶承感觉到 小子瑞手上黏黏的 知道他又把糖 弄到手上去了 嘿嘿 小子瑞憨憨地笑了两声 走 我带你 先到水池边 把手洗了 叶承牵着小子瑞 到他家的水池那去 叶承打开了水龙头 然后让小子瑞 将手伸出来 小家伙乖乖地 将两只小黑手伸了出来 叶承将他的两个衣袖 卷了起来 然后将他的手 拉到水龙头下面开始洗 你说你这都干嘛了 手黑得跟个眉球一样 一点都不知道注意卫生 叶承一边给他洗 一边嘴里念念地说着 是小陈吗 你怎么来了 这时 叶连凤从厨房里出来了 嗯 姑姑 是我 我过来找你们有点事 叶承笑着说了一句 这东西一天到晚风格不停 身上没有一处干净的 等一下我去给他洗澡再洗吧 叶连凤说道 好了 刚才沾了点糖 太黏了 叶承将水弄头关了 捉着他的两个小手 甩了甩水 你那又是哪里来的糖呢 叶连凤这才注意到 小子瑞嘴里含着一个糖 于是问他道 保 呼 给 小子瑞嘴里含着糖 模糊不清地说道 表叔给的是吧 叶连还真听懂啊 嗯嗯 小子瑞狠狠地点了几下头 有没跟表叔说谢谢啊 叶连凤问道 有的 小子瑞说道 说了 小子瑞很有礼貌的 叶承摸了摸小子瑞的头 笑着说道 进屋里坐吧 叶连凤对叶承说道 好 叶承牵着小子瑞进了屋里 姑父 在看电视呢 叶承跟于建平打了声招呼 叶连凤找了个毛巾 将小子瑞的双手擦干了 小辰来了 快坐 于建平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到叶承过来 忙笑着招呼他坐下 嗯 叶承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抽制烟 于建平从上一口袋里 拿出来一包烟 抽出一只地给叶承 我不抽 还是你抽吧 叶承笑着拒绝了 叶承知道于建平也是跟他说笑 他知道叶承不抽烟的 来 小辰 喝杯茶 叶连凤端了一杯茶 来递给叶承 谢谢姑姑 叶承扮起身 双手接过了茶杯 然后放到了茶几上 今天晚上 怎么想着来耍耍呀 叶连凤问道 想跟你们聊点表哥他们的事 叶承说道 聊你表哥 聊他什么事啊 叶连凤奇怪地问道 我不是民宿和农家乐都建好了吗 想着请表哥 表嫂他们 帮我管理一下那边 就是不知道 他们愿不愿意回来 这才过来问问你们 叶承说道 他们怎么能帮你管理呢 他们也没做过哪些 别到时候给你管岔了 于建平说道 放心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的 就是管管人 管管物 简单得很 那要真是能去你那做事 那肯定是好的 我想 他们也愿意回来的 叶连凤略显开心地说道 嗯 那你们就问问他吧 我怕我问他们 要是抹不过情面回来 那就不好了 你们问更好点 怎么会呢 你想的太多了 你们表兄弟之间 什么话不能说的 叶连凤连连摇头说道 行吧 你们问他一声 他要愿意跟我说声就行了 说完了是 叶承又陪着小子瑞玩了会儿 才回去 第二天 叶连凤就来告诉叶承说 于磊他们愿意回来 月底这几天做完就回来 另一边叶连山 找刘元庆过来当主厨的事 也有了结果 也是答应过来的 而且 随即还来到了叶承家 给叶承烧了几个拿手菜 让他品尝看味道行不行 叶承挨个尝了一遍 忍不住地竖起了大拇指 元庆说 你的菜做的味道是真的好 我看比那些星级酒店的大厨 也没什么差的 叶承恭维地说道 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你感觉能行 我就放心了 咱也没给城里人做过菜 也不知道这手饭菜 人家看不看得上呢 刘元庆听到叶承的夸赞 也是开心 肯定没问题的 就是考虑到你也这么大年纪了 要你一个人做整个农家乐的菜 肯定不行的 你愿不愿意收几个徒弟 教教他们做菜啊 叶承试探性地问道 毕竟听说厨师对收徒 都还挺在意的 这个当然可以了 我这手饭菜 也不是什么不传之名 也不是什么是传名家的 能多教几个人 学会我也是乐意的 就是你这毕竟是要开业的节奏 招的人最好还是有点基础的 这样学起来快点 也能尽快派上岗位工作 这是当然 我回头就弄个招聘信息 放到村里去张贴一下 到时咱们筛选几个合适的 叶承打算员工的招聘工作 也同步进行 这样我看行 对了 你们这边除了正餐 早餐也要人来做吧 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刘元庆问道 还没呢 袁庆叔你有合适的人选推荐吗 叶承问道 嗯 下饭有个胡星明 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在县里国营饭店里学过厨 我学的是中餐 他学的是面点 后来不是关门了吗 他就在县自己开了早点铺 这一干就是二三十年 可是现在各种连锁店的早点铺 冲击得太厉害 他那种货真料足的 早点也竞争不过那些流水线的产品 效益也差了很多 今年年初 他的店就转让给别人了 如今也是回了老家来 别的不说 面点这一块他很拿手 而且他还有一手绝活 就是会腌一手好咸菜 那也是他曾经店里的一个招牌了 刘元庆说了一下那个人的情况 是啊 现在外面城里什么东西 都开始弄什么连锁 尤其是餐饮 你到每个城市见到的 都是那么几家熟悉的牌子 关键是 味道也就那样 很多本地的小吃 都被竞争得没有了生存空间 不得不关门 好多美味 就此就消失不见了 叶晨也有点感慨地说道 现在外面做什么 都逃脱不了资本的内卷 资本包装炒作一个品牌起来 不要太容易 然而结果就是 一大批特色老店 被冲击得不见了综艺 现在你在深城吃一样东西 到了巫室 你还能吃到一模一样的滋味 那种地域差异 带来的美食的不同 好像在不知不觉中 逐渐地消失了 那袁庆叔你就帮忙问问呢 他愿不愿意来 最好是能够像你这样 收几个徒弟的 毕竟你们年龄都大了 如果什么都让你们自己干 那你们的身体也吃不消的 叶晨说道 既然有这么好的合适的人 他肯定是要将人请过来的 我看也没问题 你当时怎么回事呢 心明他有一儿一女 可是一个也没有继承他的手艺 他也常常感叹 自己的手艺没有传人了 如果是不错的苗子 我想他是愿意的 刘元庆说道 那行 你就先跟他聊聊 如果他愿意 到时候 我去请他来负责面点这款 好 我尽快就去找他帮你问问 刘元庆也没多呆 风风火火的 就骑着他的摩托车走了 叶晨也写了一个招聘启示 贴到了村铺外面的宣传栏上 然后在其他几处大的村民广场 也都贴上了 招的服务员 肯定都是一些年轻人 正好现在有一部分的高考学生在家 高考成绩也出来了 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 他们的父母 就想着让他们来试试了 还有一些咨询情况的 机会不错 也想着让在外面打工的孩子 回来看看 经过几天的招聘 叶晨男女服务员 各招了十个人 一些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也有一部分的二十多三十多的男女 有几个专门从外面辞了职回来的 至于厨师 有刘元庆和胡兴明两个人负责主管 然后招了两个面点的 四个烧菜的 都是有一些基础的 还有一些后勤人员 前前后后加起来 得有二三十人了 所有人员招聘完毕 员工培训及时地开展起来了 民宿农家乐 也开始了清扫装潢布置阶段 时间到了七月中旬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 终于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差不多了 叶晨也打算正式开业了 叶晨也开了几次现场直播 带着粉丝细细观看着装饰一新 风格独具特色的民宿 还有那一道道 做出来制作宣传片的农家特色菜 可是把那些粉丝缠得不行 叶晨告诉了大家开业的时间 并交通路线等 并说 在市里设置门的接待点 到时候会公布在粉丝群里 一切准备就绪 时间到了开业的前夕 适日 叶晨的山庄里面张灯结彩 一大早的 员工就全都忙碌了起来 于磊和刘玉莹两个 也是承担起了管理者的角色 安排着手下的员工的工作 检查各种事项 第一个来的是刘国祥 这次不光他一辆车 后面还跟着几辆车 车子开到了山庄里 叶晨赶上前去 这时刘国祥的车门打开 他从车上下来 老爹 我来得不迟吧 刘国祥笑着说道 不迟 这才九点多 你这是起了得早啊 叶晨笑着说道 我们昨晚是在库城住了一晚 所以过来还是比较近的 刘国祥说道 然后到后座去开车门 那你们直接过来多好 就直接在我们山庄歇歇 这时 后座的人和后面几个车子的人 也都开始下车了 有叶晨熟悉的王若晴和刘思言 有一些跟刘国祥他们差不多年龄的男女 还有几位五六十岁左右的老人 应该是他们的父母长辈吧 这其中 他也看到了林曼夏 叶晨跟林曼夏 自那之后 也一直没见面 都只是在微信上聊聊天 但聊着聊着 也很快熟悉起来 除了没捅破 那层窗户纸 也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 后来他还知道 林曼夏时不时都会看他的直播 有意思的是 林曼夏对那吴小芝特别的喜欢 后来更是跟他开视频 就为了看看那些小家伙 前几天叶晨 邀请他跟着祥哥一起啊 过来参加自己山庄的开业典礼 他一直模棱两可的 也没给个最终的答复 只说看情况 今天叶晨看到他 还是很欣喜的 但这会儿这么多人 他又不好上前去 单独打招呼 祥哥 这些都是谁啊 你也给我介绍下 叶晨看向了刘国祥 好 我来给你介绍下 刘国祥接着指着众人 依次给他介绍 这两位是我爸妈 这两位是我岳父岳母 我跟你说过 要带全家人过来的 没骗你吧 叔叔阿姨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我们山庄做客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啊 叶晨笑着上前打着招呼 你好 你就是叶晨吧 常听他们提起你 真是个帅小伙 刘国祥的岳母 满脸笑容地说道 谢谢阿姨的夸奖 来 曼夏不用我介绍了呀 这两位是他的爸爸妈妈 也就是你 秦姐的姑姑姑父 刘国祥又指着两位 看起来很温文尔雅的 中年男女说道 叔 叔阿姨 你们好 我是叶晨 你们可以叫我阿晨 叶晨没想到 祥哥把林曼夏的父母 都给带过来了 这让他有种第一次 见岳丈和丈母娘的感觉 弄得一时有些紧张 哎 你也好 阿晨啊 阿姨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 林曼夏的母亲 有点丈母娘看女婿的眼神 看着她 眼里尽是满意的感觉 啊 您从哪里知道 我的呀 叶晨有些心虚地问道 哼 不知道是谁把我家姑娘 最近弄得神经了一样 动不动就在那里傻笑 旁边林曼夏的爸爸 突然阴阳怪气地 来了这么一句 啊 叶晨错愕地 将双眼看向了林曼夏 爸 你瞎说什么呢 什么神经啊 再说我哪有傻笑 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 林曼夏羞红了脸 摇着父亲的手臂 娇羞地说道 呵呵 别理她 国祥和若晴 经常说起你呢 这就是你的山庄啊 做得真不错 林曼夏的妈妈 倒是对叶晨很适合善 阿晨 这几位是我的好朋友 这次也是我邀请他们过来玩的 然后刘国祥将剩下的 其他一些男女 都介绍给叶晨认识 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士 大家好 也欢迎你们来山庄这边玩 希望你们在这边玩得开心啊 叶晨跟这些人打着招呼 嗯 你不用管我们的 有你想个招呼我们就行了 这些人还是蛮好说话的 都笑着说道 来 大家都屋里坐吧 别在外面站着了 叶晨说着 亲自领着他们上了 主楼二楼的房间 你们先在这里坐下 我让人给你们上些茶水过来 我等一下还有事 等我忙完了 过来招呼你们啊 叶晨安排着服务员 给这些人上茶水点心 他自己还要接待接下来的客人 行 你去忙 这里交给我 我来帮你招待他们 刘国祥自然地扮演起了大哥的角色 叶晨看了林曼夏一眼 然后转身下楼去了 叶晨走后 王若晴和林曼夏 从包间走到外面的阳台上 看着附近的景色 屋里的几个老人 却热火朝天地 开始聊起了叶晨 妹妹 这个小伙子真不错爱 又帅气 又有礼貌 看着就让人喜欢 王若晴母亲刘慧英 对着林曼夏的妈妈 宋叶梅说道 是啊 我也觉得是个好小伙 刘国祥的妈妈孙贵兰 也加入了夸赞的行列 是吧 就是不知道他们进展得怎么样了 问曼夏他也不说 秦京的丫头 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呀 宋叶梅问刘慧英道 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其他的 反正就是说 聊得还不错 刘慧英说道 哎 真是为他操碎了心了 现在又说什么 要去支教一年 虽然支教是好事 但这终身大事 老托着 也不是个事啊 宋叶梅发愁地说道 你急了什么 现在这不是有希望吗 再说 我们这次来干嘛的 还不就是来考察来了吗 孙贵兰也说道 也是 还多亏了你们 不然我和他爸 都被他给瞒得死死的 这次我们要来 他还死活不让吗 宋叶梅和林明远 两个这段时间 总发现女儿 比平时有些改变 时不时地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知道干嘛 好像是在跟谁聊天 还时常传出来笑声 他们也猜测 是不是谈恋爱了 但每次问 林曼夏都予以否认 后来从自己的外甥女 那才了解到 叶晨这么个人 这次他们也是知道 两家都要过来 才临时起义 一定要过来看看的 而几个老男人这边 也是谈起了话题 你也别老是板着个脸嘛 人家孩子又不是你仇人 这不是还没把你闺女拐跑吗 你看你刚才给人吓的 王仁和对着林明远说道 他是王若勤的父亲 也是林明远的大舅哥 就是 多好的帅小伙 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刘国祥的父亲刘忠林 也跟着说道 哎呀 你们不知道 姑父这叫立威 他跟姑姑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这都还看不出来吗 刘国祥在旁边 给他们挨个倒茶 然后说道 原来如此啊 看不出来 老李你居然会来这一套 其他人听了 恍然大悟地说道 就是 我就说平时说话 那么温和的一人 今天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呢 我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林明远面无表情地说道 端起茶水喝了一口 眼角还是有那么一丝笑意 曼夏 感觉怎么样 这边景色漂亮吧 阳台上的两人 看着周边的风景 王若晴对着林曼夏说道 嗯 环境真的好好 空气也好闻 林曼夏 闭着眼睛 深吸了口气 颇为惬意地说道 阿晨请你来玩 你还说不来 还要我几次 请你才行 王若晴笑着说道 你还说 你看现在弄的 我爸 我妈他们全都来了 你说 这弄得多尴尬 本来没什么事的 就一普通朋友 现在搞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了 林曼夏抱怨地说道 本来她是有意接受 叶晨的邀请 过来玩玩的 只是两人现在关系 有点暧昧 万一来了 碰到叶晨的爸妈 可怎么弄 所以一直犹豫不定 现在表姐和表姐夫 穿夺着 把他们几家子全弄来了 搞得林曼夏 可是不知道怎么弄嘛 还是普通朋友吗 那就算我自作多情了 就当我们只是 玩耍得好了咯 王若晴调侃地说道 你真讨厌呐 林曼夏推了一下王若晴 然后双手脱腮 撑在栏杆上 眼睛却看向了 下面的叶晨 而下来的叶晨 此刻又接待上了新的客人 有之前就来过的 小书生苏书文 萌萌兔孙雨萌 阿涛哥刘洪涛这些老朋友 还有一些新的粉丝朋友 叶晨自己村里的领导 也来参加了 毕竟叶晨的创业规模 也算是云峰村的头头了 十点整 开业典礼正式开始 叶晨余文生刘国祥 和于磊刘玉莹 一同捡了个彩 然后鞭炮齐名 锣鼓队和武士队 来了一场精彩的开场表演 云峰山庄正式宣告营业了 仪式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等着午饭十分开餐了 那些新来的客人 也参观着那些民宿 预定客房 除了叶晨 给自己那批老朋友留下的客房 剩下的房子 很快就被订购一空 没订到的叶晨 只有安排民宿合作社那边 给他们安排房间 午饭时间 随着一道道滴滴滴滴的农家菜上桌 每个客人都吃得连连称赞 连刘国祥这个做餐饮的都说 这边的菜烧得好 都大快朵移 吃过了午饭 叶晨带着大家去预留的房间 每一栋民宿 都是一视一听一味的设计 客厅里面的沙发 也是可以拉开坐床的 所以一家三口 或两个小孩 也都能住得下 叔叔阿姨们 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住房了 你们看看怎么样 叶晨打开了房间 让他们进去看看 进门是一个客厅 布衣的沙发 上面都套了朴素淡雅的沙发套 做到简约耐看温馨 又方便清洗 而且靠背上茶几上 电视柜等等 都大量地用了一些 白色镂空的那种 八九十年代的沙发巾和桌布 看起来颇有些复古风 屋顶是在凉船瓦下 用石木板装定起来的平顶 刷上了清漆 清新自然 不会很俗气 家具大多都是石木的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朴素 布置得真好 尤其这些镂空棉巾的装饰 还有这些配色 让我有点回想起 曾经的家里的那些东西了 是啊 这复古风 真的让我感觉 有点回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那种感觉了 小陈这一看你 就是用了新的 真不错 几位老人对叶晨的镇民宿装修 还是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 你们喜欢就好 每间房大体都差不多 当然也不尽相同 你们看着怎么住 自己去挑选也可以 这一排几间都是给你们留的 叶晨说着 曼夏 你也带叔叔阿姨挑一间吧 叶晨又对着林曼夏说了一句 嗯 爸 妈 咱们也去其他房间看看吧 给你们挑一间 林曼夏看着叶晨轻轻地恩了一声 然后就拉着他父母出了房间 阿晨 你光安排曼夏不安排我们啊 我心里可不平衡哦 刘国祥语调怪异地说道 好好好 几位大的大姐 我这就带你们去挑好吧 叶晨笑着带领着大家挑房 所有人的房间都安排好了 几位叔叔阿姨就在房间里休息一下 补个午觉了 而其他的人也都各自结伴去看风景去了 像是给叶晨和林曼夏 留了单独相处的空间 你是想休息一下 还是出去转转 叶晨问道 现在有点热 出去会不会太晒啊 毕竟是大夏天的 中午还是很热的 我带你去百丈牙那里去 那里四面都是高山围绕 太阳光只照到一会儿 大多数时候都是没太阳的 而且那里有瀑布下来 很凉爽的 叶晨建议道 那行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林曼夏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不过 还是先回屋擦了点防晒霜 叶晨转而找到于磊 让他拿把伞出来 阿晨 那姑娘是谁啊 一直也没空问你 刘玉莹这时候 也在旁边笑着问道 看到叶晨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在一起 忍不住地问道 没谁啊 哎 表嫂 你要赶紧安排后厨 准备晚上的食材了吧 叶晨将话题扯开 刚吃完饭 还早着呢 于磊拿着一把伞给了叶晨 叶晨又从柜台上拿了一瓶水 转身立即走开了 表弟看样子 这是谈恋爱了呀 就是不知道 舅舅舅妈 他们知不知道 刘玉莹看着叶晨的背影 笑着跟于磊说道 阿晨 他跟谁谈恋爱了 舅妈前几天还跟我妈抱怨 说阿晨的亲事呢 于磊惊讶地问道 那边呢 你还看不出来吗 看样子 阿晨保密工作 做得很好啊 刘玉莹指了指叶晨的方向 此时叶晨正打着伞 帮林曼夏遮着太阳 两人并排走着 这可是个惊爆的消息 我得拍张照片 发给舅妈后妈趟看看 于磊掏出了身上的手机 然后对着前方 拍了叶晨和林曼夏在一起的背影 然后打开微信 发到了一个群里 这个群是一个家族群 里面是叶连山兄妹三家的人 还有叶晴 叶丽等 叮咚 叶晨正和林曼夏走着 突然听到短信声音 于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打开看了看 我靠 表哥这是想害死我啊 叶晨欲哭无泪 怎么了 林曼夏看叶晨失态的样子 忍不住侧着脑袋问道 没 没什么 我们走吧 叶晨一时不知道 怎么跟林曼夏说 算了 死就死吧 不想了 叶晨就是这样 烦恼的问题就抛之脑后 不去想他 叶晨打着伞 和林曼夏一起并排 向着山里走去 进山里没一会儿 太阳光就被遮住了 叶晨收起了伞 这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一点都不热了 林曼夏感受着 还有一丝丝的凉风吹过来 很舒服 这里面两边山高 山谷深邃 一天也晒不了多长时间的阳光 自然就凉爽一些了 叶晨笑着解释道 那你这个地方 倒是来旅游的好地方 是个避暑胜地啊 之前看你直播的视频 就是觉得好看 加上又能避暑 以后这边的旅游 一定会发展得不错 说不定会成为一个网红胜地呢 林曼夏微微笑着说道 网红地什么的 其实我也不是太看重 那都是一时的 我就想把这边见得漂漂亮亮的 把四季的美景 都能让外面更多的人看见 每天都有那么一点人来实地看看 玩玩就很好 人一下子太多了 影响游览效果 暂时也没那个接待能力 我还是想打造一个 能长久发展的景点 叶晨当然知道 通过网红打卡 可以让这里快速地热闹起来 但这只能作为一种手段 而不能作为长期的打算 还是要自己的东西过硬 才能做得长久 你的想法还是很成熟的嘛 现在网红经济太普遍了 很多人都被网红带来的 巨大利益遮住了眼睛 都想着赚眼前的那一波快钱 而很少有考虑可持续的 结果很多都是很快就消失的 无影无踪 留下身后的一地鸡毛 林曼夏也是很赞同叶晨的看法的 所以啊 我要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 别人想看想玩 只能来我们这的那种 那时候才能做到长远 叶晨此刻显得特别的自信满满 我相信你可以的 林曼夏看着此刻的特别自信的叶晨 嘴角不自主地带上了一丝微笑 都说自信的男人最有魅力 对了 你去支教的地点确定了吗 什么时候走啊 叶晨想起了林曼夏要去支教的事 于是问道 嗯 大致定下来了 在贵省那边 具体分到什么学校还不清楚 八月底的时候 去学校再统一安排分配 林曼夏说道 贵省啊 那里可是挺远的 听说那边的一些偏远的山区 还是有些贫困的 各方面的设施都还不是很完善 你能适应的了吗 叶晨其实很佩服林曼夏的勇气 不是每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子 都愿意去吃那份苦的 我有心理准备的 人这一辈子 如果一直生活在温室里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 帮助山区的孩子们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多好 林曼夏说的 很情真意切 你的想法很不错 但是 你自己的安全方面 也要放在心上 可不能疏忽大意 叶晨关心地说道 这我当知道 我们学校要去不少人的 基本上每个支教的学校 都会在两个人以上 而且会跟当地政府对接 所以 安全问题还是有保障的 这当然最好了 到时候我有空的时候 去你那边玩玩行不行啊 叶晨有些期盼地 看着他说道 林曼夏看了他一眼 与叶晨对视了一下 然后迅速地转过头去 嘴里嘟噜着 你想去就去 谁还拦着你了 说着 脚下的步伐加快 好嘞 叶晨开心地小跑着 追上了林曼夏的脚步 两人走了一会儿 来到了电站的位置 叶晨带着他 进里面看了看 他没见过的水轮机 然后出来绕过屋边 沿着木架桥走进了百丈崖 飞铺下的凉亭 看那青线下的瀑布 此时 这里也聚集了不少的人 都是上午来 叶晨山庄里的外地游客 此刻他们欢声笑语地 在这里拍照的拍照 还有开直播的 在那里语速飞快地介绍 这些什么 叶晨听得都有点汗颜 比他直播时候会说得多了 还说得头头是道的 虽然有些说的叶晨 也不知道 他们从哪听来的 这地方好美 这飞铺 加上这茅草凉亭 真的像古画里描绘的那种 影视居住的地方 有点室外桃源的味道呢 林曼夏看着眼前的景色 笑着说道 这里就是因为比较偏僻 所以除了我们当地的百姓外 很少有外人来涉足 保留了最原始的一面 看起来就少了些世俗气 现在的人 应该都想要到这种地方 来解解忧愁 去去烦恼吧 我给你拍张照片吧 叶晨问道 好啊 那用我手机吧 林曼夏将手机递了过来 不用 我拍好照片发给你就行 叶晨没有接他的手机 哼 林曼夏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然后也没说什么 收回了手机 叶晨打开自己手机的拍照 然后对着眼前的林曼夏 林曼夏剑慈也稍稍地摆了下姿势 靠着栏杆 双手自然落在两边的栏杆上 一袭淡雅的短袖连衣裙 脸上淡淡的笑容 看起来飘然若鲜 叶晨连着换着角度 拍了好几张才罢 两人又在牙底待了一会儿 然后叶晨又带着他 开始爬阶梯 新的山道全部用调石铺的阶梯 外围安上了实质的扶手 用上了做旧的工艺 看起来仿佛是那种 几十上百年的样子了 整体上跟周围的环境更相容 叶晨怕林曼夏太累 所以放慢了脚步 两人花了好一会儿功夫 才走到了最高一层 这外面看着好高啊 都不敢往外看 林曼夏看了一眼围栏外面 下面是笔直的悬崖 下面牙底的人都看得就是一个个黑点 让他感觉有点头发晕 轻拍着胸口说道 不用怕 这外面全都安装上了围栏 安全得很 当初没有围栏的时候 那才叫惊险呢 我当初上来看的时候 也不敢往外看 都是井里边走的 前面就是水库了 从这上去到平台上之后 就可以欣赏湖面的风景了 走吧 叶晨指了下路 然后率先走上了台阶 台阶有点陡 叶晨看林曼夏穿着裙子上台阶 好像不方便 来 把手给我 我牵你上来 这里有点陡 等下别踩到裙子滑倒了 叶晨伸出了一只手 好 谢谢 林曼夏握住了叶晨的手 叶晨拉着他上了台阶 两人走到了平台上 碧绿的湖水 微微荡漾着波澜 叶晨看了眼 头顶又照到的太阳 默默地又打开了伞 遮在了林曼夏头上 谢谢 林曼夏感受到了遮挡 抬头看了眼头顶的伞 然后对叶晨闻笑着说道 不用 随后两人去到了另一边 沿着森林小道向里面走去 树林里专门坐了一些椅子 供游人休息 一直走到了山路的尽头 两人才开始往回走 下了阶梯 走路回到山庄 看林曼夏有点疲累了 叶晨就说 送他先回房休息下 叶晨将他送回房间 然后回到了主楼那里 阿晨 回来了呀 鱼蕾不知从哪出来 笑着跟他说道 表哥 我真要找你呢 你之前发到群里的那什么东西啊 乱发 要是让我爸 我妈他们误会了怎么办 叶晨心事问罪地说道 哼哼 哪要什么误会啊 你是不是没看聊天记录啊 还是先看看吧 鱼蕾有些怪异地说道 叶晨觉得有种不妙的感觉 连忙拿出手机打开 一个红点 几十条的记录 打开一看 群里沸腾了 都是语音的多 长辈们不怎么会打字 叶晨点开来一听 小蕾 快说什么情况 看背影是阿晨了 那女孩子是谁啊 对啊 小蕾 你看到那女孩了吗 她们什么关系啊 咱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啊 我也不清楚是谁 好像是阿晨的朋友 之前一大早就来了一大班人的 有个阿晨叫他祥哥的人 于蕾说道 国祥啊 那我知道是谁了 他来过我们家好几次了 难道是他的朋友吗 中午还真没注意呢 这样 我们去问问国祥去 小蕾 国祥在那里吗 中午夜连山他们就忙着招呼 他们自己那边的亲戚朋友 这些人都是叶晨招呼的 所以他们也没注意 吃完了午饭 他们就跟那些亲戚朋友一起下去了 也就错过了于蕾他们看到的那一幕 好像他和朋友们出去玩去了 不在山庄里 那就晚些他回来 你跟我们说一声啊 田慧芳的声音传来 表哥 你看你 闹出多大的麻烦 你知道我跟家里怎么解释啊 叶晨瞪了于蕾一眼 无奈地说道 我也没说什么啊 都是他们猜的 于蕾双手一摊 在那半眼无辜 刘玉莹在一旁捂着嘴头笑 算了 没时间理你 我还是回去跟他们解释下吧 叶晨说着 上了自己的车 开着车回家了 这次玩笑开大了呀 刘玉莹对于蕾说道 这有什么又不是无是生非 无理取闹 是事实吗 也让舅舅舅妈他们开心开心 于蕾无所谓地笑着说道 他还是了解自己的这个老表的 不至于因为这点是生气的 叶晨开车回到了家 深吸了口气 然后下了车 就看到爸妈小叔小妈 和姑姑姑父 都在家里客厅坐着呢 小晨回来了 快过来坐 叶晨无奈地走了过去沙发上坐下 然后看着围着自己的一圈长辈 只能老实地 将情况大概地说了一下 我们现在还只是相互了解的阶段 你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小题大做的呀 吓到人家姑娘就不好了 叶晨说着 放心 我们知道分寸 对了 你说那姑娘的父母 舅舅舅妈都来了 田惠芳问道 嗯 是来了 你们想干嘛 叶晨点了点头 然后有点反应过来的 看着他问道 没什么呀 怎么也是国祥若勤他们的长辈 请他们来家里玩玩 总是应该的吧 田惠芳笑着说道 叶晨一拍脑门 你们饶了我吧 还嫌我不够尴尬 你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喜欢别人 当然 那就得主动出击了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让你讨好可能的未来阅长和丈母娘 你还在这里装斯文 你是笨还是傻啊 像你这样 什么时候才能娶到老婆啊 田惠芳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妈 这些话 你都是从哪学来的啊 叶晨太惊讶了 田惠芳以前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怎么现在这些潮话张口就来啊 说的还一套一套的 太颠覆他在叶晨心中的印象了 你当我们还是与社会脱节的人啊 现在短视频那么多 什么东西看不到 田惠芳颇为自豪地说道 好吧 是我落后了 叶晨有点汗颜 自己现在反倒像的老古董 不喜欢接触一些新事物了 你到底怎么说啊 去不去请 田惠芳继续催促道 行吧 那我去给你们问问 看看人家愿不愿意 不过 你们可不能上赶着太热情啊 叶晨觉得 有必要打点预防针 你就是跟他们说 我们请他们来家里吃个便饭就是了 叶连山说道 交代完事情 叶晨跑到后院 去看几个小只去了 上午山庄人多又乱 叶晨趴着几只狗 跟着自己跑到山庄捣乱 就给他们关在了后院 来到后院 吉小只看到叶晨 都兴奋地跑过来 围着叶晨转 兴奋地叫着 吉小只长到现在 也有一个多月大了 长大了不少 一个个胖乎乎的 大黄 小黄 小白 小花 小黑 你们的曼夏姐姐来了 你们想不想见她 明天带她来见 你们怎么样 她可想你们了 叶晨蹲下身 一个个地摸着小不点们 自言自语地说着 叶晨到了点狗粮 到五个花色的狗狗饭盆里 吴小只立马找到自己的饭盆 开始吃了起来 叶晨拿手机 录了一段视频 发给了林曼夏 你回家了吗 很快 林曼夏回了信息过来 你没休息啊 叶晨问道 有啊 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林曼夏此时正趴在床上 双手捧着手机 在那里 看着小狗狗的视频发笑呢 我送你回房后 就回家来了 那你等一下还上来吗 林曼夏问道 上来啊 等一下就要吃晚饭了 我去陪叔叔阿姨吃饭 叶晨笑着打了一行字 谁吸得要你来陪啊 林曼夏脸上笑得很开心 手上却打着言不由衷的话 阿姨嘻哈 你没见他 很喜欢我吗 叶晨又打了一行字过去 你叔叔还不待见你呢 你怎么不说 两个人在那打起了太极 那不管 不待见就想办法让他待见 我方阵营的战友 还是不少的 刘国祥他们 和那些长辈 大部分对他印象 都还是不错的 我发现你有点变了呀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的无赖呢 才没有呢 我不知道多正经 叶晨回怼道 我信你个鬼哦 你可是个淑女 怎么能说这句话呢 这话应该我来说的嘛 叶晨看到林曼夏 这种口头禅都出来了 不禁有点发笑 曼夏 还在睡觉吗 起来了 林曼夏正在聊着天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好了 我妈来敲我门了 不跟你聊了 林曼夏从床上爬了下来 等我哦 我现在就上去了 叶晨发了一条信息 然后出了后院 我到上面山庄去了呀 叶晨跟家里 还在聊天的那些人 说了一声 去吧 招呼好客人啊 叶连山的话传来 知道了 叶晨答应着 发动了汽车 来到了山庄 已经快六点钟了 去上面 紧点完的人 也都相继回来了 有的在往吃饭的地方走去 你们现在在哪啊 叶晨发了条信息 给林曼夏 在中午的那个包间 林曼夏回了信息过来 我马上来 叶晨说着 就朝主楼走去 表哥 晚上山庄情况怎么样 都正常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叶晨来到大厅 看到于磊和刘玉莹 也都在忙 上前问道 都还算顺利 没什么问题的 于磊说道 对了 表哥 你记得 让在景点工作的员工下班的时候 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再巡逻一遍 确保没有人员逗留 然后在下面的进出口 将一门关好 知道吗 以后每天都要养成这种程序习惯 要让每个人做确认汇报 叶晨又想到了一件事 连忙跟于磊说道 这样做 也是为了游客的安全着想 毕竟是在山里 又是深水 又是悬崖的 没注意好 真要来个事故 那可就倒霉了 好的 我现在就去给他们打电话说一声 于磊说着 就去找那些人的号码去了 表嫂 那你接着忙 我去楼上去 叶晨跟刘玉莹说了一声 然后就走上了楼梯 叶晨打开中午那间包间的房门 里面的十几个人 已经围坐在那张二十人座的大圆桌上了 哎 小陈来了 快过来坐 刚才还说到你呢 哎 到这边来坐 刘国祥从座位上起来 然后拉着叶晨 就往里面走 然后一张空座位上 让他坐下 叶晨被他热情的样子给吓了一跳 满桌的人都脸带笑意地看着他 叶晨左右看了看 右手边是小嘶眼 再看左手边 那个坐鸵鸟状的 可不就是林曼夏吗 头都快塞到桌子底下去了 你怎么了 叶晨低下头轻轻问了一声 林曼夏只是摇摇头 也不说话 曼夏这是怎么了 叶晨有点莫名其妙地问道 没什么事 只是他有点害羞而已 王若晴坐在林曼夏左手边 将手搭上林曼夏的肩膀 笑着说道 好吧 你们说没事就没事 叶晨这一天 已经被弄得有点晕头转向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是在干嘛了 事情已经不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这种感觉有点忐忑 很快菜上来了 叶晨陪着他们开始了吃饭 当然酒是免不了的 喝了不下七八两 叶晨已经好久没喝这么多了 叶晨感觉喝到后来 都有点晕乎乎的 可能是吃饭的氛围 冲淡了叶晨来之前的尴尬话题吧 鸵鸟也渐渐把头抬起来了 虽然脸还是有点红 也在小口小口地吃着菜 看到叶晨喝得好像有点多了 他在旁边扯了扯叶晨的衣服 让他不要喝了 还好 大家也没有诚心灌他酒 吃得差不多了 宴席就散了 桌上的男人喝的都不少 都被女人们搀扶着 离开了包间回屋去了 包间里就剩下刘国祥 王若晴小思言和林曼夏叶晨 你也是 也不知道帮阿诚分担点 让他喝这么多 王若晴对着刘国祥抱怨道 我还没有分担啊 我感觉 我今晚比阿诚喝得还多呢 刘国祥有点无辜地说道 姐 没事的 我还好 只是我很少喝酒 这一次性喝多了点也 没事的 叶晨虽然有点头晕 倒还不至于醉酒 脑子还是清醒的 你呀 不能喝就少喝点 那么直信在干嘛 林曼夏想说他两句 看他那副模样 又说不出口了 有那么一丝心疼 曼夏 这你就不懂了 这是阿诚必须要过的一关 你没看晚上 把你爸喝得多开心啊 你们的是没问题了 刘国祥也是站在那 摇摇晃晃地笑着说道 姐夫 你喝醉了吧 又在那瞎说 还是先把叶晨给送回家去吧 你在这边有房间吗 林曼夏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又问了问叶晨 房间有 不过 我还是回家去吧 路也不远 叶晨站了起来 有点发晕 你这样怎么回去 又不能开车 林曼夏担心地道 让我表哥送我回去就好了 就是下面的那个大堂经理 他是你表哥啊 行 那我扶你下去吧 林曼夏说着 就扶着叶晨的一边臂膀 推着他往外走 对了 差点给忘了 有件事想征讯下你们的意见 叶晨忽然想起来 有件事还没说呢 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啊 赶紧回去休息才是 林曼夏白了叶晨一眼说道 没事的 我没醉 就是有点晕 叶晨冲着他笑了笑 你说吧 啥事 是跟曼夏的事还是别的事 要是你跟曼夏的事 那我们就回避了 刘国祥笑哈哈地问道 正经点 我妈想请你们和你们的父母 明天去我家做客 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叶晨借着酒精 倒是问得比较痛快 到你家做客啊 那我肯定愿意啊 咱们叔叔阿姨都是老熟人了 我爸妈他们肯定也很乐意 只是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刘国祥听到叶晨的话 立马黑黑一笑 像是明白了什么 爽快地答应着 哪有 就是简单地吃顿饭 叶晨自然不敢承认的 随你怎么说吧 我代表我们两家答应了 至于曼夏他们家嘛 那你就只有问他了 刘国祥一脸地看戏的表情 王若晴也在林曼夏旁边看着他笑 林曼夏称怪地看了王若晴一眼 推了他一下 似乎在责怪他取笑自己 曼夏 你和叔叔阿姨明天有时间吗 愿不愿意去我家做客 叶晨此刻满脸通红 脸有点发烧 不过喝酒之后的脸红 倒是掩盖了他此刻心情的变化 这个 我们还是不去了吧 姐姐解脱他们 跟你们家很熟 我们跟你家人都不认识 这贸然的上门 多不好 林曼夏低头思考了下 轻声说道 我感觉可以啊 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 一起去也没什么关系的 王若晴笑着说道 没关系的 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那我先回去了 叶晨虽然有点失望 但也理解 哪有姑娘带着父母 直接跑到南方家里去的 没事 回头我帮你问问姑姑姑负他们 刘国祥开口道 叶晨下了楼 找到了鱼蕾 然后让他开着车 送自己回家 叶晨走后 刘国祥找林曼夏问道 曼夏 你明天想不想去他家 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 不合适 林曼夏说道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就是简单的吃顿饭 又没说让你去相亲看门面的 你别想 复杂了不就行了 刘国祥说道 你说的倒是轻巧 你就是 那什么话说的来着 对 魂不立 林曼夏瞪着他说道 有你这么说你姐夫的吗 算了 不跟你说 我找姑姑姑负说去 刘国祥说着 就去找他们去了 姐 你看他 哪有这样当姐夫的 林曼夏无奈地跺跺脚 找王若晴告状 算了 随他去吧 看你姑姑姑负怎么说吧 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试呗 你放开心了 王若晴开解地说道 至于刘国祥怎么跟林明远他们说的 叶辰不清楚 但是叶辰在床上接到了刘国祥的信息 他们明天都过来 叶辰笑着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一早叶辰就起来 跟叶连山他们说了 两口子立马高兴起来了 田惠芳拉来了叶辰小妈和姑姑他们 开开心心地 开始准备起了午饭 杀鸡杀鸭的 还让叶辰去鱼塘弄几条鱼回来 可惜是时间不够 不然田惠芳非得让他去把猪和羊都给杀一头来代客 叶辰可没那个功夫去钓鱼了 打电话让宋元华给他捞几条起来 现在山庄里面 每天都要从鱼塘弄几十条鱼去 自然有专门捞鱼的网了 叶辰又跑了趟姐姐的超市 买了不少东西回来 顺路在鱼塘那 将鱼给滴溜上来了 叶连山他们在那里清扫庭院 房前屋后的 整得干干净净 看得出来 他们很重视这次会面的 上午十点多 刘国祥他们 开着两辆车下来了 叶辰一家人都出门来迎接他们 叶辰给他们双方介绍了下 他们倒是立马熟络起来 气氛搞得还挺好 叶辰家这边的长辈 看到林曼夏那是一个劲的夸漂亮 林曼夏家那边呢 逮着叶辰夸他好 他们聊得挺好 没叶辰他们什么事了 长辈们聊得挺好 他们站在中间也无聊 于是 叶辰带着林曼夏 和无聊的刘思妍 去后院看小狗狗去了 这可把他们喜欢的不行 林曼夏是早就想见见这些小可爱了 这只大的就是大黄了 小的是小黄 其他的 你应该都认识的 叶辰指了指两只黄狗 知道啊 这是小白 这是小黑 还有小花 林曼夏笑意盈盈地 将小花抱了起来 小思妍也将小黄抱在怀里 轻轻地摸着他的头 一大一小两个美女 外加上五只小奶狗 欢声笑语的 画面不要太美 中午坐了两桌 宾主敬欢 吃过了午饭 叶辰领着一大帮人 逛起了自家的产业 叶辰为了发展旅游 将菜地和养殖区都弄整洁了 弄了观光路 一片田园风光和山野春色 倒是吸引了不少的人去逛 林曼夏他们在这边待了三天 然后就都回去了 叶辰家的山庄旅游民宿业务 也渐渐地进入了正轨 直播他这里景点的各种人 也多起来了 有他们帮着宣传 倒也省了叶辰的宣传 叶辰的蔬菜园 除了供给刘国祥他们家饭店 现在都是走的游客采摘的路线 总体上也没有多少多出来的 那一点倒熟了 还没消化的 叶辰请了山庄的胡师傅 给烟成咸菜 还真特别受游客欢迎 但游客也吃不了那么多 以后还有其他的产品等 慢慢地都可以上架 叶辰是做甩手掌柜的 他可没功夫干 也不想干 于是就把这事交给了他姐叶晴 反正他们的超市也已经上了正轨 他们自己也闲下来了 于是叶辰找到了叶晴 把让他开网店的事情跟他说了 他自然是欣然同意的 然后叶辰找了专业的人来 帮着叶晴设计页面 上新等 暂时的产品也就那几样 先试试水 后期再慢慢上新产品 时间到了八月底 叶倩也回来待了几天 看到家乡翻天覆地变化的样子 直呼不敢相信 天天拉着叶晴带他去逛景点 不过他也没在家待多久 很快又开学去学校了 叶晴与村里又谈好了一个开发项目 关于林场那边的景点开发 然后他找了一个建筑队 去到林场的位置那里 建设一栋红装瓦房的建筑 还准备再建一批特色的森林木屋 待到再过几个月 入秋之后 那金色的景色 又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 家里的是忙完了 他也腾出手来了 准备带着父母出去一趟 旅旅游 这我们家里还一大摊子的事呢 你就这么放着不管啊 田惠芳看着叶晴这么大摊子 还不是哪哪都要盯着 就是啊 这么忙的时候 我们怎么有时间出去旅游呢 叶连山也如此说道 爸 妈 咱要学会放手 不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那样太累 现在每样事情都有人管的 咱们出去玩一趟没事的 叶晨劝说着他们 自己回家创业也一年多了 初衷是想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多陪陪他们 现在还有一天到晚的操不完的心 那不是白瞎了吗 要不咱们就出去玩几天吧 儿子说的也对 我看完了几天就回来 也没什么问题的 不是还有连松小蕾他们盯着 叶连山想了想 也有点同意了 田惠芳想了想 看叶连山也这么说 也就没再说啥了 于是叶晨在走之前 将各处的点都再逛了一遍 跟各处的负责人 也都交代了一下 叶晨首选的地点是燕京 叶连山经常说人一声 一定要去燕京一趟 那里是祖国的首都 叶晨也记在心里了 所以他将第一站定在了燕京 叶晨将家里的事情 都交代好了之后 就开着车载着叶连山和田惠芳 直接去到了省城 先去了在省城的家里 将车子停放好 顺便在家里修整了下 然后三人坐车去了飞机场 搭乘航班飞到了燕京 到达燕京 时间已经傍晚了 叶晨带着老两口 住进了预定好的酒店 然后带着他们 去外面找了个饭店 尝了一顿老北京风味 第二天凌晨 四点多 叶晨被闹钟给叫醒了 然后他敲响了父母的门 把他们也叫起来了 然后叶晨回房开始洗漱 等到全部弄好 叶晨带着父母出了门 然后打了一辆出租车 师父 去天安门广场 叶连山和田惠芳坐后座 然后叶晨坐上了副驾驶 跟司机师父说道 您坐好 司机师父开动了车子 出租车司机 十个里面九个建坛的 跟叶晨也聊了起来 这时候去广场 是去看升旗的吧 司机师父问道 可不是吗 听说广场上看升旗的人多 这不才起这么早吗 叶晨笑着说道 那是 一到放假的时候 那人才多呢 你不起早了 根本就站不到好位置 路程并不远 凌晨的大街上也不堵车 很快就到了地方 叶晨他们下了车 叶连山他们 还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 有点茫然地看着四周 凌晨五点的长安街 灯火通明 流光溢彩 叶晨找到进广场的出入口 带着他们排队过安检 然后步行到了广场上 这广场真大 现在这么早 就有这么多的人了 田惠芳看着广场 不由地发出感叹 那当然了 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 走 咱们先到前面站好位置 迟了 就挤不进去了 叶晨跟叶连山他们说道 于是三人慢慢走到了最靠近 旗干的围栏前 时间慢慢地过去 天渐渐地亮了 而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 时间到了 远远地看见了一帐队 出现在金水桥上 铿枪的步伐 老远就听到了 一帐队行到了旗干处立定 随着国歌声响起 周围围观群众的人的声音 一下子消失了 全场安静 伴随着国歌声 看着鲜艳的红旗升起 叶晨心里不由地莫名地激动 这是在电视上看 完全不同的感受 而叶连山田惠芳他们两个 正在拿着手机摄像呢 时间很短 升旗完毕 一帐队迈不回去了 广场的人也散开了 天已大亮 东方的太阳出声 叶晨带着他们两 去找了个地方吃了早餐 吃完了早餐 再次回到广场 欣赏着四周漂亮的建筑 叶晨给他们两个 拍了不少的照片 排队看了伟人纪念馆 瞻仰了伟人 然后叶晨又带着他们 参观了人民大会堂 出来之后直奔天安门 登上天安门的城楼 广场上的人 都变成了小蚂蚁一样 随后 叶晨和叶连山田惠芳他们 开始逛起了故宫 六百年岁月的故宫 处处都是历史的魅力 故宫实在是太大了 中午 他们就在故宫餐厅里 吃了午饭 反正也不赶时间 就好好地逛 慢慢地逛 出了神武门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叶晨他们回到了酒店 这一天下来 叶晨走路都走累了 唉 这旅游比做一天的活都累啊 吃完饭回到房间里 田惠芳忍不住地感慨道 可不是呢 这腰酸背痛的 叶连山也说道 爸 妈 我带你们去做的按摩吧 放松一下 叶晨看父母 也确实有点累了 于是说道 还做什么按摩呀 怪浪费钱的 住这么高级的 酒店钱都花得老多了 田惠芳也不舍得 让叶晨花太多的钱 没事 不花多少钱 咱又不是天天来 这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咱就体验一下 走吧 反正也就在酒店里 不用走多少路的 叶晨将他们 从座位上拉了起来 然后带着他们 去做了一次按摩 第二天 养精蓄锐好的三人的第二站 选择了去爬长城 叶连山他们只爬了一段的距离 叶晨让他们爬到哪算啊 不想爬了 就回到起点等着他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去向更远的地方去 南边一侧走到了头 又回过头往北侧的一头 直爬到最高处 那感觉确实是累 爬完了长城 叶晨还带着他们去了十三陵 颐和园等等 在燕京前前后后待了一周的时间 本来叶晨还想带他们继续前往下一站 但是梁老又急着家里的事 想早点回去 没办法 叶晨就只有又带着他们回到了省城 然后开车回到了老家 哥 嫂子 小明 你们回来了呀 叶晨他们刚回到家 王素梅就过来家里了 是啊 回来了 家里都还好吧 田惠芳问道 都好 都好 没问题的 我还以为 你们要出去个十天半个月的呢 王素梅笑着说道 本来我是打算在他们其他地方玩几天的 可是他们急着家里的事情 急着要回来 那我也没办法不是 叶晨在旁边说道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小陈 快把箱子拿出来 这次去燕京 给你带了些那边的特产 田惠芳对王素梅说道 这大老远的还带什么东西啊 家里什么都不缺的 费力气不是 王素梅笑着说道 也都是些吃的东西 尝尝味道吗 叶晨将车后备箱里的箱子拿了下来 田惠芳打开箱子 然后拿了一些果斧糕点给王素梅 这里还有一条丝巾 是小陈给你挑的 你看着喜不喜欢 田惠芳又拿出一条真丝方巾 这是叶晨他们在逛王府井的时候买的 田惠芳一条 然后给王素梅叶连凤也都挑了一条 还有给连松的那条皮带呢 你也拿给素梅啊 叶连山在旁边说道 对 小陈还给他小叔买了条皮带 我找找 田惠芳在箱子里找到装皮带的盒子 然后递给了王素梅 这不是浪费钱吗 很贵吧 你看我们总是在家的 哪用得上这么好的东西啊 王素梅看着这些东西的包装 就知道价格不菲 怎么用不上啊 咱们现在生活好了 以后你们闲下来 或者千千放假了 你们也可以一起出去旅旅游 是吧 咱现在有这条件了 叶晨知道老一辈人的观念 还没有转变过来 总是想着赚钱 却舍不得花钱 是啊 你们等千千放假的时候 和他一起出去玩一玩 这不出去 是真不知道啊 外面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想当年十几年前 我们去外面打工的时候 那高楼大厦都没多少 现在再去看看 天差地别哦 田惠芳这次出去一趟 是深有感触 再说吧 到时候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 王素梅被田惠芳说的 也有些异动 对了 我们这么长时间没在家 我的那几只小狗 怎么样了 叶晨这才想起来 自己的那几只小狗 因为要出去 所以交给了王素梅 他们喂养 挺好的 你们不在家 我也怕他们乱跑 所以就一直关在后院里 就傍晚放出来 给他们溜达一会儿 不过你不在家 小东西们 都有点拇不打脑的 没什么精神 王素梅说道 那我去看看他们 叶晨说着 就往后院而去 大黄 小黄 小白 小花 小黑 叶晨还没到后院 就叫起了 吉小芝的名字 汪汪汪 后院一时骚动起来 狗狗们激烈地叫着 叶晨进到后院里 吉小芝一哄而上地 围了上来 前腿搭在叶晨腿上 叫得可欢快了 叶晨拿了些狗粮 倒到狗狗的饭盆里 看着他们 在那摇着尾巴 对付盆里的狗粮 现在狗狗 已经退去了 最初的稚嫩了 正是生长期 感觉没之前 那么毛茸茸的可爱了 不过叶晨 也没打算 把他们当成宠物养 晚上 叶晨一家被王素梅叫到了 他家去吃饭 叶连凤他们 也带着子芮来了 不过鱼蕾他们 还在山庄盯着 没过来 田惠芳拿了一些 外面带的零食 给了小子芮 小子芮高高兴兴地 小胖手卷起一脚接住 然后蹭蹭地 跑到叶连凤身旁 将吃的交给他保管 然后自己一手拿了一个 就开始拆开包装 塞到嘴里吃起来 嘴里连呼好吃 晚饭过后 一群人坐在那聊天 田惠芳又把给叶连凤 他们带的礼物 给了他们 嫂子 你这出去了一次 感觉整个人气质都变了 叶连凤将东西放下 打量着田惠芳 然后说道 你也太夸张了 就出去一个礼拜 还整个人都变了 田惠芳听了 心里蛮开心的 这次去了一趟燕京 他心里多少 还是有点骄傲的 这老家这么多人 有多少人 能像他这样去过首都的呀 怎么说 多少也还是有点虚荣心的 这可不是夸张 不信你问素梅 看我说的对不对 叶连凤指了指王素梅 意思并不是自己在恭维他 嫂子 姐姐说的没错 确实变了 是吗 还有这种事 那你们也都更应该出去玩玩了 田惠芳听的忍不住 自己上下打量着 心里还挺美的 就是 等到什么时候 山庄进入淡季了 就让表哥表嫂他们 带着子芮 和你们一起去外面捋一趟游 现在 于磊和刘玉莹两个人 帮他管理山庄 而叶成给他们开的工资也很可观 生活成本几乎没有 所以 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 子芮现在应该再读一年级了吧 叶成看着在那边 又开始吃起了零食的于子芮问道 小子芮在那里坐在沙发上 眼睛盯着电视上的动画片 嘴里也不停歇 两个小胖塞不停地鼓动 嘴角还粘着不少碎末 是啊 就在村里的小学里面上课 叶连凤看了旁边全身贯注 看电视的小子芮 伸手将他嘴角挂在脸上的一点碎屑擦掉 刚吃的饭 怎么又吃起零食了 还弄得满脸都是 这包吃完不准再吃了 听到没 叶连凤语气微怒地说道 嘻嘻 知道了 我吃完这包就不吃了 小子芮对着叶连凤嘻嘻一笑 他知道 这招对奶奶最有效了 叶连凤看着小孙子 这副乖巧模样 还能说什么呢 眼里也尽是疼爱 咱们村小学现在是不是就两个年级了 有几个老师啊 叶连听说 老家的高年级 都已经并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了 是啊 现在村里 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 三年级到六年级的 都得去镇上的中心小学里面读了 现在二年级就六个学生 子芮他们班上 更是只有五个学生了 叶连凤回答道 现在咱们村里没那么多孩子了 好多在外打工的 也都把孩子带到外面 去上学了 于建平在旁边也说道 也没办法 农村教育跟城里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也没有多少年轻教师愿意进来 咱们现在的那些老师 都是年纪比较大了 哪能跟得上现在的教学形式 自然现在的父母 也都不愿意把孩子放到老家念书了 叶辰也知道 现在的农村教学环境太差了 年轻人能有多少人 愿意往这偏远乡村里跑的 除非是家就是这里的 有机会的 还不都是想法往外面掉 什么时候 自己的老家有了支柱产业 能吸引外出打工的人 回乡创业或工作 经济条件好了 那才有可能建设好 一座好学校 吸引优秀的老师进来 农村想要长远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也是关键 有良性的循环 能做到反哺 那才是真的有希望 现在是农村好学生都出去了 有那大学毕业的 全都在外面工作安家 甚至老家都形成了一种认知 大学生毕业的 如果回到老家 那就是没出息 人人都会说 这孩子不行 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的 如此这样 优秀的人才全都输出了 怎么会发展得起来 叶晨想 自己想将家乡 打造成世外桃源的样子 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也不行的 但自己 要是做出了成绩 能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 回乡共同发展 那也是不错的 有了人才 建设好的学校和医院 那时候 才算是理想的样子吧 一趟旅游回家 叶晨彻底休息了两天后 去到林场上边 看了看工程的进度 此刻在原来林场建筑残垣的位置 已经建好了一栋一层的红砖大瓦房 红色的墙砖 跟周围的环境 还挺相得一张的 这栋房子 建成了四合院的形式 前后两台各期间房 两侧的耳房是卫生间 这栋建筑的功能 就是用来接待使用 再加上给来旅游的人品茶 用餐等 而在这栋红房子 建筑后面的山上 一条路直接从屋旁向后 蜿蜒着通到山顶 山上正在建设木屋 山上只是去除了一些杂草杂树 但仍保留了不少的 粗壮高大的雪松和金钱松 这样这些小木屋 就引在了林间 如果不进入里面 是看不真切的 工程预计会在九月底完工 到时候十一国庆的时候 就能投入使用接待顾客了 夜城看完了这边 又去看了下山庄那边 经过了开业那几天的火爆之后 游客量也回落了不少 加上学校开学 所以 这种一家三口的亲子旅游也少了 但总体上还是能保持在60%左右的入住率 也还算不错了 夜城跟余磊刘玉营他们讨论下 开业这段时间来的成果 和遇到的问题 正好现在进入淡季 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全面核查梳理自己的问题 对硬件和软件查落不缺 对客人反应的体验不佳的地方 进行相对应的整改 利用不忙的时间强化培训 加强员工的专业素养 提高职业技能 为下一个旺季做好准备 另外一点 就是用好网络自媒体营销 自媒体的一大特点就是 传播速度快 人群针对性高 利用好了自媒体平台 能快速收获流量 对宣传推广自己的山庄 打好知名度 有非常好的作用 而且 这也是自己山庄目前 能做起来的最重要的方式 夜城自然不想让他沉寂下去 但他自己 又不想天天去给粉丝们直播 于是他提议让山庄里 挑选那么一两个合适的人 开一个山庄的短视频账号 夜城则将自己的粉丝 慢慢地引流过去 至于人选嘛 首先是要年轻漂亮 无庸置疑 这就是现在的流量密码 其次要能说会到 特别是对家乡的风俗习惯 环境风景 都有点了解 单纯的推荐民宿 介绍客房等等 这都是现在的游客 不感兴趣的内容 其实 本地的游玩攻略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这才是游客想看的东西 甚至是一些家乡的风俗活动 特色美食的制作等 都是不错的方向 爸 妈 我打算最近出去一趟 这天晚上 吃过了晚饭 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叶辰突然对 叶连山田惠芳他们所说道 不是刚出去了一趟吗 怎么又要出去 这次想出去干嘛 田惠芳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啊 这不是曼夏 去到贵省那边去支教了吗 我想着去看看他 顺便在那边玩一玩 叶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家里反正 现在有自己没有自己 再问题都不是太大了 之前临曼夏他们来的时候 叶辰说了 要去他支教的 而地方看他的 叶辰想趁着现在这时候去一趟 赶在国庆的时候回来 还是可以的 是去小林那里啊 那好 是应该去 他在那边的偏远山区 也不知道生活习不习惯 你去看看他也好的 田惠芳听到叶辰说 是要去临曼夏那里 顿时变了态度 连连点头地说道 家里的事情有我们呢 你尽管去 到时看看 他那边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 帮他添置添置 叶辰山坐在那里 面无表情地看着电视 冷不丁地冒出来这么一句 知道的 这次我没给他说 想着偷摸地给他来个惊喜呢 反正父母也知道 他们之间的事 也没什么不好 在父母面前说的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啊 田惠芳追问道 明天准备准备 后天一早动身吧 我这次开车过去 可能路上的时间不会短的 毕竟一千多里路呢 那么远呢 那你不如坐坐铁 或是飞机过去不是好点 开车那么远的路 也不安全啊 田惠芳听到要开车 赶那么远的路 顿时不放心了 我也想过 但是毕竟是在山区 飞机高铁也只能通到城里 进山的路 没有车子不方便 叶辰光想想 自己家出去到火车站 飞机场的路就不好走 要转几道的车才行 料想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 甚至更差 还是自己开车过去方便 那你路上开车 可要多注意啊 尽量慢点 田惠芳关心地说道 放心 我晓得 叶辰自然是满口沉默 那明天我给准备 东西 你给曼霞带过去 田惠芳又说道 行 第二天 叶辰去叶芹的超市里 采购了不少的生活用品 以及一堆的零食 全都塞进了后备箱 田惠芳也准备了一些东西 次日清晨 叶辰就开着车子出发了 叶辰开着车子上了高速 然后在路上开那么三四个小时 就找个服务站休息一下 到了贵省的一个县城 已经是深夜了 叶辰找了个旅馆 稍微洗了个澡 到床上就睡了 开一天车 累死了 一夜休息 恢复了点精神 叶辰找了市里的文具店 买了一堆的学生文具用品 笔 本子 书包等 又到书店买了一些适合孩子们看的书 第二排第三排座椅全都放倒了 加上叶辰从家里带的东西 将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叶辰平时 从跟林曼夏的聊天中 已经知道了他工作的地方在哪 在一个苗族自治县下辖的一个原始村落里 在县城西南十几公里 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阴寨子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 道路难走 村子里也是个贫困村 前两年才把进山的公路给拓宽了 叶辰开着车进了山 开始的路还不错 但离县城越远 路渐渐地变窄 但好歹还是断水泥路 可是还有几公里的路的时候 水泥路也没了 成了石子铺的土路 处处能看到开山破石留下的痕迹 叶辰开着车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跟这里一比 自己的老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摇晃着又开了几公里 终于在越过了一个山湾之后 看到了一个村子 依山而建的一层层木屋 还有那一块块的梯田 此时能看到几户人家的屋顶上 已经飘起了吹烟 眼看着 这又到午饭的时间了 叶辰开着车到了一户人家门前 一个穿着民族服饰 裹着头巾的老人 正坐在门口抽着汗烟 看到路边叶辰的车开过来 好奇地盯着 这个小山村里 外来的车子 还是很少的 叶辰停下车 从车子上下来 然后笑着向老人问道 大爷 你知道村小学怎么走吗 以喀恩德莫尼拉 好吧 叶辰一个字没听懂 他忘了 这里是少数民族的山区 而且还四个老人 有多少能说普通话的呢 叶辰听的是一头雾水 正想着再去找其他地方 找个人问问呢 你好 你有什么事吗 这十屋里走出来 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 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 普通话问道 叶辰立马高兴地上前一步 大姐你好 我想问一下村里小学在哪 怎么走 你是什么人啊 去村小学干什么 对面的中年妇女 没有回答他 而是反问道 是这样的 我来找我朋友的 她在你们小学里面教书 叫林曼夏 你认识吗 叶辰解释了一下 哦 原来是小林老师的朋友啊 认识认识 我家的小孙子 就是在小林老师班上呢 那妇女 一听是林曼夏的朋友 立马笑容满面的 看得出来啊 应该跟林曼夏 有点熟络了 大姐 你这么年轻孙子 都上学了呀 叶辰看这位大姐 年龄应该比自己还小点 结果人家孙子 都上小学了 山里人吗 孩子结婚早 小兄弟 你沿着这条路 一直往里开一段 那里 是村委会 学校就在村委会旁边的位置 那大姐热情地指着道 行 谢谢啊 大姐 叶辰笑着 朝两人挥了挥手 然后上了车 沿着那条道开了进去 路上叶辰碰到不少小孩子 三两成群地打闹着往家走 应该是学校放学 回家吃饭的吧 孩子们看到大汽车进来 都十分兴奋 对着大汽车 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小朋友们 你们学校是在前面吗 叶辰停下车 朝着车窗外的小孩子们问道 对啊 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一个有些黑不溜秋的小孩子 抢先说道 谢谢你啊 小朋友 叶辰说着 重新启动车子 很快车子开到了一排屋子 大门上挂了一块村委会的牌子 叶辰看着村委会前面有一块空地 就将车子停在了那空地上 然后叶辰下了车 扫射下四周 看到前方不远处 悬着一面国旗 那里应该就是小学校了 叶辰迈步走了过去 说是学校 其实也就是一排五开间的木屋 然后边上左右 各有一栋妇楼 前面是一块操场 四边长了些许的草 中间倒是寸草不生 露出些沙土 大晴天的 学生都下课了 也没看到个人 叶辰看到左边的房子上冒着吹烟 于是朝那边走了过去 是一处食堂 此刻有个男师傅 在那里正在烧饭呢 师傅 你好 请问下林曼夏是在这里吗 叶辰走了过去问道 小林老师啊 在哪 小林老师 小林老师 有人找你 那师傅大声地叫了起来 黄师傅 谁找我啊 叶辰听到林曼夏的声音传来 他转过头去 看到林曼夏 从对面的屋子里走了出来 曼夏 叶辰开心地叫了一声 然后朝他走过去 叶辰 你怎么来了 林曼夏看到叶辰 先是诧异 然后是惊喜 也小跑着向叶辰走过来 你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说一声 两人走到了一起 林曼夏脸 我以为有点红 笑着说道 我不是说了 要来看你吗 最近家里还算清闲 所以就过来了 叶辰笑嘻嘻地说道 怎么来的啊 开车过来的吗 对啊 车就停在前面村委会前面呢 叶辰指了指前面的村委会的位置说道 这么远的路 你怎么还会开车过来 这边路不好走吧 还好吧 虽然是多了点弯弯绕绕 但是咱家不也是山路多吗 开上来还行呢 哟 曼夏 这是谁啊 两人正说着话 那边的屋子里又出来一女的 来到他们这边 朝着林曼夏问道 眼里满是好奇 我来给你们介绍下 这是跟我一起来支教的老师 叫刘春芳 也是苏省人 他是叶辰 林曼夏给他们介绍了下 原来你就是叶辰啊 总算是见到真人了 刘春芳恍然大悟似的 上下打量着叶辰 那眼神看的叶辰 是浑身不自在 你好 你听说过我 叶辰也有点疑惑地看着他 当然 我可是经常听曼夏说起你呢 而且 我还看过你的直播 刘春芳一看 就是一个比较健谈的姑娘 哼 那你以后有空了 可以和曼夏一起去我们那边玩玩 叶辰笑着邀请道 行啊 有时间我一定去 不过暂时 恐怕没时间了 到你们那边太远了 路上来回就得要两三天的时间 刘春芳有些异性阑珊地说道 你们这地方 还是挺偏僻的 这里就你们两个老师吗 叶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除了那个在烧饭的师傅 学校里也没看到其他的人了 支教的就我们两个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两个本地的老师 加上做后勤的黄师傅 我们一共五个人 不过其他两个老师中午都回家吃饭了 林曼夏简单地介绍了下 你们一起支教的不是有不少人吗 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啊 叶辰听他说 这次一起的好像有十几二十个人呢 那也不能都到这么个小学来啊 其他的人还有在其他的小学 还有镇上的中学也有 林曼夏淡淡笑着说道 叶辰点了点头 确实哦 只是你们怎么不去条件好点的镇上呢 你们团队都不知道照顾照顾你们女同志啊 叶辰想来镇上的中学条件肯定要好不少 女孩子怎么的也应该收到点照顾的 这边是我自己申请要过来的 既然来了就要到最困难的地方来 再说这边也挺好 村里领导和学校老师以及学生的家长们 都挺照顾我们的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的 看起来林曼夏还是比较能适应这边的教学生活的 有志气 两位不愧是女中豪杰啊 叶辰笑着竖了的大拇指 那是我们可是不会让人看扁的 刘春芳握着的拳头捂了捂 叶辰你也还没吃饭吧 就在我们这里吃好了 我去让黄师傅多煮一个人的饭 林曼夏想着叶辰大中午的赶到这边来 肯定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呢 这样方便吗 叶辰也不知道出来乍到的到人家这里蹭饭好不好 没事的 多一碗米饭多一双筷子的事 你们聊 我去给你们说一声 刘春芳说着就往厨房那边跑去 谢谢 叶辰朝他喊了一声 他是你同学吗 叶辰看着那跑走的刘春芳向林曼夏问道 一个学校的 专业不一样 也是在来的路上熟悉的 春芳是挺热情开朗的艺人 我和他也很聊得来 林曼夏微微笑了笑说道 有个伴也好 你们就住在这学校里吗 叶辰万千走了走 看着林曼夏 他们刚才走出来的教学楼东边的那栋副楼问道 对啊 我和春芳两人住里面 别看房子旧了点 但是这种房子里面特别的凉快 吃饭还有一会儿 进去坐一会儿吧 林曼夏说道 叶辰答应着 然后两人进了屋里 叶辰环顾着屋子 陈年的木头墙板 已经都蜕变成了黑色 但屋里却是挺凉快的 还有一点穿塘风 中间的是一间堂屋 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 两边各一间卧房 堂屋两侧 还有一道门通到后面 你先坐 我给你泡杯茶 林曼夏说着 走进左手边的一间卧室 然后拿着一盒茶叶出来了 从桌上拿了一个陶瓷杯 开始泡起了茶 这茶叶 还是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 阿姨给我的呢 我带了两包过来 林曼夏说道 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怎么样 还喝得习惯吗 叶辰心说 看着那茶叶的包装熟悉呢 原来竟然是自己家的 挺好的 我蛮喜欢喝的 林曼夏泡好了茶 然后放到了叶辰跟前 对了 我车子里这次还带了不少的东西过来 有给你买的日用品 还有我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 另外我还给你们学校的学生 买了些文具和书籍 我去给你搬过来 带这么些东西干嘛 我们这里吃穿用度都够的 镇子上虽然远了点 但是村里还是有个小卖部的 日常的东西 还是没问题的 林曼夏听到叶辰的话 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 不是想着你们这边不方便吗 我反正顺路的事 我这就去给你拿去啊 叶辰说着 起身往外面走去 唉 不用那么急的 吃过饭再去弄也行 林曼夏如此说着 却也跟着叶辰 一起向着他的车走去 两人到了车子边 叶辰打开了后备箱 叶辰 你这是 弄了多少东西来了啊 这车整个的 都给你弄成拉货的车了 都 林曼夏看叶辰一个车子 除了前排 全都塞满了 惊讶地说道 哼哼 其实也没什么 大部分都是些给学生们的东西 我们先把给带的东西拿进去吧 给孩子们的 就下午再搬好了 那些东西不少 书本之类的 也挺重的 行 下午我来找人搬 这些书籍 可以给学生们 弄一个小读书室了 还有这些文具书包 都是孩子们用得上的 林曼夏将叶辰带来的那些书翻了翻 开心地说道 哼 能用得上就好 来得及 时间上赶了些 所以也没怎么挑选 都是让书店的人帮忙挑的 叶辰翻找了几下 将自己买的 给林曼夏的日用品零食 和田惠芳准备的东西 都给翻了出来 给 这两大袋零食你拿着 其他东西我拿着 咱们走吧 叶辰将两大包的零食 递给了林曼夏 然后自己也两手拎着两大包东西 这也太多了 我怎么可能吃得了这么多 你也不怕把我胖死 林曼夏看着手上的两大袋零食 白了叶辰一眼说道 哼哼 胖了我也喜欢 再说 谁让你一个人吃了呀 给你的同事分点 再给你的学生一点 估计你也没剩多少了 叶辰呵呵笑了一声 瞎说什么呢 林曼夏听到叶辰说喜欢他 虽然不是那种正式的 但心里还是一秃 脸有点发烫 催了叶辰一声 脚步加快地 开始往学校里走去 叶辰笑着锁上了车 然后紧随其后跟了上去 哎哟喂 这大包小包的 有那么点意思啊 刚才我还说呢 这个大男人 不会就那么两手空空地来了吧 要是这样 情商也太低了点了 刘春芳从那边厨房过来 正好看到叶辰他们 拎着大包小包的走过来 于是笑着调侃道 就你一张嘴不饶人 快 抱拿一袋 不然等下不给你吃了哦 林曼夏说着 将其中一袋递给了刘春芳 哎 好的 我来看看 都有什么好吃的 你不知道 之前买的零食早吃完了 我都馋死了 刘春芳接过袋子 就打开来在里面翻看 看你惨鬼的样子 回屋里 再看不行啊 林曼夏笑着说了他一句 几人说笑着 将东西拎到了屋里 刘春芳将袋子放大了桌上 就从里面拿了一包薯片出来 叶辰 我可就不客气了呀 说着 还冲叶辰摇了摇手中的薯片 行 随便吃 客气啥 叶辰将自己拎的两包东西 也放到了桌上 然后拿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大口 春芳 你看这姐你喜欢的哪一些 剩下的我拿房间里去了呀 林曼夏对在那抓着一包薯片吃得起劲的刘春芳说道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呀 刘春芳嘴里嚼着薯片 然后手上也不闲着 在袋子里翻了翻 拿了几袋子 就这些了 多拿点吧 这么多我也吃不完 没事 等我吃完了 我再找你啊 刘春芳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那随你吧 吃完了就来我这拿 林曼夏 也就没有勉强了 对了曼夏 前几天我带着我爸妈他们去了一趟烟金丸 我妈还给你选了一条丝巾呢 你看看喜不喜欢 叶春从一堆东西里翻出来一个包装盒 然后递给了林曼夏 阿姨给我的呀 林曼夏高兴地接过去 然后放到桌上 将盒盖掀开 里面一条颜色淡雅的真丝方巾 怎么样 看看喜欢吗 这条丝巾是跟家里送人的那几条一起买的 田惠芳当时就说 自己还没送给过林曼夏一件东西呢 这难得出一趟门 肯定要给林曼夏买件东西的 喜欢 真好看 替我谢谢阿姨啊 林曼夏从盒子里拿起那条丝巾 放在手里妈撒着 感受着丝滑的质感 喜欢知情 溢于言表 哟 这未来婆婆 对你这个转鞋 还真好啊 也不知道 我的未来婆婆 能不能有没有你这婆婆一半好 刘春芳将零食拿回了房间出来 听到叶晨他们说的话 然后带着酸味的说道 你这张嘴啊 总是这么口无遮拦的 什么就那啥了 看你话里那股酸味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哪里的醋痰子打翻了呢 林曼夏笑骂道 叶晨倒是挺欣赏刘春芳的性格的 大大咧咧 直来直去的 这就是神助攻的存在 叶晨想着 一定要多贿赂贿赂他 你有男朋友了吗 叶晨问刘春芳 他当然有了 是他在学校时候的同学 这次也是 一起来支教的 不过是在另一个学校 他们也是对里唯一的一对情侣 平时都是放假的时候 过来看他 林曼夏透露道 这样的 还真是少见啊 那你们应该也快要结婚了吧 叶晨问道 不出意外的话 明年吧 等我们这边的工作结束 回去就差不多把事情办了 刘春芳说道 那就提前喝喜来呀 叶晨双手抱拳笑着说道 那你到时候 可要记得和曼夏来喝喜酒啊 刘春芳笑着说道 这自然没问题 小林老师 小刘老师 午饭好了 快过来吃饭吧 三人正在聊着天 那边黄师傅的声音传了过来 午饭好了 叶晨 那我们先去吃饭吧 林曼夏说道 好 那走吧 三人说着 往厨房那边走去 西边的副楼是一大间的屋 有厨房 也有一张餐桌 此刻桌子上 已经放好了几个菜 来 小林老师 小刘老师 还有这位帅哥 吃饭吧 这位黄师傅 笑着热情地说道 谢谢你啊 黄师傅 叫我叶晨就好 这次真是麻烦你了呀 叶晨笑着自我介绍道 我叫黄本喜 你叫我老黄就好 你这说的哪里话 就是天双筷子的事 只是不知道 做的合不合你的胃口 黄本喜笑着说道 我还是跟曼夏他们一样 叫你黄师傅吧 我还没吃过 你们这边的菜什么味道呢 今天正好尝尝 叶晨说道 那行 你们 你们都快上桌吧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三人坐上了桌 桌上一共五个菜 看菜的样式 还是跟他们家的菜 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是辣子鸡 虽然别的地方 也都有这道菜 但我们这的口味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还有这个炒辣肉 选用的也是 我们这边农家 自己制作出来的 还有这个 黄本喜在那里 简单地介绍了下 看着就不错 吃起来一定也好吃 叶晨端起了碗筷 然后加了一块辣肉 放进了嘴里 嗯 这辣肉味道不错 应该是烟熏的吧 跟我们家烟的那种咸肉 味道又不一样 吃起来非常香 叶晨吃了一块之后 连连点头 味道确实不错 呵呵 喜欢吃就好 黄本喜听到叶晨说喜欢 顿时也笑了 然后几人 开始吃起了饭 在交谈中 叶晨也了解到 这个黄本喜 并不是少数民族 这个村里 也并不完全是少数民族的 差不多一半一半吧 吃过了午饭 叶晨他们又回到了 刚才的房间里 中午的太阳 还是有点厉害 你开了一上午的车 也累了吧 去我房间里躺会 睡个午觉 林曼夏先是进了房间里一会儿 然后出来 对叶晨说道 吃不好吧 叶晨听林曼夏说 让自己去他房间躺会儿 心里肯定是愿意的 看着林曼夏脸上的些许微红和羞涩 叶晨又怕唐突了 没事的 晚上我搬到春房房里 跟他一起睡 你就睡我屋好了 林曼夏微笑了笑说道 我看等下我还是 去旁边的村民家去打听打听 看有没有空着的房间 我去租一间就行了 叶晨想了想 还是说道 好了 你就踏踏实实地在他屋里睡吧 这边好多家庭都是老人 父女孩子在家 男人都出去打工了 你这到人家家里借宿也不方便 刘春芳在旁边也说道 叶晨想了想 也是 于是说道 那行 那我先去睡会儿 这两天赶路 还真有点乏了 林曼夏引着叶晨进了房间 叶晨这也是 才看到林曼夏住的地方 房间稍微有点暗 主要是窗户有点小 一张石木床 上面挂一个粉红色的蚊帐 旁边一个大衣柜 靠窗子的位置 放着一张书桌 上面有一盏台灯 还摆着两络作业本 和一些书籍 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很是好闻 可叶晨也分不清 到底是什么香味 你先睡一觉吧 我下午等下还有课 林曼夏从书桌上拿了本书 然后走到房间外 顺手要拉上门 好 叶晨也跟到门口 将门眼上了 叶晨脱了外套 掀开蚊帐 坐到了床檐 拿眼睛打亮了一会儿这个房间 然后躺到了床上 叶晨还是有点心圆一马的 闻着枕头上淡淡的香味 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曼夏 我说 你这个对象还真是不错啊 人长得帅不说 说话性格都挺不错 还特意驱车几千公里来看你 哇 真是浪漫 刘春芳和林曼夏 坐在堂屋的桌上 刘春芳笑嘻嘻地说道 你也觉得他不错吗 林曼夏笑得很甜蜜 轻声地问道 那是 咱虽然不是阅人无数 但看人还是能看个八九不离十的 叶晨绝对是个好男人 你可得抓紧吧 刘春芳说道 其实我爸妈 还有我舅舅舅妈表姐他们 全都对他也挺满意的 林曼夏微笑着说道 他们满意是一回事 你还没说你自己呢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看看你 自从叶晨来了之后 你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刘春芳说道 真的有那么明显吗 林曼夏低下头 摸了摸自己的脸 愣了一下 有点不确定地问道 哼哼 好了 恋爱中的男女都是这样 叶晨也跟你差不多 眼睛就在你身上没离开过 刘春芳好像是个过来人似的 说得头头是道的 其实他挺好的 他虽然话不多 也没有别的男生那么会哄人 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总是很踏实 我们能聊到一块去 就算是不说话 也没有什么尴尬的感觉 虽然是平平淡淡的 但是很舒服 他也很细心 总是在不经意间 能让你暖到 林曼夏浅浅地说着 回忆着与叶晨的相处 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你看 还不是吗 这样的好男人 现在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了 那些口哗哗的人 虽然不是说都不好 但不适合你这种甜单的性子 两个相知的人 那一份默契 才是最珍贵的 刘春芳说道 叮铃铃 好了 上课铃响了 先不说了 咱们去上课吧 林曼夏也在想着刘春芳的话 此时上课铃声响起 他也收回了思绪 嗯 走吧 回头再说 说着 两人都拿着书像教室走去 叶晨这一觉睡得很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 林曼夏的相归的原因 反正醒来的时候 叶晨看了看时间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外面安安静静地 料想林曼夏和刘春芳他们 应该是上课去了 叶晨躺在床上发了会呆 然后一个翻身起了床 穿上了外衣 然后将被子叠好 签好床单 出了房间 叶晨四下找了找 然后从堂屋的边门 向后面走了进去 屋后是一处小平地 侧面有个小房子 叶晨打开门看了看 果然是一个厕所 还是那种老式的汉侧 还好叶晨是农村出身 倒是没有什么抵触 走了进去 关上了门 出来之后 脸上一阵轻松 看到厕所门口 有一个塑料水桶 叶晨猜测 应该是用来冲厕所的 拎着塑料桶 来到旁边的一个水池那里 打开了水龙头 洗了洗手 然后顺势洗了把脸 再将水桶接了半桶水 冲了一下厕所 出了屋子 叶晨又来到了学校的操场上 这时太阳还有点晒 操场上也没看到一个人 叶晨往操场中间走了走 然后朝着那一排教学楼那里看去 能隐隐约约看到 几个教室里 对着门口的讲台上 有身影站在那里 是朝着教室走了过去 叶晨离着教室 还有一段距离 远远地看过去 在门口的一块牌子上 写着五年级的一个教室 看到了林曼夏 一头长发 简单地扎了的发卡 披在身后 一身素雅淡蓝色的衣裙 虽然朴素 却又那么耀眼 引人注目 叶晨低了点身子 悄悄地绕过前面 然后来到了教室的后门 后门正好也是敞开的 叶晨看了眼教室里面 并没有多少学生 夹起来也就十几个的样子 都坐在教室中间 靠前面的位置 而教室后面 还堆放了不少闲置的桌椅 叶晨悄悄地蹲着一栋进去 然后拉了一个最近的凳子 坐了上去 此时林曼夏正背对着 他在黑板上写版书 没注意到他 当然教室里面的 肯定有调皮的学生 也有那不专心 而东张西望的小家伙 看到了后门口 坐着的偷溜进来的叶晨 好奇的眼睛看着他 叶晨竖起食指 贴着嘴唇 在前面讲台上背对着自己曼妙的背影 觉得他这个样子太美丽了 他从身上拿出了手机 将这身影拍了下来 正专心地准备换个角度再拍几张 这时 镜头里的姑娘突然转过身来 眼睛似乎透过镜头 看向了叶晨 叶晨挫不及手地手抖了一下 手机险些滑落 连忙手忙脚乱地稳住了手机 叶晨有种做坏事 被人抓住了现行的感觉 而讲台上林曼夏在写好字 转过身来那一刻 一眼就看到教室后门那里坐着的叶晨 毕竟太显眼了 林曼夏一下子脸上的表情有点错愕 然后就感觉 想要说什么了 又要忍住保持严肃的感觉 看着下面随着林曼夏的目光 都看他的小学生 叶晨只是朝他们笑了笑 然后伸手示意了一下 让林曼夏继续讲课 林曼夏称怪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调整了下心绪 收回了目光 继续讲起了课 叶晨就坐在后面静静地欣赏着 时不时的还和那些调皮的小家伙们 挤挤眉弄弄眼的 频频引来林曼夏的 有些锐利不满的目光 下课铃声响起 随着林曼夏的一声下课 教室里面热闹起来了 叶晨刚起身 就有了调皮大胆的孩子 围到身边来了 叔叔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我们教室里呢 一个皮肤有点黑 衣服上也脏兮兮的小孩子 跑过来盯着他问道 我啊 是你们林老师的朋友 从外面进来看他的 叶晨笑了笑 跟他说道 哦 我知道了 中午我们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辆好漂亮的车子 那就是你的对不对 小家伙的反应倒是挺快的 这时林曼夏 也从讲台上收拾好东西 往这边走来 是的呀 那就是我的 叶晨回答道 那你是林老师的什么人呢 是他的男朋友吗 小男孩接着问道 哼哼 你这么小的孩子 知道什么是男女朋友啊 就这么问 叶晨感叹 现在的孩子们 对这方面还挺早熟的 林小虎 你又在乱说什么呢 林曼夏来到了几人身边 称怪地看了一眼叶晨 然后用教训的口吻 对刚才和叶晨说话的 那个小男孩说道 不过很显然 这位温柔的老师 在孩子们的眼里 并不是严厉的代名词 孩子们被训了 照样还是笑嘻嘻的 林老师 我们在问这位大哥哥 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呢 叶晨还真挺佩服 这个小导弹鬼的 要是自己上小学的时候 那是一天到晚的躲着老师走的 那你们说 我做你们林老师的男朋友 好不好呢 叶晨不顾林曼夏的目光 看着面前的小孩子们问道 好啊 好啊 小家伙们非常配合地叫唤着 叶晨 你都跟孩子们乱说什么呢 林曼夏称怒地说道 这时叶晨站直了身体 看向林曼夏 表情仿佛变得有点震惊 林曼夏一下子 被叶晨这转换的表情 给弄得愣住了 心里莫名地有种不妙的感觉 曼夏 一场缘分 你让我们相遇 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被你深深地吸引 从此你的影子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我知道你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他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没有豪言壮语 没有语气高昂 也没有打闹起哄 叶晨只是有感发 他说着 然后从裤子口袋里 摸出了一个小盒子 拿到两人中间打开 一条项链静静地躺在里面 一直镶嵌着水晶 和钻石的天鹅形象的相坠 看起来星光闪闪 叶晨双手托住 装着项链的盒子 送到他身前 眼含深情 而又期盼地看着林曼夏 林曼夏此时有点发猛话 他一时待在了那里 两人经过几个月的接触 除了没有说破 其实两人心里面 都已经那么认为 对方是自己的男女朋友了 林曼夏也从没想过 叶晨这个稳重的大男生 会如此正式地求自己 成为他的女朋友 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心里此刻是真的有点复杂 感动 欢喜 羞涩 不意而全 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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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很是配合地 开始齐声拍着手掌叫了起来 那样子 就跟谁特地训练过他们似的 而窗外此时也聚集了 不少的学生和老师 也都跟着一起叫了起来 学生们和老师们的声音 让林曼夏回过了神 他低头看了看一张张 兴奋地抬头 看着自己的他的学生 又转移视线 看了看窗外 挤得黑压压的人群 脸色的飞红地收回了视线 迎上了 叶晨那双深情的双眸 此刻的心情 仿佛安静下来了 他对着叶晨笑了 眼睛里却仿佛有一丝泪水 伸出双手接过了项链 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叶晨见林曼夏接过了项链 顿时开心地笑了 上前一把抱住了林曼夏 原地转了一圈 他太开心了 哦 孩子们和老师们 也欢庆地鼓起了掌 我帮你将项链戴上 叶晨放下了林曼夏 对着还有点晕乎乎 满脸羞红的林曼夏 轻声说道 嗯 林曼夏微微硬了一声 叶晨从林曼夏手上的项链盒里 拿起项链 然后双手解开锁扣 朝着林曼夏的脖梗带去 双手穿过他白细的脖梗 叶晨的手 与林曼夏的脖梗的皮肤接触的那一刻 叶晨明显地感觉到 林曼夏僵了一下 而叶晨自己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双手有一丝的发抖 第一次跟林曼夏如此亲密的接触 叶晨身体靠近林曼夏 投身到林曼夏的耳侧 双眼盯着林曼夏的颈后 自己的双手在那里扣项链 闻着林曼夏头发上的香味 心脏不自觉地砰砰跳 而林曼夏感受着叶晨在自己耳边呼吸 呼气抹撒着自己的耳朵 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抚摸 有点痒 又有点撩动心绪 他感觉整个脖梗都僵硬了 不敢动 经过一番苦工 终于将项链扣上 叶晨退了开来 两人同时舒了一口长气 相视一眼 都笑了 这时外面的鼓掌声又响起 两人这时才将目光看向其他人 各位好 我叫叶晨 今天真是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祝福 叶晨说完 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 叶晨 我是这间学校的校长刘长明 我和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 都很荣幸 能够见证你们的这一幸福时刻 小林老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 希望你以后好好地带她 也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 一位四十多岁 身形偏瘦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 头发上有几次白发的中年人 走到叶晨身前来说道 刘校长你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用我的医生去呵护她的 叶晨伸出手和她握住 郑重地说道 放心 当然放心 小林老师看重的人 一定不差的 刘校长笑着说道 对了 刘校长 我这次来也没带其他的 就买了点书籍 文具和书包给学校里面的孩子们 你看什么时候给学生们发下去 叶晨对着刘长明说道 对啊 校长 叶晨带了不少的儿童书籍来 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弄一个小读书室 让孩子们平时有时间的时候 去读书室里看看书 林曼夏看叶晨说起读书室的事 暂时忘了羞涩 也连忙上前说道 哎呀 这真是太好了 我替山里的孩子们 谢谢你了 刘长明听到叶晨和林曼夏的话 顿时非常高兴地说道 看着刘长明那一张 有一丝疲惫的脸容 和此刻兴奋的样子 叶晨就知道 这是一位真正的留守山区的教育者 我刚才的事 是不是耽误你们上课了呀 要不你们先上课 晚点 我们再将东西搬进来 叶晨想着 自己刚才闹的那一幕 占用了不少的时间 到现在还没有想上课灵 应该是黄师傅 也在这边看热闹 忘了敲了 没事的 本来下午还有两节课的 不过一到后面 去上也行的 刘长明想了下说道 农村里的上学 没有那么的严格 课程能补回来就行了 反而叶晨来赠送东西是大事 那我们就去我车上 将东西都搬过来吧 就在操场上 将东西发下去 叶晨见刘长明如此说 于是提议道 那行 这样 向老师 黄师傅 还有高年级的学生 跟我一起 去将东西搬过来 刘长明吩咐道 好嘞 没问题 那个叫向老师的男老师 应该也有五十多岁了 和黄师傅两个 硬喝着 学生们听说要去搬新书 还有文具和书包 也是非常的高兴 跃跃欲试地叫唤着 那我们过去吧 你就和刘春芳 带着小点的孩子 在这里等着吧 叶晨看了看身边的林曼夏 然后对他说道 嗯 林曼夏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叶晨就领先走了出去 身后跟着几位老师和一群孩子热闹非凡 曼夏 想不到啊 叶晨居然会来这一手 我真是好羡慕你哦 看着叶晨他们出去了 学校里就剩下低年级的学生 在那里宣道起来 刘春芳走到林曼夏身边说道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啊 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我真是 到现在脸还发烧呢 林曼夏有些幸福 又有些休脑地说道 哎 我看看这项链 真漂亮啊 刘春芳盯着林曼夏胸前的项链 仔细地看着 嘴里连连发出惊叹 林曼夏捏着那只项坠 低下头看着 脸上洋溢着幸福 再说叶晨那边 众人到了车子那里 叶晨打开了后备箱 然后开始让大家一样一样地往下搬 这次买的都是些铅笔 圆珠笔 尺子橡皮 文具盒 练习本 书包 书籍等孩子们日常用的 这边热热闹闹的行动 也吸引了村委会面人的注意 老刘 你们这是 在什么呢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从村委会里面走了出来 上前找刘长明问道 宋主任啊 哎 我给你介绍下 这位 是我们学校 支教的小林老师的男朋友 他这次给我们学校 捐赠了一批的文具书包和书籍 这不大家正在搬呢吗 刘长明笑着 将叶晨介绍给这位宋主任 哦 是小林老师的男朋友啊 你好 我是咱们村的村主任宋英盛 欢迎你到我们村里来啊 宋英生说着 热情地伸出了手 宋主任你好 我叫叶晨 也感谢你们 对曼夏的多方照顾 叶晨也笑着伸出了手 跟他握了握手 这说的是哪里话 小林老师到我村 是来帮我们的孩子的 只是我们村里条件简陋 照顾不周才是 宋英生说道 没有没有 曼夏说 你们已经很照顾他们了 这边说着话 那边的车子里面的东西 也很快搬完了 毕竟人多 那主任你忙 我带着叶先生 先去将东西分发了 刘长明说道 那怎么行 叶先生这么大的捐赠 我肯定是也要亲自到场的吗 宋英生说道 于是几人一起回了学校 然后宋英生和刘长明 还办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他们俩自然是 做了一下感谢发言 然后邀请叶晨 也上去说两句 叶晨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 说了几句勉励同学们的话 这实在不是他擅长的 仪式结束 然后就开始将一样一样的东西发下去 这个学校有五个年级 一个班正常的都是在十几个孩子 全校加起来有六七十人 至于六年级是要到镇上去上的 还好叶晨买的东西比较多 将所有的学生都发完了 还有剩余 于是就放进了学校的仓库里 作为后来的学生用的 而那些书籍 全部都弄到了一间空着的房间里 靠墙弄了一个架子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合作 将书籍都摆了上去 房间中间摆上了桌椅板凳 学生们以后放学后 或者闲时 可以进来读书室 坐在书桌上看书 刘长明还找来指 写了一张爱心读书室的帖子 贴在了门边的墙上 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还整惊艳了叶晨一把 所有事情都弄完 时间也到了孩子们的放学时间了 随着刘长明宣布放学 孩子们一个个背上崭新的书包 开心地跑着 跳着往家里奔去 老黄 你趁着时间还走 上镇山买点肉菜回来 晚上给叶先生好好接接风 刘长明对黄本喜说道 对 要去 多买几个菜 这钱我们村里出了 宋英生也跟着说道 你们不要再叫我先生了 叫我名字就好 各位的好意心灵了 不要太破费了 就中午的那样的 就已经挺好了 叶晨说道 他也不想让这些人花钱 那怎么行呢 这样别人 还不得说 我们不懂得礼貌吗 你就和小林老师 他们去逛逛去 这边你就不用管了 小林老师 你带着叶仙 叶晨去看看我们村寨的风景 我们这边虽然偏僻 但是风景还是不错的 刘长明说道 行 那我先带他去村里逛逛 你们也不用弄得太丰盛的 简单的一点就好了 林曼夏应了一声 现在离晚饭时间还早 我带你 去村子里看看吧 林曼夏对着叶晨说道 好啊 那我们走吧 叶晨跟其他人打了声招呼 然后跟着林曼夏出了学校 这里没他的事了 刚跟林曼夏表白成功 他也想跟他单独相处一下 说说话 叶晨牵着林曼夏的手 走在斜阳下的古老乡村街道上 你下午怎么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座 弄得人家尴尬死了 林曼夏偏着头看着他 脸上还是有点羞怒 鼓着小嘴问道 我保证 我真的没有事先准备的 只是那一刻看着你 情不自禁的 就想说那番话 所以就做了 叶晨举着另一只手发誓 那你怎么还随身带着这个项链呢 你还说你不是有预谋的 林曼夏摸了摸铺梗上的天鹅相坠 还是感觉叶晨就是有预谋的 不然怎么会将项链戴在身上 冤枉啊 这项链是我在燕京旅游的时候买的 本来就是准备送给你的 之前刘春芳在当面 我又不好拿出来 就装在身上 想到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单独送给你的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 绝不是预谋 叶晨赶忙澄清道 林曼夏盯着叶晨的眼睛 认真地看着 盯得叶晨都有点心里毛的时候 林曼夏忽然展颜一笑 算了 我相信你了 不管是不是预谋 我很欢喜 听了林曼夏的话 叶晨也很高兴 这边的村子 还真是挺有原始风味的 跟我们家那边的农村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个村子 很少现代化的痕迹 还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 这本来就是 座有千年历史的村寨 加上交通不便 反而将最原始的一面 给保存下来了 林曼夏说道 这地方其实好好开发出来 发展旅游 也是个不错的方式 有它的特色 听说有规划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 交通不好 这边本来诱骗 不像你们家 虽然是农村 但到底离沿海大城市 没太远的距离 林曼夏说道 两人沿着一些小路走着 周围碰到一些当地人 都会热情地 跟林曼夏打着招呼 看来他在这边 人人缘还不错 两人回到学校的时候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学校的老师 还有村委会的几个 围成了一大桌 桌上菜肴十分丰富 叶晨也尝到了 不少这里的特色菜 晚饭过后 其他人都回去了 夜晨三人在学校的操场上乘凉 这边晚上都没有有路灯 你们就两个小姑娘 在学校里面睡觉 也不害怕 房间大门外门头上的一盏灯 照着屋前的一块空地 四周反而黑茫茫的 天上有一弯月亮 不是那么明亮 星星也渐渐出来 逐渐增多 耳边还能听到重鸣声 大山里的夜晚 显得格外的安静书框 虽然没有路灯 但反而更添几许夜的魅力 还好啊 我们两个人能作伴 而且村里面的人都很好 民风淳朴 没有什么地痞流氓恶霸之类的 林曼夏说道 对啊 很安全的 刘校长每晚都还会来巡逻一下 刘春芳也补充说道 这样最好了 国庆节也快到了 你们会回去一趟吗 叶晨问道 国庆学校一般都会放七天假的 虽然回家路程遥远 但也不是不行的 我和春芳说好了 这次国庆就不回去了 一来路程太远 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 而且路费也挺贵的 二来 我们到这边这么长时间 也还没出去玩过 贵省可是有不少的名胜景点 既然来到了贵省 不趁机去游玩一趟也可惜 不是吗 林曼夏将他们的打算说了出来 对啊 像有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武林第一峰的范金山 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 织巾古剑 云台山 等等 太多我想去的地方了 刘春芳掰着手指 一个个数着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只是我国庆还要回去 家里面国庆 另一个民宿地方也要开业 加上来游玩的人数 可能也比较多 不然我就在这里 大多待一段时间 陪着你们 一起去游玩这些地方了 叶辰有些遗憾地说道 其实他真的很想 和林曼夏两个人 去旅游一次的 没关系的 家里的事情要紧 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们出去玩的 林曼夏看着叶辰笑了笑说道 好了你们俩 别在我面前撒狗粮了 刘春芳撇了撇嘴说道 怎么 这你就受不来了 你之前给我撒的狗粮还少啊 你那有事没事 就往这边跑 林曼夏不甘示弱地对了一句 哟 我怎么没发现 你这嘴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去你房间找零食吃去 哼 多吃你几包 刘春芳孩子气地说着 转身跑进了屋里 有这么个活泼的同伴 你的生活 应该会多许多欢乐吧 叶辰看着刘春芳 跳脱的样子 摇了摇头说道 他就这种性格 不过也确实是个开心果 心思也单纯 他这种性格 那时候要来山里面的时候 我还说 怎么会待得住呢 没想到他还适应得挺好 林曼夏也笑着说道 脸上还带着一丝宠蜜 你国庆不回家 那不是要到年底放假才能回去了 叶辰又问道 是啊 不过时间也快 还有三个多月 林曼夏说道 还要三个月啊 那又要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了 才三个月而已嘛 说得好像几年见不到似的 林曼夏看着叶辰那样 呵呵笑了 你没听说过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 三个月啊 那就是二百七十年呢 叶辰夸张地说道 哪有你这么算的 我现在发现 你挺会红女孩子 开心的嘛 老实交代 以前这样 骗过多少个女孩子 林曼夏双眼 有神地盯着她 哪有啊 你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好不好 咱可是个纯情的大男孩 叶辰黑黑笑着 林曼夏白了她一眼 心里倒是四米田 那你有打算支教 结束之后干嘛吗 去学校里面教说 还是继续往上面考啊 叶辰又换了个话题问道 其实我已经有了打算 我准备考公务员 到政府机关里面工作 林曼夏说道 考公务员 你怎么会想走这条路呢 你不是学的师范专业吗 叶辰乍一听 还真的有点惊讶 师范专业也能考公务员啊 公务员有什么不好吗 林曼夏笑着反问道 那倒不是 公务员有编制 铁饭碗 挺好 就是我觉得 你的性子不大适合而已 林曼夏性子淡雅不争 是否能适应体制内的工作 叶辰还真不是很看好 没事我怎么知道呢 再说 考不考得上海两说呢 林曼夏说道 那你想考什么职位呢 有方向了吗 听说你们研究生学历的 考上了就是复科呀 是不是 叶辰以前也了解过考工 好像研究生考工待遇方面 比本科要好 方向嘛 我已经想好了 暂时不告诉你 以后考上了 你自然知道 至于职级 确实是复科级 那样起点就比一般的高不少 未来的晋升也很有好处 我看乡镇很多科员 三四十岁 也升不上复科 很多人在基层待了一辈子 到退休 仍然还是个科员 暂时也没考虑那么远 就算考上了 是不是就一直在系统里待下去 也说不定 现在社会什么样的机会都多 也不是选好了 就只剩一条道了 林曼夏浅浅地说道 这倒是 反正什么事和自己 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夜间深了 周围远处的几户人家的灯光 也都相继熄灭了 学校里的这盏门灯 倒似成了唯一的光亮 夜深了 我们也去睡吧 你明天不是还要上课吗 夜深说道 嗯 明天就周五了 周末我带你 去这附近的城镇上逛逛吧 林曼夏说道 行啊 到时候看看 这边有没有景点什么的 夜深自然愿意 两人回了屋 林曼夏去了刘春芳的房间 夜深又塑在了林曼夏的卧房里 第二天 林曼夏有课 夜深闲来无事 像个二六子一样 在村里闲逛 没事干得他一时兴起 拿出手机打开了直播间 开始了异地的第一场直播活动 哇塞 阿诚大大开直播了 好久都没看到你直播了 就是 阿诚你是不是都把我们的这群粉丝给忘了 话说 阿诚这是在什么地方 不像是他以前直播的地方 看他木头房子 怎么看着像苗寨一样的风格 阿诚 快说说 你这是在哪里啊 夜深刚打开了直播 就不断地有人进来直播间 直播间人数很快地就升上来了 可能大多数都是些老粉 立马感觉到夜深直播的地方 好像不一样了 大家好 我是阿诚 今天我不是在我的老家给大家直播 我给大家看看这边的风景 然后大家猜猜我在什么地方 夜深跟直播间的粉丝打着招呼 这房子风格 典型的苗寨的特征 我看一定是在湘西苗寨那里 那也不一定 苗寨又不是只有湖湘有 大贵省可是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 我才是在贵省 我是贵省人 我敢肯定 这就是我们贵省的苗寨风格 阿诚 你来我们贵省了吗 这是一个贵省的粉丝 好了 告诉大家吧 我现在在贵省 这位贵省的粉丝朋友 说不定 我们也离得很近哦 夜深说道 阿诚真的在贵省啊 那一定要来我这边 也让我尽尽地主之意啊 那位贵省的粉丝说道 这位朋友 你好 我现在真的在贵省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有机会的 我一定去你那里 夜深笑着对直播间里说道 阿诚你是在贵省的苗寨里吗 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呀 对啊 阿诚你是去旅游的吗 怎么说呢 来这边是有事情的 当然顺便也旅旅游 夜深解释道 好了 我的情况就先说到这 今天带你们一起游一下这个 有上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它坐落在贵省西南的大山里 这里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 少有人来 还保留不少的上百年历史的精美建筑 这里环境优美 还有好看的梯田 有上千年的古树 如果有粉丝朋友们 想找个地方放空 抛却世俗的烦恼待上几天 这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夜深用手机直播着村寨的风景 可惜离我们太远了 没有长假 根本就去不了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 有计划来贵省旅游的 可以过来看看 夜深在路上走着 时不时的还能看到 不少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 出现在镜头里 夜深走在村子里 用镜头直播着乡村的景色 和村民的日常 其实这种直播也没什么目的性 就是夜深的一时兴起 带大家没事看看景色 当然顺带着推荐一下这个村子 如果真有人来旅游 那也是一个双赢的好事 下午课结束 学校就放假了 接下来的周末两天的时间 林曼夏带着夜深 也没去到很远的地方 就附近的镇子和村落里面逛了逛 逛逛镇上的特色小市场 看到可爱的木偶娃娃 夜深和林曼夏 相互赠送了一个木偶给对方 然后林曼夏还细心地 给夜深的父母 各买了一件礼物 让夜深带回去 替他送给二老 那我也买点这边的特色工艺品 等有时间 我去找一趟叔叔阿姨 将礼品送给他们 或者让翔哥请姐他们 带为送给叔叔叔阿姨 还有我家那边的一群长辈和晚辈 都要送一两样 想想要买好多啊 曼夏 你帮着我再挑一些吧 夜深越想 那要送的人就越多 那我要不要给他们 也选一份礼物啊 林曼夏问道 不用啊 你这次又不回去 等到下次你什么时候 再去的时候 再带点小玩意就行了 反正也就是个意思 夜深说道 林曼夏听了夜深的话 也点了点头 然后就帮着夜深 选起了礼物 足足挑了一大堆 几十件还是有的 结完了账 就让店老板打好包 然后赛上了车后备箱 店老板难得的遇到一个大客户 那热情别提了 服务的周周道道的 两天的时间是很快的就过去了 周一 林曼夏他们 就要开始新一周的上课了 夜深也打算离开了 周一吃过了午饭 夜深跟学校里的其他人告了别 曼夏 我这就走了 你在这边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啊 有事没事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好吗 夜深站在车边 看着林曼夏 不舍地说道 嗯 我会的 你路上也注意安全 回到家也要跟我说一声啊 林曼夏眼里 也有透露着不舍 我还要去见一个粉丝 他听说我来跪上 一定要邀请 我去做客 我可能在那边绕一下 然后再启程回家 夜深说道 粉丝 男的女的啊 林曼夏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当然是男粉丝了 我怎么可能单独去见一个女粉丝呢 夜深微微笑了笑 有人紧张自己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我就是问问 那你上车吧 我也到上课时间了 林曼夏说道 夜深看着眼前的可人 突然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紧紧地搂住 林曼夏愣了一下 然后也伸出双手 抱住了夜深的腰 过了好一会儿 夜深才松开了林曼夏 我走了 夜深上了车 依依不舍地看着林曼夏 然后在林曼夏深情的目光中 开着车子离开 通过后视镜 还能看到林曼夏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车子越行越远 渐渐地消失在了林曼夏的视线里 回神了 再看下去 要成望夫时了 不知什么时候 刘春芳又来到了林曼夏身边 猛地说道 哎呀 怎么总是翘无声息的 迟早被你给吓死 林曼夏拍了拍胸口 瞪了刘春芳一眼 什么叫无声无息的 是你太过专注 忘乎所以了 怎么样 很舍不得吧 刘春芳笑着说道 哪有 好了 赶紧回去吧 要上课了 好吧 回去别忘了将你的零食再给我几袋 我的又吃完了 你真是头小猪 那也是只可爱的猪猪 两人的声音流荡在山村里 夜深离开了山村 然后开着车 直奔跪上的省府 然后联系上了那位男粉丝 接到夜深电话 那位粉丝当时兴奋了 第一时间赶到了夜深所在的地方 夜深见到了这位粉丝 一位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开的车子也是不便宜 看样子是一个富二代无疑了 夜深跟他交谈了下 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李俊凯 父母都是经商的 确实是一个富二代无疑 但是李俊凯人还挺好的 也没有那些所谓的富二代的傲气 很青春健谈的一个人 夜深本来是打算跟他简单见一下就回去了 但是拗不过他的热情 在这边待了一天 见识了一番贵省的省府城市的繁华 虽然是西南部城市 但作为省会的城市 看起来和沿海大城市也是有一拼的 结束了贵省的粉丝见面 夜深与李俊凯告了别 并欢迎他去自己的家乡去玩 李俊凯答应了 说准备国庆的时候就去一趟 夜深保证的 说一定给他留好房间 扫踏一带 夜深踏上了回程 又是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第一天大概跑了一千公里 开车时间太长 有点不想赶路了 就在湖湘塑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才继续上路 直到下午 夜深才回到了家 夜深将大包小包的东西搬下了车 然后坐在沙发上不想动弹了 开了一天的车 是真的有点累 这时候 家里也没人 夜连山和田惠芳也不知道去哪了 夜深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夜深醒来的时候 发现身上带着一条毯子 夜深坐了起来 看看窗外 天已经黑了 醒了呀 赶紧起来吃饭吧 饭菜早就做好了 这时夜深才发现 父亲正坐在旁边的一个小竹椅上 看电视呢 爸 几点了 你怎么也不叫醒我啊 夜深坐着伸了个懒腰 快七点了 我们回到家 就看到你在沙发上就那么躺着 你妈怕你凉了肚子 给你盖了个毯子 说你开车累了 让你多睡一会儿 夜连山说道 妈呢 夜深问道 她在后面喂你的几只狗呢 你看你养这几只狗 越来越不管他们了 这一个月 一半的时间都是别人在位 到时候 他们都不认识你了 夜连山说 那才不会 我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夜深说着起了身 然后准备去后院看看那几小只 来到了后院 就看到田慧芳站在旁边 五只狗正在那里吃食呢 几天不见 感觉吴小枝又长大了一些了 妈 夜深叫了一声 哎 醒了 赶紧洗洗 我们吃晚饭了 田慧芳转头看到夜深 笑着说道 嗯 小家伙们 我回来了 想不想我了 夜深嘴里答应着 蹲下身子 抚摸着正在干饭的大黄 大黄晃动着小尾巴 跳动着围绕着夜深转了两圈 又继续去干饭了 夜深跟着田慧芳出了后院 夜连山已经将饭菜都端上桌了 三人围着桌子 吃起了晚饭 小尘 曼夏在那边怎么样啊 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 田慧芳迫不及待地问道 其他的都还好 就是偏了点 学校也稍微就了点 但正常的生活还是没问题的 夜深吃了一口碗里的菜 然后说道 也亏了曼夏一个姑娘 跑那么远去到大山里教书 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田慧芳接着问道 这次国庆他就不回来了 他和那边的朋友 约了一起去旅游 大概到放寒假的时候 才能回来一趟 夜深答道 那里确实远了点 要不然 我们也去看看他工作的地方 田慧芳说 对了 曼夏还给你们买了礼物 让我带给你们呢 等一下吃完饭 我就拿给你们 夜深说道 看看 曼夏这孩子多有心 小尘 你可得好好对人家 争取早点将他取进咱们家门啊 田慧芳听了脸露笑容 是啊 小尘 曼夏这孩子 我们都是认的 而且 他的父母人也很好 这可是 一门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亲家 沉默寡言的夜连山也说道 我也想啊 不过怎么的 也得等人家的支教时间结束是吧 夜深心想 我也想早点娶到家人啊 但他也明白 林曼夏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 有自己的想法和梦想 而不是那种简单的恋爱脑 可以为了爱情放弃一切的人 这正是夜深欣赏他的地方 吃过了晚饭 夜深去整理带回来的行李 然后翻出了那一堆的礼品 从里面找出林曼夏 买给夜连山和田慧芳的礼物 给夜连山的 是一顶别具特色的竹边草帽 是那边的传统工艺制作 夜连山拿在手上看了看 连说着不错 然后还戴在头上试了试 以后白天就带着这个去地理好了 能挡阳光 带着舒服 透气性还好 夜连山满意地笑着说道 而林曼夏给田慧芳买的是一块蓝底白花的蜡染制品 也是那边的传统工艺品 我还给其他人带了礼物 我先给小叔小妈将礼物送过去 夜深在礼物里面挑剪了起来 嗯 你去吧 夜深带着选好的东西 去了隔壁小叔家 小叔 在家呢 夜深一进屋 就看到夜连平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看电视 小陈啊 笑我回来的吗 夜连平看到夜深进来 笑着招呼他过去沙发坐 嗯呐 刚回家就睡了一大觉 天黑了才醒 夜深也走到沙发上坐下 开了那么长的路 肯定会累的 夜连平说道 小叔 这是我从那边给你带的一条烟 是贵省的烟 听说卖的还挺好 不知道抽起来味道怎么样 夜深将手上的一条烟递给了他 这烟可是不便宜啊 好像要四五百亿条了吧 夜连平有几十年的烟龄了 虽然平时得的口粮都是十几块的 但好烟多少也都尝过一些 对一些比较有名的烟 也还是稍微有些了解的 作为贵省的名烟 他也尝过一点 嗯 我对烟也不了解 听说是味道还不错 夜深不抽烟 但知道夜连平好这口 就买了一条 我虽然没买过 但别人散给我抽过 确实还比较好入口 抽起来 感觉比滑子也不差 夜连平说道 这时王素梅也从后面走了进来 小陈回来了 嗯 小妈 正好有礼物要给你 夜深将自己给王素梅买的东西拿给了他 也是一件蜡然 谢谢小陈了 这东西不错 上面的花纹弄得蛮好看的 王素梅笑着说道 对了 小说 养殖场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那些牲畜也快到出栏的时候了吧 夜深又问起了养殖场的情况 现在第一批进来的鸡鸭 已经都开始陆续地下蛋了 而且每天收获的蛋也越来越多 现在山庄那边还能消化不少 过后再只靠山庄就消化不下去了 要找途径卖了 而猪和羊最好再过几个月 到年底的时候出栏最好 我们都照你说的 让他们在山林天然觅食 所以长得比较慢 现在正好是涨标的时候 这时候出栏就比较亏了 夜连平说道 那就先把鸡鸭蛋给翔哥那边配送吧 他早就炒着 让我给他提供些肉品了 现在肉还没出来 就只能先给他点鸡鸭蛋了 回头我跟他联系下 看他需要多少给他配送点 夜深的菜 如今成了刘国祥店里的一道招牌 那种亲眼见证 蔬菜从生产到餐桌的模式 还是挺受客人喜欢的 但是近段时间 刘国祥也急着让夜深上心 没有新鲜的东西 客人的新鲜感也会下降的 没问题啊 再过几天 估计就能进入高产期了 供应他那边应该是没问题的 夜连平说道 那每天从山庄去那边游玩的人多吗 夜深问道 还蛮多的吧 一些城里人就挺喜欢看那些东西的 夜连平也奇怪 那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就喜欢看那些东西 尤其是带着小孩的 那小孩子看到那么多的猪羊 一个个兴奋地直尖叫 他们看得少吗 不像我们农村人 早就司空见惯了 你也跟那每个区的员工说一声 让他们一定要将卫生弄干净了 不要弄得臭气熏天的 影响观瞻 夜深说道 放心 我每天都有要求他们弄好卫生了 而且 防疫消杀都是按要求在做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什么病死的情况 夜连平说道 那最好了 劳宁多费费心了 夜深说 这话说的 咱们是一家人 说这些干什么 现在我也不干什么事情 就是每天上下逛逛 工作轻松得很大 夜连平笑着说道 这也就得亏是你看着 我才放心大撒把的 夜深笑了笑 每块都有放心的人看着 他才能每天天南地北地瞎跑 你的事情 我们不帮你看着谁帮你看 听说这次 你是去看了曼夏世吗 王素梅问道 他也是从田惠坊那里听说的 夜深去临曼夏工作的地方去了 对啊 是去看了他一下 夜深说道 曼夏在那边还好吧 你和他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过年可能结婚呢 王素梅比较关心的是 侄儿什么时候 能成婚 他哪里都好 只是结婚的事 怎么会有那么快呢 才确定的关系呢 夜深也知道 长辈总是会比较的着急 你小妈也就是说说 他是盼着你早点成家 夜连平说道 夜深在夜连平家坐了一会儿 然后就回家去了 第二天 夜深上到林场的民宿那里 检视了下进度 基本上房子都已经完工了 在座道路的铺装和环境的优化 大概还有个一星期左右 就能彻底地完工了 而这些木屋里面的家具 夜深也全部都是从村里老木匠刘全那里订购的 自从夜深山庄里面的很多东西交给了他 他一个人都坐不过来 如今他也将镇上几个熟悉的老木匠集合在一起 共同为夜深的山庄和民宿打造木家具 夜深想将自己老家的木座和竹编工艺宣传出去 于是夜深又找到了刘全 夜深去到了刘全家 如今他的那个小作坊里已经有六个人了 有打大件家具的 也有打造小件的 工作室里装不下 都将工作室搬到外面的空地上露天干了 刘师傅 你们这边的进度怎么样了 能保证在国庆节前全部弄好吗 夜深问道 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的在干 晚上还要点灯再坐一会儿呢 保证误不了你的事情 刘全放下手上的活计 对着夜深信心满满地说道 那就好 辛苦你们了 这批做完了 你们可以好好歇个几天 回头我还想让你们再帮我 多做些小木剑的东西呢 夜深说道 你这民宿做好了 不就完工了吗 还有什么地方能用得到的 刘全疑惑地问道 夜深这段时间给他的订单 还是让他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想让你们做一批木剑 不用太大的 偏小一点更好 做得精致点 我当工艺品放在山庄里 看有没有市场 如果反响好的话 以后 你们可就有的忙了 夜深笑着说道 他也是想试试水 大剑的东西 客人及时喜欢也带不走 再说城里的小房子 大剑也没处放 反而一些精细的小剑 他们可以买回去玩玩 甚至能当手办来摆着 是吗 要真是这样 那倒是好呢 咱们这帮老兄弟 现在干的是越来越起劲 他们知道这些 是给那些来玩的游客用的 想着一定要打造好 展现出咱们的手艺来 不能给你丢脸 刘全说道 是啊 咱们师傅的手艺都不错 山庄那边很多客人都是夸赞的 我想 我们的木剑工艺品 未来一定会有市场的 夜深说道 行 你放话 咱就是一个字 干 保证给你把质量做好 刘全拍着胸口说道 叶辰从刘全那里出来 又找到了宋元华 他还记得宋元华的竹编工艺 想来 他应该是知道一些竹编的手艺的老师傅 宋元华现在负责那一篇稻田和厂房里面的事 每日带着些员工 要给稻田除草 纯绿色的种植方式 又不能打农药 那田间的杂草 全都要人工来清理 也是个大工程 杂草太多 也会影响产量 元华哥 找你问点事情 什么事情 你说 宋元华说道 就是 你不是会竹编工艺吗 我现在要准备弄一批竹编的工艺品 你这边有什么熟悉的竹编工艺的老师傅推荐吗 叶辰问道 这个嘛 我的那点竹编工艺 都是自己琢磨着弄的 自己人用用还行 卖相上就差了很多了 要说做的好的 倒也有那么几个 也都是些老师傅 但你也知道 这几年的发展 竹编的篮子框子 都被那些塑料的橡胶的给代替了 那些东西轻巧也便宜 而我们的竹编工艺 人工成本放在那里 就算不赚钱的卖 价格也便宜不了 买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 好多老师傅都停止制作了 宋元华说到这里 心里还是有点不适滋味的 他自己就是这样 以前还有不少人找他做一些东西 但是现在 是真没有什么人买了 你说的这些我也清楚 所以我这才想着 借着来这边玩的游客 逐渐增加的东风 将我们的竹编 向他们推销出去 作为我们的一个地方工艺品 叶晨说道 想法是挺好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买 毕竟我们老家的竹编 都是以实用为主 他们外面的人 买去能干吗 他们也不用跨着篮子 到地里摘菜 到河边洗菜的 宋元华表示 有点不大相信 这种东西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而且我们也不是 非要做那些老一套的东西 可以改善和创新吗 减少一些实用功能 比方说 将尺寸放小 做得精细一点 然后也可以创新出来一些 城里人日常也能用的小物件 叶晨说道 那要我去给你找人吗 你说的这些 让他们怎么弄吗 是他们做好了 送到你这麦 还是说你这里 出设计 他们给你做 宋元华问道 这个倒是都可以 还是要先了解了解 他们的想法 他们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情 我们虽然说的开心 但是否切合实际 还是要他们来说的 那我这两天 那就去找找他们吧 看有几个愿意的 然后约了时间过来 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的 你尽管去约就行 但是要找那些手艺好的呀 叶晨强调道 放心 手艺不好的 咱也不认识 宋元华笑着说道 没过两天 宋元华就带来了好消息 已经约了一批灭将 他们有的是早已经停坐了的 有的也就是编点东西 家里卖卖的 宋元华把叶晨的想法 都跟他们说了 当了解到叶晨 想把他们的手艺作品 卖给城里人 宣传本镇的竹编工艺的时候 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这些老一辈的匠人 对金钱上的渴望 倒还真没那么重 反倒是对自己的 手艺的传播更是在乎 有人稀罕他们的作品 他们会特别的 有荣誉感 于是 叶晨定了个日子 然后让他们每人 带一件小作品过来 大家商讨一番 到了日子 在叶晨的山庄里 他看到一个个 几十岁的老师傅 有的头发都有点花白了 年龄最小的 也有四十多岁了 年纪最大的那一位 应该也有六十多岁了吧 总共大概有六七位的师傅 每个人都带来了一件 自己的竹编作品 叶晨一件件的都看了 别看这些师傅年龄大了 但手艺是真的好 他觉得 这些作品真的是 做得太精致了 花色的果盘 灵动的竹吐 造型好看的花篮 叶晨当即跟这些师傅 确定了一批竹编作品的 类型和数量 然后让他们尽量 在国庆节前制作出来一批 时间在慢慢过去 国庆的脚步越来越近 红色仿佛成了 这一时间里唯一的主题 叶晨看着电视里 城市的街道上 到处都是挂国旗 想着自己的村里 怎么的 也得弄点爱国的氛围 于是 叶晨从自己的山庄 开始布置起 自己的山庄 林场的民宿 还有村里上来的那条道上 全都悬挂上 各种大红的灯笼 看起来特别的喜庆 村里的领导 看到叶晨布置出来的效果 也添了一把砖 将镇上到村里的那一段路上 给装扮上了 整个村子一时之间 特别的红火 像是过年了一样 大家好 我是阿晨 又跟大家见面了 没错 我又回到了云峰村了 今天继续带大家游览咱们村 叶晨手里举着个云台 而他此刻的位置 是在镇上进村里的山口的 那道桥的位置 又见到阿晨了 多日不见 甚是想念 主播你也太佛系了吧 也不考虑考虑我们的感受 就是 就算不直播 你也把视频更新的勤快点啊 最近太懒了呀 抱歉了啊大家 最近要经常出门 事情也比较多 我没直播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关注关注 我们山庄的视频号 那里会经常有直播的 叶晨宇带歉意的说道 好了 话不多说 这不是马上就要到国庆七天长假了吗 如果大家有想来 我们村旅游的 那今天的这场直播 你们就绝对不容错过了 今天我就以一个游人的视角 带着大家游玩一遍我们的山村 叶晨笑着跟大家说道 太好了 我正打算这次国庆 和我女朋友去云峰村呢 我也是打算再去一次 再去 楼上的都去过一次了吗 有人问道 那当然 我可是很早就去过了 那时候 山庄都还没建好呢 这次我要去体验一下山庄的民宿 品尝一下山庄的美食 听说山庄的美食 味道可是很好的 之前那个人继续发言 这个我可以证明 我去体验过山庄的民宿 也尝过那里的美食 就一个字 好 反正绝对不会失望就是了 还有阿陈家的蔬菜 绝对是到位 我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点 开始我爸妈还说我 去旅游还买个什么蔬菜 凡超市又不是买不到 结果做出来的菜 将他们打得哑口无言 又是一个免费的宣传员出现 怎么尽是吹嘘的人 这是主播请来的水军吧 有捧的 自然也就有黑的 这不说着说着 就跑进来不认识的 ID在那里畅反调 这人谁啊 一看就是个键盘侠 就是 跑这里来找存在感 管理 赶紧进他的言 对啊 管理呢 大家别激动啊 没必要进言 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 咱们又不是什么知名人士 这里也不是什么名胜古迹 虽然多得大家的喜爱捧场 但有人喜欢 也会有人看不上 不要在意这些 咱们别管 他们就是了 平白地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叶晨笑着对直播间里的粉丝说道 还是阿陈大度 对 阿陈大大太常亮了 好了 咱们开始今天的游行之旅吧 叶晨说着 将镜头对准了前面 现在我站的位置 可能有些来过的粉丝 都不一定知道在哪 这里 就是我们云峰村的入口 这道桥 是比我年龄还要大上十几二十年 看到前面的山口没有 一条路 一条河 两边是大山 进去就是村庄了 怎么看着 有点桃花园记里面 老桃入桃花园的济世感呢 我也有这种感觉 复兴数十步 豁然开朗 大家看到那些路灯上的红灯笼了吗 那都是我们的村委会 派人特意装扮的 一是庆祝节日 也是欢迎大家来旅游的迎宾里 大家如果来我们村 跟着这条红灯笼路 就能到达景点和山庄了 叶晨说道 好漂亮 青山绿水里 一条红色的灯笼带 太有诗意了 成衣满满的赶脚 就凭这点 就值得一去 一定是一个温暖的小山村 叶晨沿着道路往村子里走着 走过了入山大的那一段路 一个山小盆地 出现在饰平里 秋日的朝阳 从东边的山头上升起 邪罩在乡村里 给田园里的水道 蒙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 好美的一个村子 就像一幅画一样 向往的生活啊 那什么向往的综艺 就应该到这里来拍一剂 让阿晨将自己的山庄 用来做蘑菇屋 那一定是史上最好看的蘑菇屋了 对啊 这里可比什么桃花园好看多了 越说越离谱了啊 那样的大节目组 怎么可能到咱们这小地方来拍摄 咱还是顾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叶晨笑了笑 虽然说 如果真的能吸引来那么大的节目组 而且是那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 那绝对能一下子就将 自己这个小山村宣传到全国 而不再是自己直播宣传 和别人口头相传的小范围了 那时候还能愁没有游客吗 估计愁的是 没有足够的接待能力了吧 来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片老屋 这片老屋 当年可是住了一个大家族的人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 这片大宅里的 主人名叫于朝山 八十余岁 五世同堂 家族人口近百人 名罗而参 家里和善 上词下校 乾隆叶文革有此事 亲自排扁加恩 大家可以看这门口大门的门头上 那里镶嵌着的 就是乾隆皇帝亲自的匾额 而这片宅子 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里面的余世后人 基本都已撤了出来 下一步正在等待修缮 如果你们现在来的话 能看一眼最原始的 清末大明居的结构形式 夜城第一站 带着大家去看了一处 位于近村不远的大宅院 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明居 只是曾经是一个大家族 中间是最初的老宅 还算精致 后面随着人口的增加 一层一层的加盖 才有了如今这颇具规模的宅院 听阿臣这样说 这里原来也曾经很辉煌的样子 连乾隆皇帝都遇此匾额了 这你又有所不知了 乾隆字号什么 实权老人 什么好事他都想站一头 像民间这种佳话 县令喜闻乐见 奏报上朝廷 让上面看看 他的治下有这样的事情 可也算是他们的正经 而乾隆 那就更不用说了 只是一道圣旨 几个字 就坐捞一个好名声 人人都夸他与名为善 崇尚得笑什么的 这位朋友说得挺好的 其实大家也别把什么 亲自的东西 看得多么神圣 关键要看是谁 刺的是什么 像乾隆 我们都熟知 他是盖章狂魔 其实这种牌匾 就跟他盖章一样 没那么稀罕 夜晨说道 好了 里面我就不带大家进去看了 没修缮的 到底是有点破旧凌乱 愿意看原始一面的 可以自己过来看看 接下来 我们再去看其他的地方 夜晨在自然景点 发展得还不错的时候 就跟村里的领导班子 商量着 开发一些人文景观的事情 村里虽然没有什么 高大上的釜底之类的 但特色的有文化内涵 有历史的东西 还是有点的 就比如 像夜晨刚说的这个大宅 就是他们讨论中 准备开发的一处 这也正好是于文生 他们本家的 整个村子里的于姓 基本都是这一大家族的后代 现在他们于家的族谱上 还有关于那一段 历史的详尽记载 这又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 如此有特色 有历史的古建筑 绝对是值得开发利用的好地方 接下来带大家去的地方 是一处上世纪遗留下来的供销社 这家供销社 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好了 我们到了 夜晨说着话 就已经领着大家 到了那处供销社的地方 一排五间的大瓦房 外墙是那种沙子 缠着绿色的玻璃之类的 弄出来的墙面 上面还做出了一些菱形的图案 夜晨是不知道 这种墙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他知道 这种东西 可比现在的石灰墙乳胶期的墙难做得多 也经久得多 这么多年了 颜色好像除了深一些 也没变过 就是有几处脱落了一点 似在诉说着历史 大门的正上方的造型 是一个三角形的样子 中间一颗红色的五角星 然后下面的大门 是那种漆着蓝色油漆的木门 门上油漆掉落 露出不少的白白镊子底和木板 门把手是两个大长拉杆 拉杆上已经被锈时的 不见一点原本的颜色 又被今年累月开关门的众人的手 给包浆成了光滑的袖色 就像是古董上的包浆一样 这房子 看着真是太带感了 我记得小时候 家里还有这样的形状的房子 不过好多年前就已经看不到了 你这句话暴露年龄了呀 主播 快打我们进去看看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儿时的蜡片和泡泡糖 一个上世纪的供销社 一下子勾起了一群人的回忆 好吧 满足大家的愿望 现在就带你们进去一探究竟 叶晨说着 举着手机 就踏进了这以前的供销社 现在改叫百货商店的屋子里 门头上那块白色的招牌上 红色比手写的百货商店 可算得上是一代人的记忆了 老说 上午好啊 叶晨走进了店里 房间里有些许的暗 老式的那种带花的磨砂玻璃窗 不怎么地透光 一横排的蓝色木架 镶着玻璃的柜台 柜台后面是一排靠墙的蓝色木架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年代 蓝色仿佛是一种百搭的颜色 柜台后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穿着蓝色的灰布中山装 戴着一个老花眼镜 正在那里拿着一张报纸 在认真的阅读者 丝毫没注意到 有人进来店里 听到了叶晨的声音 老者抬起了头 随即认出了叶晨 是小晨啊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啊 老者和蔼可亲地笑着问道 老说 我今天可是来帮你的店打广告来了 看到我的手机没 我正在直播你的小店 现在有上万人在同事观看呢 叶晨笑着说道 啥 什么直播 还上万人观看 是每天晚上新闻联播的那种直播吗 老先生对叶晨的这些话时很陌生 他们从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不是的 老说 哎呀 跟你说不清楚 反正你只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在通过我的手机看你就是了 让叶晨跟一个连智能手机都没用过的老人解释这些 他还真得说不明白 索性也懒得解释了 哦 是吗 我这就上电视了 老者听了 还稍微有了那么一丝紧张 伸出一双老手 稍微整理了下衣领 拉了拉一脚 看看阿晨 把老人家的都给整猛了 直播间里议论道 阿晨 快让老叔给我们介绍介绍店里的东西啊 是不是还能打到酱油啊 老叔 直播间的朋友说了 想让你介绍介绍咱们的店里的东西 你给说说呗 叶晨笑着向老先生问道 这有啥好介绍的 东西摆在这里 你们不是都看得到的吗 再说 你从小到大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 这里面的东西 你还不熟悉吗 还记得你小时候 还和几个小家伙 来我这里 偷偷拿走了几个小镜子呢 老先生说着笑了笑 笑得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老叔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怎么还记着啊 那时候不是还小 贪玩吗 那次我可是被我爸狠狠地揍了一顿啊 叶晨苦笑着说道 哎哟 有大新闻啊 阿晨居然还有如此的黑料 惊爆新闻啊 标题可以叫做 那一年 是谁偷走了那面镜子 也可以叫我与镜子不可不说的故事 叶晨跟老先生聊得投入了 结果忘了 还有一群观众了 等他看到屏幕的时候 已经晚了 屏幕上翻滚着的评论 让叶晨尴尬得不知所以 啊 那个 老叔 你还是跟我们介绍介绍 你的店吧 这样 我让直播间的粉丝们 问他们想知道的事 然后你再根据这些问题 来回答 好不好 叶晨按下了尴尬 转移话题问道 行吧 你问 老先生温和地答道 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有什么想知道的 可以现在就问了 叶晨说道 希望借此掩盖掉尴尬 阿晨 问问老叔 现在还有孩子 拿着酱油瓶来打酱油吗 老叔 有大白兔奶糖 AB饼干 蜡片蜡条吗 直播间里 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的问题 叶晨看着翻滚的屏幕 感觉一下子成了80后的回忆录一样 一个个记忆中的名词 再次出现在事业里 好了 大家的问题太多了 我来看着挑一些帮你们问问 叶晨看了看问题 老叔 他们问 现在还有没有小孩子 拿着酱油瓶来打酱油了 叶晨念出这个问题 自己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因为在他自己得记忆力 自他有记忆以来 就已经没见过 拿酱油瓶打酱油的 现在哪还有那种啊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还是供销社时期的 大概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吧 记不清了 那时候什么都要 平票购买的时代 你有多少票 才能打多少酱油 哪像现在 都是一瓶瓶地买 那时候有时候 一个月票不够 也只能打一点点的 老先生回忆得有点模糊了 皱着眉头想了想 说道 那老叔 这里还能买到 那些小时候的零食吗 那些蜡片 蜡条 小龙人这些东西 你可以自己看啊 柜台里面摆的就是 老先生用手指了 指身前的柜台 叶晨 将手机对准了柜台 只见柜台里散乱地 放着些零食 有众人说的辣条 也有糖果 但是叶晨看得出来 这些也都已经是 这些现代的包装 没有了那一份曾经的样子 现在的包装 就精美太多了 想当年 叶晨自己买的蜡片 都是一大整袋里面 一片一片地买 还有辣条也是 身上摸出一两个 一毛的硬币 递给老板 然后就可以开心地 从一大包里 抽出几根辣条吃起来 没有现在的漂亮包装 但味道却是 现在再怎么也找不到的了 家人们 看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看看你们有没有认识的呀 叶晨看着柜台里的东西 然后在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 老说 把那个拿出来 我看看呗 叶晨对老先生说道 哪个 老先生问道 然后叶晨用手指了指 随即老先生拉开里面的柜门 将那个东西拿出来 放在了柜台上 叶晨将摄像头对了上去 屏幕里能真真切切地看清楚实物了 这不就是一只小金龟吗 只是那尾巴 怎么还一摇一摇的呢 是小金龟没错 但可是不普通 这可是我们80后最独特的回忆 当年这东西 可是风靡一时 引得无数学生党剁手的存在 我就买过好几个 就是想研究 那尾巴为什么一直在动 停不下来 结果全都被我给肢解了 也没找到什么原因 不知道直播间有没有相同的人 叶晨想起了往事 不禁说道 加一 我也跟主播一样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个 很好奇 咱们80后都玩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呢 那时候 可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信息方式 同问 其实80后这一特殊的一代人 特别的喜欢回忆 也有特别多时代印记的东西 叶晨在思考着 要不要将老先生的这个 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商店里面 恢复成真实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场景呢 不是简单的装摸作样的摆上样子 而是真正切切的 能买到每一件真实的食物 相同的味道 虽然好像有点得不偿失 也许花了大代价 也不一定有收入 但叶晨挺想试试的 做一个自己的怀旧商店 貌似也不错 老说 这个小金龟多少钱 我买一个 叶晨拿起柜台上的小金龟问道 这东西你还喜欢了 你要送给你就是了 反正都是以前留下来的 不值钱的东西 老先生笑着说道 那就谢谢您姥姥 您这里还有不少以前的东西吗 叶晨好奇地问道 有啊 这么几十年下来 一些淘汰的日用品和 小玩具之类的 肯定都有一些的 家人们 听见了吧 如果有兴趣来体验下 这种年代感的小店 找找尔石的记忆 还是可以来这店里逛逛的 说不定还能找到 些尔石的玩具呢 叶晨对着直播间里的人说道 宝藏小店啊 这是 组团去淘宝的有没有 还组团呢 肯定是偷偷地打枪了 一群人去 还能剩下个什么 就是 那这里就等着你们来 实地探宝了 老叔 我先走了呀 叶晨跟老先生打了声招呼 将小金龟塞进口袋里 就抬腿走出了小店 好了 看完了小店 咱们接下来去看看我们的特色农具馆 叶晨说着 就往目的地走去 所谓的特色农具 其实就是一些叶晨他们村流传下来的农业上的一些器具 还有一些家里面的老物件 这也是叶晨与村里的领导合作想出来的一个地方 自从叶晨的种植养殖发展起来 又搞上旅游和民宿 这村里来来往往的游客是络绎不绝 与日增多 村里的一些人自然也开始眼红起来 背后到村里告状的也有 什么叶晨拿村里的资源来发展他自己的事情 给他自己赚钱之类的 村里的领导也给他们解释了 叶晨做这些事都是有手续 交了钱的 而且赚到钱之后 村里年底也是能拿到分红的 但他们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开民宿上面 说游客全都被叶晨的山庄和民宿合作社揽去了 他们自己也要做民宿之类的 村里的领导也和叶晨说了这些事情 想知道叶晨的看法 叶晨听了那些话也没说什么 只说这些东西想做的都可以做 但是希望村里要统筹好 统一管理 不要将口碑弄坏了 这样他们一起想着 从那些有意愿的家庭里面 罗列出一些了的条件 达到条件的 作为第一批推广民宿的家庭 后续再慢慢增加 另外 叶晨又提到一个旅游景点差异化的问题 想吸引更多的游客 就得多弄几个景点 而且要分布在村里的不同区域 这样才能增加游客的承载量 就近带动景点附近的旅游副业 增加村民的收入 客人来旅游 看的东西就那么两样太单调了 也吸引不住游客 所以就要开发 他们农村的特色优势的东西 而农村的农具文化和老物件 组成一个展览馆 就十分地具有农村特色了 村领导也对叶晨的这个想法很是赞同 于是把曾经的老村铺 现在已经闲置多年的 那个房子给稍微清理修缮了下 从全村范围内 来征集各种各样的老物件和农具 如今家家户户盖新房 老房子都不多了 那每家的老家具老物件 也很多都已经打砸了当柴烧了 而那些传统的农具 很多也都是已经树枝高格了 要不是村里的这次老物件征集 估计在过几年 村里连一件像样的老物件都难寻了 这些老物件之类的东西 每家也都不当的东西 很多留着的 也都是农村人的习惯 不舍得扔罢了 村里征集 还想征兴地给些钱 村民们当然是很积极的 反正这些东西留着 也只能是当柴烧的家伙 这样家家户户翻箱倒柜地翻找着旧物件 夜晨他们 这个农村的生活生产工具展览馆 倒是丰富了起来 不过还在陆续补充之中 夜晨曾经去看过一次 在那里面 看到了好多连他都没见过的东西 很多都是在他出生之前的物件 夜晨边走边和直播间的人聊着天 行走了十几分钟 夜晨来到了老村铺的位置 各位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我们的老村委会的旧址 新的村铺迁走以后 这里就闲置下来了 但是这次 我们村里又将这里给重新利用起来了 里面弄成了农村的老家具就农具的展览馆 通过这些罗列展示的家具农具 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 曾经的农村生活是个什么样的 夜晨站在老村铺前面的空地上 镜头对准着眼前的这一栋老旧的楼房 没错 就是楼房 这座村铺是土砖的瓦房 但是却是二层楼 一二层之间的 也不是什么预制板 或钢筋混凝土 而是木头版面出来的 放在几十年前的农村 这可是算得上蛮稀罕了 这空地上的那几棵树好大 阿晨 这些都是什么树 有直播间的观众注意到夜晨镜头里 那老村铺前面的空地上 围绕着空地 有一圈高达粗壮 职业繁茂的大叔 看起来甚是壮观 这些树听说 是在老村铺新建的那些年 同时种下的 有枫树 这种是香园树 可以结果的 小时候我还吃过 大家看看这些树的粗细 就能知道 这历史该有多久了 不夸张地说 都是有五十年以上 夜晨调整摄像头对准了自己 然后自己走到一棵枫树下 靠着树干 这一对比 就更显树干的粗大了 枫树上接了一个个的小毛球 像一个个小铃档 枫树比较多 还有两棵香园树 和一棵桂花树 好喜欢这种大树 下面要是再放上一张石桌 几个石凳 几个有人坐在树下闲谈品茶 那又是一件乐事啊 直播间的观众 有人感慨道 这位朋友提的这一点非常的好 我下播后 就去找村里的领导 将你的这点想法落实下去 夜晨看到这条评论 立马说道 我就是随便说说的 这就真的要弄吗 那位观众表示困惑 你这一看就是新来的 阿诚可是重返了 他的几个景点 可都是充分吸收粉丝们的建议之后 建出来的 你这几个小桌子小凳子 还不是小意思了 直播间有人回道 哼 这位朋友的建议非常好 我自然要给他弄上 咱们村的建设 一切都是 以客人的感官享受 是第一位的 只要你们来游玩 看到哪里做得不好的 都可以直接提出来 有什么好的想法 也都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是 确实是好的 可行的 我们一定会进一步的去改善的 夜晨自己没什么全局的规划方案 也不想找人设计出来那种 套娃一般的东西 他的懒人的做法 就是 调动别人的脑筋 来帮自己思考 自己感觉合适的就去做 毕竟别人是站在游客的角度 想出的东西 更符合游客的需求 而自己很难去真真切切地 做到完全的换位思考 目前看来 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眼前 看到这面有些斑驳脱落的白色外墙了吗 这上面的几行大字 看到了没 夜晨将镜头 又对准了眼前的房子 要想负 少生孩子多种数 晚婚晚育 少生幽生 这大红的方块字 当年可是 随处可见的呀 现在到处都成了两个不嫌多 三个就更好了的口号了 确实啊 这些标语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的 最广为人知的了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带你们看看很多 你们没见过的东西 夜晨说着 推开了大门 走进了屋子里 整个村铺是一个两层的四合院 中间是一个大天井的院子 里面栽着几棵歪脖子的石榴树 此棵树上已经接上了一些石榴 而且也开始变红了 估计要不上多长时间 就能熟透了 夜晨走进了右侧第一间房间 一个不小的房间 窗户还都是青一色的 以前的那种原木柱子窗户 也没有上过漆 室内的白色石灰墙 也脱落了不少 露出里面的灰土砖 这里 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农村的农具 有些你们可能见过一些 虽然形质上稍有差异 但功能上 你们也能够看出个大概的 夜晨说道 这个我知道 是一个犁头 犁地的 那边的锄头 还有那个钉耙 大家说像不像是八戒的九尺钉耙 这几个就是农村以前的 耕作的各种工具 这个犁头 就像刚才那位说的 是犁田的 但犁过的田下一步干嘛呢 就是这个 爬犁 用来将翻根的土坝平 接下来就用到这一件东西了 普通话里怎么称呼这件东西 我还真不想清楚 我们当地都叫它 该 该田 将土打得更碎更平 就可以种水稻之类的了 具体的 你们可以自己来看看 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我们还会用这些篱具 真正的去耕作 你们到时候 也可以来实际看看 这些东西是怎么用的 甚至你们可以亲自夏天 去体验一把 这也是夜晨打算 明年实验的一项内容 留那么一块区域的田出来 用这些旧农具来作为给那些游客观赏的项目 第一个房间除了这些 还有各种锄头 钉耙 尤其是那个九尺的钉耙 更是吸引了不少人的议论 接下来夜晨来到下一个房间 里面是各种生活的器皿 木火桶 木火盆 木枣盆 等等 基本上生活里用到的都能见到影子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大多数的家具都是自家打制出来的 看完这个房间 接下来的一个房间里面 是各种竹制的家具和物件 看着一件件的竹木制成的器具 夜晨不由自足地对古人的智慧充满了敬佩 这是上千年历史传承的魅力 夜晨还沿着木楼梯上了二楼 走在灰白的木板上 脚下传来的是嘎吱嘎吱的声响 夜晨真担心 这几十年的老地板会不会一下子就踩断掉下去了 楼上有专门恢复出来的农村的家庭生活布置的场景 卧室里面的床 柜子 书桌 衣箱 等 客厅里面的黑白电视 老弹簧沙发 墙上的挂钟 和各种画片 餐厅里的八仙桌 橱柜 各种堂瓷脸盆 堂瓷水杯 等等吧 置身其中 夜晨恍惚感觉自己 真的回到了上世纪小时候的感觉 还有一间专门展览那个年代的服饰的 从婴儿的墙宝 虎头鞋 虎头帽等 到老年人的军大衣 棉大褂等 游玩了这个特色展览馆 加上之前的老名居和老商店 都是一些回忆篇 夜晨接下来开始带大家去参观自己的种植基地 看一看美丽的田园风光 这时候 夜晨的几十亩稻田里面的水稻 也都已经抽碎 叶子开始泛黄了 要不了多久 就能到收割的时间了 接下来又看了养殖区 又去了山庄 至于山里的景点 夜晨就没去了 最后 夜晨又带领直播间的人 去参观了一遍林场里的山间木屋 这样一圈下来 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这还是匆匆而过 夜晨想 现在要把所有的都逛一遍 最起码也要两天以上的时间才行 一天的直播 吃过了晚饭 夜晨有些累了 洗过了澡 就一个人跑到阳光房 躺到躺椅上面 泡上了一盏茶 然后给林曼夏发了视频过去 等了一会儿 视频才接通 林曼夏披散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 正在用毛巾擦拭 曼夏 你这是刚洗头发了吗 夜晨躺在椅子上 看着手机里的林曼夏 笑着说道 对啊 晚上吃过了晚饭 和春芳一起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回来 刚洗好早呢 林曼夏将手机放在了桌上 边擦拭头发边说道 村里又没路灯 乌漆骂黑的 你们怎么看得见路啊 夜晨问道 什么乌漆骂黑的 今天外面的月亮很亮的 你那边看不到月亮吗 林曼夏说 哦 对 我忘了 夜晨抬头看了看天上 可不是吗 阳光房顶上 天空一轮明月 就挂在东边的天空呢 还有不少的星星 马上就国庆假日了 你们规划好了 形成了吗 夜晨又问道 是啊 都计划好了 大概出去个四五天的时间 第一站去看大瀑布 第二站游一下古镇 第三站去看一看千家苗寨 如果还有时间 就再去一下游一下小七孔 林曼夏擦好头发 然后将秀发甩到了脑后 拿起了桌上的手机 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样子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夜晨关心地说道 放心 我会的 对了 今天我还看了你的直播呢 林曼夏笑了笑说道 你也看了吗 我都没注意到呢 夜晨是真的没看到林曼夏进来直播间 林曼夏平时很少刷短视频的 嗯 没课的时候 打开了短视频 正好就刷到了你在直播 你们村里什么时候 弄的那什么馆和老宅子的 我之前去的时候 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呢 林曼夏对那些老东西 也比较的感兴趣 这些也都是 才准备上心的 就这展览馆也是 近期才建好 而那处宅院 都还没开始以修缮呢 不过等你过年什么时候来玩 那时候 估计全都弄好了 夜晨打了个哈欠 说道 怎么 你困了吗 林曼夏问道 没事 就是今天走了不少路 说了不少话 有点累了而已 夜晨笑着说道 你要是困了就先睡吧 回头咱们再聊 林曼夏关心地说道 不睡 就想跟你聊天 夜晨笑嘻嘻地说道 瞧你那傻样 林曼夏心里开心 笑骂道 夜晨和林曼夏你 一句我一句地聊着天 林曼夏也搬了张主椅 坐在屋子外面 曼夏 你看到了 你头顶上的星空 和那轮明亮的月亮了吗 夜晨透过透明的屋顶 看着天上的星空 冷不丁地问道 林曼夏听了夜晨的话 抬头看了看星空 两人已经聊了很久了 大多数人家都已经关灯休息了 此刻夜深人静 整个天上繁星点点 一轮明月此时已经升到了正当空上 看到了呀 怎么了 林曼夏问道 曼夏 你说 我们此刻看到的星星和月亮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夜晨问道 应该是一样的吧 同一片星空 相同的月亮和星星 咱们相隔几千里 可能就位置不一样吧 林曼夏说道 都说明月千里寄相思 我把相思寄到了明月上 你那边收到了吗 夜晨看着月亮 平静地说道 嗯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回禅娟 林曼夏沉默了一会儿 迷离的双眼看着天上的月亮 然后悠悠地回了一句 夜晨听了 慧心一笑 两人又聊了很长时间 夜晨才不舍地跟林曼夏挂断了视频 今夜好吗 十一黄金周终于到了 夜晨对这次的黄金旅游周 抱了很大的希望 所以前期也做了不少的准备 黄金周从10月1日到10月7日 9月30日的下午 就看到陆续有自驾的游客 来到村里来 夜晨这里已经成立了 专门的游客服务中心 对这些游客做好接待 是要到山庄里面 还是要到林场木屋 或者是农家民宿 都给他们安排好 10月1日开始 进村里的游客更多起来了 夜晨的山庄和林场的民宿 很快就住满了 农家的民宿也是一房难求 幸好村里现在又新增了一批民宿 大大缓解了居住的压力 表哥 咱们的山庄房间都订出去了吗 黄金周第一天 夜晨来到了山庄里 整个山庄也都装扮上了 看起来喜气盈盈的 山庄里面走动的人很多 停车场也停满了车子 早都订完了 还有好多没订上的 我们还帮着他们去订了民宿的 没想到来旅游的人有这么多 实在是太火爆了 于磊满脸笑意地说道 越是人多 咱们越是要接待好啊 可不能降低了标准 知道吗 夜晨说道 这你放心好了 前段时间的淡解 咱们又给员工专门做了一次培训 服务方面不会有问题的 于磊信心满满地说道 那就行 那你忙 我再去其他地方逛逛 夜晨离开了山庄 沿着近山的道路 去了百丈崖 然后从盘山的阶梯上 到了上面的大坝 路上多的是游玩的人 夜晨沿着那条水库边的小路 一直往里走 现在那条路 已经被夜晨修通了 可以直达后面山上 夜晨的林场民宿那里 整个形成了一条环路了 又在山间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到了林场民宿的位置 这里的一片大树林里 坐了不少的小路和石桌凳 三三两两的游客在林间小气 夜晨走进了红房子里 能看到不少人坐在里面喝茶聊天 娟姐 这边怎么样啊 夜晨对着迎面走来的一个 穿着制服的三十几岁的女人问道 这个叫娟姐的全名宋丽娟 也是夜晨的邻居 之前是在外面的酒店 做大堂经理的 夜晨这边 现在各方面的发展 对人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这些在外面上班的乡邻 也多少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知道 现在夜晨在老家事业 弄得风生水起 听说他现在招各方面的人才 而且工资也给得不低 加上工作地点 就是在自己老家 所以不少的人都动了回乡的心思 夜晨自然是热烈的欢迎 但凡有那合适的 都安排上岗了 就算没有经验的 也有很多的地方需要人都可以培训的 反正大多数都是做服务的活 只要肯学习 总是能胜任的 阿诚来了 你看吧 现在咱们这边可是不少人来 后面的木屋也全都定出去了 宋丽娟笑着说道 这么快啊 那这些人对咱们的木屋的感觉怎么样 夜晨问道 评价都不错 说这地方又安静 环境又好 好多都是一租就是好几天的 宋丽娟说道 夜晨听了很是满意 山上现在有二十多间的木屋 房费也不低 比那些普通的民宿要贵上不少 想不到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花这个钱 还有我们的那个小工艺品的商店里面怎么样 东西有人买吗 夜晨问道 在这个红房子里 弄了一个工艺品商店 卖的 就是夜晨让那些木匠灭匠们 做的一些小工艺品 那个啊 进去看的人还挺多的 现在也卖了一些 大多都是一些小件的东西 大件的 暂时还没有卖掉什么 宋丽娟说 这也正常 现在才是旅游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准备晚几天的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买几个大件 也不方便 等到黄金周结束再看看 就能知道 销售的成绩好坏了 你找的那几个销售 对那些东西熟不熟悉 别到时候给客人介绍的时候 连说都说不明白 毕竟找来的销售 都是年轻的小姑娘 很多东西 连她自己都还不一定能说得出个子丑银帽来 更别提她们了 这点我们也都培训好了 专门找的那些老工匠们请教的 宋丽娟在开始管理这里之后 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叶辰对她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 好 那你们先忙 告诉那些员工们 这次黄金周 把工作都做好了 月底我给他们发奖金 叶辰说道 好的 我替他们先谢谢老板了 宋丽娟笑着弯腰锯了一躬 别 你可别打查我了 好了 我先走了 叶辰可不想受她的礼 躲了出去 摆了摆手 然后离开了 逛完了自己的地方 叶辰又往村子里走去 想去看看其他地方的游客情况 是不是也像自己那边那么火爆 阿辰 你是阿辰 对吗 叶辰走在路上 对面正好走过来一对年轻男女 那个女孩子欣喜地看着叶辰 叫起来 我是 你是 叶辰疑地问道 我是你的粉丝啊 经常看你的直播的 这次特地过来玩的 想不到就看到你真人了 太开心了 那个年轻的姑娘 有点激动地说道 哦 是这样啊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做客 希望你们在这里玩得愉快啊 叶辰微笑着跟他们说道 嗯嗯 我们很喜欢这里 就是很可惜 我们来晚了点 山庄里的民宿没了 林场的木屋也没定到 小姑娘脸带遗憾地说道 是啊 我们今天上午到了 这才是黄金周第一天 谁知道 房间就全都没了 那个男生也如此说道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没想到 这次会这么火爆 好多人都是昨天晚上就过来了 那你们现在在别的地方 定到房间了吗 叶辰跟两人说了声抱歉 然后问道 嗯 还好你们的工作人员帮着联系 订上了一间民宿 就在下面那一户人家 小姑娘说着 还用手指了一下那处地方 叶辰顺着她的手指的地方看过去 是一户叶辰认识的人家 有住的地方就好 那你们在这里玩得愉快啊 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去反应 路边有很多的指示牌上 都留着电话的 我们随时为你们服务 叶辰说道 那 我们可以和你合个影吗 女孩期盼的眼神看着她 叶辰看了看小伙子 发现她也大度地笑着 没有任何的不满意的样子 叶辰想了想 就点头同意了 阿剑 你先给我和阿诚拍一张 小姑娘跟她的男朋友说道 小伙子欣然地同意了 拍好了照 然后又换小姑娘 给她和小伙子拍 随后 三个人又找了别人 给他们拍了张合影 拍完照 叶辰跟他们告辞了 一对年轻人高兴地 冲她白手告别 展览馆里 有不少的人徜徉其中 很多外地来的游客 对这些各式各样的 农具和物件特别地感兴趣 每件物件旁边的 都有牌子标明物件的 名称和用途 还有讲解员在做着讲解 叶辰看到村里的几个领导 也在一间屋子里 好像是在陪着几个领导模样的人 在说着什么 叶辰也无意上前去掺和 叶辰 叶辰 快过来 还是被余文生给看见了 紧接着就招呼叶辰过去 叶辰无奈地挠了挠头 朝他们笑了笑 然后走了过去 于主任 你们好啊 想不到你们也在这里啊 叶辰打着招呼 叶辰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镇长柳修文 还有这几位 都是镇上的领导 几位领导 这位就是我们村里的那个叶辰 余文生介绍道 你就是叶辰 你好 我是柳修文 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那位镇长柳修文 听到余文生的介绍 当时笑着伸出了手 领导好 我才是久仰您的大名呢 只是无缘得见 叶辰伸出手 与领导握了握手 回答道 你这是说 我们高高在上 脱离群众啊 柳修文笑着说道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叶辰连连摇了摇头说道 哼 说笑呢 不过咱们镇上出了你 这么个能人 我居然到今天才见上你 这不得不说是我的失职啊 柳修文说道 领导这说的是哪里话 您公务繁忙 我们这生斗小民 哪能劳烦领导惦记啊 叶辰恭维地说道 你可不是生斗小民啊 这一年多来你回乡创业的成果 可是有目共睹啊 不光为村里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也带动了不少的人就业 而且 你们村的民宿事业 也是欣欣向荣啊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 这几个月来 渔庄镇上的外来游客的增多 那是个人都能看得见的 开始这些镇上的领导 也没怎么在意 本来镇上就时不时地 有一些人来旅游 但渐渐地 他们都发现 这些来玩的 全都往云峰村里跑 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 于是在余文生 他们去镇里开会的时候 柳修文特地找他 问问了他们云峰村 究竟在弄什么 余文生自然是一五一十地给说了 这时候柳修文才知道 云峰村有那么大改变了 短短几个月 村里面 加起来都有了几十万的收入了 这哪里还像曾经那个等靠要的村委啊 这次听说了黄金周的计划 他特地带着镇里的几位同志 一起来到云峰村参观参观 领导谬赞了 这也就是小打小闹 刚刚起步而已 还是要感谢领导们 在我办旅游和民宿事情上的大力支持啊 不然这些也办不起来 叶辰一个马屁拍了过去 柳修文听得也舒服 我们那都是政策上允许的 关键还是你有能力啊 怎么样 有没有空带我们 去参观参观你的山庄和农场啊 那有什么不行的 只是这眼看着就要到午饭时间了 要不几位领导先上我山庄里面 吃一顿便饭 下午我再带大家去看看 叶辰看了看时间都快十二点了 于是说道 这不好吧 咱们这些人用餐都是有规定的 可不能接受宴请的 柳修文说道 领导放心 咱们卖的就是普通的农家菜而已 再说 你们是参观我们的山庄 这品尝一下菜品 不也是其中一项吗 还想着让领导你们 给我们的山庄提提意见呢 叶辰笑着说道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 咱们去何事吗 柳修文向其他人问道 其他人互相看了看 然后默契地一口同声地赞成 那好 我们就去你的山庄吧 不过可是要说好 这顿饭 我们是要付钱的哦 柳修文强调道 行的 领导 就听您的 虽然叶辰不善交际 但也知道 这个时候不必去说什么 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顿的话 然后叶辰打了个电话给表哥于磊 说镇上和村里的领导 要来山庄吃饭 让他准备一桌饭菜 档次自然要高一点 然后也坐上了他们的车 他自己没开车下来 一行人朝着山庄赶了过去 到了山庄 下了车 叶辰引着柳修文 他们一行人 开始参观着山庄 小爷老板 你们这山庄的游客 还这是不少啊 入住率怎么样 柳修文看着山庄里 来来往往的人问道 还好吧 之前淡季入住率少一点 这次所有的民宿都已经住满了 叶辰说道 你这房子建的很有我们的地方特色啊 看起来也很美观 与周围的环境也很相容 柳修文对着房子评价道 这也是结合我们传统的土砖瓦房的建筑样式设计的 这也是我们的特色嘛 暂时看来游客们都还蛮喜欢的 叶辰带着大家看完了民宿 然后带着他们去到吃饭的地方 磊哥 营姐 准备得怎么样了 叶辰走在前面 老远就看到两人站在门口 于是问道 都在准备着呢 于磊他们走上前来说道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的父母官 我们渝庄镇的镇长柳修文 还有这几位都是镇上的领导和村里的领导 几位领导 这两位是我的表哥和表嫂 也是帮我管理着这个山庄 叶辰在中间介绍了一下 几位领导们好 快请里面进 包厢已经准备好了 于磊他们现在虽然也接待了不少的人 其中也不乏一些大老板之类的 但这些到底是自己的父母官 还是有那么一丝的紧张的 好 那就麻烦了 于磊在前面带路 引着大家上了楼 进到了包厢里 这时候正式餐点 其实包间和大堂里面的桌子 早都坐满了 这个包间本身就是预留出来的 为的就是需要的时候能有地方用 表哥 可以让他们上菜了 几位领导想必也都饿了 叶辰对于磊说道 行 我这就去 于磊说着 出了包间 没过一会儿 一个个服务员 就端着菜进来包间了 开餐了 叶辰让于磊拿了两瓶酒过来 柳修文说 这中午可不能喝酒 还算是上班时间呢 叶辰想想也就算了 吃过了午饭 叶辰招待着他们 喝茶休息了会儿 柳修文打发了人去结账 叶辰也交代过于磊了 想征信地收了两百块钱 下午 叶辰陪着柳修文 又走了一遍 上午自己走过的路 从百丈牙到林场民宿 然后又参观了他的茶园菜地 稻田和养殖场 小叶老板 这一圈走下来 我可是深有感触啊 你的规模做的是真不小啊 柳修文看了一圈 也不得不重视起叶辰这位年轻人 才一年多的时间 就能发展出这种规模 而且解决了近百个人的就业 这背后 可就是几十个的家庭啊 而且渐渐地 还能有更多的家庭受到实惠 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我的打算 是要将整个村子 都打造成一个整体 让全体的村民都能受益 这点上来说 还是有不少路要走的 叶辰说道 你这想法很好吗 自己富裕了 还能想着带上乡亲们 你尽管干 只要是合理的有益的 我们一定在政策上 给你提供便利 柳修文说道 那我先谢谢领导了呀 叶辰听到柳修文如此说 也是心里开心 有政府的支持 什么东西 都好弄得多了 但是小爷老板 你这把自己村里 发展好了的同时 可以要想着 咱们镇上的其他村子 多村联动 联合发展 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柳修文说道 领导说的是 咱不是先得做好试点吗 云峰村的这条路 如果走好了 领导不说 我也要去求您帮忙的 其实柳修文的话 也正符合叶辰心理的 发展规划 他的目标 可不仅是发展一个村子 怎么考虑一个村子的承载力 终究是有限的 各方面的资源 也没那么的多 如果到时候 将每个村子 都能发展出一个特色的点 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发展 形成一个整体 那时候 整个渔庄镇 才有可能做成一个旅游重镇了吧 送走了几位领导 叶辰跟于文生他们告辞之后 就回家去了 这陪领导 可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费心费力的 太累 叶辰回到家 将家里的几小只给放了出来 让他们出来在院子里撒会儿欢 叶辰自己泡了杯茶 坐到了院子里的凉亭里休息 小陈啊 听说今天中午 你还接待了镇长了呀 叶连山从外面 不知道哪里走了进来 看到叶辰坐在那里 上前问道 叶辰没跟他说过 应该是从其他人那里知道的 对啊 领导来 村里视察 正好碰到了 就因他们的要求 带他们走了走 看了看 叶辰不紧不慢地说道 咱家小陈真是出去了 现在都和镇长说上话了 田惠芳这时 也从家里出来了 看样子 是听到了他们的话 在他们的眼光里 那镇长可都是当官的大领导 与他们这些小老百姓 可是差着很远的距离呢 以前叶辰也觉得 这些当官的离自己太遥远 是两个世界的 这次接触了 感觉也就和一般的人际关系 没什么两样 一个人的能力大了 社会地位无形中就高了 接触的人也自然地发生着改变 心态也不一样了 这有什么 镇长也是人啊 又不是神仙 叶辰笑了笑说道 那你看有多少人能跟镇战说上话的 别说说话了 连看你都看不到人 田惠芳说道 这叶辰也没话说了 从小到大 他确实也没见过镇里的当官的 对了 倩倩这次国庆回不回来啊 叶辰这段时间太忙 也忘了自己的堂妹了 这才想起七天假期 前段时间好像听他说要回来的 这今天忙完下来 才察觉到 好像也没看到他们 回来的 我听苏梅说了 他是给一位朋友去做伴娘去了 明天就回来了 田惠芳说道 做伴娘去了啊 叶辰恍然 是啊 他们现在这个年纪 如果不是上大学的 或者只上了大专的 这时候 应该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要结婚了吧 响哥也说过两天要过来 有空你把那两个房间再收拾下 给他们住 叶辰又说道 国祥他们要过来啊 那我回头就给他们将房间收拾下 对了 这次他们那边的长辈过不过来啊 还有曼夏他父母 这次来不来呢 田惠芳听说刘国祥他们要来 连忙问道 这次他们就不来了 就是想搁他们一家三口过来的 叶辰也问过刘国祥 他们过来不过来 说是这次抱了一个什么旅行团 还是什么的 这样啊 还想着邀请他们再来一次呢 田惠芳说道 这次不来 还有下次呢 等曼夏他们放假了 我跟他商量着 将那边的长辈都接过来 咱们这边过个年 叶辰知道 他们外面人过年都味道淡得很 想着到时候接他们过来 体验下农村的年味 那倒是好 到时候几家人聚在一起 那这个年 一定过得热热闹闹的 田惠芳特别同意地说道 吃过了晚饭 叶辰带着五只小狗出了门消食 叶辰沿着公路往山庄走去 这条路上的路灯 已经直接连到了山庄上面 甚至两道风进去的景区里 也都装上了路灯 不过晚上里面 还是不让游客进去的 叶辰在路上走着 几小只的狗 在那里前前后后地撒欢 可是兴奋了 来到了上面 老远就看到了灯光璀璨的山庄 各种彩灯布置满山庄的 角角落落 叶辰走进了山庄 不少的游客 此时都在外面的广场上散步 叶辰进了主楼 还有一些在吃饭的 刘玉莹在柜台后面 噼里啪啦地敲着计算器 应该是在算账吧 表嫂 在干嘛呢 我表哥呢 叶辰爬到柜台上 看着他问道 算账啊 还能干吗 你晚上怎么上来了 你表哥在楼上呢 刘玉莹抬起头看到他 随即说道 吃完饭没事 带着几小只来散散步 你那几小只呢 叶玉莹朝叶辰脚下看了看 没有 在外面呢 我没让他们进来 怎么这时候 还有吃饭的呀 还有几桌吧 楼上包间还有好几个呢 你表哥就是上去陪客人去了 刘玉莹说道 他去陪客人干嘛啊 那么多人 他陪得过来吗 叶辰好奇地问道 你这就是甩手掌柜的心态 什么也不问 他去跟那些顾客们打打交道 拉拉关系 让人家有个好印象 也可能就拉到一些回头客不适 而且也能了解了解客人的看法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建议之类的 是不是 刘玉莹继续敲打着计算器说道 行啊 现在都一套一套的了 那我也更放心了 有你们这部精神 山庄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看到两人这么用心的经营 叶辰也和放心 把山庄交给他们打理 自从山庄开业以来 两人确实也花了很多精力在这上面 至于效果 那也是显而易见的 阿辰上来了呀 于磊从二楼上下来了 看着脸带红韵 一看就没少喝 表哥 你这晚上没少喝啊 叶辰问道 还好 没喝太多 于磊打了个酒格 拿起柜台上放着的一个杯子 喝了一口 还是要少喝点哦 虽然你酒量不错 可是平时还是少喝点的好 别天天这样弄 再怎么着 身体也会受不了的 叶辰看着他说道 这我当然知道 也就是这几天客人多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去陪的 那你们这边弄完也早点收工 这一天下来的也挺累人 我就先回去了 叶辰跟他们说了下 就离开了山庄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 叶辰接到了叶倩的电话 让去镇上接他去 叶辰开了车子就上路了 到了镇上车站 还没看到人 就打了个电话过去 结果说是路上堵车了 堵了好长一段路 估计好要一会儿 挂了电话 叶辰想了想 还是去姐姐的超市里去等吧 顺便看看 他们这段时间的生意怎么样 来到了超市门口 店门口也挂起了 国庆大筹兵的优惠活动横幅 超市门前也停了不少的车 叶辰进了超市里面 看到不少的顾客在里面 叶辰四处望了望 也没看到人 于是又上了二楼 看到了姐姐叶琴 正在那里忙着呢 叶辰想着 自己先逛一下 这时正好一个小人 撞到了自己腿上 就要往后倒 叶辰眼几手快地一把抓住了他 星星 是你啊 你怎么跑这么快的 摔着了怎么办啊 小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外甥女小星星 舅舅 你来了 我没有跑啊 是你撞到我的 小星星插着腰 理直气壮地说道 哼 你还倒打一耙呢 不是我抓住你 你早摔倒了 叶辰笑了 哼 才不会呢 小星星傲娇地别着头说道 好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玩耍啊 你的小伙伴们呢 叶辰问道 他们都没来啊 我是跟着妈妈来的 妈妈要忙 就我一个人玩耍了 星星略显落寞地说着 爷爷奶奶不在家带你吗 叶辰问道 平时叶琴王超要管着店里的事 都是他爷爷奶奶带他的 今天好像是奶奶的什么人过生日 爸爸妈妈他们太忙去不了 所以就爷爷奶奶去了 我不想去 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店里了 小星星仰着头说道 那我带你到我家去好不好啊 我有礼物给你 而且你倩倩一等下 也要回来了 叶辰蹲下来看着他说道 好啊 太好了 我要去 小星星高兴地跳着说道 那我们先去跟妈妈说一声好吗 叶辰说道 好 小星星答应着 就牵着叶辰的手 往叶琴那里走了过去 妈妈 舅舅来了 他说接我去他家玩 好不好吗 小星星牵着叶辰到了叶琴跟前 开口说道 小辰 你这什么时候来的啊 叶琴刚给一个客人介绍完产品 看到叶辰 问道 刚来没一会儿 看到你在忙 这就碰到了小星星一个人在这玩 就想你们这么忙 我就带他去家里算了 叶辰拉着小星星的手说道 那也行 你不知道 这放假几天 咱们店里可是忙的不行 我要帮着招呼客人 有时还要坚持收赢的 你姐夫要调配货物和仓库进出 实在是没时间带他 这不又赶上他爷爷奶奶到别人家去了 叶琴也是忙得没办法 他也想着 是不是把星星送给田徽芳带一下呢 行吧 那我就带他走了 等一下还要去接倩倩呢 叶辰说道 怎么 倩倩今天回来吗 叶琴问道 是啊 说是路上堵车了 晚上你们忙完了回家来 咱们一块吃顿晚饭啊 叶辰说道 行 晚上我和你姐夫过去 叶琴答应着 那星星我们走吧 跟妈妈拜拜 叶辰牵着小星星 跟他妈妈挥了挥手 然后就下了楼 出了超市 叶辰带着星星 在车站又等了一会儿 看到不少的小车子进来 后面还有一辆中巴车 看着应该是市里回镇上的班车 小叶 小叶 随着车子上的人下来 叶辰还没看到人呢 就听见小星星点着脚叫了起来 哎 小星星 这时叶辰看到了叶琴 从车子上下来 叶辰于是带着小星星走了过去 接过叶琴手上的行李箱 然后往自己车子走去 叶琴和小星星牵着手 开心地走在后面 对了 倩倩 你们在路上堵车时 怎么回事啊 咱们这条路山 又没到正腊月的时候 怎么还堵起车来了 出事故了吗 叶辰问道 到了车旁 将行李箱放进后备箱里 关上了后备箱 好像不是事故 是进山和出山的车太多了 有一辆超长的大车 在转弯的时候站了道 搞得两边的车都走不了 花了好长时间才通常 叶辰打开车门 叶琴上了后座 然后叶辰扶着小星星也上去了 叶辰坐上驾驶座 发动了车子 这样啊 那我清楚了 叶辰听叶琴这么说 料想应该是到家里这边 自驾的人比较多 而且山路弯道特别多 那种超长车 只能站对方的车道 才能转得过去 结果对象的车抵住了 自然大车就绕不过去了 咱们家怎么现在路上 车子多了那么多啊 叶辰问道 以前平时回来 都没看到这么多车子 应该是来咱们这里面旅游的吧 你没看见 车子都是进咱们镇上了吗 叶辰笑着说道 是哦 进来的时候 前面好多车子 都是到镇上来的 怎么这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没回来 来玩的多了那么多啊 上次暑假回来的时候 他还没觉着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上次回来那时候 又不是法定假日 肯定没那么多的游人了 这次可是七天黄金周 自然来的人就多了 叶辰连开车边说道 还是哥你厉害啊 这才多长时间 就把咱们村的旅游给发展起来了 叶倩看着窗外路上 时不时驶过的私家车说道 是吧 到时候你毕业了 都不用去外面找工作了 反正你是学财务的 回头你就回来 给我当个CFO好了 叶辰笑着说道 那可说好了呀 你可得将位置丢我留着 叶倩开心地说道 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姑娘 CFO这种职位 相信没有一个学财务的 不喜欢的吧 当然了 不过也得你把研究生学完啊 CFO对一个集团的发展 可是很重要的 你不把专业学扎实了 可是不行啊 叶辰倒也不是忽悠他 作为一个私人的企业 有一个合适的自家人管财务 好像也很正常 只是现在他 既然有能力考个研究生 那就还是念个研究生出来的好 虽然现在的本科要是毕业了 管理财务也行 但对未来的发展上 就差了一点了 现在还是不成规模的企业 两三年的时间 规模也会不可同日而语了 没问题 不就是了研究生 我这一段时间 可是一心铺在这上面的 叶倩信心满满地说道 你有信心就好 车子很快开到了家 王素梅他们 都已经等在家门口了 叶辰停好车 叶倩带着小星星下了车 外婆 小外婆 小星星率先叫起了人 小星星 你怎么也来了 田慧芳看到小外孙女 高兴地上前抱起了她问道 嗯 爸爸妈妈太忙 没时间带我 舅舅去了 就带我过来了 小星星双手抱着 田慧芳的脖子说道 这样的啊 好长时间没来了 想不想外婆啊 田慧芳笑着问道 想啊 想外婆 还想外公 想舅舅 小星星掰着小手指说道 叶辰下了车 将后备箱的行李拿了下来 然后帮着拎到了叶倩家里 小辰 等一下中午来我家吃饭 把你爸你妈都叫过来 叶辰放下行李 王素梅对他说道 行 吃饭有什么不行的 回去我就跟他们说 叶辰回到了家 小星星已经坐在客厅上 看起了动画片了 叶辰回到房间 将从贵省买回来 给星星星的礼物拿了出来 小星星 看我给你买了礼物哦 想不想要啊 叶辰拿着一个礼盒 走到他跟前说道 礼物 我要我要 是什么礼物啊 小星星从沙发上蹦起来 开心地说道 眼睛盯着那个盒子 就要上手去打开 是一件少数民族的衣服 我特地给你买的哦 你穿上一定很漂亮的 叶辰说着 打开了盒子 这件衣服 是在贵省旅游的时候 和林曼夏一起挑选的 他说这种民族的小服饰 小星星 穿上一定很漂亮 哇 好漂亮 舅舅 我现在试试行不行啊 小星星手里抓着衣服 期盼的眼神 看着叶辰 当然行啊 去让外婆帮你穿上 你自己可能不会穿的 毕竟是民族服饰 穿戴方式 她可不会 好啊 外婆 小星星蹬着小脚 就去后面找田慧芳去了 外婆 舅舅给我买的新衣服 你给我穿上好不好 小星星找到田慧芳 举着手里的衣服说道 哦 好啊 走 带你去房间换 田慧芳接过衣服 然后牵着小星星 去她房间里 过了一会儿 房门打开 小星星咯咯笑着 跳着走出了房间 身上叮叮当当的作响 那是穿在她身上的 银饰的响声 只见此时的小星星 穿着一身的蓝色苗族服饰 胸前和头上都挂着银饰 衬托的小星星 可爱无比 舅舅 怎么样 好看吗 小星星站在夜晨面前 转了一圈问道 随着她的转动 下面的罗裙炫舞 很是不错 漂亮 咱们星星穿上这衣服 真是太漂亮了 夜晨笑着说道 那我要去隔壁 给倩倩一看看 小星星喜笑颜开地说着 然后跑出了家门 跑到隔壁 去显摆了 中午 夜连山和夜连平 也从外面回来了 在夜倩家吃了午饭 下午 夜晨带着夜倩和小星星 到处逛着玩耍 晚上 夜晴他们夫妻俩 也来了家里 晚上夜倩他们家 又到夜晨家吃的晚饭 吃过了晚饭 夜晴他们要回家了 要带小星星回去 可是他似乎不愿意 要带在夜晨家玩 姐 既然他想在这边玩 那就让他在这边 再待几天吧 反正这几天 你们也忙 过几天我再送他回去 夜晨看着 抱着自己大腿的小星星 摇了摇头 笑着跟他们说道 那你就先带他一下吧 星星 跟着舅舅可不能顽皮哦 夜晴对着小星星说道 嗯 我会听舅舅话的 小星星重重地点了几下头 那我们先走了 夜晴说着和王超出了门 夜晨他们送到了屋外 小星星 晚上你怎么睡啊 田慧芳给星星洗完了澡 夜晨陪着他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舅舅 我跟你睡好不好 怎么想着跟我睡呢 小星星长这么大 夜晨也没带他一起睡过 就是想跟你睡吗 小星星说道 好吧 不过晚上你可不能半夜哭 夜晨最怕的就是 孩子半夜哭起来 他可没办法哄嘛 人家又不是三岁小孩子 人家都上小学了 才不会哭呢 小星星不服气地说道 好 小星星是大姑娘了 那以后 是不是也应该自己一个人睡了 要不要去你爸妈的房里 你一个人睡啊 夜晨说道 那 那人家虽然不是三岁小孩 可以还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忍心 让我一个人睡呢 小家伙听到要让他自己睡 顿时又不敢了 呵呵 小鬼头 好吧 夜晨笑着摸了摸小丫头的头 夜晨陪着小家伙看动画片到九点 然后就拉着不情愿的他 回房间睡觉了 那 听话 现在闭眼 睡觉 小星星躺在被窝里 夜晨将他的被子掖紧 看着 还睁着大眼睛的小星星说道 舅舅 人家还不困呢 要不你讲故事 给我听好不好 小星星从被窝里伸出小手 抓着夜晨的衣袖撒娇 你在家里 你妈妈每天晚上给你讲故事吗 夜晨坐在床边低着头 看着小星星问道 嗯 有时候会 但是爸爸和妈妈他们很忙的 经常我都已经睡了 他们才回家 小星星有点不开心的说道 那是爸爸妈妈要赚钱啊 这样小星星才能买好吃的和好看的衣服啊 小孩子心里 其实也挺敏感的 别把他们当做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我知道啊 所以我很听话的 小星星可爱的说道 乖 星星真是个好孩子 那我去找找 有没有什么故事说啊 夜晨用手指刮了一下小星星的鼻子 然后去到阳光房的书架子上翻了翻 现在的童话书 他肯定是没有了 不过他自己小时候看的童话书 好像应该还在的 翻找了好一会儿 终于找了一本 破破烂烂的 封面和后面都没了 也不知丢失了多少了 夜晨翻了翻 算了 中间还是有几个故事的 夜晨拿着书回到了房间 星星 我给你讲一个阿凡提的故事好不好啊 夜晨重新坐到了床边 好啊 舅舅 阿凡提是谁啊 小星星高兴地说道 阿凡提啊 是一个维族人 穿着白衣服 戴着白帽子 留着大胡须 骑着一个小毛驴 专门帮穷苦人打抱不平的 夜晨放低声音 轻轻地跟小星星说道 哇 那他是个大英雄啊 舅舅 舅舅 你快给我讲阿凡提的故事吧 小星星兴奋地说道 好啊 那我们你今天讲一个阿凡提 种金子的故事 话说阿凡提见很多百姓穷得没饭吃 便想出了一个救济穷人的好办法 这天 国王外出打猎 他看见阿凡提在土地上不停地抓什么 不一会儿 竟抓出了十两金子 国王觉得很奇怪 就下马问 阿凡提 你在抓什么呢 阿凡提说 我在收金子 前几天我种了一两金子 现在就能收十两金子了 国王听了很眼红 就让阿凡提也帮他种些金子 国王先给了阿凡提十两金子 让他种上 夜晨轻声地说着故事 心里却也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 自己家可是没有闲钱给子自己买故事书的 这本故事书 好像还是从收费纸的地方捡来的呢 读完了一则故事 夜晨看着床上的星星 已经睡着了 夜晨看着睡着了的星星的 那张甜甜的小脸 伸出手轻轻摸了摸 然后拿着故事书出了房间 去到了阳光房里 将书放回到书架上 夜晨没有马上回到房间睡觉 而是坐到椅子上 然后拿出手机 给林曼夏发了个视频过去 视频很快接通了 曼夏 还没休息吧 夜晨看到林曼夏的美丽脸容 出现在手机里 笑着问道 那呢 还没呢 刚吃完饭 回到房间 林曼夏笑着说道 还把镜头对准了房间扫了一圈 夜晨看到了刘春芳也在房间里 嗨 夜大帅哥 来查岗啊 放心 我给你看着曼夏 刘春芳跑到林曼夏身边 挥手跟夜晨打着招呼 怎么会呢 就是问问你们 在外面玩得怎么样 夜晨笑了笑 没接话查 不错啊 今天我们去看的黄果树大瀑布 真的是太漂亮了 刘春芳在那边说道 我们还拍了不少的视频呢 回头我发点给你看看 林曼夏说道 好啊 我也看看这著名的景点 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看 你家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去旅游的人多吗 林曼夏问道 挺不错的 这几天 山庄和民宿的房间都住满了 还有明天翔哥和秦姐 他们也要过来呢 夜晨说道 是吗 他们到你那边 现在倒是跟回家一样勤快了 林曼夏听了 也是笑了笑 我本来问叔叔阿姨 要不要过来的 可是听说他们 去参加了什么旅行团了 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 我也听我妈说了 好像是他们学校组织的活动 林曼夏说道 舅舅 你怎么在这里啊 夜晨正跟林曼夏他们说话 这时 一个声音从夜晨背后响起 夜晨转身往门口看去 只见小星星穿着睡衣 在门口揉着眼睛 星星啊 你不是睡着了吗 怎么又起来了 夜晨站了起来 走到星星身前蹲下来问道 我睡醒了 没看到你 所以就起来找你了 小星星呢喃着说道 好好 等一下就去陪你睡觉 夜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咦 舅舅 你在和谁看视频啊 这个姐姐好漂亮 小星星的眼睛 被夜晨手上的手机吸引了过去 看到了正在和夜晨视频的林曼夏他们 你不能叫他姐姐 你要叫他姨知道吗 你小姑娘要是叫他姐姐 她不是成我晚辈了 夜晨心里吐槽道 姨姨 你好 我是小星星 是舅舅的外甥女 小星星乖巧地跟林曼夏他们打着招呼 小星星 你也好啊 星星真懂礼貌 林曼夏笑着说道 她还是第一次跟小星星说话 上次她过来也没见到小星星 只是从夜晨那里看过小星星的照片 姨姨你也好漂亮 你是舅舅的女朋友吗 小星星问道 果然是同言无忌啊 林曼夏听了星星的话也笑了 那你知道什么是女朋友吗 知道啊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了 舅舅的女朋友 以后就能当舅舅的老婆 也就是星星的舅妈了 我说的对吧 舅舅 小星星说着 抬头看着夜晨 认真的在问道 星星真聪明 那你想不想这个姨姨当你舅妈呢 夜晨笑着问道 想啊 姨姨那么漂亮 说话也好温柔 我要她当星星的舅妈 星星抢着说道 夜晨 你跟小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真是的 林曼夏休暖地催了夜晨一句 好啊 夜晨还是个心机boy啊 自己有什么想法自己不说 借小姑娘的嘴来说 真有你的 刘春芳也凑到镜头前说道 星星啊 看到这个阿姨没 叫她胖阿姨 夜晨看到刘春芳这么说 想逗逗她 于是对着星星说道 胖阿姨 你好 我是星星 小星星还真一本正经地打着招呼 哈哈 夜晨和林曼夏 都被小星星的话 逗得哈哈大笑 臭夜晨 你怎么教孩子的 本姑娘哪里胖啊 刘春芳插着腰 脸上气鼓鼓的 火冒三丈地问道 其实刘春芳不是真的胖 只是有点婴儿肥 看起来反而有点可爱 阿姨 你怎么生气了 是在生星星的气吗 小星星看着镜头里的阿姨 张牙舞爪的 小星依依地问道 没有 我怎么会生星星的气呢 星星最可爱了 刘春芳再怎么有火 也不可能朝一个小孩子发火呀 是吧 大家都说 星星最可爱了 星星听到夸奖 开心地笑着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玩了一天 也累了 赶紧洗漱 早点休息吧 夜晨说道 行 那回头再聊 晚安 小星星 你也晚啊 林曼夏笑着朝小星星招了招手 说道 漂亮姨姨 你也晚安 还有胖姨 晚安 小星星礼貌地打着招呼 却引得刘春芳又是对夜晨一阵气急 夜晨笑了笑 然后挂断了视频 好了 舅舅现在 陪你去睡觉了 你真调皮啊 刚睡着又醒了 夜晨牵着小星星回了房 舅舅啊 漂亮姨姨 是不是真的会做星星的舅妈啊 小星星还不忘记刚才的话 应该会吧 好了 赶紧睡觉 不准再问问题了 夜晨将小星星放床上盖好被子 也脱了外套坐到床上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行不行啊 小星星竖着一根手指 问道 哎 行吧 最后一个问题了 问完睡觉 小孩子的问题就是多 头疼 你跟漂亮姨姨什么时候结婚啊 小星星问道 这个舅舅也不知道啊 那我们结婚的时候 让星星来做花筒好不好啊 真的吗 好啊 小星星拍着双手叫好 好就睡觉了 夜晨关了床头的开关 躺了下去 舅舅晚安 星星晚安 第二天早上 夜晨睡得还迷迷糊糊的 就感觉到什么东西压在自己身上 鼻子上也痒痒的 夜晨睁开了眼 原来是小星星趴在自己身上 用她的头发 在扫着自己的鼻头 小坏蛋 干嘛打扰舅舅睡觉 夜晨一把抱着小星星 挠她的痒痒 弄得小丫头 痒得笑个不停 夜晨和小星星大闹了一会儿 就起床下楼了 带着小丫头洗漱 好在她也有六七岁了 能自己做这些 不需要夜晨帮忙 吃过了早饭 夜晨拿了家里的鱼竿 带着小星星 去到鱼塘钓鱼去了 舅舅 咱们钓鱼干嘛啊 走在路上 小星星问道 招待客人啊 等一下还有一个小姐姐 要来咱们家哦 夜晨牵着星星的小手 边走边说道 小姐姐 谁啊 星星认识吗 小星星问道 你啊 好像没见过吧 夜晨想了想 好像两个小丫头 还真没见过面 那小姐姐什么时候来啊 小星星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了 上午就能来了 所以我们先去钓两条鱼啊 夜晨说道 那快走 钓鱼去 小星星兴奋地牵着夜晨的手 就往前跑 到了鱼塘边上 夜晨从旁边的屋子里 搬出了个小马炸出来 小星星也跟着搬着的小马炸出来 跟在夜晨身边坐下 双手撑着小脸 好奇地看着 夜晨将耳料半吼 取了一点捏到钩上 然后抛了出去 钓鱼是枯燥的 小星星看了一会 也没见上鱼 开始不耐烦地在那里走动 跑着玩耍了 夜晨也没管它 只是看着不让它往危险的地方 跑就是了 星星 快来看 上鱼了 不知过了多久 夜晨的鱼钩终于上鱼了 它赶紧朝星星喊道 来了 来了 鱼在哪呢 小星星听了 迈着小脚就跑了过来 哇 好大的鱼爱 小星看到了 被拉出水面的一条 还在蹦跆的鱼 灯石跳着大叫了起来 可是兴奋了 夜晨将鱼拉回来岸上 取下了鱼钩 然后扔进了塑料桶了 又咬了点水进去 小星星兴奋地 在桶旁边扶着桶岩 看着里面的鱼 冷不丁地桶里的鱼一个甩尾 水滴都打到星星的脸上去了 弄得小家伙大呼小叫的 夜晨在旁边看着他 呵呵地笑着 然后又重新将鱼线抛了出去 时间渐渐过去 中间夜晨又钓上了一条 然后就没收获了 夜晨想着再钓一下 钓不到就回去了 正准备收干呢 就看到刘国祥一家三口 向着鱼塘走了过来 阿晨钓了几条鱼了呀 刘国祥老远地就喊道 中午吃的鱼是钓到了 你埋得很早啊 夜晨笑着说道 这时小星星看到几个陌生的人走过来 默默地跑到夜晨身后 贴着他的背 偷偷地看着前面的几人 刘国祥三人走到了跟前 刘国祥看了看铜里 不错嘛 阿晨都掉了两条了 秦姐 小思言 夜晨跟他们打了声招呼 阿晨 陈哥哥 王若晴和刘思言也跟夜晨打了招呼 星星 过来叫人啊 叫刘叔叔 王阿姨 这位你就叫思言姐姐 夜晨朝身后的小星星说道 刘叔叔 王阿姨 思言姐姐 小星星躲在夜晨身后 小声地按着夜晨说的叫了一遍 好像很怕声的样子 哎 小美女是叫星星是吗 星星你好啊 王若晴弯下腰 笑着挥了挥手 嗯 小星星蚊子吟示的 小声地应了一声 刚才不是还说想认识思言姐姐吗 这一下怎么还害羞了呢 感觉到小星星揪着自己背后的衣服 有点紧张的样子 笑了笑说道 思言 小妹妹都跟你打招呼了呢 你还没跟妹妹说话呢 王若晴朝着身边的刘思言说道 星星妹妹你好 刘思言听了王若晴的话 大方地走到星星面前 星星 你带着思言姐姐 看看我们钓上来的鱼啊 夜晨对星星说道 嗯 思言姐姐 小丫头跑到水桶边 叫了声 刘思言 然后两个小姑娘的注意力 都被桶里的鱼给吸引过去了 这个小姑娘 就是你姐姐家的孩子吗 王若晴问道 是啊 他们这段时间有点忙 我就将星星给带回家待几天 你们等一下 我收拾下东西 我们就回去了 夜晨回道 那边两个小丫头 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 小孩子们拉关系的速度 还真是快啊 不着急的 你再吊一会儿吧 刘国祥说道 要不翔哥 你来吊一下试试 夜晨问道 那行 我来试试 好长时间没吊过了 刘国祥听了 也有点手痒 于是痛快地 接过了夜晨手上的杆子 坐到了位子上 那你先吊会儿 我去摘点香菇来 夜晨说着 向旁边的香菇园里走去 舅舅 我也要去摘香菇 思言姐姐 我们跟舅舅去摘香菇去吧 耳间的星星 听到夜晨要去摘香菇 等时举着小手说道 好啊 你和思言也来吧 夜晨笑了笑 同意了 要这么大的才能摘 知道吗 小的就不能摘了 夜晨只熬了一个香菇 放到他们眼前 跟他们说着 嗯 我们知道了 然后两个小姑娘 就拉着手走开了 夜晨摘了一些香菇 看没袋子装 于是就直接放在了地上 又跑去屋子里 找了个袋子出来 回来香菇园 将香菇装进去 然后又摘了些 叫叫叫叫 小星星叫喊着 朝夜晨跑过来 两只手上都抓着一把香菇 夜晨拉开袋口 小星星将两只手上的香菇 都放到袋子里 然后还呼了一口气 后面思言也跑了过来 将手上的香菇放进袋里 舅舅 还要不要摘啊 星星问道 不用了 够吃了 我们你去看看思言姐姐的爸爸 有没有钓到鱼 等一下我们就回去 夜晨说着 带着两个丫头 回到了鱼塘边 小哥 怎么样 钓到了吗 夜晨问道 影子都没看到呢 王若勤在旁边笑着说道 没事的 本来就是碰运气的 我钓鱼也是 完全靠运气 钓不到就回去吧 反正也钓到的也够吃了 夜晨说道 结果夜晨刚说完 那边刘国祥就喊了起来 上了 上鱼了 刘国祥大叫着 拉起了鱼线 一条大鱼 在空中蹦跆着 嘿 祥的运气不错呀 还真钓到了 夜晨笑着说道 那是 刘国祥高兴地 将鱼拉到岸边 然后取了鱼钩 将鱼扔进桶里 好了 可以回去了 满载而归啊 刘国祥高兴地说道 夜晨收了鱼竿 将两个小马扎 送回到了屋子里 然后和刘国祥他们 开始往家走去 夜晨拿着鱼竿 拎着一桶鱼 刘国祥帮忙拎着香菇 小欣欣和思妍走在前面 姐姐 咱们比赛谁先跑到家好不好 小欣欣在前面 跟刘思妍说道 好啊 我先站齐了 准备好了吗 刘思妍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妹妹 也想陪她玩 准备好了 小欣欣摆好冲刺的姿势 大声地说道 一脸的兴奋进 预备 跑 两个小丫头 在刘思妍话音刚落 就飞野式地跑了出去 哎 你们慢点 别摔着了 王若勤在后面 看着两个人在前面跑 担心地喊道 可是前面的两个 哪里能听得见 这孩子 在家也不这样 一到这边 就成了疯丫头似的 王若勤无奈地摇摇头 秦姐 思念才多大 正是好玩的年纪 咱们这农村天高地阔的 想怎么玩都行 就让她好好玩玩呗 叶晨说道 就是 我也说 这孩子平时的学业太重了 你秦姐还给他报了各种什么补习班兴趣班的 搞得一天天的 比我们工作的还累 所以我也想着 经常带他来你这边放松放松 你这边没压力 刘国祥也颇为认同叶晨的话 那我不是还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 王若勤哪会不知道 孩子学习辛苦呢 只是心疼孩子不给他报什么学习班吧 看着别人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他又担心自己的孩子 被别人家的孩子甩到后面去了 其实在我看来啊 那什么不让孩子们 输在起跑线上 都是那些培训机构的营销的话 有你们这样的爸爸妈妈 才是私言最大的起跑线呢 说白了 人家还在起跑线上 他都已经到重点了 你们啊 只要教会他 怎样不败家就可以了 叶晨笑了笑说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来的这么一句话 让多少孩子没了童年 阿晨这话说的对 就咱家现在的家业 别说私言一个 就是再养几个 那也花不完的 刘国祥豪气地说 所以说啊 你们还不赶紧响应国家的人口政策 等啥呢 叶晨笑着说道 我和你亲姐确实也有着打算 只是私言这孩子大了 比较敏感 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刘国祥说道 我看私言这丫头 挺喜欢小孩的 好好跟他说 准没问题的 这人家家里的事 叶晨也不好 去过多的掺和 回到了家 就看到私言和欣欣 已经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了 一人手上 还有一包零食在吃着呢 欣欣 你们的零食哪来的呀 叶晨问道 外婆叫我拿给私言姐姐吃的 可不是我自己偷偷拿的哦 小欣欣撅着嘴说道 好了 又没说你什么 翔哥 秦姐 你们也坐 我把东西拿后面去 叶晨将鱼竿靠墙放下 然后拿过刘国祥手上的香菇 往后面走去 妈 我钓了鱼回来了 还摘了点新鲜的香菇 叶晨走到后院 田惠芳已经在烧饭了 嗯 放在吧 等下让你爸弄 若晴他们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 你去招呼他们去 田惠芳说道 对 你去招呼他们吧 这些我来弄 在灶台口烧火的叶连山走了出来 对叶晨说道 好 叶晨来到前面 给刘国祥他们泡了茶 然后就在那里陪他们聊天 也跟刘国祥聊聊 他的酒楼 和自己供给的蔬菜的问题 翔哥 最近一段时间 你的酒楼的生意怎么样 叶晨问道 非常不错呀 之前的几个店 比去年同期 有了不小的业绩增长 说来 这也要一部分 归功于你提供的菜啊 刘国祥对酒楼今年的发展 很是满意 叶晨的有机蔬菜 加上新颖的营业模式 确实赢得来不少的新老顾客 那也是你经营的好 我可没那么大的功劳 叶晨说道 对了 你的那些鸡鸭和猪羊 什么时候能上市啊 我可是都等不及了啊 刘国祥问道 还早呢 怎么得也要等到年底吧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现在正式涨标的时候呢 叶晨无奈地说道 他也想早点出货呀 那可要说好了 到了出栏的时候 第一个供给给我啊 刘国祥说道 放心 到时候就怕你一个人消化不了 你那几个酒店 一天能消耗多少的肉啊 可别小瞧了我的店啊 每天的消耗量 也不可小觑的 而且 你之前和我合作的直销蔬菜的模式 也可以加上肉类啊 现在那些也很吃香的 我想着 是不是要把这一块单独地分出来做呢 刘国祥说道 这倒是不错的想法 但是是否分出来 还可以再等等 反正咱们弄的是会原制 在你那消费的才能买 你可以推出一个专门的会员卡呀 用积分的形式 可以分等级的设定购买量 也可以用积分兑换的形式 换取一部分菜品 这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 推广营销的方式吧 叶晨说了说自己的想法 嗯 你这想法不错 他们要积分要升级 就得在我家酒楼消费 还能积分兑换 让他们感觉到值得 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模式 回去我就召集人研究 然后组织实施 看看效果 刘国祥听了 也是眼前一亮 感觉应该是可行的 阿晨 别看你这不在外面开店 对营销的想法还不少吗 刘若晴在旁边笑着说道 拿脸 我这也都是纸上谈兵 具体能不能行 效果怎么样 还是都让你们去做的 叶晨自谦地说道 阿晨你就是太谦虚了 对了 前段时间听说 你去了曼夏那里来啊 王若晴问道 是啊 去他那边待了几天 叶晨说道 曼夏他在那边都还好吧 王若晴问道 挺好的 他还挺能适应的 这不国庆他和他的 一个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了 叶晨说道 是我也听说了 前两天我刚跟他通了个视频 对了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这次过去 还给你们带了点礼物回来 也给曼夏的爸爸妈妈带了礼物 叔叔阿姨这次没过来 你们回去的时候 就顺便帮我带给他们吧 好吗 叶晨说道 行啊 没问题 王若晴答应道 我去给你们拿礼物去 叶晨说着 起身上楼去了 没一会儿 叶晨就抱着几件礼物下来了 然后分给了三人 给王若晴的是一条织紧的披荆 给刘国祥的是一件雄精雕刻的玩意 给小四言的是一对迎手环铃铛和迎脚环铃铛 小四言当即高兴地戴上了 然后不住地抖动着手脚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舅舅 我也想要四言姐姐那样的铃铛 这时候 小欣欣默默地走到了叶晨身边 靠到她的怀里 闷闷不乐地问声说道 叶晨蹲下身子 看着有点不开心的小欣欣 欣欣啊 我不是给你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了吗 叶晨轻轻地问道 人家也想要那个铃铛吗 小孩子的喜欢是没道理可讲的 但是舅舅没有买多余的啊 叶晨无奈地说道 小欣欣听说没有了 小脸单上的表情顿时有种渲燃欲气的感觉了 欣欣妹妹 我把手环和脚环铃铛都送给你一个怎么样 正在这时 小四眼主动上前来跟小欣欣说道 真的吗 四眼姐姐 你愿意送给我一个 小欣欣睁着明亮的大眼睛 惊喜地看着刘四眼 当然是真的 我现在就给你 刘四眼说着 将自己左手上的引手环铃铛取了下来 来 欣欣妹妹 我给你戴上 小欣欣顿时开心地伸出了一只手 然后另一只手用力地将袖子捋起来 露出白皙嫩胖的小手臂 刘四眼将铃铛戴上了小欣欣的手脖子上 手环是那种可以伸缩大小的 所以戴紧之后也不会显得大 欣欣 真好看 铃声也好好听 舅舅 我戴着好看吗 小欣欣高兴地朝叶晨问道 好看 你不谢谢四眼姐姐吗 叶晨摸着丫头的头问道 谢谢四眼姐姐 小丫头立即转身对着刘四眼说道 不用谢 哎 欣欣妹妹 我再把脚环给你戴上 刘四眼说着又将一只脚环拿着蹲下身子 给欣欣戴在了脚上 嘻嘻 四眼姐姐 我们现在一样了 小欣欣高兴地拉着刘四眼的手说道 对啊 咱们的凑起来就是一对呢 刘四眼也笑着跟小欣欣说道 四眼还真是懂事了 叶晨有感而发地对刘国祥王若勤他们说道 是啊 这孩子这一年是长大了不少 也懂事了不少 刘国祥看着自己的女儿 欣慰地笑着说道 小陈 饭好了 吃饭了 你去隔壁把你小叔一家也叫过来吧 之前跟他们说过了 让他们来吃饭的 田慧芳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好 叶晨应了一声 翔哥 请进 你们先到后面餐厅去吧 我去叫下人 叶晨说着出了家门 过了一会儿 叶晨回到了家里 这时看到刘国祥和王若勤也在帮着往桌子上端菜呢 叶晨跑到后院 给五只小家伙们倒了狗粮在盆里 看着他们吃了起来 才来到餐厅里 上好了菜 所有人围成了一桌 小心心太矮了 坐凳子上又够不到桌子 叶晨找了一个高脚凳过来 放在自己身边 让他坐在那上面 翔哥 请进 我小叔小妈 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倩倩 你们还没见过吧 叶晨记得 好像他们应该是没见过面帝 嗯 应该是没见过的 阿晨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王若勤笑着说道 她叫叶晨 是我小叔他们的小女儿 还在上大学 今年大四了 小倩 这两位 你跟哥我一样 叫他们翔哥和秦姐好了 还有这位小美女 是他们的女儿思言 叶晨简单做了下介绍 你们好 欢迎你们来我们这里做客 叶晨笑着说了一句 你也好 我们可算不得什么客人了 都快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了 隔三差五的就来 王若勤也笑着说道 就是啊 我们今年在这边的时间 估计比你这个主人还要多呢 刘国祥也在旁边说道 就应该当成是自己家一样嘛 你们经常来我们也高兴 就是我们乡下 比不得你们城里的条件好哦 田惠芳说道 阿姨 你可别这么说 我们一家人可是喜欢在这边待了 环境好 空气好 还有阿姨你们 这么热情好吃好喝的招待 每次从你这回去 我都要胖几斤呢 王若勤就坐在田惠芳旁边 拉着他的手说道 哎呀 若勤你可真会说话 你看你 又漂亮 说话又好听 国祥有你这么个老婆 也是很幸福的 田惠芳高兴地看着王若勤说道 阿姨 阿尘也不差 我表妹可是比我优秀多了 将来你 也会有一个好席的 王若勤说道 呵呵 都好 都好 田惠芳听了王若勤的话 心里更是开心了 好了 好了 先吃饭吧 等下菜都凉了 叶晨催促道 来来来 吃饭 一桌人开始吃起了饭 吃过了午饭 叶晨让叶倩带着丝颜和星星到他家去玩了 都是女孩子 大姑娘带着小姑娘 正好 叶晨带着刘国祥和王若勤 到了二楼的客厅 然后去到阳光房里 接了一壶水 在茶桌上开始烧水泡茶 阿尘啊 你这是 真会过日子啊 这小阳光房设计的 夏天晚上看星星 冬天白天晒太阳 不要太暗哟 刘国祥跟着叶晨来到了阳光房里 看着叶晨布置的阳光房说道 哼 农村嘛 就是这点好处 最不缺的也就是星星和阳光 水开了 叶晨拿了几个杯子 用水烫洗了一下 然后放上茶叶 头便茶洗了倒掉 重新沁上 给 祥哥 喝茶 叶晨端了一杯给刘国祥 谢谢 刘国祥说着 接过了茶 叶晨又将桌上的另一杯给王若晴端了过去 三个人坐在客厅里 随便地聊着些 下午都在家里没有出门 晚上 吃过饭 叶晨牵着小星星 带着叶晨和他们一家三口 在路上走走 消消食 这时候路上的行人你叫得多 好多都是外来的游客 饭后出来散步来了 比起以前没有旅游的时候 这时候的晚上 多了一丝的吵闹 少了当初的那一份宁静和平淡 但是事情总是这样 有的就得有舍 叶晨只能在心里说 对自己说 尽量保持住家乡的样子 阿晨 你们这里的夜晚 天上的星星 真的很多啊 刘国祥走在路上 抬头看了看天上 忍不住惊叹道 是啊 农村没有那么多强烈的灯光 也没有那么多的雾霾 天上的星星能看到的 自然就会比较多 也比较清楚了 我们以前小时候 经常大夏天的 跑到门前盒里 中间的大石头上面 躺着 数着天上的星星 和风吹着 那时候才是真的舒服 叶晨说着说着 就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哥你还说呢 大晚上的一个人 躺在那石头上面 也看不到你人 有一次你在那里睡着了 大伯大妈他们乘凉回家 建房间也没人 出来喊半天也没人应 可把他们给吓了一会 叶晨在旁边忍不住地吐槽道 呵呵 阿晨你小时候 还有这种趣事呢 刘国祥 他们听了都笑了 那不是躺得太舒服了吗 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黑夜里看不到脸 叶晨也没啥不好意思的 原来舅舅你小时候 比我还不听话啊 小星星拽着叶晨的手 清脆的声音传来 哪里都有你在 叶晨晃了晃星星的小手 可以想象 你们的童年 要比我们的丰富得多了 刘国祥感慨道 我们那时候乡下穷 也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 只能在大自然里面找乐趣了 你们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 应该就有游戏机玩了吧 叶晨想来 刘国祥他们出身不错的家庭 城里的孩子 接触的肯定都是那些游戏机之类的 差不多吧 不过也没那么多时间玩的 没你们这边的快乐 刘国祥说道 几人从外面逛了一圈 才回来家里 星星 晚上你要不要和四眼姐姐一起睡啊 她也是一个人睡觉呢 在大家都洗漱好后 叶晨对着穿着小睡衣的星星问道 四眼姐姐要我陪她睡觉吗 小星星问道 你四眼姐姐也是一个人睡觉 你去陪她睡觉 给她做吧 叶晨解释道 哦 这样啊 那我就去陪四眼姐姐睡吧 可是我还想听舅舅你讲阿凡达的故事 小星星歪着脑袋想了想 也同意了 但是又有点纠结地说道 那么想听故事啊 那晚上让若晴阿姨 给你们讲故事好不好啊 正好让两个小姑娘睡一起 再让王若晴给她们讲故事 自己解脱了 完美 叶晨想到 好吧 小丫头虽然有点失望 但是还是接受了 叶晨又跟王若晴说了一下 然后去将那本破旧的童话书 拿给了王若晴 阿晨 你这童话书可是有够破的啊 不会是你自己以前看的童话吧 王若晴看着手上破旧的书 笑着问道 是啊 就是我的 家里没买童话说 小丫头想听故事 我才翻出来这么一本的 然后王若晴拿着书 牵着小星星 进了给刘思妍准备的房间 舅舅 晚安 小星星进去之前 转身给叶晨挥了挥手 甜甜地说了一声 星星 晚安 叶晨笑着 也向他招了招手 然后看着他进了房间 刘国祥他们 在这边待了三四天的时间 王若晴和刘思妍他们 就跟着叶倩在一起 叶倩也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导游 带着他们在村里游玩 当然小星星也跟着他们 他现在跟刘思妍的关系 不知道多好 每天形影不离的 而刘国祥则跟着叶晨 每天爬爬山 钓钓鱼 有时还带着他下地干干活 他倒是也乐此不疲 一直到七号 刘国祥准备回去了 正好叶倩也要回学校 都是在苏省 又顺路 于是叶晨 就让他将叶倩顺路送到学校去 离别的时候 小星星反而十分地不舍 他的小姐姐 拉着刘思妍的手不放 眼泪直流 刘思妍心疼地蹲下来 安慰着小妹妹 说以后一有时间就来这边看她 才把她劝住 小星星挂着胃甘的泪珠 反复地跟刘思妍确认着 还跟她拉了勾盖了张 看得旁边的几个大人 忍俊不禁的 刘国祥他们走了 叶晨也把小星星 送回了姐姐叶晴家 她也要上学了 这又引得小家伙一阵地不愿意 黄金周结束了 村里面的游客量 也有了显著的下降 算是暂时地恢复了 曾经的一丝宁静 叶晨也和于磊宋丽娟他们 总结了下这个黄金周的成果 山庄这边住宿的 基本上每天满园 叶晨的民宿的价格 要比居民家的要高不少 而且 黄金周价格有些上调 加上餐饮收入 一周下来 大概收入达到了将近15万 而临场民宿那边 住宿费加上餐饮的收入 也有将近8万左右 而另一块的收入大头 反而是那些竹木工艺器具 有些小工艺品 销量比较多 而那些大件的 像竹木的以邓之类的销售情况也不错 来游玩的 基本上都会买上一两件的 作为游览纪念 夜晨让工匠们 在这些器具上面 都烙印上了云风的商标 买回去作为纪念 或者送人也都不错 这一块的收入 也有几万块 总的算下来 这次的营业情况 还是很可观的 尤其是小商品这块 更是坚定了 夜晨发展特色工艺品的信心 夜晨下一步 也打算将这些手艺人 再扩招一些进来 再招上一批学徒 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将这块做成一个产业 当然 大家也坐在一起 总结了这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 开业到现在 这次算是接待游客量最多的一次 这期间 也都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一些问题 总结出来 做出一些整改和有优化的方向 反正接下来 也会进入一段时间的淡季 游客量入住率 也会下降不少的 也能腾出空来改善 这一次的黄金周 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多 村里面其他的做民宿的 也都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 最明显的 还是要数第一批 跟着夜晨做民宿的那一群人 他们基本上 都增加了一两间的房出来 加上餐饮的收入 七天下来 少的也能有个三四千的收入 而那些村里的新一批的民宿从业者们 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收入 这样一来 其他没有干上 民宿的家庭的诉求 就更加的激烈了 但也不能所有的家庭都干民宿不适 就算以后忘记能有些收入 但是淡季 怎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生意的 村委也考虑着 在现在的基础上 再领选出一批适合的家庭 进行民宿的改造上马 而那些家庭相对贫困的 也没有多少资金来改造的 村里也在想着其他的办法 给他们增加收入 这不 于文生他们又找到了叶晨这里 现在他们村就叶晨 这么一个能解决就业人口的大户 于文生一行几人来到了叶晨家 这时候的叶晨 正在稻田里面 看着水稻的生长情况 不在家 田惠芳接待了一行人 知道于文生他们是找叶晨有事 于是就说 叶晨去稻田里面去了 就说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于文生却说 反正也没事 就去田间找他 然后一行人又出了叶晨家 直奔到叶晨家的田园 叶晨的这些菜地 打理得可是真的不错啊 看起来规范 整齐 看着就跟花谱一样 是真的漂亮 于文生他们去田里 要经过他家的菜地 看着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菜地 于文生忍不住 对同行的几个人感叹道 是啊 听说不光是他家的菜地 就连他的那个养殖的地方 都弄了散步的小道 这些菜地养殖场 都成了那些游客们 喜欢去逛的地方 同行的副主任方星成 也在旁边说道 确实做得不错 也难怪那些城里来的人喜欢 往他这里跑了 于文生点了点头说道 就在此时 菜地里除了干活的员工 还有一些一看就是来旅游的人 也在里面游玩 还有专门去体验种菜的 于文生他们继续前行了一段距离 就看到了夜晨 此刻他正在和父亲夜连山 在道田边说着什么 夜晨 你没事也不去我们那里 我们只能来看你了 于文生笑着说道 领导们那都是大忙人 我怎么好意思经常去打搅呢 无事不登三宝殿 几位领导 想必也是 有事情才过来的吧 夜晨看着他们 这架势就知道 肯定有事 确实有点事情 这不是来跟你探讨下 咱们村接下来如何发展吗 于文生说道 这种事情 你们领导拿注意就好了 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 能做到的 我绝不推辞 夜晨说道 我就知道 阿晨你会支持我们的工作的 现在是这样 我们又上了一批的民宿家庭 但我们也琢磨着 加上这批新上线的民宿 暂时民宿这块应该是够了的 但你也知道 除了这些外 村里还是有不少的家庭 既没有民宿 也没有工作的 我们这不就想到你这了吗 看看你这边还有什么发展的计划 需不需要招人 也好再帮忙安排一些 相对贫困家庭的人 来你这工作的 于文生说明了来意 这个啊 其实我倒是 有一些打算 我准备 再承包一部分的土地 用来扩大种植规模 马上时间即将入秋 农田里的农作物 也即将收割 到时候 还要村里帮忙协调成租呢 等到租到了土地 我肯定是要再招收一部分员工 来帮我做事的 夜晨说道 其实他早有这个打算 他和刘国祥 已经初步打算合作开设精品蔬菜的新营销模式 在几个大城市开连锁 依托他在大城市的酒楼资源 和高质量的客户 未来的需求量 必定会增加不少 那太好了啊 你说需要多少的土地 要哪里 到时候 我们一定帮你去争取过来 于文生听了高兴地说道 可以像我之前租赁土地时一样 每家有土地租赁给我的 给他们一个工作的岗位 然后人员不够的情况下 咱们再从其他贫困家庭里面招人 相信这样下来一遍 应该是能解决不少家庭的就业了吧 夜城估算着 村里也没那么多特别贫困的人家了 之前的招工 就已经解决掉一部分了 再有一次 应该也不会胜是多少了 其实 村里也可以围绕着旅游 再发展一些岗位出来的 来旅游的多了 搞民宿的有了 那搞餐饮的 不是也应该要一些吗 可以多样化的弄一批餐饮啊 什么土家菜馆 卖早点的 做面食的 有条件的就做大点 没条件的 就做小点的 还有环卫这一块 也要一些人来弄啊 我感觉 这都能解决一部分就业的 夜城想着 这要是一直发展下去 什么方面的工种都需要人了 到时候 一家一个工作的 那还不是最低的 哼哼 你说的也是哦 我怎么发现什么问题到你这里 就变得简单了呀 余文生听了夜城的建议 也是频频点头 其实我觉得的 咱们的目标 可以是朝着新极乡村的目标发展的 现在咱们村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了 你们也可以好好做做规划 然后向上面申请财政的支持 申请独一点资金 来用于基础建设和环境改造 景点的打造等 相信这时候申请 会比原来一穷二白的时候 要容易不少的 夜城说道 你这话说的也正合我意 我也正打算 找镇里的领导 去做这方面的可行性汇报呢 如果有上面下来的资金支持 我相信 咱们村的发展 会快上许多哦 余文生说道 这东西 就不是我能帮忙的了 需要你们去争取啊 夜城说道 怎么能没有你呢 你的成功可是最好的说服力啊 我还想着 带上你一起到镇里 或者县里去游说呢 而且 之前镇长也是 当面跟你表态 要支持你的 这件事上 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 余文生也知道 村里发展到现在 大部分那都是夜城的功劳 加上上次镇长过来讲的话 不拉上这个活招牌 不是白瞎了吗 游说人可真不是我擅长 但是如果你确实需要 我去的话 我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夜城也知道 躲是躲不掉的 对村里有益的事 该做还得做呀 话说你这批水稻 也应该要收割了吧 说完了村上的事 余文生看了看夜车里的这一片水稻 问道 是啊 再过几天 这些水稻就要收割了 现在这片稻田里的水稻 基本上都已经泛黄了 夜城在田里 就是和夜连山 讨论着水稻的收割事宜 那不知道你这片水稻 你是准备怎么卖啊 就我们家的水稻价格 好像经济效益 也不会很高啊 余文生问道 现在粮食价格并不高 顶多也就一百多块钱一百斤 很多家庭不种水稻 就是因为收益上和成本 不能成正比 他也很想知道 夜城种植这几十亩水稻 有没有很高的收益 这一块暂时还不能确切地说 能有多少的收益 毕竟还没上市 但我们选的都是高品质稻种 全城也都是没有化肥农药的天然养育 加上咱们这里优质的山泉水 结出来的稻米的品质 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也会走精品销售路线 其实一样的东西 你有一个好的品牌 加上好的包装 营销做得好 那价格翻个几倍 都是正常的 夜城的有机品牌 已经在小范围高质量的人群里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 一个品牌做好了 旗下新出的产品 只要质量过硬 销售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看来你已经对你的这一批道迷 信心十足了呀 余文生说道 虽然他还不清楚 夜城会如何操作 但是从他说话的字里行间和神情上 他也知道答案了 呵呵 夜城笑了笑 没说什么 时间在渐渐过去 水稻正式收割的时间也到了 夜城家的几台收割机同时出动 几十亩的水稻 在机器的轰鸣声里 一片片的消失 变成一袋袋的稻米 五十亩的水稻田 因为没有施肥和农药 产量上也并不是那么的高产 总共收割了约有五万斤稻米 平均一亩地有一千斤 接下来就开始了大范围的晒稻了 因为量多 夜城还雇佣了不少的人帮着晒稻 那铺摊开来的晒稻的场景 还真是壮观 好在天宫也做美 几个大晴天下来 所有的稻谷都晒干入库了 夜城的大仓库 放这么晒干后 不到两万斤的稻谷 还是轻轻松松的 在稻米全部收归仓库后 夜城也是撵出了第一批次的大米出来 用这批新米煮出来第一锅的米饭 等到饭煮好的时候 那喷香的味道 和那晶莹的米粒 让夜城知道 这绝对是好品质的 敬天地 一碗敬仙人 然后夜城才开始品尝着米饭 果然味道没让夜城失望 没有任何菜 光米饭 他就干了两大碗 他也对自己的大米推向市场 充满了信心 夜城定做了一批五公斤的米袋 上面印上了精美的logo 然后又订购了一条封装线 第一批只做了五百袋 然后给刘国祥那边发了过去 他也将五百袋的云峰大米 分到了旗下的几大酒楼里 现在他每个酒楼旗下 都下设了几处云峰有机农产品的销售点 让VIP客户可以凭着会员卡到就近的门店选购 这些点又都是基本上在一些高档小区周边 刘国祥只是在这些 VIP客户群里推了一下信息 其实就是夜城制作的这批稻米 从下央到收割生产出来的整个过程的一个短视频 但是就是这一条的信息 立马就引起了抢购的热潮 这些VIP客户都是一些不差钱的人 他们在乎的不是钱 而是你东西的品质 他们也相信云峰出品必是精品 所以一个个的都是疯狂的抢购 五百代的量 一天的时间就被抢购一空了 刘国祥见销售的这么好 立马打电话过来 让夜城加紧再发IP过去 夜城却是笑着说等几天再发 刘国祥不解了 这么好的销量你不卖 还等什么呢 祥哥 咱们这也是饥饿营销的一种方式吗 如今这五百代也是为了是试水 这第一批抢购的 都是因为之前蔬菜的口碑才去买的 虽然我们对这批大米有信心 但是还是靠着第一批顾客的 使用后的评价才算数 如果他们不满意 那自然受影响的客户也不会多 但如果他们评价好 那口口相传 加上我们的饥饿营销 相信等几天再放出量去 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咱们的品牌 也能有一个不错的影响力 提升不是吗 夜城跟刘国祥解释道 哼哼 还是你的脑子好使 行 那我就给他们先找个理由解释一下 掉掉他们的胃口 也在顾客群里面经营一下 如果第一批的顾客的反应都不错 那再用他们的评价来炒作一下 刘国祥也是一点就透的人 而这种策略的结果是 显而易见的 那些第一批购买到的客户 都第一时间品尝了一下 新米做出来的饭 然后 VIP群里就炸翻天了 各种推崇和赞美之词 帮着夜城和刘国祥他们 做了一波免费的广告 这些购买过的人 都在催着刘国祥赶紧的进货 他们要再买几代 而那些没尝到鲜的人们 更是急不可耐了 等几天才能有货 也一点不能妨碍他们下单 阿辰 我看伙伙差不多了 你那边也该开始生产了 时间长了 恐怕会引起顾客的反感啊 刘国祥看着 也差不多到效果了 于是跟夜城说道 行 我这边早已经准备了好 今天就开始生产 后天就给你发货 夜城也答应了下来 然后就是吩咐员工们 开始生产装带 然后夜城又发了 一千代的大迷给刘国祥 结果还是 瞬间就抢购一空 实在是太火爆了 没办法 夜城只能让他们接着生产 又发了一批过去 基本上会员客户都购买了一点 销量才稍微有点回落了 而夜城这时也发现 自己的大米销售的如此之好 但是自己的产量还是低了些 就这些也卖不了多长时间 看来明年必须要加大种植面积 才能满足市场需要了 于是夜城也开始和村里 一起找村民签订租地合同了 夜城和村委的人员 花了几天的时间 将承包的事情做好了 这次承包了将近200亩 也差不多将整个村的大块的田地 全部承包过来了 剩下的还有一些嘎啦里面的 或者山坡型梯田 不适合自己的规模化耕种 那些村民早就眼红夜城那里 上下一块的村民了 田地租给了夜城 有租金收入 而且还能给夜城工作 干的还是以前的那些事 可是收入却高出来好几倍 这看着夜城主动要承包他们的土地 一个个的 可是高兴了 夜城顺利地签下了协议 然后给了时间 让他们将农田里的作物收割回去 这之后才开始平整土地 赶上秋收后 冬季农作物的种植就行了 入冬之前 夜城承包的荒山上 全部种上了桑树苗 之前的50亩的稻田 靠近鱼塘和香菇园那边的位置 又扩张了10亩的香菇园 然后又挖了两口10亩的鱼塘 放了2万尾的鱼苗进去 剩下的20亩也改成了菜地种上蔬菜 而新品整出来的那200亩土地 夜城全部种上了小麦和油菜 虽然从经济价值上来说 种植蔬菜肯可能效益更好 但一个冬季 蔬菜涨势缓慢 而且有冰冻灾害和雪灾等次生危险 暂时它也不需要种上太多 而种植小麦和油菜 可以产出面粉和菜籽油 能丰富它的产品结构 秋去冬来 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 转眼就要入冬了 而农田的秋种工作也都已经完成 整个的水管路线也铺就了整个的田间地头 今年秋冬雨水也不是很多 所以需要定期的灌溉 而夜城的猪羊积鸭也开始渐渐地上市了 夜城自己这边没有立即屠宰 而是用车直接将活地运输到 刘国祥找好的专业屠宰场进行屠宰 然后分头运输到几个大城市售卖点 这样济世为的就是将最新鲜的食材 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客户 也可以顺便做好检验检疫 刘国祥跟夜城合作开设的 云丰农业的菜品售卖点 已经开设到了20家的规模 深城 杭城 姑苏 加上炉城 每处都开了5个销售点 专门供给给那些VIP的客户 虽然那些有钱人 可以直接在刘国祥的酒楼吃 但怎么的也不可能天天去吃不是 而这些销售点都在那些高档小区附近 客户购买起来也方便 刘国祥跟夜城说 准备弄个小程序 让这些客户可以直接通过小程序下订单 门店直接送货上门 夜城也挺赞同的 于是就让刘国祥去弄了 反正现在这种小程序也很好弄 而这时候 时间也到了11月底 家里的事情安排好了 夜城也整装再次出行了 这次还是去贵省 林曼夏要参加考试了 夜城准备过去陪他考试 夜城开了一天多的车子 路上还找了个地方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中午 终于又再次来到了林曼夏 他们所在的这个小山村 小山村还是一如既往的宁静 不同的是 田野里面的水稻也都收割一空了 可以看到 在田里有几只水牛在那里放养着 吃着田里的稻草 山上的青翠也变成了苍绿 夹杂着极许黄色和红色 村口的那棵大营杏树上 树叶也都变成了金黄 地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 夜城开着车从树下经过 车轮压过 卷起一阵杏叶飞舞 夜城开车到了村委会那 将车停好 哎呀 这不是夜城 好久不见了 夜城刚停好车下来 村里面就走出来一人 正是这里的村主任宋英生 宋主任 你好 我又过来了 咱们也没有好久不见吧 这不是 才过了两个月吗 夜城笑着说道 那也不短了 怎么 来找小林老师的吧 宋英生问道 是啊 他要去考试 我过来陪陪他 顺便带他去考试去 夜城笑着说道 听说了 那你先去找小林老师吧 回头记得来村里做做 宋英生说道 看来他也是知道林曼夏要考公务员的了 行 那回聊 夜城朝他挥了挥手 然后朝着学校走去 今天这次来的好像比上次要早一点 学校里面的学生还没有下课 夜城在操场上站了一下 然后鼻子动了动 随即嘴角出现一丝笑容 左转朝着那栋冒烟的屋子走去 黄师傅 在烧饭呢 夜城还没进屋 就喊了起来 谁啊 一个人问着 来到了门口 夜城看着 突然手上还握着一把炒菜铲的黄本喜 笑着说道 黄师傅 我 不认识了 原来是夜城兄弟啊 你这是刚到吗 黄本喜看着背上 还背着背包的夜城 满脸笑容地问道 对啊 刚到就闻到你的菜箱了 夜城走进了厨房里 黄本喜回到灶台前继续炒菜 那可正好 等一下学生们就要下课了 你正好 和我们一起吃午饭 黄本喜说道 我可是瞅准了时间 踩着饭点道的 夜城将背包卸了下来 随手放到了餐桌上 叮当叮当叮当 正说着话呢 学校的下课铃敲响了 夜城通过们 看到外面的教学楼那 一个个小朋友飞也式地跑了出来 奔向学校外面去了 然后看到了林曼夏 外面雪穿一件黄泥子大衣 和刘春芳并排 向对面他们的住处走去 夜城没有立马赶过去 反正等会儿 他们也要过来吃饭 就在这里等林曼夏 吓他一下 夜城恶作剧地想到 没过一会儿 刘长明校长和向老师两人 也来到了厨房里 看到夜城也在 顿时又是一顿热闹的寒暄 这时夜城看到林曼夏 和刘春芳出了房间 开始向这边走来 立即跟屋里的三人打了个手势 然后躲到了厨房和餐厅的隔板后面 其他三人看看外面 又看看偷瞄着的夜城 不禁一阵好笑 不过也都默契地没有揭穿 黄师傅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呢 两人进了门 刘春芳大胆咧地问道 什么菜你闻闻不就知道了 黄本喜炒着菜说道 嗯 我闻出来了 是不是竹笋烧肉 刘春芳灵动地耸了耸鼻子 然后惊喜地问道 没得说 你的鼻子是真灵 黄本喜朝他竖了竖大拇指 那是 刘春芳得意地笑道 哎 那是谁的背包啊 林曼夏余光看到餐桌上放了一个背包 感觉有点熟悉的样子 边说边朝餐厅走去 其他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笑了笑没说话 刘春芳看着他们之间古怪的神情 心下 也在猜测这几个人搞什么鬼 林曼夏往餐厅里走过去 走过了隔板 走到餐桌前 曼夏 叶辰忽然出现在他后面 高声喊了一声 哎 林曼夏被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地猛地转了过来 结果脚下两脚一半 往后面倒去 说时时乃时快 叶辰上前一把抱住了林曼夏的腰 往回一楼 就将惊魂未定的烂曼夏 抱到了怀里 林曼夏惊魂之间 还没看清楚是谁 就感觉到自己被抱住 当即挣脱折起来 这才看清楚是叶辰 登时又惊又喜地说道 哎呀 怎么是你啊 吓人家一跳 林曼夏忍不住小泉泉 捶着叶辰的胸口 哼哼 对不起啊 想着给你的惊喜呢 没想到成了惊吓了 叶辰抱着林曼夏的腰 笑着说道 真是讨厌 林曼夏嘴上是这么说着 双手却抱住了叶辰的脖子 闭着眼 嘴角微笑 一脸的幸福 两人紧紧地拥抱着 见面的喜悦 让他们全然忘了 这还有几个人呢 哎 好了呀 别在这里 撒糖了行不 你们不嫌腻 我们都嫌哭得慌 刘春芳在那边怪声说道 这时林曼夏才反应过来 连忙松开了叶辰 满脸的羞红 刘老师 怎么能这么说呢 人家林老师和叶辰 这么长时间没见过了 这抱一下有什么的 刘长明在那边帮着 叶辰他们解释道 来来来 你们小两口温存的话 稍后再说啊 开饭了 这时黄本喜 端着一碗菜到餐桌上 边放边说道 黄师傅 怎么你说话 也这么不着调了 林曼夏羞怒地 对黄本喜说道 呵呵 好了 大家坐吧 今天正好叶辰也来了 咱们正好聚一聚 这明天林老师和刘老师 就要出去 准备参加考试了 咱们今天就借这顿饭 来给两位老师践行 老黄 还有饮料没 刘长明转头 对着黄本喜问道 哟 我这就拿去 黄本说着 就转身到靠墙的 一个柜子呢 拉开门 从那里面 拿出来一瓶可乐 然后又从桌子上 拿了几个杯子到桌上 给几个人将可乐倒上 来 大家端起杯 以饮料代酒 祝林老师和刘老师 你们齐开得胜 榜上提名 刘长明带头 端起了杯说道 对 祝你们齐开得胜 其他人包括叶辰 都也端起了杯子 朝着他们两个说道 谢谢大家的吉言了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林曼夏和刘春芳 也端起了杯子 几人一起碰了一杯 校长 这我和春芳明天走 明天到我们俩的课 还要拜托你们了呀 林曼夏给刘长明说道 明天是星期五 他们要先行出去 国考考点是在省城 离他们这里 还是有一段路程的 放心 交给我们就行了 刘长明说道 对 你们那就被操心了 专心参加考试就是了 向老师也跟着说道 谢谢了 林曼夏和刘春芳说道 吃过了午饭 午休时间 夜晨和林曼夏聊了一会儿天 下午他还有课 等到他去上课 闲得夜晨又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夜晨就带着林曼夏和刘春芳 一起离开了村子 顺路到镇上 又带上了另外三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刘春芳的对象 都是去参加国考的 到了省城 夜晨按照林曼夏给的考试地点 找到了地方 然后陪着他们 进去逛了一圈考场 出了考场 夜晨搜了一下附近的宾馆 一般的快捷酒店都没房了 不过也能理解 这考试期间 这里的房间 还不早都订出去了 于是夜晨搜寻了一番 找了一家高档酒店 总算还有房间的 夜晨出面订了房间 说他请客 让这些人放心住 夜晨 这真是太谢谢你了 让你破费了 刘春芳的男朋友 对夜晨说道 说的哪里话 你们住好了 才能考得好 这样未来国家多几个好官 我这也是功德一件不是 夜晨说笑道 接下来的两天 这几人全心地 投入到考试里面 不是考试 就是在温习 而夜晨全程给他们做后勤 服务他们的方方面面 两天的时间结束 夜晨靠着车 看着从考场门口出来的林曼夏 迎了上去 怎么样 考得还行吗 夜晨笑着问道 林曼夏伸了懒腰 深呼吸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总算是考完了 可累死我了 自我感觉还行 不过具体的 也得等到成绩出来才能知道 林曼夏轻松地说道 等了一会儿 其他人也陆续出来了 夜晨带着他们 晚上出去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 夜晨又带着他们 回到村里去了 毕竟他们都还有嗑药上 夜晨在那边又住了一晚 第二天才离开 又过了一天 才终于回到了家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12月份了 眼看着还有不长的时间 杨历这一年就要过完了 夜晨想着 也准备学城里的公司那样 搞一个年会 让自己的员工 也都出些节目 大家一起乐一乐 不能咱农村的人 就只会埋头干活 也该有一些精神上的娱乐活动 于是 夜晨开始组织旗下的几个负责人 召开会议 年会流程上吗 其实夜晨的打算 也跟外面一般公司的年会差不多 无非是总结一下 一年来的成果 对明年的规划和期望 接下来 就是组织一场员工文艺会演 让他们组织下面的员工 积极地报名参加活动 别总是以为 农民就跟才艺这两个字 天差地远的 其实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他们也都是追过心 赶过潮流的 只是后来家庭的重担 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喜好罢了 就像夜晨自己的老爸 夜晨就经常看到 他没事哼着一点黄梅戏 而他妈田惠芳 现在也经常晚上和别人一起去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任务布置下去后 他们也分头开始动员自己下属的员工 而年会的地点 就也放在了云峰山庄的宴会厅里 那里有现成的舞台和音频音响这些东西 而且二三十张的桌子 直接围坐着就行 开好了年会 直接聚一次餐 再好不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下面的节目也一个个地报了上来 本来因为都是没上过舞台的一群农民 不敢跑到人前表演 但是架不住领导们的动员 而且听说到参加演出的都有奖金拿 平时的工作之余的练习也都是有加班费的 这样才让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报名了表演节目 年会临近 宴会厅里也开始装潢起来 整体上是以绿色和金黄色为基调打造 这也是农村最主要的色调 绿色代表生机 代表希望 而金黄色代表着收获是丰收的象征 12月23日 年会的日子 时间定在了晚上 这样也都不耽误白天的工作 整个山庄里面的所有灯光亮起 五彩光滑照耀 自黑夜里映射出一片光亮 各处的员工陆陆续续的开始集结到山庄 其他几处除了留了几个职守的人员外 基本上全到了山庄 弱大的宴会厅里坐满了人 一个个喜笑颜开 闹哄哄的在聊着天 吃着零食 每个桌上都摆了不少的瓜子零食和瓜果饮料 就这宴会厅现在坐着的人员都有一百多人了 叶晨作为总负责人上台发表了一番讲话 讲了一下公司今年的发展变化 感谢了一番员工的贡献和付出 以及未来一年的计划和目标 下面坐着的员工 时不时地发出阵阵掌声 叶连山和田惠芳他们坐在下面 看着台上激情飞扬演讲的叶晨 心里说不出的自豪 接下来就是到了发年中奖的环节了 叶晨也按照一个月的工资标准 做几个月就折算几个月的 最早的一批做足了一年的员工 都拿到了足月的奖金 最低也有2500 而最新一批入职的就少一点了 一些重要岗位的或领导的奖金 没有在现场发放 免得引起一些员工心里不平衡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聚餐 同时也是文艺表演的时间 叶晨怕要是等文艺会演结束了 时间会太晚 员工们都得饿着肚子看表演 于是将吃饭跟表演一起进行 一道道的餐品开始上桌 随着随着叶晨一声令下 大家齐齐地动筷子开吃 而表演也正式开始 第一个节目是广场舞表演 一群大妈级别的员工 在凤凰传奇的音乐声中 进行了一段广场舞表演 穿的还是统一制作的演出服 虽然多少都有点缩手缩脚的放不开 但总算也还过得去 下面看的人边吃边看表演 笑声也一直没断过 不少的人还拿出了手机在那里录像 第二个节目是歌曲独唱 演唱者是山庄的一位小姑娘 今年刚高中毕业 就来山庄工作的 模样清秀 叶晨以前还没发现 这姑娘唱歌还不错呢 第三个节目上场 是叶晨农场的一位员工 五十多岁的年纪 手中拿着一件二胡 表演的是一曲二胡曲 还不错 反正叶晨也听不出来 专业上面的事情 好听就完了 两个节目结束 肆意主持着 开始第一轮的抽奖活动 这次叶晨也准备了不少的奖品 贵的有手机 便宜的 也有大桶的植物油 有那被抽中的 自然是满心欢喜 抽奖结束 第四个节目 黄梅戏对唱 作为地方传统戏曲 可以说 只要是8090前的农村长大的 就没有不会哼的 区别只是唱得好坏的问题 第五个节目 歌曲 第六个节目 笛子独奏 叶晨还真是第一次发现 原来人真的不可貌相啊 叶晨感觉自己 跟他们比起来 都是自愧不如 然后又是一次抽奖活动 会场里一个个节目再继续 员工们吃着饭菜 看着表演 见货还能受到一些小惊喜 最后一个节目 儿童合唱 这些员工家的小孩子们 小欣欣和小子瑞 也都在他们中间 齐声地唱着 让我们荡起双奖 看着一个个浓妆艳抹的 像猴屁股的小脸蛋 和那认真演唱着的样子 一场年会 在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 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年会结束后 大家又都精神饱满地整理心情 投入工作里 接下来的元旦 又迎来了一波游客的小高潮 天气越来越冷了 山叶黄了 一个天朗气清的一天 夜晨准备进山一趟 就是他们村的 那座高峰云峰山 至于为什么选择 在这个时候进山 就是因为 冬季山上的蛇虫鼠蚁 都开始冬眠了 被毒蛇毒虫攻击的可能性小 而且山上的杂草 也都已经枯萎 上山的阻力也会小很多 毕竟现在很少人上山了 肯定也没有人去砍路修路 田慧芳听说 夜晨要爬云峰山 当即表示阻止 小晨 那个云峰山上面 都没人上去过 你一个人怎么能进山呢 有危险怎么办 田慧芳说道 妈 不就是一座山吗 这大冬天的 也没有什么蛇虫鼠蚁再出来了 没事的 夜晨虽然一直以来 听说云峰山神秘 但想来 那也是因为 没什么人进去到深处的原因 毕竟村里的村民 就算进山打柴 还是干嘛的 也只会在近一点的地方活动 很少会有人往高处深处去的 你妈说的也不是危言耸听 当年我还小的时候 就听你爷爷说过 那山上可是出现过大老虎的 夜连山也比较严肃地说道 我们这里会有大老虎 爸 你不是吓唬我吧 这么多年 我们家的山上 除了见过一些野猪 野山羊兔子豪猪之类的 什么时候见到过 有猛兽的呀 夜晨听了有点不相信 自己自老家生活了 也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 那什么时候 也没见过 听过有大老虎的呀 你爷爷说的 是他年轻时候的事 据现在少说 也得有个五六十年的时间了 现在没看到 也不代表就一定没有 曾经肯定是有老虎活动过的 既然曾经出现过老虎 你也不知道 他现在身处会不会还有 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猛兽的 万一遇到了 岂不是危险了 夜连山说道 肯定是没有了 如果有不可能 这三十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的 而且 这次我准备 把咱家的五只狗都带上 说几十年前山上 有老虎夜晨 想想 应该是可信的 建国那会儿 全国还有不少的山上 有猛兽存在 可是随着人类活动的越来越多 那些猛兽 早就消失不见了踪迹 这是普遍的现象 所以夜晨也不是那么担心 田惠芳和夜连山 还是不大放心 最后他们看夜晨执意要去 夜连山说 就他陪着夜晨上去 夜晨说不用了 但是他们坚持只有这样才放心 夜晨想了想 也就同意了 吃过了早饭 两人准备好之后 夜晨开着车带着夜连山离开了家 夜晨执意要上云峰山 也是想进去摸索一下 看看能不能作为景点开发 放着这么一座招牌不去开发 都对不起云峰这个牌子 现在的小小知名度了 来到云峰村 居然不能进云峰山里面游玩 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啊 夜晨开着车向山里去 经过了山庄门口 开进了两道风 然后再进去到一个三岔口的时候 停了下来 将车停好 然后卸了车 将背包背到了肩上 这个三岔路口 左边就是进到百丈崖那边的 而右边一条道路进去 就是通往云峰山的 夜晨和夜连山 两人沿着小路走了一段距离 然后就看到了一处围栏 这地方是村里早前就围起来的 为的就是防止村民进山 不过时间久了 都生锈腐烂了 后来夜晨开发这里后 又将围栏更换了 重新上了锁 还在围栏外面旁边的高处 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正对着小路 以查看情况 夜晨从身上摸出了一把钥匙 然后打开了围栏上的门 两人走了进去 然后夜晨又将门重新锁上 爸 你以前 进过云峰山吗 两人走在小路上 暂时这段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旁边一条小溪 从山里流出 来过啊 当年在灵场上班的时候 这里也是我们的防火重点区域的 要经常来巡视的 进去里面的位置 应该还有一间防火站 不过我们防火工作 主要就是蹲守在防火站 禁止村民带火进山就是了 所以很少 深入到山里的 夜连山指了指前面说道 两人又前行了一会儿 夜晨看到了夜连山说的 那座防火检查站 是一个石头器的房子 大概有个三成三米的样子 石头墙上开了一扇小窗户 右侧有一扇木门 上面一把生了锈的老样式的锁 顶上是斜岩的屋顶 上面的瓦片 已经破损了不少了 中间好像还豁了一个大洞 这一看 就是废弃了很多年的了 爸 这座石头屋 应该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吧 夜晨问道 那是 少说也得有个七八十年了吧 当年这里也并不是防火站 最开始用来干什么的 估计现在没什么人能说得清了 一直也是荒废状态 后来我们就给修缮了下 当做是防火站了 没想到这才十几年没来 又变成了这副模样了 夜连山看着眼前的破烂的房屋 心里也是有点感慨 我进去看看 夜晨说着 走到石屋门前 推了推门 有门锁的那一边没开 另一边的门角 却可能是因为日晒雨淋的早已腐烂 结果直接向里面倒去 一阵支压声过后 那道门鞋挂在了左边 靠着门锁那里连着 夜晨站在门口朝里面看了看 屋内有一张单人的木床 和一张旧桌子 只是此刻地上床上和桌子上 都是碎瓦片 天上一个大窟窿 可以说是狼藉一片了 夜晨看了看 就退了出来 这里可真够破的 不过墙壁倒是好好的 回头咱给他修缮下屋顶 将室内布置下 应该会是个不错的样子 好了 咱们继续上去吧 夜晨说道 两人继续上路 越往前走 树越密 渐渐地 两人彻底地进入了树林里 云峰山很高 相应的上山的路 也就比较的陡 路依稀还在 可能是因为山上的树 常年的遮挡吧 树下面的路上 反而没有那么多的草 小路面上落了一层的松针 走在上面 斜底有点打滑 两人又上行了一会儿 夜晨看到 右侧隐隐约约的 有一个黑洞一样的地方 看起来像是一个山洞 爸 那边看起来有一个山洞 还不小的样子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夜晨指着拿那处黑洞 向夜连山问道 哪里 夜连山问着 看向了夜晨手指的方向 那里啊 那里是个燕子洞 春夏的时候 那里面会有很多的燕子 在里面筑巢的 你在家的时候 朝云峰山看的时候 应该看得到的 有一处没有树木 看起来是一块崖壁的地方 就是那里了 夜连山说道 哦 这个地方就是那块光秃秃的地方 夜晨恍然大悟地说道 没想到不知不觉 都已经走到这么高的位置了 咱们家能看到这里 那站在那应该能看到家里那边吧 夜晨说着 向那边走去 先前走了几十米 树木消失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处高大的崖洞 崖洞得有十几米高 像一个怪兽 张着血盆大口 在等待着猎物进去 这个崖洞的东面 即是那条流向下游的小溪的地方 只不过也许是进入了冬季 雨水少了 溪流里面的水量并不大 只有一点点的山泉水在流淌 连一点的声音都没有 夜晨稍微拨开了眼前的一些杂草 然后向崖洞那里走去 蹚过了一片崖草 夜晨来到了崖洞口 夜晨看向外面 视线真是豁然开朗 远方的村子变得非常的渺小 静在自己的眼底 夜晨努力辨认了下 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家所在的地方 可惜没带多望远镜 不然倒是可以看得清楚 这位置的视线实在是太绝了 欣赏了一会儿村子的景色 夜晨转过身 脚下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石头堆积的地面 凹凸不平 因为这些石头的原因 洞内也没有任何的植被生长 夜晨看着脚下 找着好走的地方 开始往山洞里走去 小晨 小心点啊 别走远了 夜连山在远处喊道 知道了 夜晨回了一声 夜晨向洞内走去 地面上的石头上 不时能看到一块块的白色斑脊 应该都是燕子之类鸟类的分辨 再看看四周和头顶 一个圆弧形的穹顶 非常的规整 墙上有不少的突出的小平台 上面有燕子坐窝的痕迹 当然 此刻是一只燕子都看不到了 燕子都南飞了 说不定 现在已经到了非洲了 以前夜晨一直觉得 燕子南飞 顶多是到广海这些地方 但最近他才听说 燕子是要飞到非洲南部去过冬的 简直刷新了他的认知 想想自家的燕子 居然是从非洲飞回来的 不得不佩服一下了 看着这天然形成的洞穴 夜晨不得不感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这么完美的力学结构的洞穴 他想找到一丝人力的痕迹 却没找到 大自然是如何造就了这神奇的一幕的呢 夜晨又往里面走了走 洞穴的光线也渐渐暗淡了些 夜晨从背包里面拿出了手电筒 然后打开来 夜晨此刻已经进入洞穴 走了十几米的距离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 夜晨看到了里面的情景 越到里面顶部也越向下 直到尽头处地面与穷顶连到了一起 夜晨估摸着 这山洞得有个二三十米深吧 夜晨向前走到了尽头 却在这时发现了异常 地面有几处明显用草垫成的 类似睡觉的地方 看样子 以前应该是有人在这里住过的样子 会是什么人呢 夜晨在旁边又仔细地找了找 结果发现了一口表面漆黑生锈了的锅 有点像电视里看到的那种 战士们行军路上 用来烧烫的那种行军锅 只是锅底开了裂 应该是因为这样 才被丢弃在这里的吧 夜晨还发现了一个碎成两半的粗瓷碗 爸 爸 你快过来 夜晨觉得好奇 就朝着夜连山喊了起来 想他过来认认 怎么了 什么事 夜连山声音传了过来 没事 我在洞里发现了点东西 夜晨回答道 我这就过来 等了一会儿 夜连山进了山洞 发现什么了 夜连山边往里走边问道 你看这里 好像以前这里住过人的样子 你知道什么人曾经住过这里吗 夜晨好奇地问道 夜连山听了夜晨的话 上前查看了一下那口锅 这种锅 跟咱们农村以前用的那种老式锅 还真有点不一样 应该不是咱们自己村里的人的 难道那个传说是真的 夜连山在那里喃喃自语 爸 你说什么 夜晨不解地问道 我们小的时候 你爷爷曾经跟我们说过 咱们村子当年曾经来过一支部队 他们就在咱们这附近的山上打过游击 也许是他们在这里面住过 夜连山回忆着说道 夜连山的父亲跟他说这件事的时候 他还很小 记忆也不是很清楚了 那倒是有可能 历史上咱们所处的地方 确实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 这样说的话 那距今应该有八十多年了 夜晨的历史 还是学得不错的 虽然记得不大清了 但自己家所在的大别山区 确实是新四军活动地区 只有这两样东西吗 夜连山问道 暂时只找到了这两样 夜晨说道 然后两人又在寺下寻找了下 结果夜晨在那些草铺的床下面 发现了一枚破旧的四方形蓝灰色布片 上面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些字迹 新四军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配用 夜晨看到这已经可以确定了 这里确实是那支部队打游击时住过的地方 这时夜连山也在石头缝里 找到了一支有点变形的行军湖 想不到咱们这里还是曾经的红色老区啊 回头回去了 我去跟村里面说一声 让他们跟这里报告一下 看要不要派人上来看看 夜晨只是把这些东西都拍了些照片 然后又将它们都留下了 没打算带走 嗯 然后两人出了崖洞 回到了来时的路上 然后继续是向上走 山路崎岖 冬天的树也没有那么阴郁 望太阳光能照射下来 倒是没有那么阴冷的感觉 渐渐的 路上的树突然变了样子 全都变成了特别大的那种古树 极齿围的树不在少数 而且都非常的高大 夜晨觉得 仿佛是进入了一片原始森林里面一样 爸 这上面的树 怎么都这么粗壮高大 和下面的那些 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夜晨看着这片树林感叹地说道 这里啊 应该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吧 当年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大炼钢铁 山上的树木 基本上成材的没成材的 全部都被砍伐光了 用来炼钢 所以 我们村周围的山上的树 其实都是那之后种上的 这里我看 应该是由于位置太高了 反倒是没有受到波解 才遗留下来的吧 夜连山娓娓道来 真想不到 咱们村里还有这么一块古森林 这在现在 可是不多见的啊 夜晨说道 现在全国除了那些极其偏远 人际罕至的山林地带 像这种纯粹的古墓森林 可是很难见到的了 是啊 这里已经是我也没上来过的地方了 看这样子 最近几年 应该也没人上来过 夜连山说道 上面的这块森林 跟下面森林的交界处 好像有一圈的路带 将上下分成了明显的两层 夜晨和夜连山 沿着这个平缓的路带横向走了过去 走了不知道多久 两人走到了山的背面的位置 眼前的景色 却是惊呆了夜晨和夜连山 这怎么可能 这也太美吧 夜晨不自禁地 发出一声惊叫 夜晨被出现在眼前的景色惊呆了 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色呢 语言好像都难以形容 夜晨他们转到了后面 本以为后面跟前面一样 结果眼前的谷底 不是山林沟壑 而是一处湖泊 四面环绕着一圈绵延的山峰 幽兰的湖水 被太阳光照射得波光凌凌 简直不要太美了 夜晨看着眼前的湖泊 心想之前一直觉得 百丈崖上面的水库 就算是高山平湖的景观了 结果现在跟眼前的一对比 就什么也不是了 看着眼前的湖泊 心胸都感觉到一下子开阔了 在这个小山村里 生活了近三十年 今年才发现了 太多以前没发现的美景 爸 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湖泊在 是不是好美啊 夜晨跟夜连山说道 是啊 我也不知道 这山背面居然是这样的 夜连山也不禁看到 相信不只是它 基本上本村 应该也没多少人看过吧 这上面的海拔可是不低 爸 我要把这里开发出来 这么好的美景 就这么失落在荒山野岭之间 实在是太可惜了 夜晨不禁感叹地说道 虽然光修一条路上来 就是个不小的工程 但夜晨觉得这一切都会值得的 这可不是个小工程啊 就下面上来 这条路修起来都要不少钱 再加上这边的开发 这么大的投入 你能坐得下来吗 会不会亏钱啊 夜连山有点担忧地说道 夜晨现在 是投资的手笔越来越大 这一年多光各方面 投入进去的钱 就得有上千万了 再要开发这云风山 这么大的地方 少说也要投入千万打底吧 他是真担心夜晨弄不下来 爸 这要想做大做强 肯定是要有投入的 咱们现在的景点还是太少 能够接纳的游客也有限 咱们将这片地方开发出来 那可操作的空间就太大了 说不定以后办好了 还能弄得三星四星的旅游胜地 那时候就是躺着都能赚钱了 这前期的投入 能算得上什么 夜晨看着眼前的美景 心中颇有点豪情万丈的感觉 准备大干一场 你这就是说得太理想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还是稳妥点好 在夜连山看来 现在夜晨做的这些事情 已经够大了 眼看着这也都开始有收入了 现在又要花大钱来投资 他总觉得不把稳 做事情肯定都是有风险的 但是不能因为有点风险 就不去做对吧 那样永远都成功不了 现在我有产业来支撑 我之前初步算了下 所有的产业都算上 今年的收入能有一千万元以上 支撑这里的开发 那是绰绰有余的 夜晨说道 真的有那么多吗 夜连山听着夜晨的话 心里很惊讶 没想到夜晨的这些事情 能赚到那么多钱 之前他只是听说 他的东西卖得不便宜 却也不知道这么赚钱啊 让一个以前一年 最多能赚个几万块钱的老农民 去想几百万上千万的盈利 这本身就不太可能了 当然了 我心里有数的 不会乱来的 夜晨宽慰地说道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夜连山心不在焉地随口说道 爸 你说这么大的湖泊 它水都哪来的呀 夜晨好奇地看着眼前的湖泊 这么大的湖泊 四面都是山巒 有高的也有低的 但是怎么看 也没有那么多的水流下来的样子 这我也就不清楚了 说不定是常年累月的雨水 下上山泉水才形成的吧 夜晨心想 山泉水再多 也不会形成这样的湖泊吧 八成是湖底什么地方有裂缝 地下水渗处才有可能 爸 我们下到谷底湖边去看看吧 夜晨想近距离看看那个湖泊 这都大中午了 还是先吃点东西再下去吧 夜连山说道 夜晨抬头看了看天上 太阳已经正当空了 不知不觉的 上午逛爬这座山 就花了两三个小时了 夜晨和夜连山 找出了个地方坐下 然后他从背包里 拿出来准备的面包和矿泉水 两人坐在那 看着眼前的风景 吃了起来 吃完了面包 两人起来重新出发 看是向着山下的湖泊走去 这会儿是真的没有路了 还好夜连山带了弯刀 他在前面开路 夜晨跟在后面 大概下了一公里左右 两人终于来到了谷底的湖泊旁边 站在湖边 向着前方看去 跟刚才从山上面向下看 感官又不一样 湖边落了厚厚的一层落叶 踩上去有点软乎乎的 看来树叶下面的是淤泥 现在应该也是进入了枯水期 湖水退下去了不少 形成出来的一片滩涂 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 这里的温度 好像比其他地方要高不少 夜晨小心翼翼地 踩着软泥走到了湖边 将手伸进水里 试了试水温 水温也很适宜 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 爸 这水一点也不冷爱 这地方温度也挺好 你感觉呢 夜晨转头跟岸边的夜连山说道 好像是啊 这下面比外面感觉温度要高不少 还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夜连山此时也感觉到了 这地方的特别 这就是明显的东满下凉的一处地方 开发好了 绝对的 到时候游人如知了 夜晨开心地说道 他也没想到 这山里面还有如此一块宝地 好了 你想怎么弄回去再说吧 咱们也该回去了 回去还要一段路得走 迟了咱们回家天都得黑了 两人在下面逛了一会儿 夜连山拿出身上的手机 看了看时间 然后对夜晨说道 嗯 等我拍些照片和视频再走 上来一趟不易 夜晨拿着手机 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之后 才同夜连山往回去的路上走 爬了半个小时的山 才回到了上面 然后沿着来时的路 开始往回走 爸 云峰山上面那一段 咱们还没上去 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样的 夜晨看着上面满是古树的山间 到达山顶 还有一段距离 今天是没时间上去了 等以后再来吧 今天还是赶紧下山 等到太阳下山了 温度可就低了 山里面可比外面冷多了 夜连山带头下山 夜晨紧跟在后面 下山比上山要快了很多 只是脚尖在鞋里面往前底的有点痛 上来花了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下山才花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来时的那个小时屋那的时候 夜晨看了下时间 已经四点了 太阳也已经快下山了 这白天的时间是真的断了太多了 夏天这时候 太阳还在头顶呢 夜晨还看到有个未接来电 是田惠芳打来的 看时间应该是他们 在山上的时候打的 得 妈之前给我打电话了 我没接到 这回家肯定要被说了 夜晨对夜连山说道 你妈也给我打电话了 我也没接到 夜连山拿出手机来看了看 也有两个未接电话 那咱们 你赶紧回去吧 估计老妈着急坏了 夜晨和夜连山 加快了脚步 回到了家 夜晨躺到沙发上 走了一天的路 可是有点累 腿肚子都在打颤 爬这么长的山路 夜晨还是很久之前的儿时才做过的 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爬山了 你们父子两个 这是跑到了什么地方了 这时候才回来 田惠芳看到他们回家 忙着上前问道 跑得还挺远 和小陈两个爬了很高的位置了 还跑到山背面去了 夜连山回答道 跑那么远做什么 下午打电话都没打通 还以为你们出什么事了呢 田惠芳不满地抱怨道 能有什么事 可能那时候 我们正好在山北面的地方 手机没信号吧 躺在沙发上的夜晨说道 你就是闲得没事干 在家待得好好的不行 非得往那些山嘎拉里跑 田惠芳美好气得道 你不知道 这叫无限风光在险风 那上面的风景可好了 以后带你上去看看去 夜晨笑着说道 什么风光在险风呢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没那个体力 往上面爬山了 田惠芳道 见两父子安全回家 他也放心了 说着 就拿起了一个菜篮子 我去菜园摘菜去了 你们中午都没吃饭 饿了吧 我们吃了的 小陈带了面包和水 夜连山说道 那些东西哪能饱肚子呢 我去摘菜回来 就做饭 田惠芳说着 迈着脚步出了家门 在查探了云风山的情况后 夜晨就将开发云风山的事 提上了日程 前期的准备工作 还是要做足的 夜晨找到了村里 说了对云风山承包下来 做旅游开发的事情 当然这时候 村里是做不了主的 就是镇里也没这个权限 夜晨和余文生 一起找到了镇里的柳修文 然后找到了市里 花了不少功夫 才将合同签了下来 这个景点自此 就由夜晨的公司 负责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了 接下来 夜晨也和其他人 又上去了几趟 将山上的情况 彻底摸清楚了一遍 就是那云风山顶 他也上去了 山顶上是一整个的石头山 靠外边有几颗歪脖子的 形状奇特的松树 有点像黄山松一样 造型别致 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 体型不是太大 但这种东西 可不是看大小的 也许一点点大小 其实已经几百上千年的树林了 峰顶大概一块 一百平方米左右的面积 奇特的是在山顶 靠南边的一侧 靠着石头山的一处凹槽里 有一个石器的小石室 大概两米宽 一米多的近身 高约两米多 前面的门 正好可以供一个人进出 后面的墙壁 就是后面的石山 凸出来一块 上面衣衫石雕着了一尊 造型简单 线条古谱 面部模糊 正经微作 双手自然垂落 放置于两腿之上 下面做的就是那一体的石头 只做了简单的雕琢 整体看上去 就是一尊佛陀 或是道尊 端坐于一块石头之上 双目微睁 凝视着云峰村 发现这处地方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这无人涉足的云峰山顶 居然有这样的东西 简直就像是武侠 和玄幻小说里看到的情景 只不过没有发现 那传说中的武功秘籍罢了 然而 这东西 却没有任何的史料记载 更不知是何年何月所见 但怎么这看起来 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东西了 叶辰自己看不懂 周围也没有人懂得 于是他拍了不少的照片 然后通过林曼夏的父母 找到了一位考古学的教授 他们夫妻俩都是大学的老师 正好认识人 叶辰将图片都给他们发了过去 那位考古教授 将照片反复研究了几遍 给出了他的结论 依据他的研究 这座石像的雕琢手法和形象特征上来说 这应该是一尊明朝时期的雕像 里面的那尊模糊的石像 也不是佛像 而是道教的 至于是什么人物 他的推测应该是真武大帝像 真武大帝的名号叶辰 也是极为熟悉的 明代也是真武大帝声势显赫 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时期 明朝初期 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 发动静南之变 夺取了王位 传说在燕王的整个行动中 真武大帝都曾显灵相助 因此朱棣登基后 即下诏特封真武为 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 并大规模地修建武当山的宫冠庙堂 建成九宫八关 三十六安堂 七十二延庙 三十九桥 十二廷的庞大道教建筑群 使武当山成为举世文明的道教圣地 并在天柱封顶修建经殿 奉赐真武大帝神像 因帝王的大力提倡 真武大帝的信仰 在明代达到了鼎盛阶段 宫廷内和民间 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 而且真武大帝的形象 是批发显足 叶辰又重新看了看自己拍的照片 确实这尊雕像头后面 似有一缕缕的粗糙的几个竖着下来的线条 应该就是头发了 而他的脚上 也确实像是赤足 加上其明朝时期的实相特征 叶辰相信是没得错的了 只是为什么 在这么个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顶 修建这么一座真武大帝庙 很可能与云风山的地理位置有关 一座云风山 可以说是整个地区范围内的最高峰 而且属于县域的北边 真武大帝为北方之神 北属水 故真武大帝又有水神之域 镇北方 主风雨 万物生存之所必须 应该也是当初整个县域百姓的一种美好期盼吧 叶辰可以想象 当年这上面应该会有不少的姓名 上来上香祈福 只是岁月蹉跎 不知什么时候 这里的香火也断绝了 叶辰其实也想上去的时候 直播那上面的风景 给自己的几十万粉丝们看看 再吸吸粉 可是那上面信号实在是不行 走到半山腰 就没信号了 叶辰想着 等到建设的时候 得找人来建设一座信号塔才行 已经入冬了 现在肯定是没时间来建设了 正好可以好好规划设计一下 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始 再去开发 时间来到了一月底 林曼夏他们这学期的支教时间也结束了 随着学校里面开始放假 他也从贵省回到了自己家 趁着年前还有一段时间 叶辰准备去一趟姑苏 去林曼夏家看看 自己到现在为止 还不知道林曼夏家的大门朝哪开呢 叶辰问了林曼夏的意见 他稍微犹豫了下 就同意了 叶辰也在想着 自己这第一次上门 带什么东西好呢 叶辰想 要不就将家里的农产品 带点过去算了 可是想想又不合适 哪有第一次上姑娘家 就带猪肉蔬菜的 想了想 还是问了问林曼夏他父母的喜好 但叶辰出发的时候 田惠芳他们 还是装了一点东西 在后备箱里 叶辰开着车到了卢城 逛了几个店 将要买的东西买好了 然后直接开着车 又上了高速 直奔姑苏城 姑苏城叶辰 曾经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对这座城市 倒是有一丝熟悉感 顺着导航开到了林曼夏家 车子停在了离他家较远的位置 因为他家那一带 是在一块传统的老民居那里 进去的路是一条石板路 没有地方停车 林曼夏在外面的大路边等着他 然后指引着他将车子 停在了附近的停车场 叶辰将给他父母的礼物 拿了下来 和林曼夏走进了巷子里 没想到你家会是 住在这种地方 我以前在这边的时候 只是在景区里 才看到这种房子 当时就好羡慕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家 叶辰走在石板路上 看着两百年的苏派白墙 辉瓦的民居说道 我家在这边定居的时间很长了 是老姑苏人 这边的房子 也是家里祖上传下来的 住着是真的很舒适 就是生活上有时候没那么方便 就像这车子吧 就不能开进来 一开进来 那路就没办法走了 林曼夏边走边说道 这样更好啊 没有那些现代的铁皮子碍眼 这里面才能像现在这么的安静 具有古典美 如果这期间走的人都 换成古装 那就像穿越回了古代的江南街道上了 叶辰悠悠说道 到了 前面就是我家 看那边 我爸妈在门口等着了 林曼夏指了指前面 叶辰顺着林曼夏说的 朝前面看去 看到林明远和宋燕芳 真的在前面的街道上 站着看向他们这里 四野看到了叶辰 两人面带笑容地 向他们这边挥着手 叔叔阿姨好 叶辰赶不上前 笑着躬身问候道 哎 好 终于到了 走吧 进屋 饭菜都准备好了 王爷梅热情地上前说道 对 先进屋 叶辰跟着他们进了屋子 他也是第一次进入这种苏派的民居 进了大门 一个不大的庭院 中间栽着一棵打理的很漂亮的树 两边靠墙 也摆着不少的盆景 正对着大门的是一间客厅 叔叔阿姨 这次来也不知道带什么礼物 就随便买了点 这是给叔叔的 这是给阿姨的 请你们笑纳 叶辰将手上的礼物递给了他们 简单介绍了下东西 送给林明远的 是一套文房四宝 听林曼夏说 他喜欢传统文化 平时没事的时候 喜欢写写毛笔字 所以叶辰专程去了一趟 买文房四宝的店里 什么宣纸 宣笔 挥墨 摄宴中高档水平地来了一套 而王燕梅 他也不知道送什么 就跟林曼夏合计了一下 根据他提供的尺寸 买了一件大衣 两人开心地接过了礼物 林明远听说是文房四宝 也是高兴的 当场就打开看了 阿诚 这一套东西 可是不便宜啊 让你破费了 林明远越看是越喜欢 脸带笑容地对叶辰说道 他对这些东西的价值 还是能看出来的大概的 肯定不会便宜 林曼夏也帮王燕梅 试了一下那件衣服 宋燕芳本身个子就不矮 穿上大衣也非常的好看 阿诚 你的眼光还真不错 这件衣服大小都刚好 颜色我也喜欢 王燕梅在镜子面前打量着 越看越满意 对叶辰也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喜欢 对了 我妈她们还让我给你们带了些土特产来 还在车子上 我再去给你们拿过来 叶辰说道 不用着急了 你赶了那么远的路 也累了 先吃饭 吃完饭再拿 王燕梅此时已经将那件大衣挂回了房间 听到叶辰如此说 随即说道 拉着叶辰就往客厅后面走去 客厅后面是一个餐厅 餐厅外墙上面是几扇玻璃木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景 光线很好 左手边有一扇门开着 叶辰顺着门走出去 外面是一个一米多宽的阎廊 阎廊外面就是一条河流 河流对岸也是一排的人家 这是江南明居最经典的样式 临水而居 两岸建坊 河里面还有一两艘屋棚船在游艺 山板上站着一位大叔 在双手滑桨 船舱内是一对年轻的男女 在四顾着两边的明居 说说 你们家这地方真是太适合居家了 没有汽车噪音的干扰 还能临水而居 这才是真正的江南水乡的生活 叶辰感叹道 哼 你只是看到了好的一面 其实这种老明居 真正的住家 你也是会发现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的 林明远说道 叶辰从阎廊走进了餐厅 看到林曼夏他们已经开始 从厨房端菜 他也上去帮忙了 吃过了午饭 叶辰回了一趟车子呢 拎着两个大袋子 又返回了林曼夏家里 乖乖 这阿姨是给你准备了多少东西啊 这么两大袋 林曼夏看着两个大袋子惊呼道 没什么 都是些吃的 叶辰说着 将东西一样样地拿了出来 都是各种包装装好的 最醒目的 就要数那一条大洋腿了 王燕梅和林曼夏 又是忙着将肉类的切剁打包 放冰箱里 下午 林曼夏陪着叶辰 叶辰漫步游览这个宁静的古老街道 叶辰真的很喜欢这种古老的建筑 和家家户户的那种真实的烟火器 这是与农村又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同样地令他着迷享受 晚上 叶辰塑在林曼夏家二楼的房间 窗户正对着那条河 晚上沿河两岸 都有彩灯亮着 映照着整条静谧的内河 照在水面上 反着亮光 叶辰找了把椅子 就坐在窗前 窗户开着 可以感觉到一点点的风吹进来 有一丝的冷意 叶辰起床打开了窗户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飘起了雪花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居然就这样静悄悄地来临了 雪花落到水面 消失在水中 这样失忆的一幕 倒是更契合古诗词里的江南了 叶辰穿上了衣服 打开门下了楼 下面林曼夏他们正在准备早餐 阿辰 起床了 客厅里坐在沙发上看新闻的林明远 看到叶辰下楼 亲切地打着招呼 叔叔早 阿姨早 曼夏 你们怎么都起得这么早啊 是不是我睡的时间太长了 叶辰挠了挠头说道 没关系的 时间也还早 才八点钟 王爷没笑着说道 昨晚睡得怎么样 林曼夏甜甜地看着他 太舒服了 我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 谁知这一起来 就看到窗外下起雪来了 叶辰说道 是啊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 今天可能要降温 你没带衣服吧 回头找见我爸的衣服给你穿上 林曼夏说道 不用了吧 我感觉还好啊 不是那么的冷 叶辰说道 这是在屋里 当然还好了 要是在外面 可就不一样了 来 先去洗手间刷牙洗脸吧 林曼夏从柜子里 找了一个未开封的牙刷 递给了他 叶辰拿着牙刷进了洗手间 拆了牙刷 挤上了牙膏 看了看台子上 正准备问林曼夏要个杯子 林曼夏突然出现在门口 靠在门上 手里拿着一个杯子 我正准备去找你要杯子呢 叶辰笑着接过杯子 然后打开水龙头 接了杯水 你赶紧洗吧 林曼夏笑了笑 然后走开了 阿辰啊 我也不知道 你早上喜欢吃什么 就随便弄了点 你吃吃看怎么样 王燕梅将早点端上来 放到叶辰跟前 阿姨你不用特地为我弄这些的 我早饭随便吃点就行了 叶辰看着面前的好几样的早点 想来王燕梅也是花了心思准备的 那哪行呢 大小伙子的 早饭一定要吃好 吃吧 王燕梅说道 嗯 叔叔阿姨 你们也吃 叶辰说着 和林曼夏互视了一眼 然后吃了起来 哎 今天应该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 吃得最饱的一顿早餐了 吃完了早饭 叶辰坐在沙发上 摸着肚子 对林曼夏小声说道 平时在家都是随便吃一点那就行了 在这里 王燕梅准备得太丰盛了 结果他们自己 三人倒是没吃多少 全进了自己的肚子了 谁让你吃那么多了 那么实在干嘛 林曼夏看着他拿衣服吃撑了的样子 忍不住笑着说道 你没看见阿姨在那边一个劲地劝着我吃啊 我能不吃吗 叶辰委屈地说道 活该你 死要面子活受罪 林曼夏呵呵笑了 今天下雪 要不咱们出去逛逛去吧 下雪的姑苏城 我还真没见过呢 以前在这边待了一年 也没见到过下雪 叶辰提议道 他特别想见见雪中的园林 行啊 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过下雪了 我去跟爸妈说一声 另外再找一件我爸的外套给你穿上 外面太冷了 林曼夏听了点点头说道 林曼夏跑了到了后面 找他父母说去了 阿诚 试试我这件大衣 你能不能穿上 没一会儿 林明远拿了一件大衣 出来对叶辰说道 这不用了吧 外面应该没有那么冷吧 叶辰说道 还是穿上的好 你就穿了这么一件薄的羽绒服怎么行 这大冬天的 要是弄感冒了 可就不好了 林明远说道 你就穿上吧 林曼夏接过林明远手上的大衣 然后拿过来往叶辰身上穿去 叶辰伸出了手 将大衣在了身上 林曼夏帮叶辰将肩膀上的衣服整了整 然后轻轻服了服衣上沾的绒毛 后退了两步打量着她 不觉两颊有点飞红 只见此刻的叶辰 身上穿着林明远的黑色大衣 一米八的身高 笔挺的身材 完全地将这件大衣撑了起来 双袖稍微短了点 但是更显得潮流的样子 虽然这件衣服有点老气 但是配上叶辰英俊的容貌 脸型棱角分明 见眉心目 嘴角微微带着笑容 却更显示出一种男人成熟的魅力 看得林曼夏有点湿了 阿辰穿上这衣服 还真是合适呢 不错 果然是个大帅哥的样子 林明远也在旁边看着 忍不住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是吗 那也是您的衣服好啊 叶辰听了微微笑道 哎哟 阿辰你穿着这衣服 可是比老林穿得好看多了呀 王爷没致时 也从厨房里收拾完出来 看着叶辰笑说道 叶辰被他们夸奖的脸 都有点红了 看着身前的盯着他看 眼睛里仿佛有星光在闪烁 脸淡微红的林曼夏 忍不住的也有一丝的自豪 好了 曼夏你也多穿点 你们就出去玩去吧 王爷没说道 阿姨 要不你和叔叔也一起 我们一起出去逛逛吧 叶辰问道 不用了 今天外面那么冷 又下雪呢 我们就不出去了 还是在家里暖和 你们去玩吧 注意安全 中午要是没时间回来 就在外面找个饭店吃 林明远在旁边说道 他们当然不会去当什么电灯泡 惹人讨厌了 那我先回房去换件衣服去 林曼夏说着上了楼 没过一会儿 换好衣服的林曼夏下了楼 只见他里面穿一件高领的黑色条纹针织衫 外穿一件粉色的毛泥大衣 V字形的大衣领口处 一条天鹅坠式的项链点睛装饰 腰上衣带打着一个漂亮的结 完美地展现了他曼妙修长的身材 一头柔顺的长发披在身后 用一个红色的蝴蝶结发夹竖住 脚灯一双黑色的长筒低根皮靴 肩背一个白色的胯包 端地是清新脱俗 甜淡优雅 叶晨看着他 嘴角不自觉地画起了弧度 看够了没 呆子 林曼夏走到叶晨跟前 微微娇撑着说道 没看够 够了 够了 叶晨收回了朱哥的目光 善善地笑着说道 引得旁边的林明远和王燕梅在那偷笑 叶晨和林曼夏在梁老的笑声中 陶冶式地离开了家里 走出了家门 头顶的雪花瞬间开始落到了头上衣服上 哎 你们两个把伞带上啊 后面王燕梅追出了家门 手里拿着一把伞 小跑了几步 将伞交到了叶晨的手上 然后又转身几步 快跑回去了 两人看着匆匆而来 又匆匆而去的宋燕芳 互相看了看 都笑了 叶晨一只手打开了伞 撑在两人的头顶 另一只手自然地握住了林曼夏的先手 将他拉着靠近了一下自己 两人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 落雪中的古城街道 又是另一番的景色和感受 然后叶晨开着车 带着林曼夏 两人第一站来到了狮子林 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 至今已有六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为元代元陵的代表 园内假山遍布 长廊环绕 楼台影线 趋近通幽 有迷阵一般的感觉 狮子林既有古典元陵亭 台 楼 阁 厅 堂 轩 狼之人文景观 更以湖山骑石 恫吓深邃而盛名于世 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 狮子林的湖石假山 既多且精美 胡石玲珑 洞鹤婉转 曲折盘旋 如入迷阵 有桃园十八景之称 洞顶其风怪石灵力 君似狮子齐武之壮 有寒辉 土月 玄狱 昂霞等名风 而以狮子风为诸风之首 清代学者于悦 赞誉狮子林武父 武反看不足 九上九下游未全 叶辰以前曾经造访过狮子林 像桌正元 刘元这些 他也都去过 但是总体给叶辰的印象上 还是狮子林布局紧凑 步步是井 处处是画 更为精致 而桌正元那种大则大矣 可是其间建筑多以损毁 消失不见 充斥的是树和花圃 如今反倒更像是一座公园了 不得不说是有点遗憾 以前叶辰来的时候是夏天 如今来 正好赶上下雪 所见所赶 却是又别样风貌 叶辰买了票 和林曼夏 两人走进了狮子林的大门 徜徉在廊道上 一个个的假山顶上 寄了些雪花 各种形状的罗汉松和风景树上 也都落了雪 那一抹的雪白 却让景色有了不一样的美 叶辰和林曼夏 继续在里面漫步 不觉走到了石坊上 看着面前的一片湖面 和水中的假山 满天的飞雪 人常说 故宫下了一场雪 就成了紫禁城 而这园林下了一场雪 仿佛就变成了古代的冰雪江南 叶辰找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让他帮自己和林曼夏拍一张照片 那位年轻人很爽快地答应着 接过了叶辰的手机 然后选了一个角度 给叶辰他们拍下了照片 叶辰上前接过了自己的手机 感谢了那个年轻人一番 然后和林曼夏 看着自己两个被拍下来的照片 照片里 叶辰揽着林曼夏的腰 林曼夏头微微整在叶辰的肩上 两人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甜蜜的微笑 站在曼雪的园林里 两个身穿大衣的年轻情侣 颇有点民国时代的那种感觉 曼夏 你说我们这身造型 加上这所处的地方 是不是拍出来的 像有那种民国的感觉啊 叶辰满意地看着这张照片 向林曼夏问道 嗯 是很像 如果整个画面再复古一点 那就更像了 这样子拍出来的太鲜艳了一点 民国可没这么好的照片色调 林曼夏看着照片说道 倒也是 没关系 我来修饰一下 现在手机的修图功能 可是强大得很 叶辰说着 就在手机上操作起来 其实也很简单 稍微操作了下 一个复古的民国风的图片出来了 对 就是这种效果 看起来比那鲜艳的那种颜色好看 林曼夏看着出来的效果 很是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行 等一下出去了 咱们找个照片打印的地方 给他打印出来 回头你挂到你房间里去啊 叶辰笑着说道 你怎么不挂你房间呢 变态 林曼夏等了他一眼说道 这怎么叫变态呢 那那些在卧室挂一副大结婚照的夫妻 还不都是变态了 回头多洗几张 我也在房间挂一张 叶辰回答着说道 谁跟你就夫妻了 林曼夏听得称怒着捶了下叶辰 叶辰只是呵呵笑着 两人在园林里漫步着 游完出来也已经中午了 在旁边找了一家火锅店 找了二楼靠窗的位置 热吃着热乎乎的火锅 看着窗外的落雪 还是很惬意的 下午两人又去了博物馆 要了解一所城市 博物馆是最佳的去处 两人徜徉在博物馆里 林曼夏做了一回导游 给叶辰介绍着 她是家学渊源 书香门第 自小就受到父母对历史的教育 自然不是叶辰这种半调子 能比得了的 游完了出来 两人就准备回去了 叶辰顺路找了一家照片打印馆 将那张照片打印了几分 回到家 天色也暗下来了 第二天一早 林曼夏告诉叶辰他 舅舅他们要过来 叶辰脑子里待了一会儿 然后才反应过来 林曼夏他舅舅 不就是秦姐的父亲吗 他们怎么会这时候到你家来啊 那秦姐和响哥他们 也过来吗 叶辰问道 昨天晚上 好像我妈跟我舅舅打电话 说起了你在这 这不 他们就打算过来了 林曼夏说道 舅舅家就在姑苏城北 过来很近的 秦姐他们在深城住 这次应该是不会过来的 林曼夏继续说道 虽然上次见过你舅舅舅妈 但是这次听说到他们要来 怎么还是感觉到有点紧张呢 以前在自己家的时候 都是见过的 但那时候就感觉没什么的 这次叶辰却不自觉地捏了捏手心 有点紧张了 哼哼 有什么好紧张的 你都见过他们 他们很随和 很好说话的 林曼夏看着叶辰的样子 不禁有一丝的笑意 但同时又觉得 叶辰是在乎自己 才会在乎自己的家人和亲戚 希望在他们面前表现最好的自己吧 想到这里他的眼里 又充满了温情 下次让你一个人到我家去一趟 我看你 能不能表现得 像你说得这么好 叶辰看林曼夏在笑自己 忍不住地说道 好了 那你就好好准备准备 调整一下心态好了 林曼夏没有接叶辰的话 对了 舅舅舅妈过来 我这没准备礼物 给他们啊 要不咱们 你现在出门买点 叶辰这次来 也没想到林曼夏的舅舅 他们要过来 只准了给他父母的礼物 没关系的 是他们到咱们家来 又不是我们到他家去拜访 不需要特地准备的 林曼夏摇了摇头说道 我看还是问问叔叔阿姨去 别到时候 弄得礼数不周就不好了 叶辰不放心地 又去找到林明远和王燕 没问了一下 得到的答案 也是不用特地准备礼物 叶辰才稍稍放心 吃过了早饭 叶辰帮着林明远 清扫院子里的鸡血 扫了一条路出来 上午九点多 林曼夏的舅舅王仁和 和舅妈刘慧英 就来到了林曼夏家 哥 你们来了 看到王仁和他们进了院门 王燕梅先行上前打了声招呼 燕梅 这是给你带的点水果 叶辰呢 在你家吗 刘慧英将手上提着的一袋水果 递给了王燕梅 这时候 叶辰他们也出来了 舅舅 舅妈 林曼夏开心地跑到刘慧英身边 亲切地抱着她的手臂 亲切地叫道 舅舅好 舅妈好 叶辰也跟着林曼夏叫了起来 哎呦 好 好啊 这你叫了我一声舅舅 我这都还没准备红包呢 王燕和开心地笑着 手在身上摸了摸说道 不用 不用 叶辰连忙摆手道 叶辰也是一时没在意 就跟着林曼夏叫了起来了 看了看林曼夏 他这时正瞪大眼睛看着她呢 四眼没想到她会这么叫人 得 还是你们待遇好 我们这还没享受到这待遇呢 林曼远在旁边嘘声说道 叔叔 我不是 叶辰与智 不知道怎么说了 一脸的迥样 哈哈 好了 逗你呢 别急 再吃点叫也可以的 来 我们进屋聊 林曼夏爽声大笑着 邀请王仁和他们进屋 林曼夏故意落下了脚步 靠近叶辰 用手凝了一下她的腰 你干嘛乱叫啊 她不满地娇称道 四 你轻便啊 这不是一时没注意 就跟着你叫出来了吗 叶辰双手摊开 微微耸肩 一副无辜的表情 你啊 林曼夏看着叶辰的样子 也没话说了 进了屋 林明远正拿着茶叶盒 准备泡茶 叔叔 我来吧 叶辰上前接过林明远手里的茶叶盒 行 那你来泡 林明远笑着将茶叶盒交给了叶辰 然后坐到了沙发上 和王仁和坐在一起 叶辰接过茶叶盒 开始泡茶 今天路上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积雪啊 雪昨天晚上就没下了 还好 就是地面还是湿的 积雪并不多 王仁和回答道 茶好了 叶辰将泡好的茶推到他们面前 小陈啊 来 你也过来坐 王仁和对叶辰喊道 叶辰听话地走了过去 三个大男人坐在沙发上 而三个女人都到厨房里去了 应该是准备午饭了吧 小陈啊 你父母他们都还好吧 王仁和问道 好呢 都好 让我问候你们呢 说让你们有时间就过去玩 叶辰点了点头 说道 是吗 我们有机会 一定会过去的 听国祥说 你那边又新增和开发了不少景点啊 王仁和问道 是啊 比你们上次去的时候要多了一些 不过最近我又签了一项开发协议 准备对我们那里的那座云峰山开发出来 等到开发好了 你们也可以上去参观参观 那上面景色确实不错 叶辰介绍道 云峰山 就是你们那边 列座最高的山峰吗 上次你让我帮你找人鉴定一个石像的时候 不是就说是在云峰山上吗 林明远想了想 想起了 上次叶辰找他帮忙的事 对啊 就是那座山 前段时间 我在家没事的时候 和我爸上去过一趟 那上面的景色确实不错 值得开发 而那山巅上的石庙和石像 也是这次上去发现的 叶辰说道 看来 你们那山上还真有点名堂啊 等你那上面弄好了 我一定亲眼上去看看 林明远说道 随时欢迎啊 我准备明年开春就开始投入建设了 都是一些简单的改造 相信要不了几个月 就能投入使用的 景区建设 主要也就是道路的铺设 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听国祥说 你们现在合伙开了一些高档菜品超市啊 怎么样 现在的生意还好吗 王仁和又问道 还行吧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还是比较的受欢迎的 怎么 翔哥没有给你们送菜过去吗 叶辰问道 有送 都有送 还给了我们你会员卡 可是店离我们太远了 来回也不方便 王仁和说道 他也给了我一张卡 也是太远了点 林明远也是如此说道 这样啊 具体的店开在哪 我也还不是很清楚呢 主要都是以他们的会员客户的集中区域来分布的 所有开店的事都是刘国祥一人来的 叶辰并没有参与过 也没有到店里面实地看过 你倒是放心交给他啊 王仁和呵呵笑着说道 翔哥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我老家的东西能有这么好的削弱 可也是全都是他帮忙的功劳啊 只能说是我自己太懒了 只能让翔哥多操劳点了 叶辰也笑着说道 你们这也是相得一张 他帮你把菜卖出去了 你的菜也帮他将生意做大了 两相受益 再好不过了 刘国祥对叶辰的评价可是不错 没少在他面前叨唠叶辰 厨房里的三人 此刻也在讨论着 慢下呀 你和小陈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刘慧英问道 手里摘着菜 什么那一步的呀 就那样呗 林慢下含糊其词地回答着 跟我们你还瞒着 小陈刚才可是都叫我舅妈了 我也答应了的 这个红包迟早是要给的 刘慧英笑着说道 要给你就给他 跟我说干什么 林慢下羞涩地说道 上次小陈还特地去了一趟 慢下支教那边的贵省了 回来还带了礼物送给了我们 王爷没说道 哦 还有这事情啊 看来是个有心的孩子 刘慧英点点头说道 嗯 上次我考试的时候 他又去了一趟 开车带着我们 弄好几个考试的人 去了省城 我们考试期间 所有的后勤工作 全都是他做的 考完是把我们送回学校 他又开车回去了 林慢下说道 还有这事呢 你回来都没跟我们说 这孩子真是太细心了 想得比我们都写 王爷没听了 也是连声称赞 自己孩子这么重要的考试 他们也只是打了个电话 鼓励了一番 叶晨能做到这样 可是不容易了 小陈这孩子 我真是看着哪哪都不错 刘慧英也对叶晨印象很好 林慢下听妈妈和舅妈 都对叶晨很满意 也挺开心的 偷偷看了眼外面客厅里 和父亲舅舅聊着天的叶晨 中午 叶晨陪着林明远和王仁和 喝了不少酒 头都有点晕晕的 结果跑到床上睡了一觉 醒来已经是三点多了 叶晨下的楼来 看到四个长辈居然在打麻将 林慢下在他妈妈旁边看着 醒了呀 头还昏不昏啊 林慢下看到叶晨起来 连忙上他跟前关心地问道 还好 酒醒了 叔叔阿姨还会打麻将啊 叶晨来到他们桌前说道 嗯 没事的时候打发时间罢了 小陈你会打吗 要不你来 我等一下正好也要开始准备晚饭了 王燕梅对着叶晨说道 我会我们家的打法 你们这边怎么打的 我也不知道 叶晨说道 说道打麻将叶晨 是从小当玩具玩的 当然会 但是每个地方打法多多少少 都有点不一样的 别怕 让慢下教你 他会的 王燕梅说道 你会打麻将 叶晨看着端着一个水杯过来的林慢下 怀疑的口吻问道 来 喝杯水 怎么 我不像会打牌的样子吗 林慢下将水杯递给了叶晨 看着叶晨怀疑的眼神 有点不服气地说道 没有 怎么敢怀疑呢 叶晨呵呵笑着 喝了一口水 等我打完这一把 就让你来 东风 王燕梅说道 没事 我看您先打几排 学习学习 叶晨说道 虽然在老家 平时没事的时候 打牌的很多 老的少的都有 但是几个知识分子在一块也打牌 叶晨还是没想过的 在他的感觉里 几个知识分子在一块 肯定是聊点学术上的事 或是比拼下书法 下下棋之类的风雅之事 这之后 叶晨就坐在之前林慢下坐的位置 看着王燕梅打牌 林慢下靠着叶晨 小手臂撑在叶晨的肩上 来 阿晨 你来打吧 我去烧碗饭去 王燕梅又打了几把之后 将位子让了出来 叶晨便也就坐了上去 慢下 你可在旁边教教我啊 叶晨将麻将推进机子里去 边对着林慢下说道 没问题 林慢下说着 坐到了旁边的凳子上 向叶晨的位置移了一凳子 话说叶晨除了正月在家摸了几把牌以外 这一年都没打过了 主要也是没时间 已经每天就算没事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事的 以前自家那块 平时没事打麻将的叔叔阿姨也不少 现在很多都在叶晨的农庄干活 闲着的人少了 打牌的人也少了好多 叶晨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自己无心插柳的结果呢 叶晨有点陌生地抓牌 所有牌抓完 稍微理了下 这 这是不是听牌了 叶晨有点诧异地看着自己的牌 一对八条 然后是一二三万 二三四柄 三个北风 五六条 叶晨转头看了看身边的林慢下 虽然打牌的规则不怎么一样 但是听牌虎牌的都是一样的 这今天手气这么好的吗 你这 也太好了吧 我看了一下午 也没人上手 就有你这么好的牌啊 林慢下看着也是呆了呆 然后惊呼道 怎么 小陈抓到那么好的牌啊 妖姬 林明远笑着说道 然后打出了一张牌 抓那么好的牌 那看看你这把能不能呼 九万 叶晨的上家亡人和 也打出了一张牌 叶晨伸手抓了一张牌 然后习惯性地用手摸了一下 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又亲眼看了一下 居然抓到一张北风 这运气实在是爆棚了 四个北风开杠 叶晨说着 摊开了四个北风 然后又从另一个方向 抓了一张牌 杠上开花 一张四条摸上了手 虽然连自己都不相信 有这么好的运气 但是是真的糊了 叶晨将牌倒了下去 哼哼 小晨啊 你这牌也糊得太快了吧 我连一张牌都还没摸呢 刘慧英坐在叶晨下家 一张牌都还没摸 就是 你这也太快了 其他两人 也都看着叶晨倒下的牌说道 哼哼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打过不少次牌了 但是还真的没有遇到过这种牌 估计今天的牌运 全用在这一把牌上了 叶晨咧开嘴地笑了 打牌的都知道 糊了这种牌 那比捡了一百块钱还开心的 就你这还叫不会打牌 谁信呢 林曼夏在旁边笑意盈盈地说道 真不会 怎么算钱我就不会了 你来算吧 叶晨之前看了几把 算法跟自己家那边不一样 一时还没学会 这把不小哦 抵五花 荡开五花 小门青五花 地狐应该是五十花 总共六十五花你 对吧 爸 林曼夏一个个认真的计算 念叨着 嗯 不错 一个花一块 一共六十五块 林明远看着叶晨的牌数了数 然后点点头 打开抽屉开始给钱 这样一把就能赢这么多了 那你们这打的 可是比我们那边大 叶晨还是不懂怎么算的 不过确实不少 这也就是你这个地狐比较值钱 除掉地狐 也就是十几块的 所以算不上太大的 林曼夏在旁边说道 也对哦 叶晨你听了点了点头 一个地狐五十花 确实值钱 叶晨收了钱 然后牌局继续 叶晨跟他们玩着牌 林曼夏时而被王爷梅叫去厨房帮忙 完了又跑回来 叶晨身边看他打牌 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叶晨他们歇了牌局 叶晨将抽屉里的钱数了数 后来又胡了几把牌 但是算下来 还是赢了一百来块钱呢 这对叶晨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他打钱的牌局很少赢钱的 晚上叶晨没喝酒了 吃过了晚饭 叶晨要开车送王仁和他们回家 吃过了晚饭 大家又围坐着聊了一会儿天 大概九点多 叶晨出门送王仁和他们回去 林曼夏闲来无事 就跟着叶晨一起去了 林曼夏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行驶在黑夜的城市道路上 车内开着空调 舅舅舅妈 你们这边过年是怎么过的啊 要走亲戚的吗 叶晨边开车边问道 城里过年 肯定没有你们农村那么热闹 过年家人聚在一起吃个饭 正月也没什么拜年的 很少走动 王仁和在后面说道 那你们会去勤俭那边 和他们一起过年吗 叶晨又问道 在那边过过几次 我们也懒得跑那边去 来来回回的麻烦 王仁和回道 有时候 我们会和舅舅家 在一起吃年夜饭的 林曼夏说道 要不舅舅你们今年 去我们农村过个年怎么样 我们农村年味很浓的 节日气氛很好的 又热闹 叶晨对着他们说道 那不好吧 太麻烦你们了 刘慧英说道 不麻烦 人多热闹嘛 而且这次 我也是想邀请曼夏 他们一家也过去的 这也是我爸妈他们的意思 叶晨说道 他在家的时候 跟他爸妈说道 城里人过年都没年味 也不拜年什么的 田慧芳就说 让他过来这边的时候问问 看林曼夏和他父母 愿不愿意过去 我倒是对农村过年的样子 很感兴趣 这样 你看曼夏爸妈 愿不愿意过去吧 如果他们愿意去 那我们就陪他们一起过去 到你家那边过年 王仁和倒是愿意 反正他们家 就他们两个在家 要么就是到女婿家 要么就是和妹妹家一起 倒也无所谓 见到王仁和他们同意 叶晨也很是高兴 再回去做做林明远 和王燕梅的工作就行了 将王仁和和刘慧英送到了家 叶晨也被邀请着 去他们家里坐了一会儿 在他们家做了一盏茶的功夫 叶晨和林曼夏 就告辞离开了 曼夏 回去你也帮我一起 跟你爸妈说说 让他们去我家那边过年呗 叶晨开着车行驶在路上 朝林曼夏问道 可以啊 不过他们愿不愿意 我就不清楚了 林曼夏坐在副驾驶上说道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劝他们 他们肯定乐意的 叶晨信心满满地说道 两人回到了家 林明远夫妻两人 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看到叶晨他们进门 把你舅舅他们送到家了吗 林明远开口问道 嗯 送到了 我和叶晨还在舅舅家坐了一会儿呢 两人走到了沙发上坐了下来 林曼夏回答道 嗯 那也早点睡吧 都十点多了 林明远说着 就要起身回屋了 要不是等叶晨他们两个 估计他都已经睡觉了 叔叔 等一下 我还见识 想问问你的意见呢 叶晨叫住了林明远 什么事啊 林明远看叶晨叫住了他 随即又坐回了沙发上 疑惑地看着他问道 就是我想邀请叔叔阿姨和曼夏 你们去我家那边过年 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叶晨小心翼翼地问道 去你那边过年 这不好吧 林明远看了看身旁的王燕梅 对啊 小陈 我们怎么能去你家过年呢 这不合适 王燕梅也跟着说道 叶晨看了看林曼夏 朝他眨了眨眼 哎呀 爸 妈 叶晨诚心邀请你们过去 这也是想着 咱们这边过年不热闹 所以让你们去农村体验下过年罢了 而且 他们那边就是搞旅游接待的 说不定 过年也有不少人会到他们 那边过年呢 林曼夏在旁边帮着叶晨劝道 对啊 叔叔阿姨 我们山庄现在都已经订出去十来桌的年夜饭了 都是外面 城里的人 我们那边过年 还有舞师走完 花灯唱戏等节目 肯定非常热闹的 你们就一起去玩玩嘛 而且 曼夏他舅舅舅妈也都答应了 叶晨趁热打铁地说道 是吗 你舅舅舅妈他们说了要去 林明远被说得有点心动了 朝林曼夏问道 对啊 送他们回去的路上 叶晨问他们的 舅舅说 要是你愿意过去 他们就陪我们一起去 林曼夏随口答道 这样 那怕是会给你父母添麻烦吧 去你家那边什么都好 就是你家人太热情了 林明远犹豫着说道 才不会 他们可想你们过去了 你们要是愿意去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叶晨马上回答道 那行吧 我们答应了 今年就去你家那边过年 林明远看着叶晨那诚挚的邀请 也不想拒绝了 谢谢叔叔 离过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你们看什么时候去呢 我好安排一下 其实提前去 也可以看看我们农村准备过年的样子 还是挺热闹的 叶晨说道 不用特别准备的 那样弄得太麻烦了 过几天吧 我们家里弄好了就过去 林明远想了想说道 行 你们计划好了时间 让曼夏提前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叶晨说道 嗯 几人商定 然后各自回屋休息去了 接下来 叶晨又在林曼夏家待了一天 然后就告辞回家了 老家到了年底 自己还有不少事情要处理呢 过了腊月二十 过年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那些外出打工的 都陆陆续续回家了 而当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时 一个个的 都有点不敢认的样子 短短一年的时间 有的人中间还回来几趟的 多少还有点心理准备 有那出去一年中间都没回家的 是真的感觉到 变化有点大了 这些回来的早的村民 三三两两的 反正离过年还有几天 没事干的 就去叶城开发的景点 到他的山庄和民宿等地方逛逛看看的 倒是让这些地方 在这春节前的几天淡季 又热闹了起来 有不少在外面做生意的 有点钱的 反倒是开始光顾起叶城家的猪羊了 整头猪整只羊的 要买回去杀 他们这些人都是有很多的客户 主顾领导之类的要送礼 而现在城里人就喜欢这些农村的土东西 也有很多外地的托人来买的 一时之间 叶城家光整猪都卖出去十几头 其他的羊也卖出去不少 那鸡鸭鱼就卖出去的更多了 到这时候 叶城才能感受到 原来农村富起来的人也不在少数了 而这时候开始 村里每天都能听到猪叫的声音了 罪孽啊 罪孽 林曼夏也来电话了 他们准备好过来了 叶城将家里收拾了三间房出来 那月23 林明远他们一行五人 驾着一辆车来到了叶城家 而这时的叶城家里 正在杀年猪呢 叶城从养殖场里面 拉了一头猪和一头羊下来 到家里杀了 林曼夏他们到家的时候 叶城家里后院的猪和羊 才刚刚刮白呢 叶连山和田慧芳 他们热情地出来 迎接着车上下来的几人 叔叔阿姨好 林曼夏率先上前 给叶连山和田慧芳问候 手里还拎着些礼品盒 哎 好 曼夏呀 阿姨都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 田慧芳上前牵住林曼夏的手 满脸笑容地说道 叶老哥 你好啊 这次来要给你们添麻烦了 林明远对叶连山说道 说的哪里话 你们能来 我们可是高兴还来不及呢 正好今天咱们家里杀猪 中午让你们你品尝一下 农村的杀猪饭啊 叶连山淳朴的脸上 带着憨厚的笑容 引着大家往屋里走去 杀年猪啊 那我们可是来得正赶上时候啊 王仁和也笑着说道 其实选择这天杀年猪 也是叶辰在知道了 他们的具体到来 日期之后才决定 杀年猪 吃的就是那顿猪肉的味道 隔天了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叶辰接过了林曼夏手上的礼物 走在最后面 前面田慧芳拉着林曼夏 一群人走进了屋里 外面的邻居们 却在三三两两地讨论起来了 哎 那个姑娘真好看 是不是阿诚的对象啊 我看像 阿诚这么优秀的小伙子 也只有这样的姑娘才配得上 就是 就是 家里今天也是为了杀猪饭 也叫了不少人来 叶辰的舅舅一家 还有她的姑姑家 叶勤他们 也都来了 几个刚来的人 饶有想去的 跑到了后院 看看农村是怎么杀猪的 叶辰给美人泡好了茶 送到了后院他们的手上 然后来到了林曼夏身旁站着 怎么样 怕不怕 叶辰问道 这有什么好怕的 又不是杀的时候 林曼夏好奇地在那看着 也好像没什么不适的样子 叶辰家的几只狗 也在那里围着打转 家里家外的 都是人在忙碌着 午饭的时间临近 叶辰也跑去旁边的邻居家 开始叫人来吃杀猪饭 有一只在叶辰农场做活的 也有刚从外面回家的 还有叶辰的发小 午饭开始了 开了四张桌 全都做满了 里里歪歪热闹异异常 餐桌上是热气腾腾的菜品 宫愁交错间 欢声 笑语 小猩猩小子芮这些孩童喧闹其中 嘻嘻哈哈的 叶辰在旁边忙着给桌上的人 添菜上酒 他喜欢这种热闹 忙得也开心 下午 气温降了不少 外面吹着寒风 空气都是干干的 天上开始下起了雪来 这天气啊 真是的 在你们那边的时候 赶上了下雪 这回到家才几天 又赶上了下雪 真是怪了 叶辰就带着林曼夏 到阳光房里待着 开了空调 里面很暖和 加上那些绿植花卉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在冬天 那些吃过饭的邻居 也都离开了 眼看着天要下雪 亲戚们眼看着下雪了 也都赶紧回去了 害怕雪打了路上积雪不好走了 给叶辰家干活的员工 这两天也都开始收割 一批蔬菜提前储存起来 然后 有些嫩的蔬菜 也要做些保温措施 是啊 不知道我们家那边 这次会不会也下雪呢 林曼夏站在落地玻璃窗前 看着窗外的雪花 微微出神 那可说不好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何况隔着几百里地呢 我们这个山里面的气候 总是与众不同的 大山里的气候 比外面的多变得多 这里面下大雪 也许翻过一座山 就成了小雪了 不过 你们这里下雪的时候 可真好看 朦胧的大山 配上飘落的雪花 比城里怎么看都是房子的 要看起来舒服多了 林曼夏说道 这倒是 这种冷风气候下的雪 只要下个一天半天的 那整个小山村 就成了一片雪国世界 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 对面的那些山 也会完全地被白雪覆盖 那时候 眼睛看出去 才是真的舒服 一点脏眼睛的东西都没有了 叶晨喜欢家乡的四季 最喜欢的 还是下雪之后的样子 一切的东西 都掩盖在了冰雪之下 看上去那么地纯粹 和对面你的那些菜没事吗 林曼夏看着对面的菜地里 正在忙着收割的人问道 没事的 我们这虽然下雪可能会积雪 但一般温度不会太低 现在让他们收割一批存起来 也是怕下过雪之后 菜全都压在雪下不好起出来 雪下完之后 一般有个四五天 雪就能化掉了 叶晨倒是不是太担心 要不咱们看电影吧 怎么样 叶晨突然提议道 在哪看 林曼夏问道 就在这里啊 叶晨神秘一笑 然后在桌子的抽屉里 拿出来一个遥控器按了一下 然后只见阳光房 靠砖墙的那一面墙上 缓缓落下一面投影幕布 你这里还做了一个投影专职呢 这小小的阳光房 你还真花了不少的心思啊 林曼夏笑着说道 那是 这里可是我的梦幻空间 春夏秋冬 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叶晨对自己的这个小空间 可是很满意的 然后叶晨拉了两张躺椅 放在幕布的正对面 打开桌上的电脑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叶晨打开了播放软件 随便什么都可以的 林曼夏说道 那我们看一部 小三吧 你看过吗 叶晨在电脑上搜了一会儿 然后问道 没看过 说什么的 林曼夏问道 说的是一个 无法融入喧闹的都市人 选择回到了自由生长的老家 过起了日出而做 日落而系的传统生活 画面非常精美 里面的各种料理 也很治愈 叶晨说道 其实这部电影 也出来好几年了 叶晨也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他感觉 这部电影 跟这个下雪的冬天很配 好啊 那我们就看这个吧 林曼夏没什么意见 然后叶晨收到了电影 点击了开始播放 你先坐椅子上 我给你再拿条毛毯过来 叶晨说着 离开了阳光房 这里面开着空调 不冷的 林曼夏在后面说道 过了一会儿 叶晨回到了阳光房 手里还拿着几包零食 你爸妈和舅舅他们 和我爸他们在打牌了 两个桌子 玩得还挺高兴嘛 叶晨对着林曼夏说道 之前他们只是在那里聊天 这叶晨刚才下去了一下 看到他们分两个桌子 在打牌呢 这大冬天的外面下着雪 屋里生着火盆 几人围坐着打牌 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来 盖上毛毯 这里有零食 叶晨将一条毛毯 盖在了林曼夏的腿上 然后将零食递给了他 自己也坐到了椅子上 两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电影 外面下着雪 屋内暖和的 还配着绿色的盆景 这部电影有冬春片和夏秋片 现在看的是冬春片 电影设定了一个若有若无的故事 或者说 那个故事只是一个隐隐绰绰的背景 女孩无法融入东京的喧闹生活 决定还是留在故乡小森 这里被大片森林围绕 村子中的人们靠农耕为生 女孩每天自己种植 收割 自己制作食物 一个人安静地享用 偶尔与一个朋友分享 日子在春夏秋冬中静静流淌 这个田园木各般的故事 在当代社会中激进神话 但至于那安宁的乡村之中 完好的森林和人们之间亲密 但互相保留空间的教养 让这一切都令人幸福 也让人异常地向往 屋外的雪越下越大 落下的雪花 成了飞絮的样子 到了傍晚的时候 叶辰看完电影出来 地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了 一脚踩上去 脚面都给淹没了 叶辰去上面的养殖基地 看了查看了一趟 所有的牲畜 都已经赶回了院舍里了 有值班的饲养员看着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回到家 晚饭已经好了 第二天 早晨起来 天上的雪也小了 还有一点点的小雪在下 河里面也结了冰了 今天是腊月24 叶辰他们家习俗里的小年 叶连山和田惠芳 他们要去叶辰外公家 陪他们吃顿团圆的午饭 叶辰要在家陪林曼夏他们 所以就不能上去了 正好现在叶倩驾照到手 也会开车了 就由他开着叶辰的车 带叶连山夫妻俩 和叶连平夫妻俩一起上去 反正叶倩外公家 跟叶辰外公家 隔得也不远 抱歉啊 我们中午要去小城外公那边 去陪他们过小年 上午就只能让小城陪你们了 我们吃过午饭就回来 吃过了早饭 叶连山对着林明远他们歉意地说道 你们有事情就去忙 不用管我们的 林明远说道 那行 小城中午 你就带着他们去山庄里面吃啊 叶连山又对叶辰说道 这是他们昨晚商量好的 放心吧 你们尽管去吧 小倩 这路上都是雪 一定要慢点啊 叶辰将车子装上了防滑链 然后将车要是交给叶倩 不放心地叮嘱道 叶倩也是前几天才放假回家的 放心好了 我会小心的 慢下见 等我回来再陪你啊 叶倩开心地接过了钥匙 然后对林曼夏说道 好 路上注意安全 林曼夏笑着说道 然后 叶倩就开着车带着叶连山田惠方 和叶连平王宿梅走了 叔叔阿姨 这雪也小了 我带你们去看看 我们这边雪后的景色吧 看着叶倩开车走了 叶辰对着剩下的人说道 行啊 你做主就好 他们也是兴致高涨 外面的景色也很吸引他们 于是一行人出了家门 林明远他们五人走在后面 林曼夏和叶辰 走在前面引路 在前面的是叶辰的五条花色不一的狗 这几条狗现在是彻底地长大了 在前面的雪地里 兴奋地来回奔波打闹着 叶辰带着他们 先到了山庄那里 山庄里面也成了冰雪的世界 一栋栋的小民宿都积了雪 看着还真有点雪香的那种感觉 叶辰找到了表嫂 让他中午准备一桌饭菜 中午他们要在这里吃饭 然后一群人开始朝着山里走去 路上也看到零零散散的一些游人 应该也都是住在山庄里的游客 来到了百丈崖下 这里的景色更是美丽了 整个的崖上的瀑布 全都结成了冰灵了 从上而下地冻成了冰柱 当然 还有少量的水在那冰柱上面往下流 崖下的茅草屋上是白白的雪顶 竹木桥和栏杆上都积了雪 周边的山上也都是白色的一片 桥下有清澈的水在流动 仿佛置身于仙境当中 引得众人惊叹不已 然后一群人又沿着山路上到了崖顶 漫步在上面的山林里面 脚下踩着雪 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 冷不防地碰到了路边的树 一阵积雪砸下 头上脖梗里都浸了雪 一阵的尖叫 一群中年人 有说有笑的 此刻却仿佛年轻了不少 少了那份作为长辈时时刻刻端着的姿态 能真正地放开心地在林间游玩 叶晨拿着手机 不时地给他们拍着照片和录着视频 等到几人回到山庄的时候 饭菜早已准备好了 吃过了午饭 在山庄里坐了一会儿 众人回到了家里 叶晨发现父母已经回来了 田惠芳已经开始准备小年的年夜饭 在农村 过了小年 就算是正式开始进入过年的时间了 曾经过小年 农村晚上的主餐多是一道美食 猪头骨肉煮一米 杀了年猪剁下来的那个 包了猪头皮的猪骨头 放在锅里清水煮烂 包下来的肉 再加入一米 煮熟 这道餐品 也许在现在的社会看来 已经不是多么好吃的东西了 但是在曾经夜晨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那都是绝对的美味 现在很多人家不养猪了 也就不会做这道餐了 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上班 过小年的时候 也不一定就放假了 所以现在的小年的味道 也不是太浓 但夜晨家 包括他家周边的上下邻居家 却都很热闹 只因为他们家的年轻人 很多都已经回家 在夜晨的农庄等地方上班 还有他们自己家的民宿产业 所以 以前的那种 只有老老少少 在家的局面 已经大为改观了 曼夏 今天晚上 我们要吃一道 你们以前没吃过的东西 夜晨跟林曼夏说道 什么东西啊 林曼夏好奇地问道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夜晨没有回答 而是拉着林曼夏来到厨房 此时厨房里 田慧芳正在从墙上 将昨天的猪头骨 从墙上的挂桩上取下来 很大的一个猪头骨 你说的 不会就是那个吧 林曼夏看着那个大猪头骨 还有点害怕 尤其是那上面 还有两大眼珠子 对啊 就是这个 到时候放锅里纹烂了 那上面的肉 可是很香的 夜晨笑着说道 看着好恐怖的样子 包了皮的样子 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哑观了 哼 这有什么恐怖的 我几岁的时候 就经常盯着看杀猪老 怎么把他一步步地包下来的 夜晨说道 我可不像你 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呢 林曼夏白了他一眼说道 那今天就看看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夜晨笑着说道 妈 我带曼夏来学厨了 夜晨对着田慧芳说道 这有什么好学习的 曼夏这么精致的孩子 可不适合在厨房里待着 田慧芳看着林曼夏 满脸笑容地说道 阿姨 没事的 我也是好奇 阿诚说的那特别好吃的大菜 是怎么做出来的 林曼曼夏微笑着说道 其实很简单的 这种东西味道的关键 就在材料上 农家自己家养的猪 农家自己种的薏米 煮熟了之后 加上一点盐调味就行了 什么多余的佐料都不需要 田慧芳看林曼夏饶有兴趣的样子 于是也就跟他说道 听起来倒是很简单的样子 林曼夏听了点点头说道 步骤是简单 就是要花时间 骨头要熬几个小时才行 小陈 你将草堂里面的火烧起来吧 田慧芳说着 将清洗了一遍的猪头骨 放进了锅里 咬了几条水 淹没了整个猪头骨的位置 然后盖上了锅盖 叶晨听了 随即走到了灶门口前的凳子上坐下 拿起火钱准备烧火 叶晨 我来试试呗 林曼夏也走到锅门口说道 眼里充满了想尝试一下的神情 你来 你会吗 叶晨看着他问道 农村灶台里的火不懂的 还这不是那么容易烧得着的 小看人不是 你忘了 我在贵省那边教书的学校了 那里厨房用的就是土灶台 我也试过的 林曼夏说道 对了 我还忘了这呢 那你来试试 叶晨说着起了身 让林曼夏坐在那 曼夏 你别弄了 灰头弄得身上都是灰和烟灰就不好了 田惠芳在旁边说道 没事的 阿姨 我试试 林曼夏拎起火钱 这把铁的火钱 还是有点重的 妈 就让曼夏试试 叶晨说着 帮助林曼夏 握住了火钱的手柄 然后教他加柴火 点火 再塞进灶堂里 这些叶晨看来细以为常的小事情 林曼夏就没那么熟练了 加得松松散散老实掉 点好了火 火星子也是往下滴 好在经过努力终于塞进了灶堂 然后叶晨又教他塞了几根柴进去了 看着灶堂里的火烧起来 火红的火光照在林曼夏的脸上 那热量将他的脸照得红彤彤的 但是他此刻的脸上 却满是自豪感 看 我将火烧起来了吧 林曼夏歪着脑袋 笑着跟叶晨说道 厉害 叶晨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后实在忍不住地笑出了声 伸出一只手到他面前 林曼夏被叶晨笑得莫名其妙 你笑什么 林曼夏问道 看看你 都成小花猫了 叶晨用手在他的穷鼻上刮了一下 然后给他看了一下手指 上面一点黑黑的东西 哎呀 什么时候沾上的呀 林曼夏吓了一跳 赶紧要用手去擦 别动 还是我来吧 你又看不到 别等下擦得满脸都是 叶晨宠溺地笑着阻止了他 然后从口袋里摸了一包纸巾出来 抽了一张 林曼夏闭着眼 养着高挺的穷鼻 睫毛微颤 等待着叶晨帮他擦灰 叶晨看着火光照耀下的他的精致的面容 和那鼻头的一点点黑灰 突然觉得有点调皮 又有点可爱 叶晨用纸巾轻轻地擦干净 他鼻头上的一点灰 好了 叶晨温柔地说道 林曼夏睁开了眼睛 然后用手在鼻子上摸了下 又看了看手指 确实没有了 好了 尝试过了 我们出去吧 刚才天的茶能烧一会儿了 叶晨对林曼夏说道 好 尝试过了 林曼夏的好奇心也得到了满足 叶晨和林曼夏出了厨房 啊 你这院子中间的那棵树上的是柿子吗 林曼夏抬眼望向院子里 院子里的两棵树上都只剩下了枯枝 叶子早已落尽 此棵树枝上也都挤满了血 但是有几个红色的柿子挂在树枝上 红色的柿子上面覆盖着积雪 看起来特别的显眼 对啊 是柿子 去年建房的时候 从前面的位置移植进来的 当时整个上半部分的粗枝 基本上都锯掉了 就剩下一个主干 今年又长出了新枝 还接了几个柿子 可是就那么几个 我也懒得摘了 就那样一直挂在上面 叶晨看着那棵柿子树说道 那另一棵呢 是什么树啊 林曼夏又看向了另外一棵树 那棵是枣树 你夏天来的时候 应该看到过啊 叶晨说道 那时候我也没注意啊 都是绿色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观景的树呢 林曼夏说道 我们后山还有不少的果树呢 都是我去年栽下去的 今年也接过一些 但是不多 估计到明年就能接得多些了 去年种的那些果树 大部分都活过来了 只是死了那么一两棵 今年不少都接了一点 林曼夏又说 要去后山看看 于是叶晨又带着她 去到了后山那里 后山也覆盖了厚厚的一层冰雪 那些落进了树叶的果树林立在雪地里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时间慢慢过去 厨房里闻出来的肉香 飘荡在空气里 夜色渐黑 叶晨家也开始吃饭了 热乎乎的一米骨头肉端上了桌 林明远他们这些人 都是第一次吃这道菜 吃进嘴里之后 不禁双眼冒光 大赞一声好吃 高级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这句话果然放置在这里最合适了 林明远连吃了几口之后 忍不住地感叹道 是啊 这骨头肉一点也没有油腻感 也没有猪肉的腥味 加上这一米的搭配 味鲜而不浓 爽滑而不腻 真是佳品啊 王仁和也忍不住扎扎嘴评价道 喜欢吃就好 锅里还有很多 吃完了这些 还有一部分的骨头肉 可以用来下挂面 味道也很鲜美 田惠芳看着大家满意的神情 他的心里也很开心 对了 挂面你们应该也没吃过吧 跟外面买的那种机器面 也是不一样的 是手工制作拉出来的 味道不错的 等一下你们尝尝 叶辰补充地说道 手工制作拉出来的 那不就是拉面了 林曼夏不解地问道 不一样的 制作的样子也不好解释 以后有时间带你去我外公家 我家的这些都是他送的 叶辰说道 你外公都多大年龄了 他还会做这些 林曼夏问道 我外公啊 他今年应该有75岁了吧 对吧 妈 叶辰朝田惠芳味道 嗯 虚岁都76了 田惠芳回答道 别看我外公76了 他可是耳不拢眼不花 下地干活什么的 全都行 叶辰说道 那倒确实是难得了 田惠芳用骨头肉下了一些挂面 他们又都盛了一碗 农村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 有一种特别的面粉香 这一顿饭吃得实在是太饱了 我吃了四大碗 肚子都给吃撑了 林明远放下了筷子 摸了摸吃撑了的肚子说道 我也是四碗 确实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王仁和也跟着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汤汤水水的 不扛饿的 叶连山说道 叶辰见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 开始从桌子上收拾起碗筷 林曼夏见此也上前帮着收拾 曼夏 你别收拾了 我来 田慧芳见林曼夏要收拾 连忙说道 让他们小辈来吧 你就坐会儿 王燕梅制止了田慧芳 曼夏这孩子真勤快 田慧芳满脸笑意地看着林曼夏夸道 你家的叶辰也不错啊 王燕梅也跟着说道 碗给我吧 厨房里 叶辰盛起了锅里剩余没吃完的一点面条 放到了冰箱 然后将碗筷放进了锅里 看着林曼夏也捧着一碟碗筷进来 盲伸手接了过去 我来给你洗吧 林曼夏说道 不用 就这一点 我很快就洗完了 叶辰从灶台中间为的锦罐里 咬了两瓢热水到锅里 然后挤了些洗洁精 你们这灶台设计的还挺科学 烧饭的同时 还能顺带着烧水 洗菜 洗碗什么的 都能随时有热水用 林曼夏看着灶台说道 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你不得不佩服前人的智慧 在我们农村 还有很多东西 注意观察下去 都能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智慧在其中的 叶辰边洗着碗边说道 林曼夏点点头 颇为赞同叶辰的话 曼夏 帮我把袖子卷一下 有点掉下来了 等一下要沾上水了 叶辰正在洗着碗 一只衣袖有点往下掉 于是他举起那只手 让林曼夏帮他一下 好 林曼夏说着 帮他将衣袖卷了上去 洗完了碗筷 收拾好台面 两人出了厨房 叶连山烧了两盆碳火 一群人围着碳盆烘着火 看着电视 聊着天 外面黑夜里 有寒风呼呼地吹着 屋里面却暖哄哄的 聊天到十点多 大家才各自 去回房睡觉 又是新的一天 一大早 叶辰就起了床 外面的雪势 彻底地停了 看情况 今天应该是有大太阳出来了 这场雪 应该也要结束了 叶辰信部来到了养殖区里面 去每个院舍里面查看一下 看看一切都还正常 院舍都还很牢固的 没有什么压榻的情况 院舍里面的勤处 也都好好的 回到了家 不少人都已经起床了 林明远和王仁和他们 也在屋外的路上散着步 叔叔 你们怎么不都睡会儿啊 这大冷天的 叶辰走下来的 到他们跟前说道 你们这边睡觉质量好 一觉到大天亮 就再也睡不着了 林明远说道 小辰 你这是从哪里回来 你起得也这么早 王仁和问道 我去看了一圈养殖区那边 看看那些棚舍有没有出问题 一切都还好 叶辰说道 哦 现在你那边 还有不少的牲畜存栏吗 王仁和问道 还好吧 蜡月这段时间出掉了不少 最先一批进的 只还有很少的一部分了 剩下的 都是年中 进的一批 才半大的 今年年初进的那些 叶辰除了卖掉新鲜的 也制作了一批的腌肉 蜡鸭 蜡鱼和咸鸡 都放在下面的厂房里 天晴了 也是时候拿出来晾晒了 这些到明年的时候 又可以丰富进自己的产品里 听国祥那边说 年底里面的这些东西 销量可是增加了不少啊 王仁和说道 嗯 到了年关了 需求量确实增加了不少 不过听说翔哥他们酒楼的生意 也好了不少啊 年夜饭的订购 都火爆得不得了了 叶辰说道 好像是的 听说都已经订满了 王仁和说道 回头 我再问翔哥 看他们又没时间 要有时间让他们也过来过年 叶辰说道 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样子 他的店过年的时候也不歇夜 而且 可能比平时还要忙 不一定能抽得出时间过来的 上午 叶连山和田惠芳 摸了一大桶的豆子回来 他们要开始打豆腐 虽然叶辰现在的家底 什么都能买 但是他们反而习惯的 什么都自己来 叶辰其实也乐意自己家干这些 既有趣 也能吃到纯粹的东西 而林曼夏他们 则是对农村的这些东西 都挺感兴趣的 在那看着豆腐的制作 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跟着叶辰一家 体会着各种过年前的准备 那月27晚上 叶辰带着他们 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座小庙 那里是他们每年 过年前来求神拜佛上香的地方 以前来的时候 还要带着这个的大猪头皮来的 现在就是一点 黄钱爆竹高香蜡烛就行了 那月的最后几天 这个不大的小庙里 是人来人往 鞭炮声不停 叶辰和林曼夏 一起跪在神像前面 两个年轻人 各自诉说着自己的愿望 双双败了几败 那月28 29 叶辰带着林曼夏 在镇里的市场上买年货 现在叶连山他们也不管了 全都交给了叶辰 叶辰也就乐得和林曼夏 两个逛着街 这买买 那看看呢 大年三十 家家户户开始挂起了灯笼 贴起了春帘 叶辰和林曼夏 两人配合着 将家里的大门贴上春帘 挂上新的大红灯笼 他们还买了很多的小灯笼 小饰品 将院子里的凉亭上 围墙上都装饰得漂漂亮亮 里里外外都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大年三十的晚上 刘国祥他们也赶过来了 赶在年夜饭之前到的 因为人多 叶辰还特地换了个二十人 坐的大圆桌 叶辰一家 叶倩一家 林曼夏一家和他舅舅家 刘国祥一家 叶连凤一家 一个桌子坐得满满当当的 来 今天是大年夜 也是难得的这么多人欢聚一堂的时刻 咱们举杯干一下 叶连山作为家里的主人 率先起来举杯说道 全桌的人闻声都举起了杯子 相互碰杯 欢乐地喝了第一杯 来 大家吃菜啊 叶连山示意大家开动 一场别开生面的年夜饭开始了 一顿年夜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到了八点多钟才结束 众人围坐在客厅里休息 夜晨忙着给大家端茶地水散烟 电视里放着春节连环晚会 其实现在的春晚质量是真不高 也没什么精彩的节目 但到了三十晚上这一天 大家还是习惯性地打开电视调到春晚 看的不是节目 是那一个氛围 然后有那喜欢打点小牌的 各自组团去了 夜晨领着林曼下出了家门 带他去逛逛年三十晚上的小村庄 是什么样的 年三十晚上 被说是一年以来 所有家庭最亮堂的时候 家家户户的所有的灯光 全都点亮了 你们三十晚上看起来真热闹 家家户户门口的大红灯笼 还有那全部亮起来的灯 真好看 林曼下穿着一身长款的羽绒服 头上也戴着连身的羽绒帽 和一样 穿着一身羽绒服的夜晨 走在路灯照射的道路上 道路上时不时地看到各家的小孩 在那里燃放小烟花 孩子们的笑声 感染者这个有点寒冷的夜晚 仿佛也没那么的寒冷了 那你知道 为什么家家户户都要将灯全部都亮起来吗 夜晨笑着问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啊 林曼下想了话 没想到答案 然后又问夜晨 我来考考你啊 你知道关于过年的传说吗 夜晨笑着问道 这个是个小孩子 应该都知道的吧 传说以前有一种 名为年的恶兽作恶人间 后来人们想办法赶走了年兽 当年兽被赶走以后 人们总是会高兴地互道 又熬过一个年了 慢慢地就有了过年的说法 这样也就出现过年的习俗了 林曼下想了想 然后说道 没错 那你应该知道 人们是怎么把年兽赶走的 据说年兽怕三样东西 红色 火光和巨大的响声 于是 后来的人们在除夕年兽将要到来的时候 就会聚到一起 贴红纸 穿红袍 挂红灯笼 敲锣打鼓 放鞭炮等等 这样年兽就不敢再来了 也就成了现在的贴红对联 挂红灯笼 放鞭炮 家家户户烛火通明 手更带碎 因为年兽喜欢在黑夜里走动 他最怕有光的地方了 所以 家家户户到年三十 都会将家里所有的灯光全部点亮 夜晨说道 原来你们农村还沿袭着这么古老的传说 和过年习俗啊 虽然他也知道 农村过年贴队放鞭炮是少不了的 但是不怎么会把这些与那个古老的传说 结合在一起想的 其实很多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古老的传统和习俗 农村才是最后的传承之地 只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 大量的农村在逐渐走向消亡 农村人口大量地迁到城市里去了 农村的很多自古相传下来的传统和习俗 正在一步步地消失 这不能不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悲哀啊 夜晨说着有点感伤 现在的社会 人们仿佛都迷失在钢筋混凝土的洪流里 眼里只有那一百来瓶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 为了那一样东西失去了自己的爱好 自由与青春 太多太多的人不知道多久没有慢下来 好好品味生活的样子了 这也是夜晨不喜欢城市的一点 在城市里 一切都好像是虚浮而不真实的 反倒是在农村 人才能静下心来 细细地过着真实的日子 能感受到生活的美丽 这倒是 城市里的日子 其实很乏味的 虽说什么东西都很便捷 但恰恰是这些便捷 让生活失去了本来的乐趣 尤其是现在的各种网络平台 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绑架了 可以这样说 只要你的钱足够生活 你能一直在一间房子里 足不出户地待到死亡的那一天 其实这看起来挺可怕的 反观那些欧美的国家 虽然更发达 但是很多东西 他们并不喜欢完全地依赖于网络 他们更喜欢户外的生活 我们现在这种表面上的方便快捷得胜活 到底是好还是坏 还真的难说呢 林曼夏对夜晨说的 也有点赞同 所以 我想把咱们这个小山村 打造成一个既有好看的风景 能让外面城市上的人来旅游 又能让他们彻底地放松一下 感受真实的美好的乡村生活 可以亲自动动手重重地 参与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他们在这里 将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 就像一个可以暂时忘却烦恼的 世外桃源那样的地方 夜晨向林曼夏 诉说着自己的理想 林曼夏侧过脸 看着眼前的恋人 昏黄的灯光下 她的侧脸形如刀削 眼神却在这黑夜里 仿若星辰般有神 林曼夏可以感受到 她内心的那份信念 她以前只以为夜晨 是为了自己做一份事业 顺便也帮助乡亲们致富 但是此刻 她有种重新认识的感觉 原来夜晨的心中自有秋贺 想达到你心中的那份境界 可是没那么容易的 世上最难把握的就是人心 你愿意那样想 却挡不住下面的村民 各有各的想法啊 也许他们更向往外面的生活呢 林曼夏悠悠地说道 是啊 咱们没办法强行留住人 但只要把山村建设好了 我相信一定会引个人回流的 夜晨自信地说道 夜晨和林曼夏走在夜幕下 夜空中不时会看到 升起爆炸的烟花 渲染着这个美丽的夜晚 两人在路上走了很久 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已经是十一点多了 又坐了一会儿 到了夜里十二点 夜晨和刘国祥他们 搬出来不少的烟花 放在屋前空地上 然后点燃 冲天的烟花开始爆炸 好像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样 上上下下的 整个村子都在放弃了烟花 整个夜空被照耀的 异常的炫彩夺目 上面夜晨的山庄上空 也能看到烟花升空 那是特地给住在山庄的人们燃放的 持续了十几分钟的烟花落幕 小山村才渐渐地又陷入了黑暗和沉寂 夜晨他们 也陆续开始回屋睡觉了 多了刘国祥一家 夜晨家就住不下了 他将他们安排在了 隔壁的夜倩家里住 灯光全都亮着 屋里的人都去睡了 清晨 天还未亮 夜晨就被震耳欲聋的烟花爆竹声给吵醒了 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硫磺的气味了 夜晨从床上爬了起来 下了楼 夜莲山他们也已经起床了 已经在厨房升起了火 开始准备早餐了 夜晨洗漱了一番 然后刮了刮胡子 梳了梳头发 挤了点哑霜涂在脸上 这么多年了 夜晨还是喜欢这款廉价的脸霜的香味 又等了一会儿 楼上的其他人 估计也是被爆竹声给吵醒了 陆陆续续的下了楼了 你们这年初一的一大早 怎么就这么热闹啊 五点多开始 这鞭炮声就没停过 刘国祥打着哈欠说道 我们的习俗 大年初一早上要出行 就是放鞭炮 有的人就喜欢越早越好 反正怎么的 一早上从五点到七八点 是不会有停歇的 夜晨笑着说道 你们这边过年放鞭炮 倒是不吝啬 从年前开始 天天都要放鞭炮 还越放越大 越放越多 刘国祥说道 不然 怎么我们农村 比你们城里热闹呢 现在外面赚钱的多了 也有一些富人了 回来的时候 放的烟花爆竹 也就多点了 再说 大家都想讨个新年的好彩头 想着不能放的太小太少 那样就不兴旺了 所以放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了 这一点就是水涨船高的东西 以前的时候 大家都不富裕 初一早上 一家放一挂五千响的鞭炮 再放一个几十响冲天炮 就不错了 那时候的叶晨家这边 各家各户 也开始往外搬烟花爆竹了 叶晨也开始回家搬鞭炮 拉到了外面 拆掉了外壳 然后将鞭炮摊在了外面的路上 一家家的烟坏爆竹被点燃 红烟烟的爆竹纸 炸到了整个路面上 天空飘下了一朵朵的小纸伞 那是烟花里面 特地制作的一种小玩意 新的一年 在这场烟花爆竹声中开始了 进入了正月 各家各户的开始了拜年的节奏 叶晨要去的地方 倒是不怎么多 只有几处 多的时候是别人来他家拜年 除了自己的亲戚 还有一些合作关系的商户 员工等 初三四的 刘国祥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林曼夏他们 也开始陆续回家了 再过几天他又要去贵省了 学校该开课了 所以他先行回家 在家里待几天 就直接过去了 送走了林曼夏他们 又过了几天 春节也过完了 叶晨也开始投入新年的工作当中了 首先是云丰山的开发 找了专业的景区建造的队伍 开始了对云丰山的建设 初期的工作室 对道路的铺设 设计而上的石板阶梯 以及各种围栏和水电管道的铺设 等到所有的道路全部铺通之后 再进行景区景点的打造 随着气温的逐渐变暖 叶晨去年承包的200亩地里 种植的小麦和油菜 也逐渐开始长起来了 而且有去年的两场锐血 开春了 长势也不错 养殖方面 积压于羊猪 全都有重新进了一批的新苗进来 这时候 叶晨去年种的一片茶叶 也到了采摘的时候了 叶晨雇佣了一大批的妇女 开始上山采茶 叶晨还买了一部茶叶加工机子 就安装在厂房里 每天新鲜采摘的茶叶 全都运到厂房们里面烘炒 加工好的茶叶装带风口 新鲜的一批云丰山茶叶 就此上市 在二十来家直营店里上架 刘国祥和叶晨 也做了一批小份的一杯量的包装 赠送给那些会员客户们品尝 叶晨始终坚信的就是 什么样的广告 都不如质量好来的有用 而且 他们也不是靠量来取胜的 所以 每次有新品的时候 他们都会用这种会员体验的方式 来让客户体验 当然每一款产品 也没有让客户失望过 现在这些会员客户里面流传着一句话 那就是云风出品 必是精品 另一样去年种下的菜品 也到了采摘的季节了 那就是香春 去年栽种的香春 今年开春就开始发芽了 采摘那树头上的那一撮嫩苗 就是最美味的一道食材 叶晨自己先尝了个鲜 香春超过水 然后与鸡蛋炒过 味道真的很不错 叶晨各方面的工作 都在有序的发展 刘国祥也邀请他去巡查一下 他们的店铺 说叶晨这么长时间了 连一个店都没去过 也太不像样了 叶晨想了想 也是啊 这么当甩手掌柜也不合适 正好去外面逛一圈 顺便看看市场到底怎么样 叶晨选择的第一站 就是省会庐城 叶晨开着车来到省城的时候 刘国祥早已在等候了 叶晨来到了刘国祥 位于庐城的大酒楼 进的酒楼大门 就看到一面大LED屏挂在墙上 上面此时正在播放的是 是叶晨农场的宣传资料片 此时正值午饭时分 店里面叶晨一眼望过去 可谓是做得满满当当的 翔哥 你这酒楼的生意这么好啊 是每天都这样吗 叶晨问道 这是中午 主要都是吃工作餐的 包间里面就没有这么满了 晚上的时候 比现在还要多不少 聚餐的多一些 说来还要感谢你的菜啊 咱们宣传的山泉水浇灌 纯绿色污染等概念 颇为的吸引人 再加上菜的口味 确实是非常好 所以回头客也特别的多 你不知道 咱们附近的几家酒楼的 都开始打听 咱们这的菜 是从哪里来的呢 刘国祥高兴地说道 哼 还是要你这边经营的 好营销的好才行啊 不然我的菜 哪来这么好的销落 对了 新上市的茶叶和香醉两样 卖得怎么样 叶晨问道 说到这边 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香春这边非常畅销 每天到货后 往往是咱们早上 到货之后刚上线 就被迅速地下单抢购完了 而你的云峰山茶叶 也是卖得不错 但是我这边是有个想法 我在你家那边 喝过你家里的茶叶泡出来的 和我在外面泡出来的茶 感觉差别很明显 你家那边的茶叶泡出来的茶 就特别的好喝 但是我在外面泡出来的茶 喝起来就还是感觉 差了一点味道 我想 应该是问题出在水上 刘国祥说道 问题有那么明显吗 叶晨问道 泡茶出了茶叶 最重要的就是水了 这点叶晨也知道 只是他不清楚 泡出来的茶味道差别 是不是真的那么大 可不是呢 正好你来了 我泡一杯 你喝喝就知道了 刘国祥说着 就在他办公室里的茶桌上 开始往水壶里倒了一壶水 开始烧水泡茶 这就是你家的茶叶 我现在每天都喝这个茶叶 这茶叶泡出来的茶 是真的好喝 就是跟你家喝的感觉差了点 心里总有那么点遗憾 刘国祥说着 叹息了一声 哼哼 说得好像有多严重似的 不就是一口茶吗 叶晨笑了笑说道 你不懂 像我们这些好茶的人 一点点的不完美 都是遗憾啊 你看我现在烧的水 都是矿物质水 而不是自来水 味的就是用好的水来泡茶 可还是没你们家 那种味道 刘国祥十分认真地说道 看来他还真是个好茶之人 叶晨笑了笑 这种感觉 他倒是没体会过 他不怎么会品茶 只知道喝起来的 味道好喝还是不好喝 具体让他说 哪里好喝 哪里不足 他是没那个本事的 很快水烧开了 刘国祥拿了茶具开始泡茶 青绿色的茶叶泡开 一股淡淡的茶香飘逸起来 刘国祥将茶水倒进小茶中里 来 拼拼看 是不是没有你家的水 烧出来的茶味道好 刘国祥将一杯茶 放到叶晨身前 叶晨将茶中端了起来 放到嘴边抿了一口 然后一口喝干 叶晨感觉这种茶中喝茶 也太不过瘾了 一口下去 也没点东西 如何 刘国祥自己也喝了一口 看到叶晨喝完 又给他倒了一杯 然后问道 嗯 味道还行 不过确实没我们家水泡出来的茶好喝 叶晨说道 虽然说不出来 但是大概的味道好茶 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这就是了 所以我在想啊 你们家那边的水 一定是好水 刘国祥说道 这倒是 我们那边的水 都是从山间流出来的山泉水 我们小时候玩的渴了 就是直接在河里面 双手捧起来就喝的 而且有一丝甜甜的味道 叶晨对家乡的水倒是很自信 小时候冷水不知道喝了多少 比外面的这些 加了各种粉和净化剂的水好喝太多了 外面的水 就算烧开了 叶晨喝着 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不舒服 你看你们家的水泡出来的茶那么好喝 你们那水种出来的菜 品质也那么好 我看你们那边的水 绝对是好水 有没有考虑 将你们那里的水 往外卖啊 刘国祥颇有商业头脑地说道 往外卖水 叶晨以前 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 对啊 我看你可以先取点水 去质检中心做个检测 只要质量上达标了 到时候直接弄上一套设备 做一回大自然的搬运工 我们的茶叶 到时候再配上一个云峰山茶叶定制用水 两箱配套 也是挺不错的 刘国祥说道 我倒是没这样想过 不过你这说的 倒也是个不错的注意 不过我们那里的水资源 并不是太丰富 就算做 量上面也不会很多的 就那山里的水 肯定不能大规模地生产的 好东西当然是稀少才显得珍贵嘛 咱们又不是要生产那一两块钱的纯净水 你先化验 我想 你们那的水质绝对是优质的水 那到时候 就得按高档水的路线来走 刘国祥说道 行 回去我就落实这件事情去 叶晨回答道 走 咱们先去把饭吃了 下午去下面的几家店里逛逛 刘国祥说着起了身 好 两人说着 出了办公室 下午 叶晨和刘国祥两人去逛了一遍 位于省城的四家直营 云峰农产品销售店铺 第一家去的店铺 就是位于湖冰区的高档住宅区周边 响哥 你这店铺的位置 不是特地为我选的吧 叶晨看着这店铺 又看了看不远处自家小区的大门 笑着问道 什么叫为你选的 刘国祥不由地问道 看到那边的湖冰一号了吗 我在省城的房子 就在那里 叶晨指了指那边的小区大门 对刘国祥说道 真的假的 有只要巧吗 刘国祥有点不可置信地说道 就是有只要巧 所以我才问你 是不是特地为我来选的地方吗 叶晨笑着说道 这可真是没有 你又不经常在省城呆 我只知道 你这边有房 具体在哪里 也没告诉过我啊 刘国祥双手一摊地说道 叶晨想了想 倒也是 自己也没跟他说过 这样说来 还真是缘分啊 以后要是来这边住的时候 还能吃到自己家的菜了 叶晨感觉还挺奇妙的 走 进去看看吧 两人说着 进了店铺 这是一间二三十个平方的店铺 店铺内装饰的简约又朴素 主要还是突出菜的位置 没有喧宾夺主的感觉 看起来很清爽 一边靠墙的一排架子上 是包装好的各种干菜 像干香菇 干姜豆 干苦菜 干黄花菜 豆腐皮 笋干 等等 除了香菇外 香豆是叶晨农场里种的 因为产量确实很大 除了一部分作为新鲜的售卖 其他的全都晒干了 作为干菜售卖 而像苦菜 黄花菜 笋干等这些 都是叶晨在当季的时候 向村民发布的收获消息 然后全村的村民上山采摘卖给他的 这样 他得了这部分的好质量的野生菜 又能给村民闲的时候弄几个钱 反正这些也不要什么力气 老人小孩都能做 也不用爬太高的山上去 干菜这一块 叶晨也还在不断地丰富着产品的类型 农村的大山就是个宝库 山上的很多天赐的东西 靠里边的墙上挂着各种烟辣产品 都是晒干了的 看起来黄灯灯的 另一边靠墙的位置 是一块玻璃的鱼缸 里面是叶晨鱼塘里运过来的鱼 只是品种还是那么三四样 叶晨想着 是不是应该再多弄几个鱼塘 养点其他的品种来 店面中间的位置 就是各种蔬菜的展示位置了 一份份地用精品的包装和包装着 现在也已经空了一些 好吧好 店里的面对员工 看到刘国祥进来 连忙紧张地上前打着招呼 嗯 你们好 你们店里生意怎么样 刘国祥笑着回应道 这时候店里没有客人 两个员工在店里里着货品 像往常一样 上午的时候 客人会比较多 下午人就少一点 到下午五六点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一小拨客人 其中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店员说道 叶晨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这家店的店长刘美兰 这位就是我们云峰菜店的另一位老板 叶晨 我们店里的所有售卖的东西 都是他的农场供应的 刘国祥介绍着两边认识了一下 老板好 刘美兰听了刘国祥的介绍 忙向他打招呼 心里还是有点惊讶 想不到这个老板带来的年纪不大的帅哥 居然是这家的连锁店的另一位老板 不用客气 听祥哥说 你把这家店经营得很好啊 四家店里面你的这家店的业绩是最好的 我要感谢你和你们店员的努力啊 叶晨笑着和他说道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主要还是老板 您的产品的质量好 咱们的这家店 虽然开的时间不长 但是在这一块的名气 已经是不小了 刘美兰介绍道 嗯 越是名气出来了 你们越是要注意把控好产品的质量 有任何有问题的 或者坏了的不新鲜的菜 绝对不能出你们的店门 知道吗 叶晨强调道 老板放心 我们店铺售卖的菜 都是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标准在执行的 刘美兰保证地说道 嗯 这样就好 叶晨厅饿了点了点头 这些连锁店 其实都有制定相应的各种标准 也会有专门的饥合人员不定期核查 确保售卖菜品的质量 你们店里几位员工啊 健康症都有办吗 叶晨边看着店内的摆设边问道 我们店里面一共三个人 除了我 还有两位 他叫周慧月 还有一个无暇今天修班 健康症 我们都有办好了的 刘美兰说着 引着叶晨去看 叶晨随着刘美兰的介绍 看向了那个圆乎乎脸蛋 大概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微笑着点了下头 小姑娘有些紧张的样子 然后叶晨又去看了看 刘美兰只给她看的健康症 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 你们这家店 居然就开在我家小区的斜对面 说不定以后 我还回来你们这家店里买东西呢 叶晨又对刘美兰说道 啊 真的 刘美兰吃惊地问了一声 表情有些奇怪 呵呵 你放心 我不常在这边待 一年也待不了几天呢 不用紧张 叶晨看着她吃惊的表情笑了笑 她心里也明白 任谁的店旁边住着老板 都会不自在的 谁知道这些老板们 什么时候来个突然袭击的 没有 我怎么会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刘美兰好像有点心事 被说出来的感觉 不自然地说道 呵呵 好了 我们这就去下一家了 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见了 翔哥 咱们走吧 叶晨轻轻笑了笑 然后对刘国祥说道 好 那刘店长 我们就先走了 刘国祥也笑着跟刘美兰说了一句 然后两个人开始往外面走去 老板再见 刘美兰和店里的那个小姑娘 一起送到了店门口 叶晨和刘国祥 回头朝他们挥了挥手 然后钻进停在路边的车里 开车走了 呼 终于走了 叶晨他们开车走了之后 店里面的两人各 像是大松了一口气 小姑娘周慧月拍着胸口 像是在给自己压惊 呵呵 有那么吓人吗 不就是领导来检查吗 你又不是没经历过 毕竟年龄大点 经验也丰富一些 刘美兰就还好 看着周慧月那副啪啪的样子 忍不住笑道 那刘老板我是见过 但是这新领导 不还是第一次见吗 谁知道她是什么样的脾气 小姑娘娇俏地说道 此刻她显露了 她的少女本性 没有刚才的那种 小心翼翼了 我看着这个新老板 还挺和善的 全程都是微笑着说话 说话声音也很温柔 刘美兰说道 也是啊 话说这新老板还蛮帅的 她还这么年轻 就当老板了 是不是什么富二代啊 小姑娘 又发挥她的八卦本性了 好了 小花痴 别乱想了 客人上门了 快去接待去 刘美兰点了一下 小姑娘的额头说道 哦 你好 欢迎光临 小姑娘硬喝着 然后来到了门口去 欢迎客人去了 另一边 叶辰和刘国祥 开着车 去了下一家门店 一个下午 叶辰和刘国祥两人 查看完了所有的四家店铺 晚上 叶辰回到自己家里面 睡了一觉 第二天 两人又开车去了 姑苏那边 两人先去了刘国祥的酒楼里面 巡视了一下 然后才逛了一圈下面的菜店 这边也有四家的店面 巡完了店面 两人到了刘国祥的岳父家里 是王仁和他们知道叶辰过来了 非得让刘国祥带着叶辰过去 舅舅 这又过来给你们添麻烦了呀 叶辰跟着刘国祥来到了王仁和家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话干什么 要你这样说 我们之前到你家待了那么长时间 不够麻烦你们了 王仁和说道 就是 都是自家人 说这些生分话干什么 刘国祥作为这家的半个儿子 给叶辰倒水沏茶 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 可是很难得的 听说你们明天又要离开这边了 晚上就在我家歇息一晚上 刘慧英也说道 行 那我就住下 叶辰也就爽快地答应了 晚上 林敏远夫妻俩 也来到了王仁和家里 反正他们家离得不远 于是王仁和就叫了他们过来 在王仁和家诉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吃过了早饭 叶辰就和刘国祥去了航程 寻完了航程的店铺 最后一站是深城 也是刘国祥的大本营 寻完了店铺 叶辰也跟着刘国祥 第一次来到了他的家 陈哥哥 你终于来我家了 叶辰来到刘国祥家 是刘思妍开的门 看到叶辰来了 高兴地说道 思妍 又漂亮了 哎 这是给你的礼物 叶辰说着 将手上的一个布 递了过去 谢谢陈哥哥 刘思妍高兴地双手 接过了布娃娃 然后引着叶辰进屋 哎 我这女儿啊 有了陈哥哥 连他爸爸都看不见了 后边的刘国祥 唉声叹气地说道 哎呀 爸 我这不是看到陈哥哥高兴 一时没看到你吗 刘思妍甩着头上的马尾辫 娇声说道 呵呵 进了家里 他们一家人都在家 王若勤和他婆婆两人 正在准备晚饭呢 叶辰在深城这边 又住了一夜 本来打算第二天就回家了 刘国祥又非得拉着叶辰 在这边玩一天 于是又逗留了一天 叶辰逛了外滩 城隍庙 这些都是 叶辰以前在深城待的时候 来过很多次的地方了 但是这次来 看到熟悉的景象 仿佛一切都没变 但是看风景的人的心境却是变了 随后叶辰又和他们上了 中兴大厦的最高层的观景层 俯视着整个黄浦江和深城大都市 当年叶辰离开深城的时候 这座深城的最高的大厦 还才刚刚开工建设 这一晃几年的时间 一座摩天大楼 就矗立在黄浦江畔了 站在这最高的大厦上 看着下面的这座城市 叶辰心里一时记忆翻滚 想到了那些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岁月 转眼已经过去六七年的时间了 那时候刚刚走出校门 向往大都市的繁华 在这座最大都市里也确实见识到了繁华 曾经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机遇 现在的自己也许还在什么地方埋头搬砖 恐怕也没心情 欣赏现在眼前的一切 在深城又待了一天 叶辰开车回到了家里 从繁华的大都市回到淳浦的乡村 这时空的错幻 往往让人感觉像是一场梦一样 在家休息了两天 叶辰又去查看了下云风山建设的进度 道路已经铺到了一半的位置了 那座以前用作防火栈的小石屋 也已经重新盖好了屋顶 换掉了门窗 之前的石屋太小了点 叶辰让人依着这个石屋 又扩建了一块 加了两间房的面积 接下来 叶辰又找村里承包了一片山地和荒山 这次承包的山的位置 就更偏远一点的山上了 临近道路的已经承包完了 那些山地叶辰 主要是种植药材的 像他们这里比较合适的天麻和茯苓 没有太高的要求 也不需要过多的打理 而那片山林 叶辰则开始种起了一片水果 什么桃子 梨子 樱桃 等等 分区域的种上 到了这会儿 叶辰在自己村里的产业 算是布局的比较全面了 旅游上面 等到云丰山完全开发出来 必将成为一大支柱性的产业 附带着的门票收入 民宿餐饮收入 消费品收入 工艺品收入等等 都将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当然这些收入 不可能叶辰一个人全部包揽的 镇里打上去的报告 打造一个村镇一体的旅游景点的计划 已经获得了上面的批复 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上面也有相应的资金下来 帮扶建设基础设施 像是道路和基础设施等 镇里也开始投入建设了 以后也必然会有其他的商家 盯上这些肉 另一方面 叶辰的种植业上 蔬菜 稻米 肉类 还有将来的小麦产出的麦粉 油菜产出的香油 山上油茶将来产出的茶油 还有茶叶 以及未来的桑残 还有水果等等 虽然还说不上所有的方面 都种类齐全 但也算是够全面了 而且 还有不少的特色产品 养殖上面 除了鸡鸭鱼猪羊 叶辰还打算再养殖一匹牛 除了肉牛 最好还要再养上一匹奶牛 不过现在自己的村里都是林地 没有那种养奶牛的场地 只能未来再做打算了 而叶辰送去质量检测的水 也有了结果 叶辰看着拿到手的结果 一些参数的他也看不懂 不过经过专业人员的一番解释 他也大概懂了 这水里确实含有比较丰富的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而且比一般的水含有的微量元素要高 水质也非常的好 一点也没有污染 叶辰还从来不知道 原来自己的村子这么多年 还守着这么一个大宝藏呢 这哪是水啊 这就是流动的金子啊 叶辰看着眼前的河水 仿佛就看到一片片金叶子 在河面上飘走 不过 虽说是这水好 但到底 没有多大的量 首先你不可能能将所有的水源 给全部截断了 用来生产水 那整个村村的村民 还过不过日子了 自己的农场 还要不要经营了 要建厂 买设备 这开动起来 就是一条生产线 一刻不停地生产 水量少了 那投入产出 就不能成正比了 叶辰左思又想的 忽然又想到了 云峰山里的那片湖泊 这几个月叶辰 也观察了下 无论是天干还是下雨 那里的水量没多过 也没少过 叶辰之前就一直猜测 那里的湖底有裂缝 水源可能就来自地下水 这次正好将湖里的水 送点去检测下 是不是与之前送检的一样 再找专业的人员 来实地勘测下 如果真的是跟自己 预想的那样 那这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叶辰又特地上了 一趟云峰山上的湖泊那里 在湖泊里采了水样 送到了质检机构 没过多久 就拿到了检验报告 跟之前那一批送检的 水质量一样 见此 叶辰又找了专业的 地质勘探机构的人员 来到湖泊那里 进行地质勘探 了解湖泊水的来源 以及水量等 经过了几天的检测和勘探 这群专业的地质勘探人员 得出的结论 证实了叶辰之前的判断 这湖底确实有裂缝 而这湖泊的形成 也确实是因为地下水的涌出 他们猜测 应该是很久以前 这里曾经发生过地震之类的地质变动 造成了如今的这片湖泊 叶辰又奇怪 这有水不断地涌出 那这水又一直保持持平 涌出来的水 都流向了哪里呢 地质人员解释到 湖底有不少的孔洞 应该是经过这些孔洞 又流向了别的地方 像叶辰他们家的这条河 就有一部分的水 是从那里面流出来的 弄清楚了这些问题 叶辰也就放心了 于是 新建水厂的工作 也提上了日程 当然这东西 就不是叶辰 自己能随随便便弄得了 怎么铺设管道下来 怎么悬址 怎么建设一条合格的生产线 等等 也没那么简单 叶辰和刘国祥 一起成立了一个饮品公司 他那边的人脉较广 能帮上不少的忙 叶辰随即也对 云丰山的开发方案 做了调整 毕竟要利用 这湖泊的水 那就得做好保护 当作水源地 而不能开发出来 让人为的活动来污染了 随着饮品公司 生产工厂的投入建设 一辆辆的工程器械 进入了山里面 开始悬址建厂 铺设管道 工厂在建设当中 叶辰也不用去管 平时没事去看看 坐等完工 验收就行了 时间也在这热火朝天的建设中 来到了六月份 云丰山的开发 已经算是告一尾声了 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云丰山也即将开门迎客了 而林曼夏在贵省的 一年之教生涯 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叶辰在安排好了 家里的事情后 又驱车赶往了贵省 教室里 林曼夏正站在讲台上 手里拿着一摞 刚收上去的试卷 同学们 最后一门课已经考完了 你们这学期的课程 也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 你们要进入暑假了 希望同学们在暑假里 也不要忘了你们的课程 平时要多复习功课 完成好暑假作业 还有暑假在家里 千万要注意安全 山里面蛇虫鼠蚁的毒虫多 不要往那些地方跑 还有千万不要跑那些偏僻的河里面去游泳 知道吗 林曼夏对着讲台下 课桌上坐着的一群学生说道 知道了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还有一件事 同学们 老师教完你们这一学年的课 就要离开咱们学校了 老师很荣幸 能跟你们共度这一学期的时光 你们都是最棒的 老师也希望你们 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 能继续努力 争取能学有所成 考出这大山 去见识外面的世界 林曼夏看着下面的 而这些相处了一年的孩子们 眼睛有点微红地说道 老师 你要走了吗 老师 你不要走好不好啊 听到林曼夏说要走了 孩子们历史都不舍得说道 老师也不舍得你们啊 老师答应给你们 以后一定会回来 看你们好吗 林曼夏感受着孩子们纯真的感情 心里也不是滋味 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叶晨刚赶到学校 就看到了教室里的这一幕 他静静地站在教室外面 透过窗户 看着里面的这一幕 都说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挚的 他们没有什么心机 你对他们好 他们就对你有依赖 看着这群大山里的孩子们 叶晨心里在想 不知道未来他们中间 能不能有人能考上大学 走出大山 改变自己的命运 思考着 教室里面林曼夏也跟孩子们说完了话 一个个的学生跟林曼夏告着别 然后背着书包走出了校门 等到所有的学生都走完了 林曼夏也拿着试卷出了教室 阿晨 你什么时候来的 林曼夏一出教室门 就看到了站在门口的叶晨 惊喜地问道 刚到一会儿 看到你跟孩子们讲话 就没打扰你们 怎么样 考试结束了吗 叶晨问道 嗯 都结束了 林曼夏说道 孩子们很舍不得你啊 叶晨看着路上走远了的孩子们说道 是啊 他们都是好孩子 虽然有些孩子调皮了点 林曼夏也看着外面说道 那你这边还有多少后续工作要做啊 叶晨问道 将学生的试卷改完 再写完通知单 等全部发下去 将工作交接一下 就差不多了 林曼夏说道 其实小学的教学工作 本也就没有什么太多需要交接的东西 都不是跟班上的 也就省了很多的交代 叶晨 你怎么又来了呀 刘春芳也不知道 又从哪里窜出来了 怎么 不能来吗 叶晨反问他道 我没这么说啊 怎么 来接曼夏回去吗 刘春芳问道 来接你也行啊 叶晨笑着说道 还是别了吧 我有人接 刘春芳白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说道 他和他男朋友一起回去的 而且 他和他男朋友 马上就要结婚了 林曼夏在旁边笑着说道 哦 是吗 那可要恭喜你们了呀 叶晨听了 双手抱拳拱着手说道 切 就嘴上说说 你倒是来点实际的呀 曼夏 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呀 你要来给我当伴娘的 刘春芳翘着嘴说道 我都说了 让你尽量去找别人了 你怎么还没找到吗 林曼夏有点无奈地说道 他不喜欢做这种事 感觉太闹了 我要是找到了 哪还会来找你啊 让你当伴娘 我这新娘的风头 都要给你抢去了 我还不情愿呢 刘春芳烦恼地说道 哼 看不出来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的嘛 叶春在旁边笑着说道 去 乱说什么呢 林曼夏推了他一下 这叫认清现实 对了 你到时候有没有时间啊 可以给你个伴郎玩玩的 刘春芳说道 算了吧 我可是不想做伴郎了 去年做过一次伴郎 可是没那么轻松 你还是找别人吧 叶春连连摆手说道 那算了 不过 你陪曼夏来参加我的婚礼 总有时间吧 刘春芳又说道 这个倒是可以有 什么时间啊 叶春问道 还有一个多月 具体的时间地点 到时候 我给你们发请柬啊 你这个大土豪 到时候 可要给我包个大红包 刘春芳笑嘻嘻地说道 红包自然是没问题的 叶春淡然一笑地说道 好了 咱们把试卷拿回屋吧 等下吃了午饭 下午还要把这些试卷改完呢 林曼夏对刘春芳说道 吃过了午饭 下午 叶春陪着林曼夏在那里改试卷 学生不多 试卷也就那么些 花不了多少的时间就改完了 林曼夏又统计着班上学生的各科成绩 写起了通知单 第二天 学生们来学校领走了通知单 不少的孩子们还带了礼物送给林曼夏 有他们家里的水果和土特产之类的 也有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小玩意 林曼夏婉拒着不受 让他们都拿回去 结果一个个的孩子们放下东西就跑走了 林曼夏看着孩子们送的东西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作为一位老师 能得到学生们和家长们的肯定 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自豪 林曼夏又将自己整理地 班上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 学生个人的性格 学习情况等等的笔记本 以及一些其他的资料 交给了校长刘长明 晚上 刘长明和学校里的其他人 设验款带了林曼夏刘春芳 一是感谢他们这一年 为学校教育的付出 另一方面 也是给林曼夏他们践行 第二天 吃过了早饭 林曼夏他们 开始收拾行装 女孩子的行李是真的多 林曼夏的东西 零零总总的 就收拾了四五个箱子 还不包括被入什么的大件 加上刘春芳的东西 叶辰要给他 送到镇上去 车厢里塞得满满的 收拾完东西 时间也到了半晌了 太阳升得老高 温度也升起来了 与众位老师告别后 叶辰开着车 带着二人出了村子 路上看到不少的村民门口 站着孩子们 和他们的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 林曼夏他们摇下了窗户 和他们挥手告别 叶辰车子开到了镇子上 与刘春芳他男朋友会合了 他们那边有不少人一起走 叶辰将刘春芳的东西 拿了下来 林曼夏跟他们聊了几句 然后两人就开车离开了 你接下来没什么事情了吧 公务员那边 什么时候上班啊 叶辰开着车问道 林曼夏已经顺利地 通过了鄙视和面试 已经算是一名公务员了 暂时是没什么事情了 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七月底就要办理入职了 林曼夏说道 现在 你总能告诉我 你到底考的哪里的公务员 什么位置了吧 叶辰好奇地问道 之前怎么问 林曼夏总是神神秘秘地不告诉他 嗯 再等等吧 很快你就知道了 林曼夏还是神秘一笑 没有告诉叶辰 你这弄的 搞个考试还神神秘秘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从事什么 保密工作的职务呢 叶辰吐槽地说道 既然你不急着上班 那我们在这边玩两天怎么样 我还没好好游玩过贵省呢 过来也挺不容易的 叶辰建议道 行啊 你想游玩什么地方 林曼夏略一思考就同意了 最想看那黄果树大瀑布 还有那千户苗寨 听说也极具民族地狱特色呀 叶辰兴志勃勃地说道 这两个地方 那我都去过 确实值得去看看 林曼夏点点头说道 你都去过了呀 那再去是不是不好 你都没新鲜感了 叶辰说道 没事 好地方多玩一趟有什么的 而且我那也是去年去的了 季节也不一样 现在去景色肯定也不一样 林曼夏说道 于是两人说定 先去看黄果树瀑布 叶辰开车去了安顺 坐了一晚 第二天 两人轻装俭行 游览了一番这西南的美景瀑布 之后又去了千户苗寨 领略了一番苗族的风情 虽然叶辰在林曼夏教书的那个小村子里 也看了一些苗寨建筑 但是这千户苗寨 仍然给了叶辰很大的震撼 这一片苗寨 就像是古老遗留下来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 仿佛被时代的发展所遗忘 但正是这份遗忘 才保留住了那一份原汁原味的原始面貌 两人在苗寨里游玩了一天 买了不少的东西 还在苗寨里面住了一宿 林曼夏对苗寨的传统服饰挺感兴趣 于是叶辰和他一起逛了服饰店 一人买了一身当地的传统的精美服饰 次日 两人开车离开了贵省 踏上了回家的路 下次再过来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叶辰先是送林曼夏回了姑苏的家里 叶辰也在那边住了两晚 然后叶辰要准备回家了 云丰山也要开始营业 他得回去一趟 跟林曼夏一家告了别 叶辰驱车往家里赶去 曼夏 你跟小陈说了 你工作的事情了吗 送走了叶辰 林曼夏一家三口在家聊起了天 还没呢 我不是想给他的惊喜吗 林曼夏笑了笑说道 你真的做好了准备吗 农村工作可是不好做啊 林明远说道 我有准备的 再说也想跟他一起努力 帮他实现他的理想 林曼夏说道 现在事情都定下来了 再说别的也没什么意义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你就是他真正的领导了啊 林明远又说道 还说不好呢 先要到县里报到 然后争取到挂置的机会才行呢 林曼夏听了林明远的话笑了笑 心想 如果顺利的话 到时候 一定要吓他一下 再说叶辰 开车回到家之后 就忙着云峰山景区开业的事情 叶辰也提前做了很多的宣传工作 在自己的逗音短视频上 他从去年就开始更新一些云峰山的景色的视频 像冬天的雪后景色 就颇受粉丝们的喜爱 那绝点之上的庙宇 更是成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 叶辰也是为了宣传 给这座庙宇 编造了一个听起来可信的故事 其实景点都是那样 编造那么一些故事 才能吸引大家的兴趣 增添景点的文化内涵 7月8日 云峰山景区开业剪裁的日子 镇村两级领导都来参加了开业剪裁活动 还有叶辰的不少的朋友粉丝 都不远千里 驱车前来支持 逝日 景区大门前的广场上 彩旗招展 气球升空 拉着祝贺的标语 叶辰和村镇的领导讲话后 剪裁完毕 烟花升空 景区正式营业 景区大门就设在石屋那里 经过改造增建的石屋 成了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和售票中心 而前面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和停车场 此时广场上停了好几辆的旅游大巴 这都是叶辰的这个景区 跟市里的旅游社签订协议之后 特地开辟出来的一条旅游路线 正值今天开业 第一批的游客就赶到了 而除了几辆大巴外 还有不少的私家车 都是自驾游过来的 林曼下一家 在叶辰的邀请下 也过来了 还有王仁和他们 和刘国祥一家 仪式结束之后 进去景区做一回导游 进入进去山门之后 就是一条通往山顶的石头铺漆的山道 大概有一米五的宽度 一路上山 并不是笔直的道路 主要是这座山比较高 落差大 太直了 一个太单调 又太陡了 爬得太累 所以都是有点弯弯绕绕的 经过的路线 也是有选择的 尽可能地通到一些路上景点的地方 或者有奇松怪石之处 在路上 大大小小地开发出来的景点 如守山松 姐妹松 双红岩 天古石 荆棘暴晓 杜仙桥 仙女牙 神龙石 松涛岭 栗树坡 燕子洞 白鹤洞等 还有山顶的真武大地庙等 以及那顶峰的古森林 云峰山上森林茂密 中天一柱直接云霄 峰顶的真武大地庙 经过修缮之后 从山顶望下 已经颇具霹雳天下的气势 山里原生植被种类多 分布有毛利 白利 黄山松 马尾松 水山 毛竹 板栗等等 而在围绕着古森林下县界的围绕一圈的观景长廊 可以远观整个云峰村 也可以格兰屏望云峰山的那片湖泊 郊阳出生 云征霞位 甚是美丽 小陈 真没想到 你们这边居然在深山里 还能有这么美的 一片景色啊 这可不亚于那些4A 甚至是5A级的景区啊 此刻叶晨他们正站在靠近湖泊那一侧的观景台山 居高临下 眺望着下面的湖泊 和远处隐约的群山 林明远发自内心的感叹道 跟5A级暂时还没什么能力相比 现在 这也只是初步的开发了 还比较的简陋 5A级的景区 那都是开发了多少年的了 各个方面都很完善了 不过比有些4A的景区 我看是不差的 这点叶晨自己倒是很有信心 他也到过不少的景点 一般5A级的景区 基本上都是一些名山 那份自然和文化底蕴 肯定是自己这名不见经传的云峰山能比的 但是4A级景区 很多就是占了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其实要景点没景点 就是一个小山头 但是没办法 人家境内就那么一座山 矮子里面拔高个 也就只能拿来冲门面了 但我看 就你这云峰山的自然条件 只要好好发展 相信要不了几年 就是往5A上面靠 也还是有希望的 王仁和也说道 那还不知道多长时间呢 现在可是没那么多的自己去开发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慢慢来 一口也不能吃成个胖子不是 第一步步的目标 能升到个3A级的 我就很满意了 叶晨说道 一个大景区的开发 也不是一句话的事 要有好的自然条件 也得配套设施 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都跟得上 才能一步步的往前进 怎么说 也是未来可期啊 听说你要用眼前的这片湖泊 做饮用水啊 林明远问道 对啊 跟翔哥一起投资建设了一个小型的厂 现在还在建设呢 估计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差不多能建设完成 投入生产了 叶晨介绍道 这也就是阿晨带着我发财啊 哼 我就是出点钱 还是你这里的水晶柜啊 刘国祥这时也笑着说道 翔哥 你这说的可就不对了 没有你 这厂子哪有这么顺利的建得起来 我对这些可都是一窍不通的 叶晨说道 呵呵 你们这样合作互补才是好的嘛 看你们 在农产品那一块的合作就非常好 相信 有了之前的经验 你们这次的合作 应该会更加成功的 游完了整个云风山 时间上也花了四五个小时 这也还只是简简单单地游了一遍 后期 如果再深入地开发一下 可能一趟下来得 有个小半天的时间 那时候 山上就得应该弄些休息站 和餐厅客栈之类的了 而且 云风山地势极高 以后弄个什么早观日出 晚看落霞什么的 也是个不错的噱头 能将人留在山上过夜 这样客栈的收入 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叶晨在回去的路上 脑子里也在思考着 怎么样能将游客口袋里的钱 多掏出来一些 林曼夏 他们这次没有多待 第三天就回去了 叶晨让自己公司的官方账号 不定期发布一些云风山的视频 一方面在公司培养的导游们 让他们没事的时候可以开开直播 进行旅游直播 对云风山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 叶晨也让公司的相关人员 对网上的点评等 评价网站上的评论做好管理 有负面评价的 一定要第一时间处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各种宣传手段的利用 云风山的名气也在不断地打响 来旅游的人也是不断地增多 尤其是旅行社方面 最少一天也有两三个的旅行团到来 随着游客的增多 对时速的要求也在不断地增加 当然这些也不是叶晨一个人 要独揽进口袋的 他也不想什么都自己来干 都自己干了 自己收入是能增加 可其他的村民们都喝不上汤 这可不是叶晨希望的 叶晨没在这方面增加投资了 自然的村里面和镇子里 那些有头脑的也开始做起了打算 有那一手厨艺还不错的家庭 就开启了夫妻店和民宿 一些有些实力地 在镇上开设了饭店和宾馆 总之 现在的村镇上的来来往往的人流量 也是明显地增加了 而且镇上的其他村 看云峰山发展得如此之好 也都或多或少地学习 开展起了农家乐 旅游之类的项目 虽然暂时还没有叶晨这种规模 还是吸引了一些游客去游玩的 但是随着游客的增多 生活垃圾的处理倒是成了一个大问题 而且 环境卫生上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路面上的垃圾明显地增多了 叶晨看着这些随着旅游发展而出现的问题 也在头疼 这种事情如果不处理好 时间一久 疾病难治 那可就不好了 叶晨整理了一番思绪 然后找到了村里 之后村主任余文生发布广播 召开了一个村民大会 主题就是对村里的环境卫生方面的治理 和未来怎么保持的问题 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全村就开展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云峰村环境整治我先行的活动 处处都能看到 拿着大扫把扫地的 还有拿着火前捡垃圾的村民 老老少少的都出动参加活动 这倒不是什么强制的劳动 也只是村里的号召 大家自觉参加 但是村民们都非常的积极 随着村里的发展 这些村民们家家户户的 都尝到了发展带来的好处 他们也知道 这么做对他们自己 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哎 多少年都没看着到过 这种劳作的场景了 一位六七十岁的大爷 拿着一个扫把 在路上清扫着灰土 看着路上 和里扫垃圾捡垃圾的人群 感慨地说道 爷爷 以前也有这样的吗 老人的旁边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也拿着一个小扫把 好奇地问着他的爷爷 是啊 那还是三四十年前吧 那时候的我 比你现在也大不了几岁 那时候也是像今天这番景象 大家每天都一起干活 吃大锅饭 还干得特别的有劲 老人诉说着 眼睛里满是回忆 哦 小男孩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那个年代离他们太远了 在全村环境治理的同时 村里也开始采购了大批的垃圾桶 分别布置在村里的各个地方 同时 一张全村环境公约 也贴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 规定了各家户的责任区域 以及对不讲文明的处罚 这不光针对村民 也针对来游玩的游客 村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宣导员 村里几处显眼的的显眼位置 也设立了大大的提示牌 让游客知晓 经过一番整理 环境上有了大大的改善 叶晨看得很是满意 心想 还好只是刚开始就做了这些 如果时间一久 改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叶晨 于主任让你去村里一趟 说是有事跟你说 这天叶晨在家里的院子里的游池边上 坐着斗鱼丸 于建平骑着电摩托 来到了他家的院子门口跟他说道 车子后坐上 还坐着他的小孙子于子瑞 哦 找我干嘛 他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叶晨疑惑地问道 不清楚 我正好带着子瑞到村部旁边的小店里买东西 于主任看到喂我 就跟我说了 让我跟你说声 于建平说道 哦 那行 我这就去 叶晨将手里剩下的一点 于是扔进了水里 拍了拍手 起了身 嗯 那我回去了 于建平说着 就调转车头准备走了 进家里坐一会儿呗 叶晨说道 不了 家里还有事呢 于建平说了一声 然后骑着车走了 表叔白白 后座的小子瑞 还笑着给叶晨白白手说道 叶晨也笑着挥了挥手 叶晨骑上了他爸的摩托车 这么点路 他也懒得开车过去了 很快叶晨到了村里 找到了于文生 主任 我姑父说 你要找我 什么事情 叶晨问道 没什么大事 就是明天要你去趟镇上 领导有事要找你 于文生说道 领导找我 哪个领导 什么事情 叶晨有点茫然地问道 不清楚 反正就说了 让你明天九点过去 到了找接待办的人就行了 于文生说道 好吧 叶晨心里莫名其妙的 这算什么事情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搞得莫名其妙的 还要自己跑一趟 叶晨付匪地离开了村里 第二天 叶晨开车到了镇里面 找到接待办的同志 你好 同志 我是叶晨 昨天听说有领导 让我惊见过来的 不知道是哪位领导 叶晨问道 哦 领导吩咐了 让你去303办公室 找他 办事员看了叶晨一眼 然后说道 是在三楼吗 叶晨问道 对 然后 叶晨又沿着楼梯上了三楼 找到门上标着303的房间 只见门上还挂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副镇长 叶晨敲了敲门 请借 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 叶晨感觉有点熟悉 他推开门进去 来了 里面的人笑着轻轻地说道 你 慢下 你怎么在这里的 叶晨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 怎么 不行吗 我现在是渔庄镇挂直副镇长 怎么样 没想到吧 林慢下从办公桌后面起身 往叶晨走了过来 你怎么会来到我们镇当副镇长的 你不是 刚考上公务员的吗 叶晨有点不解地问道 怎么 不欢迎啊 林慢看着问道 当然不是 只是有点奇怪而已 你之前一直瞒着我不说 就是为了给我这个惊喜 叶晨有点恍然大悟地问道 是啊 怎么样 惊喜不 林慢下笑嘻嘻地说道 惊喜 惊喜 只是奇怪你 怎么会来当副镇长的 叶晨嘴里说着 我考的就是你们市里的公务员 而且是副科级别的公务员 来下面挂置副镇长 也是很正常的吗 林慢下说着 其实能过来这边 也是拖了一些关系争取到的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的巧呢 哦 叶晨一时无话 他没考过公务员 所以也并不清楚 这系统里面的事情 只是 你应该有很好的 其他单位选择啊 像你们沿海的地方 随便哪里 也比我们这里的职位要好吧 怎么往我们这边考呢 是为了我吗 叶晨想了想 林慢下完全可以考他们苏省的公务员 那边可是比自己的省发达得多了 公务员的待遇肯定也比这边好 想来他肯定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了 想到这里 叶晨看着林慢下 心里有点感动 是为了你 不过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也喜欢你到这边的农村来工作 林慢下微微一笑 慢下 叶晨激动地上前抱住了林慢下 好了 等一下有人进来看到就不好了 拥抱了几秒钟 林慢下有点害羞地挣扎着说道 叶晨听了林慢下的话 也就松开了他 林慢下整理了下耳边的病发 捋到耳后 叶晨退后了一步 看着眼前的林慢下 梁上画着淡妆 简单地扎着个马尾 穿着一身合体修身的黑色西装 胸口的衣领上 别着一枚挡张 看起来与平时的他有点不一样 有那么一点干练和威仪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当官的气势吗 你看什么呢 林慢下看叶晨站在那里上下 打量着自己 奇怪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感觉你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你是一个温婉如水的江南女子 现在看起来有点难以言明的气场 叶晨笑着说道 哪有你说得那么神凹 林慢下听了也是笑了 你什么时候过来上班的 叶晨和林慢下坐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 叶晨问道 七月底去市里面报道的 上了一个多月以后 然后市里要选掉一批人下方挂职 我就争取到这边来了 今天是第三天 刚属些好工作 林慢下说道 那你住在哪里呢 叶晨问道 镇里给安排了宿舍 就在五楼上面 要不你去我家那边住 总比这宿舍条件好点 叶晨说道 还是不了 这我刚来就去你家去住 惹人闲话 不合适 林慢下拒绝了叶晨的提议 这倒也是 叶晨想也是 毕竟两人还没正式定亲结婚 一个副镇长 直接住到男朋友家 传出去影响也不好 那晚上去家里一趟 吃顿饭总藏吧 叶晨又说道 这是当然的 我本来就打算 等手头的事情理顺了 就去看望一下叔叔阿姨的 林慢下说道 嗯 行 那下午你下班的时候 我再过来接你 叶晨说道 可以 对了 今天叫你过来 是有其他事情的 林慢下答应着 然后又说道 什么事啊 叶晨问道 镇里关于建设旅游乡镇的计划 已经获得了正式的批复 你作为我们渔庄镇发展旅游的先行者 镇里也是 让你一起参加会议 共同探讨发展建设的问题 林慢下说道 这是啊 行 我去听听 什么时间啊 叶晨听了无所谓的的道 反正就是参加各会 听听就是了 定的是九点半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过去吧 林慢下看了看时间 还有十来分钟会议就要开始了 于是对叶晨说道 林慢下从桌上拿了个笔记本 然后和叶晨出了办公室 慢下 你们镇里的领导知不知道咱们的关系 叶晨问道 当然不知道了 你可别现在就给说出去 我可还没做好准备啊 林慢下警告地说道 这有什么好准备的 咱们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干嘛搞得想偷偷默默的一样 叶晨撇着嘴说道 那也等我在这边熟悉一阵了再说吗 林慢下说道 好吧 多一年 叶晨嘴里答应着 心里却在想 这么个镇就这么大点地方 能瞒多久 而且叶晨的超市 就在这政府旁边 进进出出的 也有不少政府上班的人 叶晨跟着林慢下 进了三楼的小会议室 除了台上的几位镇里的主要领导 下面也坐着一些村干 和像叶晨这样的边外人员 应该也是其他的村企 镇企的代表吧 叶晨坐在下面 看着坐在台上的不苟言笑的林慢下 感觉还挺怪怪的 这一转眼 自己的女朋友 就成了自己的父母官了 这次会议主要也就是政府的领导 传达了上面对本镇建设生态旅游村镇的指示精神 然后就是镇里的领导发言 关于如何建设旅游乡镇 并让叶晨他们这些本镇的乡企带头人发言 讲讲看法 谈谈建议 这也是叶晨第一次参加这么正式的政府会议 他也理了理思路 就自己对村镇旅游的发展方向做了阐述 当然这个会也不可能就一下子就形成决议的 政府的领导 也只是初步地听取意见 将近两个小时的会 开完了会 与会人员一起去政府旁边的饭店里面吃了一顿饭 林曼夏为了避嫌 特意不和叶晨他坐一起 而是和他们镇里的另一个女领导坐一起了 吃完了午饭 叶晨看着 林曼夏进了政府大楼 然后去到了旁边叶晴的超市里 请姐姐叶晴和姐夫王超晚上去家里吃晚饭 又在他店里买了些东西 然后开车回家了 妈 爸呢 叶晨开车回到了家 看到田惠芳在客厅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走过去坐到沙发上问道 你爸去田里了 你午饭吃了吗 田惠芳问道 吃了 和镇上的领导一起吃的 妈 晚上准备一周饭菜 领导要来咱家吃饭 叶晨也卖了个关子 没有说是林曼夏 领导 什么领导 村里的领导 还是镇上的领导 田惠芳疑地问道 镇上新来的副镇长 我邀请他来咱家吃晚饭的 叶晨继续保持着神秘 想着晚上田惠芳看到林曼夏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新来的副镇长 你可从来没邀请过镇上的领导 来家里吃过饭啊 叶晨回家这么长时间 除了有两次领导 来家里找叶晨的时候 被留下吃过饭 还从未见他主动宴请过哪个领导 哎呀 你就先别问了 晚上他来了你就知道了 对了 妈 记得做你拿手的那个红烧肉 和油闷大虾啊 叶晨又补充地说道 行 知道了 那我现在就去菜园里弄菜去 既然是副镇长要来 田惠芳也想着不能给怠慢了 连忙起身 开始准备去弄菜去 而叶晨开始收拾整理家里 打扫着卫生 下午四五点钟 田惠芳喊着王素梅 过来帮他一起准备晚饭 等到五点多钟 叶晨看看时间 林曼夏也差不多该下班了 于是又驱车到了镇上 然后将车停在了政府大门外面的路边 叶晨坐在车上 给林曼夏发来的信息 说在楼下大门外等他 然后在车上听起了歌 时间没过多久 就看到林曼夏换了一身休闲的衣服 从大楼里面出来 在门口张望了下 看到了叶晨的车 然后又环顾了一下四周 才静止走了过来 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进了车里 你怎么搞得跟做贼似的 你这样 别人更加怀疑 你了 叶晨笑着看着坐上车的林曼夏说道 去 你才做贼呢 林曼夏白了他一眼 那怎么回家 叶晨问道 等一下 先去买点水果吧 见叔叔阿姨空着手可不好 林曼夏说道 咱家什么都有 不用特地买的 叶晨说道 有归有 买归买 怎么能当做一回事呢 快走吧 林曼夏催促道 行 那我带你去姐姐的超市那里去 叶晨说着 发动了车子 向前开了一小段距离 然后靠边停下 这就到了 姐姐的超市 不会就开在这吧 我上次来买东西的时候 怎么没看到他和姐夫 林曼夏看了看外面熟悉的超市门牌 问道 就是这啊 你不知道吗 你看那超市的名字叫什么 叶晨指着招牌问他 我怎么知道 以前我又没来过 心情没超市啊 怎么了 林曼夏又看了一眼 说道 你没发现 那里面有他们一家三口的名字吗 叶晨提醒道 心情没超市 心心 情 超 对啊 还真是有他们三个的名字 我还真没注意到呢 我就刚来的那天晚上 来买了点日用品 林曼夏说道 这名字还是我起的呢 心情美 心情美 怎么样 是个谐音 叶晨臭屁地说道 一般般吧 林曼夏看叶晨那有点得意的小表情 故意说道 我们进去吧 不知道 姐姐他们回没回去 叶晨说着 和林曼夏下了车 两人进了超市 小陈 你怎么又来了 还要买什么东西吗 哎 曼夏 你来了 叶晨他们刚进超市 就被正在收银那里的叶晴看到了 他正想问叶晨 上午刚来的 怎么下午又来了 就看到了叶晨身后的林曼夏 惊讶地问道 姐 林曼夏笑着对叶晴叫道 哎 曼夏 你怎么来了 叶晴高兴地走出来 拉起林曼夏的手 开心地说问道 我来有三天了 我上次还来过你们店里一次 不过你不在 当时我也不知道 这就是你的超市 林曼夏浅笑着说道 那可能是我们提前回去了 你都来三天了 我怎么都没听说呢 叶晴疑惑地看向叶晨 姐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了 曼夏现在 调到咱们的镇里面 当副镇长了 叶晨在旁边解释了一句 曼夏 你居然是咱们镇的副镇长 这是真的吗 叶晴这次更惊讶了 从他们家网上数十代 也没有一个当官的呀 现在自己弟弟谈的女朋友 居然当镇长 这怎么能不让他惊讶 是的 这不是刚来报道吗 林曼夏说道 曼夏你 真是太厉害了 叶晴比叶晴的表现还兴奋 姐 我来给叔叔阿姨买点礼物 晚上你也回家里吃饭的吧 林曼夏说道 回 当然要回了 小辰 你带曼夏去吧 我去找你姐夫说一声 叶晴连忙说道 叶晴带着林曼夏到超市里的礼品区买了点东西 小辰 你们先回去 我跟你姐夫说了 等一下我们回去接了 星星就过去 林曼夏姐姐了账 叶晴对他们说道 好 叶晴二人出了超市 开始驱车回家 车子开进了家里 在客厅里面坐着的叶连山走了出来 他已经听说了叶晴要接一位领导来家里吃饭 曼夏 怎么是你 叶连山有点错愕地看着从车子上下来的林曼夏问道 叔叔好 林曼夏微微恭声 打了声招呼 爸 给你介绍下 这就是咱家今晚宴请的贵宾 渝庄镇新来的副镇长林曼夏 叶晴上前正色介绍道 说完嘴角避不住的笑意 曼夏 你是副镇长 叶连山有点转不过弯来 林曼夏点了点头 叶连山算是确认了 随即心头那也是非常开心啊 来来来 快进屋 你阿姨正在准备晚饭呢 叔叔 这是给你们带的一点东西 林曼夏将自己手上拿的东西递给了叶连山 哎 你又破费了 不要每次来都买东西 家里什么都有的 下次来可别再买了呀 叶连山高兴地接过东西 同时说道 嗯 好 林曼夏答应着 叔叔 我进去看看阿姨去 林曼夏说着 拉着叶晨进了后院 厨房里田慧芳和王素梅正在烧着菜 好像 是红烧肉的味道吗 林曼夏还未进厨房 远远地就闻到了厨房里飘出来的肉香 人不自助 秀鼻 微皱地闻了几下 你鼻子还挺灵啊 跟咱们家的大黄小花他们有的一拼啊 叶晨笑着说道 你敢拿我跟大黄他们别 林曼夏听了微怒的表情 小手在叶晨的臂膀上掐了一下 嘶 我说错了 我道歉 叶晨赶紧求饶 一个女孩子 看着没什么力气 掐起人来 倒是挺疼的 哼 林曼夏向得意地哼了一声 然后静止走到了厨房 阿姨 哎 谁啊 厨房里面的田慧芳 他们也看到了近来的林曼夏 曼夏 你怎么来了 小陈也没提前说一声呢 田慧芳喜悦地说道 妈 怎么没跟你提前说啊 下午不是跟你说了吗 叶晨跟着进了屋 你下午什么时候说了 你只是说 晚上新来的副镇长要到咱家 你说的就是慢下 田慧芳说着说着 就有点反应过来了 这么说 新来的副镇长 就是慢下来啊 这时 王素梅也在旁边不确信地问道 是的 叶晨鬼算盘打得啪啦响 看着家里每个人的错愕的表情 他却是笑得老开心了 接下来 叶晨他们一家也到了 还有叶连凤一家 餐桌上 全家人围坐了一桌 慢下 哎 吃块红烧肉 我说下午小陈让我准备晚饭的时候 还特地 让我要做红烧肉和油闷大虾呢 原来就是为你准备的呀 这个小兔崽子 还给我们打雅迷 田慧芳坐在林曼夏的旁边 给他夹了一块红烧肉的碗里 然后说着 还瞪了叶晨一眼 谢谢阿姨 林曼夏对田慧芳微笑道 嘿嘿 叶晨只是笑笑 也夹起来一块香喷喷的红烧肉吃了起来 曼夏到咱们镇上工作了 那来家里就近了 以后一定要经常来家里啊 叶连凤说道 嗯 我会的 林曼夏小口吃着碗里的菜 曼夏阿姨 镇长是大官吗 是干什么的啊 小星星好奇地问道 嗯 林曼夏一时不知道该 怎么跟女孩子解释了 当然是大官了 所以你以后要是不听话 曼夏阿姨就能让人把你抓走关起来 叶晴对子的女儿说道 啊 不要 星星不要被抓起来 曼夏阿姨 星星很乖的 你不要让人抓星星好不好 小星星听了叶晴的话 连忙对着林曼夏焦急地说道 哈哈 在座的大人听着童真的语言 哄堂大笑起来 呵呵 星星这么可爱这么乖 阿姨怎么会让人来抓你呢 林曼夏微笑着说道 一顿饭在欢乐笑声中结束 晚上叶晨还是送林曼夏回了镇上 送她到了宿舍 叶晨才回了家 随后的日子里 叶晨隔三差五地去镇里找林曼夏 自然的 他们的关系 也很快就明晰在众人的眼里了 镇上关于村镇的一体化发展 也步入了正轨 第一件事就是修铺道路 以前的镇上的道路都是水泥路 而且路旁还有各种电线柱等 还有各种站道经营 交通情况 堪忧 石油堵塞 而镇上通道各家村里面的路 也或多或少的 有些破损或者偏窄 如今镇上申请到资金扶持 第一件事也就开始了道路的整治拓宽等事宜 镇上的几位领导 全部分村包干 而镇里在知道了叶晨和林曼夏的关系后 还特地让林曼夏 作为云峰村的住村干部 在完成镇上工作的同时 帮扶村里面的工作 因而也时常到村里面办公 叶晨因此跑村铺 也跑得勤快了 另一边 叶晨的饮品工厂也建设完成了 林曼夏作为镇里 负责云峰山的主要领导 和叶晨一起为厂子开业捡了彩 随着叶晨一声令下 工厂的机器开动 生产线开始运作了起来 经过物理过滤的山泉水 一瓶瓶的灌装进塑料瓶里 然后封口 贴标 打上生产日期 一条龙的全自动生产线 很快第一批云峰山泉水下了线 各位 这第一批的云峰山泉下线了 咱们尝尝 叶晨说着 将瓶装水散给在场的人 曼夏 你也尝尝 叶晨又拧开一瓶 递给了林曼夏 这水喝起来 感觉是比那些市场上 两三块的矿泉水要好 虽然不好描述 是一种什么味道 但是喝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清新带点甜味 这没有加糖吧 林曼夏喝了一口问道 当然不会加糖了 因为这水的质量好 没有经过污染 所以只是做了物理的过滤 过滤掉水里的细菌和杂质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 水里原有的各种 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这次甜味 也是水中自带的 叶晨说道 这水喝着就是舒服 我想上市之后 绝对会有不错的市场的 刘国祥也在旁边说道 这个厂也有他的股份 他自然也要过来参加开业的 祥哥 这水已经开始生产了 每天开十个小时的机器 差不多能生产出十万瓶 再过个几天 就可以开始供给到市场上了 叶晨对刘国祥说道 叶晨他们早已经就云风水的上市 在社会做了不少广告 有花钱做的短视频广告推送 城市广告版的投放 还有几个沿海省市电视广告的利用 就广告上花了不小的投入 而城市商超店铺的产品铺货上 刘国祥利用他在吉省的人脉和关系 也联系了一些比较大的经销商 由他们去承销 毕竟这种水资源的上市和铺销 这些经销商有成熟的店铺网 嗯 市场上的热度也吵起来了 现在上市刚刚好 我回头就联系那些网点 然后安排出货 还有我们自己的店铺那边 大桶的云峰山泉也可安排上架了 刘国祥点头同意道 夜城这边的工厂 除了生产500毫升的标准瓶装水外 还有一批生产的是4L的桶装水 主要对象也是那些高档客户 作为家庭日常生活用水 一桶几十块钱的 也不是一般的人家会买的 接下来几天 每天都有一辆辆的货车进出送货 那些超市商超里面 都上架了一批云峰山泉水 只是刚开始 这没什么名气的云峰山泉 肯定是没什么好位置的 加上价格 也比一般的水要贵上一些 前期的销量也没有那么的好 反而是他们自己 旗下店铺的那些 针对高档会员客户的 桶装水销量不错 这也要多亏 前期经营起来的口碑 这些人家用云峰山泉水泡茶 煮饭等 用后好评如潮 因而反倒是在高档小区 卖火了桶装水 而这些高档小区周围的 超市里面的云峰山泉 也率先地打开了销量 云峰山泉的上市 也给叶晨带来一块较大的镜像 虽然暂时还没有那么多 但想来 随着广告的继续推广 未来销量上 应该会进一步地增加 刘国祥在外面联络 叶晨就狗在村子里就行了 时常地去厂里看看 检查检查各个环节的事项 不过随着厂里 各岗位管理人员的配齐 和员工日渐熟练 也不需要叶晨势必恭亲了 他又忙里偷闲地偷起了懒 又一年的国庆节到来 林曼夏也开始放假了 想着他有七天的假期 叶晨就和他商议着 出去旅游一趟 一番选择之后 两人选择了三亚 作为这一次的目的地 叶连山他们 倒是特别地赞同他们出去旅游 田惠芳千叮咛万叮嘱地 要叶晨照顾好林曼夏 收拾好行装 这时候老家这边也还比较的热 应该跟三亚那边的气候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 只准备些印记的衣服就行了 叶晨开车和林曼夏二人 赶到了卢城 去到位于湖滨一号的家里 将车停在了那里 林曼夏也是第一次来到 叶晨位于卢城的房子里 两人只是稍作休息 就搭车赶往了机场 三个小时时间的飞行 两人终于落地三亚 乘坐着酒店的街机专车 去到了入住的酒店 位于亚龙湾的 百尔曼别墅度假酒店 呼 终于到了 这一天 又是汽车又是飞机的 可是有点累了 进了房间 林曼夏将包往桌上一丢 自己顺势 往沙发上一躺 如释重负地说道 现在才下午三点多 可以先休息一下 等到五六点 咱们再去吃个晚饭 叶晨将行李推进别墅里 放在了一旁 然后参观起了 这座别墅酒店 室内装修豪华而不奢华 推了客厅的门进入内院 有一个二三十平米的泳池 建筑外形 有点歹足风格的肩顶 墙外是一棵棵高大的棕榈树 虽然已是十月 但这边还是看不到 一点秋的颜色 温度也并不高 时而一阵风吹过 带来阵阵海的气息 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 去去疲乏 再到床上睡一觉 叶晨回了屋内 看着躺在沙发上的林曼夏说道 不想动了 我就在这睡会儿 林曼夏躺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说道 看起来是一点都不想动了 叶晨看着林曼夏那慵懒的模样 也就随他了 自己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然后掏出手机 给家里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休息了两个小时 两人去到了餐厅 吃了顿海鲜大餐 晚上 两人在外面散步 三亚的晚上 终究是与内地大有区别 叶晨也是第一次来到这边 这完全不同的海风气息 远处的沙滩 海浪的声音 一切都显得是一种新鲜的享受 第二天一早 吃过了早饭 两人的第一站 选择了无知周岛 无知周岛 因为一部年度贺岁喜剧大作 而走进大众视野 这部由众多喜剧大咖加盟的 贺岁喜剧制 一经面世 便引起众多关注 而作为其重要外景拍摄地之一的 无知周岛 以独树一帜的热带风光 和独具魅力的纯海岛度假风情 赢得众明星的交口称赞 无知周岛上海盗八旁的淡水泳池 是一弯壁池 演映于蓝天 夜灵之间 而池边形似鸟巢的白色建筑 构筑于海天之间 在三角梅 蓝天 壁池 夜影婆娑的映衬之下 显得格外的清幽与甜淡 无知周岛景区的圆梦公司办公室 成为无数游客的向往之地 无知周岛 也一跃成为海南旅游线路 产品的代名词 两人在岛上游玩了一整天的时间 漫步在关海长廊上 看无知周岛的湛蓝海水 还有那时不时地 在岸边石头上晒太阳的螃蟹 吹着海风 即使是什么都不做 只是在那静静地站着 吹着海风 看着大海 就能忘却一切烦恼 何况还有家人相伴 实在是再好也不能够了 第三天 叶晨和林曼夏 一早就坐船出海了 来到了能对游客开放的 最南端的岛屿 这是一座不大的岛屿 岛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设施 但这里 是一般的游人 能到的最南端的地方了 作为一个国人 最大的希望之一 莫过于到达祖国的四级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 曼夏 这就是咱们 能到的南海的最南端了 感觉怎么样 叶晨和林曼夏 站在沙滩上 脚上的鞋 早已扔在一边 两人赤着脚 踩在松软的沙滩上 海浪时不时地 拍得到脚背上 又落下去 真的很美 虽然没有 咱们住的地方的 那种风情的建筑 也没有昨天去的 无知州岛的 那种漂亮的植被和骑石 但这里的位置 却是最有意义的 到了这里 心理上的满足感 才是最重要的 林曼夏 狱卒点着脚下的 海沙和海水 微笑着说道 是啊 这里是我们普通游客 能到的祖国陆地的 最南级了 以后有机会 我带你再去 祖国其他的三级 去东级的黑瞎子岛 迎接第一缕阳光 去西级的帕米尔高原 送走最后后的夕阳 再去那美丽的北极村 最近的距离 欣赏北极星 去看神奇美丽的北极光 叶辰说着 其实他心里 也充满了 对这些地方的向往 祖国大地 有太多的漂亮的地方 而他自己的前三十年 到过的地方 却少得可怜 好啊 我也对这些地方 向往已久了 只是怕没那么多的时间呢 我的工作 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那么多的假的 林曼夏听到那些地方 也是眼前一亮 心向神往 只是进了体制内了 恐怕没那么多的时间 想到这 他内心偶觉得有点遗憾 工作只是我们 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 这个世界缺少了谁 都不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你的公务员工作 也不一定非得要干一辈子对吧 有些人考上公务员 是为了能有一份稳定的保障 但是你不需要 受这个条件的制约 等到你觉得 有一天 自己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咱们就可以离开的 叶辰对林曼夏说道 其实他觉得 公务员的工作 除了那些大领导 和特别专业性强能力强的职位外 一般的公务员工作 只适合一个阶段性的人生经历 如果把人生的未来几十年 全部都花在这上面 不知道到底是一份成功 还是一种浪费呢 当然 这些的先决条件 是有一个不错的经济基础 才能有更多的选择和追求 你说的也是 我们体制内 除了很少一部分 能脱颖而出 绝大部分 也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 熬上几年挪一下 能有个厅局及退休 就算特别的不错了 林曼夏也点了点头说道 所以啊 人生路远 但是时间也很宝贵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 咱们就可以去追寻另一种生活 游变祖国 踏变世界 这样也算是不复青春 叶晨说道 嗯 那我的目标 就是帮咱们镇成功地建设成一个 全国著名的小镇 到那时候 我就辞职 咱们一起去环游世界 林曼夏牵住叶晨的手 郑重地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很久的 叶晨笑道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啊 全国那么大 有名的村镇那么多 你们真现在排都排不上号 林曼夏说道 人嘛 如果没有目标 和咸鱼还有什么分别呢 叶晨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 星爷的一句话 我就喜欢看你这信心满满的样子 好像什么问题在你面前 都不是问题一样 林曼夏笑着说道 其实我就是没什么追求 没有追求就没有压力 那什么很多的问题 自然也就不是问题了 能渡过去的就不是问题 渡不过去的就不去干了 叶晨有点闲鱼地说道 这也就是仗着有点钱才能这样干 反正也就是多赚少赚的问题 叶晨所有的投资 都是控制在保险的范围内 没有外债 也没有高风险 一样不行 大不了就不干了 不会被市场 资本或贷款绑架 这样才是安逸的 就像那暴雷的某大 那样的公司开着不累吗 到头来 怎么算都划不来 两人在岛上逗留了一段时间 将岛屿逛了一圈 也让其他的游客 帮忙给他们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就坐船回去了 第四天 叶晨和林曼夏 去了天涯海角 天涯海角 也许算得上是 人尽皆知的一处景点了 那刻在海滩边巨石上的 天涯海角 四字 以其美好的寓意 成了青年男女 最向往的一处爱情圣地 叶晨和林曼夏 来到了那块 磕着天涯海角的时刻下 在林曼夏沉静地 看着风景的时候 叶晨悄悄地拿出了口袋里 早就准备好的一枚钻石戒指 跪在了林曼夏的面前 叶晨单膝跪地 双手举着戒指 仰着头 深情地看着林曼夏 林曼夏惊讶地双手捂住了嘴 慌地看了看四周 这时 不少的游客都被叶晨的举动 吸引了过来 这个求爱的圣地 他们也不会奇怪 但是凑热闹的国人提醒 让他们快速地聚集了过来 你干什么呀 很多人看着呢 林曼夏紧张地说道 曼夏 我不会说什么甜蜜的话 我只想告诉你 自从在酒楼里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被你深深地吸引了 当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你就是 我要找到生命里的那个他 这辈子能够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希望在余生的时光里 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呵护你 和你一起柴米油盐 陪你一起山穿大海 与你一起天涯海角 我爱你 嫁给我好吗 简单的话语 没有鲜花蜡烛等等那些繁华的坠视 也没有什么浪漫的情节和惊喜 林曼夏看着眼前的跪着的叶辰 看着他那双真挚的眼睛 一切的一切 仿佛都变得不重要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比不上一颗真心来的可贵 透过叶辰的眼睛 林曼夏能感受到叶辰的心 这一刻 两人的心仿佛贴在了一起 答应他 答应他 周围围观的人很默契地喊了起来 仿佛这是国人的传一种传统 每到这种时候 都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心情 我愿意 林曼夏笑着伸出了左手 叶辰将戒指戴在了林曼夏的钟指上 然后起身抱住了林曼夏 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叶辰和林曼夏 站在天涯海角前 相拥着拍下了照片 林曼夏左手上的那颗戒指 闪耀着一抹璀璨的光 两人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 第五天 两人去了亚龙湾森林公园 公园山顶 一览无余的第一弯 那无敌的美景 第六天 坐着一艘豪华的游艇出了烫海 体验了一把直升机飞行 最后一天 两人踏上了回家的飞机 回到了家 叶辰林曼夏又投入了上班工作中 叶辰这一周时间不在家 接下来的几天 也开始巡视着旗下的产业 叶辰和林曼夏 向两边的长辈说了结婚的打算 两边的长辈 也都是十分的支持的 叶辰和家里商量着 要去林曼夏家一趟 正式的下聘 林明远他们 夫妻两都是知识分子 对叶辰说 让他不要准备那些俗套的东西 也不要彩礼 以他们的说法 他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只要叶辰对女儿 好就行了 话虽如此 该有的遗诚 叶辰家也是不会省略的 对方不在意这些 那是人家的高尚 你要是自动省略了 那就是你不懂事了 时间到了元旦 林曼夏先一步回了家 叶辰家在准备好了 所有的东西后 将车后坐塞得满满当当的 有三生 四斤果 海味 茶叶 糯米 砂糖等传统的东西 当然也少不了 现代的三斤和烟酒 跟叶辰一起去的 有叶连山 田惠芳 还有王超和叶晴 一行人开着车 去到了姑苏林曼夏家里 林曼夏家里 林明远和王燕梅 也早几天就开始准备起来了 叶辰他们去到 林曼夏家里的时候 家里也早已是不知一心 透露着喜庆的味道 刘国祥一家和林曼夏舅舅家也来了 一群人挤挤一堂 各个笑容满面 中午的正餐地方 是在刘国祥家的酒楼里面 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刘国祥将最好的一包箱流了出来 下午一家人也去找了先生 给叶辰和林曼夏算了八字 确定了结婚的日子 定在农历的腊月二十六 叶连山和田惠芳他们 是第一次到这边来 所以第二天 林明远他们老一辈 就带着他们出门游玩了 而叶辰他们这小一辈的 也一起出门去玩了一天 在这边住了两晚 第三天 叶辰等人就要回家了 林曼夏要上班 所以也跟着一起回来了 之后两人选了一个 林曼夏进市里开会的日子 叶辰陪着他一起去了市里 两人要去领结婚证 这样也不用特地的单独请一天假了 两人早早地等在民政局门口 等到民政局开门 就第一个走了进去 县级市的民政局 没那么多的人排队 很快的 在一番操作后 两人就将结婚证领到手了 出了民政局 看着手里的红色本本 叶辰感觉自己的人生 即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以前的自己 始终扮演的是父母的儿子 而此刻开始 自己就是一个丈夫的身份了 未来自己还将成为父亲 甚至成为爷爷 叶辰感觉自己的肩上 多了一份责任 但是更多的却是喜悦 曼夏 叶辰对林曼夏喊道 嗯 林曼夏嘴里答应着 此刻他也在笑意盈盈地 看着手里的红本本 老婆 叶辰又叫了一声 林曼夏听了 抬起了头看着叶辰 神情里 还有点转变不过来的样子 但很快就转为了羞涩的笑容 老公 林曼夏也甜甜地叫了一声 然后羞怯地转过了头 叶辰笑了 笑得很开心 林曼夏只请了一个小时的假 叶辰将林曼夏送到了开会的地方 开完会还要不短的时间 叶辰要等林曼夏开完会一起回去 估计怎么的 也要等到下午了 于是叶辰开车去了 唐姐夜丽那里 唐姐夜丽和姐夫孙云伟 在城里新开了的旅行社 以前他们两时开的一个茶庄 卖的是本地的茶叶 后来叶辰家的云丰山茶上市 他们的店里也增加了一个品种 随着叶辰家旅游业的发展 叶辰就建议唐姐夜丽和姐夫 再开一家旅行社 经营各地到云丰山的旅游路线 反正他们家就在市里 这边开设旅行社正好 云丰山正式开始经营以后 来旅游的游客不断增多 叶丽他们的旅行社开起来之后 这条线路也很火爆 叶丽管着旅行社 孙云伟管着茶庄 叶辰跑到了旅行社 在他那里蹭了顿饭 下午 叶辰等到临曼夏开会结束后 和他一起回了家 当两人把两个红本本 给叶连山和田惠芳他们看的时候 二老小心地拿在手里 打开之后仔细地看着 他们此刻的心里 是指剩下开心 眼里都似是有泪花在涌动 两老一直最放在心上的 就是儿子的婚事 从儿子回家到现在 两年多的时间 不仅创下了一份事业 现在终于在三十岁的儿立之年 完成了婚姻的大事 真正的儿立了 作为父母 没有什么比此时此刻 更令他们欣慰了 叶辰给临曼夏使了十眼色 一个劲地鼓励他 临曼夏鼓起勇气 不大的声音喊了句 爸 妈 哎 好 好 二老听着临曼夏的称呼 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脸上的褶皱也更加地深了 曼夏 以后咱们 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叶辰如果有什么 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教训他 田惠方拉着这个满意的 不能再满意的儿媳说道 谢谢妈 我相信阿诚会一如既往地 对我好的 我也会和阿诚一起 好好地孝顺二老 只是我在生活上的能力 没有阿诚那么强 以后我有做得不到位的 还希望爸和妈 你们多多包容我啊 林曼夏微笑着 跟二老说道 不用说这种话 我和你妈都是 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平日生活里 可能没有你们 城里人生活 那么精细讲究 你如果有什么觉得不好的 就直接跟我们说 千万不要迁就我们啊 一向话不多的 叶连山也说道 作为农村人 这个儿媳是个城里人 还是个副镇长 生活上肯定很精致的 他们也怕自己的生活方式 会让林曼夏没那么适应 爸 您千万不要这么说 每个人生活习惯上 肯定都会有不同 咱们相互理解就是了 你们也不要一味地迁就我 那样 我也会不安的 林曼夏善解人意的细心 对二老说着 宽慰着他们的心 爸 妈 曼夏 在我看来 生活就是柴米油盐 有摩擦或者不和 都是正常的 咱们只要多一点包容 有什么想法就都说出来 不要憋着 大家心平气和的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叶辰说道 嗯 小辰说得在脸 小辰你也是啊 你和曼夏结婚后 一定也要将曼夏的父母 当成自己父母一样 孝顺知道吗 他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姑娘 都嫁给了你了 叶连山正色地跟叶辰说道 放心吧 爸 我一定会的 叶辰也正声说道 重重地点了点头 林曼夏看着心里很幸福 好了 晚上咱们一起吃顿真正的团圆饭 庆祝你们领证 也算是欢迎曼夏 正式成为咱们的一家人了 田慧芳说道 妈 这顿饭 我帮你一起做怎么样 虽然我手艺不是太好 林曼夏跟着向田慧芳说道 好 你跟妈一起做 田慧芳没有反对 而是笑着答应了 小辰 你也来给我们烧火 连山 你去叫连平他们 和连凤他们 来家里吃晚饭 田慧芳继续吩咐着 好 行 父子两人同时答应着 然后叶晨和田慧芳 林曼夏他们走进了厨房里 叶连山出门叫人去了 来 曼夏 这个是一条新的围裙 给你穿上 省得弄脏了衣服 田慧芳拿了一条崭新的围裙 出来递给林曼夏 谢谢妈 林曼夏接过了围裙 然后穿上 叶晨给他从后面 将腰上的袋子寄好 不错 有点家庭主妇的样子了 叶晨开玩笑地说道 去 烧火去 咱们曼夏可是当领导的 什么就家庭主妇了 田慧芳不满地挥手 赶着叶晨去烧火 叶晨笑着坐到了灶门口 开始烧起了火 田慧芳和林曼夏 也开始准备起菜来 没一会儿 王素梅就赶了过来 也加入了进来 晚上 一大家的人高高兴兴地吃了顿饭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 离年底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叶晨一家 也为了结婚的事 开始忙碌起来 结婚的宴会地点 自然选择了云峰山庄里面 忙碌的日子过得很快 诸事齐备 时间也到了年底了 林曼夏请好了婚假 提前回到了家里 那月25 叶晨这边开始准备着出发 去到姑苏街清了 车队从家里出发 带着烟酒鞭炮等 一鹰东西 朝着姑苏出发 在林曼夏那边 这次选了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宴请了他们家的亲朋好友 晚上也在那边宿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 就从林曼夏家出发 一行车队开始往家赶 紧赶慢赶的 也才在11点左右到家 随着车队离家越来越近 路两边挂满了各种汽球彩带 这都是各家各户帮忙装饰的 车队到了家门口 鞭炮烟花 开始齐声放了起来 叶晨家里里外外的 都是贴着大红的喜字 红地毯从家里铺到了门外 一片喜气洋洋 叶晨先行下了车 然后抱着林曼下进了家门 家里的宜程结束 所有人开始往云峰山庄 去参加婚宴 整个婚宴的宴会厅里 坐了满满的30桌 叶晨自己家这边的亲戚 生意上的朋友 村里的村民 差不多一多半的家庭都来了人 还有镇里的领导 毕竟林曼下在镇里上班 自己村里的 还有其他村的主任书记等 加上林曼下那边过来的人 以及叶晨和林曼下的同学好友 真可谓是高朋满座 兵主静欢之后 叶晨这边的来参加婚宴的村民等 就陆续地离开了 叶晨家的舅舅一家 和林曼下家那边来的人 都被安排在了山庄里住下 次日 才将他们各自送走 一场热闹繁杂的婚礼落幕 叶晨也深深地松了口气 这结婚 实在是太累人了 喜事办完 春节也到了 新的一年 叶晨的拜年活动 也比以往忙了不少 除二 叶晨带着林曼下 一起去到舅舅家拜年 新外申媳妇上门 自然时比以往接待的隆重得多 除三 叶晨就和林曼下 带着拜年的礼物 驱车赶往了姑苏 先是给岳父岳母拜年 林曼下父亲 那也是独生子 所以 他们那边的亲戚 倒是没那么多 在那边待了一个星期左右 毕竟年前林曼下 也没时间回门 所以 这次回来 就多待一段时间了 等到回了家 虽然已经过了初期了 但农村人只要不过十五 都还算是在春节里 随后的几天 什么姑姑家 姐姐家 等等 挨家去拜年吃饭 自己家反而就没吃上几顿饭 年拜完了 叶晨和林曼下 才开始自己的蜜月之行 这次的蜜月 他们没有选择南边的城市 或者出国 而是去了祖国的最北边的北极村 去感受那里的极夜 很幸运的 他们还看到了美丽的极光 蜜月回来 生活恢复了日常 林曼下开始上班 叶晨在工作之余 想着在村里捐建一座小学 和一座图书馆 叶晨有感于自己村里的教育的落后 一直想着要改善教育情况 但那时候村里的条件 恐怕也吸引不了郝老师进来 但现在不同了 随着村镇旅游的不断发展 村里面各方面的条件 再不断地变好 就今年 已经有很多之前出去打工的人 选择了留在村里工作或经营 选好了位置 然后就是开始施工 一个村的小学 也不需要太大 建设也不会很复杂 但是叶晨是照着城里 优秀小学的标准建设的 反正城里小学有的软硬件设施 叶晨全都要给他弄齐 另外 叶晨还在小学的旁边 新修了一间图书馆 在叶晨看来 一个村子素质的提高 离不开知识 现在除了老一辈人 三四十岁 甚至四五十岁的人 也很少会有文盲了 有一座图书馆 可以让村民闲暇时 有一个充电的地方 也能提高他们各方面的素养 图书馆修好了之后 叶晨就开始购买书籍 首先侧重的是 农业各方面的知识书籍 和有关旅游 民宿等等经营性的书籍 还有一些文学小说等等 其他各方面的书籍 零零总总的购买了 近两万册书籍 这还只是最开始 叶晨的计划 是以后满满的扩充 直到几十万藏书的规模 而小学新建好以后 找老师来任教 就是第一位的了 叶晨也和村里 一起摸查了一下 还真有几个人 在外面的城里教书 叶晨和村里领导出面 找到了他们 希望聘请他们回乡任教 他们有些人 回来参观了叶晨新建的小学 各种优秀的硬件设施 甚至比他们 现在学校的都好 在工资上面 叶晨在国家下发的 乡村工资的基础之上 再补贴一部分 这些都是 吸引了几个人回来 加上原先小学的两个老师 学校的架构倒是齐全了 原先小学的学生 正式搬进了新小学 这座小学 未来是从幼儿园 一直到六年级 都要开设齐全 叶晨这边在建设 镇上的规划也在实施 除了叶晨他们 云峰山的景区开发出来 像刘家村的百姆桃林 和发起的桃花节 王河村利用其河流的优势 做起了漂流项目 还有东安村 其村内有一座寺庙 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寺庙 之前有点破旧 寺庙主体建筑也不是很大 这次也是争取到了 各方面的捐款和拨款支持 开始整修和扩建起来 他们村打算以这座 几百年的古寺为中心 打造旅游景点 还有其他的村 也都各有特色 叶晨也在镇上买了块地方 开始修建一座快捷酒店 虽然各村现在的民宿 农家乐 小旅馆之类的 不在少数 但是镇上一家上规模的酒店 却是没有 这在夜城看来 也是一个缺失 也是一块可以投资建设的地方 一座规划建设四层的快捷酒店 一层提供餐饮 二到四层为住宿 一共90个房间 这在村镇里面 已经算得上是比较的大了 一项项的工程 都开始投入了建设当中 时间进入了五月份 林曼夏检查出来怀孕了 而且已经是三个月了 一家人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夜城特地带着林曼夏 去到市里的医院 做了仔细的检查 这也让夜城赶 镇子上的医院 实在是太落后了 镇子里的人 做个产检之类的 都要往市里跑才行 来来回回的太折腾人 镇子上就一个卫生院 可以简单地验个血 拍个片子 稍微麻烦点的检查 都做不了了 再加上下面每个村的卫生室 这种医疗设施 在以前只有本村人的时候 还勉强能应付 但是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来镇子里的游客越来越多 还是这种医疗条件 肯定也是满足不了需要的了 夜城将自己的想法 跟林曼夏说了 问了问他 村里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林曼夏说 镇里暂时还有说到这些 他会将夜城的想法 拿到镇委会上去讨论 争取形成意见报上去 夜城也说了 如果上面 有意投资建医院的话 他可以捐款一部分 这倒不是 说夜城自己 有多么的大工无私 其实 这也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自己的绝大多数亲戚家人 都在镇上 镇子上到外面的市里 路程又那么远 山路也不好走 夜城从小就知道太多的 因为送医不及时 而造成了遗憾 所有镇子上 建一座二级以上的医院 是很有必要的 夜城也不在乎 在这上面花点钱进去 几百万他现在 还是能轻松拿出来的 去年他的云峰山旅游 和云峰山泉两块 增加了他的镜像 去年的收入 已经超过了三千万 村子里 夜城修建好了学校图书馆 有了学习的地方 接下来也得有玩的地方 于是运动场也开始上马 一个小型足球场 一个篮球场 和一个小型体育馆 体育馆里要包括游泳池 乒乓球 羽毛球场地等 而这些都建设了 夜城索性 又在那块区域 建了一个卫生室 将村里的卫生室 给搬了过去 这样 这些设施都围绕着小学旁边 进行规划建设 建成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 以教学为中心 兼有图书馆 体育馆 足球场 篮球场等 一应俱全的教体文位一体的区域 随着村里的建设 热火朝天的进行 整个村子 都是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 除了在外面有正经班上的 还有那些在外面做生意的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往老家回流 同时随他们迁回来的 还有他们的孩子们 看到老家新建了好学校 也有好老师了 他们也愿意 让自己的孩子 回来老家上学了 一时之间 学校里上面几个年级 都开设了起来 那些本村 去到中心小学上课的学生 也都进了村校 11月 叶晨和林曼夏的孩子降生 是一个小男孩 叶晨给自己的儿子取名 叫叶锦旭 这一年 叶晨的各项事业的收入 达到了5000万以上 但是各项建设的投入 也花进去两三千万 镇子上的酒店 村里的学校图书馆 体育馆卫生室等 各项建筑 基本完工 投入了使用 新的一年到来 叶晨将旗下的 各项事业整合了一遍 成立了一个集团公司 下设旅游公司 农业公司 饮品公司 投资公司等 统一管理 所有的在公司旗下 工作的员工 全部都购买社保 什么无险一金之类的 全都买上 他的目标是 自己村的农民 以后退休了 也能按月拿到养老金 而不用六七十岁了 还要劳作 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叶晨在此之余 还在集团内部 成立了慈善事业部 主要从事捐资助学 贫困家庭救助 以及重大疾病 村民的救治 叶晨设定 将每年收入按比例 划进慈善基金里面 有符合要求的村民 都可以通过正式的申请 符合条件的 就可以得到资金帮助 叶晨又捐资 在镇上兴建了一所中学 涵盖了初中和高中 至此 渔庄镇又小出高兴建完毕了 俗话说 有了梧桐树 引得来金凤凰 曾经镇上的老师 都想尽办法地往外面调 而现在 随着镇子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老师 和各方面的人 才开始想要进来 叶晨除了平日里 管管事业上的事情 更多的时间 就是陪着儿子 看着小不点 一点点地长大 从一一压压 到第一声叫爸爸 从只会爬到 颤颤巍巍地走路 小生命的一点点成长 带给了叶晨不少的烦恼 但更多的是快乐 春去秋来 寒来熟往 匆匆而过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年 如今的渔庄镇 已经发展成了 著名的旅游乡镇 每年来游玩的旅客人数 能达到十万以上 叶晨他们村的云峰山景区 经过几年的建设 早已成为了一座 4A级的景区 远近闻名 叶晨也让出了一部分股份 让村里参与进来持股 镇上也建成了一座 二级甲等的医院 镇民们看病住院什么的 再也不用长途跋涉了 阿晨 我辞职了 叶晨在家里 正逗弄着自己三岁的小女儿 叶晨临丸 五岁的大儿子叶晨旭 在外面开着她的小窝机 在那里翻沙丸呢 这时候 林曼夏回到了家 来到叶晨的跟前说道 已经三十多岁的林曼夏 看起来还是像以前那样的 青春貌美 岁月四世特意善待美人 辞职了好啊 咱们也可以开启 人生的下一个篇章了 叶晨听了 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 你怎么这样 人家辞职了 你也不知道说句话 安慰一下人家 林曼夏不满叶晨这敷衍的样子 这还要安慰 我卡看你得庆祝一下才是 庆祝你得解放了 晚上给你做一桌好吃的 怎么样 叶晨说道 这还差不多 玲玲 来 到妈妈这来 林曼夏蹲下身子 伸开双手 朝叶锦铃说道 不要 我要爸爸 叶锦铃稚嫩的小脸上 一脸的不情愿 往叶晨的怀里拱了拱 玲玲你怎么这样 你不爱妈妈了吗 林曼夏一脸忧郁地说道 谁让你天天上班 在家待的时间少呢 你看 孩子都跟你陌生了 叶晨笑着揉了揉小丫头的 肥嘟嘟的小脸 说道 算了 我去找小叙去 林曼夏说着 起身去找在外面玩杀的小景叙去了 想去治疗一下受伤的心灵 阿晨 咱们这就这么出来 把两个孩子丢给父母带 好吗 我总是不太放心 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 叶晨和林曼夏两人 坐在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身后两匹枣红色的马 在低着头吃草 远处有一群羊儿 在悠闲地吃着草 两只牧羊犬 时而穿行在外围 自上次林曼夏辞职之后 又过了两年 大儿子叶锦旭 已经上一年级了 小女儿叶锦灵 也已经上了两年幼儿园了 叶晨将林曼夏的父母 林明远和王燕梅 都接到了老家那边常住 叶晨的父母 和林曼夏的父母 四位老人 照顾着叶晨和林曼夏的两个孩子 而叶晨夫妻俩的存在感 就弱了很多 所幸 叶晨就带着林曼夏出门来旅游了 过难得的二人世界 至于家里的事情 叶晨研究生毕业后 就回到了老家 在叶晨的集团里 做起了CFO 这也是叶晨当初给他的承诺 当然这些年 他也做得很不错 还有余磊 刘玉莹等这些人 都已晋升到副总的级别 公司的管理 有他们已经绰绰有余 叶晨这个董事长 已经是完全的放权 有什么不放心的 家里父母的年龄 都还算不上大 有他们带孩子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咱们就尽情地在外面玩几年 这样等到再过几年 咱们也在外面玩的 差不多了 那时候 他们年龄大了 咱们就回去好好地照顾他们 多好 叶晨没心没肺地说道 你还真是放得开啊 儿女的教育 你就一点不担心吗 林曼夏看着叶晨说道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愁吃不愁穿的 他们现在又还小 那些什么辅导课之类的 完全不需要 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才是真 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完 我都跟爸妈他们说了 不要太恪求他们 想完就让他们玩 叶晨无所谓地说道 他想得很简单 自己现在的前几辈子都够花了 孩子们也不需要多么优秀 长大了教他们怎么样 不败家会理财就行了 关键的是 教好他们的德性 这一点 有两边的老人 叫他非常的放心 算了 你不管 我也不管了 林曼夏也不再去想了 走 咱们骑马去吧 叶晨说道 嗯 两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各自骑上了 马 驾 驾 两匹马驮着背上的两人 在草原上狂奔起来 越来越远 Р� insult 饺 饺